羞的一声响 箭头稳稳扎进靶心 十三岁的少年 漫不经心地拨弄弓弦 你想我怎么做 嘿嘿 南宝一笑得很贼 我有一个惊心动魄的想法 午后 黄夫人和他的儿子 黄英如约而至 穿过垂花门时 黄夫人不忘针针教导 虽然说南家富贵 但咱们家也不差的 你不必表现得太拘束 母亲 而明白 听说南宝诸天性纯笨 还十分爱吃 我寻思着 大约是他长得太胖了 实在嫁不出去 因此 南二夫人才会主动约见咱们 好歹是蜀郡首富家的女儿 靖西侯的妹妹 也算勉强配得上我 不过 咱们待会儿 务必要把架子摆足 叫他们求着咱们 也好在谈婚论嫁时 多谋些好处 黄英笑了 母亲这些年辛苦操劳 而必定把南宝诸之的服服贴贴 让她嫁进我们皇家之后 好好服侍您 黄夫人替她理了礼仪经 每眼间都是满意 夫君早亡 这些年 她把儿子培养成人 不知道吃了多少苦 好在一二是个孝顺的 不至于娶了媳妇 就忘了娘 母子二人 面带俱傲地 踏进了松鹤院正厅 厅中人互相见李寒暄时 南宝一和南宝珠 躲在屏风后 南宝一看着黄英 这青年十八岁的年纪 生得玉树临风 只是脸上却带着浓浓的傲慢 好似今日不是来相亲的 而是来催南家还银子的 真叫人厌恶 她慎重道 珠珠 你觉得她怎么样 南宝珠搂着盘子 一边吃花糕 一边小声道 眼神轻挑 脚步虚浮 大约是个棉花素柳的顽固 言语间都是她娘怎么样怎么样 考虑到她是被她娘独自养大的 应当是个很听娘亲话的男人 这种人找媳妇 大约倾向于找比她自己年长的 能替她拿主意的 最好能当她半个娘亲的女人 南宝一惊呆了 她有前世的记忆 才提前知道黄英是怎样的男人 珠珠才看她几眼 就能彻底洞悉她的为人 太神了吧 莫非祖母格外偏爱自己 不是因为联系自己娘亲亡故 而是因为联系她是所有晚辈里面最蠢笨的 南宝一揪了揪自己的毛 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里 听唐 黄英知道 那个南宝珠定然在屏风后偷窥自己 她不时往屏风方向张望 渴望能一窥男四姑娘究竟有多胖 可惜屏风遮挡的岩石 除了一点菱花裙角 她什么也看不见 老夫人问道 黄公子平日做些什么 她收回视线 温声道 小子平日里 除了学习经营酒楼盛意 也常常钻研四书五经 不畏考取功名 纯粹只是为了修身养性 陶冶情操 另外 摄意和围棋也颇有涉脸 算是勉强拿得出手 老夫人和江氏对视一眼 心里面很是满意 老夫人夸道 是个上进的好孩子 你喜好哪些玩乐呀 我 黄英还没说话 黄夫人笑着打断了她 别总提我们家一儿 老夫人 也说说 你们家宝珠是个怎样的妙人 老夫人和江氏尴尬了一瞬 他们家宝珠是个怎样的妙人 每顿饭吃完绝无剩菜 算不算本事 连吃二十只酱猪肘 算不算本事 老夫人甘笑两声 这儿扒经道 我们家猪丫头勤俭节约 最见不得浪费 吃东西 哦不 做事情还特别有毅力 是个很有梦想的孩子 渴望婚后 依旧能连吃二十只酱猪肘 难道不算一种梦想吗 屏风后 南宝一觉得 祖母快要编不下去了 她正色道 猪猪 我去把黄英骗到外面 我给她准备了一件大礼 南宝珠还没来得及拽住她 她已经不出屏风 她很着急 祖母 我和猪猪在花园里踢剑子 不小心把剑子踢到了树上 她爬上去就爬不下来了 老夫人笑了笑 有一戒机让年轻人相看相看 因此对黄英道 孙女顽劣 叫黄公子见笑了 不如黄公子去一趟花园 为猪丫头解个围 黄英含笑起身 既然如此 晚辈恭敬不如从命 南宝一领着她离开正厅 笑容乖巧 黄公子这边请 转过狼角 她趁黄英不注意 悄悄躲进爆煞 南宝珠寻了过来 很是胆战心惊 娇娇 你这是要干嘛呀 咱们觉得黄英不好 可是祖母和二伯母 却十分重一趟 我再不帮你 你就要和她定亲了 南宝一皱巴着小脸 猪猪 你长点心啊 外面突然传来响动 姐妹俩探出脑袋忘去 原来是黄英 在拐角处撞上了一人 讨厌 你撞团人家了啦 仆妇打扮的少女 一手捂住胸口 嫌弃的一甩帕子 南宝珠惊呆了 那是婉婉 南宝一善善 可不就是小公爷 黄英喜欢嫁了人的姑娘 所以她特意帮宁婉周梳起头发 扮成刚出嫁不久的少妇 再给她多塞两只大苹果 那处简直称得上波涛汹涌 而且因为宁婉周是少年的缘故 身量比小姑娘更加高挑 可真是一位风情万种的小妇人 此时 黄英惊艳地看着宁婉周 她瞄了眼 她那沉甸甸的胸口 笑着后退两步 两手抱拳 一攻到底 在下多有得罪 还请娘子勿要见怪 谁是你娘子 宁婉周高傲地翻了个白眼 扭着腰支措身而过 那小妖扭的 把男家姐妹看得目瞪口呆 黄英心仰难耐 翻过那么多墙 和那么多人的妻妾欢好过 她还从没见识过 这般泼辣美艳的小妇人 她急忙追上去 态度十分讨好 不知刚刚可有壮腾娘子 不如咱们找个亲近地方 容在下为娘子揉揉 讨厌 滚开些 这里就有座爆煞 小娘子 我陪你进去歇歇吧 我擅长推拿 推拿效果那叫一个出众 保准你要了 她黑黑一笑 意味深长地捏了把宁婉舟的脸蛋 还想要 死鬼 讨厌 宁婉舟风情万种 欲拒还迎地 跟她进了爆煞 这处爆煞 是工人休息的地方 陈设着华美的桌椅和小榻 男家姐妹躲在门后 朝宁婉舟几眉弄眼 宁婉舟慵懒地坐在小榻上 随意翘起二郎腿 黄英端来茶水 按道这小妇人 坐姿如此奔放 真有意思 她笑道 我官娘子容貌尚小 不知方林几何 南宝一急忙打了个三十五的手势 宁婉舟看不懂 随口胡舟 十五 这么笑 黄英皱眉 南宝一想着补救的法子 急忙又做了个怀抱孩子的手势 这下宁婉舟看懂了 她踹了黄英一脚 讨厌 人家虽然年方十五 却已是六个孩子的娘亲了 可怜奴家要养六个娃 真是辛苦哦 年方十五 六个孩子的娘亲 这操作 看得男家姐妹目瞪口呆 娘子叫什么面 你夫君又是谁 黄英坐到她身边 联系地捧起她的双手 你夫君真是残酷 瞧瞧 小娘子如此操劳 双手都长剪了 真叫我心疼呀 宁婉舟倾笑一声 伸手去解她的腰带 不瞒公子 奴家出身富贵 家中姊妹众多 因为奴家擅长织布 所以名唤织女 别人都说 奴家有仙女之姿呢 这名字 男保一表示 已经不能用言语来形容 牛郎织女的故事 谁没听过 小公爷当黄英是白痴呢 果然 黄英立声骂道 混账 爆煞寂静 男家姐妹同时无脸 谁知 黄英不仅没有继续骂 反而满脸的心疼 织女姐姐这般美貌 你家人怎么舍得叫你织布呢 真是没良心 男保一和男保珠对视一眼 这黄英 还真是个白痴 宁婉舟扔掉黄英的腰带 又主动去解她的外袍 她滔滔不绝 奴家爱上了一个平家小子 名唤牛郎 只是长辈不允许奴家跟她在一起 因此才私奔来这里 牛郎出门做生意去了 可怜奴家独自带孩子 又辛苦 又寂寞 可怜见的 黄英感动极了 把她搂进怀里 真叫本公子心疼 快 让本公子好好疼爱你 羞死了 宁婉舟话语娇媚 动作上却是狠狠一脚踹开她 公子还是去屏风后面 先把衣裳解了吧 黄英迫不及待 再也顾不得其他 飞快去屏风后面更衣 一件件衣裳被扔在屏风上 宁婉舟胆了胆宽秀 起身 抄起她那些衣裳 南宝衣和南宝珠也抱起踏上的褥子 窃笑着离开了豹煞 正是滴水成冰的季节 黄英光着膀子 哆哆嗦嗦地走出屏风 期待地笑道 小娘子 豹煞空空如也 哪里还有什么风情万种的小妇人 最糟心的是 小踏上的褥子 也被抱走了 整座豹煞 连快步都没剩 黄英打了个喷嚏 慌了 南宝衣三人跑出老远 一把火将衣袍和褥子烧了得干净 南宝衣笑得肚子疼 那抱煞里面什么也没有 周围的丫鬟也被我弄走了 黄英光着膀子在里面 哈哈哈哈 她笑得太得意了 没注意到南宝珠和宁婉舟同时收敛了笑容 一想到她光着膀子 哈哈哈哈 她终于发现 这两人表情不对 她回头 全臣大人叼锚大厂 急待军靴 颈尖围着一条蓬松的火红色狐狸尾巴 更显面容俊美毅力 哈 南宝衣的笑容渐渐消失 萧衣覆手而立 眼底暗潮涌动 小姑娘 竟然看见了别的男人 光膀子的模样 她似笑非笑 谁光着膀子 嗯 南宝衣对了对手指头 莫名心虚 萧衣沉生 身为大家闺秀 却张口闭口把光着膀子这种话挂在嘴上 南宝衣 你的女戒女德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去 罚抄经书三十遍 又不止我一个人看的 还有朱朱和婉婉 正所谓法不择重 南宝衣回头 南宝珠和小公爷早跑得无影无踪 只余下被风吹散的一滩灰烬 啊 她脚底抹油 郑玉跟着溜之大吉 刚提起群居 还没跑出去半步 就被萧衣揪住了后梗子 拎去赵文院抄写经书 罚抄三十遍啊 南宝衣抹了一路的泪 另一边 黄英在暴煞 叫天天不应 叫弟弟不应 偌大的南宝 连个丫鬟都没有 她动得太狠了 怕染上风寒 实在没办法 只好哆哆嗦嗦地从暴煞出来 哭丧着脸回到正厅 这般光着膀子的出场方式 叫听中人惊呆了 一二 黄夫人气急败坏地站起身 你这是干什么 这里可都是女眷 她们正在谈论嫁娶呢 眼见着要谈成了 娘 我被人骗了 黄英委屈极了 她拿走了我的衣裳 还欺骗我的感情 青天白日的 谁敢骗你 黄夫人又是气又是羞 她说她叫织女 是南府的仆妇 织女 老夫人和江市对视一眼 这青年瞧着容貌俊俏 斯文有礼 没想到 却是个败绪其中的 江市似笑非笑 黄公子 她是不是还有个夫君 叫牛郎 二夫人英灵 黄英惊叹 她真的有个夫君 就叫牛郎 砰的一声 老夫人狠狠把茶盏制在花机上 她扶着季嬷嬷的手 站起身 你们黄家竟然没有 洁亲的诚意 直说就是 我们家通勤打理 不会不体谅 又何必拐弯抹角 借着牛郎织女之名来推脱 黄夫人惦记南宝珠的嫁妆 她急忙陪着笑脸 老夫人 因而乃是被人欺骗 欺骗 我男家就没有哪个仆妇叫织女 撒谎 也该撒个像样的谎 老夫人气得不清 来人啊 给我把他们轰出去 今后我男家半酒设宴 绝不涉足金玉满堂 男家是大商 每年都会在金玉满堂 定下大量酒席 是出手最阔绰的客户 如今儿媳妇没谈成 还平白损失了客户 黄夫人那个肉疼啊 她拼命朝黄英识眼色 要她放下身段 告扰求情 哪知黄英 惦记着她 进府时的教导 要在男家人面前端足架子 以便谋求更多好处 因此 她掷地有生 老夫人 景观城里 多的是姑娘想嫁给在下 结亲这种事 也不差你们一家 娘 咱们走 好想一脚踹死这个蠢儿子 此时 赵文院大书房 南宝一声泪俱下地解释了事情的经过 于是萧一派人把南宝珠和宁婉舟也捉了来 罚他们三人一起抄写经书 西窗前设了书案 三人对面而坐 很是乖巧 此时窗外冰雪消融 水珠顺着乌青色眼角低落 园中草木 已有趁着早春时节 悄然萌芽的 嫩生生的青眼 看一眼就会生出欢喜 叫人忍不住去园林里撒欢 哪有心思抄书 南宝珠咬了会儿笔杆子 小声道 这字儿看着跟蚂蚁打架似的 我真不乐意抄 三十遍啊 得抄到什么时候 二哥太凶了 宁婉舟没吭声 天晓得 为什么他一个大老爷们 要跟着抄写 女贱 女德 他默默从怀里 取出那两只大苹果 分给南宝珠一只 两人慢吞吞啃苹果的时候 南宝一已经用行草字体 抄完一遍了 他揉了揉酸痛的手指 起身道 我先拿去给二哥哥看 捧着纸张进入书房内室 全臣大人端坐在罗汉榻上 正处理军务 二哥哥 他乖乖把纸张呈给他看 我已经抄完一遍了 还剩二十九遍 萧一头都没抬 南宝一实在不愿意抄书 轻轻晃了晃他的袖管 连声音都娇软几分 二哥哥 我知道错了 以后都不会胡说八道 您别罚我了 好不好 萧一猴杰微微滚动 半赏 他正色道 不许撒娇 竟然连撒娇都不管用了 南宝一咬咬牙 认真道 可是我从前 也撞见过二哥哥更衣 那时候你也没说什么呀 更何况 黄英从屏风后面出来时 我已经跑了 什么也没看见 可是二哥哥就不一样了 他想着那两次窥见 想着他的腹肌 脸颊不自觉地服了胭脂色 萧一时间无话可说 原本行云流水地 辟跃着军营送来的文册 如今下笔声色 满脑子都是那两次情形 一次是晨起读书 他更衣时 小姑娘醒了来 坐在井杖里看他 一次是中秋节 他在屏风后更衣 小姑娘闯了进来 他全然忘记了 自己要写什么批文 他戈壁 面容依旧清俊淡漠 念在初犯 饶了你这一次 南宝一顿时欢呼雀跃 急忙提着群居往外跑 站住 萧一出声 南宝一惊恐地望向他 生怕他反悔 二哥哥 萧一走到他面前 解开脖梗间的 火红色狐狸尾巴 认真地给他围上 他弹了下他白嫩的额头 今日化血 别冻着 南宝一心里那个甜 乖乖道 谢谢二哥哥 我不会冻着的 他来到大书房 炫耀道 二哥哥已经免了我的罚 猪猪 你俩慢慢抄吧 哈哈哈哈 南宝猪可羡慕了 娇娇 你是怎么办到的 快娇娇我 小厨房今天做了鲜肉包子 和水晶虾脚 我还要赶回去吃呢 我觉得主要还是撒娇吧 南宝一若有所思 只要撒个娇 二哥哥还是很好说话的 他走后 萧一从内室出来 南宝猪看着他冷峻的侧颜 觉得他真的不是撒娇就能搞定的人 然而死马当活马医 他学着南宝一的口吻 试探道 二哥哥 人家抄书抄得好辛苦哦 能不能不抄了呀 人家给你吃鲜肉包子 和水晶虾脚啊 宁晚舟饶有欣慰 二哥哥 人家也不想抄了呢 人家要乃六个娃 好辛苦哦 萧一面无表情 一百遍 所以 娇娇究竟是怎么撒娇的 嘖 乃孩子都不足以打动表哥 表哥真是铁石心肠 这对主仆苦哈哈继续抄书时 南宝一正往松鹤院走 他得打听打听 祖母有没有把皇家母子赶出去 川郎过院时 却撞见柳林 已在游郎扶兰边 正投喂水里的锦里 他笑容满面 柳家表姐 你就要和南景哥哥玩婚了 不待在房里好好准备嫁衣 独自跑到这里干什么 柳林 转向南宝一 眼前的少女娇贵美貌 从头到脚都十分精致 那双丹凤眼 看着天真纯智 却只有他知道 这个少女有多么心机叵测 他沉声 你窜脱我嫁给表哥 却又害表哥断送前程 你口口声声 说和我是好姐妹 却又把我往火坑里推 南宝一 你好恶毒 柳家表姐 你也不想想 我与你才认识多久 非亲非故的 当然不问是好姐妹 不过都是些客套话罢了 也就你实心眼 当了个真 你 表姐别闹啊 南景虽然断送了前程 但银子还是有的 听说他近日再放高丽 还得了一笔二十两银子的进账 我估摸着他身边还有些值钱物价 不如你一并卷走 趁早离开才是正经 话说到这个份上 柳林若是再不明白 南宝一在打什么主意 与傻子又有什么区别 他紧紧捏着双手 原来自始至终 你都是在利用我 南宝一 你小小年纪 却如此有心机 难道就不觉得羞愧吗 你这般骇人 午夜梦回时 就不会被噩梦惊醒吗 南宝一审笑 心机 前世的他倒是单纯 却得了个怎样的下场 家破人亡 容貌被毁 甚至被迈进皇宫冲喜 他被宫女太监欺负遭见 他被城王兄妹凌辱戏怒 他被关进兵窖 活生生冻死 午夜梦回时 他只会感到仇恨 他只愿自己 再多一点心机才好 他笑容娇憨 柳家表姐 主意我已经给你出了 至于做不做 那是你自己的事 对了 你若是害怕南警 发疯报复你 大可带着金银细软 投奔金玉满堂的少冬家 他呀 最爱别人的妻妾 柳莲心肝肺都在疼 南家小女 好生残酷 表哥明明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至于下丛商这一条路可以走 可是 南宝一竟然还要他卷走他所有的精英细软 断了他最后的退路 甚至 还要送他一顶绿帽 柳莲咬住唇绊 他深知跟着南警不会有好结果 可是离开的话 他真的能过得更好吗 那金玉满堂的少冬家 又是个怎样的男人 南宝一穿行在游廊里 他提着宽大的满袖群居 活泼地朝松鹤院小跑而去 他想着明天清晨时 带那只漂亮的凤头钗 去找二哥哥读书写字 等到天气暖一些 就让二哥哥带他去城郊外十里桃林 踏青玩耍 再与他一起品尝街头阿婆新出龙的青团 不知为何 只要一想起二哥哥 他就觉得 这世间的每件事都好值得期待 面对那些痴妹亡两时 也仿佛充满了勇气 他摸了摸那条蓬松的火红色狐狸尾巴 脸颊渐渐浮现出一抹桃花红 娇娇切切 如痴如醉 春风萦绕在他的步窑间 像是在探究那抹红 可是少女的心事 犹如天际的一朵云 犹如枝头的一捧雪 浮光掠影 转瞬即逝 就连春风也捉摸不透 祖母 南宝一小跑上台阶 刚唤了一声 就被纪嬷嬷拦住 老人把他牵到旁边 温声道 老夫人正在气头上 宝一姑娘 还是不要进去为好 南宝一故作乖巧 嬷嬷 我本来带黄公子去花园 谁知半路与他走散了 不知道他后来去了哪里 祖母莫非是弃我待客不周 自然不是为了宝一姑娘生气 济嬷嬷慈爱安抚 却又说不出具体原因 总不好跟自家未出阁的姑娘说 那黄少东家光着膀子的糗事吧 南宝一又问道 嬷嬷 小堂姐的亲事相看得如何了呀 老夫人和黄家闹得不大愉快 这桩婚事 怕是说不成了 济嬷嬷直言 给四姑娘选婿 终究不是买菜 不能急于一时 依老奴看 还得慢慢相看 是这个道理 我虽年幼 却也知道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更何况 我也盼望小堂姐能留在府里 多陪我两年呢 南宝一说完 心情极好的告辞离去 黄英配不上他小堂姐 将来他定要亲力亲为 为小堂姐挑一门显赫的亲事 才好 日子已经到了上元节 南府处处张灯挂彩 宫灯 瘦头灯 花卉灯 鸟琴灯 走马灯随处可见 多姿多彩的程度 不亚于一座集市 灯上贴着谜语 猜中谜底 可以揭下纸张 去找老管家对答案 等夜半清点时 猜中最多谜语的人 可以得到奖赏 这是南家两百多年来的 上元节风俗 丫鬟小厮都可以参加 不拘地位高低贵贱 所以才到傍晚时分 侍女们就已经拿出新衣裙 打扮得比往日都要漂亮 花枝招展地往园子里去了 南宝一帮荷叶带上一只 传珠金不摇 笑眯眯道 我家荷叶 打扮起来格外好看 你今夜不必跟着我 自己去园子里猜灯迷吧 荷叶不情愿 往年奴婢都是跟着您的 今年怎么能例外 园中人多 万一哪个不长眼的家伙 冲撞了您怎么办 南宝一帅帅 他瞟了眼 挂在窗下的墨浴竹节 昨日清晨 他收到二哥哥的密信 约他今夜一起看花灯猜灯迷 不知为何 他很不想荷叶跟着 就他和全臣大人两个人 多好啊 他哄道 好荷叶 我已经长大了 不会被人冲撞的 不成 夫人在世的时候说过 要奴婢好好照顾小姐 所以 奴婢定要寸步不离地跟着您 荷叶捏了捏拳头 一副誓死如归的表情 南宝一好想哭 他勉为其难答应让荷叶跟着 暗道等去了园子 再找借口 把他支开 也是使得的 谁知刚离开寝屋 南宝珠就带着小公爷来了 娇娇 我来找你一块 看花灯 猜灯迷 南宝珠轻轻热热地挽住他的手 咱们姐妹俩 定要好好发挥 大浪逃杀 永争第一 拿到奖赏 咱俩平分啊 可是 他和全臣大人约好了呀 委屈 快要走出松和院时 承夜柔和南广来了 承夜柔身安南宝一 在南家的地位 知道搞定他 就能搞定老夫人 因此 待他十分和颜悦色 今夜上元节 花园里十分热闹 我和你父亲约好了 要与娇娇 供赏花灯 也算咱们这个小家团圆一场 南广自打取了承夜柔 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 他与承夜柔实指相扣 笑容温柔 是啊娇娇 你母亲惦记你 怕你上元节孤单 因此 我们都来陪你过节 你高不高兴啊 以前没见他爹亲近 如今他有事 他倒是尚赶着亲近来了 都说女儿 是父亲上辈子的情人 他就不一样了 他恐怕是他爹的仇人 还是刨了祖坟的那种 这么多人在一侧 他还怎么和全臣大人说悄悄话 他有好多话想跟他说啊 他揉着小手帕 有苦难言地跟出了怂和院 来到花园 已是暮色四合 司主管先生不绝于耳 各式彩灯都被点燃 偌大的园林 犹如流金灯海 花前月下 石桥亭台 访传楼阁 处处都是并饮一香 欢声笑语 南宝一跟着父亲往前走 不时朝四周固盼 却始终没有看见全臣大人的身影 难道他今夜 不来了吗 少女心中失落 在南宝珠抓住他的手 惊喜地把那盏最大的走马灯指给他看时 又急忙露出甜甜的笑容 被他挂念的青年 却仍旧待在昭文院 寝屋点满了烛火 萧一坐在榻上 穿着单薄的寝衣 连头发也没有好好梳理 他面无表情地拢着袖管 丫鬟乌鸦跪了满地 每人手里都捧着一套锦袍 牧师上也挂满了衣袍 全是萧一试过之后 不满意又换下来的 鱼卫端着茶水从外面进来 看了眼狼籍的内饰 又看了眼自家主子阴沉的脸色 立刻洞穿了他的想法 主子头一回 约宝衣姑娘看花灯 这是嫌衣裳不够好看 他笑着放下茶水 花园里的油灯会已经开始 主子再不过去 就赶不上猜灯迷了 宝衣姑娘 还等着主子呢 他拿起一件暗红色窄袖园领锦袍 主子往日总穿本黑色外袍 不如今夜试试这件暗红色的 绣管和领口 用金线满绣宝香花 低调不失奢华 高贵而不失稳重 搭配这条皮革 嵌于黄金腰带 最能衬托出主子的容色 萧衣挑了挑眉 鱼卫侍奉他多年 知道他这是动心的意思 他含笑上前 恭敬跪地 请主子试衣 花园 南宝衣姑玲玲坐在小石桥边的美人靠上 抱着一盏兔子灯 情绪很是低落 他左边 南宝珠和宁婉舟在猜谜语 南宝珠 一个老头 不跑不走 请他睡觉 他就摇头 这是什么东西啊 宁婉舟 不倒翁 南宝珠 哇 婉婉好厉害 我要抱抱你 宁婉舟 我拒绝 抱住 南宝珠一把搂住他 十三岁的小少年 在花灯的光影里 悄然红了耳朵 他右边 程夜柔正和他爹你浓我浓 程夜柔 阿广好棒 这么难的谜语都能猜出来 南宝 哈哈 你夫君我一向很棒 不只是在猜谜这方面哦 程夜柔 这么多人 也不害臊 南宝羞涩低头 与他紧紧十指相扣 南宝一脱塞望天 所以 这两对 把他请出来的意义在哪里 喂他吃狗粮 去摘谜题的荷叶 匆匆跑回来 出事了 小姐 南景突然跑到花园里发疯 砸了好些花灯 南景发疯 南宝一好奇 远处隐隐传来骚动 大约果然是发疯了 他望向南广 父亲的面色顿时变得十分凝重 正色道 柔 娇娇 你俩再次等候 我过去看看 他在闹什么 他忧心忡忡地过去了 南宝一料想 大约是高利贷的骗局暴露了 他提议 程夜 咱们也去看看吧 一行人来到热闹处 只见南景穿着单薄的旧假袄 眼睛里遍布血丝 发疯般砸碎一盏珍贵的琉璃花灯 他亮亮呛呛 大力挣开南广的手 立声道 我要找南宝一 我要找那个贱人 叫他出来 叫他出来 跟我对峙 我要杀了他 南广立刻就哭了 他的儿子向来意气风发 怎么过个年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而啊 他苦口婆心地劝 娇娇哪里得罪你了 你说出来 父亲找他谈谈 你这般大动干戈 会下着后院女眷的 你让开 南景猛然将他推倒在地 南宝一微微抬起下河 走进了人群之中 他亲自扶起南广 密向南景 你找我 南宝一 你还敢出来 少女倾笑 我为何不敢出来 南景立声 我前阵子认识了一位 放高丽的老板 他怂恿 我跟他一起发财 于是我当了叼谋大厂 和笔墨纸验 当作本钱交给了他 如今 才过去不到半个月 我再去找他 他的店铺 竟然人去罗空 我的一千多两雪花文银 全部打了水漂 南景哥的涉事未深 被人欺骗也是有的 与我又有什么关系 啊 我怀疑那个放高丽的老板 就是你指使的 南宝一 你毁了我的仕途 官路 前程 如今连我最后的经商之路 也要毁掉 你好狠的心 南宝一笑容更盛 他温声道 我只是个规格姑娘 除了去玉楼春看戏 平日里很少出门 我怎么会认识 放高丽的老板 又怎么会让他欺骗你呢 围观的丫鬟小丝们 纷纷称事 荷叶插腰 不约道 南景公子 我家姑娘最是心善 绝不可能 做出这种谋害手足的事 你平白污蔑我家姑娘 齐心可捉 府里的下人们 都得过南宝一的赏 又是看着他长大的 自然要站在他这边 一时间四周议论生生 全是夸赞南宝一 贬低南景的 南景怒不可 南宝一 我不好过 你也休想好过 虽然没有证据 但我知道 就是你干的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他不顾一切地奔向南宝一 隔着老远就伸出双手 企图将他掐死 可周围那么多小丝 岂有坐视不管的道理 他们纷纷架住南景 因为厌恶南景 所以他们 一边劝架 一边悄悄 往他腹部砸拳 下手那叫一个不留情 南景闷腾 隔着人影床床 他眼睛赤红 死死盯向南宝一 少女站在花灯下 娇美精致 笑意盈盈 他更气了 因为南景砸了几盏花灯的缘故 这处光影暗淡 外人只看见人头攒动 闹成一片 猜测是南景发狂 被小丝们抓住 却不知道 那群小丝 拧着南景的胳膊 正对他拳打脚踢 卯着劲 要为他们家姑娘出气 南景被人捂住嘴 骂又骂不出来 喊又喊不出来 最后活生生被踹成重伤 狠狠喷出一口血 就此倒地不行了 小丝们散开 面面相去 姐儿 南广望着南景凄惨的模样 大叫一声扑了上去 他抱住南景的脑袋 愤怒地望向四周 你们对姐儿做了什么 是不是你们把姐儿 害成了这样 一帮小丝纷纷摇头 没有啊 我们只是架住他 不让他谋害小姐而已 我们什么也没做 什么也不知道 你们 南广七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南宝一不想让这些小丝挨法 他上前 在南景身边蹲下 仔细看了半晌 正色道 爹 女儿瞧着 南景哥哥大约是急火攻心 因此才会吐血 跟那些小丝没什么关系 那些小丝都是专挑腹部打的 从外面看 也看不出什么伤势 他随口胡周 他爹肯定会心 南广又生气又心疼 急忙到 把公子扶到那边的亭子里 再去请江神医 江神医妙手回春 定能医治好景 他的随从立刻去请江碎涵 南宝一吩咐婢女 重新补上被南景砸碎的那几盏花灯 他陪着南广进了亭子 以便江碎涵过来时 跟他捅一口供 南景是自己急怒攻心 才会吐血 他在袖墩上坐了 怀里依旧捧着兔子灯 远处灯火辉煌处 可他却始终寻不到二哥哥的身影 说好了今夜供赏花灯的 他怎么还不来呢 昭文苑 请屋 萧毅身穿圆领红袍 妖树欠玉黄金几带 沉着脸坐在榻上 面前 跪着十八名侍女 每人手里都捧着红漆托盘 托盘里摆着各式崭新靴吕 正等待他的挑选 余味小心翼翼 主子就没有看中的 萧毅面无表情 这些靴吕平时穿穿也就罢了 今夜是他第一次主动约小姑娘看花灯 自然要样样精致 岂能马虎 余味抬手 十八名侍女 立刻退了下去 又有十八名侍女 捧着靴吕进来 仍旧恭敬跪下 等候挑选 余味期待地 望向自家主子 他一一扫视过那些靴吕 面色始终无波无澜 这是没有相中的意思了 他只得摆摆手 又换上一批侍女 能把挑选靴吕 整出选妃的架势 估计全天下 只有他家主子一人 他望了眼窗外天色 这个时辰花园里的灯会 都进行半个时辰了 也不知道宝衣姑娘 等得着不着急 他只好道 主子您看 那双靴吕就挺不错的 皮革质地 用金线在边缘满绣宝箱花纹 和您外袍上的花纹如出一辙 有异曲同工之妙 相得一张 更能凸显明的英俊潇洒 萧衣挑剔望去 虽然仍旧觉得 不够十全十美 但好在确实搭配他的锦袍 他伸出腿 就着霜 小丫鬟服侍着他穿好靴吕 余蔚赞叹道 主子这身打扮 走到花园里 定然会引来旁人注目 想必就连宝衣姑娘 也会觉得 主子比往日更加玉树临风 萧衣站在落地青铜镜前 他左右照了照 觉得勉强过得去 余蔚迫不及待道 主子 您现在要去花园吗 萧衣抬手摸了摸发剂 想了想 他坐到庄镜台前 为本侯重新梳发 重新梳发 要不要重新目个身啊 他勉强笑道 主子 重新梳头 很耽搁时辰 您的头发是晌午时分 目过身后才梳理的 如今依旧一丝不苟 不必拆开来重新梳 他提起目身 倒是令萧衣灵光一闪 说起来 他午后去了趟地牢 亲手送红老酒归西 也不止可油染到血腥气 他起身 往隔间走去 余味不解 主子 准备热水 本侯要沐浴更衣 所以今夜的花灯会 他家主子还要不要去了 花园 江岁晗摇着折扇 不疾不虚地踏进梁亭 南广急忙坐一行礼 江神医 吉儿刚刚吐血晕厥 劳烦你赶紧替他诊治一番 江岁晗不嫌不淡地应了声号 他落座 正儿八经地替南井把脉 南宝一站在南广身后 很努力地朝他做手势 河叶在旁边看得莫名其妙 差点以为自家小姐得了杨巅峰 江岁晗拧着眉头看了片刻 忽而高深莫测地汗手 表明自己领悟了他要传递的讯息 他正则道 南三爷 南井公子是因为急火攻心 因此导致吐血晕厥 河叶惊讶 他家小姐做的那些手势 神仙也看不出来是什么意思 难道将神医和小姐 是用意念沟通的 南广问道 吉儿何时能醒来 少则三五月 多则七八年 南广大惊 这么久 你不会误诊吧 江岁晗这儿八经地逆向他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的医术 南广善善 那倒不是 当然 也有办法让他早些醒过来 江岁晗卖弄玄虚 南广惊喜 什么办法 冲喜 只要挑个姑娘与他澄清 他心里一高兴 气血就能打通任督二脉 说不定能马上醒过来 正好 我听说南井公子 有一位现成的未婚妻 料想他也会心甘情愿的 冲喜 冲喜好啊 南广大笑着夸赞 我也听说过 有的人快要死了 结果家里 给他冲了血 他马上就活过来了 江神医 我这就带景尔回前院 叫柳莲准备准备 茗玉就澄清 说完 指挥小四抬起南井 飞快往前院而去 南宝一目送他们走远 朝江岁晗竖起拇指 笑容甜甜 江大哥真棒 不仅替那些小四遮掩了 还促使南井和柳莲 尽快澄清 柳莲是个贤贫爱妇的 一旦发现 自己要和南井这种 断送前途的男人绑在一块儿 绝对会去投奔黄莲 等南井醒来 他会发现 他有了一顿新帽子 还是绿色的 江岁晗好奇 你怎么一个人来看花灯 你二哥哥呢 他记得肖伊纳斯 从晌午时分就开始折腾 就为了陪南小五 参加上元节游园会 怎么他都来了 纳斯还没来 南宝一丹凤眼里略过暗淡 他轻轻揪着袖帕 小声道 他可能不会来了 江岁晗挑了挑眉 咋 小两口怕是闹矛盾了 他联系南宝一行丹影之 于是提议道 那我陪你猜灯迷吧 听说待会儿 还有五龙武师 我定要一宝眼福 五龙武师 是上元节的传统 一般都由地方官府出面 请五龙武师 对在城镇游行表演 谁家门口燃放爆竹 就会在那家人门前 多表演片刻 常常会有大群小孩子 欢呼雀跃地 跟在队伍后面跑 以拔下一撮狮子毛为荣 据说拔下那撮毛的人 能得到神灵庇佑 这一年平安顺遂 而男家富贵 每年都会自己掏银子 请一支五龙武师队 来园林表演 这也是福里小辈们 最喜欢的元宵节目 蓝宝一与江岁寒一起游园 他言谈讨喜 跟他看灯说话 犹如固有重逢 是一种享受 但是少女却心不在焉 他听见空喉声清澈幽远 他看见石桥灯火 楼阁明光 花静烂漫 处处皆是热闹 处处皆是欢喜 处处皆是团圆 江岁寒去取走马灯上的灯迷时 他独自立在花灯旁 轻声弥难 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 心如雨 宝马叼车香满路 凤霄声动 玉湖光转 一夜于龙武 额儿雪柳黄金缕 笑语盈盈暗相去 众里寻他千百度 莫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他美美驻足 美美回首 很希望如诗词里念诵的那般 下一眼就能看到那个人 可是灯火阑珊处无他 满园热闹里也无他 他的身边 也无他 南宝一鼻尖微酸 明明说好了 要与他共游上元节 可提出来的是他 爽约的 也是他 他抬手摸了摸心脏位置 这里弥漫着奇怪的酸涩 是他两世以来 从未有过的感受 他 大约又因为全臣大人生病了 远处突然传来铺天盖地的热闹 锣鼓声响 一对对火把涌入园林 照亮了舞动的踩锦大狮子 和长长的游龙 满园都惊喜地呼喊起来 小辈们拍着手追着游龙 就算摔了一跤 也迫不及待地爬起来 继续追着大呼小叫 啊 江碎涵宛如幼稚的小孩子 跟着大喊 他兴高采烈 我好多年没参加过这种热闹了 还是小时候住在乡下奶奶家时 才在村子里 看过五龙五师 但是不急这里的有意思 说着说着 忽然注意到 南宝一搭拉着小脑袋 很没精打采 他心中又生出一股怜惜 是兄长对幼妹的那种怜惜 他笑笑 温声道 五师队过来了 南小五 你那么厉害 定要在狮子头上 揪掉一搓毛 那搓毛很是吉祥 能保佑你心想事成 心想事成 南宝一抬起小脸 单凤眼里掠过亮晶晶的光彩 如果今夜能心想事成 那么他最希望全臣大人 来赴他们的约 多晚 他都愿意等 五师队一共有八只大狮子 表演五师的艺人 称作巷人 会些拳脚功夫 他们披着狮子踩紧上腾下挪 一边追逐流苏大袖球 一边做出各种有意思的动作 张牙舞爪 凶猛凶猛 引得众人连连喝彩 最可爱的是 那只小狮子 偶尔还在地上打个滚 四脚朝天的模样 叫丫鬟们十分喜爱 因为是专门为男家表演的 所以五师队的巷人 特意往姑娘家面前凑 好叫他们揪一搓毛 淘淘喜气 南宝一觉得自己 今夜大约不宜出门 那八只狮子 不知为何 就没有一只 往他面前凑的 唯一凑过来的一只 还朝他凶巴巴的 嗷嗷一声 比脸盆还要大很多的狮子头 瞪着同龄大的红眼睛 对着自己嗷嗷 南宝一下得手抖 愣是没敢揪毛 等他吻下心神 那头大狮子 已经随着鼓点声跑了 他揉着袖帕 看见别的小姑娘 都揪到了狮子毛 小公爷甚至还揪了好几撮 全都送给了猪猪 只有他没有那撮毛 他心里突然涌出浓浓的委屈 全臣大人莫名其妙爽约 连这破狮子也欺负他 他红了眼圈 转身跑到一处僻静的地方 对着一层茶花抹眼泪 前身那么多委屈都忍过来了 明明觉得重生后的自己 大约是世间最坚强 最有勇气的姑娘 可是今夜 他竟然会因为一撮狮子毛掉眼泪 这样的南宝一 真是没用 江岁涵站在阴影里 把他的泪水尽收眼底 他好整以侠地摇着折扇 看来还得我出马呀 江岁涵赶到招文院 看见院里灯火通明 余卫领着一对侍女 手捧锦衣 金腰带 急靴 公涛等物 势力在侧 萧毅刚目完身 穿着单薄的请衣 坐在镜台前 仔仔细细地挑选 今夜要带哪顶金罐 我的爷 江岁涵崩溃般换了声 你没去赴约 人家南小五都哭了 你怎么还有心思 在这里梳妆打扮 哭了 萧毅面色轻倦 你欺负他 我 江岁涵简直无话可说 他手舞足蹈地 把花园里的事情 说了一遍 连那人却在灯火栏 山处的词都念出来了 不是因为 你又是因为谁 可怜南小五精心打扮 在花园里吹了 两个时辰的寒风 却还不见你前去赴约 那叫一个伤心哟 芳心都碎了一地了 你 他还要再说 却见镜台前空空如也 咦 我小二哥呢 他急忙四股 鱼味弯唇一笑 他家主子 在屋里磨磨叽叽两个时辰 才终于挑选出一套满意的行头 如今将神医一提宝衣姑娘哭了 主子连行头也不换 直接去花园见她 宝衣姑娘 是个有大福气的女孩啊 花园角落 桃树上挂着几盏侍女宫灯 散发出朦朦胧胧的光影 名为花鹤令的几丛茶花 在早春的夜里悄然绽放 身红浅白 犹如美人出战 风华袭人 一只踩紧狮子 顶着绣球 自远处而来 他看见南娇娇站在树下 打扮得比往日都要娇美 云记精致 经书不摇 如意象圈 群居清夜 隐约露出镶嵌着明珠的绣花鞋 戴青的远山眉笼着绸绪 睫毛上还挂着细碎的水珠 飞红的眼尾 宛如晕开的桃花瓣 正一抽一抽的细入哭泣 是委屈极了的模样 萧义心间弥漫开疼痛 绵绵蜜蜜蜜 有如挣扎 是他怠慢小姑娘了 他顶着狮子脑袋 玩闹般从背后撞了撞小姑娘 别闹 南宝一不悦地剁了下绣花鞋 于是他又撞了撞 南宝一回头 庞大威武的狮子头 瞪着同龄大的红眼睛 正得意地朝他晃来晃去 他经得尖叫一声 险些跌倒在地 萧义摘下头套 笑容自艺 南娇娇 惊喜吗 只有惊 没有喜 他咬住唇瓣 死死盯着萧义 全臣大人脸去素日里的冷峻金柜 穿着满是彩色流苏的狮子衣 脚踩黑色戈背不斜 一手提着狮子头 一手夹着大袖球 他精尊玉贵 从没有打扮得如此廉价过 可是他站在花灯下 单凤眼琴着浅浅的笑 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要来得温柔沉稳 南宝一原本已经止住了哭泣 不知为何 看见这样的萧义 她是战场上赫赫有名的靖西侯 是搅动朝堂风云的拳臣 手掌权势 高不可攀 却也愿意为了她这小小的姑娘 扮成武师来哄她开心 她泪水盈盈 朝她张开双手 抱 萧一玩耳 手里拿着东西 抱不了 南宝一想了想 主动扑进了她怀里 她轻轻还住青年的腰身 小脸蹭着她的胸膛 嗓音软糯糯的 我好喜欢二哥哥 萧一呼吸微微停滞 心底蔓延开酥酥麻麻的感受 像是春风吹过园林 无数小豆蔻悄然生长 逐渐占据了她的心扉 她吻了吻心神 强压下那股子热血悸动 她垂眸看着怀里的小姑娘 她温软香甜 脸蛋嫩生生的 像急了糯米汤圆 真想咬一口尝尝味 不等她继续遐想 南宝一忽然仰起头 好奇问道 二哥哥 你哪来的狮子套 萧一眨了眨眼 没好意思告诉她 她把那只小狮子揍了一顿 才抢来了这套行头 她捧上狮子头 淡淡道 刚刚打听了一圈 听说全府的小姑娘 都揪到了狮子毛 唯有南娇娇没揪到 诺 这只狮子头 送你了 送我 南宝一惊喜地抱住 狮子头上全是毛毛 她有大福气啊 萧一俯身凑到她耳畔 嗓音低雅撩人 别家小姑娘有的 我们南娇娇 也一定要有 上元节的汤元 甜甜诺诺 可是南宝一却觉得 和全臣大人在一起时 心里油然而生的那股滋味 比汤元还要甜 仿佛看见她 一切就都圆满了 萧一丢掉大袖球 哥哥陪你猜灯你去 两人朝灯火 那儿漫处走去 穿过茶花小镜 南宝一感觉 手背被人轻轻碰了一下 她仰起头 全臣大人面不改色 淡漠地注视前方 她心里打着一面小鼓 郑一心刚刚是幻觉 却又被碰了一下手背 她难耐地咬住唇瓣 二哥哥这是 什么意思 不等她开口 全臣大人忽然整个握住她的手 她的手修长有力 因为常年握刀的缘故 掌尖和指腹 还生着一层厚厚的剪 南宝一的掌心汗津津的 虽然以往也曾被她牵过手 但不知为何 和今夜的感觉 竟是全然不同 她下意识挣扎了一下 却被握得更紧 炽热 霸道 温柔 少女深深垂下头 今宵月圆 小镜两侧种满了山茶花 偶有跌落枝头的花孤朵 被少女的群居服侍而过 在她的裙上 遗留了浅浅的清香 青涩婉约 不可捉摸 园林里的猜灯迷 还在继续 南宝一取下一张谜题 念道 一个小姑娘 生在水中央 身穿粉红衫 坐在绿船上 二哥哥 你知道谜底是什么吗 萧义打亮她一眼 小姑娘今日穿着浅粉色袄裙 白嫩娇美极了 她审笑 是男娇娇 玄臣大人有时候正经地要命 有时候癖坏癖坏地 叫人生气 她认真道 我觉得谜底应该是莲花 莲花是粉色的 绿船指的则是荷叶 对 就是这样 定然没错的 她把谜题放进小花篮 又继续往前走 身穿绿衣裳 肚里水汪汪 生得子耳多 各个黑脸堂 南宝一又取下一张谜题 这一题颇有些难度 二哥哥 你能猜出谜底吗 萧义腻了眼她的肚子 是男娇娇 南宝一恼怒 二哥哥 你根本就没有好好猜题 我今日明明穿的是粉衣裳 而且你刚刚还在上一题里说 答案是我 生得子耳多 可不就是你 毕竟南娇娇是 连生九子的姑娘 好气啊 玉楼春那件事 失照不过去了 还是咋地 萧义见她小脸皱疤成团 轻笑两声 伸手拿过谜题看了眼 随口道 西瓜 西瓜 南宝一愣了愣 随即恍然 是了 确实是西瓜 两人一路走一路猜题 直到夜半时分 才心劲归 寝屋暖和 南宝一在屏风后换了寝衣 侍女 已经把绣床扑好了 她钻进井帐 被窝里放着汤婆子 暖得很 荷叶眼上账漫 温声道 上缘佳节 小姐好梦 你也好梦 南宝一笑盈盈地 看着她放下井帐 临睡前 她抱着背脚 借着帐外的烛光 望了眼放在床尾的狮子头 许是因为被全臣大人带过的缘故 如今看来 那狮子不再面目争鸣 反而处处透着憨态可居 她是保护她的锐手 少女安心地闭上眼 今夜睡梦香甜 她的耳畔始终萦绕着清澈的空喉声 梦境里 上缘灯会 茶花小镜 躯静通幽 那人轻轻碰了碰她的手背 她心中的悸动 犹如浮光掠影 才下眉头 雀上心头 那时的她 其实是十分欢喜的 次日 南宝一神清气爽 要去前院看南景成青 因为青是准备的匆忙 所以很多东西 都是直接借用南广大婚使用过的 南宝一过来时 瞧见柳氏撒泼般站在屋檐下哭 骂她爹喜心厌旧 骂柳莲不知廉耻勾引她儿子 还骂她小小年纪心机叵测 她摆弄着袖帕 敏唇倾笑 柳氏一心要往上爬 还对一双儿女寄予了厚望 如今 她自己彻底够不到正妻的位分 儿子不仅断送了前程 还要被迫迎娶 她从前看不起的乡下丫头 没有怨气才怪 程夜柔捧着小手炉过来了 远远瞧见南宝一 她笑道 娇娇起得好早 程怡 南宝一稍稍扶了一礼 程夜柔瞥向柳氏 这女人满嘴乌言晦语 你何必站在这里听 叫婆子捉住 关进柴房也就是了 南宝一笑容温婉 没有接话 说起来她可能有点变态 她其实挺喜欢听柳氏他们骂人的 他们越骂 越是证明她戳到了他们的痛处 而他们越是痛苦 她就越是欢喜 程夜柔只当她是小姑娘家脸皮薄 因此沉声吩咐到 大喜的日子 她闹成这样像什么话 把她带下去 不等嬷嬷上去捉人 柳氏突然冲过来 跪倒在程夜柔跟前 她一把鼻涕一把泪 夜柔妹妹 锦儿与柳莲的婚约 本就是一场没说清楚的笑话 怎么能在锦儿昏迷不醒时 让她娶了柳莲 夜柔妹妹 咱们都是一家人 锦儿也是你儿子 你要为她做主啊 程夜柔讥笑 你尚未进门 南景和南烟 也没有上南家族谱 怎么算得上是我孩子 还请柳姑娘慎言 而且给南景取气冲喜 是阿广的主意 哪有我智慧的道理 柳姑娘 你求错人了 你 柳氏见她不肯为南景做主 顿时火冒三丈 她正要破口大骂 柳大嫂出现在屋檐下 得意插腰 我说妹子 你就省些力气吧 也不看看 你儿子如今是个什么货色 我家脸 哪里配不上他 你还敢出来 你害我小产 我还没找你算账吗 贱人 柳氏怒骂着 冲上去和柳大嫂打了起来 南宝一从没见过泼妇护殴 柳氏和柳大嫂互拽头发 互相朝对方脸上扇耳光 嘴里各种骂骂咧咧 下手那叫一个狠 只可惜 柳氏养尊处优太久了 不是柳大嫂的对手 很快就被活生生拽掉两座头发 露出白花花的头皮 南宝一不禁想起前世 前世 柳氏和柳大嫂十分亲近 柳大嫂借着男家的东风 开办赎井店铺 柳氏前后帮了不少忙 而柳大嫂赚钱之后 逢年过节都会孝敬柳氏大笔银子 两家互相帮扶 真是亲戚表率 如今竟也会斗成这般 一副恨不能对方去死的架势 可见天下兮兮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与柳秦冷信之人打交道 终究是利子当先 他看得饶有欣慰时 程夜柳轻轻捂住他的双眼 柳声道 大家闺秀 不许看这般没皮没脸的事 没得污了眼睛 他的手温软暖和 南宝一乖乖点头 程夜柳不是含糊的人 打发婆子把柳氏两人拖下去 也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 直接给关在了一间柴房里 由他们斗去 程清的时辰终于到了 南宝一悠闲地坐在喜厅 捧着一盏热茶 笑眯眯看热闹 一败天地 南广没银子请司仪 只好自己充当 南景昨夜晕厥过去 到现在还没醒 因此被小丝们搀扶着拜堂 柳莲则被南烟扶着 时间太赶 他只能穿样式最简单的红架衣 连半朵绣花都没有 看起来格外冷清寒酸 二败高堂 南广吼了一嗓子 急忙跑到上座落座 南宝一品着香茶 透过缭绕茶物 他逆向南烟 仿佛意识相通 南烟也望了过来 杏眼微微红肿 显然昨夜哭过一场 同朱里满是憎恨 显然是恨他毁了他的兄长 南宝一慢慢勾起唇 这就开始恨了 这兄妹俩欠他的债 还多得很了 他不理会南烟的憎恨 还微笑着朝他摇摇举杯 举止之间 充满了浓浓的挑衅与亲贱 南烟恨不能咬碎一口白牙 却什么话也说不了 更无力阻止这场大婚 夫妻对拜 南广大喊 脸上很是高兴 两人拜了下去 许是天意弄人 拜完的刹那 南景忽然醒了 他动了动手指 脸色苍白 缓缓睁开眼 看清楚四周的情况 他瞬间如坠冰窖 这是在干什么 他明明只是和柳莲订婚而已 婚期还远得很 怎么这就拜堂了 难道他昏睡了三五个月 南广洗上眉头 急忙道 儿啊 你可算是醒了 昨夜上元节 你突然吐血晕厥 可把我吓坏了 神医说 得给你冲洗 才能叫你醒过来 这不 我特意请儿 媳妇跟你提前澄清 算是帮你冲洗 如今唐也拜完了 而喜也正是过门了 你开不开心 惊不惊喜啊 南景脸色发青 只要不跟柳莲澄清 他总还有拖延的余地 山不转水转 将来峰回路转 总有他出头之日 那时也好迎娶官家敌女 如今 他爹一声不吭地 给他娶了媳妇 算怎么回事 南广见他脸色不好 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 低声道 儿啊 爹知道 你看不上柳莲 可你如今也不是什么香波波 你已经没有前途了 话音未落 他惊觉此话不妥 他笑呵呵道 爹的意思是 你如今处在低谷 也不好迎娶官家敌女 你看 柳莲一进门 你就醒过来了 可见他 确实是你的福星啊 福星 南景胸口起伏得厉害 柳莲和南宝依一丘之合 都是害他的元凶 他脸色阴沉得能滴水 冷笑一声 扭头离开了喜塘 柳莲掀开红盖头 立刻追了出去 他追到寝屋 看见南景发疯般 砸碎所有茶盏 茶壶 他上前 表哥何必如此 你我皆是有大智慧的人 只要同舟共济 总能把日子过好 他在南家的这些天 特意学了时文断字 说起话来 你不再是昔日未缩卑贱的模样 南景冷笑 大智慧 救你 柳莲 你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 救你这样的 白送给我当妾 我都不要 今日嫁给我 你心里一定很爽吧 柳莲并不闹 他沉稳落座 表哥落到今日这个境地 只怪你自己蠢笨 何必迁怒于我 柳莲 我知道表哥一心想做官 我有个主意 能让你得偿所愿 柳莲没眼得意 我近日读书 颇有些心得体会 史上记载 许多达官显贵 都出身皇子幕僚 随着皇子登基 而跟着显赫 表哥才华堪比诸葛孔明 为何不前往圣经城 投奔一位皇子殿下呢 如果能辅佐那位皇子登基 表哥前途不可限量 他刚说完 南景突然给了他一巴掌 南景暴怒 头发长见是短的妇人 你以为皇子幕僚是那么好当呢 如今太子已经定下 你想让我跟别的皇子造反不成 柳莲捂住红肿的脸颊 半赏不语 没有富贵险中求的胆子 还好意思天天嚷嚷着 要当权臣 难道他指望南广花银子 给他捐一个官当吗 南家摆明了态度 根本不愿意给他花银子的 一枪好心 被这巴掌打得换灭 柳莲沉默地离开了寝屋 南景此人心胸狭隘 才华不过耳 将来 绝无可能登上高位 或许 他真的该考虑考虑南宝一的建议 事业 赵文怨灯火通明 南宝一坐在西窗盼 抱着算盘算账 如今上元节刚过 玉楼春正月间推出的婆媳大剧 赚了整整三千两白银 除掉培养白小生的花销 以及与寒烟梁的分成 他拿到了六百两文银 白小生的买卖 已经开始推进 这段时日 有不少人进楼买卖消息 分成银子 居然高达千两 看来这个买卖 确实很有搞头啊 萧一坐在书案对面 看着他 小姑娘俨然一副 掉进前眼的表情 细白指尖在金算盘上拨弄 不时咧开嘴角 眼睛弯如月牙 像是盛满了细碎光芒 他懒洋洋道 这么努力地赚银子 莫非是为了给自己攒嫁妆 难保一和尚账本 捧住小脸 我才十三岁 嫁人还早得很 从前 他总想着请全臣大人出面 为他谋一门好婚事 可是不知为何 他如今对嫁人 没有半分渴望 前世嫁给程德宇 每日都要打理后院 孝敬公婆 成婚定省 比没出嫁时辛苦得多 还不如在府里交养着呢 而且在府里 还能时时看见全臣大人 与他一起在膝窗下读书写字 世间再没有比这更妙的事了 他看见萧毅唇脚抿着浅笑 好奇到 二哥哥 读书人似乎都很嫌弃金银财宝 如程德宇 他就骂钱才是阿赌物 你呢 你也是这般认为的吗 萧毅评价 我怎么瞧着 程德宇买雕 买古董文丸的时候 比谁都要高兴 难道那些东西 不是用银子买的吗 表面清高 那里乌浊 他的评价 深得难保一欢心 他又认真道 程德宇还觉得 占了钱财的女子非常粗俗 浑身都是童秀 可是二哥哥 我就是个爱财的人 我明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所以绝不会为了赚钱 泯灭良心 这样的我 难道也要被骂成浑身童秀吗 萧毅腻着他 小姑娘的担放眼里 盛满了期待 像是细碎的星辰 干净而纯粹 拥有这样眼神的姑娘 怎么会浑身童秀呢 隔着书案 他朝他勾了勾手指 蓝宝一不解 作何 娇娇过来 蓝宝一纠结 全臣大人嘴角挂着笑容 瞧着十分危险的样子 然而忤逆他的话 似乎更加危险 毕竟就连祖母都叮嘱他 以后要多听全臣大人的话 沉阴片刻 他小心翼翼地凑了过去 刚在他面前站稳 就被暴入怀中 怎么又被暴了 他心里嘀咕着 紧张地扬起头 二哥哥 萧一扶手 深深绣了绣他的小脸 芙蓉花香扑面来 甜得能要他的命 他一本正经 温柔地摸了摸他的脑袋 南娇娇浑身都是芙蓉花香 一点也不愁 主子 鱼卫挑了珠帘进来 一眼看见 这俩又在腻弯 他轻咳一声 腼腆道 主子 前院传来消息 柳蓉卷走了南景身边所有的钱财 连屋子里值钱的百戒 也一并偷走了 半个时辰前 从后门离开的南府 如今所踪不明 南景察觉的时候已经晚了 听说他呕出了一口血 直接气晕了过去 南宝一泽了声 柳蓉 果然听从了他的建议 只是不知 是否去投奔了黄英 他急于弄清楚柳蓉的去向 因此抱着帐门起身 时辰不早 二哥哥 我该回松鹤院就请了 萧一把玩着压胜前 笑容关切 外奸天寒 不如就写在我屋里 南宝一很是感动 全臣大人 真为他着想啊 他温声道 上次情况特殊 才写在二哥哥屋里 今夜月朗星熙 和府宁静 是要回去睡的 二哥哥若是愿意 可以送我一程 这话很合萧一的心意 来到书房外 河叶正坐在檐下打瞌睡 这个河叶 居然在二哥哥门外睡着了 南宝一很是丢脸 余味恭敬地把灯笼称给萧一 笑道 让他睡着吧 等他醒了 我带他去我屋里睡 南宝一也不忍心叫醒他 于是点头同意了 萧一陪着南宝一 走到招文院外 南宝一驻足 朝他扶了一脸 二哥哥送到这里就好 剩下的路 我自己走 萧一嗓音压得很低 无妨 我再送你一程 早春寒夜 草木萌芽 露水 微蕊 青石小镜上 落了一层薄薄的花孤朵 灯笼蕴染开小小的光团 只堪堪把两人拢在光影里 四周寂静 隐约能听见虫鸣声 南宝一偷眼去看萧一 全臣大人 侧颜清俊金贵 是高不可攀的模样 却愿意放下身段 亲自送他回松赫院 他抿了抿小嘴 心里有点甜 萧一清晰察觉到 小姑娘的窥视 他面色如常 心里却暗暗浮想连篇 小姑娘定然是盼望 他牵住他的手 就如同上元节那一夜 他不动声色地伸出手 于是走着走着 南宝一就察觉到 某人正伸出手 试图勾住他的手 他愣了愣 还没想好要不要躲开 却已经被捉了个正正 他还用指尖 轻轻按了按他的掌心 似乎是在暗示 他不要挣扎 南宝一一垂下眼睫 纠结地咬住唇绊 而这片刻功夫 那人已经把他的手 牢牢握在了掌心 从昭文院到松赫院 得走两刻钟 南宝一看着 萧一提着的灯笼 等回过神时 自己竟然已经 站在了松赫院外 他愣了愣 原来两刻钟 竟然如此短暂吗 有丫鬟迎了出来 萧一不动声色地 松开他的手 他淡淡地 进去吧 丫鬟给南宝一 披上断面斗篷 打着灯笼 恭敬地引他进去 南宝一走出几步 下意识回眸 全臣大人 依旧提着灯笼 站在原地 一双丹凤眼 在火光的映衬下 霸道慵懒 却又透着温柔 他急忙收回视线 又往前走了十几步 他再度回眸 那人还在灯火阑珊处 急待军靴 大场烈烈 似乎要亲眼看着他进屋 才能安心离去 二哥哥 少女呢喃 声音浅犬如春水 回到寝屋 南宝一招来一只性格 自打上回韩燕良 派遣丫鬟进府 向他透露南井买凶杀他的消息以后 他就养了只性格 专门用来和寒烟良帝消息 他写了一封简信 绑在鸽子腿上 又为了他一块花膏 去吧 务必把信带到 等性格带着回信飞回来时 南宝一已经沐浴更衣完毕 打算就请了 他已在窗盘 展开回信 不禁倾笑 不出他所料 玉楼春那边回话 说柳连去了金玉满堂 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想必是被黄英收用了 南宝一就着烛火点燃回信 又揭开香炉盖子 把信件扔了进去 他又写了一封信 仍旧叫信哥传递给韩烟良 明日清晨 他要南井被戴绿帽子的事 传遍整座景观城 他爹有个南冒冒的外号 他不介意送南井一个冒二代的称呼 死成赋业吗 次日 南宝一还团在被窝里 荷叶碗开账漫 激动地把他咬醒 小姐 醒醒 快醒醒 外面都在传一个好劲爆的消息 保准你听了高兴 南宝一被他拖起来 使劲摇肩膀 他揉着心松睡眼 嗓音迷糊 何叶 你这么早就从赵温院回来了呀 怎么也不多睡会儿 睡什么呀 何叶把伺候喜收的几个小丫鬟招进来 神神秘秘的 南井昨日不是才刚迎去柳莲吗 结果昨天夜里 柳莲就收拾了金银细软 直接投奔金玉满堂的少冬家 自荐整席 哦 南宝一拿起柳枝 沾了沾细眼 认真刷牙 守五祖岛奴婢听说 景观城的百姓都知道了 茶楼九四 街头巷尾 全在讨论这件事 他们还说 是因为南井布局 给不了柳莲幸福 所以柳莲才深夜潜逃 如今所有人都把南井看作笑话 笑话他紫成副业 是个冒二代 南宝一乖乖竖口 河叶十分惊讶 小姐 您平日里最厌恶南井 怎么他今天倒了大煤 您却无动于衷了 南宝一没好意思跟他说 这事儿 是他一手策划的 他故作震撼 哇 原来南井被戴了绿帽 您这表情也太假了 但他还是很高兴 小姐 等您梳洗完 咱们去前院看戏 南井得知自己 被新婚发妻戴了绿帽子 也不知适合表情 主仆俩来到前院时 年度大型苦情戏 已经散场了 咱们来晚了 河叶看着一群人 从南井寝屋里出来 顿时好遗憾 南宝一见南宝珠竟然也在 不禁招呼 珠珠 姐妹俩见过李 南宝珠拉住他 嘴角止不住地上扬 娇娇 听说那个柳帘 夜奔金玉满膛 向黄鹰自荐枕 南井今天早上听小四碎嘴 顿时蹊跷生烟 五内巨坟 直接吐血晕死了过去 刚刚醒来时 俨然被刺激坏了 又蹦又跳 还穿上了女子的衣裙 据将神医诊断 说是刺激过头 得了颠症 南宝一听着 很是好奇 怎么个颠症法 他刚问完 请屋里跑出一个人 披头散发赤足 穿着女子的碎花螺裙 舞之倒之 唱之跳之 昔日俊俏的面庞 甚至还涂满了 可笑的脂粉 姐儿 南宝哭着追出来 却怎么也拽不动他 南宝一静静看着 原来南井 疯了 如他爹爹前世那般 疯了 少女丹凤眼晦暗如海 但粉铃唇 渐渐弯起糊涂 南井跳得很快了 拍着巴掌大喊 一 好了 我中了 我中举了 我要当官了 我要迎娶官家敌女哦 如此四天四狂 像极了如临外史里的范静 只可惜 范静好歹中了个举人 而南井连科考的资格都没有 南宝珠有点害怕 昔日也曾是少年俊才 这才回府多久 就成了这副模样 真叫人唏嘘 他又挽住南宝一的手 娇娇 你今后可要躲着他险 万一被他伤着了 咱们找谁说理去 总不好跟一个疯子论是非吧 我知道了 南宝一乖巧硬下 两姐妹看热闹时 柳氏哭着扑了出来 他昨日和柳大嫂在柴房打了两个时辰的架 整个人鼻青脸肿惨不忍睹 头发更是被拽掉许多 露出了白花花的头皮 我的姐儿 他抱住南井 哭得伤心极了 可惜如今的南井六亲不认 他一脚将它踹开 立声道 呆 何方妖孽 化作老玉模样 莫非是想冲撞我这新科状元狼 老玉 柳氏惊呆了 他虽然四十岁了 但一向保养得宜 怎么会是老玉呢 南宝一很好心地掏出随身掌镜 叫侍女递给他 柳氏照了照 顿时目瞪口呆 镜子里这个面貌浮肿憔悴的老妇人 是谁 他捂住脸 崩溃般大声尖叫 南广不耐烦 他的宝贝儿子变成了这样 这女人只知道哭哭啼啼 真是讨厌 他抬腿 毫不客气地给了柳氏一个窝心脚 哭哭哭 就知道哭 儿子都变成这样了 你还在意容貌 容貌能当饭吃吗 大事当前 怎么一点担当都没有 还是柔好 事事都能顶住 比你有本事多了 被南广这般怒骂 柳氏的心都要碎了 从前 南广明明说过 最爱他小姨温柔 小鸟依人 还亲热地换他小孟宝贝 怎么现在全然变了一副嘴脸 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揪住南广的袍居 哽咽道 老爷 锦儿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我能不心疼吗 您这一脚 踹得切身好痛啊 南广锁着眉头 他瞥一眼刘小孟 到底与他十几年相处 对他还是存了些感情 他扶起刘小孟 叹息道 锦儿已经是废了 也不知能否医好 他是我唯一的儿子 小孟 我是心疼他 老爷 刘小孟扑进他怀里 泪眼婆娑 母子怜心 锦儿变成这样 我比谁都要难受 我这后半辈子 该依靠谁呢 南广心软了 他联系刘小孟先是小产 后又封了儿子 于是起了 把他真正留在府里的心思 他望向远处屋檐下的 承夜柔 柔儿 承夜柔何等精明 一眼洞悉他的心思 他笑道 我年纪轻 总有些不周到的地方 如果柳姑娘愿意为妾 帮忙伺候夫君 也算是我的福气 择日不如撞日 柳姑娘这就向我敬茶吧 也算全了妾室的礼数 南宝珠惊讶极了 他不可思议 娇娇 承夜这是要引狼入室 南宝一与承夜柔对视一眼 彼此会心一笑 他笑容甜甜 是请君入瓮 南宝珠 何解 南宝一 如果刘小孟是外事身份 承夜打杀他的话 很容易被官府追究 但如果他成了妾室 妾室都是贵人府里的玩意儿 官府里 谁会在意哪家深宅后院死了一个妾室 所以承夜 这是要斩草除根 以绝后患 不愧是权贵家嫁出来的姑娘 也就承夜这样的 才能镇住他老爹的后宅啊 南宝珠听得一阵胆寒 他轻轻拽住南宝一的衣袖 小声道 娇娇 咱们还是回后院吧 一早就跑过来看热闹 还没去跟祖母请安呢 南宝一握住他的手 努力把温暖传递给他 温柔地硬了生蚝 姐妹俩来到松赫院 祖母正在用早膳 老人家慈眉善目 招呼两人一块吃 他听南宝珠手舞足蹈地讲了南景的惨状 叹息道 老话有云 知足者水存 贪心者水静 南景旧游自取 落到今日这不田地 怨不得旁人 南宝一暗暗点头 因果轮回 上辈子疯癫的人是爹爹 这辈子却轮到南景 可见善恶中有报 不过早晚而已 怕吓到两个宝贝孙女 用霸早膳 笑道 今儿喊了芙蓉街的几位娘子进府 才智春天的新衣 你俩待会儿量一量身段 方便做衣裳 又有新衣裳穿了 南宝珠十分欢喜 拉着南宝一 跑到格扇边 娇娇快看 南宝一望去 红七格扇里侧 用小刀划着两台浅浅的印痕 是这些年 他和珠珠的身高刻痕 南宝珠接过侍女递来的小刀 往年才智春衣的时候量身段 我都会比娇娇高一点点 今年不知谁更高呢 我毕竟是当姐姐的 肯定要比你高一点 南宝一看着他划上刻痕 视线往下 那些刻痕滴滴挨挨 祖母笑容慈爱 那些是你们一两岁的时候 我给你们刻上去的 那时候啊 你们像是白嫩嫩的小团子 只及我膝盖高 跑起来颤巍巍的 很容易跌倒 我看着你们跑 就追在后面喊 慢一点 慢一点 总能赶在你们跌倒前 及时抱住你们 可是现在 祖母老了 你们跑起来 祖母再也遮不上了 南宝一鼻尖发酸 他和猪猪还会继续长高 将来各自嫁人 去到更远的地方 可是祖母却会在祖宅里 用余生守着这片光阴 守着小孙女们 留下来的身高刻痕 小时候 祖母盼望他和猪猪跑得慢一点 别摔着了 长大了 他盼望时光走得慢一点 别再让祖母老去 祖母 南宝一眼眶微红 生怕被人瞧见 急忙把脸扭到旁边 悄悄擦了擦眼泪 今日闲来无事 他和猪猪留在松鹤院 陪祖母说话 等秀娘来的时候 又量了身段 选了不同颜色的赎景 在秀娘送来的画册上 挑选各自喜欢的衣裳款式 折腾完 已是用午膳的时辰 祖母留他们用膳 小厨房特意做了两姐妹 爱吃的菜肴 南宝一见小厨房 有准备新烙影 于是提议道 祖母 让小厨房准备些玉米汁 送去赵文院吧 二哥哥可喜欢喝玉米汁了 老夫人笑了 娇娇倒是记得你二哥哥的喜好 那是自然的 上次在金玉满堂 她喝完整整一壶还不算 还另外打包了一壶 她说话时 眼睛里藏着浅浅的欢喜 小女儿的交态表露无疑 老夫人猜想 她对萧毅 大约是喜欢而不自知 小儿女有这样的感情 她看在眼中 也觉得非常美好 因此 她笑着吩咐记摸摸去办 用霸午膳 南宝珠有些犯困 去必杀出后面睡吧 老夫人慈爱地摸了摸她的小脸 小姑娘春日里多睡睡 能长个子吗 娇娇 你也一起去睡 南宝一一点也不想陪南宝珠睡觉 好在小公爷今日没跟来 若只是挨猪猪的踹 倒也不算什么 南宝珠沾了枕头就睡着了 南宝一睡得迷迷糊糊时 听见外面传来成衣的请安声 又一阵稀疏声响 大约是外面伺候的丫鬟婆子都被平退了 婆母 成衣嗓音平稳 我今儿上午 喝了刘晓梦静的茶 算是认可了她的妾室身份 上午时分 厨房送了一叠白霜蜜枣过来 正好将神医来替我看卖 却阴差阳错地发现 那蜜枣上的白霜里 插了好些披霜 我命压滑暗地里细茶 竟茶到了刘晓梦头上 南宝一睡一群无 她睁开眼 刘晓梦会不会做这种事 她不知道 但无疑 成衣拿这个发作 显然是不打算放过刘晓梦了 这是 再过祖母的名录 外间寂静了片刻 祖母的声音略有些低沉 刘晓梦当了老三十几年的外事 这份忍耐和心性 着实可怕 未免她今后东山再起先锋作浪 此人 确实留不得 南宝一抱着被褥 按道祖母行事真是果断 可转念一想 祖母执掌偌大的男家 年轻时就有雷厉风行的手段 上了年纪 想必更是如此 前世 也就是念在她非得清静刘晓梦的份上 才不曾下狠手 诚意道 婆母 那我 做得干净点 儿媳明白 至于南宴 祖母轻哼一声 瞧着就不是好姑娘 一肚子坏甩呢 我家娇娇的婚约 可不就是被她抢走的 跟她娘一个德性 就知道惦记别家的男人 罢了 且先放在你跟前养着 能交好自然更好 若是交不好 左不过给一笔嫁妆 明年 打发她嫁去成家 算是眼不见为敬 外面再无声息 南宝一侧身向里 伸手戳了戳南宝珠的脸蛋 祖母和成衣出手 刘晓梦已是必死的局 再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 卵香入账 少女打了个喝欠 渐渐困乏 稀疏的脚步声缓缓响起 老夫人走到碧沙厨后 轻柔地撩开账漫 一双孙女睡得很香 她弯腰 慈爱地替她们 噎了噎背酒 睡吧 睡吧 有祖母在 谁也不敢伤害 我的宝贝孙女 柳氏的死讯 在两日后传了来 南宝一待在 朝文院大书房 拿着萧义的手稿 认真临摹她的字迹 怎么死的 她问何叶 何叶 才从前院打听了消息 路上跑得急 一张脸红扑扑的 听说是昨夜 失足落水 今天清晨泡胀了 才从水里浮上来 失足落水 南宝一轻笑 何叶又神神秘秘地说道 小姐 除了刘晓梦失足落水 昨夜还有两个人也吸去了 你猜是谁 南宝一好奇 是我认识的人吗 何叶认真点头 那是自然的 南宝一想了想 摇头道 我猜不出来 书案对面 萧义翻了一页书 淡淡道 是柳家人吧 正是 何叶眼睛发亮 自打柳连 卷走金银细软 私奔出府以后 三老爷就把柳家凶嫂赶出了府 他们两个走投无路 想去投奔柳连 可金玉满堂的人说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柳连 难保一台笔战末 金玉满堂的人 当然不会承认 见过柳连 否则 柳连和他们少东家 就是肩夫淫妇 被官府逮住 要进猪笼的 从今往后 柳连只能以别的身份 活在暗处 像是阁楼里的老鼠 永无见光之日 而这 也是他自己选择的路 何叶感慨 柳连真够狠心的 连亲生爹娘都不认 即使不方便露面 好歹给一笔钱财 叫他们谋生嘛 但他连个口信没有 听说昨夜天降大雪 柳家凶嫂无处可去 被活生生冻死街头 打个人看见时 还以为是雪雕呢 难保一血子的手微微一顿 他望向西窗外 昨夜突然天降大雪 早春的萌芽全被冻死 大约田里的庄稼 也被冻死大半 蜀郡 已经有了饥荒的苗头 江岁寒坐在角落烤肉 吹了吹炉火 气候反常 怕是有灾 萧二哥 你吞粮 算是吞对了 萧一翻了一页书 但摸不语 神医朝从外面进来 随手扔了张琴 铁在书案上 薛家送进来的 薛家 难保一号棋 算算日子 薛都督应已回了景观城 谋算南府富贵的世家里 薛家与成家守当其冲 都不是好人 而且比起太守成家 薛家执掌兵权 势力更加可怕 沈一朝落座 对萧一道 上次红老九夜西南府 有薛家指使的痕迹 如果我没有猜错 他们是在借红老九之手 试探你的身浅 难保一听得出神 他还以为 背后仅仅只有成太守指使 没想到 这个时候 薛家的手 已经伸得这样长了 他包了一颗绿人果 好奇到 那试探的结果呢 二哥哥是深还是浅 扑 众人还没有反应 江岁寒率先笑了出来 他口无遮拦 南小五 你这话问得不对 深浅这玩意儿 应当是萧二哥试探你 怎么能说 别人试探他呢 难保一听不懂 萧一面无表情地翻了一页书 地窖里 还有些腊肉 等待运出去 江岁寒 去运腊肉 诶 他望我这里的姑娘 有多么保守 他合拢折扇 拍了下自己的嘴 信信出去运腊肉 南宝一更加不明白了 二哥哥 我竟不知 你还卖腊肉呢 是你亲手腌制的吗 味道如何 可否送我一条 拿回去尝尝 不给 萧一拒绝 南宝一不满地 包了一颗绿人果 二哥哥真小气 往他天天派人 给他送玉米汁 难道那么多壶玉米汁 都抵不过他腌制的 一条腊肉吗 他傲娇道 二哥哥 我以后都不会 给你送玉米汁了 那可太好了 沈一朝倾咳一声 这俩货没来眼去的 当他不存在呢 他出声道 薛家送来请帖 证明薛定威认可你的实力 这次请你赴宴 是为了给你效忠他的机会 如果你依旧不肯投诚 那么无疑 他会借着这次宴会 诛杀你 南宝一看着那封大红请帖 瞧着漂亮 没想到 竟然是一张鸿门宴的请帖 他轻声道 既然杀鸡四福 那么二哥哥可不可以不去呢 不去 是示弱 是心虚 沈一朝质地有声 所以他不仅要去 还要高调俱傲地去 叫薛定威摸不清他的底牌 如此一来 接下来至少大半年 他不敢贸然出手 大半年时间 足够发展势力 他分析缜密 一针见血 南宝一点点头 郑重的凝视萧义 二哥哥 我陪你去 萧义漫不经心地翻着书 文言从书卷中抬起头 书案对面的小姑娘 带着红宝石流苏不摇 小脸白嫩娇美 犹如锦绣芙蓉 灼灼气滑 丹凤眼明媚入骨 盛满了难得的勇气 他想保护她 萧义弯纯 他合上书卷 伸手摸了摸她的脸蛋 男人的是 女人掺和什么 乖乖在府里待着 夜宴回来的时候 哥哥给你带辣炒田螺 你爱吃那个 南宝一有点不开心 从前总盼着抱全臣大人的金大腿 但如今 他掌控着玉楼春的白小生消息渠道 已经不再是 昔日那个软弱无能的姑娘 他 也想尽己所能地帮她 萧义和沈义潮去内市一市 南宝一看着书案上的请帖 他瞄了瞄左右无人 于是鬼使神差地翻开 请帖上有夜宴流程 其中一项 是薛家 大小姐主持的 号召蜀军贵女 捐赠朱差首饰 然后当场拍卖 把拍卖得来的银钱 用于救助金春大雪造成的灾祸 南宝一暗暗记下夜宴的时间地点 又把请帖放回原处 他从昭文院出来 没走多远 就撞到了南烟 少女身穿素衣 眼圈通红 定定注视着他 显然 是特意站在这里等他的 南宝一微笑 姐姐重笑在身 怎能随意行走 万一冲撞了府里的长辈 姐姐担待得起吗 这里没人 你少跟我演姐妹亲身的戏码 南烟声音沙哑 你先是回我兄长前程 害他疯疯癫癫 如今又害死我娘 南宝一 你好狠 南宝一歪头 依旧微笑 姐姐从前谋害南家万母桑田的时候 利用夏青青屡刺三番 害我的时候 南景在御楼村买凶杀我的时候 怎么没想过 你们会有今天这部田地 我们是害过你 可那又如何 你不是没有中计吗 南烟歇斯底里 南宝一冷笑 没有中计 所以就不用受到报复吗 可万一他中计了 万一他真的被夏伯温玷污 真的被南景满胸杀害 他找谁说理去 他语气冷漠 南烟 你我之间的恩怨纠葛 远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复杂 对你 我做不出以德抱怨的事 你害过我 就该承受我的怒火 他措身而过 南烟转身 忽然笑了 你是不是觉得 背靠萧义 就可以高枕无忧 南宝一驻足 沉默 南烟得意上前 忘了告诉你 诚哥哥说 带我去参加薛都督家的夜宴 这可是蜀郡官家 贵女才能前往的宴会 你一介商户女 也唯有眼馋的份 薛都督 可比萧一厉害多了 你母亲才死 南宝一不可思议 你就想去参加夜宴 别说夜宴 为了守孝 便是和诚德宇的婚期 也该推迟三年才是 南烟毫不在意 他只是南府的事件 论起来与丫鬟没什么区别 就算亡固 与我又有什么关系 我的嫡母 是陈叶柔 今后 我只知陈叶柔 不知刘小梦 一番话 令南宝一大开眼见 他正色道 你母亲全下得知 不知是何反应 会不会后悔 没有在你刚生下来的时候 就把你掐死在墙堡里 死者一亿 生者当如斯 如果他在九泉之下看着我 想必也会希望我过得比你好 把你狠狠踩在脚底下 就如同 他当年把你母亲 踩在脚底下那般 南宝一 我们走着瞧 南宝一站在原地 目送他拂袖离开 寒风拂过 略有些冷 诚如南烟所言 他娘亲活着的时候 总是笼络不住父亲的心 不知道从刘小梦那里 受了多少委屈 可是他和娘亲 终究是不一样的 他 会叫南烟一败涂地 他往松和院走 和叶 待会儿替我挑选两盒手势 挑手势做什么 和叶不检 南宝一没有多做解释 二哥哥摆明了不让他设险 可是这次薛家夜宴危机四伏 他不能放任二哥哥独自冒险 毕竟与薛家有仇的 不只是二哥哥 还有他 他打算以御楼春老板的身份 前往夜宴 待在暗地里 随时随地保护 明面上的二哥哥 至于首饰 则是捐赠时要用到的 想起捐赠 南宝一忽然驻足 和叶 小姐 您怎么了 南宝一蛮船一笑 南烟口口声声说 程德宇邀请他去薛家夜宴 他那般高兴 怕是还不知道 女眷们是要去捐赠首饰的 南烟他 有首饰吗 薛家夜宴 在三天后不弃而至 南宝一刻意模仿了韩燕良的穿搭 梨花白的青纱如群 群居宽大如隔江云烟 行走间厄挪摇曳 宛如踩在云端之上 浅金色尚如 金质美艳 若隐若现 极为诱惑 云记高耸 插着三根金钗 越发衬托出 薄梗的纤细洁白 他坐在庄镜台前 指尖点着暗红口汁 在锁骨间勾勒出红唇形状 暧昧 香艳 以前他看见韩燕良锁骨间的红唇图案时 一度以为御楼春明面上是细楼 暗地里是干那种勾当的 没想到 那或真的只是喜欢拿口汁 在肌肤上作画 他甚至还曾问过他 有没有兴趣 看他在大腿上画的春宫图 当时他立刻表示 毫无兴趣 荷叶捧着茶盘进来 一眼撞见浓妆艳抹的小主子 他惊呆了 小小小姐 南宝一回眸 朝他眨了眨眼 我美吗 这几日天气一长 乍暖还寒 小姐你穿成这样 疯了是不是 我的天 这青纱上如 也太透了吧 都能看见手臂了 何也赶紧放下茶盘 小姐快把衣裳换了 给嬷嬷瞧见 要数落您的 我不换 南宝一拿起一块青纱 认真地遮住小脸 你瞧 我戴上这个 就不会有人知道 我是男家的姑娘了 这是什么强大的逻辑 别人不知道 您是男家的姑娘 难道就看不见 您青纱底下的手臂了吗 这跟掩耳盗铃 有什么区别 他苦口婆心地劝道 小姐 咱们身为女子 务必恪守本分 不能做有伤风化的事 您这身打扮 太出格了 为理发所不容啊 而且 而且在锁骨上画个红唇 这也太 太 哎呦 他捂着脸跺了跺脚 显然是被刺激的 霞飞双甲 南宝一才不管 他抱起提前收拾好的包袱 我今夜是玉楼春的主子 韩燕良 要去参加薛嘟嘟家的夜宴 何夜 你不许跟着我 小姐 南宝一回头胸膛 你要是敢跟着我 我就再也不跟你好了 何夜委屈地站在原地 仍旧担心极了 因为提前跟韩燕良打过招呼 所以他派了一辆马车 停在南府后门 专门接送南宝一 南宝一登上马车 瞧见驾车的侍女举止利落 腰间配件 显然功夫不错 可以保护他 他按道 韩燕良虽然出身三轿九流之地 看着很没有良家女子的样 但行事稳妥 确实是值得深骄之人 马车驶过长街 夜宴定在郊外别庄 得坐小半个时辰的车 从长街穿过北城门 一路无话 马车行驶过一条必经的石桥时 侍女忽然道 这座桥名为尹马桥 长达石杖 是从南府到都督府的必经之路 南宝一听出他话里有话 你发现了不妥 侍女正色 在御楼村做事的人 各有各的本事 拿奴婢来说 奴婢嗅觉十分灵敏 甚至可以闻出毒药的味道 这也是韩主子今夜派奴婢 跟着您的缘故 他怕有人见色起义 在茶酒之中 吓要害您 杨柳 你莫非闻出了什么 火药 侍女赶着马车穿过银马桥 桥底下 藏着大量的火药 足以炸毁整座银马桥 南宝一神色威灵 他知道 薛嘟嘟打算怎么对付二哥哥了 就不肯效忠他 那么夜宴结束之后 他会在他经过银马桥时 派人点燃桥下的火药 连人带桥一起炸掉 纵边二哥哥功夫再好 又怎么可能抵得过火药的威脸 南宝一小脸发白 他必须把这件事 告诉二哥哥 御楼村的马车 终于停在了别庄外 薛家别庄占地数十请 连同山水湖泊 一并包含在内 楼阁起伏 景致精美 千灯万盏 豪奢至极 南宝一迫不及待地下的马车 只见别庄外车水马龙 全市景观城里 有头有脸的达官显贵 都入夜了 还拖家带口 跑到郊外山中参加宴会 可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 富在深山有远亲啊 他提起群居 往大门走 韩爷良也不知从哪里搞来的情帖 他轻而易举就进了山庄 正着急找全臣大人 杨柳提醒 姑娘 我家主子走路时步步生连 绰约相艳 不是你这般龙金虎猛的 你得媚 要媚起来 吸引全场人的注意 我家主子说了 凡是他出场 那必然是全场最美的仔 南宝一善善 都火烧没毛了 还媚 媚给谁看 难道他锁骨上的红唇 还不够媚吗 都已经有好多人在偷看他了 穿过游郎时 好巧不巧 在拐角处撞上了程德宇和南烟 程德宇神情不悦 我明明再三叮嘱你 要你带南宝一一起赴宴 你为什么不听 南烟咬着唇绊 眼睛里都是狠 他今夜能出来 已经很不错了 因为 他娘亲心丧的缘故 程夜柔根本不许他出门 更别说参加宴会 说是别人会骂南府家教不好 非要他在府里守孝 他是偷偷翻墙 拼了命才跑出来赴宴的 他的那点首饰 全被柳帘卷走了 今夜的玉手镯 金像圈 宝石发簪 还是叫丫鬟拿碎银子 去典当铺里借来带的 可是 就因为他没有喊南宝一参加宴会 程德宇就跟他志气 他的未婚妻 明明是他南烟啊 他梨花带雨 程哥哥 我三情无情 可南宝一旧是不肯来 他说你表里不一 是个没有本事的伪君子 不配邀请他参加夜宴 我好话说尽 磨破了嘴皮子 他依旧不肯来 程哥哥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程德宇失望极了 他特意叮嘱南烟 一定要带南宝一赴宴 数日未见 不知为何 他竟然有些想念 那个浑身铜袖的姑娘 他捏了捏眉心 沉声道 今天薛嘟嘘设宴 宴请的全是景观成 有头有脸的人物 待会儿 你别给我丢脸 听见没有 南烟乖巧点头 程德宇吩咐道 你去女眷那边 记住千万别得罪薛家大小姐 要多捧着她 与她搞好关系 程哥哥放心 我一定与她成为好姐妹 南烟走后 程德宇转过拐角 看见了南宝一 他皱起眉头 这个少女 好似有些眼熟 南宝一勾纯绩笑 从前她是程德宇未婚妻的时候 不见她用锁表示 如今他们退了婚 她却尚赶着献殷勤 还叮嘱南烟带她赴宴 也不嫌寒沉 她态度冷淡 连礼都懒得行 直接措身而过 站住 程德宇出声 她缓缓走到她面前 仔细盯着她的眉眼 你是谁 杨柳代替回答道 我家小姐是御楼春的老板 韩燕良 韩燕良 程德宇冷笑 我与韩燕良打过交道 也曾隔着屏风 略微窥见过她的影子 她身段高挑丰满 绝不是你这种扁扁的样子 你是谁 什么叫扁扁的样子 她哪里扁扁的了 就算她敌不过韩燕良 窈窕妩媚 也不至于被评价为扁扁的呀 更何况她才刚十三岁 她还要长大 好气啊 她沉声 好狗不挡路 滚开 程德宇眉头一锁 这个声音是 不带她细想 一名仆役飞快奔过来 恭敬道 程公子 南眷那边在谈论诗词歌赋 大家推崇 你做的慈父最好 请您过去做父一首 程德宇深深宁了一眼南宝依 才随那仆役离开 月色净水 霜满长天 南宝依轻轻抚了抚胸口 没等她松口气 一剑本黑色大厂都头罩了下来 嗯 她慌了 正要伸手拨开 却被连人扛起 杨柳正要拔剑去追 食苦面无表情地拦住她 姑娘想活 还是想死 萧依扛着南宝依 沉着脸 踏进灵水爆煞 她把南宝依丢在软榻上 盯着她薄如蝉翼的上颅 眉心狠狠跳了几下 她正在都督府转悠 突然就看见这丫头 千娇百妹地出现了 穿得不成体统也就罢了 锁骨上那是什么玩意儿 红唇印 谁的 南宝依努力地掀开大厂 抬头就对上了萧依阴沉的脸 她的表情那么可怕 像是要吃小孩 她善善地举起小手 二 二哥哥 是我呀 你的好妹妹 娇娇 萧依轻笑一声 忽然俯身将她摁在榻上 她用指尖轻勾勒出红唇印记 谁吻的 南宝依老是回答 我自己画的 萧依沉声 我不信 她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画面 某个野男人 先是吻了南娇娇的唇 沾上口汁之后 又故意吻她的锁骨 她刻意留下这个红唇标记 就是为了向她萧依宣战 宣告对南娇娇的占有权 也男人心机叵测 攻心技用的倒是老辣 南娇娇推开她 真的是我自己画的 你不带我参加夜宴 我只好求助韩燕良 正好她能搞到情铁 因此 我才假借她的名义参加 她最喜欢在肌肤上画图案 我画个红唇 也是为了模仿她 萧依将信将疑 南宝依想了想 拿出口汁 搂起衣袖 在自己手臂上 又画了一个 她歪头打量 看 是不是很像 萧依面无表情 虽然很像 但也不能排除 她设想的那种可能 也或许南娇娇 是想脚踏两只船 因此在她面前 为那个野男人 百般遮掩 难保一见她 还是不大肯信 于是往自己唇上 补了点口汁 拉起她的手 认真吻了吻她的手背 她正色道 二哥哥你看 吻出来的印记 和画上去的 全然不同的对不对 这下子 你总肯信我了吧 萧依挑了挑眉 她盯着手背上的红痕 唇角不自觉的弯起 这纹痕 犹如樱桃似的 自然漂亮 和画上去的 确实不同 她不动声色 淡淡道 即便如此 你也不该穿成这样 这种衣裳 在我面前 穿穿也就罢了 怎么能穿出去 难保一耐心解释 可这就是 韩燕良的穿衣风格呀 更何况我戴着面纱 别人不知道是我的 解释完 她忽然愣了愣 不对啊 她干嘛要跟 全臣大人解释这些 而且什么叫 这种衣裳 在我面前 穿穿也就罢了 没等她细细琢磨 萧依问道 你来做什么 难保一一拍脑袋 险些把正式忘了 她将尹马乔的事情 合盘拖出 言语间十分骄傲 如今我也是能帮 二哥哥的人了 我不会拖你的后腿了 萧依看着她 嘚瑟的小模样 忍不住轻笑 她伸手刮了下她的鼻尖 这次是你侥幸 不许再有下次 她是舍不得 南娇娇犯险的 下次 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南保一欢喜 二哥哥 夜宴这场硬仗 我要陪着你打 萧依注视着她 眼里若有星辰 片刻 她温柔 而低沉地道了生好 从爆煞出来时 南保一提醒 二哥哥 你手背上的唇印 还没有擦去 萧依瞥了眼 小姑娘第一次留下的唇印 她怎么舍得擦 她连洗手都不愿意的 她面不改色道 你也知道 哥哥才貌双绝 总有姑娘喜欢黏上来 留着唇印 也叫她们知道 哥哥是有主的人 好叫她们知难而退 南保一赞成地点点头 随即又愣了愣 道理是这个道理 只是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两人来到游廊 杨柳快要急哭了 她扑上来 见南保一似乎无恙 才稍稍松了口气 低声道 果然喊主子的担心 不是没有道理的 您才刚进别庄 就被衣冠禽兽拖进了爆煞 南姑娘 这禽兽没有对您做什么吧 萧一额脚突突乱跳 谁是禽兽 南娇娇才几岁 她能做什么 更何况 他们才静 爆煞不到一刻钟 时间这样短 她阴着脸 本侯是她的兄长 兄长 杨柳震惊 那简直是禽兽不如啊 戏楼里的婢子 是不是想象能力都非同一般 南保一憋着笑 温生 向杨柳介绍了萧一 往画楼走的时候 南保一瞧见不少姑娘 对全臣大人暗颂秋波 眉目寒情 甚至还有格外胆大的 仗着好姐妹 在身边 肆无忌惮地向全臣大人 赠送秀帕与荷包 她看着有趣 忍不住弯起眉眼 萧一瞥她一眼 忽然揽住她的腰身 她嘲弄道 辜负诸位好意 只是本侯更喜欢矜持的姑娘 比如这位 南保一身形彻底僵住 二哥哥这是在拿她当挡箭牌 那些姑娘面面相去 他们仔细打量南保一浑身上下 她的穿戴打扮 和矜持这个词半点关系也沾不上 然而靖西侯摆明了 不接受嗜好 他们只得信心离开 南保一仰起头 略有些得意 二哥哥 你原还不肯带我来 瞧瞧 我这不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 萧一替她拢了拢额发 似笑非笑地夸奖 娇娇最厉害 快要走到画楼时 一名副将打扮的男人突然过来 他朝萧一抱拳 萧侯爷 薛都督有请 南保一神色威灵 正熙大都督薛定威 年轻时横扫五官 从区区小族硬生生 坐上了大都督的宝座 虽然这些年韬光养晦 但确实是有真本事的人 但同时 也是基于他家富贵的贼子 他期待的妄想消逸 因为他也想去看看 薛都督是怎样的人 这俊美年轻的侯爷 朝他伸出手 与本侯一起 南保一笑容甜甜 郑重地把小手放在他的掌心 他傲娇 接受你的邀请 青年的掌心 沉稳有力 带给他无与伦比的安全感 只要是和二哥哥一起 别说去见薛都督 就算前方是刀伤火海 他也毫不畏惧 萧毅的想法 与他迥然不同 小姑娘长居深归 多带他见识一些人物 有利于他的成长 虽然他养得起金丝雀 但南娇娇明显不打算当金丝雀 他想当能咬人的狗 南保一打了个喷嚏 总觉得背后有人在骂自己 薛定威在话楼后的暖阁里 照见了萧毅 暖阁陈设雍容大气 地面铺着瘦毛毯子 看起来十分温暖柔软 桌帘后 置着一张宽大的金丝南木观帽椅 椅子上铺了白虎兽皮 据坐着的中年男人 并非南保一想象中那般虎背熊腰 反而如山不一 俊雅甜淡 他斜斜拿着烟枪 烟雾缭绕 眉眼半合 令人摸不清他的情绪 再往后 列着一张翡翠屏风 屏风后面摆着贵飞踏 隐隐绰绰的 只扶身行礼 落座后 婢女端来热茶和糕点 萧一把那盘糕点 往他手边推了推 大嘟嘟请萧某前来 不知所为何事 薛定薇吐出一口烟圈 语气听起来 竟然算得上和蔼 你们这些年轻人 说话都如此开门见山吗 他笑着转向南保一 这位姑娘 便是御楼村的老板 韩烟凉 南保一正按搓搓聊起面 杀吃花糕 文言起身 马马虎虎的 又朝他扶了一礼 薛定薇抽了一口烟 评价道 御楼村从前的戏都很不错 怎么从去年开始 就换了风格 唱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 蠢得很 我若是知道那编剧的杂剧家是谁 定要揪出来 账则三十 他写个剧 得罪他了 他落座 暗暗翻了个白眼 继续吃糕 薛定薇摆弄着烟馆 温生道 韩老板瞧着年纪不大 怕只有十三岁吧 南保一挑了挑眉 老狐狸目光真是毒辣 他戴着面纱 他竟也能看出他的年纪 不等他回答 薛定薇笑道 静熙侯今夜邪美同游 真是佳话一段 只可惜 如果要论婚事的话 韩老板终究太过年幼了些 南保一竖着耳朵 这薛大都督 难道是想得二哥哥牵红线 果然 薛定薇接着道 我家中有女 年方十五 正是可以嫁人的年纪 自幼学习琴棋书画 跳舞也是一绝 如果静熙侯愿意 你我结为一家 整座鼠俊 皆是你我囊中之物 岂不是皆大欢喜 南保一捏着一块花糕 忘记了去吃 这薛都督倒也大方 竟然拿女儿的姻缘 笼络二哥哥 也不知道那薛姑娘 是怎样的容貌 二哥哥是否会娶她呢 萧毅慢悠悠 抚着青瓷茶盖 薛定薇膝下 两子一女 两个儿子皆是庸才 不足以守住他半辈子 打下来的江山 薛定薇招他做女婿 不过是帮他两个儿子 消灭潜在的敌人 顺带利用他 帮他儿子稳固地位 黄童莲花里插着献香 清甜贵重 萧毅玩耳一笑 他放下茶盏 隔着花鸡 握住男宝衣的手 他捏了捏那只 白嫩绵软的小手 如嘟嘟所见 本侯心中 已有良人 倒不好委屈薛姑娘做妾 薛定薇笑了两声 竟也不计较 少年风流 他又道 听说静熙侯有一位妹妹 深得你的宠爱 正好我家老二齐山 今日有说清的打算 若是 他俩能凑一对儿 也算缘分 你以为呢 南宝衣身形微僵 这薛定薇 是铁了心 要借着连翼 把二哥哥绑在他的船上 他下意识望向萧毅 萧毅捏着他的手 唇角上扬 语调淡漠 娇娇是家中幼美 姻缘大事 不可而戏 难道我薛定薇的儿子 还配不上 他一个商户女 南宝衣在心里 飞快打着小算盘 薛定薇是正熙大都督 官居一品 还握有兵权 他的嫡次子 当然比承德宇强得多 但如果嫁到薛家 是对前世所遭受苦难的背叛 是对二哥哥的背叛 他绝不会嫁到薛家 萧毅始终注视着 他的表情变幻 在注意到小姑娘 眼底那抹决绝之后 他温生 我家娇娇 心高气傲 要嫁世间最好的男儿 位高权重 才貌双绝 一生一世 一双人 话音落地 暖阁久久寂静 薛定薇放下烟管 扶掌大笑 好一个一生一世 一双人 可惜世道艰辛 这些个愿望 也只能想想而已 既然静熙侯 无异于我薛家联姻 我这当长辈的 也不强求 另外 我倒告诫静熙侯一句 年轻时爬得太高 未必是件好事 你得谨慎着些 否则 从云端跌落泥土的滋味 可不好受啊 威胁之意 异于言表 萧毅起身 坦然作一 多谢都督教诲 他牵着男宝衣 离开了暖阁 两人往话楼走 萧毅问道 娇娇以为 薛定威如何 男宝衣想了想 回答道 瞧着平易近人 实际上看不出深浅 应当是一个 有本事的男人 只是我不明白 他手握蜀郡五十万兵权 为何还会忌惮二哥哥 他老了 萧毅漫不经心 当初攻打夜郎国 本该是他亲自 带兵出征 可他不敢 他老了 他怕自己战死沙场 失去半辈子 打下来的江山 所以把出征令 交给了司徒领 男宝衣恍然 他脑海中 无端浮现出 翡翠屏风后 沉睡的美人 不禁问道 对了 刚刚在暖阁里 我看见屏风后面 萧毅伸出食指 轻轻抵在他的唇前 嘘 他倾笑 龙勇逆龄 处之者亡 那屏风后的睡美人 是薛定威苍老的缘由 其重要性 犹如娇娇之于本侯 男宝衣听的云里雾里 但无疑 那位睡美人 是薛定威很重要的人 一把年纪了 搞什么神情啊 萧毅看着他 龙起青纱群居 脚步轻盈地往前走 他歪头 漫不经心地舔了下食指 因为碰过南娇娇的唇瓣 所以染上了芙蓉花香 舔得很 画楼灯火明光 大厅足以容纳数百人 两侧陈列着矮岸 地面铺满光可见人的地砖 银竹画瓶 美人如花 这种正式的宴会场合 是要脱履进入的 男宝衣换下一双 精致玲珑的绣花鞋 用云朵式的蓬风群居 遮掩好罗袜 随消逸入场落座 厅中众人忍不住地 朝他们张望 蜀郡赫赫有名的静锡猴 极带黑场 自视少年英才 俊美倜躺 神情里透着漫不经心的金贵 却在垂头望向身边姑娘时 霞眸里的情绪 尽数化作绕纸柔 那姑娘虽然青纱遮面 可露在外面的 一双单凤眼 勾魂射破 风雅入骨 举止间充满了娇贵 乖乖挨着静锡猴贵作的姿态 格外娇小可爱 这两人瞧着 竟然格外登队 厅中忍不住起了议论 没听说静锡猴定下婚约 这位姑娘是谁 听说是玉楼春的老板 怎么商户女也在邀请之列 你们还不知道呢 玉楼春干起了白小生的买卖 还接暗杀的活 已经发展成景观城的一方势力了 想要擒铁 自然简单 正说着话 听外传来笑闹声 难保一望去 众星捧月 不少官家贵女 簇拥着一位少女 款款来 那少女生得白白嫩嫩 比猪猪更加丰满圆润 虽然美貌 但姿态十分巨傲 这种场合 竟然塌履而入 料想 大约是薛家大小见 薛妹 走在她左边的姑娘 笑容甜美 可不正式难言 短短功夫 她竟然已经和薛妹搞好了关系 交际手段当真了得 走在薛妹右边的姑娘 生得清秀单薄 瞧着有两分熟悉 萧毅提醒道 她是参军士之女 夏明慧 难保一立刻想起来了 景观成夏家 有一远房亲戚 在军中任参军士一职 因为参军士官职不低 又是薛都督派系的官员 所以 前世夏家虽然富贵 但薛家和成家都没有动她 参军士之女夏明慧 以聪慧闻名 她突然狐疑地望向萧毅 二哥哥 你是怎么认识她的 萧毅吃了口茶 小姑娘这话问的 像是在吃醋 她解释道 蜀郡权贵人家的画像 我都看过 哦 难保一垂下眼睫 不知怎变 就很放心 她见岸上有玉米汁 正要给萧毅满上一杯 面前忽然投落阴影 薛妹居高临下 认真打量萧毅 我爹说 要为我相看一位夫君 想必 你就是那个静熙猴 皮囊倒是不错 就是不知道才能如何 难保一挑了挑眉 这姑娘说话好吗 二哥哥都明确拒绝联姻了 她还跑来挑三拣四 她正在心里念叨 冷不防薛妹又打量起她 薛妹正色道 大庭广众 邪技童游 虽然传出去是男子风流 但终究不成体统 静熙猴 你若想迎娶我 就得做好专房之宠的觉悟 邪技童游这种事 不许再做 她说完 也不等萧毅表态 巨傲地回了座位 难保一面杀下的小脸 颇有些扭曲 不是 谁协技童游了 谁是技了 这薛大姑娘讲话之前 就不能打听打听状况吗 好气啊 她太气愤了 随手拿来的大碗 咕嘟咕嘟 倒了满满一碗玉米汁 喝吧 她双手抱胸 萧毅盯着面前 一海碗黄啾啾的玩意儿 半上 她挑了挑眉 端起海碗 一饮而尽 自家小姑娘倒的玉米汁 跪着也要喝完啊 众人坐定后 薛定威过来了 她坐在上座 随意扶了扶秀 事宜夜宴开始 边中声响 听堂公愁交错 这种级别的宴会 端上来的食物看着精致 实际上都已经凉了 味道也不怎么样 来参加宴会的人 也不是为食物而来 主要是为了 与权贵们交集 在场的官员们 饶有欣慰地看着薛定威和萧毅 因为知道两人不目 所以全是抱着看戏的心态 南越国兵权分散 都在封疆大力手中 薛定威老谋深算 萧毅少年热血 这两人摆明了 都想当蜀郡的霸主 却不知道 究竟谁有资格笑到最后 若是前者胜 那么年纪轻轻 就封侯败向的萧毅 将折几尘沙英年早逝 男家的万千富贵 男家那位清国色的小女儿 都会落入薛家的掌心 若是后者胜 那么蜀郡将改换 风云兵权一主 霸占蜀郡数十年的薛都督府 将彻底烟消云散 为他人做嫁衣裳 由萧毅成就一代全臣 而他们更看好薛定威 毕竟是征战沙场多年的英雄 哪怕这几年未曾出征 但赫赫战功摆在那里 又岂是萧毅一个晚辈敌得过的 因此 他们幸灾乐祸的盼望 能在夜宴上 看见萧毅的惨壮 彩袖殷勤 歌进桃花 一曲歌舞完毕 平堂外走进来一个 虎背熊腰的男人 他朝众人抱拳 嗓音洪亮如钟 义父 歌舞无趣 德靖想与靖西侯比试拳脚功夫 当作宴席间的玩乐 还望义父成全 南宝一正 仔细给萧毅添玉米汁 听见这声音 精致的弦乐眉 不经轻锁 他抬眸望去 来人果然是程太守家的嫡长子 程德宇的哥哥 程德靖 程家兄弟 一文一武 程德靖早年认了薛都督做义父 一直在他的军营里历练 想必是 才随薛都督返回景观城 南宝一想起了前世的一些事 前世 程德靖是他的大摆子 只可惜 品格败坏没个人样 在他刚嫁去程家的时候 就屡次三番企图占他便宜 他向婆母皇室哭诉 却被皇室狠狠扇了一耳光 反过来骂他 不知廉耻 不守妇道 主动勾引他儿子 后来 他见到程德靖 都是远远绕着走 但前世 程德靖死得很早 那时他还是小宫女 程德靖代表薛郡前往宫中 向皇帝进献寿礼 在宫像里撞见他时 各种出言 轻见讥讽他 那日瓢泼大雨 他独自蹲在宫像里哭 正好全臣大人的教练经过 许氏哭声冲撞了他 他挑起窗帘 问他为何哭泣 他哽咽着 把程德靖的事情讲了一遍 全臣大人只骂了他一句蠢货 就坐着教练走了 但是第二天 他就听说程德靖暴毙身亡 死相凄惨 难保一胡一的丑相消逸 前世 他过得混沌糊涂 如今细想 莫非前世程德靖之死 是全臣大人下的手 看我干什么 萧一挑眉提醒 玉米之蔓出来了 啊 难保一回过神 手忙脚乱地放下白玉壶 萧一审笑 虽然哥哥长得英俊 但你也不必如此目不转睛 哥哥会害羞的 难保一比 这祸 还是前世那位高冷的全臣大人吗 被晾在大厅里的程德靖 额角清惊暴起 这两人眉来眼去 你弄我弄 到底有没有 把他放在眼里 他可是奉了义父之名 专门来给萧毅尝尝苦头的 他清了清嗓子 靖西侯莫非不敢 与我比试拳脚 实苦 萧毅慵懒唤了一声 人家薛定威好好在主位上坐着 他身为靖西侯 自然没有亲自上场比试的道理 没得掉了身份 承德靖冷笑一声 恕我直言 靖西侯都未必是我的对手 更遑论你的护卫 众所周知 你从前在南府的地位 连小厮也不如 身边的护卫 又能有几分本事 世家权贵的护卫 那都是从小训练的 你的护卫 怕是从市井流氓里招来的吧 满唐哄笑 如今世道 高门含护 云泥之别 蜀郡世家权贵的底蕴 自然不是区区男家能比拟的 世家权贵的护卫 从小培养训练 从大批人里选拔来 男家的护卫 就完全没有这些讲究 因此 满唐人都很看不起 萧毅的护卫 实苦好生气 他堂堂大雍国正三品高手 一亿敌百的存在 回到大雍 要被人遵一声大师的存在 这货居然说 他是市井流氓出身 他练的可不是那些野狐蝉 承德静轻蔑一笑 怎么 你不服 他当众吞下半只衣袖 骄傲地向众人 展示自己的力量 男宝一好奇望去 他胳膊上全是凸起的肉块 脉色肌肤健壮有力 胸膛比他还大 因为女爵们都在看 所以他就不怎么羞涩了 反而看得很是兴起 只是看着看着 就感觉旁边凉嗖嗖的 他小心翼翼瞅一眼萧逸 对方果然似笑非笑地盯着他 好看吗 男宝一装模作样地捂住眼睛 哎呀 羞死了 萧逸谈了谈他白嫩的额头 不许再看 可是男宝一太想亲眼看着 食苦是怎么打败承德静的 他悄悄挪开指缝 只见食苦笑容更加轻蔑 也吞下半只衣袖 和承德静那种爆发式线条不同 食苦的手臂线条尽受有力 行家人看一眼就知道 那是经过千锤百练 才能练出来的 可惜在场的大多不是行家 吃笑声此起彼伏 甚至还有人嘲笑 食苦是兽猴 几乎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 等着看笑话 唯独萧逸视着男宝一 陷入了沉思 早知道就不让食苦上场了 他该亲自上场 向小姑娘展示一番 他强健的体魄 无妨 今后床子尖总有机会的 他浮想连篇之际 场中已经斗了起来 众人伸着脖子等着看热闹 谁知不到食招 那太守家的大公子 竟然整个道飞出去 狼狈地撞在了墙壁上 食苦潇洒撩袍 恕我直言 成大公子 你那不叫健硕 你那叫胖 该去去肥了 别人瞧见你那胸 还原是女人呢 说完 昂首挺胸的跪坐回 萧一身后 满听寂静 薛定薇饮了一口酒 虽然他脸上始终挂着笑 但眼睛里的情绪 却相当复杂 区区护卫竟有这般能耐 萧毅 真的是南府捡回来的养子吗 第一场较量 以薛嘟嘟失利而告终 南烟却注意到了南宝一 别人不清楚他的身份 可他和南宝一斗了那么久 再加上萧毅的宠爱 他自然能看出她是谁 他微微一笑 朝薛妹富尔 我二哥是个有本事的 完全配得上薛姑娘 只是他身边那个女人 纠占雀巢 抢了薛姑娘的位置 着实可恶 听闻薛姑娘武艺出众 不如当众向他挑战 也好挫挫他的威风 这话正中薛妹下怀 他如今对萧毅很感兴趣 毕竟护卫都这般厉害 想必他更加厉害 他听从南烟的挑拨 句傲道 席间无趣 静西侯身边那位姑娘 你可敢与我比武 南烟垂眸而笑 南宝一根本就不会跳舞 这下 他要出丑了 南宝一看着南烟 他怯笑的样子太丑陋 不用想就知道 是他挑唆薛妹的 他宽秀遮面 小声道 二哥哥 薛妹武艺如何 萧毅想了想 转述道 蜀郡人称 石破天惊 当世无双 石破天惊 当世无双 那他的武艺相当不错啊 南宝一忌惮地望向薛妹 可是这姑娘比猪猪还要猪圆玉润 瞧着 像是画子里的贵妃 虽然美貌 但那腰身 他真的擅长跳舞 薛妹已经站了出来 他朝上座拱了拱手 父亲 女儿要跳一支鼓上舞 请云准乐视奏乐 再由将士抬一面牛皮鼓进来 薛定薇握着烟袋 迟一道 那儿 你从不在外人面前跳舞的 经验人多 父亲 蜀郡舞蹈名家周大师指 教了女儿三天 就称 女儿在舞艺方面天资聪益 无需教导 可自学成才 蜀郡人只听说过 女儿的舞姿当世无双 却从没有亲眼见过 惊艳 女儿就叫他们亲眼见识一番 女儿的舞姿 究竟如何惊艳 他说完 场中人纷纷附和 他们也只是听说过 薛妹舞异极吼 却从没有亲眼见过 惊艳 可以大开眼界了 乐师 不等薛定薇在说什么 薛妹已经一意孤行地 向乐师打手势 牛皮鼓抬了进来 乐音轻快响起 薛妹跃上牛皮鼓 甩臂蹬腿 宽秀飞扬 努力扬起脖梗的姿态 像一只斩翅欲飞的天鹅 却是只胖天鹅 满场寂静 所有人都呆呆看着他 这姑娘憨头憨脑 拼命用双脚蹬着牛皮鼓 疯狂甩着头发 简直不要太癫狂 南宝一迟疑 二哥哥 蜀军人当真觉得 薛姑娘的武艺 石破天惊 当世无双 萧毅无言以对 说实话 他也从没有看过 这么丑的舞 南宝一嘀咕 估计那周大师教了三天 实在是教不下去了 才谎称他天赋过人 无需教导 南妍同样惊呆了 他也是听说薛妹武艺超群 才挑唆他和南宝一比武 结果薛妹挑的这是什么玩意儿 众人几乎看不下去时 喷一声响 薛妹活生生踩破了那面牛皮鼓 全场人安静如鸡 南宝一善善 这哪是石破天惊 这是古破天惊啊 薛妹一只脚 深深陷进鼓里 另一只脚还在外面 诡异的安静之后 他转向萧毅 侯爷以为 我这只武如何 他面旁汗晶晶的 眼眸里藏着慌张和祈求 快夸他 快给他一个台阶下 可他找错人了 萧毅独胜贤书 但并非温润如玉的君子 更何况 这女人还想挑衅他的娇娇 他审笑 把白鹅置于热铁板之上 都比薛姑娘跳得有意思 舞蹈这种东西 薛姑娘还是别瞻为妙 薛妹同诛猛然缩小 她是都督府的小姐 萧毅怎么敢这么跟她说话 泪水在眼眶打转 他嚎啕大哭着回了座位 众人想笑又不敢笑 只得纷纷望向南宝一 期待他能一展美妙舞姿 好叫他们熄熄眼睛 毕竟这位身段十分纤细 至少不会跳着跳着 就踩破了牛皮骨 被众人盯着 南宝一表示压力很大 他前世入宫 只学了礼仪规矩 对舞蹈一窍不通 今夜让他跳 他跳什么呢 萧毅看着他 他脱腮冥想时 搭拉着卷翘的睫毛 侧颜白嫩娇美 脖梗纤细诱人 如同天鹅 他家的娇娇跳起舞来 定然十分好看的 他勾了勾嘴角 南娇娇 哥哥想看惊鸿舞 南宝一坦诚 不会 那就霓裳羽衣舞 不会 狐旋舞总会吧 这个也不会 萧毅挑了挑眉 合着南娇娇什么舞也不会啊 那他以后的闺房之恶 怕是少了许多 他垂眸喝玉米汁的功夫 南宝一却受到了启发 虽然说他不会胡旋舞 但他会转圈啊 转他个百八十圈 料想跟胡旋舞也没什么区别 他兴冲冲起身 朝众人扶了一礼 他正要叫乐师奏乐 薛妹却很是小气 不许你们给他伴奏 我福里养的灵人 凭什么要给外人伴奏 南宝一也不恼 不伴奏 他自己配乐总没有问题吧 他好歹也跟着韩颜良学过曲儿 唱歌什么的 完全不在话下 他开始在大厅中央转圈 我家小娇娘 真呀嘛 真好看 少女倾田的歌喉 宛如山野小溪 又似清澈童谣 冲散了厅中 宫愁交错的酒腻味 令人耳目一新 浑身清爽 他们注视着他 他穿着青纱大摆的乳裙 随着转圈 发便飞扬 裙摆翻飞 如洁白的云朵 而他的肌肤比云朵更加白嫩 弯起的眉眼 甜如冰糖 萧一坐直了身子 少女的面容 在他同眸里 一圈又一圈地闪过 他心中像是一样 开了一圈又一圈的连衣 连衣下方 关在囚笼里的野兽 蠢蠢欲动 他喉结滚动 眼中墨色渐深 情绪翻涌 这般妙人 真想关进金屋子里 千娇万宠 为所欲为 在场的男人们 同样惊艳 有的姑娘 即使戴着面纱 也能知道 他是青橙青国色 他们之中 甚至有人流露出垂涎之意 只是在注意到 静熙侯那霸道的 占有欲之后 又惋惜着 暗暗收敛了垂涎 有的娇花 有恶龙守护 碰不得 薛妹望了一眼男宝衣 顿时豪得更加厉害 男烟死死咬着唇绊 不就是转几个圈吗 谁不会 没等他在心里 细细埋太男宝衣 他突然注意到一道视线 他望去 承德宇冷冷盯着他 那眼的神情 冷漠刺骨 如同怨怼 男烟陡然回过神 承德宇怕是发现 男宝衣的身份了 而众人并没有经验很久 我家小娇娘 真呀嘛 真好看 我家小娇娘 真呀嘛 真好看 因为男宝衣只会唱这一句 反反复复地转圈 转得他们眼欲 原来 他和薛家姑娘 是菜鸡互拙呀 薛定威咳嗽一声 韩老板 男宝衣驻足 大嘟嘟 与全女的这场比试 你赢了 他笑容不达眼底 事实上 这俩跳得都不咋样 一个踩破了牛皮骨 一个只知道转圈圈 矮子里面拔将军 只好大度些 叫韩燕良拿了魁首 多谢大嘟嘟赞赏 男宝衣兴高采烈地回了座位 他扯了扯萧衣的袖脚 小小声 二哥哥 我跳得如何 萧衣喝了口玉米汁 他温声 轻盈娇俏 犹如汉宫飞燕 如丝风华 绝代无双 男宝衣瞬间红脸 二哥哥真是 他眼波羞难 瞎说什么大实话 跪坐在两人背后的识苦 默默垂下头 转几个圈圈 也能叫如丝风华 绝代无双 主子这是摆明了宠妹啊 叶燕临近尾声时 薛妹正色道 众所周知 蜀郡气候异常 这两日天降大雪 冻坏了不少庄稼 还压垮了许多房屋填射 我是薛嘟嘟之女 自然要为百姓着想 所以 今夜特别设了一场拍卖会 请在座的女眷 捐赠首饰 或者家中藏品用来拍卖 所得赢钱将全部用以赈灾 他说完 场中人便都夸赞他人美心善 刚刚踩破牛皮股仪式 被心照不宣地接了过去 而这场拍卖 在请帖上 也一早就写明了的 因此 女眷们早有准备 都拿出了自己带来的锦盒 难保一事意杨柳也拿出来 他又妄想南烟 南烟满脸 一言难尽地跪坐在那里 他没看过帖子 根本不知道 参加夜宴 还得捐赠首饰 如果他知道 他就不来了 他抬手摸了摸 保时发簪 这簪子 还有他佩戴的其他首饰 都是丫鬟去典当铺里借来的 如果明天不能按时还回去 掌柜的不仅会找上南府 甚至还会昭告整座景观城 说他南烟借东西不还 那个时候 他的脸皮往哪儿放 成家也会笑话他的 慌张之际 他灵光一闪 他笑意柔柔 对薛妹说道 薛姑娘 小女不才 曾学过管账 如果您不嫌弃 就有小女帮您代收 登记那些朱差首饰吧 只要由他来征收朱差首饰 就不会有人来问他 要捐赠物了 薛妹点点头 去吧 男言起身 领着一群侍女 不太款款地去收锦盒 拍卖会在画楼二楼举办 以薛都督为首的中老年人 对这种小儿女的拍卖会不感兴趣 因此都待在大厅继续吃酒 年轻的公子哥和世家小姐 却都纷纷一步二楼 萧义对拍卖会也是不感兴趣的 难保一挽住他的手 仰头撒娇 二哥哥 我想买首饰 他许久没逛芙蓉街的首饰铺子 今夜好不容易有挥霍银钱的机会 自然要好好把握 他最喜欢各种晶莹剔透的宝石 已经收集了整整两匣子 今夜若能碰到他没收集到的宝石颜色 那定然是要买下来的 萧义腻着他 听说乌鸦喜欢往窝里叼亮晶晶的东西 没想到他家这小姑娘也喜欢亮晶晶的东西 也是 南娇娇出身锦绣 是人间最富贵的小金丝雀 自然需得贵重的东西 才配得上他 养南娇娇 可是很费银钱的 可他最不缺的 就是银钱 他弯船而笑 哥哥给你买 两人走到楼上 侍女恭敬地卷起珠帘 花厅被布置成展厅模样 贵客们三三两两而坐 南保一注意着 发现他们似乎都是和心上人坐在一块的 琉璃灯高低错落 营造出明明暗暗的美感 全臣大人挑了角落的位置 他乖乖坐在里侧 落座不久 他发现好巧不巧 隔着全臣大人 正好坐着程德宇和南娇 这两人低声说着话 程德宇正在数落南娇 骂他不该撒谎 他的表情不仅很不耐烦 而且甚至算得上很利 吵着吵着 南娇捂着帕子 低声哭了 他伸着小脖子看戏 这两人还没成亲呢 就吵成了这样 若是成亲了还得了 也不知道前世 程德宇和南娇 究竟是怎么相亲相爱的 正看得起见 冷不防程德宇偏头望了来 他表情威正 随即脸去那份狠力争鸣 依旧露出官家少年 独有的温润如玉 朝他礼貌汗手 南宝一正琢磨着 要不要假惺惺地回他一礼 就被全臣大人按着头 把他给按回里面去了 他面无表情的平视前方 别乱动 要开始了 南宝一摸了摸脑袋 呕了声 第一件拍卖品是一对赤金手镯 南宝一并不在意 因为他的金手镯简直不要太多 第二件卖品是一只长命所如意金项圈 萧一瞥向南宝一 小姑娘暗暗摇头 显然看不上这等货色 也是 那项圈上的雕花纹 还不如小姑娘的脚镯子精致 两人之隔 难言心动 他也曾有过金项圈 只是被刘晓梦拖累 当初为他赎身时 拿去当铺点当了 他渴求地望向程德宇 低声道 程哥哥 这只金项圈 程德宇淡淡道 你脖子上不是戴着一只吗 南宴抿了名嘴 他脖子上的金项圈是戒的 又不是他自己的 他不死心 轻轻揪住群居 一副梨花带雨的姿态 与程哥哥订婚以来 你从未送过我朱差首饰 程德宇抚了抚宽秀 你容貌偏媚 带精气显得庸俗 说来说去 借口找了一堆 不过是舍不得为他花银子 如此一毛不拔 他要这个未婚夫 究竟有何用 第三件卖品 是一只金银剔透的白玉葫芦 萧毅注意到 小姑娘的眼睛 刷的一下就亮了 白玉葫芦 罕价五百两文银 这玩意又贵又不能佩戴 场中的贵女们毫无兴致 因此 萧毅以一千两文银的价格 直接拍了下来 男烟在旁边瞧着 眼眸里男眼眼线 第四件卖品 是一颗星空蓝的宝石 婴儿拳头那么大 纯净无瑕 颜色深邃 漂亮得像是星辰 就算放眼天下 这种蓝宝石也十分稀罕 稀罕又贵重的东西 男宝一都喜欢 他的眼睛比星辰还要亮 激动得 拽住萧毅的衣袖 我要那个 那个颜色很少见的 我正好缺一颗 这颗宝石 叫价两千两文银 程德宇看着男宝一撒娇的模样 鬼使神拆的叫价到 两千两百两 男烟正了正 程德宇 是为他买的吗 是了 他说 他不适合带精气 他定然觉得 那颗蓝宝石更适合他 这颗宝石 可比金像圈贵重多了 他侠肥双颊 声音温柔 程哥哥 这颗宝石 你别说话 程德宇沉生 你妹妹喜欢这颗蓝宝石 我自然要买下来送给他 你是姐姐 李莹让着他 男烟紧紧捏着袖 程德宇 到底有没有 把他放在眼里 另一边 男保一竖着小耳朵 把这两人的对话 听得清清楚楚 他吃笑 程德宇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也不嫌撑得慌 果然 对这种渣男而言 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他牺牲道 二哥哥 我不要程德宇送我宝石 我嫌脏 知道了 哥哥给你买就是 萧毅单手之仪 漫不经心地叫价 五千两 满座皆惊 程德宇不敢置信地盯向他 静西侯是有病还是怎么定 哪有人上来就从两千两直接标到五千两的 三千两以内的花销对他而言尚且能够负担 五千两虽说也不是拿不出来 但会影响到他今后的生活 他对男保一有好感 毕竟他是他未过门的小妾 但他不至于为了一个小妾 花费那么多银钱 男保一 只值三千两 他垂谋 果断不再交价 男保一审笑 他还以为程德宇很爱慕他 可如今看来 也不过耳 他在程德宇心中 大约只值两三千两文银 虽然依旧廉价 但可比上辈子之前多了 这么想着 他忍不住笑了 他悄悄瞅向萧毅 他在全臣大人心中 又价值几何呢 接下来又陆续拍卖了上百件宝物 男保一自幼在富贵窝里长大 乡中的都是又贵又稀罕的 偏偏削一宠他 看他眼睛刷得亮了 就毫不迟疑地为他买下 跟人竞价时 都是翻倍竞价 那叫一个财大气粗 杨柳看得目瞪口呆 他好想提醒男保一 他乡中的宝贝里面 还有好几件 是他自己拿出来捐赠的 但是看他 正在信头上 再加上萧侯爷满脸写着 不差钱三个字 只得默默咽下提醒的话 这等权贵 惹不起啊 竞价终于到了尾声 直到最后一件宝物被卖出去 男保一也没等到男烟捐赠的首饰 眼见着众人要散场 他突然出声 薛姑娘 这场拍卖虽然由你主办 但你也没有偏袒 自家姐妹的道理吧 众人都望向这边 薛妹正叫人轻点迎钱 文言抬头 不悦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偏袒谁了 就你拍下的那颗蓝宝石 还是明慧家的藏品呢 我说的 自然不是夏明慧姑娘 坐在承德宇身边的男烟 心脏陡然漏跳了一拍 他心中生起一股不妙的预感 果然 男保一似笑非笑 每件宝物拿出来时 都有侍女高声禀报 他是哪家捐赠的 我从头听到尾 独独没有听见男烟姑娘的名字 不知道他捐赠了什么呢 满场人的目光 不禁都望向男烟 男烟翘脸仗得通红 他死死揪着袖帕 眼洁轻颤 完全说不出一个字 这般反应 显然坐实了 他没有捐赠宝物的事 薛妹毫不客气地翻脸 男烟 你竟然没有捐赠宝物 我在帖子上写得明明白白 赋燕的女卷都要捐 你不捐你别来赋燕就是 你跑来做什么 蹭吃蹭喝 一顶蹭吃蹭喝的帽子压下来 令男烟无地自容 他死死咬住唇瓣 泪珠子啪哒啪哒地掉落 对不起 对不起 他哽咽 承德宇揉了揉眉心 他这未婚妻 之前瞧着沉稳端庄 怎么一遇到事 就知道哭 真是丢尽了他的颜面 他沉声道 薛姑娘 此事 是我做得不好 是我忘记提前告诉燕了 他从男烟发际上 取下一根宝石簪子 这点东西 就当作一二位 鼠菌血栽所尽的绵薄之力 他眼睁睁看着那根宝石簪子 被薛妹的侍女拿走 那不是他的东西 那是他问点档铺借来的首饰 被承德宇捐出去了 他明天拿什么 还给档铺 他五脏六腑都在生腾 一张翘脸红了又白 白了又青 最后脸色乌漆嘛 黑的 强忍着才没有活生生被弃晕 所以 他今夜巴巴地来赴宴 究竟是图什么 大约倒霉的人 喝凉水都会塞牙 他还没能缓过神 外面匆匆走进来一位年长的侍女 他朝众人行了一礼 高声道 敢问男烟姑娘何在 男烟正了正 我便是 你是 侍女面无表情 奴婢是三夫人身边的大丫鬟 夜里巡视时 发现姑娘不在寝屋里 仔细盘问过你的贴身丫鬟 才知道 你今夜翻墙出府 来这里参加夜宴 众人都愣住了 他们望向男烟的目光 更加复杂 这姑娘瞧着文弱轻瘦 居然干得出半夜翻墙的事 不都说她是景观城的才女吗 半夜翻墙 和未婚夫单独赴宴 这是大才女能干出来的事 往小了说是不守规矩 往大了说 那就是不知廉耻 程德宇脸色阴沉 他并不知道 男烟是翻墙出来的 男烟的身形摇摇欲坠 然而这还没完 那侍女依旧面无表情 严肃冷漠 三夫人怕男烟姑娘 深更半夜 姑男寡女惹出事端 因此派奴婢乘坐马车前来 接姑娘回府 三夫人还说 姑娘的娘亲昨日心丧 姑娘不该这么着急出来赴宴 这有为人伦道义 一番话 再度令场中人目瞪口呆 原来男烟的娘亲 才刚试试不到两天 娘亲心丧 她就急不可耐地 跟着男人跑出来参加宴会 这人品 怎么品都是下品 男烟脸色惨白 成夜柔好狠 这番话 只会叫众人 以为她是个爱护庶女的嫡母 而她男烟 是个不孝顺的女儿 任何世道 都以孝治国 一顶不孝的帽子压下来 她男烟今后还怎么做人 她的泪珠如断线的珍珠 不要前半往下落 男宝一 冷言以对 她这般哭响 往日里这惹男人联系 只可惜 这一次她犯的是原则性错误 在场的人 又怎么会因为几滴眼泪 就轻易原谅她呢 从明日起 男烟注定声名狼藉 夜宴结束后 男宝一选择坐 萧义的马车回府 全程大人给她拍下了好多宝贝 各种锦盒塞了半车厢 她一一打开清点 笑得心满意足 萧义坐在她身边 盯着她仰起的红唇 看了半上 侯杰微微滚动 单凤眼情绪莫测 她收回视线 如同解渴般 吻了吻手背上的红唇印 解过渴 她温柔的逆向小姑娘 哥哥给你买的东西 喜欢吗 蓝宝一从锦盒里 取出一对师傅留经戒指 师傅俗称猫眼石 十分稀罕珍贵 而这对戒指上镶嵌的猫眼石是 深金色的 灯火照耀下 漂亮的像是猫的眼睛 一看就知道是佳品 她专注地往手指上套 二哥哥给我买的东西 我自然喜欢 戒指有些大 她的手指又太过纤细 戴上去并不合适 她很是惋惜 想了想 拉过萧义的手 把那对戒指 套在她的中指和食指上 全臣大人手指修长 而又骨节分明 肌肤冷白 戴上这对深金色猫眼石流经戒指 更显雍容领贵 二哥哥带着真好看 她发自肺腑地夸赞 萧义欣赏着 转了转自己的左手 那是自然的 小姑娘给她套上圈 她就是她的人了 南宝一拆盒拆累了 端起茶掌喝了两口 望着堆积成山的锦盒 有些犯了愁 祖母不让我随便收别人的礼物 二哥哥今夜送了这么多 给她知道 要数落我的 不告诉她就是 萧义摸摸她的脑袋 乖 等天气暖和 哥哥在给你买漂亮的乳裙 纵容南宝一挥霍银钱 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这小小的姑娘 就爱漂亮衣裙 朱差首饰 豪哄得很 看着她打开一只只锦盒 小脸上时而欢喜 时而惊叹 她会觉得是一种享受 南宝一吃着杏仁茶 若有所思 二哥哥今夜对她好 她可以坦然受之 因为他们的付出是相互的 她告诉了二哥哥 营马桥下藏着炸药 这个消息很值钱 所以值得她今夜收到这么多礼物 但对于南宝和程德宇 他们这一世的身份地位并不匹配 再加上缺少感情基础 所以 程德宇对待南宝 才会那么不耐烦 更别提送她礼物 可见 唯有势均力敌的爱情 才能好好走到最后 而门第悬殊过大的姻缘 很容易化作一地鸡毛 她眼中流露出一抹黯然 或许 她不该奢求去圣经城 嫁给天下掌权之人 留在景观城 陪在祖母身边 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商人 才是她应该走的 马车稳稳停下 萧毅挑开车帘 南娇娇 下车了 南宝一惊讶 这么快 萧毅已经跳了下去 朝她伸出手 过来 南宝一扶着她的手 一手提着宽大的青纱群居 娇跪下车 举目似望 这哪是景观城 分明就是荒郊野外 今夜月明星西 眼前是一条荆棘小路 蜿蜒着通往山坡 山坡上还有未曾融化的积雪 南宝一依旧穿着单薄的青纱如裙 锁骨露在外面 冻得打了个喷嚏 她听着远处 隐隐传来的狼嚎声 丹凤眼中难掩惊恐 她咽了咽口水 试探道 二哥哥 你不会是看我貌美 打算把我卖到山里面做媳妇吧 祖母知道了 一定会揍你的 萧一看白痴般看她一眼 她轻慢道 就你这副身板 白送给山里人当媳妇 人家还嫌浪费粮食 人家要屁股大的 能生养的 你能吗 她怎么不能了 她还能连生酒子呢 寒风拂过 她又打了个喷嚏 萧一看她小脸 冻得白生生的 于是解下大肠 要给她裹上 南宝一急忙后退 她摆着手 二哥哥好意 娇娇心灵 只是我穿的纱裙蓬松宽大 不适合裹上大肠 那样就不美了 深更半夜荒娇野岭的 打扮那么好看 做什么 小丫头骨子里爱美 晨起读书做不到 晨起梳妆比谁都要积极 甚至就连睡觉时 都要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次日起床 满头痰发顺顺滑滑 犹如丝绸 她懒得管她 抬步朝山坡走去 南宝一拢着群居 急忙跟上 小静两侧种满了荆棘 时不时会勾弄她的纱裙 等她费了大劲走到山上 瞧见几名暗卫 已经拼接出一座大弩 青铜大弩构造复杂 比他人还高 她伸手摸了摸 胡一道 二哥哥 你半夜不回家 莫非是要在山中打练 萧毅注视着一个方向 你哥哥 我没那么无聊 南宝一顺着她的视线望去 两百丈外 银马乔在夜色中相当醒目 她立刻鸣雾 薛都督在银马乔下射了炸药 只要二哥哥经过 就会立刻引爆 但二哥哥却在此守株待兔 射杀薛都督的人 萧毅低效 诚如沈一朝所言 她不会向薛定威让步 在那只老狐狸面前 只要她稍微露怯 就会被撕得连骨头都不上 所以 她要在银马乔上 送薛定威一件大礼 叫她知道 静西侯萧毅 并不是可以轻易对付的敌人 一旦薛定威忌惮 那么她就能获得喘息的机会 而这也是她发展势力的绝佳时机 远处传来马蹄声 隔着两百丈 南宝一模模糊糊 看见一对手持火把的将士 她轻声 他们出现了 那一对将士左顾右望 显然是在寻找萧毅 为首之人 虎背熊妖 赫然正是成德镜 她今夜丢尽脸面 心中十分怨恨 因此自告奋勇 要在银马桥边埋伏萧毅 结果在附近等了好久 都没见萧毅的马车过来 奶奶的 她骂了句脏话 往地上吐了口唾沫 策马朝银马桥走 许是从某条山野小路跑了 提前回了景观城 走 在她回到景观城之前 务必截杀她 一群将士 往银马桥上 策马奔腾 山坡之上 萧毅已经点燃了箭头上的火油 南宝一见状 若有所思 原来全臣大人 不是要用青铜弩射杀别人 而是要利用青铜弩 引爆银马桥下的炸药 她自告奋勇 二哥哥 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就交给我了 萧毅打量她片刻 似笑非笑地让开 我们家娇娇 真是好厉害啊 南宝一凑到大弩前 与功不同 这座大弩得用脚灯 才能上弦 南宝一挽起锈管 使出吃奶的力气 黑羞黑羞灯了半天 却发现弓弦纹丝不动 安卫们静静看着她 这小姑娘 不像是要使用大弩的人 反而像是挂在大弩上的吉祥物 被这般围观 南宝一很下不来台 旁边传来一声嘀嘀笑 不用想 也知道是谁 南宝一脸淡红红 生如文锐 请二哥哥帮我上弦 萧毅轻而易举地 帮他上好弦 南宝一又犯了难 他前世跟西厂总督学过射异 但大弩这种东西 他真没碰过 他纠结 这玩意儿 怎么射出去 萧毅不悦 小姑娘家家的 说什么虎狼之词 有时候 他不是很明白 全臣大人在想什么 萧毅认真地站到他背后 双臂绕过他 把着他的手 放在机械扳机上 他挽着腰 几乎和南宝一面夹相贴 他嗓音轻润如水 弩和弓不同 这是扳机 握住他 可以轻易射出弩箭 因为不会抖动 所以更容易命中目标 南宝一握着扳机 掌心汗晶晶的 全臣大人教得很认真 也很耐心 可是为什么他有点心愿一马 他的脸就贴在他的脸旁边 静得他都能感受到他的呼吸 这是望山 用来瞄准方向的准物 可以借助他 决定弩抬高的角度 萧毅眯了眯眼 程德静已经领着一对人马 急迟到了银马桥上 眼看着他即将奔过银马桥 萧毅沉声下令 射 南宝一立刻回过神 他瞇了瞇丹凤眼 冷静地通过望山 瞄准石桥 他毫不迟疑地扣动扳机 带着火焰的弩箭 立刻呼啸着离行而去 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死死盯着黑夜里 急飞而去的那团火焰 直到火焰被弩箭撞进桥下 四周仿佛寂静了一瞬 片刻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陡然响起 整座银马桥轰然倒塌 那对人马惨叫着 被卷进冲天的火焰里 与炸开的石头 一起坠进长河 连逃跑都做不到 而爆炸的前一瞬 萧毅及时捂住了 南宝一的小耳朵 南宝一看了片刻 心中不仅没有害怕 反而升起别样的兴奋 他仰起小脸 是求表扬的神情 二哥哥 我是不是很厉害 萧毅挑了挑眉 小姑娘从未接触过青铜母 却能在第一次使用时 就如此得心应手 轻而易举命中目标 他以为他不行的 所以刚刚 他甚至已经做好了 补救的准备 薄唇铭起浅笑 伸手刮了刮他的鼻尖 娇娇自然是最厉害的 有多厉害 比哥哥还要厉害 南宝一顿时欢呼雀跃 比全臣大人还要厉害 那真的是很厉害了 他心中美得很 因此下山时 连脚步都轻盈许多 萧毅跟在后面 看他提着群鞠 穿过荆棘小镜 嘴里哼着童谣 腰枝清白 像一只开瓶的孔雀 臭美得要命 然而他没能开瓶多久 走着走着 就被荆棘勾住了沙裙 青沙质地的裙摆 稍微勾一下 整个就破了 池拉一声响 漂亮如云朵的三层青沙 被勾下长长的大块布料 四周寂静了一瞬 暗卫们训练有素地被转过身 假装什么也没看见 南宝一缓缓低头 沙裙只剩下极西的长度 他穿在里面的大红鸳鸯印花绸裤 很香土地暴露在了空气中 这条裤子的布料是亲戚送的 祖母命人给他和猪猪一人 做了两身礼衣 但他嫌弃老土 一直没穿过 今夜出门急 他的衣柜又太大 一时找不着礼衣放在哪 赶时间随手一抓 就抓到了他 他以为穿在里面别人看不见 没想到 他轻轻蹭了下绣花鞋 硬 他的小仙女形象 萧一盯着那丑丑的绸裤看了半晌 眼见着小姑娘要哭出来了 他收回视线 吞下大肠 不动声色地给他裹上 他一手揽过他的背 一手穿过他的膝盖窝 将他打横抱起 大步朝山下 马车走去 南宝一窝在他怀里 羞懒得不敢抬起头 被勾破的纱裙 常常脱在他的身后 月色下 宛如东海娇人 拍打过海浪的鱼尾 唇洁美好 南宝一低声 二哥哥 这大红绸裤不是我的 是荷叶的 我借来穿穿 萧一 这欧的语气 真是充满了不信任 萧一本是卓绝 他没有惊动 松和渊任何人 就把南宝一和那些锦盒 送进了他的寝屋 两人站在窗盘告别 南宝一把大厂还给他 小脸上流露出一丝舍不得 和二哥哥在一起的时光 是那么的快乐 他竟不想离别了 他直声 二哥哥 明天我去招文院 跟你一起读书 萧一谈了谈他白嫩的额头 问道 娇娇的设议 是跟谁学的 说来二哥哥不信 我是在梦境里 跟西厂总督学的 他叫顾重山 是个很厉害的角色 顾重山 萧一眼底情绪翻涌 西厂总督 确实名叫顾重山 所以南娇娇的那个梦境 真的是他经历过的前世 南宝一救了鳩如群祭带 说来好笑 因为顾重山的庇护 我才没有在宫中被欺负死 可我梦境中的死亡 却也是因为他才间接导致 萧一注视着他 他笑容暗淡 清润的铜珠灰蒙蒙的 像是乌云遮蔽了明月 他忽然捏住他白嫩的下颌 他俯身 在他额间落下一吻 他凝视着他的丹凤眼 笑容温柔 虔诚飘渺 今生可期 从今往后 娇娇的梦境 由哥哥守护 所以 今后的每个夜晚 都只许梦见哥哥 好不好 蓝宝一铜珠微微放大 心跳在对视的刹那 骤然失衡 他几乎控制不住自己 脑海一片空白 莫名其妙就点了头 他看着萧一翻窗而出 炽热的红韵 悄然爬上面颊 任寒风呼啸 也无法消退分喉 何叶在松河院外等小主子回家 左等又等等不到 忧心忡忡地回来时 突然愣住 他家小姐不知何时回来的 站在窗盘西子捧心 正对着月光失笑 视线往下 他家小姐的儒群 竟然破了大半 活像被糟蹋后的样子 何叶如遭雷劈 一个剑步冲上去 抱着南宝一 哭得愈死愈活 我可怜的小姐啊 您才斗寇之年 怎么就被歹人糟蹋了 奴婢都说 不要出去不要出去 哪有姑娘家夜间出门的道路 南宝一摸了摸额头 含羞待怯地笑了两声 何叶嚎啕大哭 竟是连神志也错乱了 小姐 无苦命的小姐 她豪丧似的 南宝一回过神 美好气地拍了下她的脑袋 一天到晚 乱想些什么呢 我和二哥哥在一起 怎么会被人糟蹋 何叶嗷了声 他摸了摸脑袋 脸上还挂着泪珠子 很不好意思地笑了 竟是奴婢多虑了 二公子的身边 确实是天底下 鼎鼎安全的地方 主仆俩走进内室 何叶才看见 堆积着的上百个锦盒 大大小小 光是看包装 就觉得很贵重 他好奇 这些都是什么 南宝一捡起一只 弹幕盒子 大大方方地塞他怀里 这些都是二哥哥买的 这只弹幕盒子里面 是一对翡翠镯子 橙色不错 送给你 这些仅和你拆着玩吧 若有喜欢的 就自己留下 不喜欢的 拿去赏给院里的丫鬟 美人一件 哦 那颗蓝宝是飙动 他伸了个懒腰 去隔壁耳房木深 荷叶打开弹幕盒子 他猛吸一口气 又激动地重重眼上盒子 岂是橙色不错 这翡翠镯子 起码价值千两 他捂住胸口 觉得自己快要喘不上气 他扑进锦盒堆里 拆了一盒又一盒 越拆越呼吸不过来 这些可都是宝贝 二公子竟然对小姐如此大方 人家也好想要哥哥 和叶仰天长笑 次日 萧一来松和院请早安 跨进院子时 纪嬷嬷正在浇花 余光瞥见他 一盆水 直接往他这边泼了来 他侧身避开 水珠见识了袍居 纪嬷扶了一礼 似笑非笑 一时手滑 给侯爷赔罪了 萧一面无表情地 胆了胆紧袍 朝花听而去 纪嬷嬷冲他背影 脆了一口 旁边的小丫鬟 很是不解 嬷嬷今日是怎么了 以往 您很敬重侯爷的 呸 什么侯爷 纪嬷嬷盯了眼 萧一手背上 那若隐若现的红唇印 满脸都是鄙夷 他们男家也算消息灵通 今儿晨起 他服侍老夫人梳头时 听外面的丫鬟说 昨夜静西侯邪美同游 共赴叶宴 据说还是玉楼春 那个不要脸的小妖精 他和老夫人 都不愿意相信 毕竟萧毅可是在老夫人 面前亲口说过 此生绝不纳切 只宝一姑娘一人 怎么可能做出 邪美同游的风流事呢 可他们说的 有鼻子有眼 说那小妖精 把红唇印都留在了 静西侯的手背上 那叫一个风流香烟 刚刚 他果然看见 萧毅手背上 有个红唇印 他对得起宝一姑娘 萧毅跨进花厅门槛 花厅里坐了一圈女眷 却独独眉见男娇娇 许是因为昨夜闹得太晚 小姑娘还未醒 想着小姑娘 酣睡时的娇酣模样 她薄唇不禁明起轻笑 朝上座的老夫人拱手作衣 请祖母安 花厅里的气氛有些诡异 老夫人冷笑两声 老身可当不起 静西侯的请安 萧毅抬眸 老人家没烧眼角都是不悦 好像她欠她几百万两银子似的 明明昨日 还对她合颜悦色的 将是抱着几幅画卷 含笑打开 婆母 这是我娘家侄子的画像 三个侄子都是一表人才 虽然自幼学武 但品格相当不错 绝不会欺负姑娘家 您若是满意 改日我把他们喊过来 叫娇娇相看相看 程夜柔甩了甩秀帕 笑容温和 若是标具的三位公子不成 正好我认识些官夫人 都是书香门第 家是清白的官宦世家 他们早就听说娇娇的美名 很想与咱们家结亲了 给南娇娇相看人家 不都说好了 她是内定的五姑爷吗 正一律时 南宝一脚步轻盈的来了 她讨喜的向长辈们请过安 又转向萧毅 笑容甜甜的服了一礼 二哥哥万福惊安 今天的二哥哥 依旧俊美潇洒 风姿卓绝 萧毅正要去服他 老夫人不悦 萧毅 拿开你的手 南宝一狐一的望向老夫人 祖母 您怎么凶二哥哥 为什么凶他 老夫人气得不轻 你看看 他手背上 那是个什么玩意儿 南宝一望去 全臣大人的手背上 赫然是一道红唇印记 貌似 是他昨夜留下的 老夫人痛心疾首 娇娇 你二哥哥昨夜带着小妖精 大刺刺跑到人家夜宴上 还留下了这般印记 这两人真是 真是有伤风化 不知廉耻 如果萧毅不曾表露 对娇娇的心思也就罢了 可他明明答应了 今后只有娇娇一人 结果呢 南宝一默了默 哎 他居然被祖母 骂成小妖精 但他绝不能承认 昨晚的小妖精就是他 否则叫祖母知道 他穿成那样 跑出去参加夜宴 定然是要揍他的 他咳嗽一声 走到老人家身侧 温柔地为他顺气 祖母 二哥哥年少热血 鞋美同游 也不失为一桩风流运势 您何必动怒 老夫人满脸一言难尽 娇娇对萧毅 明明存着心思 可他竟然这么大度的 他握住南宝一的小手 郑瑟道 娇娇 他若是把那小妖精 娶进门当小妾 你也能忍 南宝一温生 乔祖母说的 男人三妻四妾 这很正常吗 完了 他的娇娇 怕是傻了 正巧 南城里也来松和院请安 他并不知道 萧毅和南宝一的事 请过安后 他喜气洋洋地朝萧毅倒了一拳 二弟 真有你的 听说你昨夜邪美同游 还狠狠错了薛都督家那位胖姑娘的脸 玉楼春的韩老板 可是出了名的高贵冷宴 二弟宴福不浅啊 不如早点取进门 也好为你开支散宴 老夫人的脸色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黑沉下去 他冷声 成立 你过来 南城里笑呵呵地走到他跟前 祖母 老夫人抄起拐杖 狠狠往他身上打 我叫你宴福不浅 我叫你开支散宴 你是不是想气死祖母 没见过这么着急 帮妹妹找亲笔的兄长 南城里莫名其妙挨了几棍子 悲催得拱手作一 祖母 孩儿错了 二弟年少热血 正是建功立业的好时候 不应该参与儿女情长 可 二弟啊 你今后可得忧着点 他回到座位 南广又笑眯眯地进来了 给母亲请安 在前院照顾景儿 多耽误了些时辰 他拱了拱手 又转向萧毅 听说二侄子昨夜邪美同游 还大张旗鼓地 打了薛大都督的脸面 呵呵 不是我这当长辈的数落你 少年轻狂要不都 薛大都督 那是咱们家能得罪得起的人 他要把胖女儿嫁给你 你娶了就是 何必非得跟他作对 那可是振熙大都督的千金 你入罪都不为过的 他一副夸张语气 恨不能萧毅赶紧入罪薛家 只要萧毅入罪薛家 他就可以放心大胆地策马奔腾了 老三 你过来 老夫人沉声 南广喜气洋洋地走过去 娘 老夫人抄起拐杖 狠狠给了他两棍子 你以为萧毅跟你一样 是个窝囊废 叫他入罪 你怎么不去给人入罪 南广吓得急忙躲到南宝一身后 娘 我错了 我错了 这么说着 却在心里犯嘀咕 要是柔柔让他入罪成家 他二话不说 立马拎包入罪 那可是太守府啊 对于萧毅不能入罪薛家 南广深表遗憾 老夫人气得不轻 一个二个的 都不叫他省心 果然还是孙女和媳妇贴心 他冷眼逆向萧毅 那玉楼春的小妖精 美不美 这道题 是宋命题啊 扮赏 他正色道 不及娇娇美 这话还像巨人话 老夫人心里欲贴了两分 又道 可知错 萧毅瞥了眼南宝一 小姑娘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 担奉眼水汪汪的凝视他 像是生怕他说出真相出卖他似的 他薄唇明其浅笑 他是个男人 哪怕自毁名声 他也不会叫男娇娇承担过错 被人责骂 他面色如水 知错 我不该带着小妖精赴宴 不该风流顽固 好色诚信 请祖母责罚 精向欲致的青年 坦坦荡荡光明磊落 认错的态度是很好的 老夫人不好再罚他 摆摆手 叫他回座 萧毅坦然落座 端起侍女送上来的茶盖碗 苗金玉碗恰似琥珀 心茶沉浮犹如碧玉 茶香缭绕扑鼻 他娃儿 雀蛇 雀蛇是很难得的牙茶 古人有诗云 玉壶烹雀蛇 今晚猪龙团 它是很贵重的茶叶 最讲究一个嫩字 老夫人是爱茶之人 笑道 满座人里 救你有眼力 今春的雀蛇 快马加急从前北送来的 尝尝 南广已经一口气饮了个底朝天 他扎扎嘴 母亲 你刚刚说什么蛇 老夫人看见他就烦 牛饮仪气 白白浪费他的好茶 他吩咐道 来人啊 把三爷的茶换了 侍女立刻给南广 换上一盏最寻常不过的绿茶 市井茶铺里 三文钱一碗的那种 南广毫不嫌弃地喝了大口 赞叹道 母亲 还是这茶喝着带劲 喝完了的茶底 还能拿回去炒蛋吃脸 程夜柔自觉丢人 默默别过脸 南宝一同样觉得丢人 他转头 看消一品茶 全臣大人 今日穿着家常 张丹黄紧袍 品茶的姿态 充满了美感 比他跌跌养眼多了 看着看着 他生出些许内疚 都是因为他 今日二哥哥 才会被祖母数落 于是 他吩咐侍女 去小厨房端一壶玉米汁 二哥哥喜欢喝那个 听见玉米汁三个字 萧一拖着茶碗的手 微微一抖 南宝一眉眼弯弯地脱腮 二哥哥 我还算体贴吧 被满厅人盯着 萧一字一顿 娇娇真实 十分体贴 这姑娘 就不能彻底忘了玉米汁吗 听李正说着话 纪嬷嬷从外面进来 她脸色难看 老夫人 府里来了人 说是如意点当铺的 点当铺 老夫人愣了愣 来人是点当铺的老板娘 她打扮利索 笑着扶了一礼 请南老太君安 今日登门 实在是情非得已 乃是因为府上姑娘 在我铺子里 奢欠首饰的缘故 僵使道 我们府里的姑娘 并不缺朱钗首饰 怎么会在你铺子里奢欠 其中 怕是有什么误会 高娘子呈上一封借条 这是贵府的南烟姑娘 亲手写下的借条 约定今日清晨返回首饰 可我在铺子里左等右等 却怎么也等不到她 我担心她出了事 因此特意登门探望 听中人表情各异 什么登门探望 这高娘子 分明是上门要债的 他们家百年清育 从没被人上门讨过债 没想到头一回 竟然是因为南烟 老夫人脸色难看 南烟 真是给她长脸 她心中恶火 吩咐侍女 去 把南烟叫过来 两个钟后 南烟眼圈红红地过来了 她柔柔弱弱地扶身请安 还没开口 高娘子皮笑若不笑道 南烟姑娘 你从我铺子里借的那些 朱钗首饰 打算何时归还 大庭广众被讨债 南烟脸颊发烫 她垂着眼帘 把包好的首饰 还给高娘子 高娘子打开检查 随即朗声道 南烟姑娘 最贵重的那根宝石簪子 不知去了何处 难道你想贪了不成 南烟死死捏着双手 如若从前 她岂会在意 那根小小的宝石簪子 不过是因为如今落魄 才去典当铺借来首饰 撑撑门面 可这小小的典当铺夫人 竟也敢非议自己 她脸色如滴血般通红 正要反驳 程夜柔开了口 素儿 领高娘子 去外面截银子 那根宝石发簪多少银钱 两倍赔给她就是 侍女笑着硬好 高娘子欢喜地 和侍女离开花厅 只剩下南烟尴尴尬地 处在原地 程夜柔轻辅茶碗 做错事 昨夜回来时就该告诉我 我也好提前替你还了银子 省得连累全家名声 你倒好 不声不响地回了寝屋 如今大清早被人上门讨债 名声传出去 好听吗 她声音轻悦 却透着严厉 南烟的泪珠子在眼眶打转 可怜兮兮地望向南广 爹爹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像娇娇和四姐姐那般 有许多金钗首饰 可我与他们同龄 我也想打扮自己 女儿梨花带雨 渐渐哭成了泪人 南广心疼坏了 她温声道 柔柔 一二年纪小 不懂事也是有的 你是她母亲 得帮她置办些首饰才是 你看她 穿得如此肃静 身上一点珠钗都没有 乃像是咱们府里的姑娘 程夜柔冷笑 你就不问问 她昨夜出府 都干了些什么 干了什么 她娘心丧 她却打扮得花枝招展 跟程德与孤男寡女 共乘一车 前往薛家参加夜宴 阿广 这是小姑娘家 能干出来的事吗 她不懂事 别人还以为 是我教得不好呢 果然天底下 后娘才是最难当的 程夜柔说着说着 捂着帕子 委屈地哭了起来 新婚燕耳的 南广正与她如交似妻 哪舍得她哭 她连忙训斥难言 一二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姨娘才走多久 你怎么能外出参加宴会呢 别人要骂你不笑的 这么多人看着 南烟不敢顶撞 只一个劲地哭 南宝一饶有欣慰的吃高 程一看起来坚韧如柳 没想到 也有笼络夫君的手段 哭得这样美 哪还有南烟发挥的余地 花厅正闹哄哄地吵着 又有侍女进来 她禀报道 老夫人 程家来人了 程太守夫妇亲自立临 教年已经停在了府门口 南宝一心中一咯噔 虽然南府不喜程家 但程太守毕竟是一方大员 自然要亲自出营 老夫人领着和府上下 台步朝花厅外而去 南宝一落在后面 小声对萧一道 二哥哥 他们来做什么 萧一面色如常 昨夜银马桥爆炸 程德静也在其中 侥幸没被炸死 如今受了重伤 昏迷不醒 在程府躺着 南宝一吃惊 是个明白人都能想到 昨夜银马桥的爆炸 是谁的手笔 也就是说 程家是来算账的 他心中略有些不安 许是察觉到他的情绪 萧一借着宽秀的遮掩 轻轻握住他的小手 他的手沉稳宽大 掌心干燥而暖和 南宝一感受着 他传递而来的温暖 心头浮起的不安 犹如融化的冬雪 悄然烟消云散 嫩黄纸鸳掠过天空 他的唇齿间 满是刚刚饮用过的 辛茶的清香 今春已经到来 他和二哥哥 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 所以老天爷也一定会站在他们这边 好好地庇佑他们 府门外 太守府的教年已经挺稳 程德宇胯下骏马 顺势望向南府朱七大门 不知为何 第一眼注意到的 并非是朝他欣喜盼望的南烟 而是人群后面那个娇美的小姑娘 南家最年幼的小娇娘 正值豆蔻之年 春阳明媚 她站在红漆屋檐下 身穿豆绿琵琶绣袖袄袄 套着件嫩黄色金线袖姜花的被子 红线竖着的一缕细发俏皮地垂落在胸前 越发显得小脸白嫩精致 她正仰着头 与萧逸说话 弯起的眼眸 灿若星辰 程德宇的心尖尖 狠狠地颤了一下 拼拼停停十三鱼 豆蔻烧头二月初 这样的南宝一 像是服侍去尘埃的明珠 她真好看 想起今日前来的目的 她的笑容不禁温柔了几分 如果南宝一知道 她这次是来和南烟退婚 并打算重新与她定下婚约的 定然十分欢喜 南府众人 除了萧逸 都向程太守行礼 程太守扶住南老夫人 寒暄道 老太君身体依旧康健 定能活到一百岁 皇室笑道 景观成有这般长寿的老人 都是因为夫君担惊节律 为民操劳的缘故 如此 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幸福长寿啊 程太守嫌弃地横她一眼 夫人头发长见是短 这种自夸的话 该她来说吗 南家人也一阵无语 他们家老祖宗健康长寿 与程太守有半文钱关系 没被程家气得折寿 就不错了 南烟瞅准机会 上前几步 她眼圈越发地红 委屈地朝程太守夫妇屈膝行礼 一而给伯父伯母请安 南宝一从萧一背后 探出半张小脸 看热闹 虽然说南烟和程德宇定了婚 但双方长辈还没说几句话 南烟就急不可耐地站出来 给对方长辈行礼 姿态未免太难看了些 含着泪珠子 生怕对方注意不到她的委屈似的 她这是要让程太守夫妇 为她做主啊 可惜 程太守夫妇还没说什么 程一呵斥道 一而 长辈还没说话 你跑到前面做什么 还没有女儿家的样子了 快回来 南烟背对着她 难耐地咬了咬唇 她还不敢与程夜揉丝破脸 于是低着头回到她身边 寒暄过后 众人进了正厅 南娟和女娟各自分开说话 晚辈们则被赶了出来 南烟迫不及待地要去找程德宇 刚迈出步子 就被程夜揉叫住 她问声 爷儿 你不跟未来婆母说说话 急着上哪儿去 南烟脸色苍白 她只是想跟程哥哥说说话 培养培养感情 程夜揉这般阻拦 分明是故意的 真可恶 她眼睁睁看着程德宇离开 指得不甘不愿地留在花厅 黄氏冷眼腻着她 以往只注意到南烟的才华和美貌 却没留意到 她竟是个如此轻浮的女子 还没澄清 就这般着急地要去勾引她家二郎 果然是外事女 半点规矩也没有 她喝了口茶 满眼都是嫌弃 昨夜薛家别装之事 她已经听说 南烟不顾姨娘心丧 半夜翻墙参加宴会 不笑至极 这般女子 他们成家若是娶了 只会沦为蜀郡的笑柄 弄不好还要影响二郎的仕途 所以他们全家 才会着急赶来 以便尽快撇清和南烟的关系 她放下茶盏 今日过来 乃是为了两个小辈的婚事 南烟罔顾人伦礼法 姨娘心丧 却在次日就跑出去参加夜宴 景观城中早已名声败坏 这种姑娘 我们成家不敢要 南烟不敢置信地争大美眸 成家要退婚 皇室温胜 我与夫君今天早上商议过后 决定还是替二郎迎娶娇 娇娇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我们全家别提有多喜欢 不知南老太君 意下如何 迎娶男娇娇 前院书房 窗名激进 萧一句坐在紫檀幕圈以上 正把玩猫眼时留进戒指 对面 成太守正在吃茶 这儒雅风度的中年人 轻腐茶盏 脸上露出标准的父母官笑容 是 迎娶男舞姑娘 昨夜二郎回府 把南烟的事情说了一遍 本官琢磨着 南烟不孝又虚荣 不堪为成家妇 因此决定替二郎另娶 萧一抛起戒指 又稳稳接住 他吃笑一声 语调轻慢 成太守莫非以为 南娇娇是菜市场的萝卜 可以随意替换 男家带之如宝的小女儿 你们想娶 他们未必想嫁 所以 本官这不是特意来找静西侯商量 成太守随手翻了番花机上的一本诗集 昨夜银马桥爆炸 想必静西侯有所耳闻 不知谋害官家嫡子 罪名几何 则 成太守想威胁本侯 不敢 不敢 成太守笑容更盛 舔了舔指尖 悠闲地翻过一页书 侯爷在军中颇有威望 本官哪敢威胁您 倒是玉楼春那位韩姑娘 恐怕会遭受无望之灾啊 林洛成你碾作成 只有香如故 可怜 可叹 萧一手指曲起 轻轻扣机捉案 这老狐狸恐怕是把南娇娇 当成了韩燕良 老狐狸以为他爱慕韩燕良 因此拿韩燕良 当作威胁他的筹码 他微笑 成太守请便 只是南娇娇 绝不入成家门 成太守捏着书页的手 陡然收紧 萧一好大的胆子 竟然拒绝他们家的提亲 难道嫁进堂堂太守府 还委屈了南宝一不成 他家大郎被炸成重伤 现在还在家里躺着 若非薛都督再三告诫 没有摸清楚萧义底细之前 不可对他下手 他定然要杀了萧义解恨 所以他筹谋着 利用银马桥之事 当作威胁萧义的筹码 至少也能给成家某些好处 不至于叫大郎白白受伤 没想到 这个后生晚辈 居然如此硬气 他皮笑若不笑 侯爷少年热血 不食食物也是有的 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 就会知道 即使向人低头 是一件正确 话未说完 萧义低笑出声 他慵懒脱腮 我幼时 被遗弃在南府深宅后院 没有人在意我的死活 我从未求过人 我凭着一身傲骨和自尊 年复一年 独自度过寒冷漫长的苦冬 独自度过所谓的团圆佳节 我凭着自己的双手 一步一步培养势力 一步一步 坐上静西侯的位置 对我而言 傲骨和尊严 是我赖以生存的根本 无论活到什么年纪 我都不会低头求人 至于你 程大人 你老了 薛定威 也老了 老去的狼王 理应把地盘让出来 否则 只会沦为被新的狼王 撕成碎片的下场 书房寂静 早晨的光 从隔窗外照落进来 依稀透着暖意 程探手坐在光影之中 复杂地 看着对面的青年 这青年的容貌 犹如金像玉智 单凤眼锐利而明亮 明明只是个出身落魄的养子 却带给他难以言喻的威压 甚至在薛嘟嘟身上 他都未曾感受过 这种灭顶的压力 他额脚渗出冷汗 渐渐有些明白 为何薛嘟嘟会如此忌惮 萧义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看来今日 他注定要白跑一趟 萧义毫不在意他的想法 他戴上猫眼石戒指 漫不经心地起身离坐 跟着老狐狸说话 全然是在浪费光阴 春光正好 不如去找他的小娇娘 南府园林 南宝一踩在秋千架上 嘴里叼着一根米花糖 他寒混不清道 何彦 你放心大胆地推 我要荡得高一点 何彦胆战心惊 小姐您忘了吗 您五岁时荡秋千 非要奴婢把您推上天 结果您 直接飞了出去 幸好二公子路过 您砸到了他身上 才没活活摔死 还有这种事吗 他忘了 不远处传来轻笑声 承德宇 扶着手信不而来 温声道 小姑娘家家的 可不许太过顽皮 若是摔伤了 我要心疼的 他居高临下 冷眼腻着这呼 承德宇是吃错药了 说话也不嫌恶心 前阵子对娇娇多有误会 因此与你生了嫌隙 甚至退了婚 承德宇笑容温润 认真地朝他伸出手 重新认识一下 我是太守府的二公子 你的未婚夫 承德宇 你的未婚夫 男宝医 险些被米花糖呛死 他一手挽住秋千架 一手握住米花糖 骂道 承德宇 你有病去医馆 在我面前晃悠什么 未婚夫 呸 我才没有你这种未婚夫呢 承德宇是他的噩梦 他恨不能离他远远的 才不愿跟他扯上关系 承德宇也不恼 笑容依旧温润如玉 我爹娘这次过府的目的 就是唤亲 娇娇 你逃不掉的 男宝医浑身汗毛倒数 承德宇换他的小字 怎么就这么恶心呢 承德宇还在侃侃而谈 原本 我打算让你姐姐做妻 让你做妾 可是 他昨夜罔顾人伦礼法 实在不堪为成家妇 因此 我们全家商量之后 一致决定 还是重新唤清 一就让你当正妻 娇娇 你嫁到我们家 不会吃亏的 我们全家都是好人 男宝医奥活 他本欲用米花糖砸承德宇 又觉得浪费粮食 于是挣扎着脱掉一只绣花鞋 毫不留情地砸到承德宇脸上 他怒骂 滚 绣花鞋在半空画了个漂亮的抛物线 巴唧一声 成功降落在承德宇脸上 并且清晰地印出了一个鞋印 承德宇脸色难看 男宝医 昨夜赋宴的韩燕良 是你假扮的吧 我未曾告诉任何人 就是为了给你和萧毅留面子 想必你也不愿意 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你俩的奸情 男宝医气急反笑 这撕像块狗屁膏药也就罢了 居然还威胁起他了 他冷声 我和二哥的兄妹情深 能有什么奸情 从前下家乱传谣言也就罢了 你这读过书的人 怎么也兴起谣言来了 谣言 承德宇失笑 男宝医 恐怕你还不知道 萧毅 男娇娇 冷冽干净的声音远远传来 打断了承德宇的话 男宝医望去 身穿张单黄紧袍的青年 腰间系着墨浴流苏公涛 眉目温柔 二哥哥 他跳下秋千架 因为不愿意弄脏罗袜 所以他屈着一条腿 艰难又欢喜地朝他蹦打 萧毅及时扶住他 他审笑 在客人面前拖鞋 还有没有深规小姐的体统啊 男宝医告状 二哥哥 承德宇是个不要脸的灯徒子 用各种误言会语调戏我 叫我受了好大的委屈 承德宇恼怒 他平白无故被携杂 明显是他更委屈好吗 他朝萧毅拱了拱手 正色道 侯爷 我与娇娇迟早要成夫妻 现在不过是与他说说话罢了 并没有任何不当的举措 倒是侯爷你 正所谓男女七岁不同袭 你怎么能亲手扶着他 萧毅盯着他 夫妻两个字 真是相当刺耳啊 他薄唇轻钩 语调洒慢 谁告诉成公子 你与娇娇要成为夫妻 承德宇面不改色 迟早的事 萧毅示意和叶扶着男宝医 他缓步走到承德宇面前 迟早的事 他比承德宇足足高出一个头 周身气度更是云泥之别 两人站在一块 犹如萤火之余月光 男宝医暗暗赞叹 全臣大人的气度 俗话说 男人的容貌不重要 气度才是关键 有全臣大人明月在侧 他又怎么看得上 承德宇这种小小的萤火 承德宇皱眉 被人俯视的感觉 并不好 他退后两步 难言名声狼藉 不堪为成家父 我爹娘这次过府 就是为了唤清一事 与太守家结亲 是娇娇至高无上的荣耀 他理应骄傲才是 至于你 萧毅 你寄居难辅 虽然爱慕 哼 萧毅直接给了他一拳 承德宇倒退束步 不敢置信地捂住面颊 怒骂 萧毅 你心思龌龊 有为 萧毅舌尖顶着上额 斜色地舔了一圈 他宁笑着揪住承德宇的衣巾 朝他脸上又是一圈 承德宇双颊红肿 狼狈地吐出一颗带血的牙齿 他惧怕得很 萧毅 君子动口不动手 萧毅一脚 把他踹出老远 他微笑 不动手 动脚也是可以的 不过 本侯元就不是君子 承德宇 你我皆非君子 何必讲那些虚名 你才学敌不过我 拳头也敌不过我 我若是你 趁早逃走 才是上策 承德宇胸口痛得厉害 他怀疑自己肋骨被萧毅踹断了 艰难地爬起来 摇摇欲坠地往前怨逃 萧毅就是胡乱咬人的狗 他不傻 才不会留下来挨揍 他刚逃出去几步 背后忽然传来南宝一甜甜的声音 承德宾哥哥 你东西落在地上了 他回头 草地上空空如也 南宝一双眼亮晶晶的 诺 就在那里 承德宾哥哥 你快捡起来啊 别脏了我家地儿 承德宇浑身的血都涌上了头 他羞脑交加 呃狠狠盯了眼南宝一 仓皇地跑走了 南宝一笑得前仰后合 刚刚被承德宇勾起的怒火 彻彻底底烟消云散 萧毅看着他的笑叶 薄唇也鸣起浅浅的弧度 他转向荷叶 起疯了 去给你家小姐拿一件披风来 荷叶笑眯眯地硬好 锦绣元凌 鞦韆架下 便只剩萧毅和南宝一两人 萧毅俯身捡起那只绣花鞋 石榴红鼠颈面的绣鞋 勾勒着深金色祥云纹 干净得如同崭新 他家的小娇娘 一向很爱干净的 他想着 走到南宝一跟前 单膝蹲下 他捏住南宝一的脚踝 少女的脚踝十分单薄 比他的手腕还要细 能摸到凸起的怀骨 他的脚丫子很小 甚至比他的手还要小 脚背微微拱起 像是一张精致的小弓 他装作不经意 轻轻抹了一下他的脚面 隔着淡粉色的罗袜 并不能感受到什么 他收敛了眸中的深色 认真地给他穿好绣花鞋 下次碰见成德宇 直接大声呼救 别跟他做多纠缠 知道了 南宝一答应地爽快 他坐到秋千上 慢悠悠地荡着 二哥哥今日做了成德宇 看见他的脸肿成那样 我心中十分快乐 萧毅看着他 他摸出那个没吃完的米花糖 细细咬了一口 许是糖块太甜 他惬意地弯起眼睛 像急了吃到骨头的狗子 他问道 好吃吗 南宝一点点头 好吃呀 是大哥哥年前从江南带回来的 景观城很难买到的 萧毅俯身凑到他面前 给哥哥尝一口 南宝一迟疑 片刻后 念在他今天做了成德宇的份上 他举起米花糖 只许尝一小口 好 就尝一小口 萧毅微笑着 咬住米花糖 南宝一默默看着他 他的一小口 几乎叼住了整块米花糖 连他的手指都叼进去了 他胸口起伏得厉害 急忙缩回手 二哥哥太卑鄙了 萧毅三两口嚼碎米花糖 也就是糯米加冰糖弄出来的小吃 甜腻腻的 不知道好吃在哪里 他逆向南宝一 小姑娘正拿帕子擦拭纸尖 他沈笑道 娇娇嫌哥哥脏 都是口水 当然脏 萧毅勾了勾唇 这就叫脏了 将来 还有更脏的呢 南宝一嫌弃地丢掉手帕 想起什么 又道 我原想让南宝嫁给程德宇 可是如今程家退清 这个想法 怕是要落空了 真遗憾 我还想看看他们婚后 是怎样恩爱两无疑呢 急什么 你那位姐姐 可不是省油的灯 她总有办法进程家的门 萧毅轻慢 南宝一想想也是 南宝为力仕途 手段狡诈 才不肯吃亏 只是她名声狼藉 程家无论如何 都不会再接纳 她为正妻 除非 她愿意为妾 南宝一跳下秋千架 二哥哥 我要回松赫院了 他得去看看 长辈们都在说些什么 此时 松赫院花听 南宴听完皇室的话 小脸苍白 摇摇欲坠 程家竟然要退他的亲 转而迎娶南宝一 凭什么 就因为 他昨夜去薛家别庄赋宴 可归根究底 还不是因为程德宇邀请 他才去的吗 这证明 他把程德宇放在了心上 他神色仓皇地看着皇室 伯母 昨夜之事 是否有些误会 误会 皇室冷笑 你姨娘心丧 你却急不可耐地奔赴宴席勾搭权贵 是不是不笑 你身无分文 却还要租借首饰打扮自己 是不是虚荣 你深更半夜 和二郎同乘一车 是不是不知廉耻 到底是外事所出 虽财名在外 却终究登部的大雅之堂 一番话犹如耳光 狠狠打在男眼脸上 泪珠滚落 寸长的指甲 生生把掌心掐得血肉模糊 十年了 自打他董事起 他就苦心故意积攒名声 参加了无数宴会 才终于以低微的外事女身份 搏下财女之名 可是 就因为他娘死了 而他没有乖乖在家尽孝 他的财女之名 他的秀外会中 他辛辛苦苦积攒的所有名声 都彻彻底底毁于一旦 甚至就连他机关算尽求来的姻缘 也都烟消云散 他往后踉枪了几步 扶住花鸡 才没有狼狈跌倒 皇室丝毫不顾他的脸面 含笑转向老夫人 男老太君 我们此番是真心实意 来向娇娇提亲的 她是个好姑娘 秀外会中 知书达理 又长得惹人怜爱 我们家二郎喜欢得不得了吗 老夫人垂着眼皮 厌恶地揉着鹅脚 伴赏 他回绝道 男家虽是商户 却也是要脸面的商户 我们家的女儿 并非菜地里的萝卜 可以任由你们挑三拣四 拿姻缘大戏 程夫人请回吧 从今往后 你我两家 再不谈姻缘 侍女立刻端走皇室手边的清茶 换上一盏甘草凹筋的汤水 以茶代客 点汤送客 端上汤水 便是送客的意思了 皇室脸色难看 他紧了紧宽秀 又勉强笑着转向成叶柔 叶柔 你如今是娇娇的嫡母 若是允了娇娇和二郎的婚事 咱们两家也算亲上加亲 嫂子慎言 成叶柔温生 景观成的官家 贵女多不胜数 你又何必 专挑男家的姑娘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堂堂太守府 基于男家姑娘的嫁妆呢 被戳穿心事 皇室彻底恼了 他拢着宽秀 蹭得站起身 往外走出两步 他转身 端起那盏甘草汤水 故意当着男家女郡的面 如同祭奠般泼在地上 他冷哼一声 扬长而去 江氏轻笑 堂堂太守夫人 半点气量也无 他招了招手 两名侍女立刻收拾起地面 老夫人看了一眼 哭哭啼啼的男烟 淡淡道 你们都下去吧 我有话与男烟说 江氏等人走后 男烟红肿着一双泪眼 恭敬地在老人面前跪下 他仰起头 脸上满是如沐 嗓音娇若细媚 祖母 你知道 这些年来 我始终不喜欢你的姨娘 老夫人陈生 当年你父亲定了宋家的亲事 我特意把你姨娘叫到府里 给了他两万两文银 请他离开景观城 去别处谋生 他收了银子 答应得好好的 转眼却又勾上你父亲 这般言而无信 实在令人鄙夷 男烟细生 姨娘出身三教九流 未曾读过书 因此做事 小家子气了些 请祖母勿要怪罪 你倒是读过书 可青城山桑田一事 不正是你的手笔 老人的声音很是平静 甚至连结问的意思都没有 男烟的后背 却浸出一层冷汗 他小心翼翼抬起头 不敢置信地看着老人 原来 他知道青城山桑田一事 是他的手笔 他念如 是南宝一告诉祖母的吗 祖母 他冤枉 老夫人会莫如深 这个消息 是他花重金 托人从白小生那里买来的 他淡淡道 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 你只要知道 我们南家 已经不欠你什么了 祖母 男烟泪如雨下 娇若无依地抱住他的腿 同样都是您的孙女 可您这么多年 从未抱过烟 逢年过节 也从未跟烟团圆过 孙女委屈 我与姨娘 根本没什么感情 我对祖母 才是真正的如目尽重 她哭得十分厉害 因为她知道 要想继续在南家待下去 就得讨好这个老太婆 老夫人始终面色冷淡 放心 把你叫进来 不是为了跟你算账 南烟正住 老夫人慢慢道 东街米铺的董老板 曾受过我南家的恩惠 她如今年方二十容貌俊秀 尚未娶妻 家中保有资产 一直想与我南家结亲 我会给你置办一笔嫁妆 让你嫁去她家 从今往后 好好与她过日子 南烟跪坐在地 拼命摇头 叫她嫁给米铺老板 她可是景观成赫赫有名的才女 怎么可以嫁给米铺老板 别人会看不起她的 季嬷嬷不顾她的大哭大闹 是一丫鬟把她拖出去 花厅渐渐安静 季嬷嬷亲自替老夫人揉着鹅脚 温声道 你为小辈操碎了心 到底是老三的血脉 我又能怎么办呢 老夫人感慨 那董老板老实温厚 不会可待她 嫁给她 是她的福气 怕只怕 她不仅 不肯领我这份好心 还要怨恨我 妨碍她的前程列 您为她安排好姻缘 已是仁至义尽 她若不领情 也怨不得你 光影斑驳 老夫人疲惫的抬起手 是一记磨磨退下 她看了会儿 红七阁上边的两排身高刻痕 眼神渐渐柔和 慢慢的 她望向屋外 屋外里种着一株枇叭树 是老头子还活着时 亲手种下的 二十多年过去 如今枇叭树已亭亭如盖 京东开净的枇叭花 在春风中摇落满地 她听着风 看着树 想着她的孙女们 想着故去的老头子 心中渐渐十分温柔平和 南宝一坐贼似的 趴在赵壁后面 目送南烟被丫鬟嫁走 走出去老远 还隐隐能听见她的大哭大喊 小姐 您看什么呢 河叶抱着一件 桃花红系绒披风 突然出现 南宝一吓了一跳 小声道 我刚刚躲在花厅外面 听见祖母说 要把南烟许配给 东街米铺的董老板 董老板 河叶比他济世 他曾受过福利的恩惠 在景观城开了一家米铺 年方二世容貌俊秀 如今也算保有资产的小财主 南烟嫁过去 就是当家夫人 不委屈 说着话 替南宝一系上斗篷 南宝一没吭声 他们都觉得 这是一门好婚事 可南烟未必觉得 他只会认为 董老板配不上他 河叶 你去前院告诉活 让他最近几晚 多注意南烟的动静 南宝一摘下荷包交给河叶 再让他拿这些散碎银两 去打点荀叶的婆子 护院 让他们别管南烟的去留 河叶愣住 他捧着荷包 小姐的意思是 南烟会逃跑 南宝一认真点头 他不甘心 嫁给米铺老板 定然会私自出逃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会去找程德宇 南烟一心一意 只想嫁进高门大户 哪怕 是做歉 河叶正中地点点头 奴婢这就去办 诚如南宝一所料 当夜 红儿就从前院带了消息来 奴婢的妹妹随时盯着南烟 就在刚刚 看见他偷偷收拾包袱 料想他今夜就要潜逃出府 因此特意来告知小姐 南宝一穿着单薄的丝绸请衣 正坐在庄镜台前梳理谈发 闻言 他放下御书 迫不及待地起身 我去看看 他跑得太快 河叶没拦住 他只好匆匆拿起一件斗篷 跟着跑了出去 前院有座假山 假山上设有凉亭 因为地势高 所以能够俯瞰大半座前院 今夜月色成名 星辰树立 南宝一登上凉亭 瞧见远处灯火连绵 河叶 给他裹上斗篷 夜间天凉 小姐怎的一点也不在意身体 若是染上风寒 嘘 南宝一指向一个方向 你看 河叶好奇望去 只见狼五灯火幽微 一道人影推门而出 隐隐绰绰背着个包袱 做贼式的东张西望 是南烟 他不可思议 小姐料事如神 他真的要跑了 南宝一轻笑 聘为妻 奔为妾 他不跑 兴许还能翻身 这般主动地 送到成德宇面前 不被轻贱才怪 成家容不下他 他却看中了成家的富贵和权势 等着吧 他一定会把成家搅个底朝天 前世 他为成家富 孝敬公婆 讨好夫君 举步为奸 今生 南烟为成家富 他很想看看 南烟是否能做得比他好 挂在六角凉亭下的灯笼 轻轻摇曳 南宝一捏在 指尖的绣帕 被长风卷走 在半空中翻飞旋转 启封了 途径假山小镜旁的青年 注视着面前飞落的绣帕 顺势握住 绣帕上染着浅浅的芙蓉花香 是他熟悉的味道 他抬头 明月当空 春雪漫天 少女凭而立 纷飞得压青长发 宛如墨比勾勒 写尽轻狂 云烟粉的断面斗篷 被吹得烈烈作响 薄薄的丝绸请衣 贴在肌肤上 隐约可见 细摇长腿的美好轮廓 他嗅了嗅嗅 薄唇 薄唇明起弧度 转身拾尖上 拾苦要跟上去 被食言重重 拍了下后脑勺 他不愤地捂住后脑勺 你干嘛 食言抱剑 悠闲地靠在假山上 爱惜生命 从你我做起 六角凉亭 南宝一目送南烟翻墙过院 扶了扶斗篷 喜鹊式的自夸 今夜又成就一段姻缘 我这小红娘果然称职 何叶撇嘴 别家红娘牵红线 收的是银钱 她家小姐牵红线 收的是人家的命 南宝一性质很高 我促成了那么多姻缘 却不知自己的姻缘在哪里 今夜平高远眺 令我感触很多 何叶 我给你赢尸一手吧 何叶注意到突然造访了萧逸 正要提醒自家小姐 却见萧逸是以她晋升 南宝一已经迎送起来 汉皇重色思清国 欲语多年求不得 杨家游女出掌城 养在生归无人时 她如今斗寇烧头出掌城 也是养在生归无人时啊 她迈着帘布 含羞待怯地摸了摸小脸 天生立志难自弃 一朝选在君王册 回眸一笑百媚生 六宫粉带无颜色 春寒赐欲华清池 温泉水华喜凝之 事而浮起焦无力 时事兴成恩择时 念着念着 她小脸红透 连睫毛附近 都染上了桃花红 也不知想到了什么 她双手捧脸 娇羞地低笑出声 好了 她家小姐又傻了 看那春风满面的 就知道 她想的定然不是好事 清笑声突然自背后传来 南宝一回头 看见全臣大人正朝她笑 也不知来了多久 她尴尬地靠在扶栏上 二 二哥哥 萧逸直视她 丹凤颜很是温柔 云并花颜惊不遥 芙蓉杖暖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早朝 明明是在街后面的诗 但不知为何 南宝一脸红心跳得厉害 她的脸颊阴开血色 百里透红 像是含苞欲放的芙蓉 她死死咬住唇绊 才强忍住落荒而逃的冲动 萧逸在石凳上撩袍坐了 吩咐何叶 去拿一壶茶 何叶笑音音称是 她没读过书 不知道小姐和二公子念的诗词 是什么意思 但听起来好有文化的样子 而且书上的东西 一定都是好东西 小姐跟着二公子学诗 这是好试炼 她走后 亭子里只剩两人 萧一把玩着猫眼石戒指 目光不着痕迹地 掠过小姑娘的斗篷 斗篷虽然宽大 但还是遮不住 她那身丝绸情衣 她淡淡道 小姑娘家家的 穿成这样跑到前院 没规矩 训斥声 冲散了 刚刚那令人窒息的 暧昧气氛 南宝一乖巧 那我先回松鹤院 萧一又道 松鹤院离得远 这么走回去 会着凉 你上次搬出去时 有些衣物落在了昭文院 不如与我一道回昭文院 正好我新得了一本诗集 风格淡雅 娇娇应当喜欢 南宝一正了正 长夜龙火 被全臣大人直视双眼 她的心跳微微失衡 她搅着细白手指 脸颊渐渐爬上红韵 细声道 正好我也没有睡意 那就与二哥哥一道 回朝文院吧 诗集什么的 我最喜欢了 赵文院灯火通明 南宝一换了身丹沙傲裙 坐在青铜镜前 本玉书里云记 拿起桃花木书 却不知出于什么心理 又放下了木书 她捋了捋谈发 她自幼就注意精心保养 长发扑散在腰际时 十分齐整顺滑 灯火下黑亮如丝绸 更显小脸精致白嫩 她抿了抿淡粉唇瓣 来到大书房 全臣大人临窗而坐 正翻看账策 二哥哥 她嗓音清甜 很是温柔 萧一望去 小姑娘的青丝 整齐地披在腰间 模样像是精致的雌娃娃 令她生出金屋藏娇的心思 她很快收敛了眼眸里 那汹涌的暗潮 朝她推了推 小佛桌上的一本诗集 给你 南宝一坐到罗汉榻上 随手翻了翻 她道 二哥哥叫我来朝文院 还真是为了给我试集啊 萧一条眉 不然你以为 叫你来干什么 也说不上来是干什么 但肯定不是叫她毒师 她心里原本煮着一锅红豆 但现在 那些煮沸的甜泡泡 巴唧一下就碎了 如同某种隐秘的期待 悄然落空 惨烈得很 她揉着书页 悄悄横了萧一眼 萧一处理完一本账策 又翻开一本 连头都没抬 你在瞪我 没有呀 二哥哥可是侯爷 我岂敢瞪你 难保一语调天真 小脸却相当扭曲 几乎快要把树叶揉碎了 萧一 夜色尚早 用功吧 争取在睡前背下十首诗 我已叫人告知静默默 你今夜再招问院睡 明日也能早些起来 再背十首诗 诶 她的命好苦呀 早知道全臣大人 是真的叫她来背诗的 她就不来了 平常这个时候 她一般都坐在被窝里 听丫鬟们讲有趣的故事 她没辙 只能硬着头皮背诗 膝窗撑开 夜空明镜 一只白鹅子偏仙来 围着小佛桌上的青纱灯罩转悠 南宝一背着诗 渐渐被鹅子吸引 她捧着小脸 顽劣地对着鹅子吹气 又偷懒了 萧一抬眸 不是说最喜欢诗集吗 南宝一鼓起腮帮子 指得信心翻开一页书 她小声念诵着诗歌 念着念着 眼皮子渐渐开始打架 脑袋更是小鸡灼米似的 往桌岸上点 萧一脱腮 静静看着她 细数她点了几下脑袋 月女坐贵舟 摘取芙蓉花 莫摘芙蓉叶 小姑娘的声音透着睡意 在点了第二十七下小脑袋时 终于迷迷糊糊地 朝桌岸栽倒 萧一伸出手 及时垫在她的额前 才没叫她刻出包来 小姑娘偏过头 用脸蛋蹭了蹭她的掌心 猫儿式的温顺 戴青的痰发 曝散在妖际 她肌肤白嫩 凌纯淡粉 豆蔻之年的少女 娇美明媚 令人心动 她在睡梦中嘟囊 将归问夫婿 颜色何如窃 萧一替她捋开额前碎发 眼眸深沉晦暗 也不知是在自言自语 还是在回答她的问题 呢喃低语 娇娇疏色 芙蓉花不及你半分 长夜幽静 萧一到底没忍心唤醒她 她任由南宝一枕着她的手掌 改为左手批阅仗策 江碎涵摇着折扇进来 不禁黑了脸 大半夜的 她不过是来送本书 没想到被塞一嘴狗粮 她献宝似的 把藏在怀里的书 放在萧一手边 低声道 萧家哥哥好福气 真叫我艳险 诺 这是叫你能有更多福气的宝贝 我花重金从黑市上逃来的 兄弟们 好东西定是要共享的 别说我不照顾你啊 她颠颠的出去了 萧一盯着那本书看了半声 迟疑的翻开 下一瞬 她猛然和上书 这是 她薄唇紧敏 耳间渐渐被热血充盈 有些好笑 又有些好气 姜碎寒还真是 无微不至 她望了一眼 还在睡觉的小姑娘 怕她看见这玩意儿 被恶心到 于是顺手将书藏进怀里 继续审阅账策 夜还很漫长 另一边 南烟逃出南府后 独自跑到城家后门 守了整整一个时辰 才终于被云准进入 奴仆带着她七拐八绕 来到了程德宇的寝屋 程德宇端坐在灯火下 正翻看史书 因为白天挨了揍 她那张温润的面庞颇有些红肿狼狈 听见南烟进来的脚步声 她头也不抬 冷淡道 你来做什么 白日里 我家已经向你家退了清 南烟扑通一声 跪在了她面前 她泪如雨下 程哥哥 夜儿已经无路可走 请程哥哥收留 程哥与眉头狠狠一皱 她沉声 无路可走 什么意思啊 我是被退过婚的姑娘 又因为那夜的误会 而声名狼藉 天底下还有谁肯要我 南家欺负我 没有姨娘疼爱 于是要把我嫁给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做田房 好收取一大笔聘礼 程哥哥 我好害怕 我真的好害怕 于是就逃了出来 我走投无路 只好来投奔你 你是天底下最好 最善良的人 一定会保护弱小的 是不是 南烟哽咽着 梨花带雨的模样 十分惹人怜惜 尤其是望向程德宇的眼神 仿佛他就是他的神 他的天 这种被依赖的感觉 很好 程德宇神色松动 亲自扶起他 你不必如此 坐着与我说话吧 那南家人 当真要用你换取聘礼 是 南烟拿帕子捂着嘴 可是程哥哥 我宁愿做你的妾 也不愿意去当那种男人的正头娘子 程德宇眼底略过满足 今日白天在南府所遭受的耻辱 令他难受了一整天 他是官家嫡子 怎么能被商户女嫌弃呢 今夜南烟这般表现 才是正常的 南烟虽然名声毁了 但毕竟年幼 在身边养两年 等风头过去 也就没什么了 而且 他确实美貌多彩 很适合当红袖天香的小妾 他点点头 正色道 南家人作恶多端 迟早会有报应 你曾是我的未婚妻 我对你 总是有几分情谊的 你若执意要当我的妾室 我收留你就是 只是你还未及及 有些事情 得等你及及之后再做 你不要心急 说完 颇有君子之风地拿起书卷 一副坐怀不乱的姿态 南烟嘴上感激涕零 心底却暗暗冷笑 不过是个伪君子罢了 也好意思装模作样 但是不必付出清白 就能做太守家嫡公子的妾室 对他而言倒也划算 将来找准机会戒子上位 对他而言并不是难事 他不会放过南家人 更不会放过南宝一 他安安稳稳地在成家住下了 次日 南宝一在紧张中醒来时 瞧见身侧睡着全臣大人 他靠坐在床头 合一而眠 手里握着翻看了一半的蜀郡地理智 清晨的光线从帐外透进来 他眉眼如山 即使与他供他而眠 也不曾对他做什么 可见是光明磊落的君子 而他怀里 隐隐露出一脚薄薄的书 大约是什么重要的秘密文书吧 这样 放着很容易丢 南宝一很好心地拿过来 打算帮他藏在沉下 许事惊醒了全臣大人 他力声 南娇娇 放下那本书 南宝一手一抖 那本书跌落在被褥上 正好是翻开的样子 摊开的书页上 两个小人衣衫不整 正在打架 南宝一立刻别过脸 他上辈子出嫁前 祖母和二伯母 曾给过他这种册子 他翻了两页 就羞得不敢再看 后来被他压箱底了 没想到这辈子 居然在全臣大人这里撞上了 春阳温暖 透这儿来 起窗撑开 清风袭袭 天青色为帐 悠然摇曳 少女穿着洁白干净的寝衣 白嫩的面颊 渐渐阴出胭脂血色 光影之中 依稀可见脸皮薄薄 像是熟透的蜜桃 他食指紧紧抓着井贝贝 暗暗给自己鼓劲 他毕竟比别人多活了十七年 怎么能被这种小场面吓到呢 泰山崩于顶 而色不变 这才是他该有的女儿本色 四季此 他捡起那本书 体贴道 热血方刚的少年郎 都爱看这种东西 我懂的 他把书塞到萧依怀里 又学着祖母平时的慈爱模样 温柔地摸了摸她的头 我们家依儿长大了 知道喜欢姑娘了 真叫我欣慰啊 一大早的 他家这位小芙蓉花精 是被狐狸上了身 他握着那本书 掌心有些发烫 放起来也不是 丢掉也不是 扮上 他认真道 这不是我的书 小姑娘睁着水润润的丹凤眼 依附我懂得的表情 他抿了抿薄唇 耳根轮廓逐渐泛红 这是江碎寒的 男宝一正了正 他往帐外瞄了几眼 做贼式的压低声音 他都那样了 还要看这种书啊 是不是为了刺激自己啊 我听人说 有的男人因为不举 于是就各种变态 哎呦 别提多那啥了 小姑娘生龙火虎的 眼睛里满是熊熊燃烧的八卦之光 削一唇角多了些弧度 他敲了敲她的小脑瓜 声音里藏着笑 姑娘家家的 大清早讨论这种问题 也不害臊 起床梳妆更衣 我叫小厨房 做了小葱油泼面 搭配桂花凉皮 红豆春卷和酱牛肉 都是你爱吃的 他起身 拿起挂在牧师上的袄裙 本玉亲自为男宝一穿上 可是研究了一下复杂的继带 他默默地放下袄裙 换于为他们 侍奉男宝一梳洗打扮 侍女们端着水盆等物 鱼贯而入 萧毅立在屋檐下 取出怀里的小书 悄然翻开一页 初春早晨的风 颇有些寒冷 萧毅却渐渐变红耳赤 连呼吸都中了几分 你在看什么 冷冽的声音忽然响起 萧毅不动声色地合上小书 沈毅朝拢着宽秀 挑眉而笑 侯爷耳阔通红 呼吸略重 想来看的不是什么好书 真没想到 你瞧着清清冷冷不进女色 竟然有这等体好 萧毅面无表情 转身就走 沈毅朝跟上 刚刚得到消息 程家又有动静了 侯爷可想去御楼春瞧瞧热闹 用霸早膳 南宝一来到大书房 却没见到萧毅 他好奇 于卫 你可知道二哥哥去哪里了 奴婢听识苦提起 主子和沈郎君一道出门了 听说要去御楼春 于卫笑着端来一碟糕点 宝一姑娘做 主子临走前吩咐 要您在他回来之前 背完十首诗 叫我背诗 他自己 却跑去戏楼听曲 南宝一捏起一块糕点 我又不傻 才不会乖乖坐在这里等 话未说完 少女神情一宁 程德竟在银马桥上 被炸成重伤 程家吃了那么大的亏 却没能在南家 讨到任何好处 而那一夜 他是代表御楼春参加夜宴 并陪伴在二哥哥身边的 程家啃不了二哥哥这块硬骨头 必然要把气撒在御楼春的头上 所以 二哥哥未必是去御楼春听曲 恐怕 是去替御楼春解围的 南宝一把糕点扔进嘴 大步朝屋外走 背马车 我要出府 半个时辰后 他匆匆赶到御楼春 长街人声鼎沸 他跳下车 轻车熟路地 踏进御楼春楼上哑坐 韩老板 他挑开株连 不禁一愣 寒烟凉血已在贵妃踏上 梨花色青纱长裙特别设计过 苏兄半果 群居一直开插到膝盖网上 姿态极为妩媚 白嫩纤细的手掌 正漫不经心地 拖着一根细烟管 青土烟圈的动作 撩人至极 南宝一正色 春天到了 又是万物交配的季节 去 韩颜良笑着 砸来一只团花饮枕 南宝一笑眯眯踏进来 韩老板这身衣上真好看 改名也给我猜一件 韩颜良扫了眼他的身段 低笑 你穿不来 他凉悠悠地看了一眼 韩颜良的身段 又低头看了看自己 好气啊 韩颜良又慵懒道 就算穿得起来 若是被你家那位侯爷瞧见 嫌我带坏了你 掀了我的场子 我家二哥哥 今儿一早就来了御楼春 你可以看见他 又不是我男人 我管他做什么 韩颜良吐着烟圈 说起来 你前两日假扮成我参加夜宴 得罪了薛家和成家 可给我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他们来找你寻仇了 自己看戏台子 南宝一好奇地望向扶栏外 从这里 可以俯瞰楼下厅堂的戏台子 和观众席 此时戏台子上 一群手持刀剑棍棒的侍卫 满脸凶光 正簇拥着一个 浑身包满白色绷带的家伙 南宝一震惊 这个看不出容貌的人 不会就是承德静吧 是啊 听说 一醒过来 就要照镜子 照完之后 嚷嚷着 要找萧颐算账 被成家人阻拦 才带上 侍卫来御楼春杂场子 南宝一若有所思 承德静长得虎背熊腰 没想到还是得爱美的 御楼春戏楼设计复杂 大约他不知道 韩颜良在哪 于是带着侍卫在楼中乱闯 这才误打误撞 闯到了戏台子上 戏台底下坐着乌鸦鸦的观众 居然对他们的出现毫不惊讶 反而把他们当成戏子 看得津津有味 南宝一有点担心 韩老板 人家都打上门了 你怎么不慌不忙呢 刀剑无眼 万一伤到客人 得赔很多银子的 嗯 又不是跟我演对手戏 我慌什么 南宝一心底 浮现出一股不妙的预感 他缓缓望向戏台子另一端 他家猪猪 凤冠侠佩 正朝成德静黏起兰花纸 声音那叫一个千回百转 郎君 你是不是恶 得 慌 南宝一默默无脸 自打上回 他和猪猪 在御楼春戏台子上 过了一把戏影 猪猪就爱上了演戏 今儿这一场 演的似乎是 杜师娘怒沉百宝香 显然 猪猪是把成德静 当成了演他对手戏的 轻衣小生 我得去叫住他 南宝一声怕南宝珠出事 急忙往后台跑 戏台子上 南宝珠见成德静毫无反应 心中狠气 这个轻衣小生太不像话了 上场连戏服都不换也就罢了 怎么他唱完了 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他水秀轻率 又唱道 郎君 你是不是饿得慌 十娘给你煮面汤啊 成德静浑身发抖 引马桥上 他被萧毅和韩燕良 联手扎成重伤 好好的一张俊帘 重度烧伤 都不成人样了 萧毅杀不得也就罢了 至少得杀了韩燕良解恨 可是转来转去 他竟然转到了戏台子上 还被这么多人围观 他哑着嗓子 不耐烦地质问 韩燕良在哪里 韩燕良在哪里 南宝珠心中疑惑 唱词里 没有这一句啊 好在他随机应变能力强 救场什么的 全然不在话下 他甩着水秀 指着成德静的鼻子 义愤填膺 你竟然背着我 另有心欢 可怜我对你一片痴情 竟都为了狗 他鹅角青筋 突突直跳 交出韩燕良 饶你不死 南宝珠越发糊涂了 这大兄弟 莫非是串戏了 他这是凄美动人的 年度爱情悲剧大戏啊 这大兄弟演的 似乎是打打杀杀的 江湖武侠大戏 不过没关系 他南宝珠也不是吃素长大的 怎样的戏都能接得住 他辅了辅凤冠上 那两根长长的锦基铃 正色道 其实 我就是韩燕良 还我这暴脾气 程德静彻底恼了 你当我没见过韩燕良 他瘦得很 根本没你这么胖 南宝珠高深莫测 其实 不瞒你说 除了韩燕良这个身份 我还有另一重身份 江湖人称 千面郎君 一人千面 眼前人是我 心上人是我 点点滴滴 都是我 程德静快要疯了 他紧紧盯着南宝珠 你当真是韩燕良 我都打听过了 韩燕良挥下杀手众多 连他本人也是高手 你会功夫 呵 南宝珠轻蔑一笑 看来 得叫你见识见识我的能耐了 南宝一终于来到后台 挑开幕布 快要急坏了 珠珠 南宝珠回眸 笑眯眯朝他比了个 我能搞定的手势 南宝一简直崩溃 珠珠根本不知道 和他眼对手戏的 才不是什么轻衣小生 是程德静啊 手段很毒 杀人不眨眼的程德静 万一雪见戏台 很悲惨的 余光瞅见宁婉舟也在 他急忙道 小公爷 你快叫珠珠回来 你在做什么 宁婉舟蹲在地上 正专心致志地 捎着一小堆柴火 他握着菩萨 把升起的烟雾山向戏台 侧眼很是高深莫测 我在营造高手的氛围 民间故事里 凡是高手出场 都应该腾云架务 不似凡人 他觉得这对主仆 才不似凡人 让他们上天吧 南宝珠姿态高贵 升腾而来的白烟 除了有点呛人 倒是令他自我感觉相当良好 高手算什么 他明明就是仙女 他这儿八经地逆向程德静 你们听说过 内功吗 程德静和他的那群侍卫 纷纷摇头 他们是军营的人 平时操练的都是刀枪棍棒 从没听说过内功 南宝珠微微一笑 我修习的功法 以内功为主 可以隔空打牛 程德静瞅着他 这姑娘腾云驾悟的 一副高深莫测之胆 令他非常忌惮 一时之间不敢乱来 于是他问道 怎样隔空打牛 容我为你展示一番 南宝珠朝戏台子前走了两步 灰翅膀般 伸出两只小手手 白鹤亮翅 那哪是白鹤亮翅 明明就是小鸡亮翅 南宝珠 青龙白尾 那哪是青龙白尾 明明就是小狗甩尾 重头戏来了 南宝珠猛然一掌拍向地面 隔空打牛 哈 观众们可喜欢他 临场发挥的表演了 比原版的杜石娘 怒陈白宝香带劲多了 于是他们纷纷配合地朝后扬倒 嘴里还发出凄惨的尖叫声 仿佛真的被南宝珠打成了重伤 程德静惊呆了 没想到玉楼春的老板 居然是这般身藏不落的高手 若是一掌打在他身上 他还要不要命吗 他惊恐地咽了咽口水 拱手道 我竟不知 韩老板是这等高手 今日程某多有得罪 还望韩老板勿要怪罪 南宝珠笑容爽快 无妨 我甚至可以传授你隔空打牛 来 跟我学 内宫大师愿意亲自教授功夫 可把程德静喜坏了 他连忙领着一帮侍卫 在戏台子上跟着摆造型 白鹤亮翅 小鸡亮翅 青龙白尾 小狗甩尾 隔空打牛 哈 程德静一掌拍到地面 抬头 果然看见观众们扬倒大骗 他惊喜 我成了 我练成了 南宝珠欣慰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恭喜你 神功大成 程德静郑重作医 都是韩老板教得好 韩老板放心 那夜银马桥的恩怨 我与你一笔勾销 今后玉楼穿的场子 我成家绝不乱来 说完 带着一帮侍卫告辞而去 台下爆发出激烈的掌声 显然 客人们很喜爱这种互动的剧目 南宝依愕然 程德静不是来砸场子的吗 这就风风火火地走了 他都还没做什么呢 这叫个什么事 他回到楼上雅坐 整个人还没有缓过来 挑开珠帘 韩颜良已在花窗边 正笑盈盈看着对面酒楼 你在看什么啊 南宝依好奇地挤过来 韩颜良轻轻嘘了声 声音格外温柔妩媚 对面有位公子 好生俊翘 南宝依顺着他的视线望去 那好生俊翘的公子 可不正是沈一朝 想必 二哥哥也在那里 此时 沈一朝还没有注意到两人的亏视 他盘歇而坐 双手拢在绣馆里 注视着楼下长街 程格静从御楼春出来了 此人虽然头脑简单 但杀性很重 碍于薛定薇的命令 才未曾找你算账 与其今后被他记恨 不如杀了以绝后患 我生平 最厌恨放虎归山 斩草不出根 隔着小姐 小义坐在阴影里 正把玩着那眉猫眼石戒着 他瞥了眼程德宇 沈笑 那便杀了吧 楼蚁而已 沈一朝招来石苦 低语了几句 石苦匆匆走后 他挽袖针灸 姿态风雅 杀局已定 逃无可逃 此时 程德静带着一帮侍卫 来到了长街上 街上车水马龙 百姓们摩肩擦肿 他正欲走向街道对面的马车 不远处突然传来人群惊呼 他望去 一辆无人驾驭的马车 正及时而来 那骏马像是发了狂 惹得路人连连避让 侍卫们急了 纷纷道 大公子快让开 程德静冷笑一声 他抬手挥开侍卫 正色道 正好刚刚学了一招隔空打牛 就用这辆马车试试厉害 若是鸣声传开了 也好将那骁一忌惮我 侍卫们面面相去地让开 程德静独自一人站在长街中心 马车呼啸而来 程德静屏息宁神 挥开两只小手手 白鹤亮翅 青龙白尾 全街的老百姓都惊呆了 马车都撞过来了 这太守家的大公子 这是犯傻呢 还是犯傻呢 马车静在眼前 程德静猛然一掌拍向地面 隔空打牛 啊 啊 他的声音瞬间化作凄厉惨叫 凌结花窗 南宝一探出半个身子 看得目瞪口呆 只见程德静被马车勾住绷带 整个人狼狈地往前拖行 虽然青石砖扑就的街面很是平整 但被拖行还是很疼的 本就炸伤的皮肤再度均裂 血液从绷带阴出 染红了长长的街面 那凄惨的尖叫声 更是令人肝胆剧烈 寒烟凉弯起魅眼 还真是 惨不忍睹 南宝一咬了咬唇半 他知道 那是很疼的 前世在皇宫里 他被公主楚星捉弄 对方也曾把他绑在马尾巴上 让骏马拖着他在皇宫里跑 不过跑了三十丈远 他浑身的肌肤就都被擦破了 再加上没有药 他疼得哭了两天两夜 不过楚星的结局也不是很好 他仰慕全臣大人 主动跑到帝师府自建枕席 还在茶酒里下药 结果第二天 不仅没有传来他和全臣大人 一夜云雨的消息 帝师府反而竞现了一只酒气进攻 乃是美人头骨制成 是谁的头骨 不言而喻 南宝一想着前世种种 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对面酒楼 萧一注意到了他 小姑娘面色煞白 像是被吓到 他戴好猫眼时戒指 起身离席 随口吩咐食言去御楼春 请五姑娘回府 沈一朝望向对面 视线掠过南宝一 落在了寒烟凉脸上 他 就是御楼春真正的老板 少女云记高耸 斜插着三根金钗 早春清寒 他却穿得格外单薄 恨不能不穿似的 手指银白纤细 指尖犹如深粉花瓣 拖着一把长长的珠砂红烟管 吞云吐物间 还不忘朝他妩媚眨眼 一看 就知道不是梁家女 朱唇吐出大片烟雾 他唇语暧昧 小郎君 来玩儿呀 他绝对不是梁家女 沈一朝冷着脸 收回视线 耳阔逐渐冲血 他瞥了眼附下三寸 做了约莫半壳钟 才彻底按捺住那 骨子悸动 他双手拢在嗅管里 高深莫测地起身离席 南宝一被食言请到御楼春外 他抬眸 一阶之隔 站着全臣大人 南娇娇 回家吃饭了 萧毅牵着骏马 嗓音轻慢 南宝一心里直嘀咕 别人都是娘亲 喊回家吃饭 到他这里 却变成了哥哥 喊他回家吃饭 他本欲走过去 注意到街心的血字 很难再迈开脚步 血字斑斑勃勃 会弄脏他的绣花鞋 萧毅一眼洞穿他的心思 道 娇气 他牵着骏马走到他面前 上马 大姐姐出嫁那夜 南宝一曾做过萧毅的爱琴 他知道做起来很稳 因此并不排斥 他悄悄望了一眼来时乘坐的马车 玄臣大人明知他有马车 却还邀请他共乘一骑 少女面颊飞红 心里那锅红豆又煮沸了 甜蜜蜜的 他娇贵地拢了拢宽大的群居 声音格外甜弄 二哥哥扶我上马 萧毅吃笑 你声音怎么了 叫人起鸡皮疙瘩 而且这小姑娘 平时龙惊虎猛的 上个马而已 哪里需要人扶 他那是嗲呀 没见过姑娘家发嗲吗 萧毅扶着黑脸的南宝衣坐上马 又利落地坐在他背后 双手绕过他拽住缰绳 朝南府方向而去 春风迎面 长街两侧热热闹闹的 再加上背后坐着全臣大人 驱散了刚刚响起的 前世种种所造成的京剧 南宝衣弯着眉眼 承得近被马车拖行 是二哥哥设计的吧 他认知里的全臣大人 斩草不留根 绝不拖泥带水 萧毅淡淡恩了声 抬手抚了抚他的病脚和小脸 他看见小姑娘脸儿煞白煞白的 他的掌心干燥而温暖 被这般轻浮脸颊 南宝衣莫名心安 他小声道 起初看见脱形的血字 确实有些害怕 现在坐在二哥哥怀里 倒是不那么害怕了 乖 萧毅嗓音低沉温柔 扶手偏头 在他侧脸上落下一吻 南宝衣正了正 全臣大人又轻他 被轻过的地方 逐渐蔓延开胭脂红 他垂着睫毛 心里那锅红豆水 像是煮爆炸了 整个人都滚烫起来 他不安地扭起身子 真是奇怪 从前表哥惊他时 他没有这种感觉的 全臣大人的呼吸静在耳畔 他的耳阔似乎能碰到他温良的唇 他说了句什么 他没听见 等他回过神时 听见他滴滴问道 娇娇喜欢吗 喜不喜欢呢 叫他怎么说 南宝衣修的要命 恨不能找个地洞钻进去 二哥哥真是 他越发扭得狠了 削一条眉 南娇娇 你屁股长疮了 这般坐不住 我问你喜不喜欢糖葫芦 你扭什么 糖 胡 炉 南宝衣盯着路边 卖糖葫芦的老爷爷 白嫩小脸 很有些扭曲 萧衣乐着僵绳询问 到底要不要 南宝衣难堪得很 铁了心要让萧衣破废 于是道 二哥哥全买下来吧 我喜欢糖葫芦 那么多 你吃不完 我吃得完 萧衣付了一定银子 老爷爷捧着银子 笑竹颜开 别说糖葫芦 就连插糖葫芦的稻草靶子 也一并送给了南宝衣 南宝衣坐在马背上 怀里 搂着比他人还高的稻草靶子 靶子上插满了糖葫芦 多达上百串 冰糖外衣被春阳 晒得微微融化 山楂果红艳艳的 看一眼就觉得酸甜可口 十分诱人 南宝衣握着一串 浅浅咬了小口 酸甜适中 好吃得很 他吃了半串 渐渐越吃越酸 慢慢地连牙根都酸了 萧衣看他吃糖葫芦的速度慢下来了 失笑 吃不下了 吃得下的 我只是酝酿酝酿感情 感情到位了 我能吃一百串糖葫芦的 南宝衣嘴硬地说着 却盯着剩下的半串糖葫芦犯了愁 再吃下去 他的牙就得酸掉了 但若是不吃 牛皮都吹了出去 糖葫芦也是他嚷嚷着要买的 难道还能反悔不成 会叫全臣大人看清他的 萧衣垂谋 把他为难的小表情 尽收眼底 他摸了摸他的脑袋 吃不下就别吃了 留着肚子用午膳 我吩咐鱼味 炖了你爱喝的乳鸽汤 放了红枣枸杞和冬虫下草 很鲜美 南宝衣蠢欲动 他迟疑地举着半串糖葫芦 可是 萧衣歪头 在竹签上咬下一颗糖葫芦 他三两口嚼烂 扯着薄唇轻笑 哥哥替你吃 就不会浪费了 南宝衣天天地笑了 仰着头回眸看他 好吃吗 尚可 南宝衣见他眉眼温柔 并不像是讨厌的样子 于是主动把竹签递到他唇边 二哥哥再吃一颗 他看着萧衣吃糖葫芦 忽然想起幼时的事 那时二哥哥住在 阴森破旧的琵琶院 还只是个小小的少年 那年冬天很寒冷 他抱着一串糖葫芦 跟丫鬟玩捉迷藏 因为迷路而闯进了他的屋子 他屋子里没有地龙 雪冻似的冷 他拢着被子 坐在一盆炭火前 正仔细读书 他进来后 很没有礼貌地批评 炭炭冒了好多烟 嬷嬷说 会冒烟的炭炭呛人 不是好炭炭哦 小小的少年 对他不理不睬 继续读书 那时的他才三四岁 是全家人捧在掌心的明珠 多么骄傲啊 他轻哼一声 蹲在炭盆边 一边吃糖葫芦 一边看他 可是 他蹲了很久 这个捡来的哥哥 都只专注读书 不搭理他 许氏觉得被怠慢了 他故意 把糖葫芦凑到他嘴边 你想吃吗 酸酸甜甜的 可好吃了 他虽然年幼 但他知道这个哥哥 不被全家人喜欢 他一定没有吃过糖葫芦 他想馋馋他 那小小的少年 从书中 抬起一张漂亮精致的小脸 他盯着糖葫芦看了半晌 试探着歪头咬了下来 而幼时的他 简直一肚子坏水 他不仅没让他咬着 还故意 把糖葫芦扔进炭盆 开心到 就不给你吃 就不给你吃 略略略 糖葫芦沾满了炭盆里的灰尘 已经不能再吃 他还没开心多久 那小小的少年阴沉着脸 揪住他的小辫子 把他狠狠推倒在地 他还抓了几把炭灰 残忍地抹在了他的脸蛋 和心袄裙上 他觉得自己不干净了 他被欺负哭了 他嚎啕着跑出琵琶院 自那以后 就和全臣大人结下了梁子 男保一回忆着 忍不住幸幸燃 幼时的自己 完全被宠坏了 竟然欺负一个 没有爹娘的孩子 全臣大人 长成今天这副喜怒不定的性格 他责任很大 他的愧疚又多了两分 看着萧毅 静静吃冰糖葫芦的样子 温柔道 二哥哥 你慢慢吃 你失去的铜针和纯洁 我会为你补回来的 他复杂地盯了眼男保一 青天白日的 这小姑娘说什么胡话 他吃掉最后一颗冰糖葫芦 淡淡道 你哥哥的真洁 没丢 我说的是铜针和纯洁 真 真 结 南宝一无言以对 骏马走到长街尽头 前面突然闹哄哄的 南宝一手搭梁棚望去 好像是薛嘟嘟家的马车 不知怎的被百姓们围堵了 车里坐着的是薛家大姑娘呢 他跳下骏马 把糖葫芦稻草靶子 往萧毅手里一塞 二哥哥 你且在这里等着 我去前面看看热闹 萧毅值得扶住稻草靶子 眼睁睁看他奔进人堆 他催马走到路边 跨下骏马耐心等待 南宝一在人群中窜来窜去 终于弄明白 发生了什么 薛妹要做善事 于是利用薛家夜宴 请景观城的贵女们 捐赠了不少宝贝用于拍卖 再把拍卖的银钱 用于救助在雪灾里受害的百姓 雪灾压垮了 程西不少平家百姓的房屋 薛妹请人为他们修缮房屋 结果却修出了一堆豆腐渣房子 不仅漏风 原本完好的半边房顶 也跟着他了 薛妹又在程西大百流水宴 请平家百姓吃饭 结果菜肴都是中看 不中吃的 不仅不管饱 还被人吃出了死老鼠死蟑螂 许多百姓腹泻重病 至今没能下榻 南宝一听的瞠目结舌 他还以为这薛妹 是个真心诚意 要做善事的姑娘呢 没想到 却只是图名 现在好了 善事也没做成 名利也没捞着 兜了一大圈 也不知道是图啥 他唏嘘的时候 薛妹从车窗里看见了他 他揪着袖帕 远远看见这姑娘和静西侯同城一马 他是谁 他的闺中密友夏明慧 丝毫不理会外面的嘈杂怒骂 轻抚茶盖 淡淡道 南宝一 南家的五姑娘 静西侯的妹妹 瞧着有些眼熟 不过既然是妹妹 同城一马 也无可厚非 薛妹嘀咕着 从匣子里取出一封信 并一支荷包 叮嘱侍女 拿去给南宝一 让她替我转交给静西侯 若是我与静西侯事成 少不了她的好处 南宝一拿到信与荷包 疑惑道 让我转交给二哥哥 小姐还说 若她与静西侯事成 有你的好处 侍女行了一礼 不顾旁边百姓的指点和怒骂 转身回了马车 南宝一看着这两件东西 信封是浅粉撒金的颜色 挥着点点红莓 格外温柔暧昧 荷包用料精致 绣活细腻 角落还绣着一个小小的妹子 南宝一咬了咬唇半 一想到全臣大人 要佩戴薛妹袖制的荷包 她心里竟然很不舒服 走到路边 却见全臣大人牵着缰绳 面前蹲着一圈小孩子 都是五六岁大的小孩 个个捧着小脸 垂涎三尺地盯着她手里的糖葫芦 稻草靶子 一名婆婆牵着小孙子经过 从荷包里取出几枚铜钱 小伙子 你这糖葫芦怎么卖的 萧一横眉冷对 不卖 她给南娇娇买的糖葫芦 怎么可以给别人 那婆婆见她表情很凶 忍不住骂道 年纪轻轻地不务正业 走街串巷卖糖葫芦也就罢了 生意来了也不做 小伙子没前途哦 她家小孙子嚎啕大哭 糖葫芦 我要糖葫芦 奶奶我要糖葫芦 眼见着围观众人越来越多 未免以后传出静西侯 当街叫卖糖葫芦 并且欺负小孩子的丑闻 南宝一紧忙上前解围 她挑了一串色红圆润的糖葫芦 亲切地递给那个小孩 拿去吃 不要你的钱 小孩宝贝地抱住糖葫芦 养着小脑袋甜甜道 谢谢姐姐 南宝一朝她眨了眨眼 暗示她也谢谢萧一 小孩歪头想了想 笑容贼兮兮的 谢谢叔叔 喊完 一蹦一跳地跟着婆婆走了 萧一脸色阴沉 凭什么南娇娇是姐姐 她是叔叔 那小孩是故意的 绝对是故意的 南宝一又摘了很多串糖葫芦 分给其他嘴馋的小孩 他们像是约好的一般 声音又甜又脆 还十分齐整 谢谢姐姐 谢谢叔叔 喊完 在萧一能杀人的目光里 一溜烟四散而逃 南宝一看着空了大半的稻草靶子 很是欣慰 还剩二十几串糖葫芦 回府之后 分给荷叶他们 不愁吃不完 二哥哥 咱们回府吧 我想喝乳鸽汤 萧一面无表情地载着他回府 午膳是鱼味亲自下厨做的 精美的菜肴 零零总总摆了满桌 南宝一自个儿成了一碗乳鸽汤 拿着白痴小勺尝了小口 情不自禁地赞叹 先 他喝了小半碗汤 偷眼望向萧一 自打回府 全臣大人就全臣黑脸 仿佛他欠了他几万辆银子似的 他想了想 讨好道 二哥哥 莫非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我早上确实没有被施 但那是因为成德静 去玉楼村砸场子的缘故 萧一吃着米饭 这丫头不提他 倒是忘了 他还没被施 他道 用完午膳 把那本岳府诗集 全部背完 什么时候背完 什么时候用碗膳 那本岳府诗集 得有三十多首诗呢 他背到什么时候去 总觉得 自己仿佛帮助全臣大人 回忆起了不该回忆的东西 碗里的乳鸽汤不再鲜美 他睁鸣着小脸 呕了声 萧一又吃了一口米饭 心里那道坎 终究过不去 凭什么南娇娇是姐姐 她就是书寿 这不乱了辈分吗 他正经问道 我看起来 如何 南宝一闷闷不乐 二哥哥英俊潇洒 风流倜傥玉树临风 雍容高雅 笑里藏刀刀刀致命 则 他好像说出了了不得的东西 他默默闭上嘴 一顿饭 在诡异的气氛中吃完 南宝一来到大书房 坐在西窗下背诗 全臣大人不知去向 他背了两首诗 从袖带里取出荷包和信封 这是薛妹托他交给全臣大人的东西 不知道他拿到手以后 会是什么反应 他知道 薛嘟嘟虽然忌惮消逸 但也十分希望消逸当他女婿 至于薛妹 他定然是心仪全臣大人的 全臣大人会给薛妹回信吗 会把他送的荷包 佩戴在腰间吗 少女趴在小佛桌上 用指头轻轻戳着荷包 心里面十分别扭 早春的风透着撂翘寒意 不知是谁在树枝上挂了碎玉岩铃 发出清脆的零零撞击 平时听来十分悦耳 可是难保一听来 却更添焦躁 他心里明白 这两样东西 在回府前 就应该交给全臣大人的 但骨子里 却满是不情愿 正揉着书纠结时 有人挑开株连 他望去 啊 全臣大人穿着单薄的暗红色 丝肢上如 衣领微微敞开 剑术的胸肌 在薄沙之下 若隐若现 金簪松松垮垮地竖着长发 容貌英俊 骨相流畅 犹如金相欲致 他坐到圈椅上 长腿慵懒交叠 单手之仪 神情很是冷峻金贵 他逆着他 猴杰微微滚动 性感到爆 难保一先是饿了一声 继而强烈怀疑 他被寒烟凉传染了 他拧着小眉头嘀咕 春天果然到了 动物们都已经开始准备交配 萧一薄唇含笑 哥哥好看吗 被喊成叔叔 他心里很不爽啊 得向南娇娇证明 他举世南巡的年轻和美貌 南宝一不自然地避开视线 好看自然是好看的 可是穿得这样清凉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要勾搭什么人呢 萧一挑了挑眉 不置可否 注意到小佛桌上的信封与荷包 他来了兴致 那是什么 不是给你的 南宝一急忙搂到怀里 扮上 面对萧一淡淡的注视 他指得不情不愿地撒开手 给你给你 都给你 萧一接住他扔过来的信封 和荷包 信封是浅粉撒精的 还细细熏了花香 他望向南宝一 少女做贼似的 急忙竖起诗集 挡住小脸 萧一捏了捏信封 薄唇不觉 请起轻笑 春天到了 小姑娘 莫非是 发现了对他的心意 瞧瞧这信封 居然还是浅粉颜色的 他看着躲在诗集后面的小姑娘 温声 哥哥拆信了 信纸是精致的牡丹撒精尖 三花小凯轻力婉约 腾抄了一首 《乐人歌》 山有目兮目有之 心悦君兮君不知 萧一悠然清男 蓝宝一从诗集后面 探出一双眼 全臣大人的嘴角微微翘起 丹凤眼里 琴满了笑容 如同明光点点的细碎行尘 他咬了咬唇半 什么心悦君兮君不知 薛妹胜为女子 却这般主动 给男人写情诗 也不嫌肉麻 还有萧一 不就是一封情诗吗 笑成那样做什么 傻袍子似的 他心里委屈 连目光都凶狠了几分 萧一宁着诗词 原本上扬的嘴角 在注意到字体差异之后 忽然微微一致 虽然南娇娇习的 也是三花小凯 但字体多了几分清俊风雅 并不四心中 字体这般工整规矩 这不是南娇娇写的情诗 信间没有落款 他翻过荷包 荷包角落 绣着一个妹字 这是薛妹送给他的 萧一抬眸 钉向南宝一 小姑娘从诗集后面 露出上半张脸 表情那叫一个争鸣扭曲 单凤眼睁的 圆啾啾的 活像是准备刀人的凶额 四目相对 南宝一急忙收敛了表情 努力扮出温柔乖巧的姿态 他作证了 撬着兰花纸 翻开诗集 他轻轻咳了两声 甜甜道 二哥哥真有艳福 连薛都督家的千金 都对你青年有加 消以谋色慧暗 往他刚刚那么欢喜 没想到那封情诗 竟然不是南娇娇写的 南娇娇 竟然帮别的姑娘转交情诗 他就不吃醋吗 南宝一揪着书页 悄悄瞅他一眼 他忍不住试探 二哥哥要回信吗 这么问着 连揪着书页的手指 都下意识地收紧 似乎是 生怕听见不愿意听见的回答 隔着半丈远 消以看着他 他反问 娇娇希望我回信吗 南宝一抿了抿小嘴 他又翻了一页书 酝酿好措辞 壮丝淡然道 自然是不希望的 第一 薛妹借着大雪震灾之名行善事 实际上却罔顾百姓 造成比雪灾更严重的人祸 可见 薛妹是孤明钓鱼之徒 不值得二哥哥为他清心 第二 你与薛嘟嘟不合 将来总要争夺蜀军兵权 如果二哥哥娶了薛妹 南宝一的话 戛然而止 因为萧毅近在眼前 他居高临下 伸手捏住他的两侧脸颊 小姑娘的嘴巴被迫嘟起 娇美可爱 像是可以随意处置的豆沙包 他俯下身 鼻尖几乎贴上了他的鼻尖 不要管薛妹如何 也不要管薛嘟嘟如何 他喉解滚动 丹凤眼晦暗如墨 我想知道的是 南娇娇自己 南娇娇这个人 喜不希望哥哥 给别的女人回信 南宝一正正的 眼前的全臣大人 与往日不同 他尚如敞开 几缕七发从鹅角垂落 丹凤眼遍布血丝 舌尖舔舔过嘴角的姿态 令他分外邪似 静在咫尺的呼吸 透着蜜蜜绵绵的热 轻烈温柔的山水箱 像是枷锁 丝丝入扣地将他缠绕 令他无路可逃 神情里的战有欲 让他心静 是了 他被他宠得太过 全然忘记 帝师萧毅 曾经是多么霸道阴狠的一个人 他睁着水润润的眼睛 浑身下意识哆嗦了一下 疼 他委屈 眼眶里悄然蓄满晶莹水珠 萧毅微正 旋即松开手 小姑娘白嫩的脸颊上 赫然印出通红的手指印 他不愿意叫他害怕 他缓了缓情绪 瞥了眼他手里的诗集 故作轻松地吃笑 书都拿倒了 南娇娇 你背的哪门子诗 南宝一眉吭声 他把诗集抱到怀里 搭拉着眼睫毛 细声道 二哥哥 在你这里 我心不静 我回松河院被诗去了 说完 恭敬地朝他扶了扶身 扭头小跑 萧毅目送他消失在视野中 他回味着小姑娘脸淡地嫩滑 歪头 斜似地舔了一下指尖 他刚刚问得那么直白 小姑娘究竟明不明白他的意思呢 他嗓音低雅 谋中情绪深沉 南娇娇 快点想明白吧 我已经等不了太久 余光注意到薛妹的信尖和荷包 他吃笑一声 将信尖撕得粉碎 又把荷包丢给窗外的食苦 赏你了 南宝一是一路跑回松河院的 也不知怎店 他总觉得 背后有野兽盯着似的 仿佛跑慢一点 就会被吃得连骨头都不剩 荷叶迎上来 见他气喘吁吁 急忙盛上温茶 小祖宗 背后又没有狗孽 您跑这么快做什么 南宝一将一盏茶喝了得抵朝天 他双颊通红 也不搭理荷叶 静止钻进井杖 他把自己埋进被窝深处 嗡声嗡气道 你们都出去 没有我的吩咐 谁也不许打搅我 荷叶不明白 他这是怎么了 只得带着侍女们退下 南宝一在黑暗里 捧着滚烫的脸颊 瞪着虚空 脑子里一片混沌 不要管薛妹如何 也不要管薛嘟嘟如何 我想知道的是 南娇娇自己 南娇娇这个人 稀不希望哥哥给别的女人回信 全臣大人的话 反复浮现在耳畔 他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那个意思吗 他怎么可能是那个意思呢 南宝一猛然掀开被子 他盘膝坐在井杖里 脸蛋红扑扑的 和那只上元节夜晚的狮子头 大眼瞪小眼 他一把搂过狮子头 对着他嘟闹 他可是萧义 是帝尸 是跺一跺脚 天底下都要动荡的全臣 他连公主都看不上 怎么可能对我有 那种心思呢 他扔掉狮子头 在床榻上乘大字塔 发呆般盯着帐漫顶部 误会 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 倒也不是我望自菲薄 我也就生得美貌了些 比寻常姑娘更加冰雪聪明 富有诗书 善解人意 温柔体贴了些 可那又如何 他毕竟是全臣大人啊 南宝一崩溃地拽过被子 把自己蒙起来 那个人看着聪明绝顶 运筹帷幄 但是连话都说不明白 弄得他现在坐立不安 完全想不通他 究竟是什么意思 若真是那个意思 直接来一句我心愿你 很难吗 因为消逸的是 南宝一连晚膳都没出去吃 夜半时分 他饿得吃不消 在帐中坐起 换道 何叶 我想吃燕窝粥 小厨房十二时辰 温着燕窝粥 何叶 给他端来一盏 南宝一一穿着单薄的请衣 吃着脚丫子 坐在窗盘的罗汉榻上 他吃了小半碗燕窝粥 注视着挂在窗檐下的墨浴竹节 认真道 何叶啊 你觉得二哥哥那样的男子 会喜欢怎样的姑娘 侯爷少年英才 位高权重 自然喜欢才貌双绝 知书达理的官家姑娘 何叶盘膝坐在小鸡对面 一边包信人吃 一边面露娇羞 画本子里 不都是穷书生爱上官家女吗 西乡记 就是这样的 南宝一休暖了两分 他双眼亮晶晶的 何叶啊 你觉得 像我这样的姑娘 二哥哥会不会喜欢呢 何叶看着他 半赏 他突然垂桌大笑 哈哈 小姐 您是在逗奴婢开心吗 就您这样的 前面跟后面差不多 又败家又顽恋 总叫人为您操心 全然只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侯爷不会喜欢您这样的了 哈哈哈哈 他笑得前仰后合 眼泪都要出来了 南宝一脸颊发烫 他咬牙 给了荷叶一脚 这个丫鬟太不会说话了 让他上天吧 夜见深 南宝一窝在井丈深处 对着帐外一点烛火发呆 全臣大人的英容举止 时时在脑海中浮现 他说 你在身边 心安 他说 哥哥的心 归你了 他说 别家小姑娘有的东西 南娇娇也一定要有 细白的指尖 轻轻滑弄着枕晶 帐中 弥漫着芙蓉花香 甜得沁人心脾 也许全臣大人当真瞎了眼 看上他了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或许 艳丽的胭脂色 从少女的睫毛根部悄然蔓延 渐渐蔓延到桃花眼尾 又逐渐蔓延到白皙细腻的脖梗 窗外清风辽动 露水顺着草木夜间滚落 像是羞于斩露月下 少女闭上眼 但粉唇瓣悄然弯起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或许 她愿意 昭文怨 长夜寄聊 萧依副手立在眼下 余味恭敬禀报 奴婢刚刚打听过了 宝依姑娘一回屋 就钻进了锦帐里 甚至都没出去用碗扇 许是饿极了 刚刚叫荷叶端了一盏燕窝粥给她吃 吃了小半碗的样子 只吃了小半碗 萧依撵着压剩前 沉生 余味笑道 主子有所不知 宝依姑娘怕长胖 因此深夜一向少时 今夜许是饿极了 采用了些燕窝粥 她退下后 萧依冷淡地看着园林夜景 因为她 男娇娇居然没有用完善 她的喜欢 给她带来烦恼了吗 她会不会把她看成变态的哥哥 萧依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画面 洞房花竹叶 男娇娇顶着红盖头 躲在床底下 娇弱的阴阴阴 而她提着刀蹲在床边 笑得十分下流 小娇娇 来呀 来跟哥哥玩呀 褥子里藏着红枣桂圆帘子哦 寓意咱们早生跪子 消逸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她嫌恶地抖了抖 这幅画面 真是令她不寒而栗 小姑娘胆子小 一时半会儿被吓到也是有的 她不能操之过急 先安抚她的情绪 才是正经 她深呼吸 转身踏进寝屋 在书岸上铺陈开笔墨纸燕 次日 男宝依心情很美妙地起床了 认真舒服打扮后 她戴上漂亮的金布窑 对着镜子美美地照了照 今天也是要去找二哥哥被试的一天啊 她抱上那本岳府诗集 正要往外走 余光忽然注意到 挂在眼下的墨浴竹节 她如同往常那般 点起脚尖 查看里面有没有书信 意外地发现了一封 她双眼亮晶晶地 小心翼翼地打开 露水沾湿了信尖一角 上面的字迹利透纸背 囚禁如油龙 昨日之事 娇娇误要误会 哥哥只是逗你而已 简简单单的一句解释 却犹如当头一棒 令男宝衣呆若目击 全臣大人这是 什么意思 昨日对她表现出来的暧昧 只是刻意逗她玩 少女握着性质的手微微发抖 唇半息动 却说不出半个字 昨夜 她昨夜 还梦见了她 也是 就像和叶说的 全臣大人只会取门当户队的官家贵女 又怎么会对她 这种小野花动心思呢 更何况 她们还是名义上的兄妹 这么想着 少女的眼圈迅速染上飞红 瞳孔处渐渐蓄了泪 觉得昨夜的自己像极了笑话 娇娇 外面传来男宝珠清脆的声音 她欢欢喜喜地蹦跶进来 温柔地牵住她的手 咱们一块去给祖母请安吧 人多热闹 男宝衣急忙将性质藏在背后 努力睁大眼睛 不叫眼泪掉落 她害怕自己 一说话就哽咽 因此只是乖乖地笑了笑 跟着去花厅 到了花厅 却发现萧毅也在 她在喝茶 即使注意到她近来 也并没有给她多余的目光 她抿了抿小嘴 依旧如往日般 活泼乖巧地向老人请安 因为萧毅身份高 所以府里的晚辈 还需要向她请安 男宝衣跟着男宝珠 转向萧毅 她服下身 二哥哥万福金安 搭拉着眉眼的姿态 远远不如平日热情 老夫人看得饶有欣慰 这对小儿女 怕是吵架了 萧毅缓抬眸 小姑娘打扮得娇美精致 眉眼间满是委屈 果然 她嫌弃她 昨日唐吐了她 她朝她招招手 娇娇过来 男宝衣有点抵触地走过去 萧毅先是温柔地摸了摸她的脑袋 又掏出一盒糕点 拿去吃 她观察过了 南城里平日带娇娇 就是这般模样 既有威严 又有宠溺 完全符合兄妹之间的相处方式 为了不嫁到这娇弱胆小的姑娘 她打算还是从兄妹做起 再一步步攻略她的心 男宝衣抱着那盒糕点 久久无语 这是摸狗呢 故意撩拨她 又说是逗她 现在又端出兄长的架子 简直可恶 她似笑非笑 多谢二哥哥赐高 纪摩摩 劳烦把二哥哥的茶水 换成玉米汁 她爱喝那个 要大胡的哦 四目相对 男宝衣无辜歪头 难道她不知道 全城大人根本不爱喝玉米汁吗 看她喝的时候 那压抑痛苦的表情 就知道了呀 她只是懒得拆穿而已 既然她自己说喜欢 那就让她喝个够好了 在萧毅的复杂的注视中 男宝衣稳稳落座 她捧起一盏杏仁茶 听见祖母他们在议论承熙之事 男宝朱亲过半个身子 低声道 薛家大姑娘要做善事 结果却叫承熙百姓雪上加霜 我听我娘说 咱们府里许多丫鬟蒲衣的家 都在承熙 他们十分为亲人难过呢 景观城富家权贵都住在城东 平家百姓都住在承熙 男府的丫鬟蒲衣 在城里置办的产业 也都集中在承熙 男宝朱接着说道 我娘的意思是 都是府里亲近了一代又一代的下人 他们家里遭难 咱们能帮一把试一把 男宝衣明误 咱们家要出资 替他们修缮房屋 男宝朱点点头 男宝衣若有所思 即使如此 承熙也还是有很多百姓 住不上温暖的屋子 若是在炸暖海寒的季节 染上风寒 无钱求医 对他们而言是灭顶之灾 要帮 就该一起帮 只是这笔巨款 却不该由男家出 上回薛妹拿到几十万两白银 都是依靠别人的捐赠 不能叫她一个人独吞挥霍 总要花到该花的地方去 解决血灾问题 她心思一转 有了个好主意 她望向上座 祖母正和二伯说话 开了春 你和城里要去打理圣经城的生意和商铺 也不知何时才能回家 这几日 你们就在府里好好歇着 哪里也别去 监工的活 叫管家去做就好 祖母 南宝一催生 监工的活 能不能交给我呀 老夫人笑了 你这孩子 哪有姑娘家跑出去当监工的盗脸 也是带字归中的大姑娘了 整日抛头露面 想什么话 这是行善基福的好事 菩萨看见了也会高兴 怎么算是抛头露面呢 南宝一撒娇 祖母 您就答应我吧 老夫人向来宠她 而且她吃斋念佛 也觉得这是行善基福的好事 于是她笑道 那你和猪丫头一块去吧 也好有个伴 谢谢祖母 南宝一笑盈盈地扶身行礼 南宝珠正啃着花糕 文言顿时满脸一言难尽 天可怜见 她不想去当监工啊 为啥娇娇做什么都要拖上她 她看着南宝一坐回来 真诚道 娇娇 我这几日想学牡丹亭的折子戏 可不可以不去当监工啊 南宝一睁着水润润的丹凤眼 你真的想清楚了吗 到时候 我们家还会失周不善 会有很多馒头包子的 南宝珠沉默了 半晌 她试探到 是那种很大很香的肉包子吗 花厅的茶花会散了以后 南宝一在游郎处被萧一叫住 她低头转身 朝她扶了一礼 萧一副手而立 生气了 哪敢生侯爷的气 萧一伸手摸了摸她的脑袋 小脸都皱成一团了 还说没生气 昨日之事 是我一时唐突 娇娇别往心里去 今后 我还是你的二哥哥 她觉得自己 真是相当温柔了 而且也很有兄长的样子 应该能叫小姑娘回心转意 如从前那般黏着她吧 南宝一却别扭地避开她的手 她盯着郎外风景 嗓音清了 既然知道是我二哥哥 那么也该知道男女七岁不同心 今后 别跟我说些有的没的 叫人生气 叫她生气 更叫她心乱 她拂袖离去 穿廊而过的长风 轻轻吹拂着萧毅的外场 露出腰间佩戴的荷包 是一枚黑色荷包 针脚粗糙 荷包面上绣着凌乱的图案 宛如鸭肠子 搅合到了一起 她轻抚荷包 指尖透着几分难耐的浅犬 单凤眼中 藏着旁人难以察觉的戾气 南娇娇 午后 南宝一与南宝珠 结伴去了城西 南家花重金请来的工匠队伍 办事效率极高 将屋舍修缮得又好又牢固 引得不少百姓来看热闹 路边搭了四周的凉棚 一大屉一大屉的包子和馒头运过来 揭开蒸笼盖子 香喷喷的米面 味道十分诱人 只是百姓们被薛妹的宴席吓到 生怕南家的食物里面 也有死老鼠和死蟑螂 因此远远徘徊 不敢上前 荷叶生气 小姐 他们那是什么眼神 仿佛咱们要害他们似的 南宝一微微一笑 他友善地把南宝珠牵过来 温声道 猪猪你看 我没有骗你吧 这里真的有很多包子 豆沙馅 肉馅 应有尽有 想吃 南宝珠馋得舔了舔小嘴 南宝一叫荷叶 拿了一盆热包子来 南宝珠迫不及待地坐到小凳子上 搂着那盆包子 吃得十分欢喜 南宝一望向凉棚外 百姓们议论纷纷 快看 那位是南家四姑娘 连她都敢吃 想必食物没有问题 南家毕竟是鸡膳之家 和薛家不是一路货色 不会坑害咱们 南家四姑娘 吃得好香啊 我受不了了 我要去抢肉包子了 大家都赶紧着 万一被她吃完了 咱们可就亏大发了 一大群被雪灾压垮了房屋的百姓 急急忙忙地排队领膳食 南府跟来的婆子侍女们 立刻忙碌起来 和爷看得目瞪口呆 暗暗朝自家小姐竖起大拇指 南宝一撩了撩小辫子 望一眼南宝珠 珠珠 真是她的福星啊 南家的诗周摊子 前排了长长的队伍 街头薛家的诗周铺子 却是门肯罗雀 薛妹坐在马车里 听了侍女的禀报 很是不愿 南宝一什么意思 故意要跟我作对吗 我盖房子 她也盖房子 我诗周 她也诗周 真是东施孝平 孤明钓鱼 不如把她叫过来问问 夏明慧提议 南宝一被侍女叫过来 站在马车外 规规矩矩地扶了一礼 她注视着马车 嗓音轻润似水 薛家姐姐 薛妹挑开窗帘 不愤道 南宝一 你为何要学我做善事 莫非是为了抢我的名声 薛家姐姐多虑了 我南家帮的 都是府中 奴仆的亲戚家人 薛家姐姐菩萨心肠 宝一不仅宁十分之一 少女姿态谦虚 令薛妹很是满意 她轻哼一声 又平窗问道 我昨日 叫你带给你哥哥的信件与荷包 可有带的 她是怎么说的 有没有叫你捎带回信 回信 南宝一眨了眨眼 这个真没有 她面不改色 二哥哥说 她喜欢心地善良的姑娘 我寻思着 若是薛家姐姐 能将成熙一带的房子 全部修缮妥当 再安排好因为雪灾 而挨饿受冻的灾民 二哥哥肯定要对你刮目相看 说不定 蜀郡百姓 都要称送你为赈灾娘子吗 薛妹以赈灾之名 要求景观成贵女们 捐赠藏品 最后拍卖的几十万两雪花文盈 也尽数落入她的腰包 所以这份钱 本就该由她出 薛妹若有所思 原来那个英俊潇洒的靖西侯 喜欢善良的姑娘 至于赈灾娘子这个称号 她本人也十分喜欢 她父亲是手握兵权的 镇西大都督 全是不亚于异姓王 曾想过为她请封郡主称号 却被朝廷驳回 理由 是她没有过人的功绩 所以这两年 她一直在想方设法的立功 比如做善事 如果赈灾娘子的名声 能弘扬出去 将来父亲再为她请封郡主 或许要简单得多 司机此 她坐回马车 吩咐侍女 把西州撤了 命人去酒楼订宴席 我要在城西大百流水宴 邀请灾民 再把整座景观城的工匠都请来 让他们在七天之内 修好所有房屋 妹儿真是善良 这得花不少银子呢 夏明慧笑着 给她添茶 薛妹不以为然 这有什么 上次拍卖藏品得来的银钱 我本欲放进自己腰包 如今拿来换取声望 好得很 夏明慧笑而不语 因为与夏家是表情关系 所以 她的容貌 与夏勤勤有两分相像 她偏头望向窗外 南宝一正在视野中 渐行渐远 她捏了捏宽秀里的信尖 微微一笑 南宝一带着和叶 往南家的诗州凉棚处走 她低声吩咐 叫人盯着薛妹 一旦她开始认真做善事 就派人宣扬 赈灾娘子这个称号 我要整座蜀郡的人 都知道她是个大善人 奴婢不明白 薛妹她哪里善良啊 怎么担得起这般荣耀 是荣耀 也是枷锁 南宝一两叶甜甜 意味深长 一旦薛妹被所有百姓 是做救苦救难的大善人 那么今后一旦发生灾祸 百姓们都会向她求助 她为了维持赈灾娘子的称号 必然要费心帮助他们 今年旱灾严重 势必是蜀郡最难过的一年 既然薛妹 想当赈灾娘子 就让她 当得够好了 和叶又道 可是奴婢瞧着 真正行善之人 分明是小姐您 好好的善名让给薛妹 您甘心吗 真正行善之人 不求名 不求利 何叶嘟囔 那求什么 南宝一想了想 认真答道 问心无愧 她回答完 就帮着府里的婆子丫鬟 失周不善 沿街酒楼 萧一盘膝坐在窗盘 看着那个小姑娘 她在脑袋上包了一块碎花小头巾 叽叽喳喳的和灾民们说话 和妇人讨论好看的一群样式 和老人讨论 哪些太松软不伤牙扣 和孩童讨论 哪家的冰糖葫芦最好吃 她笑容乖甜 眼睛里洒满了细碎星辰 亮得惊人 她看着 薄唇弯起 正在娘子算什么 南娇娇 她就是个小太阳啊 她心绪宁静 提笔铁末 淡然落笔 对面 江碎涵不耐烦地敲着二郎腿 本来他们 在府里处理军务 萧一却非得跟过来盯着南小五 仿佛一刻也不能让她离开视线 为了不耽误正事 还把基带处理的文书册子也一并搬了过来 大老远地搬来搬去 也不嫌累 萧家哥哥瞧着是头血性极重的狼 可是一旦碰上南小五 那就是驯服后的狗 比谁都要粘人 跟着这样的东家 前途堪忧啊 暮色将晚 解决了承熙雪灾之事 南宝一心满意足的乘马车回府 萧一的马车 以保护的姿态 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 南宝猪趴在车窗边 好奇的注视 长街夜市 夜市的摊子都摆了出来 各种小吃 看得他眼花缭乱 垂涎三尺 看得起劲时 他忽然指着街头 笑道 娇娇你看 这年头真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人都有 那个汉子 居然蹲在街边售卖镜子 还是一面破碎的镜子 南宝一好奇望去 是个穿着破旧细凯的男人 铠甲缝隙里 陈年血字早已泛黑 他看起来年近四十 容颜深邃俊朗 眸子里净是沧桑 南宝一对他起了兴致 叫马车在路边停了 隔着青纱窗帘 他听见有人问假 许是抱着奇货可居的心态 那大富翩翩的商人道 我给你五两黄金 你把这半面镜子卖给我 男人面无表情 千斤不换 千斤不换 有病吧 商人骂骂咧咧地走了 南宝一挑开窗帘 只见那售卖镜子的男人 发际蓬松 面色始终冷俊如山 他问道 大叔 你的镜子怎么卖 男人哑着嗓子回答 以另外半边交换 南宝珠打亮了一眼他的镜子 他嘀咕 苗金的铜镜 虽然贵重 但破碎了 就没有价值了 叫叫 这人别是个疯子 咱们还是回府吧 南宝一摇摇头 这位大叔腰配宝剑 虎口和掌心 全是厚厚的老姐 眼神沧桑深邃 一看就知道 曾在战场厮杀 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 他身边正好缺个护院打手 若能收服他 将来在外行走 也能多一重保障 他捧着一荷包的银子 温声道 我买不起大叔的镜子 但想以百两文银 买大叔这半面铜镜的故事 男人诧意抬眸 车窗后的小姑娘 逗寇之年 娇美至嫩 虽然年幼 却是来来往往这么多人里面 唯一尊敬他的人 他难得微笑 我的故事 同样千金不换 南宝一秀了秀小鼻子 顺着叶峰 他闻见男人身上有淡淡的酒味 而他腰上还挂着酒葫芦 大约是个爱喝酒的人 他温声 我家有三十年的女儿红 唇厚绵香 能否换大叔的故事 不远处 萧一的马车静静停在路边 薛家重返景观城 他怕男娇娇出事 因此才始终尾随 石苦坐在车夫位置上 一边朝前方张望 一边向车厢里的萧一进行实况解说 宝一姑娘主动跟陌生男人搭讪 宝一姑娘拿出了银子 似乎是要包养他 他们孤男寡女 打算深夜喝酒 互诉终肠 我的天 宝一姑娘邀请他上了马车 车厢里 气氛诡异 江碎涵蜷缩在角落 惊恐地看着萧一 萧一拖着热茶 漫不经心地轻浮茶盖 薄唇似笑非笑 丹凤眼暗潮翻涌 表情十分甚人 夜空成名 清风续续 男宝一把捡来的大叔 安置在前院厢房 又偷偷抱来一坛三十年女儿红 两人坐在郎舞下 共对园林花影 男人揭开酒坛风泥 深深嗅了一口酒香 感慨道 这般好酒 得有十年没喝过了 难保一递给 他一支青瓷小盏 他看着男人争了半盏 饮酒的姿态风雅入骨 他断定 这位大叔 绝非寻常百姓 却不知为何 混成这般落魄潦倒模样 出现在景观城 又是为了什么 男人惬意地喝了半坛酒 眼眸微醺 他道 喝了你的酒 该告诉你童静的故事了 男保一手肘撑着小鸡 拖腮笑道 洗耳恭听 远处树影婆娑 萧一副手立在树后 冷漠地盯着眼下 那就是男娇娇带回来的野男人 那野男人都年近四十了 他到底有没有眼光 他狠狠撵着压圣前 担奉眼底酝酿着风暴 半上 他吩咐食言 去把三叔请来 男娇娇与他闹别扭 不肯搭理他 总得叫三叔出面 好好管管这个姑娘 狼舞下 酒香弥漫 男人嗓音沧桑 我少年时 曾有一位青梅竹马 彼此相爱 始至不渝 我迎娶他不到五年 家国突然遭难 他取出铜镜衰成两半 我与他各执一半 约定将来哪怕国破家王彼此失散 哪怕生死今年容颜老去 也定要凭借着半面铜镜 找到对方 男保一正了正 他看着小机上的那半面铜镜 没料到小小的镜子 竟然承载着这么重大的情谊 他轻声道 大叔这般模样 定然是还没有找到他 人海茫茫 想找一个人 何其困难 男人唇角弧度苦涩 眼圈渐渐泛红 十年了 我周游列国 却始终未曾得到 关于他的点滴线索 我常常想 至少 至少在有生之年 确认他还活着 确认他过得很好 那么 哪怕无法破镜重圆 我也知足了 男保一拿起铜镜 轻轻抚摸 一个人 在不知爱人生死的情况下 愿意花十年时间 走遍天下山川 耽误青春年华 只为得到爱人的点滴线索 这样的爱情 实在令人感动 他沉阴片刻 认真问道 不知大叔的妻子 叫什么名字 或许 他可以利用玉楼春 为这位可怜的大叔 找到妻子 远处 食言 没在寝屋找到南广 南广自己 从府外回来了 他喝得醉醺醺的 伸手去拍萧义的肩膀 笑道 这不是我们家 了不起的二侄子吗 告诉三叔 你在看什么啊 他喝了酒 因此格外大胆 他看着萧义 面无表情的模样 突然幸灾乐祸 莫非是二侄子的心上人 有了别的相好 来来来 三叔瞅瞅 这一瞅 就不得了了 他酒醒大半 不敢置信 深更半夜的 娇娇这是在干什么 他旁边怎么做了个男人 还是年近四十的男人 萧义唇角轻钩 他嗓音无辜 三叔 这个男人是娇娇 从街上捡回来的 他还特意为这男人 偷拿了你酒窖里的 三十年女儿红 什么 南广炸毛 他卷起锈管 这丫头 不狠狠揍他一顿 他怕是要上天了 他抄起一根树枝 冲向狼五 南宝一 深更半夜的 你私会到家里来了 你是不是想活活气死你老爹 南宝一睁大眼睛 他和这大叔好好说着话 他爹怎么来了 好像还造成了十分严重的误会 他提起群居正要跑 那位大叔放下青瓷九斩 随手捡起一颗小石子 弹到了南广的脚踝上 南广惊呼一声 狼狈地跌了个狗啃泥 南宝一轻抚胸口 从竹器狼柱后 探出小脸 无辜道 爹 您误会了 这位大叔 是我心情的护院打手 功夫一流 并非您想的那般 南广骂骂咧咧地爬起来 不爽地瞪向中年男人 他上下打量他 嘀咕道 家里又不是没有护院 干什么又请一个回来 瞧着面向凶狠 怪甚人的 他仗着主人家的身份 还想再骂男人两句 在看见他把玩的石子之后 又默默闭上嘴 南宝一转向中年男人 景观成有个白小生 通小百事 我会请他们为你打探你妻子的消息 你暂且在府里住下 把你妻子的名字写给我就好 中年男人看看他 又看向远处的萧毅 视线掠过萧毅的腰带 他意味不明地轻笑一声 抱着酒坛子回厢房了 院中只剩三人 南广恨铁不成钢 用手指头戳了戳南宝一白嫩的额头 不认识的人也敢往府里领 你祖母真是把你宠坏了 万一他是坏人怎么办 你哥哥成了那样 你姐姐又不知去向 爹爹膝下 可就只有你一个孩子了 南宝一抱住额头 小脸委屈 他悄悄望向全臣大人 从前爹爹打骂他的时候 他都会出面帮他 可是这一次 对方只是不近不远地站着 全然没有要帮他的意思 他咬了咬唇半 乖巧道 爹 我错了 但那位大叔功夫极好 而且愿意不要月前 为咱们看家护院 只求一个容身之所 何乐而不为呢 不要月前 南广惊喜地收起树枝 如此说来 倒是爹爹错怪你了 不要月前好啊 今后遇见这种傻子 娇娇还要继续往府里领 知道吗 南宝一笑容甜甜 女儿知道了 他爹真是太好骗了 还好意思说 别人是傻子 他才是傻子 南广走后 南宝一走到萧毅面前 他仰起头 认真注视他 全臣大人的眉骨很高 鼻挺唇薄 身形高大 更像是北方的男儿 他朝他伸出小手指 拉钩 萧毅挑眉 拉钩 南宝一主动勾住他的尾指 月色如墨 少女的心抑制不住地轻颤 赌气道 你曾说 今后还是我的二哥哥 既然这么想当我哥哥 那就当一辈子哥哥吧 萧毅注视着他们的为止 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 涌上心头 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小姑娘为止紧紧勾着他的为止 大拇指按上他的大拇指 如同约定般重重摁了一下 南宝一松开手 依旧是眉眼弯弯的神情 夜已深 我回屋睡觉了 二哥哥也早些睡 明日还要处理军务呢 他摆摆小手 提起宽大的群居 活泼地往松河院儿去 萧毅立在原地 月下身影与松柏融为一处 半张脸引在阴影之中 令人看不清楚他的神情 过了半晌 他才往昭文院儿去 他走后不久 南宝一从游郎拐角 悄悄探出小脸 他注视着他在视野中走远 单凤眼渐渐流露出失落 前世今生 他从未对一个人 这般患得患失 当年嫁给程德宇时 更多的是高兴和骄傲 却从未患得患失过 哪怕替程德宇 迎娶南宴当平妻 哪怕看着程德宇 清静妾室同房 他更多的是面子上难堪 而非粘酸吃醋 可是在薛妹叫他给全臣大人 送荷包和信件时 他竟然十分的不情愿 仿佛全臣大人 就该是他的私有物 绝不能被别的姑娘染指 原来真正喜欢一个人 是做不到容忍他三妻四妾的 哪怕别的姑娘稍微亲近些 他都会格外生气 原来 这就是喜欢 萧毅的身影 消失在视野中 男宝一缓缓收回视线 趴在扶兰边 望向水面 水波凌凌 灯火朦胧 少女的身影 倒映在水面上 没眼很美 他对着水面半鬼脸 水中那十三岁的小姑娘 幼稚又娇气 诚如荷叶所言 全臣大人不会喜欢他这般幼稚的小姑娘 与他般配的 该是财貌双绝的官家贵女 可是怎么办呢 我似乎真的很喜欢二哥哥 好喜欢好喜欢 要我眼睁睁看他迎娶别家姑娘 要我眼睁睁看他像宠我那样宠别的女人 我已经再也做不到了 不是每一个姑娘 生来就门第高贵 财貌双绝 我喜欢上了那般精彩绝艳的少年 我愿意为了他改变自己 愿意为了他 成为比官家贵女更好的姑娘 哪怕要我为此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吃更多的苦 我也甘之如意 二哥哥 再多给我一点时间吧 总有一天 我要写满身荣耀 不卑不亢地站在你身边 坦坦荡荡地告诉你 我心愿你 少女眨了眨眼 晶莹的泪珠子滚进水面 晾开温柔涟漪 他抬袖擦了擦小脸 努力朝水面 展出甜甜的笑容 当今南越 女子若是立了功绩 也可请封爵位 如县主 郡主之类 是受朝堂认可的薰贵 他记得前世 薛定威就曾屡屡为薛妹 请封郡主 但薛妹并无功绩 请封多次 也都无疾而终 后来蜀军大汉 薛定威将南家赈灾的功绩 寄到了薛妹头上 才得到朝廷认可 封薛妹当了个郡主 看来这一事 他要求明了 一连数月 天干无语 南宝一坐在郎五下读书 荷叶端来茶点 忍不住续道 这都四月天了 自打上元节后 一场雨也无 奴婢听人说 田里的作物都活不下去了 那田地都裂开了 也不知何时能落雨 真叫人忧心 南宝一翻了一页书 因为提前向二哥哥预警过 再加上审议朝的挂项 所以 二哥哥以静西侯的名义 要求所有蜀军百姓打紧出水 再加上二哥哥一手掌控米粮 特意在名下所有米铺前贴了告示 称 今年粮食绝不涨价 叫百姓们心安很多 没有出现大肆抢购米粮 哄抬粮价的行为 比起前世 现在情况已经算是很好了 和叶把茶点放下 抱着茶盘蹲在台阶上 那位沈公子还真是厉害 居然能提前占卜到今年大汉 现在蜀军人都称 沈公子是天师县士 府里的小丫鬟们都喜欢往昭文院跑 想请沈公子替他们占卜姻缘呢 南宝一盯着书卷 轻笑一声 小姐笑什么 姻缘是自己筹谋来的 与占卜又有什么关系 如果心仪一个人 挂项却显示不合适 难不成还要否定这份喜欢不成 和叶点点头 小姐说得好有道理 她又迟疑 小姐 您是不是有了喜欢的人 这几个月以来 您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的 连玉楼春都不怎么去了 整日门在屋里读书 真叫奴婢担心 南宝一捏了一块核桃酥 没有的是 和叶捧着脸 按道他家小姐没机会接触外男 确实不会喜欢谁 想起什么 她忽然眼前一亮 对了小姐 听闻朝廷特意拨了赈灾款 多达上百万两文银 由户部侍郎张大人押送 已经抵达景观城郊外了 负责接待张大人的 是咱们侯爷呢 南宝一小口小口 吃着核桃酥 这些天来 全臣大人日理万机 渐渐连家都不回了 只住在军营 细细算来 他们已经有三个多月 未曾见面 他心里不禁有些惦念 谁知 瞌睡了 就有人送枕头来 季嬷嬷笑着从游郎走来 宝一姑娘安好 南宝一起身 微微服了一礼 嬷嬷安好 老夫人听说张钦差 从圣经而来 特意备了些薄礼 正好宝一姑娘和侯爷亲后 就请您走一趟军营 把礼物交给侯爷 也好请她转交给张钦差 南宝一汉手 表示明白 金官初始蜀郡 南府作为蜀郡第一大富商 自然要有所表示 他当即吩咐和叶 为他重新梳妆打扮 准备午后就去军营 季嬷嬷回到花厅 向老夫人秉明了情况 老夫人郑和姜氏 成叶柔 南宝容完叶子牌 文言笑道 他们闹别扭闹了几个月 一个整日闷在后院 一个干脆住进了军营 可把我急坏了 叫娇娇走一趟军营 两个人都不亏 其他人笑着乘势 花厅的牌局热热闹闹的 而南宝一已经坐上了马车 几个月前在街边 捡到的那位卫大叔 亲自为他驾车 他功夫很好 因此 南宝一并不怕半路出事 却在府门前碰到了南宝珠 他刚从玉楼村回来 招手道 娇娇 你要去哪里玩 我也要去 等等我 他带着宁婉舟一道 登上马车 得知南宝一是要去军营 南宝珠十分欢喜 我长这么大 还从未去过军营呢 咦 娇娇 你今日打扮得格外精致漂亮 这套点脆头面 还是头一回见你戴 宁婉舟一针见血 女威越急者容 越急者 南宝珠好奇 南宝一复杂地望向宁婉舟 这十三岁的小少年 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 仿佛窥破了他的心事 他白嫩的脸蛋 渐渐阴开胭脂色 随手拔下点脆筋不摇 认真道 什么越急者 没有的事 我只是很久没出门 因此才特意打扮 南宝珠嗷了声 表情里 显然是不怎么信任的 南宝一咬牙 仿佛为了证明什么事的 干脆连小簪 而当等事物 一并取了下来 南宝珠吃着花糕 小声道 娇娇 你不必如此的 我只是随口问问而已 你这般姿态 真是像极了此地 无银三百两 谁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好气啊 一个时辰之后 马车终于赶到成交军营 食苦老远迎了出来 拱手道 四姑娘 五姑娘 主子听说你们过来 特意来圆门接你们 请二位姑娘下车 南宝珠头一 回来军营 欢天喜地地跳下马车 带着宁碗舟撒鸭子 跑进了圆门 眼中处处都是新鲜 处处都是热闹 南宝一 依旧坐在车厢里 紧紧捏着袖帕 快要见到全臣大人 心中明明是欢喜 而急不可耐的 却不知为何 又仿佛更加胆怯 他悄悄挑开 四肢窗帘一脚 圆门巍 全臣大人身穿玄色 剑袖长服 腰间勒着十二块 欠经皮革腰带 静静立在长风中 三个多月没见 他的轮廓 似乎更加血性英俊 丹凤年底暗潮涌动 看一眼便觉得危险 似乎看见了他 他薄唇忽然 鸣其浅淡的笑容 钢铁般的血性 在对视的刹那 皆都化作绕纸柔 南宝一脸颊发烫 急忙坐了回去 他摸了摸云记 取出掌镜 仔细将点脆布摇 小簪 耳当等物 一一带好 何叶拿着香粉和口汁 替他补妆 笑着称赞 小姐越发美貌 肌肤白嫩 吹弹可破 铺上香粉 更显精致娇贵 奴婢看一眼都要倾倒 南宝一满意地对镜倾笑 何叶挑开车帘跳了下去 正要扶自家小姐下车 却见侯爷来了 萧义把手伸给南宝一 下来 南宝一娇紧地扶着他的手 款款下了马车 他低下眉眼 规矩地扶了一礼 二哥哥万福惊安 萧义看着他 数月未见 小姑娘恰似枝头的嫩流 似乎又抽条了线 因为临近牧春 所以穿着嫩青上如 搭配浅黄青纱如裙 低头行李时 露出光洁雪嫩的后颈 赶紧清新 他已有些姑娘家的样子了 萧义收回视线 带着他往军营走 今夜营中设业 你若喜欢 可以留下参加 多见识些世面 与你有益 若能多留一夜 他也能多看看他 南宝一硬着好 全臣大人腿长 一步抵他两三步 他小跑着才能追上 他似乎意识到了 不动声色的放慢步伐 南宝一鼓起勇气仰头看他 牺牲道 二哥哥 我这几个月读了好多书 诸国史书 南岳地理志 还有各种游记 我每次读完一本 就去赵文院找余味 请他在大书房 替我拿新的 他拿的书 都是你批注过的 看着你的批注 我很容易就能弄懂 那些复杂晦色的句子 萧义想象着小姑娘 三五日就往朝文院跑 想象着小姑娘 乖乖坐在狼舞下 读着他批阅过的书 心中不禁暖暖的 他认真道 这很好 南宝一看着他唇边的弧度 按道 他该是欢喜的 牧春 吹过均匀的长风 透着暖意 寂寥空阔的蓝天上 偶有掠过的纸鸣 南宝一试探着 用小手指 轻轻勾了勾萧义的指尖 萧义垂眸看他一眼 半晌 不动声色的握住他的手 南宝一垂下眼睫 掌心渐渐庆出热汗 数月前的隔阂 随着春风过境 而烟消云散 夜里 营地热闹 南宝一对接待 钦差大臣的宴会 毫无兴趣 仗着靖西侯妹妹的身份 带着宁晚舟到处晃荡 马舅 粮仓 哪里都要逛一圈 恨不能把这座 驻扎着十万人的军营 看个够 南宝一就乖多了 他跪坐在萧义席岸旁 看着他和那位钦差大人 还有帐中其他将军 副将们说话 许是长期待在军营 他们喝酒 都是一大碗一大碗的喝 豪放得很 他数着 全臣大人一共喝了十二碗酒 别人都喝得上脸了 他却脸色如常 半分醉意也无 可见 酒量是很好的 一位老参将喝多了 忽然大笑着转向他 南五姑娘远道而来 也该喝几杯才是 不然 就是不给我们这些人面子 南宝一不愿意 在这么多男人面前喝酒 他垂着眼帘 更靠近萧义一些 萧义漫不经心 舍妹不会饮酒 不会饮酒 唱的小曲 跳一支舞 总会吧 老参将放肆地打量南宝一 笑容里多了些下流 静息吼往日 不许我们着急也就罢了 可是今夜钦差大人驾龄 总该有人住住姓吧 这里就你妹妹一个姑娘 为咱们住个姓怎么了 大家说 是不是啊 满仗参将 一大半的人哄笑称事 南宝一越过萧义的肩膀 偷眼望去 这些赞同的将军 他在薛家别庄那场夜宴里见过 想来 都是薛定威的心腹 二哥哥统领十万军队 明面上位高权重 可是这支军队效忠的 却是薛定威 平时肯定很难管辖 风光的背后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他正琢磨要不要转几个圈 稀释宁人 却听见一声低笑 二哥哥慢悠悠 把玩着手中酒斩 嗓音慵懒而挑衅 要不要本侯 亲自为你跳舞住姓啊 热闹的大仗 寂静了一瞬 那位老参将酒劲上头 笑道 乔侯爷说的 不过是跳支舞诸葛姓而已 您何必这般小贱 男舞姑娘 你细腰长腿的 这副好身段不跳舞 简直可惜 来给叔叔跳一个 话音未落 一把长刀架在了他的脖梗上 魏剑男潇洒地饮了一口酒 笑着逆向那名老参将 我家小姐 容不得旁人羞辱 蓝宝一正了正 他没料到 捡来的魏大叔 居然这么有胆破 剑指参将 这可不是普通人 能干出来的事 萧毅眯了眯眼 往日 他很厌恶这个 被男娇娇捡到的男人 不过今夜这番作为 倒还勉强看得过眼 老参将哈哈大笑 许氏存着故意羞辱萧毅 好像薛定威 邀功情赏的心思 继续口不择言道 助兴的是 怎么能叫羞辱呢 没瞧见钦差大人 很没有兴致吗 为大家祝个兴 也算男舞姑娘的 话音未落 一道血柱 猛然从炉腔里喷涌而出 老家伙的脸上 保持着一半笑容 一半愕然 头颅就这么咕噜噜 滚落在地 满仗寂静 魏剑男又潇洒地 饮了一口酒 淡定的朝南宝一拱手 禀报小姐 汝宁名声的登徒子 已经斩杀 他咽了咽口水 那可是参将 有品贼的参将 擅自诛杀朝廷命官 是死罪 牵连九族的死罪 他究竟捡了一个 怎样的护院打手啊 他心中抓狂 惊恐地望向消逸 连声音都在发抖 二二哥哥 魏魏魏大叔 不不不是故意的 话音未落 满仗参将 几乎全部站起身来 他们拔出长刀 剑指消逸 放任仆役诛杀朝廷命官 静西侯是要造反吗 长刀在灯火下 折射出凛冽的寒芒 南宝一瑟瑟发抖 更想哭了 他知道的 薛定威和二哥哥 一直在暗中博弈 今夜斩杀参将 这是在给薛定威送把柄 他好像帮二哥哥 招惹来了很大的麻烦 他揪住萧一的袖脚 满脸都是豁出去的表情 二哥哥 你放心 这件事 我会一力扛下 绝不会牵连 你的官位前途 更不会牵连家族 劳烦你帮我转告祖母 娇娇此生 不能在他膝下静笑 还是当牛做马 定要报答他 萧一看着他 小姑娘惶恐地要命 整个人都在哆嗦 他温柔地摸了摸他的脸蛋 真酒 真酒 南宝一愣了愣 玄机明雾 大约是他临死前喝的断头酒了 他悲壮地蒸了一盏热酒 烈性的闻君酒 酒香浓郁 他哆哆嗦嗦地端起来 正要饮用 却被萧一按住手 惊向欲知的青年 唇叛带笑 等我回来喝 食苦恭敬地呈上墨刀 九尺墨刀 通体乌黑 锋利射人 萧一轻轻合上南宝一的双眼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睁眼 他提起墨刀 南宝一闭着眼跪坐在原地 细白双手紧紧捏着群居 他听见仗中厮杀 惨烈至极 二哥哥他 莫非是为了他 打算斩杀仗中所有参将 纤细的双肩指不住轻颤 他好想睁开眼 看一看仗中情势 但他不敢 不知过了多久 那厮杀声逐渐平息 南宝一舍不得萧一受伤 忍不住嘻喃 玉皇大帝 原始天尊太上老君佛祖观世音菩萨 请保佑我二哥哥平安无恙 笑意担心 跪在他跟前 仗中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薛定威在这十万军队里的心腹 被他一口气杀了得干干净净 他舔了舔唇脚血字 含笑看着灯火里的小姑娘 他温声 旁人只信一个教 你倒好 道家和佛家一并求上了 所以 南娇娇究竟信哪一个教派呢 南宝一缓缓睁开眼 倒映在铜珠里的青年 浑身浴血 邪似而也信 对他笑起来的样子 却十分温暖 他吸了吸鼻子 忽然扑上去 抱住他的脖梗 他闭上眼 不争气的梗咽 道也好 佛也罢 谁能保护二哥哥平安无恙 我就信谁 小义威正 心底蔓延开暖意 像是苦心故意种下的花种 终于破土而出 生根发芽 他揉了揉他的脑袋 端起他真好的热酒 浅浅饮了小口 酒上温 他笑着称赞 南宝一望了眼 数十具尸体 小脸皱成一团 这些人都是薛定威的心腹 二哥哥杀起来痛快 可有考虑过后果 萧一逆了眼抱刀 站在远处的魏剑男 他正色道 杀一个也是杀 杀一群也是杀 没什么分别 杀了他们 正好接收着十万军队 他觊觎这支军队 已经很久了 今夜魏剑男的行为 倒是击了他一把 南宝一又望向那位钦差大人 这货全程就是个棒锤 早在魏剑男诛杀 那名老参将时 就已经被吓晕过去了 萧一要处理 接下来的一系列琐事 南宝一不想打搅他 因此提前回帐 他和南宝珠旧情的帐篷 就在隔壁 他在魏剑男的 护送下出了军帐 往隔壁走 远处传来士兵们 夜晚操练的声音 南宝一挑开帐帘 背对着魏剑男 忽然唤道 大叔 小姐 我曾在薛家别庄 见过薛定威 他暖阁里 设了翡翠屏风 屏风后面 睡着一位很美的女子 二哥哥说 那是薛定威心仪的女子 南宝一缓缓转身 直视魏剑男 大叔曾说 你与妻子失散十年 我想 薛定威心仪的美人 就是你失散的妻子吧 魏剑男饮了一口酒 双眼含笑 不置可否 街边相遇 并非偶然 而是你一手策划 你想利用我进入男家 从而接近二哥哥 因为你知道 二哥哥是唯一能和薛定威 分庭抗礼的人 今夜你杀那个老灯徒子 也并非是因为我 而是为了逼迫二哥哥 逼迫二哥哥 用最直接残酷的方式 拿下十万兵圈 激化他们矛盾 断绝他们握手言和的可能 少女自聚清晰 单凤眼清润干净 长风过境 半夜微凉 魏剑男又饮了一口酒 他面色漠然 始终保持着不置可否的姿态 只是眼圈 却悄然泛红 蓝宝一递给他一块手帕 他正色道 大叔 不要再利用我了 我同情你的遭遇 但如果你再敢利用我和二哥哥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魏剑男接过手帕 撇嘴轻笑 小姐聪慧 却太过心软 因为尝过身边所有人都心硬如铁的滋味 所以我愿意心软 愿意对别人好一点 我始终相信 善有善报 蓝宝一转身踏进小帐 魏剑男立在帐门外 善有善报 他品着这个词 轻轻嗤笑 虽然不屑 却还是拿出了忠诚守卫的姿态 带刀立在帐门外 夜见深 蓝宝一独自睡在小榻上 很是辗转难眠 有小公爷在 他倒是不担心猪猪出事 只是第一次卸在军营 远处又隐隐传来士兵们的操练声 提醒着他 这是一个有很多男人的地方 叫他心里不安 他翻来覆去 睡不着 钻进被窝 似乎也无法带来安全感 反而闷出了一身细汗 他轻轻叹息 干脆坐在榻上 拿出随身带来的史书 借着两盏如豆油灯翻看 隔壁大仗 萧一把接手军营的事 吩咐了下去 凡是军中效忠他的头目 皆都留了性命 不愿归降的 全部由暗卫诛杀殆尽 换上心腹顶替位置 一场军权更迭 悄无声息地在黑夜中展开 萧一目过身 换了一身黑丑寝衣 他懒得记上记带 任由衣领敞开 悠闲地躺倒在软榻上 不知道这个时候 南娇娇在干什么 军营帐篷简陋 也不知他是否习惯 是否睡得着 他淡淡道 史苦 你去隔壁看看 史苦跑到隔壁帐篷 问魏剑南 宝一姑娘可睡着了 魏剑南看白痴般看他一眼 你觉得 我能知道 他一直守在帐外 又不是贴身丫鬟 怎么可能知道 小姐有没有睡着 于是史苦颠颠地跑回去禀报 主子 魏剑南说 不知道宝一姑娘有没有睡着 屏风后安静了片刻 半晌 萧一又道 石言 你去 石言 跑到隔壁帐篷 他立在帐外 低声道 宝一姑娘 我家主子 问您是否睡得着 若是睡不着 可以去他帐中说说话 没过多久 南宝一抱着枕头 登登登地跑出来 他穿着单薄的请衣 外面系了一件淡粉色斗篷 白嫩精致的小脸上 似乎还特意补了妆容 他羞懒地蹭了蹭鼻尖 朱朱还没有回来 我一个人睡 很是害怕 也想找二哥哥说说话呢 石言把南宝一领到了大帐 得到了一定黄金的赏钱 石苦目瞪口呆 说来也怪 从小到大 他都没有石言得的赏钱多 今后怎么讨媳妇啊 好愁 屏风后 南宝一他拉着软绒布鞋 小心翼翼踏进来 即便是静西侯居住的大帐 也依旧简陋 屏风后面 只简单摆着 一座黄铜之行灯盏 一张软榻 一副桌椅 全臣大人坐在圈椅上 正翻看兵书 二哥哥 少女声音甜如 萧一侧眼冷峻而高深莫测 正儿八经地翻了一页书 淡淡道 第一次在军营过夜 睡不着吧 心中颇有些害怕 确实难以成眠 南宝一乖巧回答 萧一展开了兄长般的关怀 在我帐中睡 南宝一抱着枕头 望眼他的软榻 萧一抿了抿薄唇 低声道 今日才换的褥子 不脏的 我没有嫌弃二哥哥的意思 南宝一躺进被窝 揪住背脚 露出一双亮晶晶的眼睛 只是我占了你的软帕 你今夜睡哪里呢 今夜军中大拳更迭 我不能睡 萧一翻了一页书 你不必在意我 南宝一没在说什么 灯火跳跃 他注视着角落 那里挂着全臣大人的盔甲 玄铁打造 精致而沉重 盔甲缝隙间 还残留着难以擦洗掉的乌黑血字 像桌边的青年 他眉目深邃英俊 气度从容沉稳 很容易让人忽视他才十九岁 他甚至还没有行官礼 别家公子 十九岁的时候 还在斗鸡走狗 调戏小妾 靠着祖宗硬币混个小官 可他已经立下赫赫军功 坐上了静西侯之位 南宝一体谅着他的不容易 于是往小榻里侧挪了挪 他刻意留出大半床位 足够萧一躺下休息 长夜漫漫 萧一翻了一页书 却没心思越南 他抬眸偏向小姑娘 他睡姿端正 只占据小小一点床位 连被子都特意留出大半 虽然知道他是心疼他 但深夜看来 更像是一种无声的邀请 睡 或者不睡 这是一个深刻的问题 他翻了几页书 却一个字也看不进 半晌 他放下冰书 在他边坐下 替南宝一夜被子时 却注意到 小姑娘来时涂了口汁 口汁红痕 都蹭到雪白的棉被上去了 指尖辅了辅纳到红痕 他薄唇轻钩 微微俯身 在红痕上落了一吻 另一边 南宝珠带着宁婉舟 做贼似的 潜入一顶大帐 他手里端着竹台 红竹燃了半截 正缓缓躺着烟红辣来 这是什么地方啊 南宝珠探头探脑 瞧见帐中摆了好多大箱子 宁婉舟掀开一只木箱 箱子里整齐地落着无数银元宝 他拿起一只 银钉底部带有观印 是从圣经城运出来的 他正色道 是圣经朝堂拨下来的赈灾营 赈灾营 南宝珠吃惊地凑过来 这么多箱子 得有上百万两吧 竟也不派人在外面看守 就不怕被偷 他看得出神 没提防竹台倾斜 一行厚重的红竹辣泪 净数低落在银元宝上 呀 南宝珠轻呼一声 还没来得及清理掉那些红辣泪 帐外远远传来巡逻士兵们的脚步声 快走 宁婉舟盖上木箱 拽着南宝珠逃离营帐 两人跑回休息的帐篷 从未见南那里得知 南宝一今晚宿在隔壁 南宝珠放下红竹台 忍不住嘟囔 娇娇和二哥关系也太好了 真叫人羡慕 宁婉舟站在她背后 双手穿过她的软腰 淡然的俯上她 系在胸前的如群记带 她的下颌搁在她的肩上 眉眼如狐狸 温柔道 婉婉和小姐 关系也很好啊 记带散开 少女连青色的绣宝香花如裙 轻盈跌落在地 一缕夜风透着微凉 穿杖而入 轻轻吹拂着少女的牙白绸裤 勾勒出笔直的腿部线条 和若隐若现的起伏 南宝珠危症 背后小丫鬟的声音 透着些许低哑 今夜听来 竟仿佛格外诱人 她迟疑 晚 晚晚 宁婉舟随手将花糕塞她嘴里 小姐尝尝 花糕甘甜 令南宝珠很有安全感 她弯起眉眼 还是你懂我 其实深更半夜 才是吃东西的好时候 最好是来一碗 热乎乎辣腾腾的牛肉面 那叫一个美味 但寻常人 是领略不了 深夜进食的乐趣的 宁婉舟微笑 狐狸眼弯如月牙 指尖解开她的尚如忌带 少女配合地退下 已是暮春四月 她如裙里面 只穿着简单的主腰和绸裤 宁婉舟的指腹 恰似不经意地 服侍过她的后背 烛火光影暗淡 她肌肤嫩滑吹弹可破 背后两扇蝴蝶骨 纤细精致 恰似银白美玉雕琢而成 真好看 十三岁的少年 眼眸深邃 嘴角上扬 蓝宝珠已经吃完花糕 她转身 很是嫌弃 婉婉 你老盯着我做什么 她发现了 她这丫鬟不知道 是不是脑子不大好 有事没事 就爱盯着她出神 还往往流露出 各种意味深长的目光 怪甚人的 宁婉舟微笑 小姐美貌 不自觉就看呆了 那是自然 蓝宝珠得意 随即又友好的 牵起她的小手 你今日的发迹 很是复杂 我先替你解开差事 你再帮我梳头 主仆俩盘膝 坐在小榻上 蓝宝珠认真地 为宁婉舟梳理长发 红竹微蕊 青丝垂落 少年面旁精致 雌雄莫辨 唇红齿白 最妙的是 那一双狐狸眼 眼尾恰似桃花 勾人得很 婉婉也是极好看的 蓝宝珠忍不住称赞 宁婉舟弯起粉唇 小姐喜欢吗 自是喜欢的 蓝宝珠亲热地 搂住她的肩膀 婉婉 既然咱们是好姐妹 那以后就嫁给一个人吧 我都想好了 我做大 你做小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 不叫你被别的小妾欺负 你生的宝宝 我也会视如己出 婉婉 你是不是很高兴 抱歉 她并没有生孩子的功能 而且给人做小妾 她一点也不高兴 夜色如泼墨 星辰斗转 长夜将近 隔壁帐篷 软榻很是简陋 男宝依睡得并不安稳 她迷迷糊糊醒来时 瞧见全臣大人 躺在小榻外侧 姿态很是规矩 许是昨夜休息得不好 眉目间隐隐藏着疲惫 她伸出手 欲要为她抚平眉间疲惫 指尖刚触上去 忽然被男人握住手臂 翻身将她压在身下 别闹 她嗓音低雅深沉 呼吸略有些重 闭着眼睛 熟人又自然地 吻了吻她的脸蛋 带着保茧的大掌 甚至还探经被褥 温柔地按在她的腰窝上 一系列动作 宛如是在安抚娇妻 男宝依惊呆了 全臣大人 是在睡梦里 把她当成了通房侍女吗 她身体绷得很直 整个人宛如一张拉紧的弓弦 连指尖都不敢动 过了两久 她听着上方 传来的绵长呼吸 才轻手轻脚地爬出被窝 捡起丢在床尾的斗篷 连滚带爬地跑出屏风 她靠在屏风上 丹凤眼尾 蕴染着桃花红 铜珠水润懵懂 抚着胸口 紧张喘气 屏风后 萧一睁开眼 她回味般舔了舔唇角 眼睛里藏着星星点点的笑 宛如得逞的狼 她翻过身 邪逆向屏风 四肢屏风半透 小姑娘的身影倒映在上 犹如侍女图 她同眸渐晦暗深邃 若能每日清晨 都能轻轻抱抱小姑娘 该有多好 再有一年半 南娇娇就该急急成人 她急急那日 她要当场提亲 赶在所有人之前提亲 这年轻的肖家侯爷 已经开始思索 提亲时里单上的内容了 屏风外 南宝一终于平复了心跳 系上斗篷正要出去 正撞上沈亦潮进来 两人对视 彼此一愣 沈亦潮拢着宽秀 问道 她醒了没有 还睡着 南宝一压低声音 是有什么事吗 倒也不是什么大事 从盛进来的那个户部侍郎 已经压送赈灾营离开 南宝一点点头 她回眸望了眼屏风 想着消逸疲惫的睡颜 叮嘱道 既然不是急事 等二哥哥醒了 再与他说吧 他昨夜睡得很晚 累了一宿呢 累了一宿 沈亦潮细细打量南宝一 半晌 他面无表情道 劝他节制些 节制 南宝一想了想 暗道 许是沈亦潮也不希望二哥哥太过操劳 他小脸严肃 认真硬下 我会的 南宝一走后 沈亦潮来到屏风后 他看着消逸 昨夜 效忠薛定威的头目已经被屠戮殆尽 十万大军 尽在掌控 消逸盘膝而坐 滴滴沈孝 你猜 薛定威会如何做 报复 沈亦潮沉生 昨夜 你操之过急了 萧亦只是沈孝 他起身更衣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十万军队 再加上我的两万四兵 纵遍他薛定威 坐拥四十万大军 我又何惧 他语调漫不经心 透着浓浓的嚣张和狂妄 沈亦潮拢着宽秀 面色淡漠 不知怎变 这个男人身上 有一种令人幸福的魅力 旁人做不到以少胜多 但他觉得 萧亦就是能做到 午后 南宝亦要离开军营了 南宝珠要学骑马 和宁婉舟骑着两匹马 先往井观城而去 南宝亦和萧亦 在原门处告别 长风过境 将少女的嫩青色 轻沙如群 吹得翻飞扬起 他登上马车 回首望向萧亦 沈公子托我告诉二哥哥 夜里须得截至险 萧亦微笑 娇娇再踏 恐难截至 南宝亦微正 这话 怎么听起来怪怪的 他迟一半上 又道 二哥哥 我回府了 路上小心 南宝亦沉默 这并非是他想听见的话 他深深凝了一眼萧亦 眸中 满是欲语还修的情谊 萧亦挑了挑眉 总觉得小姑娘 似乎是在暗示什么 他看着小姑娘 弯腰往车厢里去 试探道 还不曾带你逛过军营 不如再歇一夜 明日再走 南宝亦回眸 笑容甜如 声音清脆 好的呀 爽快地硬着 又后知后觉得红了脸 他似乎 太不矜持了 萧亦薄唇抿着轻笑 伸手将他扶下马车 还会说话 一起快马飞奔来 侯爷 出事了 那小卒翻身滚下马背 满脸焦急 侯爷 张侍郎押送赈灾营 前往广柔县 途径端安宴时 被山匪劫持 可怜全队人马 除了张侍郎 竟无意生还 赈灾营被山匪劫走 南宝亦正中 那可是上百万两雪花文营 是朝廷拨给受灾百姓的 被山匪劫走 算怎么回事 青天白日的 那些山匪 胆子也太大了 不等他说什么 又有快马飞奔来 马背上坐着的少年 穿天青色锦袍 带细纱小官 容色温润如玉 竟是程德宇 他勒住缰绳 居高临下 静熙侯 我父亲听说 赈灾营被劫 大为震怒 他要你三天之内 找到赈灾营 上交官府 否则 就上报朝廷 致你办事不利之罪 南宝亦没监清索 程惠是蜀郡太守 再加上是二哥哥 负责接待钦差 按照惯例 他确实有权要求 二哥哥调查 赈灾营的下落 只是三天时间 未免太过苛刻 摆明了是在报复二哥哥 毕竟几个月以前 程德静被马车拖拽致死 虽然调查出来是风马所为 但马车的主人 却没有查出来 而整座井观城 敢杀程德静的人 对程德静有杀心的人 唯有二哥哥 所以程太守 这是在借着赈灾营 报复二哥哥 他不约 多安宴一带 山匪众多 散落在不同的山寨里 如果真的是他们所为 三天时间 是不可能剿灭他们 拿回赈灾营的 程德宇的目光 落在他身上 数月未见 他曾经的未婚妻 身形犹如抽条的嫩柳 又长高了些 梳着精致的发际 小脸白嫩淡粉 很是娇美 他眼眸微动 这里是军营重地 娇娇怎么在这里 南宝一听不得他 换自己小字 他正色道 我与程公子不熟 还请你不要随意换我的小字 听着隔音 程德宇咽了咽 随即 他冷笑 你姐姐如今是我的贵钱 我也算是你姐夫 换你小字又如何 便是与你同屋共识 也是使得的 他没在这个话题上 多做纠缠 只冷冷盯着萧毅 静熙侯 我父亲的命令 你已经知道了 我如今在关牙担任主部 这三天里 负责监视你的一举一动 三天时间 务必剿灭山匪 拿回赈灾营 否则 朝廷派人问责 蜀郡只能拿你顶罪 南宝一满脸担忧 弄丢上百万两赈灾营 朝廷肯定是要问责地方官的 程太守和薛都督摆明了 要拿二哥哥顶包 他脸上的担忧 令程德宇很是不悦 他道 静熙侯要办事 娇娇在这里 未免要妨碍他 姑娘就该有姑娘家的样子 我派人送你回府 我在哪里 与你何干 南宝一讨厌极了他 你少管我的事 他亲密地 挽住萧毅的手 二哥哥 我与你一道去读安宴 我保证 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他打算飞鸽传书给玉楼春 拜托韩燕良 帮他调查赈灾营的下落 如此 也算是帮到了二哥哥 萧毅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小脸 娇娇喜欢 那就跟着 南宝一也是会骑马的 往都安宴走的时候 他才发现 原来不止全臣大人带了家隽 程德宇自己都带着一辆马车 车帘晃动 露出烟粉色如群 透过竹帘 隐约可见 里面的少女 身姿纤细窈窍窃 侧眼妩媚诱人 他看着看着 一只血嫩的手 轻轻挑开竹帘 四目相对 南宴扶了伏并肩tone 微笑 小半年未见 娇娇别来无恙 是南宴 难保一挑眉 来了兴致 看南宴这模样 在程家应当过得还不错 他闻声 姐姐别来无恙啊 程哥哥很宠我 我在程家过得极好 比在南家时好多了 南宴漫不经心地扶了扶如群 这种丝之料子 我从前是穿不起的 可现在 我想猜几件 就猜几件 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 难保一歪头 当个贵妾 也值得她骄傲成这般模样 可见眼界这种东西 实在太重要了 她笑容甜甜 恭喜姐姐得偿所愿 难言一眼 洞穿她的想法 嘴角上扬 我知道你瞧不起我 可是与我而言 你为官家妾 不做平家妻 如今成哥哥在官崖历练 虽是小小主步 却也有很多人走后门 妄图通过 我贿赂她 我收到了很多贵重的礼物 这是嫁给平常人家 所没有的好处 难保一轻笑 把收受贿赂 当成炫耀的资本 难言还真是叫人鄙夷 她不以为意 静止策马往前 难言注视着她的背影 笑容里多了些得意 难保一必定是羡慕妒忌 因此才不愿意跟她说话 她轻摇团扇 胸中多了些扬眉吐气的畅款 她注视着官道风景 眼睛里是苦尽甘来的得意 她能在成家站稳脚跟 花了很大的力气 皇室不喜欢她 于是她每日成婚定省 亲自下厨为皇室做菜 时时小心地伺候她 比贴身丫鬟还要周到 可这些并不能打动皇室 于是她买来毒药 毒死了两个身受成太守喜爱的小妾 帮皇室故宠争宠 这才令皇室另眼相待 对她好了许多 承德宇是个看重母亲的人 因为皇室对她好 所以她也肯对她好 对她大方了许多 愿意送她一些朱差首饰 绫罗绸缎 甚至就连这次前往都安宴 都愿意带她一起 这是受宠的表现啊 南宴摇着团扇 享受着侍女端茶 倒水的伺候 这一次都安宴之行 她定然要让南宝一亲眼看看 她如今过着怎样富贵快活的日子 黄昏时分 车队抵达了贯县 多安宴位于贯县 是一座巍峨宏大的水利工程 南宝一等人歇脚的地方 在多安宴宝平口以南的玉石街 说是街 实际上却像是繁华古镇 在西南茶马古道上赫赫有名 这里的百姓受旱灾影响很小 镇上丝绸 赎井 茶叶 骏马 玉石等商业贸易 非常繁荣 玉石街最豪舍的客栈 名为千秋雪 与西陵雪山 那座千秋雪 是同一个老板经营的 南烟扶着侍女的手 故意看了眼南宝一 柔声道 诚哥哥 咱们要最好的一间客房吧 沿途疲惫 想好好休息 诚哥宇也看了眼南宝一 他有意让他知道 做他的女人 是多么幸福的事 于是淡淡道 既然依儿喜欢 那就住最好的 南宝一蹭了蹭鼻尖 他也想住最好的客房 掌柜的笑道 咱们千秋雪最好的客房 名为幽山雅居 住三晚的一千两文银 押金两千两 住后再退 南烟和承德宇 同时陷入沉默 住个客栈 居然要一千两文银 他怎么不去抢 掌柜的打开账本 温生 二位这就入住吗 半赏 承德宇面无表情道 这趟出来 乃是有公差在身 若是住得太好 回去向官崖报销时 账面未免不大好看 我们住此一等的 南烟附和 是啊 诚哥的两袖清风 我们不占公价便宜的 掌柜的悄悄翻了个白眼 那间上房 本就是给茶马道上的大富商准备的 不就是嫌柜住不起吗 也好意思 拿两袖清风说是 两袖清风得罪他们了 南宝一趴在柜台上 递出一张折叠整齐的千两银票 田田道 掌柜的 把那间上房给我们吧 身为蜀郡首富家的宝贝明珠 一间上房他还是住得起的 他回头望向消逸 笑容甜如 二哥哥要讨伐山贼 找回赈灾营 接下来的几天会很辛苦 要住好点的客房 少女的双眼弯如月牙 像是洒满了细碎星辰 萧一犹如引进一瓢春水 心中很是甘甜清润 掌柜的拿钥匙去了 承德宇低声讥讽 住客栈还要女人掏银子 静西侯也不嫌丢人 有的人想 却没有机会 萧一似笑非笑 娇娇喜欢为本侯花银子 本侯也很享受被他养着的滋味 爱到成公子的眼了 承德语气的无言以对 哪有男人被女人养 还如此高兴的 活到这么大 他就没见过萧一这么厚脸皮的 客栈里的小厮 帮忙把行李搬进了各自的客房 幽山雅居在客栈五楼 可以俯瞰整座都安宴的风光 玉蕾山重栏迭杖 明江奔流往东 水与嘴 飞沙宴 宝瓶口等水利工程 共同组成都安宴 欧有白鹤掠过长河与蓝天 更显波澜壮阔 南宝一平栏而望 觉得这般景致便已值得客房价钱 推开幽山雅居的门飞 入幕式小桥流水的屋中景致 甚至还有一座巧夺天宫 长满仓台的假山 这是一座两间寝屋的套房 甚至还设有书房 盥洗房 小花厅 屋中衣水的金丝楠木夹丝 绸面的床套被褥 都是崭新的 南宝一甚至在装进台前 发现了一套没拆封的彩云间面枝 口枝 香仪 他又打开衣柜 柜子里准备了新的请衣 如群 真是相当对得起客房价钱 他欢喜地跑到小花厅 小姨坐在圈椅上 正随意吃着茶点 而他面前 赫然视力着六名滋容秀美的丫鬟 为首的丫鬟扶了一礼 微笑道 给小姐请安了 奴婢负责伺候幽山雅居的贵客 洗漱更衣 捏肩垂腿 奴婢都可以做 南宝一不习惯用别人的丫鬟 他正要打发他们走 那丫鬟又笑道 另外 如果这位公子需要的话 我们也可以为您暖床试请 安抚您身体和灵魂的双重疲惫 这服务 可真是太周到了 他妄想消逸 玄臣大人品着香茶 侧颜冷峻淡漠 南宝一知道他一向不爱搭理外人 于是委婉道 我们这边不需要人伺候 你们回去吧 侍女们对视一眼 指得行过礼后退下 南宝一替萧一添了些茶 小脸正惊 成太守摆明了 是在给二哥个设套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真的要去调查山匪吗 可是附近山头众多 山匪窝也是有名的多 三天之内 如何查得清楚呢 屋里 没有碍眼的人 消逸独对南宝一 薄唇明起些许笑容 他伸手 替他别起一缕戏法 先从张侍郎查起 南宝一若有所思 张侍郎是唯一的生还者 确实应该从他查起 只是听说他如今昏迷不醒 二哥哥恐怕要再等些时辰 他俯了俯如群 笑道 一路行来 满脸都是灰 我先去目个身 萧一目送他小跑进盥洗屋 没过多久 屋子里传出浅浅的水声 他向来很爱干净 萧一想着 起身也朝盥洗屋走去 屋里热气挣腾 一副绣花鸟 屏风隔开了屋子 少女如群搭在屏风上 一双嫩柳黄的绣花鞋 规规矩矩地搁在屏风边 萧一单膝蹲下 随手翻开鞋垫 鞋垫底下 是厚厚一大银票 他看着 忍不住扬了扬嘴角 这般会藏钱 也不知随了谁 他取出一千两银票 悄然放进原本的银票里 跟小姑娘出来开房间 自然没有叫他出银子的道理 这点子前 他消逸还不缺 他起身 听见屏风后 传来少女豪放的哼歌声 春寒赐玉华清池 温泉水华洗凝汁 洗压嘛洗凝汁 事儿浮起焦无力 使是心成恩则时 恩压嘛恩则时 他自己乱哼地吊吊 听着很是可爱 消逸侯杰微微滚动 丹凤眼晦暗如墨 藏着黑夜般的危险 总有一天 要让小姑娘切身体会 什么叫 使是心成恩则时 男保一梳洗打扮妥当 对着落地同镜照了照 镜中姑娘稚嫩娇美 豆绿色青纱如群 令人耳目一新 痰发疏成灵蛇记 显得脖梗鲜长如天鹅 因为刚洗过澡的缘故 肌肤百里透粉 又嫩又润 他抿了抿淡粉口汁 心情美美大 来到小花厅 正碰上食苦过来 禀报正事 张侍郎已经醒了 在楼下客房躺着 主子可要过去瞧瞧 我也去 我也去 男保一性质很高 消逸看他一眼 不管微不危险 这小姑娘对热闹 总是很感兴趣 确切来说 所有男家人 都对热闹感兴趣 如果哪天男府 发生火药爆炸 男家人 一定是先留下来看个仔细 全家人兴奋地讨论几句 再考虑逃命的事 傻袍子似的 他带着男保一 来到楼下客房 张侍郎直挺挺地 躺在榻上 全身缠着纱布 颤巍巍地朝消逸伸出手 他睁着一双浑浊老眼 连声音都在发抖 我们押送赈灾营 途径深山 猛然窜出来 九十多个山匪 吓死老夫了 吓死老夫了 消逸淡淡道 从哪个方向过来的 是从四面八方包围而来 张侍郎老泪纵横 九百多个山匪 老夫生平 从未见过这等架势 可把老夫吓坏了 消逸默了默 缓声道 究竟多少个山匪 活活九千多个 漫山遍也都是人啊 幸好老夫的坐骑跑得快 才侥幸逃出升天 尽吸喉 你要帮助朝廷夺回赈灾营啊 老人执着消逸的手 泪如雨下 客房静默 男保一把玩着团扇 忍不住面露鄙夷 还户布侍郎呢 连多少山匪都说不清楚 这帮糊涂 也能当官 他府里的老账房 都比他能干 余光扫视过张侍郎的包扎绷带 他不动声色 既然张大人的坐骑跑得快 想必不该受伤才是 小女娃子懂什么 张侍郎不悦 本官的马跑得太快 下山时 本官不小心从马背上滚了下来 因此摔舌了骨头 本官乃朝廷命官 岂能被山匪所伤 男保一呕了声 妄想站在角落的男人 你是大夫 背着药箱的男人 操着一口惯献口音 宫声道 回姑娘话 小人正是惯献的大夫 钦差大人 只是手肘 膝盖等处摔伤了 并没有伤及要害 男保一点点头 他很温柔地转向张侍郎 伤筋动骨一百天 大人得好好养着 叫客栈多顿些骨头汤 能滋补身体 从客房出来之后 萧义吩咐了食苦几句话 又带着男保一 去大堂用午膳 临窗的鸡翅木方桌 雕琢精细 白瓷苗筋的器具 很是烤酒 六菜一汤 全是独安宴的特色菜 萧义替男保一 盛了一碗白果炖鸡汤 看娇娇的神情 似乎是发现了什么 男保一捧住白瓷小碗 嗅了嗅汤香 他斩钉截铁 张侍郎在撒谎 何以见得 张侍郎说 他摔舌了骨头 那个大夫又说 张侍郎伤在手肘 膝盖这些地方 可如果真的是 关节处骨折 稍微有点常识的大夫都知道 不能像他那般直挺挺的包扎 手肘得用纱布掉在胸前 膝盖也应该弯曲线 否则痊愈以后 关节处会丧失应有的弯曲功能 这是我从姜大哥那里学来的 萧义看着他 小姑娘分析起来 头头是道 眉眼间都是神采 清风透窗 几缕漆黑碎发 扶过他的面颊 更显小脸精致白嫩 他抿着笑 温柔地替他将碎发别道耳后 哪怕早已识破张侍郎的谎言 他还是问道 还有呢 那个大夫连包扎都不会 可见是个假大夫 他在帮张侍郎远晃 而他操着一口贯献口音 所以应是本地人 由此推断 张侍郎在和本地权贵勾结 难保一细细推敲 所以 那笔赈灾营 并不是被山匪劫走的 我想 他们将山匪推出来 第一是为了让山匪来当替罪羊 第二是 为了转移二哥哥的视线 好为他们转移赈灾营 争取时间 一番推论 堪称漂亮 他眨了眨眼 似乎再没什么可分析的 于是低头喝汤 萧义看着他 喝了小半碗汤 他拿着帕子 仔细为他擦了擦唇脚汤子 故意问道 娇娇这么聪明 不如娇一娇哥哥 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难保一双眼一亮 全臣大人 居然向他请教问题 他可是帝师啊 如今 他竟然成为指导帝师的人 他应该封一个帝师之师的称号 他忍不住大笑几声 落在萧义眼中 活像是翘起尾巴的小狗 少女得意地蹭了蹭鼻尖 二哥哥算是问对人了 我以为 应当尽快封锁关道和渡口 不给贼子转移赈灾营的机会 娇娇好厉害 萧义顺势夸奖 他有意培养小姑娘长势的能力 想多给他一点信心 因此 正要吩咐暗卫照他的话去办 食苦突然颠颠地跑了过来 他拱手 主子 卑职已经派人守住了关道和渡口 这三日 绝不会有人敢带着赈灾营离开贯线 这么回禀着 表情里很是得意 瞧瞧他办事效率有多高 主子该奖赏他一定黄金才对 桌上气氛却有些诡异 南宝一抱着白瓷小碗 正正看着萧义 原来 二哥哥早就知道 张侍郎在撒谎了呀 萧义面无表情 他冷冷逆向食苦 回南府运腊肉去 他目瞪口呆 不是 他完全是按照主子的吩咐办事的 为啥拿不到奖赏也就罢了 还要回家运腊肉 他不想回家运腊肉啊 食苦哭着离开了 南宝一盯着小碗 好扮上 才悄悄抬起眼睫毛 望向对面的青年 他穿着本飞色剑袖颈袍 急带军靴 发术金冠 十分金贵 那张俊美英挺的面庞上 却透着几分脑 全臣大人肯陪他演戏 代表他 把他放在了心上 他又怎能怨他呢 他咬了咬唇瓣 忽然起身 小心翼翼坐到萧义身边 他拿起公块 往他碗里 加了一只葱油鸡腿 他牺牲道 我明白的 二哥哥不是故意骗我 而是在用自己的方式 对我好 我喜欢这样的二哥哥 特别喜欢 萧义垂眸望向他 小姑娘眉眼恰似心悦 两叶甜的像是红豆 这种甜甜的笑容 狠戳他的心 胸腔里对食苦的那点不满 忽然间烟消云散 一大一小并接二做 安安静静地吃完了午饭 萧义进过手 从怀里取出厚厚一大银票 玉石接的东西还不错 去逛逛 随便买 赈灾赢的事 哥哥会处理好 看见那么厚一大银票 难保一眼睛都绿了 他接过银票 姿势比接圣旨还要虔诚 他才迷失地数起来 二哥哥 你真的给我花银子 越数 嘴角越是疯狂上扬 萧义摸摸他的头 上次在薛家别装时 就曾与你说过 要给你买漂亮如群 简喜欢的买 晚上穿给哥哥看 两人说着话 程德宇和南烟 从楼梯上下来了 南烟摇着一把团扇 隔着老远 柔声道 娇娇 程哥哥给了我五十两银票 让我与你去买如群首饰 你可要与姐姐一道 五十两 南宝一好想放声大笑 程德宇和南烟走了过来 程德宇从袖带里 取出一张五十两银票 微笑着递给南宝一 虽然南家不缺银子 但这张银票 是我当姐夫的一点心意 娇娇拿着 跟你姐姐一起去逛街吧 买些糖果 或者买身如群 都可以 他听说 小姨子很容易亲近姐夫 只要他对娇娇 展现出姐夫的关怀 他定然要倾倒在 他的温柔里 然而 剧情并没有按照 他预料的发展 姐夫 南宝一吃笑一声 旋即 他开启了滔滔不绝的嘲讽 程公子莫非忘了 第一 南烟是庶女 而我是嫡女 第二 南烟并非你的妻 她只是你的妾 有这两层关系在 你也好意思自称是我姐夫 论姐夫 我只认宋世宁 才不认你 程德宇的表情 很是僵硬 递出银票的手 更是僵在了半空 南烟端出当姐姐的架子 冷声道 娇娇 不得对成哥哥无礼 他好心给你零花 你应该收下 再好好道歉 这般没有教养 传出去 别人要误以为 爹爹叫女无方 他没有刻意压低声音 大堂里的时刻 都听得一清二楚 好奇地朝这边张望 南宝一笑得更加激讽 南烟没什么本事 就知道颠倒黑白 坏人名声 乔姐姐说的 好像爹爹叫女友方似的 他从容不迫地反击 如今景观成谁不知道 昔日南三爷的外侍女 自奔为妾 姐姐都自奔为妾了 也好意思管教我 若是把我也教得自奔为妾 我找谁说理去 小义低笑 他把玩着猫眼石戒指 想象着南娇娇打包一个小包袱 深更半夜自奔为妾的情景 若是他奔到他府上 他定会给他留门 留床 不过 他是舍不得南娇娇做妾的 时刻们兴致盎然 还有什么谈资 比富家贵女自奔为妾 更有意思 各种目光在南娇和成德宇身上群寻 令两人无比羞恼 南娇咬牙切齿 无言以对 小半年没见 他发现这个小贱人 更加伶牙利齿了 成德宇脸色同样清白交加 对南宝一束手无策 但不知为何 越是对他束手无策 他越是觉得这个姑娘有趣 他紧紧盯着南宝一 脑海中各种心思百转千回 而南宝一似乎嫌弃 给他们的羞辱还不够 继续道 闲着也是闲着 既然姐姐邀请我去逛街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他故意晃了晃那一打厚厚的银票 正好 二哥哥给了我五千两银票 可以买许多首饰和乳裙呢 成公子 你那五十两银票 还是自己留着买糖果吧 轻蔑的话 如同清脆的耳光 狠狠扇在成德宇和南眼脸上 成德宇复杂的丁相消逸 原以为是个吃软饭的 没想到 居然还有点家底 五千两并非小树木 萧毅 又能挥霍几回呢 他暗暗冷笑 期待萧毅挥霍完家底的时候 许氏觉得 继续待在这里实在丢人 南眼勉强笑道 玉石街店铺众多 娇娇 咱们快些去逛吧 得赶在傍晚前回来的 南宝一回眸望向萧毅 他朝他微微汗手 他稳了稳心神 按道全臣大人是厉害的大人物 查证灾营这种小事 定然不在话下 他放心地和南眼离开 这是他第一次和南眼逛街 长街店铺临次致笔 各种玉石铺子 丝绸茶叶铺子 比比皆是 除了本地商人 还有川藏那边的商人 前来护士 两姐妹全程无话 也都没有带婢女 因此气氛格外诡异 他们一起逛街 对彼此而言 本就是很煎熬的一件事 走到长街拐角处 南眼干巴巴的提议 去这家成衣铺看看吧 南宝一 哦 成衣铺很宽敞 除了有中原女子的儒群 还有边疆民族的服饰 南宝一瞧着新鲜 伸手拿起一顶金边窝窝帽 往头上比划 妹妹真是可爱 你梳着灵蛇戒 怎么可能戴得下帽子呢 南眼暴毙站在旁边 温柔开枪 妹妹做事 之前应该多动脑子 省得叫人笑话 她又友好的拿起一朵卷花 比起窝窝帽 妹妹明念动人 更适合戴这种卷花 南宝一嫌弃 这朵大红卷花 又土又丑 南宝真是讨厌啊 她不跃时 瞥见南宝拿起一件牡丹红如裙 低胸访唐氏 是女徒的设计 用料烤旧飘逸 裙摆非常宽大 南宝一毫不留情地奚落 虽然姐姐十四岁了 但却瘦得像根竹竿 毫无身段可言 是穿不上这种如裙的 姐姐 你也是读圣贤淑的人 难道不知道 人贵有自知之明吗 她盯着同镜 镜中人轻瘦鲜弱 胸前该有的起伏一点也没有 即使已经十四岁 可是比起十三岁的南宝一 居然没什么差别 南宝一 这是故意 往她伤口上撒盐 南宝一又微笑着 拿来一套女童如裙 姐姐应该穿这种 完全贴合你的身段 绝不会走着走着 裙摆就掉了下来 你 贱人 南烟再度被戳到痛处 恼羞成怒地抄起布匹 砸向南宝一 你才是贱人 南宝一不甘示弱 跟着抄家伙 侍女们目瞪口呆 这俩姐妹 从轻轻热热的姐姐妹妹 眨眼间就变成了气急败坏的贱人 简直是翻脸不认人 前世有仇事的 眼见着他们开始互相拽头发 掌柜的终于站了出来 她是个没有表情的中年男人 抬手就朝两人的侧颈披下去 南宝一和南烟 同时软倒在地 侍女惊讶 掌柜的 我最讨厌锅造的女人 送进山寨 掌柜的继续坐在柜台后算账 今夜韩老板要来山寨密谈 这两个小娘皮容色不错 正好送进玉楼春唱曲 侍女利落拱手 她很快安排人手 把南宝一和南烟抬进马车 她注视着马车 离开西壤繁华的玉石街 轻声道 从先祖开始 咱们一辈人接着一辈人 老是本分的窝在蜀郡 已经两百多年 究竟什么时候 才能重见天日 重回顾过呢 掌柜的拨弄算盘的动作 顿了顿 伴赏 她面无表情道 令牌出现之 挨出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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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保一醒来时,侧颈痛得厉害。 他睁开眼,墙壁上挂着一盏昏暗油灯,四周堆满了柴盒。 铁窗肮脏破旧,隐隐能看见窗外悬着几粒行尘。 狼嚎声远远传来,令人毛骨悚然。 他想揉一揉酸痛的侧颈,却发现双手被麻绳绑在了身后。 他皱巴着小脸。 附近有狼嚎声,这里应该是深山老林。 被这般捆着扔在柴房,应该是山匪做的,赈灾营不在山匪窝。 他和南烟倒是被劫持到山匪窝来了。 对面柴堆边,南烟还昏迷不醒着。 喂? 他踹了南烟一脚。 对方毫无反应。 南宝一压低声音,南烟,醒醒,都被绑到土匪窝来了。 你还睡? 可对方依旧没反应。 南宝一忍不住抬脚往他脸上踹,踹出几个小脚印,他还是不行。 他只好自己想办法。 注意到地上放着一只残破的盛水小碗。 他正琢磨着把小碗弄碎,再用瓷片割开麻绳。 外面忽然传来嘻嘻嘟嘟的说话声和脚步声。 他急忙照原样躺好,闭上眼睛。 有人打开了锁头。 韩统领,虽然咱们没有截到镇灾营,但是却截到了两个梦美如花的小娘癖。 你带去玉楼春好好调教,保准将来能卖个好价钱。 灯笼的光打了过来。 阴暗的柴房,立刻亮如白昼。 寒颜凉穿青纱如裙,外面系着一件悬黑斗篷,整个人透着肃杀的清寒之气,像是一柄即将出鞘的利剑。 他挑眉看着男宝衣。 这天下,可真小。 在这种深山老龄,都能碰上顾骄,乔男家小女这模样,眼睫抖动得厉害,怕是早就醒了。 他轻轻吃笑。 韩统领,你笑什么? 莫非是嫌弃他们不够美? 撒家瞧着,明明很美了呀。 蠢货。 寒颜凉腻了他一眼。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属下不知。 她,是靖西侯的妹妹,男家的掌上明珠。 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啊。 便是南岳伯的郡主公主,咱们也不是解不起。 遥想当年,咱们先祖号称天书,效忠大庸帝王,那是何等辉煌。 可是两百多年前过去了,咱们却沦落成山匪,卧在这小小的蜀郡,真是可悲可叹啊。 寒烟凉沉默。 两百多年前,天下皈依,号称大庸。 天书效忠开国皇帝,上探臣子机密,下之百姓动向。 势力涵盖天南海北,高手如云,令人闻风丧胆。 甚至有人称,得天书者,得天下。 后来,大庸的开国皇帝命令天书待在蜀郡休养生息。 号令天书的令牌,则不知去向。 两百年多年了,他们在蜀郡一带又一带的繁衍,刻意藏起杀戮与血性,像是利剑入鞘。 虽然锋芒依旧,却无法在世人面前展露光滑。 而这种见不得光的日子,不知还要持续多少年。 寒烟凉闭了闭眼。 睁开眼时,同谋冷淡如烟。 他沉声道,天书称不上劫富济平,但也做不出拐卖姑娘的事。 把他们送下山。 南宝一走丢,玉石间那边已经乱了套。 靖西侯疯狗似的,连赈灾银也不查了。 调集了所有暗卫搜查南宝一的下落。 挨家挨户的盘问,再盘问不到,恐怕得带着军队上山剿匪。 他不想对上靖西侯。 那名小统领很是遗憾,南府是蜀郡首富。 既然截到了他们的掌上明珠,不如用他勒索南府,若能敲诈些银钱,咱们十里八寨的弟兄。 这几年的吃穿用度就不愁了,寒烟凉看他一眼。 若是从前的南府,敲诈也就敲诈了。 可如今的南府,被靖西侯纳入了羽衣之下。 勒索南府,恐怕不等拿到银子,就得提前被靖西侯寡下一层肉来。 富贵虽好,却也要看有没有命想。 这么想着,他正色道,如今天书虽然落魄,却也不做敲诈勒索的事,多给我有骨气些。 一众小弟纷纷称事,寒烟凉朝柴房外面走,不知想到什么,忽然驻足。 他抬手拨了拨青丝,派人下山转告靖西侯,让他拿审议朝来换南宝一。 说好的不做敲诈勒索的事呢?说好的有骨气呢? 寒烟凉走后,南宝一悄悄睁开眼。 他望着眼上的柴门,努力消化寒烟凉的那些话。 他早就猜到,寒烟凉有些背景,却没料到,他竟然跟茶马道上的山匪是一伙的。 还有他话里提到的天书,不知道又是何物。 他沉思间,南烟悠然转醒。 打量过周遭处境,他急忙做起,咱们被山匪抓了。 南宝一嗡了声,南烟更加慌张,急忙低头检查一斤拗群。 还好,除了佩戴的珠钗首饰和银票被顺走了,一斤弹扣之类的倒是没被碰过,他的清白还在。 他松了口气,定是那家成衣扑倒的鬼。 没想到,他们和山匪是一伙的。 对了,山匪可知道咱们的身份。 陈哥哥何时来救我们? 南宝一靠在柴垛上。 他盯着油灯,淡淡回答,不知道。 有寒烟凉在,山匪不会伤害他,所以他并不担心。 他担心的是,二哥哥会拿沈一朝换他吗? 沈一朝毕竟是他的亲表弟啊。 此时,玉石街,处处都是火把和军队,整座长街闹闹哄哄,鸡飞狗跳。 石岩面无表情的指挥军队仿佛绝第三尺,也要把南宝一给绝出来。 千秋雪客栈大堂。 掌柜的和小二们,瑟瑟发抖地蹲在角落。 因为,端坐在大堂中间的那个男人,气场实在太可怕了。 萧一面色冷漠,始终注视门外,等待石岩那边的消息。 他想知道,究竟是谁,敢在他眼皮子底下,抢走他的人。 沈一朝聋着宽秀,白衣圣雪,聚坐在他对面。 他轻笑一声,侯爷这副架势,简直比搜查赈灾营还要仔细。 南家小五,也不过区区下八品姑娘,怎值得侯爷一往情深。 萧一逆他眼,你在幸灾乐祸。 岂敢。 沈一朝这么说着,唇角却不加掩饰的弯气。 承得宇从楼上下来,沉声道,还没有消息吗? 既然玉石阶搜不到,那么也可能是被山匪劫走了。 叶儿毕竟是我的贵妾,山匪怕我新官上任拿他们杀鸡儆猴,因此妄图用叶儿威胁我。 至于娇娇,恐怕只是无辜受牵连的那个。 萧一和沈一朝同时安静,见过脸大的,没见过脸这么大的。 不过是,靠着父亲的硬币,在关牙当个主部历练,也好意思称,新官上任。 大唐气氛诡异时,石阶拿着一封信,匆匆而来。 他拱手,将信件呈给萧一。 主子,这是山匪派人送来的。 萧一展开信件。 我猜得果然不错,确实是山匪劫走了烟和娇娇。 成的与满脸凝重。 静西侯,他们是不是要求用我来替换他们? 以人质换取人质,终究不妥,姿势体大。 不如请我爹过来一趟。 我爹毕竟是蜀郡太守,他们还是要忌惮几分,食言。 萧一打断了他的自言自语。 卑意直在。 萧一烧掉信件,准备一下,送沈一朝上山。 沈一朝沉默了几顺,心中浮现出不妙的预感。 他试探道,送我上山做什么。 萧一似笑非笑,山匪写信,要求用你交换南娇娇。 欲敢称真。 沈一朝乍毛,萧一,我是沈家郎君,二品公子。 他只是个下八品的姑娘,凭什么拿我换他? 萧一仿佛没听见。 他静止朝客栈外面走,背马,本侯要亲自去接娇娇。 萧一! 沈一朝抓狂。 石言抬手,沈小郎君,请。 我不去。 我堂堂二品公子,怎么能去土匪窝? 得罪了。 石言毫不留情,示意侍卫把他抓起来。 沈一朝好想哭。 南家小五被山匪劫持,怎么能牵连到他身上? 来多安宴之前,他应该补一挂的。 听说土匪一向霸道不讲理,甚至会对貌美的少年起心思,那土匪头子定然是相中了他的皮囊。 他被活生生拖向马车,脸都气红了,滔滔不绝地怒骂。 萧一! 你这薄情寡义的男人! 你眼里只有南家小五,没有我这个幕僚了吗? 你怎么能用我换南家小五? 小野! 你这天雷匹脑子,无鬼分尸的,没良心的种子。 你猪油蒙了心? 你昏了? 你这狼心狗形的东西! 咒骂声不绝于耳。 石岩视力在马车边,暗道,事实证明,读书人也是会骂人的。 他偷看主子。 主子翻身上马,薄唇性感翘起,正温柔地注视着深山方向。 甚至还抬手俯了俯袍鞠,俨然是去接心上人回家的模样。 石岩又望向沈一朝。 这可怜的沈家小郎俊,没有功夫在身,全然只是个文弱书生。 他双手死死抠着车厢门,骂着骂着就哭了。 我错了,我不去土匪屋。 猴爷! 静熙猴! 表哥! 表哥! 然而这种时候,叫爹爹都没用了,更慌论表哥。 萧一挥马鞭,走! 今夜明月皎洁。 山中无须火把,也能清楚地瞧见栖息在枝鸦间的寒鸦。 萧一带着一支军队待在山脚。 石岩把沈一朝送上山没多久,就有山匪押送着两个姑娘,沿青石山街蜿蜒而来。 隔着老远,难保一激动挥手。 二哥哥! 天知道,当他得知全臣大人肯拿沈一朝换他时,心里有多么欢喜。 虽然,很对不起沈一朝就是了。 他跑得太快,一直跑到萧一面前时,连绣花鞋都跑丢了。 他紧紧抱住萧一的近腰。 二哥哥! 萧一手牵着缰绳,垂眸看着埋头在他胸膛间的小姑娘。 许氏被关在柴房里了,他浑身脏兮兮的,发际上还有几片枯树叶。 但并没有闻到血腥气,可见他没有受伤。 没事了。 他安慰般摸摸他的脸蛋。 难保一一点也不害怕。 一来,山匪并没有对他怎么样。 二来,因为知道这山匪窝是寒烟凉的底盘,所以他更加无所畏惧。 他腼腆地捡回绣花鞋,从鞋垫子底下,掏出一打银票。 他得意地朝萧一晃了晃。 二哥哥! 虽然我的手势没了,但我的银票藏在鞋子里,所以没有被山匪拿走。 萧一又好气又好笑。 这小姑娘被山匪劫走,却还惦记着银子。 他以为,今夜会看见一个哭哭啼啼的南娇娇的。 南保一捏住萧一的袖脚,有点幸灾乐祸。 南烟就惨了,他的手势和银票都没了呢。 他望向南烟。 南烟红着眼睛走到程德宇跟前。 程哥哥,他泪珠滚落,那些山匪好可怕。 如果你没来救我,他们一定会对我见色起义的。 南保一暗暗翻了个白眼。 救他们的明明就是权臣大人,跟程德宇有什么关系。 还见色起义,人家明明就是为了赢钱。 南烟又哽咽道,程哥哥,这些山匪为非作歹, 掳掠良家女子就该把他们全部剿灭才是。 程德宇没什么反应,萧一却瞇了咪丹凤眼。 这伙山匪怠慢了他的娇娇,确实死不足惜。 南保一注意到他的表情,暗道不好。 那些山匪是寒烟凉的人,也算是自己人,怎么能被剿灭呢? 他立刻道,这些山匪常年盘踞在这一带。 数量多达上万人,与茶马道上的商人也多有交易往来。 围剿他们得不偿失,因此官府很少管辖。 这些年都维持着难得的平衡。 今夜有惊无险,可见他们没有伤人的意思。 依我看,与其两败俱伤,还不如赵安叫他们别再做伤天害理的事。 南烟却咽不下这口气。 程哥哥,我今晚受了好大的惊吓,不杀光山匪。 我请示拿。 他哭哭啼啼,也学着南宝衣的样子,朝程德宇抱去,却被程德宇避开。 他瞥了眼他脸颊上那些凌乱的脚印,轻声道:"有什么话,回客栈再说。 你这么脏,得好好洗洗才是。 南烟,他的眼泪顿在眼眶里。 什么叫他这么脏? 难道程德宇觉得,他被山匪玷污了? 同样都是男人,怎么消逸就不嫌弃南宝衣脏? 他双眼通红,不甘心地跟随军队返回玉石街客栈。 闹了半夜,南宝衣美美地泡了个热水澡。 他踏出玉桶,拿出珍珠膏,仔细抹过每一寸肌肤,又很有耐心地用指腹晕开,让膏体渗透到肌肤里。 这是他每晚临睡前必做的功课,绝不能马虎的。 灯火幽微。 少女解开汗精,让洗涤过的青丝披散在腰间。 乌青的长发,衬得那身肌肤犹如珍珠,格外润则白嫩。 他羞答答地站在落地青铜镜前,对着镜子问道:"谁家的小娇娘,这么美啊?" 屏风外转来嘀嘀地审笑。 萧衣暴毙靠在屏风后,好整以侠地回答:"我家的小娇娘呀!" 南宝衣吃惊。 他急忙后退两步,紧张地左顾右望,却没瞧见萧衣的身影。 他匆匆取下挂在牧师上的寝衣,手忙脚乱地穿好。 他拉上绒布木鸡,他绕出屏风,登登登地跑到小花厅。 一眼看见全臣大人坐在灯火下,正翻看贯线山穿鱼图。 他不愿。 我刚刚在牧身呢,二哥哥闯进去做什么? 你在耳房待了整整一个时辰。 萧衣头都不抬得提醒。 我怕你溺死在玉筒里。 南宝衣咬牙。 虽然全臣大人是好意,但是被他听见自己对着镜子问那种话,还是好羞耻啊。 他放低了声音,解释道,女儿家木身都很慢的。 而且,若是耳房里恰好有一面镜子,无论如何都要照一照的。 萧衣唇角轻轻挑起。 他知道小姑娘都爱照镜子,可是好意思对着镜子问出那种话的,恐怕只有男娇娇一人。 他懒得嘲笑她,放下鱼图,起身往耳房走。 南宝衣急忙拦住她。 你要去哪儿? 娇娇洗完澡,该哥哥洗了。 洗澡,自然是要去耳房。 萧衣伸出手,撵了撵她半干的一缕青丝,嗓音透着特别的低哑。 难不成去娇娇地请污洗。 南宝衣面红耳赤。 萧衣视线下移。 小姑娘出来的匆忙,请一盘扣全部扣错了。 一惊歪斜,能看见里面藕合色的主妖。 萧衣喉杰微微滚动,同谋深沉会暗。 半晌,她伸出指尖,灵巧地挑开她的一粒盘扣。 南宝衣急忙捂住一惊后退。 你做什么? 盘扣扣错了。 萧衣微笑提醒。 不然,娇娇以为哥哥要对你做什么? 南宝衣睁圆了丹凤眼。 她脸颊爆红,就连脖梗都透着淡粉深红。 她念如,我当然,当然没有以为你要对我做什么。 好在全臣大人没有继续说什么,哼着小曲儿去了耳房。 她摸了摸滚烫的脸颊,又低头望向一惊。 果然,六粒盘扣,全扣错了。 她休脑地扎进寝屋,打定主意。 今晚绝对不要再见萧衣。 叶健身,幽山雅居格外寂静。 南宝衣在踏上睡得迷迷糊糊时,忽然有些口渴。 她眯着眼睛,妄想低落。 竟已过子时了。 她起身下踏,端起茶掌喝了些凉水,忽然有了妙意。 她来到小花厅,厅中空无一人,只剩下静静燃烧的烛火和摊开的鱼途。 二哥哥,大约已经睡了。 她替她收拾好那些鱼途,走到耳房外,推开门。 站在宫筒边的全臣大人,慢悠悠回过头。 手里,还提着袍居和绸裤。 显然,她正在小剪。 四目相对。 南宝衣白嫩的脸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阴出血色,连睫毛根都染上了深深浅浅的红。 垂在袖管里的双手,更是狼狈的紧紧钻成拳头。 她很努力地保持淡定。 好巧啊。 你也来小姐。 萧衣懒洋洋地系好绸裤,放下锦袍。 她微笑。 我好了。 南宝衣保持淡定。 哦。 萧衣不紧不慢地离开耳房,还不忘贴心地为她带上门。 她背对着门飞,听着里面传出抓狂般的垂强声,不禁邪似地舔了舔嘴角。 南家的小娇娘,真可爱啊。 她坐回花厅,翻了半个时辰的渔徒,却还不见南宝衣出来。 南娇娇,她合上渔徒,抬高声音。 你掉宫桶里去了。 南宝衣蹲在耳房门后,休脑交加。 她才掉宫桶里去了,她全家都掉宫桶里去了。 她是想等她回屋以后,再出去的。 否则见了面,多尴尬呀。 外面久久没有传来动静。 南宝衣咬住唇绊,小心翼翼推开一条门缝。 她做贼似的,探头望去。 全臣大人盘膝坐在门外,正眉目含笑。 她惊骇,猛然关门,却被萧衣及时扣住门飞。 萧衣注视着她。 小姑娘脸蛋红扑扑的,眼睛里藏着水雾,俨然是要羞哭了。 看一眼就羞成这样。 将来可怎么得了? 也不知她那一眼可有看仔细,是否满意。 她琢磨着,温柔地拍了拍她的小脑瓜。 哥哥面前,不必害羞。 南宝衣呼吸略重。 她眼圈红红地看着她。 她薄唇挑起的笑容又斜又皮。 可是眉眼圈那么干净,透着一种极致的温柔和宠溺。 她睫毛染上了细碎的泪珠,很难启齿。 可是,我的眼睛不干净了。 她得有多脏,才叫她眼睛都不干净了。 就这样单纯的小姑娘,还整日嚷嚷在梦境里,嫁给了程德宇。 难道她嫁给程德宇整整一年,连同房都未曾。 她懒洋洋起身,朝小姑娘伸出手,回屋睡觉。 南宝衣可怜兮兮,腿蹲抹了,要抱抱的意思,呼之欲出。 娇娇真爱撒娇啊。 萧衣审笑着,要去抱她。 南宝衣赶紧避开她的手。 她眼神躲闪。 那个,二哥哥,你刚刚,是不是,是不是没洗手? 很脏的,我谢谢你提醒啊。 进过手的萧衣,把南宝衣抱回了寝屋软榻。 她替她噎好背脚。 似是随口问起,娇娇认识那些山匪。 南宝衣睁着亮晶晶的眼睛。 她知道,以权臣大人的敏锐,一定会注意到她为山匪开脱。 不认识。 她不愿出卖寒烟凉,因此回答得十分干脆。 只是觉得,他们算不上大奸大恶之人,何必赶尽杀绝呢? 萧衣看着她。 伴上,见她依旧没有说实话的意思,她解开筋钩,放下床杖。 南宝衣捏住她的绣脚,二哥哥就不担心沈公子吗? 祸害一千年,她不会有事。 萧衣目光落在她粉嫩嫩的指尖上,意味深长,娇娇拽着我的衣袖。 莫非是想留我夜宿? 没有的事。 南宝衣急忙松手,扭头钻进被窝。 萧衣吹灭烛火。 她回首望向低垂的床杖,在心底浅浅的叹息。 这般容易害羞,将来新婚,该怎么办呢? 此时,深山。 寨子里灯火通明。 沈衣朝白衣胜雪,盘西坐在寝屋的罗汉踏上,表情很是纠结。 这座寝屋收拾得格外干净,角落点着几盏青铜鱼灯,高低错落,精致风雅。 不像是土匪窝,倒像是姑娘家的闺房。 她不时望向驱黑窗外。 她已经在这里坐了整整一个时辰,可土匪头子还未出现,正胶着时,终于有人推门而来。 少女轻沙如群,锁骨如玉,只肩拖着一根细细的烟管。 她扬了杨红唇,暧昧地朝她吐出烟圈。 沈郎君,别来无恙啊。 沈衣朝面色威灵。 这个女人是……她沉生。 你是御楼春的花魁? 你也被抓上山了。 寒烟凉吸烟的动作,微微一致。 她嫌弃地瞪向沈衣朝,御楼春是唱曲儿的地方,不是花节柳香。 老娘也不是花魁,老娘是……这座山寨的大王。 沈衣朝沉默了。 原来茶马道上的山匪,有个女大王。 她眉头紧锁,忌惮地盯着寒烟凉,随着她靠近而往后缩。 直到退无可退,整个后背都贴在了墙壁上。 她双手拢在袖管里,维持着孤高冷凹。 你想对我做什么? 她并没有忘记。 原日早春,阁楼上惊鸿一瞥。 这女人红唇微起,媚笑着喊她过去玩的情景。 这女人,必定是重于她的。 寒烟凉在她面前俯下身。 她眨着一双水眸,缓缓靠近她,红唇静在咫尺。 沈衣朝龙在袖子里的双手,慢慢握紧。 这女人周身有股很特别的烟草香,还混杂着些许血腥气,不算好闻。 但绝对上头,就像是阴素花,对男人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她的视线落在她的红唇上。 要不要接受呢? 这般送上门来的女人,也不知道干不干净。 她迟一半上,心头焦躁难耐。 郑欲稳过去,却被韩燕良故意避开。 她微微偏头,烟红的唇角刚好擦过她的唇。 她意味不明地轻笑一声。 先些御守随意拿起她背后窗台上的剪刀。 她转身走向青铜鱼灯,只留给沈衣朝一个风情万种的背影。 沈衣朝咬牙。 这女人,再故意逗弄她。 她闭了闭眼,热血上涌,坐立难安。 韩燕良慵懒地剪掉过长的灯芯,嗓音讥讽。 长安沈家,大拥名门。 沈小郎君乃是赫赫有名的二品公子。 怎地这般坐不住?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屁股掌窗呢? 屁股掌窗,沈衣朝难堪。 这个女人瞧着美貌,怎么谈吐如此粗俗。 男家小五是八品,这个女人,凭她是九品,她都嫌寒沉。 她应该入不了品才是。 她稳住心神,冷冷道。 你如何得知,我出自大拥沈家? 稍微调查一下,就能知道。 韩燕良波亮青铜于灯的竹心,坐到沈衣朝对面,今夜闲暇。 可否请沈小郎君与我说说大拥的故事? 上到帝王将相,下至黎明百姓,小女子席耳恭听。 沈衣朝沉默。 原来这个女人把她掳上山,是想了解大拥。 她道,我不与俗人说话。 韩燕良娇笑,玉手脱塞,一双水磨温柔的凝视沈衣朝。 我怎么瞧着,小郎君好像很失望的样子。 你不肯与我谈心,莫非是想与我做些别的什么? 小郎君,你好话哦。 暗机一脚,点着蜡烛。 她在烛火里笑得百昧横生,令沈衣朝浑身难耐。 她闭上眼,在心里默念,搬惹波罗蜜多心惊。 当念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股烟草香忽然浓烈。 韩燕良挨着沈衣朝坐下。 染着单寇的仙仙玉手,暧昧地搭上她的肩膀。 她直起她的手,与她共握着黄铜小茧,剪短跳跃的竹心。 她的唇若又肆无地触碰着沈衣朝的耳阔。 小郎君不肯与我说故事,无妨。 今夜与你共剪西窗竹,我已心满意足。 她歪头,脸颊靠在她的肩上,宛如依恋。 顾国如梦,遥不可及。 亲近着顾国来的男子,也算寥作未解。 沈衣朝身体紧绷,犹如弓弦。 少女身胶体软,这么倚靠在她的肩头,令她坐立难安,像是屁股长了窗。 二胚,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她声音滚了滚,低沉而阴雅。 我几时能下山。 少女娇弱。 小郎君,我好孤单。 再多陪陪我吧。 一夜东风,吹散星辰。 四日,千秋雪客栈。 南宝一昨夜睡得晚,醒来时发现,萧一查阵灾营去了,不在屋里。 她自个儿梳洗打扮妥当,研究了一会儿贯献于途,决定午后去江边月老庙转转。 她摇着团扇下楼,看见程德宇和南烟在大堂争执。 她问掌柜的,要了一桌菜,边吃边看。 南烟哭哭啼啼的,抱怨程德宇不去剿匪,就是不疼她。 程德宇则骂她不懂事,称,剿匪绝非而戏,不可能随便调动兵马。 南宝一吸溜了一口瞎子细面。 昨夜吵了一宿,隔壁客人都来投诉了,若不是顾忌程公子的身份,我真想把他们轰出去。 掌柜的亲自送来一盏冰糖红枣燕窝,侯爷今早出门前叮嘱小厨房为姑娘准备的。 您尝尝炖的如何? 冰糖燕窝? 南宝一眼前一亮。 她捧过小碗,吃一口,嫩滑甜软。 想到这是全臣大人亲自吩咐厨房准备的,她心里不禁泛着特别的甜,连心情都活泼了许多。 她吃得欢喜时,大堂那边,程德宇居然和南烟动手了。 她一耳光甩到南烟脸上,怒声道:"我带你出来,不是叫你给我添麻烦的。 同样都是被抓上山。 南宝一怎么就不闹着剿匪。 程德宇,我是你女人。 南烟崩溃地捂着脸,自己女人被山贼抓走。 你就不想报仇吗?" 你算什么男人。 她哭着奔出客栈。 南宝一舔了舔燕窝汤匙。 南烟非常虚荣,而且气量狭小,牙子必报。 她被山匪抓上山,对她而言无异于一种羞辱。 为了维护名声,她势必希望山匪全部死绝。 可是指望程德宇那个胆小鬼给她报仇,估计下辈子都难。 她心情更好了。 吃完午膳,她依旧直起团扇,欢欢喜喜地沿街逛荡。 她买了喜欢的群差首饰,吩咐掌柜地直接送去幽山雅居。 她又买了些甜糕吃食,循着热闹走,不知不觉走到了江水边的月老庙。 无数感激的摊贩,围着月老庙摆摊叫卖。 年轻男女摩肩擦肿,既是来感激的,也是来拜月老求姻缘的,十分热闹。 南宝一咬了口南瓜糕,意外地在人群中看见了两个熟人。 两人在月老庙前拉拉扯扯,似乎是在伴嘴。 女子穿金带淫,容貌尖酸刻薄,赫然是孙仙仙。 男人相貌堂堂,右手却使不上力,正是张都尉的嫡子。 大姐姐从前的未婚夫张远望。 她记得,张都尉夫人尝试污蔑她家逆税,导致张都尉被全臣大人罢官。 怎么这家人如今跑到了贯县? 正迟一时,有妇人被侍女众心捧月而来。 正是常侍。 南宝一急忙躲到一处卖香囊的摊贩后面。 她竖着耳朵,听见常侍利声赤马。 孙仙仙,你还有没有当妻子的样? 这般跟夫君顶嘴,成何体统? 若不是看在孙儿的份上,我定要把你扫地出门。 婆母,是夫君调戏别家姑娘。 我气不过,才数落她两句的。 胡闹? 远望可不是寻常老百姓。 咱们张家即将东山再起。 她是要去圣经城做官的。 三妻四妾,是迟早的事。 少在这里丢人现眼,都给我回家去。 一家三口往人群外面走。 张远望道:"娘,我上回去景观城, 在芙蓉街上远远瞧见南宝容。 她越发美了。 等咱们东山再起。 还是定要她给我做妾。 尝试眼睛里满是阴毒。 放心,南家欠咱们的。 这几日,就会连本带利,加倍偿还。 她们渐渐远去。 卖香囊的老婆婆,叹息道:"这张家,就是贯献的祸害。 听说在景观城当都尉当不下去了。 被太守姥爷调到咱们这里当县令。 哦哟,哪有当官的样子啊? 整日去豪山家吃酒喝肉。 哪管我们百姓死活。 南宝一咬了口南瓜糕。 原来,张都尉在这里当县令, 还真是东边不亮西边亮。 她想着尝试口中的东山再起, 直觉他们有阴谋。 会跟这次赈灾营失窃案有关吗? 她想不明白, 见着老婆婆编织相囊辛苦, 于是取出一定宁元宝,悄悄放在她手边, 赤着高独自离开。 沿着江水散了霍布, 她看见前方有一座庙观。 庙观破旧,采气剥落。 她踏进门槛, 发现这是一座龙王庙。 只是因为年久失修,庙里横梁破烂, 杂草丛生。 供桌上摆着一叠冷硬的白面饼, 与岳老庙的热闹比起来, 实在是门可罗雀,非常简陋。 南宝一把买来的一盒陶苏放在了供桌上。 她仰头注视龙王像。 这龙王庙, 大约也曾香火鼎盛过。 龙王像高达两丈, 巍峨庞大。 只是历经变迁, 黑钥匙雕琢的眼睛, 泥塑身上的镀巾都给人刮走了。 只披着一层红布, 瞧着很势落魄。 木春的阳光, 透过洛洛的屋顶照进来。 龙王像屹立在暖洋洋的光影里。 对视之间, 龙王像的左眼渗出烟红液体, 像是对着苍生默默捶泪。 南宝一后退半步。 莫非是今年大旱, 惹得龙王老爷也落了泪。 她嘀咕着, 却觉得说不通。 她绕到供桌上, 借着祥云底座, 小心翼翼地爬上龙王塑像。 她踩在龙王塑像的肩膀上, 抬手抹了一点红色液体。 红蜡油的味道, 相当明显。 龙王塑像, 怎么会流出蜡油? 她疑惑, 抬袖擦干净塑像眼眶, 才发现塑像里面, 居然藏着堆积成山的白银。 是丢失的镇灾银。 南宝一正愣过后, 脑海中的线索全部拼接到了一起。 那位押送镇灾营的张侍郎, 和张都尉是同一个姓氏。 他们应该是本家亲戚关系, 所以才会狼狈为奸, 贼喊捉贼。 成太守派二哥哥接待张侍郎, 又要求二哥哥负责找回镇灾营, 只是为了调虎离山, 让他离开南家。 他们把镇灾营秘密藏在江边, 不是想侵吞。 而是想将镇灾营从水路运去景观城, 栽赃到南家头上。 如此一来, 二哥哥的官图和南家的清白都没了, 可谓一十二鸟。 所以, 尝试才会自信张家能够东山再起, 自信能够报复南家。 得尽快告诉二哥哥。 他跑出龙王庙, 沿着来时的路往玉石街方向跑。 刚跑到江边, 就见周围悄然出现了许多男人。 都是虎背熊腰的护院打手, 每人手里提着一根铁棍, 如同一张收拢的罗网, 朝他逼近。 娘, 我就说我不可能看错人。 刚刚出现在月老庙那里的, 就是南宝一。 张远望摇着折扇, 眉宇间都是得意。 尝试注视着南宝一, 嘴角不怀好意的勾起。 他冷笑,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南家的好日子要到头了。 你这小蹄子, 倒是第一个送上门来。 想我夫君荣华半生, 就是因为, 你这小贱蹄子, 才被发配到这破地方当县令。 我儿前程辉煌, 也都是毁在了你手上。 南宝一, 我该如何处置你呢? 因为, 弄丢了夫君的官职, 所以他这段时间一直被夫君冷落。 他看起来老了十岁, 再也不是昔日和太守夫人谈笑风生的贵妇。 牙齿发黄松动, 眼角皱纹堆砌, 连他自己都不愿照镜子。 而这一切, 都是拜南宝一所赐。 张远望兴奋不已, 娘, 这贱人长得真好看。 不如先打断腿, 叫他无处可逃, 然后让尝个仙。 再用他犒劳咱们家这些护院, 等大家都腻了, 再卖去摇子。 尝试此案, 我家望尔真是心善, 怎么还想着给仇人留命啊? 嘿嘿, 他好歹也是宝容的妹妹, 而自然要善待些。 那就按照望尔的想法来吧。 南宝一还没来得及拖延时间, 一根铁棍带着呼啸风声, 骤然从旁边袭来, 重重敲到了他的膝盖上。 骨头碎裂声, 格外甚人, 钻心的疼痛, 令南宝一跌倒在地。 冷汗染湿了如群, 痘大的泪珠顺着双腮滚落, 他死死咬着牙关, 才没有惨叫出声。 在长氏和张远望面前, 他是不愿意流露出狼狈和凄惨的。 他忍着剧痛, 缓缓抬起头, 是发痕的模样。 下一瞬, 他忽然朝长氏和张远望, 灿烂一笑。 牙缝间渗出的血液, 染红了他的唇。 他眉眼弯弯, 笑如恶鬼。 你们这么对我, 我家二哥哥知道了, 会一点一点, 敲碎你们全身的骨头, 死到临头, 还敢威胁我们? 尝试得意, 给我打, 把他另一条腿也打断。 护院正要动手, 南宝一就是一滚。 他滚进了滔滔江水之中, 江面蕴染开一朵解晕。 浪花拍过来, 少女在江水里转瞬即逝。 远处? 麦香囊的老婆婆, 握着那定银元宝, 惊恐地目睹了一切。 他是来找南宝一, 归还银元宝的。 没想到, 撞上了这幅场景。 阿弥陀佛! 他擦了擦额头冷汗, 得赶紧找到小丫头的家人。 南宝一被张家打断了腿, 又滚进了江水里。 玉石阶九四, 雅座里垂着珠帘, 角落燃着一炉沉香。 穿水蓝色如群的少女, 端庄的跪坐在蒲团上, 正烹煮清茶。 正是薛妹的闺中密友, 夏明慧。 她垂着眼睫, 嘴角边多了些笑容, 消息来源是否可靠。 侍女恭敬道, 奴婢的哥哥是张家的护院, 她亲眼所见, 断然不会有假。 膝盖都碎了, 就算捡回性命, 怕也只能当个瘸子。 夏明慧倾笑出声。 她抬眸, 南燕, 你曾写信告诉我? 南宝一是害死我表妹夏青青的凶手。 如今无需咱们出手, 她就已经凶多吉少, 咱们该喝一杯庆祝庆祝。 她把刚烹好的茶, 递到珠帘外。 珠帘之外。 南燕贵坐着, 因为挨了程德宇一巴掌, 脸颊还有些红肿。 如今听见南宝一落难的消息, 她不禁笑得十分痛快。 她接过清茶, 那见人最爱美, 成了瘸子才好玩呢。 茶香四溢。 夏明慧温声道, 可我想要的并不是她腿绝。 我在外地时, 常常收到秦青的信, 说她受了南宝一不少气, 甚至还因为南宝一染上了花柳恶极。 你又告诉我, 南宝一害秦青家破人亡, 甚至还买通狱卒, 活活勒死了秦青, 我只有秦青一个表妹, 杀人偿命。 我这次来贯献, 是为了所仇人性命。 而南宝一这次落水, 就是咱们的绝好时机。 南宴犹豫。 她只想把南宝一狠狠踩在脚底下, 让所有人都看见, 这贱人没有她嫁得好, 没有她地位高。 在没有彻底羞辱南宝一之前, 她是不愿意取她性命的。 我行事, 罪恨斩草不出根。 夏明慧放下清茶,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来人, 去明江下游, 搜查南宝一。 若她还活着, 狠狠折磨一番, 再弄死了丢尽冥江。 如此, 也算告慰秦秦在天之灵。 夏家的护院打手, 立刻遵命。 且慢, 南宴出声阻拦。 她指尖轻轻骂撒着慈展。 陈寅道, 非要杀她, 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夏姑娘可有想过, 萧义那边, 如何交代。 你我, 皆都承受不起静西侯的怒火。 夏明慧沉默。 薛都督尚且忌惮萧, 更何况她。 良久, 她轻声道, 不如用南宝一荡诱饵, 引萧义上钩。 再设下埋伏, 送他们两个一起上路。 她沉吟着, 转向那几个护院打手。 你们马上去通知薛都督, 把南宝一之事告诉她。 再请她派遣狼卫, 沿明江低暗洞窟搜人。 南烟心下好奇。 她问道, 夏姑娘, 为何要沿明江低暗洞窟搜人? 寻常人落水, 不都是被冲到下游吗? 你有所不知。 夏明慧淡然, 我的家族常年在明江一带活动, 所以我知道明江两岸古林寝众多。 他们平时被江水淹没, 大汗时江水退位, 很多洞窟都会显露出来。 这种时候, 落水之人往往很容易被冲进洞窟。 去堤坝洞窟找人, 才是上策。 南烟恍然。 另一边, 幽山雅居。 萧义提着一袋蜡炒田螺回来, 懒洋洋地换道:"南娇娇, 哥哥给你买好东西了。 他推开门。 屋里, 堆积着城山的井河, 全是玉石街首饰店铺送来的宝贝。 珍贵的铃罗绸缎, 如群袖鞋摆了满地, 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萧义翘起唇脚。 南家的小娇娘, 还真爱买东西啊。 他把辣炒田螺放在花机上, 捡起一件崭新的牡丹红如群, 往自个儿身上比划。 比划完, 他痴笑一声, 随意把如群丢在地上。 这般仿堂式的低胸如群, 南娇娇还真敢买。 他买的时候痛快, 穿的时候就不痛快了。 他在圈椅上坐了, 长腿随意交叠, 自个儿粘起一颗田螺西水。 刚吃完, 食眼脸色紧张地出现在门外。 他拱手, 主子, 客栈里来了一位老妇, 询问您是不是宝衣姑娘的家人? 宝衣姑娘她, 可能出事了。 客栈大堂, 卖香囊的老婆婆, 紧张地揪住萧义的衣袖。 他颤声, 老夫在江边, 听见县令夫人和县令公子说话, 言语间换那小丫头南宝衣。 我琢磨着, 蜀郡也只有锦关城内户, 南家最是富贵。 料想那小丫头大约是南家的千金。 又听说靖西侯出自南家, 因此一路找了来。 他怕急了, 激进哽咽地将南宝衣的情况说了一遍。 食眼在旁边听着, 眼睛里都是震撼。 寻常男人被敲碎膝盖, 尚且疼得生不如死。 宝衣姑娘那么一个娇娇小姐, 得腾成什么样? 张家, 出手太狠了。 他望向自家主子。 这年纪轻轻的侯爷, 在幽山雅居时的那股懒洋洋的气度, 近数消失不见, 只余下风雨欲来的狠利与残酷。 而他的表情, 却是微笑着的。 笑得风华绝带, 却令人毛骨悚然。 尝试, 张远望, 萧毅咀嚼着这两个名字, 漫不经心地舔了舔嘴角。 他的声音格外温柔, 召集军队, 去张家。 食言试探, 召集多少人? 十万大军。 食言一正。 他很快踏出客栈, 立声道:"拿羽箭!" 羽箭带着哨音射到天空, 绽放出白日焰火, 在长空之上经久不散。 贯献方圆百里的百姓, 纷纷好奇地仰头观望。 没过多久, 他们听见马蹄声远远传来。 铺天盖地, 震撼人心。 一支穿云剑, 千军万马来相见。 十万大军, 从四面八方, 往贯县, 及时而来。 玉山过山, 玉水过水, 川城过阵, 地动山摇。 萧毅面色冷漠, 跨上骏马。 一人一骑, 犹如黑色闪电, 带领着千军万马, 朝张家府邸急驰而去。 张家府邸, 被包围了。 张府正听, 张都尉急得团团转, 焦躁不安地撵着胡须, 怎么会这样呢? 好好的, 怎么会这样呢? 他突然凶恶地钉向常识, 都是你, 没事招惹, 男家人干什么, 如今打草惊蛇, 把萧毅引了过来。 万一咱们家有个好胆, 我拿你是问。 常识四平八稳地坐在圈椅上, 他侦察, 微笑着嗅了嗅茶香。 老爷, 他温声, 程太守要求萧毅三天之内找到赈灾营, 如今已经是第二天, 他为赈灾营着急上火都来不及, 又怎么管得到咱们头上? 他也就是做做样子, 不敢怎么样的。 就是, 张远望如今懒得保持温润如玉的才子形象, 吊耳郎当地靠坐在侧。 爹, 反正男保一已经死在了明江, 咱们随便把萧毅打发了, 也就是了。 您可是朝廷命官, 他还敢杀您不成。 张都尉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连薛嘟嘟都忌惮萧, 他心中也甚是害怕啊。 可是看着夫人和儿子都那般淡定, 他的不安也稍稍缓解了些。 他坐下, 跟着端起茶盏。 管家匆匆跑进来, 老爷, 靖西侯的人又在外面叫门。 他们说, 若是再不开门, 就打进来。 不开。 常侍高傲地摆摆手, 他的侯爷之位, 这两天就要做到头了, 醉成一个哪里来的本事威胁咱们。 我娘说的是, 张远望跟着搭枪, 搂住一名貌美的丫鬟, 叫他带着人马赶紧滚, 少来我家装枪做事。 管家擦了擦额头冷汗, 只好跑到府门后。 他隔着府门, 卯足了劲儿, 拿出大管家的气势。 靖西侯, 我家老爷叫你滚。 你镇灾影找不到, 侯爷之位都未必保得住。 哪来的本事, 敢威胁我家老爷。 我家公子也说了, 让你少装枪做事。 府门外, 张家人不敢冒头, 因此并不知道外面是个怎样的场景。 全程清场。 十万大军, 以张家为中心陈列开, 军阵肃穆, 半点声音也无。 萧毅金冠树发, 极带军靴, 本黑色剑袖锦袍, 十分显贵。 他骑在马上, 面无表情地盯着府门, 吐字很利, 砸开。 上百名士兵, 立刻运来攻城锤。 攻城锤是一根巨大的树桩, 绑附在四轮车上, 凭借惯性撞击城门, 是行军打仗必不可少的力气, 专门用来攻城的。 沿街百姓, 悄悄从自家窗后窥视。 这张都尉, 莫非是刨了靖西侯的祖坟? 而张家府邸, 又哪里抵得上城门厚重? 不过才撞了一下, 两扇珠门无情地往后倒去, 发出轰然巨响。 张府管家看着府外严镇一带的十万大军, 目瞪狗呆。 疯了。 靖西侯居然带着这么多军队包围张府, 他怕是疯了。 他咽了咽口水, 拔腿就要去通知张都尉。 不等他跑出几步, 意气彪悍的纯黑骏马, 从背后腾空而来。 骏马高高扬起四蹄, 毫不留情地蹬到他的脑袋上。 管家惨叫一声, 竟活生生被马儿给蹬死了。 萧义对那团模糊血肉视而不见, 催马来到张家正厅。 他俐落地翻身下马, 把缰绳扔给食盐。 他踏进正厅, 血液里像是带着风, 黑色袍居烈烈作响, 整个人宛如一柄锋芒毕露的利剑。 张都尉惊吓不清, 手里茶盏砸落在地, 整个人哆哆嗦嗦。 靖,靖西侯, 他正要起身行礼, 却被长氏按住。 长氏轻蔑激笑, 再过两日, 就不是侯爷了。 老爷何必对他如此恭敬? 萧义, 你今日弄坏了我府上的门, 可得拿银钱赔偿。 肠子还没说完, 萧义抬起军靴, 朝他脸上就是一脚。 长氏惨叫着道飞出去, 撞到中堂营帘, 又狼狈地掉落在地。 他吐出血水, 满嘴地牙碎了大半。 他呜呜呜呜, 被侍女扶起来, 惊恐地瞪着萧义。 张远望安纳住恐惧, 使劲挺了挺胸膛。 萧义, 我警告你啊, 少在我家作威作福。 否则, 等明日成太守来了, 要你好看。 你私自调动兵马, 伤害朝廷命官的家眷, 你罪无可恕。 萧义低笑。 他把玩着马鞭, 饶有兴致地看着这对母子。 就是他们, 命人打断南娇娇的腿。 就是他们, 逼得南娇娇跳进冥江。 他藏在心肩肩上的小姑娘, 他连头发三, 都舍不得伤害的小姑娘。 竟然被他们, 逼到如此地步, 他似笑非笑。 本侯生平, 向来喜欢滴水之恩, 涌泉相报。 你二人犯下如此罪行, 本侯该如何报答呢? 不等他们作答, 他转身, 大步朝府外走, 把长氏和张远望绑到冥江。 张家上下, 除了张昌, 其他人格杀勿论。 张家的人, 倒吸一口凉气。 长氏和张远望, 同时面露惊恐。 长氏急忙扯住张都尉的衣袖。 老爷! 萧一疯了! 你快救救切身! 你救救切身啊! 爹! 我不去冥江! 我不去冥江! 张远望跟着哀嚎。 可是萧一带来的清兵, 压根不管他们的挣扎哭嚎, 犹如托死狗般, 毫不留情地一路拖出府外。 紧接着, 张府上上下下, 杀戮声, 惨叫声, 此起彼伏。 比土匪还要土匪! 那夜红老九血洗南斧, 与萧一血洗张家比起来, 简直不够看。 张都尉呆若目击地站在厅堂。 温热的血液溅到他脸上, 他慢慢瘫软在地, 脸色惨白如精致。 他错了。 他不该跟着承太守, 算计萧一的。 萧一, 他根本就不是按常理出牌的人。 他是恶鬼! 满目凄惨景象, 令张都尉吓尿了裤子, 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 而萧一带着军队, 策马直奔江边。 他逼着常侍和张远望, 叫他们指出南宝一跳江的地点。 母子俩一路嚎哭, 被丢在江边, 哆哆嗦嗦说不出话。 萧一挟似地舔了舔嘴角, 恶狠狠抬脚, 把张远望踹倒在地。 本猴叫你说话, 你耳朵聋了。 张远望抱着肚子蜷缩成一团。 萧一脚接着一脚往他身上踹, 带着锚钉的军靴, 声声踹断了张远望的肋骨。 张远望凄惨地嚎叫着, 整个人像是从血水里捞出来的。 他好害怕萧一。 这个男人不像其他权贵那般温文尔雅, 注重仪态, 他会骂脏话。 他甚至还会亲自动手打人。 那股血腥和杀戮气息, 叫他恐惧得根本说不出话。 尝试害怕挨打, 拼命给萧一磕头。 侯爷, 我们错了, 我们知错了。 南宝一是在龙王庙那边跳江的, 是他自己跳的, 与我们无关啊。 龙王庙, 萧一大步朝远处庙观走去。 侍卫犹如托死狗般, 托着长氏母子, 沿江畔往龙王庙走。 终于来到江畔。 萧一面无表情地盯着泥土, 泥土里残留着血子, 是南娇娇的险。 一想到那个小姑娘被人活生生敲碎膝盖, 她周身的暴虐气息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 该多痛啊。 被铁棍活生生敲碎膝盖, 该多痛啊。 她家的小姑娘可有痛到掉眼泪, 可有盼着她来救她。 男家的小娇娘是那么娇软胆小的姑娘, 究竟是怎样的绝望, 才会让她奋不顾身地跳江呢? 是她不好。 是她来晚了, 她红着眼, 如野兽般逆向长氏母子。 扮上她残忍地勾起薄唇, 把他们的骨头一寸一寸全部敲碎。 江边的惨叫声混杂在乌叶的江峰里, 经久不绝。 骨头的咯蹦碎裂声, 如同一场残酷而漫长的刑罚, 令人胆寒。 常侍和张远望挣扎着, 哀嚎着, 血液渗透进泥土之中, 浓烈的血腥味叫人作呕。 他们在保持清醒的情况之下, 被暗卫活生生敲碎了全身的骨头。 就连死亡都成了一种奢望。 副手立在江畔的青年, 悬衣黑袍, 领贵凉薄。 他注视着奔流向东的江水, 缓缓轻抚过指尖的戒指, 丹凤眼情绪莫测。 召集而来的十万大军, 正沿着明江往下游展开地毯式的搜索。 金屋西沉, 夕阳逐渐在江面上铺沉开, 远处起伏的山脉都染上了暖金色。 食言走到萧一声后, 低垂着眼帘, 轻声道:"主子, 从这里到下游百里并没有找到宝衣姑娘。 江上打鱼的老翁和岩江而居的百姓, 也说没看见有人被冲上岸。 她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 无言的恐惧从脚底升起, 因为从小就跟着萧毅。 所以她清楚地知道, 宝衣姑娘对主子而言意味着什么。 宝衣姑娘打小就爱欺负主子, 很多暗卫都替主子生气, 觉得主子一定厌恶急了那熊丫头。 可是, 她见过主子年少时, 是如何对待宝衣姑娘的。 宝衣姑娘又是顽劣, 刚学会跑步就满腹乱窜, 冬天时栽进雪堆昏迷不醒, 是主子悄悄把她送回寝屋的。 宝衣姑娘烧掉她的藏书, 她不仅不生气, 反而又买了一批书回来, 放在原来的位置, 默默盼着她来琵琶院继续烧。 宝衣姑娘命令她, 吃掉她没肯完的桃子。 主子居然不嫌脏, 就着她啃过的印记, 把桃盒啃得干干净净。 宝衣姑娘的风筝落在了假山上, 主子暗地里捡回去, 擦干净藏在固纸堆里, 时时翻看。 主子对待身边人, 总是沉默而高冷。 她知道自己身份特殊, 因此总是端着故作老城的架子, 不肯亲近任何人, 不肯流露出属于少年的朝气。 唯有面对宝衣姑娘, 她才像是有血有肉的少年。 而少年萧衣, 把她所有的温柔, 都悄悄送给了男家的小娇娘。 如今那个姑娘, 被江水冲走了。 她深深相信, 如果找不回她, 整座鼠郡都要掀起腥风血雨。 江风乌叶, 犹如野兽。 萧衣歪头, 忘情地吻了蚊子间那两枚戒指。 这是南娇娇送给她的东西。 她爱若珍宝。 食言不安地问道:"主子, 接下来, 咱们该怎么办?" 最糟糕的情况, 是宝衣姑娘被江水吞噬。 纵便有十万军队打捞, 恐怕也为时过晚。 萧衣并没有回答她。 她解开缠绕在万间的红发绳, 握住南娇娇送她的那枚压圣钱。 她对着滔滔江水, 微笑, 民间传说把钱币扔进江水, 是在向龙王献祭, 可以祈求平安。 我想用这枚极星高照的压圣钱, 贿赂龙王, 让她保佑南娇娇平安无恙, 活着等我去接她。 食言醋眉。 她家主子, 是不信鬼神的。 可是因为宝衣姑娘, 她竟然要破例贿赂龙王, 主子, 她轻声提醒, 世间哪有神灵。 所谓的神灵, 不过是百姓们凭空想象出来, 聊坐寄托的东西。 萧衣并没有搭理她。 她将那么压圣钱, 抛向空中。 古铜钱币, 很快没入江水, 消失得无影无踪。 下一瞬, 萧衣笔直的面朝江水, 坠落。 主子! 食言惊悚。 她来不及抓住萧衣的衣袖, 眼睁睁看着她堕入江中。 世间哪有神灵? 所谓的神灵, 不过是生者凭空想象出来, 用来怀念侍者, 用来为心爱之人祈求福禄的寄托。 萧衣在江水中沉浮。 她任由江底的漩涡与水流, 将自己送往未知的地方。 如果, 如果南娇娇不曾被冲上岸, 那么, 她一定, 还在水底的某个地方, 正等着她的二哥哥前去救她。 南娇娇, 哥哥来了, 萧衣薄纯, 倾起温柔的笑容。 又一道水流拍打过来, 她朝江水更深处而去。 因为蜀军大汉的缘故, 明江水位比平时降低许多。 地岸两侧暴露在空气中, 尼壁上呈现出许多黑曲曲的洞穴, 是古时候丧葬留下的灵寝遗迹。 南娇伊是被活生生痛惊醒的。 她趴在潮湿的泥巴里, 整条右腿像是肺了, 膝盖处蔓延开针扎实的疼痛, 密密麻麻, 无休无止。 叫她整个人都静卵起来。 细白双手狠狠抓紧泥土, 手背轻轻抱起, 那张娇美明媚的小脸痛得猙獰扭曲, 牙齿生生咬破了唇瓣。 痛, 特别痛, 她痛得死去活来, 好想一口咬死尝试母子。 她含泪打量四周, 光线幽微。 这座洞窟泥土湿润, 大约是冥江堤坝上的洞穴。 洞穴潮湿, 空气里弥漫着鱼虾的腐臭味, 令人作呕。 附近有人工开凿的痕迹, 墙壁上甚至还保留着灵寝之中, 才会出现的长明灯台, 历经岁月变迁, 早已生锈残破。 而她正前面, 停着一座古老厚重的石头棺果。 南宝一可怜地抹了抹眼泪, 天底下大约再没有比她更悲催的人了, 先是被打断腿, 又被浆水冲到别人的灵情里, 现在得和棺材作伴。 她看了眼那座石棺, 如果没人来救她, 她觉得她可以直接爬进棺果里躺着, 连棺材本都省了。 呜呜呜, 我太惨烈了。 她吊着眼泪, 拖着残废的右腿, 求生欲很强地往洞窟外面爬。 重生归来, 她还没有看够景观城的风景, 还没有送猪猪上花轿, 还没有在祖母, 膝下敬笑。 她甚至都还没有好好复仇, 怎么可以死在这种鬼地方? 膝盖痛得撕心裂肺。 她没能爬到洞窟外, 又惨烈地痛晕了过去。 半炷香后, 又暗卫身形如蜘蛛般, 沿着明江堤坝搜索而来。 他们穿黑色镜装, 袍居上绣着统一的狼头, 个个都伸手极好。 其中一人出现在洞窟中, 看了眼南宝衣, 轻轻吹了声口哨。 其他黑衣人纷纷赶了来。 为首之人望了眼光果, 冷静命令道, 把她的外肠放在洞窟前, 吸引萧易注意。 咱们先一起推开石棺盖, 把这丫头丢进去, 再在洞窟上方, 买好足量的炸药。 等萧易过来时, 直接炸了这里。 萧易被水流冲进洞窟, 她爬起来, 拧了一把湿透的袍居。 环顾四周, 这里是堤坝两岸的古灵寝, 因为蜀军大旱, 水位下降, 才会裸露在空气里。 她眸色渐深。 既然她会被冲进灵寝洞窟, 那么南娇娇也很有可能身处洞窟。 她薄唇景敏, 毫不迟疑地搜索起附近灵寝洞窟。 夕阳堕入江面。 万千星辰出现在夜幕之上, 映照着明江沿岸的余火。 萧易平一己之力, 生生搜索了二十几座洞窟。 在抵达第二十七座灵寝时, 她眸色微灵。 她弯腰, 捡起地上的外肠。 垂手秀了秀, 外肠残留着淡淡的芙蓉花香。 是南娇娇的衣裳, 她凭着过人的夜视能力, 看见泥土之中残留着两道血字, 还有一些凌乱的手印和脚印。 眉间微醋, 她脑海中清晰地勾勒出一幅画面。 南娇娇被江水冲进洞窟, 拖着残废的右腿, 哭着往洞窟边缘爬, 却在中途晕厥过去。 有人在她晕厥时出现, 把南娇娇拖进了, 视线落在石棺上。 她们把南娇娇扔进了棺材里。 萧毅盯着那座闭合的石棺, 灭顶的寒气从脚底升起, 直窜向天灵盖。 她几乎呼吸不过来, 压抑着惶恐与害怕, 一步一步走向石棺。 指尖触及到石棺边缘, 她几乎找不到自己的声音。 南,南娇娇,无人应答。 南宝一! 萧毅陡然提高声音。 洞窟寂静, 远处传来滔滔不绝的江水声, 伴随着长夜里呼啸乌夜的江风。 洪血丝在萧毅的丹凤眼中蔓延。 她牙子欲裂, 推着石棺盖, 生丝力竭。 南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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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生生地换着, 宛如杜鹃提血, 是从未有过的撕心裂肺。 她是坐拥十万大军的侯爷。 她是比蜀郡首富更加富可敌国的大商人。 她是大拥帝国, 血统最纯正的皇子。 可是, 可是她现在竟然感到铺天盖地的恐惧。 她已经无法承受, 再次失去南娇娇的痛苦。 萧毅拼命推着石棺, 豆大的汗珠滚落面颊。 在这刹那间, 忘了自己, 为什么要用再次失去来形容。 南宝一! 有人在换自己的名字, 少女在黑暗中沉浮。 她隐隐记得, 前世似乎也曾有人这般换自己的名字。 一声接着一声, 像是非得把她从死亡中吵醒, 像是非得把她从明府带回阳间。 是谁呢? 前世死后的记忆一片混沌, 南宝一记不得了。 那人还在无休止地换着她的名字。 好吵啊! 她有些委屈地想着, 慢慢睁开了眼。 入目所及, 一片黑暗。 膝盖的剧痛还在继续。 她强忍疼痛, 伸手摸了摸, 却摸到一堆骨头, 像是谁的尸骨。 她试探着往旁边摸, 自己仿佛躺在一个四四方方的空间里, 像是棺材。 她躺在棺材里。 阴冷潮湿, 与死尸为伴。 她死了吗? 可是膝盖的疼痛, 却提醒着她, 她还活着。 被活活关进棺材里, 好可怕啊! 周身涌出浓浓的恐惧, 她的眼泪瞬间滚落。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她呼喊着, 拼命捶打石棺。 却无人应答。 厚重的石棺, 隔绝了外部的一切声音。 亘古的寂静里, 南宝一能清楚地听见自己的心跳和呼吸。 她明明还没有死啊! 为什么要把她扔进棺材里? 石棺里的空气, 渐渐稀薄。 她连呼吸都变得困难, 手脚并用地推散着棺盖, 声嘶力竭地呼救。 有人吗?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啊! 细白的食指, 不停抠刮着石棺, 妄图推开棺盖, 逃出生天。 精心保养的淡粉指甲, 无情折断。 指尖擦破, 在石棺里留下一道道触目精心的血痕。 石棺里, 密闭, 狭小, 寂静, 黑暗, 阴冷。 随着空气越发稀薄, 孤独和恐惧, 每时每刻都在翻倍增长。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啊! 少女, 喊得嗓音都嘶哑了。 却始终无人应答。 她恐惧地抱住双膝, 蜷缩在棺材一角。 前世, 她也是被人扔进了密闭的冰窖。 她又冷又饿, 伸手所能触及到的东西, 除了冰墙, 还是冰墙。 她饿极了, 因为想要活下去, 因为盼望大哥哥带她回家, 她甚至还吃了好多冰砖。 可是, 她最终还是在那个黑暗冰冷的地方, 活活动饿而死。 没有人带她回家, 她再也不想待在黑暗密闭的地方了。 为什么, 为什么又把她一个人丢在冰冷的棺材里? 娘亲, 祖母, 少女面对黑暗, 脆弱呼唤。 我好害怕呀! 娘亲, 娇娇好害怕呀! 她抽噎着哭出了声, 膝盖又钻心地疼, 都说善有善报。 为什么她这一世努力地去帮别人, 努力地去做善事, 却还要遭受这种残酷的死亡。 她用手背不停抹着眼泪, 哭成了泪人儿, 二哥哥, 二哥哥, 我又疼又害怕, 谁来救救我, 谁来救救我, 石棺外。 萧毅隐隐听见, 棺材里面传出稀疏声响。 她贴在棺盖边缘细细聆听, 有细弱的哭腔传出来。 男娇娇, 她红着眼睛, 心急如焚, 却又比劫后余生更加高兴。 她温柔地吻了吻石棺, 别哭, 别哭, 哥哥这救救你出来。 她扶住棺盖, 全身的肌肉, 一寸寸隆起。 她单凤眼充血, 手背青筋抱起。 她运着十足时的力道, 去推石棺棺盖, 爆发出令人胆颤的嘶吼。 男娇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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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腔充血, 血液顺着下河滚落。 她在心里反复呢喃着这个名字, 需要二十个高手才能推动的石棺棺盖。 她凭一己之力, 声声推开。 江水之上, 月色清晨。 清幽月光, 温柔地照落在洞窟里。 石棺里, 到处都是指甲挠出来的血痕。 石棺角落, 少女抱着双膝, 蜷缩成小小的一团。 她满脸是泪, 周身染血。 她睁着枯红的眼睛, 惊恐地看着萧毅, 像是受惊的右手。 萧毅擦掉唇角血字。 她薄唇挑起笑容, 温柔地把少女拥进怀里, 动作小心翼翼。 宛如对待世间最珍贵的宝物。 她清了清少女的发心, 泪水潸然滚落。 她红着眼睛, 轻声, 男娇娇, 哥哥来带你回家了。 蓝宝一靠在萧毅的胸膛里。 她身上弥漫着浅浅的山水香, 是她熟悉的味道。 二哥哥, 她滴滴换着, 忍不住紧紧抱住她的脖梗。 她害怕她的出现, 只是一场幻觉。 我在, 萧毅眼睛血红, 垂眸亲吻着她的发心和脸蛋, 声音里充满了温柔的安抚。 我在, 我刚刚可害怕了, 我以为我会被活活闷死在棺材里, 再也见不到祖母和你。 难保一耿咽, 二哥哥, 我好期盼你来救我。 萧毅抬秀, 为她失去满脸的泪水。 她很自责, 如果她来得更早些, 如果她有好好照顾她, 这一切, 甚至根本不会发生。 她垂眸, 看见她血淋淋的右腿, 更加心如刀割。 她单膝蹲下, 撕开一段袍鞠, 小心翼翼为她做了简单的包扎。 难保一腾的吸气, 双手死死抓住棺果边缘, 才没哼叫出声。 她低头看着右腿, 小声道:"二哥哥, 我这条腿, 是痊愈不了的, 是不是? 我今后, 会成为一个瘸子。 那时候, 再漂亮的乳裙, 都穿不出美感了。 诶, 我去月老庙之前, 还买了好多漂亮如群呢。 萧毅谋色慧暗。 沉默扮上, 她在难保一膝上, 系了个漂亮的蝴蝶结。 她捧着少女的小腿, 在她膝上落了一吻。 她声音低雅, 娇娇旺了吗? 咱们家有个神医, 她把你当亲妹妹疼爱, 定然舍不得让你做个瘸子。 她一定会治好你的腿。 难保一唇色苍白, 小脸苍白。 她看着萧毅。 全臣大人脸去了嬉笑, 满脸肃目认真, 被治愈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但还是忽然弯起眉眼, 温柔的附和。 我也是这样想的。 萧毅凝视着她膝盖。 她流了那么多血, 骨头碎裂, 甚至还有尖锐的骨头刺出皮肉。 南娇娇是那么娇气的小姑娘, 她一定很疼。 她看着, 眼睛又渐渐泛红。 南宝衣抿了抿唇半。 她俯下身, 学着她平时的模样, 也安抚般摸了摸她的头。 二哥哥, 刚刚被你亲了一下, 我觉得膝盖一点也不疼了。 咱们回家好不好? 我知道镇灾营被藏在了哪里, 我带你找去。 萧毅抬眸。 少女眉眼纯真, 明明疼得脸苍白, 却还是很努力地安抚她。 甚至, 还惦记着那该死的镇灾营。 她是在意她的, 而她舍不得辜负她的在意。 她眉目含笑, 抬手摸了摸她的脸蛋, 滴滴印了一个好字。 她抱起南宝衣, 正要往洞窟外面走。 四面八方突然地动山摇。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 无数石头和泥土从头顶掉落。 瞬间, 整座洞窟尽数坍塌。 明江低暗。 黑衣郎卫们, 亲眼目睹洞窟坍塌, 才心满意足地转身离开, 去向薛定薇禀报实情。 长夜漫漫。 江边雨火数点。 薛定薇带着军队就驻扎在灌县附近。 她坐在官帽椅上, 端着烟管, 凝视睡在翡翠屏风后面的美人。 听到萧毅和南宝依葬身灵寝, 她缓缓吸了一口烟。 萧毅年纪轻轻, 就风猴败相。 前几日, 更是在帐中斩杀我数十名心腹, 将十万军队纳入麾下。 她的成就, 本应在我之上。 只可惜, 少年傲骨折在了这一个傲字上。 若她能低下头, 好好效忠于我, 我又怎舍得杀她。 程太守陪坐在侧, 恭敬笑道, 嘟嘟吸财, 只可惜那萧毅是个蠢的, 说起来她也不配得到您的栽培。 死了, 也就死了。 仗中寂静。 薛定威依旧凝视着屏风后的美人, 连吸了几口烟。 不知过了多久, 她摆摆手, 吩咐道, 去灌县。 星辰熄落, 江边的余火, 悄然湮灭在沉溪的微光里, 随着金屋升起, 天际处万丈光芒。 明江江畔, 浪打低暗。 薛定威坐在官帽椅上, 遥遥与石炎对峙。 两人身后, 是各自带来的千军万马。 她抽着烟, 淡淡道, 成太守要求三天之内找到镇灾营。 如今已是第三天, 你家主子不仅不见综艺, 甚至还在昨日, 吐露张都尉满门。 诛杀朝廷命官的家眷, 可知是何罪名? 石炎双眼通红, 双拳紧握。 我家主子找人去了。 她高声应答, 薛都督想要问罪, 恐怕不是时候。 成太守捋着胡须, 笑容阴毒, 找人去了。 我倒是听说, 靖西侯昨夜在低暗的一座灵寝里找到了南家姑娘。 只可惜, 那灵寝年久失修, 不幸坍塌, 将他们两个一同葬在了土里。 你家主子, 恐怕回不来了。 石炎心头轻颤。 从昨日傍晚到现在, 确实没有主子的消息传来。 可是, 她家主子英明神武, 怎么可能死在那种地方? 薛都督抬了抬手, 无数士兵抬着尸体出现, 全是从张都尉家里抬出来的。 又有人抬来两副担架。 担架上躺着两个血淋淋的人, 正是长氏和张远望。 他们浑身的骨头全被敲碎, 却偏偏死不了, 以一种诡异的姿势扭曲着, 嘴里发出破碎的哀嚎。 即使是见识过杀戮的军队, 也忍不住面露惊悚。 不远处围观的冠县百姓, 跟着指指点点, 却没有一个人指责消逸, 反而都在幸灾乐祸。 张家来到冠县的这一年来, 欺压百姓, 抢抢民女, 不知道给他们带来了多大的灾难。 如今家破人亡, 简直不要太解气。 张都尉走了出来, 他仿佛一夜之间苍老十岁, 朝薛定威拱手道, 我家上上下下九十三口人, 全被萧依杀了。 我夫人和儿子, 更是被他折磨得不成人形。 求薛都尉为我做主, 将萧依编尸三百, 在途径南府满门。 他咬牙切齿, 满脸都是阴毒的憎恨。 薛定威抽着烟, 儒雅的面旁引在烟雾之后, 像是老谋深算的狼王。 他终于抽够了烟, 朗声道:"本都都奉皇命, 镇守蜀郡, 可罢免蜀郡官员, 可对罪臣先斩后奏。 萧依犯下三宗罪, 其一, 谋害朝廷命官家眷, 沾染九十三条人命。 其二, 坚守自盗, 盗走赈灾赢上百万两, 罔顾百姓死活。 其三, 谋杀军中将士三十八名, 意图谋反。 凡此种种, 死不足惜。 本都督为蜀郡百姓安宁着想, 决定将萧义鞭师三百, 株连九族, 没收南府全部赢钱。 程大人, 此事便交由你去做了。 程太守喜不自禁地站起身, 拱手称是, 男家富贵。 由他来执行没收赢钱之事, 意味着他可以从中捞取大笔财宝。 这可是个肥差。 张都尉艳羡不已, 拿胳膊肘捅了捅程太守, 低声道, 事成之后, 分我些。 男家手指缝里露出的一丁点财富, 就足以叫我重取高门贤妻, 再生几个笛子了。 放心! 程太守眉开眼笑, 程德宇站在旁边, 眼眸失落。 男宝一居然死在了明江洞窟里。 那么美的姑娘就这么死了, 真是可惜。 不过, 能得到男家富贵, 也还不错。 她会代替男宝一, 好好享受男家富贵的。 围观人群之中, 男烟和夏明慧并肩而立。 江峰吹拂着少女烟粉色的如群, 她小脸平静, 嘴角上扬。 虽然很想在狠狠羞辱男宝一之后, 再送她上路, 可是现在这般也还算不错, 再没有女人敢跟她争斗叫板。 她掐了把大腿, 疼得眼圈微红, 低声道, 娇娇真是可怜, 才十三岁, 就香消玉允了, 我这当姐姐的, 真是心疼呀。 哼, 夏明慧轻笑, 这里又没人看你, 何必惺惺作态? 男宝一死了, 你应当比谁都高兴才是。 之所以写信告诉我, 说秦秦是被男宝一害死的, 不也是为了借我的手, 弄死她吗? 夏姑娘聪慧, 任何事情, 都瞒不过你的眼, 男烟擦了擦不存在的眼泪, 婉儿一笑, 可怜秦秦姐被狱卒活勒死, 真是可怜呀。 这么说着, 眼睛里笑意更盛, 夏秦秦是她勒死的。 可那又如何? 世人愚蠢, 终究被她玩弄于鼓掌之中。 她惬意地扶了扶京不摇, 盘算着承德与郑妻之位, 脸上的笑容更加明媚了些。 而薛定薇打定主意, 今日就要彻底剿灭萧一的势力。 她吩咐, 来人啊, 把和萧一亲近的从犯, 全部就地斩杀。 再去把她的尸体挖出来, 当众鞭尸三百。 昂卫领命! 食言等暗卫握起刀, 正要火拼, 远远传来一声,且慢。 围观百姓, 让开一条路。 白衣圣雪的贵公子, 聋着宽秀, 骑在一头灰不溜秋的毛驴上, 正哒哒哒地往这边来。 以这种方式出场, 沈一朝内心是拒绝的。 他是郑二品公子, 自然应该骑白马, 萧萧洒洒地出场。 然而韩颜良告诉他, 山寨里的马都被骑走了, 只剩这头驴子。 没办法, 他只好骑着驴赶来救场。 他来到两军中间, 微笑, 薛都督所说的三宗罪, 皆都缺少人证物证, 恐怕不能立案定罪。 缺少人证物证? 薛定威大笑。 因为抽了过多的烟, 他笑起来时, 声音嘶哑, 令人畏惧。 终于笑罢。 他道, 萧义带着十万大军, 屠露张府满门, 全城百姓看得一清二楚, 张都卫看得一清二楚, 难不成还有假? 不错。 本官亲眼看见, 萧义沙漏全府上下, 血都溅到, 我脸上来了。 张都卫立声作证。 沈一朝提醒, 近亲不得作证。 不见棺材不死心。 张都卫转向围观百姓, 面露凶象。 你们这些人都亲眼看见, 萧义带着十万大军 去本官府上了吧。 还不快为本官作证? 百姓们安静了片刻。 随即, 那位卖香囊的老婆婆, 带头喊道, 我们什么也没看见。 其他人纷纷起哄, 不错, 我们啥也没看见。 昨日长街上没有军队, 只有呼啦啦飞过去的一群乌鸦。 对对对, 什么血洗张府, 县令大人怕是花了眼。 开什么玩笑, 他们恨不得张家人赶紧死绝, 省得为非做歹鱼肉香里, 怎么可能会帮他们作证。 张都卫捂住胸口, 险些喷险。 这群人有眼无珠, 睁着眼睛说瞎话, 简直可恶。 他转向十言背后的十万军队。 你们昨日与萧义一起来到江畔, 应当目睹了, 他是如何对我欺而行凶的。 说出来, 军容肃穆。 江风吹过, 他们各个牧师前方, 半点声音也无。 竟然没有一个士兵, 搭理张都卫。 张都卫气得想挠墙。 他愤愤上前, 指着军队破口大骂。 本官叫你们作证。 你们耳朵聋了。 谁替本官作证? 本官赏赢十两。 十万大军依旧鸦雀无声。 张都卫气得心肝疼, 快步上前, 恶狠狠给了前排士兵几巴掌。 似乎不解气, 他又骂骂咧咧, 重重去踹那些士兵。 然而那些士兵穿着重型盔甲, 就像是一堵堵成墙。 他踹不动他们, 自己反而疼地抱着脚豪。 他觉得自己颜面扫地, 于是仗着薛定薇撑腰, 心下一横, 猛然拔出一柄宝剑。 王你们吃着良想, 却效忠逆贼, 本官今日就替天行道, 杀了你们这些混账东西。 他怒骂着, 正要动手, 九尺末刀, 从远处猛然抛制而来。 墨刀将他拿进的那只手, 生生斩落。 张都尉捂着血流如猪的手臂, 惨叫着跪倒在地。 一骑纯飞骏马, 扬起四体, 高高越过人群。 马上青年, 急带军靴, 悬衣烈烈, 风姿凛冽。 骏马从容落地, 削一把起插在泥土里的墨刀, 横刀立马于十万大军前。 他微笑着转了转手中墨刀, 锋利的刀尖直指薛定薇。 如我士兵者, 朱! 如我将帅者, 朱! 如我家国者, 朱! 原本静默如石头的十万大军, 同时拔刀。 他们异口同声, 如我士兵者, 朱! 如我将帅者, 朱! 如我家国者, 朱! 那喊声回荡在整座冥江。 掷地有声, 震笼发聩。 薛定薇手中的烟管, 静静燃烧。 他盯着萧毅, 苍老的眼眸中, 情绪复杂。 这个男人, 是怎么从爆炸里面逃出来的? 而且, 还令十万大军对他俯首贴耳。 他磕了磕烟管, 压下心头不安。 冷笑, 纵便没人作证, 静吸喉血洗张府。 但你现在伤害朝廷命官, 却是不争的事实。 你又如何狡辩呢? 朝廷命官? 萧毅居高临下, 如看死狗般逆了眼张都尉。 他与张侍郎狼狈为奸盗取赈灾营, 却栽赃到本侯头上, 也好意思自称朝廷命官。 张昌有愧家国, 犹如将士, 死不足惜。 薛定威和程太守, 谋色同时变了变。 萧毅, 他是怎么知道赈灾营之事的? 张都尉捂着断手, 疼得满地打滚。 他嘴里不停发出凄厉咒骂。 萧毅, 你和山贼狼狈为奸, 劫走赈灾营, 却要污蔑到本官头上。 大都都, 你要为我做主啊? 薛定威还没说话, 人群让开一条路。 寒烟良青沙如群, 寄一件黑色斗篷, 被山匪们簇拥, 骑白马而来。 他勒住缰绳, 停在沈毅潮的小毛驴旁边。 沈毅潮看着他的白马。 说好的骏马, 都被骑走了呢? 韩燕良朝薛定威利落拱手, 查马到山寨大王, 御楼春老板韩燕良, 见过薛都督。 听说有人称, 赈灾营是被我家山寨劫走的, 小女子心中惊骇, 特意从景观城过来瞧瞧。 沈毅潮注视着他。 这女人对上郑熙大都督, 却依旧淡然自若。 这副姿态, 堪称大奖风范。 他难得赞赏时, 韩燕良画风一转, 力声赤马, 我们山寨道义有道。 如今蜀军大汉, 我们绝对做不出官匪勾结, 劫走郑在营的狗屁事。 哪个孙子被地里干的, 自己出来认, 休要把什么屎盆子, 都往我们山寨头上扣。 否则, 便是拼了全债上下一万两千条性命, 我们也要争个清白。 一番话震耳欲聋, 沈一朝默默收回视线。 大将风范? 不存在的。 张都尉面如金纸, 冷汗直躺。 打死他都想不到, 一向神龙剑手不见尾的茶马到山匪头子。 居然是个女人! 而且, 竟然还会亲自下山, 替营一作证。 他心中浮现出不妙的预感。 下一瞬, 韩燕良命令, 把张侍郎带上来。 两名山匪, 立刻把张侍郎拖了过来, 扔死狗般扔到地上。 一把年纪的张侍郎啼哭不休, 俨然畏惧极了。 沈一朝跟着从怀里掏出一纸罪状书。 我奉侯爷之命, 昨夜连夜审判张侍郎。 他已经供认, 是他和张都尉联手劫走赈灾营。 这纸罪状书, 就是证据。 他将罪状书丢到地上。 众人望去。 白纸黑字红手印, 清清楚楚写明了张侍郎是如何伙同张都尉, 劫走赈灾营, 又想方设法把罪名安排在萧一头上的。 无从抵赖, 无可抵赖。 薛定威吞吐着烟雾。 张家人倒还算识相, 没把他和陈慧一道供出去。 否则的话, 他眯了眯眼。 事已至此, 他意味深长道, 原来赈灾营是被张家劫走的。 张家人贼喊捉贼, 着实可恶啊。 靖西侯, 今日本都督冤枉了你。 深感内疚, 改日于家中设宴, 请你小酌几杯, 全当赔罪。 大都督客气。 萧毅懒洋洋的微笑, 笑容却不达眼底。 虽然他有的是手段, 让张侍郎供出成会和薛定威, 可薛定威坐拥四十万大军, 目前并不是撕破脸的最佳时候。 而薛定威摆明了, 也不愿意与他硬碰硬。 赈灾营之事, 将以张侍郎和张都尉的死而告终。 薛定威起身, 俯了俯宽秀, 张家人贪赃王法, 最无可恕, 便全权交由静西侯处置吧。 他转身上马, 带着军队浩浩荡荡地离去。 承太守懊恼地跺了跺脚, 也跟着离去。 江畔的风渐渐大了。 萧毅拽着江绳, 转向张侍郎和张都尉。 指尖轻轻服侍过猫眼石戒指, 他居高临下, 土字冰冷, 劫走震灾营, 愧对朝廷, 愧对百姓, 愧对天地。 顿了顿, 他薄唇清沟, 按照律例, 就地斩首。 江水滔滔, 重重拍打着低暗。 以张侍郎和张都尉为首, 参与过这次劫走震灾营事件的人, 包括长氏和张远望, 全部跪在江边等待斩首。 哭嚎声惊天动地, 他们后悔着哀求着。 百姓们对着他们的背影指指点点, 却并不同情。 如果后悔有用, 要律法做什么? 人生在世, 犯错在所难免。 但不是每一件错事, 都值得被原谅。 行行, 食言高声。 萧义勒马转身, 朝幽山雅居而去。 沈义潮逮巴着小毛驴紧随其后, 冷嘲热讽, 昨夜东风有意, 形象奇特。 若非我及时算卦, 算出你们有难, 请韩燕良出山救人。 你和南家小五, 怕是要死在洞窟里了。 萧义默然。 薛定威不愧是称霸蜀军多年的男人, 下手十分狠辣。 若非他及时抱着南娇娇滚进棺材, 他们真得葬身灵寝。 他瞥向沈义潮, 道了声多谢。 没再多言, 他静止策马而去。 沈义潮的毛驴追不上他。 牧春的阳光透着暖意, 他看见萧义的后背逐渐阴开深色。 那是伤口崩开, 血染衣衫的痕迹。 昨夜, 韩燕良的人把他们两个挖出来时, 他就站在堤坝边。 他清清楚楚地看见, 萧义把南宝医护在身下, 用后背承受了所有坍塌的泥土和石头。 他真的很在意南家小武。 沈义潮望向天空, 轻轻淤出一口气。 南家小武只是商户女, 而萧义却出身锦绣。 如今大庸的权贵世家如过江之际, 高门含护之争越发严峻, 寻常士族尚且不可能迎娶寒门之女, 更何况皇族。 他想娶她, 南如登天。 江边的热闹渐渐散了。 南燕和夏明慧目睹侍卫, 收拾斩首后的那些尸体, 脸色都有些苍白。 他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萧义竟然还活着。 这也就意味着, 南宝义也活着。 江峰迎面, 带着些微鱼心味。 隔了很久, 南燕低声道, 这次错失良机, 放虎归山, 后患无穷。 萧义, 恐怕会报复咱们。 这次是薛嘟嘟出的手, 他查不到咱们头上。 不过, 今后再想杀南宝义, 恐怕不会这么容易了。 夏明慧阴沉着脸, 转身欲走。 南燕温声, 钦差大人运送赈灾营, 却死在了蜀郡。 朝廷那边不会相信蜀郡官员的一面之词, 圣上一定会派分量更重的钦差, 前来查探实情。 所以, 夏姑娘, 如今蜀郡大旱, 水位下降, 田母颗粒无收。 我想这一切, 都是有因果缘由的。 比如妖女作祟, 邪虫将士。 夏明慧驻足, 她沉莹, 你的意思是, 南燕随手折断一节干枯树枝, 意味深长的哼唱, 邪虫女, 居锦城, 穿宝衣, 邪虫女, 饮鲜血, 吃幼鹰, 邪虫女, 天降灾, 赤千里。 夏明慧眼前一亮, 她情不自禁地称赞, 南燕姑娘果然多才多艺。 一旦这首童谣在蜀郡传唱, 所有人都会认为这次旱灾, 是南宝衣造成的, 到时候不惊动, 钦差动难。 惊动了钦差, 就等同惊动了朝廷, 圣上必然亲自追究。 南宝衣, 必死。 夏姑娘谬赞。 对了, 千秋雪的文君酒, 味道甚是不错。 我请夏姑娘小酌两杯, 正好, 也一道去看看南宝衣的腿。 我这当姐姐的, 总得关心关心她的伤是不是。 两人相视一笑, 携手登上马车。 幽山雅居, 少女躺在榻上, 意识浑浑噩噩。 她记得, 灵寝坍塌了。 头顶上方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无数石头和泥块往下坠落, 仿佛要把他们彻底埋葬在这里。 全臣大人抱着她, 义无反顾地滚进石棺。 她的双手死死撑着石棺边缘, 用身体为她隔开危险。 她躺在棺材里, 眼睁睁看着石头和泥块狠狠砸在她的后背上。 她好心疼, 于是伸出双手, 紧紧护住她的后脑和耳朵。 不知过了多久, 爆炸声终于停歇。 四周呈现出亘古的寂静与黑暗, 像是天地混沌之初。 耳边似乎还回名着爆炸的幻音, 震得她脑袋生疼。 她睁着眼睛, 虽然什么也看不见, 但却清楚地知道, 全臣大人也在黑暗里注视着她。 她原本, 很害怕密闭黑暗的地方。 可是, 她知道她就那里。 如同她护着她那般, 也在倾尽全力地保护她。 因为她在这里, 所以她便什么也不怕了。 原来喜欢一个人, 可以让自己变得如此勇敢。 她想活着与全臣大人一起离开, 可她失血过多, 没能等到援冰到来, 就昏睡了过去。 南宝一睁开眼。 雨过天青色的账漫被金沟挽起, 暮春的阳光透窗而来, 温暖宁静。 她坐起身环顾四周, 这里是幽山雅居的寝屋。 她低头, 双手包扎着厚厚的纱布, 像是两只大白粽子。 是了, 因为要保护全臣大人的脑袋, 所以她的双手被石头砸得很惨, 想必已经血肉模糊。 她用左腿蹬开绣花背。 又吸上了药, 一眼闪进来, 见她对着膝盖发呆, 不禁笑道:"没事, 养几个月就好了。 她是收到飞鹰传书, 连夜赶来灌献的。 南小五的伤, 远远比她想象得更加严重。 究竟能不能彻底痊愈? 她其实完全没把握。 南宝一看着她, 姜遂寒在说话, 可是她却听不见声音。 她知道, 这是爆炸引起的听力受损。 她又是跟猪猪丸爆竹, 一串爆竹点燃了丢出去, 却久久不见爆炸。 谁知刚捡起来, 那串爆竹猛然爆炸。 炸伤了她的手部说, 还把她炸得半笼不笼, 耳鸣了三四日才正常。 这一次火要爆炸, 估计得五六日才能恢复。 南宝一琢磨着, 突然觉得自己能活这么大, 真是太不容易了。 姜遂寒见她这副模样, 倒也能判断出她耳鸣的状况。 她扯着嗓门高声道:" 腿没事,别怕。 南宝一跟着好, 真的能好吗? 当然, 我可是生死人肉白骨的鼠中神医。 姜遂寒吼叫着, 在踏边落座。 你的手骨也受了伤, 坚持每天换药, 七天后就能拆绷带。 这段时间, 叫侍女随时伺候, 不然, 小姐都没法脱裤子。 当然了, 你也可以叫你二哥哥帮你脱。 哈哈哈哈。 她说吐露嘴了。 南宝一垂着眼睫, 悄然脸红。 萧毅已在株连边。 她注视着南宝一, 丹凤眼温柔入骨。 小姑娘才醒来, 还没来得及照镜子, 一撮刘海搞笑地翘起, 因为失血过多, 小脸苍白而轻瘦。 清风吹拂着围杖。 她坐在木春的光影中, 双手和右膝都包扎着白色绷带, 是稚嫩娇弱的模样。 姜遂寒咬起一勺药, 连吹都不吹, 就往她嘴边送。 张嘴! 啊! 南娇娇! 啊! 子! 她吐掉药汁, 白嫩小脸皱成团! 萧一走过去, 结果姜遂寒手里掉碗, 我来。 姜遂寒满脸我懂得的表情, 贼一眉鼠眼地退出了寝屋。 萧一咬起一勺药, 放在唇边吹了吹。 她浅浅尝了小口, 确定不烫, 才送到南宝一唇边。 南宝一看着她, 全臣大人面色如常, 想必没有受重伤。 她弯起亮晶晶的眼睛, 乖乖喝下药汁。 药汁轻苦。 她砸吧砸吧小嘴, 不大情愿地别开脸, 不想再喝第二手。 萧一失笑, 十三岁的姑娘了, 居然还怕喝药。 幸好她早有准备。 她从江边策马回客栈时, 瞧见长街上有人叫卖麦芽糖, 于是买了一大块, 就想着给她喝完要吃。 她把麦芽糖放在南宝一的粽子小手上。 南宝一嫌弃。 全臣大人, 这是红小孩呢? 居然拿麦芽糖引诱她。 她摇摇头, 表示不想吃糖, 也不想喝药。 于是萧一从怀里掏出一把菜刀, 也是在街边买的。 她郑重地把菜刀放在南宝一的被窝边, 带着威胁之意。 她翻了个白眼。 难道她不喝药? 全臣大人还能拿这把刀杀了她不成? 见南宝一依旧不为所动, 萧一抿着薄唇轻笑。 她把挂在牧师上的崭心如裙, 扔在了床榻上。 十几套如裙, 全是青纱面料, 如云朵, 如清风, 叫南宝一恨不能马上穿起来。 到街上显摆显摆。 萧一歪头凑到她耳畔, 嗓音疗人, 喝了药, 腿伤才能痊愈。 若是不好好接受治疗, 落了腿瘸的毛病, 穿什么都不美了, 南宝一表情僵硬。 旋即, 她乖乖喝尽了那碗苦药。 乖女孩。 萧一扶着她躺下。 她拿着空药碗往外走时, 南宝一扯着嗓子叮嘱。 二哥哥, 你可千万记得龙王庙里的那些震灾营。 萧一唇脚含笑, 都成瘸子了。 还想着震灾营, 她眼上污门。 南宝一美滋滋地躺在帐中, 心里的小算盘拨得啪啪响。 这一次震灾营丢失案, 她立下了大功。 等二哥哥收拾完残局得了空闲, 她定要求他上报朝廷, 叫朝廷知道他的功劳。 再加上以后开仓放粮, 救济百姓的功绩, 不说封他当郡主, 县主什么的, 总能捞一个当当吧。 她呀, 想问心无愧, 满身荣耀地站在全臣大人的身边。 这般盘算着, 她觉得这两日受的伤着实滑得来。 等腿伤痊愈, 穿上心脉的如裙, 她还是景观成最美的仔。 南宝一安心养伤时, 客栈大堂却是一地鸡毛。 成德宇满脸卑切, 江神医, 教教她没事吧。 得知她葬身临寝, 我心中悲愤伤心, 恨不能带她去死。 江神医, 你要我上楼看看她吧? 我买了好些水果, 她定然喜欢哪。 她做梦都没想到, 肖义和南宝一居然没死。 还在镇灾营的案件里, 逆风翻盘。 这也就意味着, 成家拿不到南府的颇天富贵。 她想着南府的富贵, 想着南宝一的娇美明媚, 心中不禁蠢蠢欲动, 因此才返回客栈, 想上楼探视那个姑娘。 也好, 叫她心里明白。 她是惦记着她的。 江岁涵面露嫌弃。 官家少年, 皮囊温润。 眼眶里努力挤出眼泪的模样, 真虚伪。 她微笑, 敢问程公子, 您是南小五的什么人? 姐夫! 程德宇斩钉截铁, 我是她的亲姐夫。 小姨子受伤, 我这当姐夫的前去探视, 总没什么问题吧? 江神医, 你一个外人, 可莫要指手画脚, 乱了亲书。 姐夫, 江岁涵讥讽地打量程德宇, 当初退婚的时候, 你对南小五何等嫌弃, 如今却端起姐夫的架子, 妄图借探视之名亲近她。 你是她未婚夫时, 对她姐姐感兴趣。 你纳了她姐姐, 却又对她感兴趣。 我说程德宇, 你不会有那种癖好吧? 你好变态啊。 她说话不留余地, 一针见血。 程德宇面皮战红, 竟说不出反驳的话。 正在这时, 南妍和夏明慧也过来了。 南妍眼圈通红, 拿手帕抹着眼角, 关切道, 江神医, 我妹妹没有大碍吧? 听说她被张家人敲碎了膝盖骨, 可把我担心坏了。 江神医, 你要我楼上看看她好不好? 也好叫我心中有底。 江岁寒嫌弃。 有底? 有什么底? 她不就是想确定, 南小五有没有缺腿吗? 这贱货哥在她那个时代, 就是个绿茶, 妥妥的绿茶。 就冲着南妍幸灾乐祸的心态, 她拼尽一身衣术, 也要治好南小五的腿。 她摇着折扇, 轻慢道, 南小五好得很, 不需要你们心心作态, 假装关切。 哪来的回哪去, 都散了吧。 她出去采购药材了, 南妍等人如何甘心, 可是萧一花重金, 把整座幽山雅居都包下来了, 又派石妍等侍卫把持楼梯口, 他们连上楼的机会都没有。 程德宇值得把水果交给石妍, 劳烦转告娇娇, 我明日再来探望她。 她风度翩翩地, 往客栈外面去了。 这一次, 父亲和大都督针对南府和萧一的计划泡了汤, 想夺得南家财富, 恐怕还得通过联姻的方式。 南宝一这次受伤, 是她趁虚而入, 表达关心的好机会。 好女怕狼缠, 她得耐心险, 温柔险。 她仰了仰嘴角, 满脸势在必得。 南妍和夏明慧后, 一步离开客栈。 看将神医那副表情, 南宝一的腿, 必定是瘸了。 夏明慧微笑, 虽然吃了个闭门羹, 却也不算白跑一趟。 南妍同样神情愉悦, 她回头望了眼客栈, 杏妍满是笑容, 左右无视, 明日我再来探望她。 我呀, 迫不及待想看她瘸腿残废的可怜样呢。 萧一不是喜欢南宝一吗? 她倒要看看, 南宝一成了个瘸子, 萧一还如何喜欢她? 失去萧一庇佑的南宝一, 人人可泣。 南宝一伤势颇重, 她不愿意叫祖母担忧, 害怕老人家得知消息后 要连夜赶来灌县, 舟车劳顿伤了身子, 因此不许萧一把自己受伤的消息传回家中。 只说是她玩心重, 想在灌县附近多玩些时日。 事业。 南宝一积极地喝完了药, 乖乖躺在被窝。 河叶还在井观城, 萧一不放心叫陌生丫鬟伺候她, 因此在她寝屋里置了一张软榻, 就连书桌也一并遗到了她的寝屋, 打算亲自照顾她。 隔着床杖, 南宝一看着萧一。 全臣大人正处理军务。 因为张家和赈灾营的缘故, 贯献一地鸡毛, 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 子叶将近, 他终于处理完事宜, 懒洋洋地割下毛笔。 扭头, 却正对上南宝一亮晶晶的眼睛。 他迁就她, 搭着嗓门道:"怎么还不睡? 白日里睡够了, 晚上睡不着。 南宝一催生, 嗓门比她还大。 二哥哥, 姜大哥说:"我的腿会痊愈的。 你说, 不微笑。 当然。 南宝一更加踏实了。 他又把寝宫之士说了一遍, 尊尊叮嘱。 二哥哥, 你写奏章实, 就说:"我拒绝任何封赏, 争取给皇帝留下我淡泊名利的好印象。 等将来我再次立功, 皇帝拿好意思又不给封赏。 势必会连本带利一起奖赏我的。 萧一挑眉。 小姑娘瞧着娇喊蠢萌, 在大事上却格外有心计。 会算计得很啊。 她抿着笑, 应了声好。 次日, 承德宇和南宴又登门拜访。 一个拎着水果, 一个带着大股汤, 在大堂里嘘寒问暖的, 俨然比对待爹娘还孝顺。 萧一瞧着烦, 叫食言连人带水果带汤一并丢了出去。 如此反复了几日, 承德宇和南宴终于失去耐心, 回溜溜回了景观城。 半个月时间, 眨眼过。 黎明时分, 幽山雅居的寝屋里点着燕鱼灯, 窗外残留的月光照落在地板上, 南宝一嬉嬉嬉嬉地坐起身。 全臣大人和江大哥屡次向他保证, 半个月时间, 他的腿伤一定能痊愈。 今日, 正是他治疗的第十五天。 他小心翼翼拆开膝盖上的绷带, 满怀欢喜地伸了伸右腿。 江岁寒的要真有奇效。 那么重的伤, 可是膝盖处现在居然一点儿也不疼了。 他扶着床榻, 试探着站到地板上。 洁白的丝绸称裤微微摇曳, 少女脚踝纤细, 往前走了几步。 走路没有问题, 伤口并不疼。 只是, 他盯着不远处的落地青铜镜。 他小脸冷凝, 朝青铜镜又走了几步。 镜中的姑娘走路时一瘸一拐, 使得肩膀看起来一高一低, 十分丑陋可笑。 他驻足, 寒意从脚底升起, 直窜上脑袋。 他死死盯着铜镜, 整个人逐渐颤抖得厉害。 他不死心, 又试着走了几步。 碰! 安宁的长夜中, 猛然传来一声巨响。 脚落小踏, 小蚁睁开眼。 燕鱼灯摇落满是青灰, 铜镜支离破碎, 满地都是狼藉碎片。 男家的小姑娘, 坐在铜镜碎片里, 青丝微锐, 身姿细弱, 抱着右腿, 哭得撕心裂肺。 男娇娇, 小蚁猴杰微微滚动, 却说不出安慰的话。 这半个月以来, 小姑娘每天早晚都要问, 她的腿什么时候能恢复。 可就算是被誉为神医的江碎涵, 也无法给出准确的答复。 为了她乖乖喝药, 她和江碎涵哄骗她, 说半个月就能恢复如初。 小姑娘拿小本本, 记着日子呢。 今天, 已是第十五天。 她是那么贪睡的姑娘, 却在天还没亮时, 就爬起来看她的腿, 笑意起身吓她。 她赤脚踩过那些锋利的碎片, 在南宝衣面前蹲下。 小姑娘哭得脸淡飞红, 乌青长发湿答答的贴在面颊上, 她拉着的眼睫毛沾满了细碎泪珠。 泪水顺着白嫩下河滚落, 染湿了雪白的绸衣。 二哥哥, 她抬起枯红的眼, 凝视着这个惊象欲致的青年。 她泪如雨下, 二哥哥, 我的腿好不了了, 是不是? 你和江大哥一直在哄骗我, 是不是? 好丑啊, 二哥哥, 镜子里的姑娘, 好丑啊。 昔日总是亮晶晶的丹凤眼, 藏满了绝望和苦涩。 因为尝过毁容的痛苦, 因为承受过被所有人指指点点的滋味, 所以再也不愿意经历第二次。 她想嫌满身荣耀, 美美地站在全臣大人身边。 让所有看见她们的人, 称赞道:" 看! 南家的五姑娘, 和静熙猴狼才女帽, 真是登对啊。 南宝衣回想着镜子里, 那个走路一瘸一拐的少女, 又看着眼前惊象欲致的青年, 自卑感打心底里, 油然而生。 她泪眼婆娑, 哽咽不能语。 萧毅按住她的脑袋, 无言地将她按进怀里。 带着保险的大掌, 温柔地抚摸过她的脑袋, 宛如安抚右兽。 对不起, 骗了你。 她低伤。 江岁涵并不知道, 能否在短时间内彻底衣好你的腿。 她轻轻拖起少女的脸蛋, 用手帕仔细为她擦去泪水。 但是哥哥向你保证, 如果江岁涵治不好, 我就派人去请其他地方的神医。 一个不行再换一个, 哪怕请便天下神医, 也要医好佼佼的腿疾。 她嗓音低哑, 丹凤眼中藏着无边联系。 南宝医正正看着她, 泪珠在眼眶中打转。 她紧紧攥着衣巾, 哑声道, 会被人笑话的, 难言他们, 等着看我的笑话呢。 晶莹剔透的泪珠, 顺着面颊滚落。 滚落在萧毅的手背上, 烫得叫她心疼。 她胸腔里涌出浓烈狠力, 丹凤眼晦暗如深渊, 本侯还没死, 谁敢笑话你, 把他们的腿统统打断, 断到爬不起来的那种。 南宝医哭着哭着就笑了。 她抬起亮晶晶的泪眼, 走路时, 会很丑。 二哥哥不要看。 一句二哥哥不要看, 令笑意心酸。 她是那么爱美的小姑娘, 她脸趋利气, 认真地捋开她额前碎发, 不丑。 南家的小娇娘, 美帝像是芙蓉花精, 沐春之际, 白昼渐长。 天际处云层退散, 惊阳出生, 光芒万丈。 她在光里, 如同神之。 她咬了咬唇半, 费尽心机的试探, 会嫁不出去的, 她薄唇含笑, 不假思索的应答, 哥哥仰你一辈子。 被她用那样温柔的目光注视, 南宝医藏在心底的那锅红豆, 犹如煮沸般疯狂冒泡泡, 甜得她面红耳赤, 心跳加速。 真喜欢啊, 她真的好喜欢这个男人, 萧医摸了摸她的脸蛋, 脸怎么红成这样。 红豆煮开了。 萧医挑了挑眉, 南娇娇, 你哭傻了。 寝屋里, 哪儿来的煮红豆? 南宝医笑容甜甜, 没有回答。 她扑进她怀里, 是娇气的模样。 萧医温温柔柔地抱住她。 她垂手深绣着她的青丝, 同楼里盛满了深沉又内敛的眷恋。 客栈二楼, 江岁涵把客房改造成药炉, 连着半个月都待在里面, 几乎不眠不休地翻越古籍, 甚至还试着练了丹药。 尘风吹熄了烛火, 药炉光影暗淡。 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药香, 除了一炉炭火, 屋中格外寂静。 江岁涵在墙角坐下, 抬手揉了揉眉心。 俊脸隆在阴影之中, 低垂的眼睫遮住了瞳孔, 只能看见下压的唇角和疲惫的眉梢, 是彻夜未眠的模样。 他是个神医。 蜀骏人人称颂, 可生死人可肉白骨的神医。 可是这一次, 想让男小五的膝盖在短时间内完完全全恢复如初。 太难了, 实在是太难了。 神医之名, 着实讽刺啊。 他将脸深深埋进臂弯。 小气了两刻钟, 他起身洗了把冷水脸, 面无表情地开始煎药。 今日多安燕无风。 江岁涵端着熬好的药汁, 站在幽山雅居门外, 调整出笑眯眯的表情, 欢快地推门而入。 男小五, 该喝今天的药了。 他吆喝着, 大摇大摆地步入内室。 账漫高卷, 男家小姑娘靠坐在床头, 床上摆着核桃木雕花按机, 按机上堆着几叠花糕水果, 还有一本摊开的诗集。 他从书卷里抬起头, 眉眼弯起娇俏的弧度。 江大哥, 我们家男小五真勤奋, 这么早就起来读书了。 江岁涵夸奖着。 把药碗放到按机上, 又从怀里取出一贴膏药。 我调整了膏药配方, 从今日起, 每天贴一贴在膝盖上, 很快就能痊愈如初。 男宝一合上书卷, 乖乖喝药。 药汁轻苦。 可是, 他一点也不嫌弃。 只要能有恢复如初的希望, 吃苦又算得了什么。 江岁涵注视着他。 那么苦的药, 他一个大男人喝了都反胃, 可是男小五就那么一大碗对嘴里了, 心里的愧疚又多了些。 他端着空药碗往外走时, 男宝一忽然唤道, 江大哥。 江岁涵回眸。 少女随意拨开香蕉, 你眼睛底下全是清黑, 回屋好好睡一觉吧。 无论如何, 我是信你的。 我是信你的。 江岁涵鼻尖发酸。 扮上, 他笑道, 好, 他不会亏对男小五的信任。 因为膝盖不疼了, 所以男宝一除了喝药, 贴膏治疗, 自己也会对着青铜镜练习走路。 像是初学走路的志同, 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 长夜漫漫。 幽山雅居寝宽敞, 几盏鱼灯照亮了屋子, 月光隔着窗帘而来, 庭院外偶尔几声鸟蹄, 更添清幽风雅。 萧一盘膝坐在小榻上, 手边按机上摆着花糕水果, 一边吃一边看他走来走去。 他包了一小碟瓜子人, 问道, 南娇娇, 你累不累? 南宝一转向他, 白嫩小脸写满郑重, 愿你年年天福禄, 世事都吉祥。 说完这句祝福, 他才欢喜道, 二哥哥, 我不累的。 你看见没, 我走路的姿势, 比前几日好多了。 萧一默了默, 这小姑娘前两日去道观祈福, 老道士告诉他, 他最近运势不好, 如果想改运, 就得给道观捐点香火钱, 他能帮他改运。 于是南娇娇给那座小道观, 捐了一万两雪花文银。 而老道士给的改运方法, 就是每次与人说话前, 先来一句愿你年年天福禄, 世事都吉祥。 捐老道士说, 这是通过向别人传递善念的方式, 净化心灵。 心灵净化的次数多了, 整个人的气场就会不一样, 运势自然而然呈现出上升趋势。 萧一觉得这办法挺不靠谱的。 但是, 小姑娘自打回来, 就照做不误。 有时候忘记了, 又赶紧在后面补上。 虽然不靠谱, 但确实怪可爱的。 他摇着那叠瓜子人, 懒洋洋道:"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今夜太晚了, 咱们睡觉吧。 天福路, 世事都吉祥。 念完, 甜甜笑道, 可我还想再多练一会儿。 江大哥这几日做得要高贴, 明显比之前负的要有用, 再辅置以大量的走路练习。 我今年一定能恢复如初。 他走到小榻边, 盯着萧一手里那叠瓜子人。 全臣大人一边看他走路, 一边包瓜子, 都包了满满一叠子。 他到底是心疼他的, 竟然亲手为他包瓜子。 二哥哥:" 你若是困了, 就先去睡吧。 我再练两课中。 南宝一伸出双手, 乖乖去接瓜子人。 你倒在我手心就好。 话音未落, 就看见萧一仰起头, 将那碟子瓜子人, 尽数倒进他嘴里。 他慢悠悠嚼碎咽下, 好奇地望向他伸出来的双手。 你干嘛? 南宝一心态爆炸。 拿根香蕉吃, 他是要面子的人, 立刻改换首饰, 伸手去拿果盘里的香蕉。 想起老道士的叮嘱, 他又盯着萧一, 笑容扭曲又猙獰。 对了, 愿二哥哥年年天福禄, 世事都吉祥。 半夜三更, 被人挂着猙獰又恐怖的笑容, 说出这句话。 与其说是祝福, 更像是一种诅咒好吗? 次日, 南宝一换过高药贴, 对着青铜镜练习走路时, 外面传来动静。 率先卷起珠帘的少女, 珠圆玉润, 小脸狂喜。 正是南宝珠。 他奔过来抱住南宝一的腰, 娇娇。 你好久好久没回家, 家里人可想你了。 祖母和我娘, 派我来探望你。 我把府里的厨子也带来了。 南宝一被她抱着, 瞧见小公爷和何夜也来了。 何夜红着眼睛, 小姐只说, 在军营多住一晚, 叫奴婢和魏大叔回府通知老夫人, 结果这一住就是一个月。 老夫人日夜盼望, 能早些见到小姐呢? 看见他们, 南宝一很是欢喜。 她一本正经, 愿你们年年天福禄, 世事都吉祥。 南宝珠惊了惊。 她伸手摸了摸南宝一的额头, 你发烧了? 大白日的, 说什么胡话? 难道你归一道门啊? 可有取法号。 她重复了一遍吉祥话, 才把事情合盘拖出。 她道, 因为怕祖母担心, 所以未曾向家里说出实情。 珠珠, 等我们回了府, 你千万别拆穿我。 祖母年纪大了, 受不得惊吓。 南宝珠撅着嘴。 半晌, 她蹲在南宝一脚边。 她伸出手, 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她的膝盖。 我平常摔一跤都疼, 被人活活敲碎, 得有多疼呀。 说着话, 泪珠子就滚了下来。 她擦擦眼泪, 又扬起笑容。 娇娇你放心, 在靴子里垫上厚厚的鞋垫, 就不容易看出脖腿了。 以前我院子里有个丫鬟, 先天脖腿, 就是这般做的。 只要走慢些, 可平常人没什么两样的。 南宝一眼前一亮。 她倒是忘了, 还可以在靴子里垫鞋垫。 姐妹俩落座, 南宝珠做贼似的。 小声道, 我在井观城, 听说震灾营失窃了。 不瞒你说, 我和晚晚还摸过那些震灾营呢? 军营那晚, 我不小心把红辣油滴到了银元堡上。 可把我吓坏了。 南宝一惊讶地看着她。 随即, 她大笑。 珠珠, 你可真是福星。 若非那些红辣油, 谁能注意到破败的龙王像里面, 居然藏着上百万两震灾营。 珠珠不仅是她的福星, 还是整座鼠郡的福星啊。 南宝珠莫名其妙。 她明明闯祸了, 居然还被喊作福星。 这事倒是怎么了? 正要说点什么, 就瞧见她家佼佼突然面露严肃。 对了, 愿你年年天福禄, 事事都及详。 佼佼这表情切换, 简直不要太快。 怪惊悚的。 南宝一陪着南宝珠逛过了端宴的风光, 决定启程回井观城。 如同祖母和其他亲人们想念她, 她也很想念祖母他们。 马车沿着长街, 位移着驶出玉石阶。 青砖关道上, 却早有老道士恭候。 老道士手持主尾, 笑容慈和。 南五姑娘, 平道恭候多时。 萧毅骑着骏马, 居高临下地打量她, 眼底很是嫌弃。 这老道士, 正是青城山老君阁里面, 负责千筒的家伙。 南娇娇就是从她那里, 摇出了两世一身, 形单影制的千文。 南宝一紧忙走下马车, 前程道, 愿道长年年天福禄, 事事都及详。 道长在这里等我, 可是有什么大事? 是这样的, 平道最近手头有点紧。 哦不, 平道最近掐指一算, 发现南五姑娘命中待煞, 年底之前, 恐有血光之灾啊。 因此特意前来提醒。 南宝一紧张。 难道念著福禄, 都不足以抵消吗? 老道士摇头。 哎? 南宝一想了想, 扶着荷叶弯下腰, 从绣花鞋里取出一打银票。 愿道长年年天福禄, 事事都及详。 他满脸郑重, 把银票塞给他, 请道长为我解煞。 老道士的脸色有些微扭曲。 这小姑娘的银票, 竟然是藏在鞋垫子底下的。 亏他上次拿到一万两银票, 还嗅了好一会儿钱香。 他握着银票的手很是僵硬, 好扮上才把银票揣进兜里。 他随手掏出一枚折成三角形的符纸, 贴身佩戴他, 可以保佑你顺遂平安。 世间因果, 有舍有德, 欠得命债, 须亦血还。 高深莫测的话, 叫南宝一摸不着头脑。 萧毅翻身下马, 把南宝一护在身后。 他盯着老道士, 沉生, 妖言祸重, 不过是为了骗取银钱。 再敢欺负本侯妹妹年幼无知, 本侯定将你扭送官府。 老道士盯着他, 笑容意味深长, 我曾见过你痛失所爱生不如死的模样, 也曾见过你御尊将贵求变神佛的模样, 装神弄鬼。 呵呵。 老道士慢悠悠扶了下主尾, 笑眯眯望向南宝一, 南姑娘捐了两万两香火钱, 便是我道教门徒。 看在你虔诚向善的份上, 我便收你做官门弟子, 四号锦莲。 他用竹尾指了指萧毅, 故意道:"侯燕, 你若果真为了南姑娘好, 这段时间便换他小师姑吧。 小师姑, 萧毅面色难看。 他是要娶男娇娇的男人, 凭什么换他小师姑? 老道士见他脸色不好, 心情就格外愉悦。 他哼着哥转身离去, 走出几步, 又回头叮嘱南宝一。 好徒儿, 这几个月你, 万万不可前往佛寺, 万万不可亲近僧人。 为师欠了老和尚好些酒钱。 你小心挨揍。 南宝一目送他远去。 他小心翼翼, 把三角形黄色符纸挂在脖子上, 又仔细藏进林口。 萧毅面无表情。 一万两银票, 就换了个不知所谓的符纸。 那老道士, 不是骗子, 又是什么? 他握住缰绳, 南娇娇, 回家。 二哥哥, 愿你年年天福禄, 事事都吉祥。 南宝一仰着头, 小脸上很是得意。 道长说了, 为了我的平安, 你该换我小师姑。 萧毅逆着他, 换你师祖奶奶好不好呀? 不管, 就得换我小师姑。 少女眉飞色舞, 觉得自己仿佛占到了萧毅的便宜。 萧毅挑了挑眉, 她在她面前微微俯身, 直视她的双眼, 懒洋洋的脱长音调。 那咱们回家好不好呀? 小师姑, 她尾音上扬, 透着细血和痘怒。 明明是这儿巴金的称呼, 却被换出几分禁欲的暧昧。 南宝一慢慢红了脸。 她觉得, 自己仿佛不是正经道姑了。 坐回马车, 南宝珠好奇, 为什么要赐你法号锦帘啊? 江遂寒摇着折扇, 笑嘻嘻接枪, 因为横竖都二呗。 南宝一好想踹她一脚。 她这儿巴金道, 道门崇上水, 比如上山若水, 又比如弃生人, 生天地万物。 想来取锦字, 也是因为井里有水吧。 莲花, 象征纯净, 又有生生不息的意思。 我倒觉得, 这是个不错的法号。 两个多时辰以后, 马车终于行至井观城。 南宝一提着群居, 虽然归心似箭, 却还是走得慢慢吞吞。 她踩着珠珠, 亲手给她做的特殊鞋垫, 再加上这段时间以来的勤奋练习, 这么慢吞吞地走着, 不怎么能看出脖腿。 只是会走得很累。 踏进松和院花厅, 老夫人, 将是等人已经等着了。 娇娇! 老夫人欢喜患着。 祖母! 南宝一看着慈祥的老人, 瞬间酸了鼻子。 她向长辈们一一请过安, 才走过去, 依赖地搂住老夫人的脖梗。 愿祖母年年天福禄, 事事都吉祥。 她嘴里说着讨喜的话, 在都安宴时, 每日都想着祖母。 我还给祖母带了好多贯献特产, 祖母定然喜欢的。 我们娇娇平安回来就好。 要什么特产? 老人家宠溺地捏了捏她的脸蛋, 瞧着轻瘦了。 可是你二哥哥带你不好。 刚落座喝茶的肖义, 面色微凛。 南宝一在心底默念了一遍吉祥话, 笑道:"二哥哥带我可好了。 给我买漂亮的乳裙和首饰, 还带我到处游山玩水。 他可照顾我了。 夜里都挟在我屋里呢。 话音落地, 肖义险些被茶水呛住。 这话也太有奇异了吧。 听堂里的人同样面色变幻。 他们围观肖义, 眼神鄙夷。 他们的娇娇才十三岁。 这丝把她带出去整整一个月, 居然是为了掀在她的屋子里。 禽兽啊! 我可以解释, 肖义面色清寒, 是因为娇娇染了风寒。 我怕侍女照顾不周, 因此才留在她房中。 众人满脸我懂得的表情。 肖义垂眸, 被他们用这种目光盯着, 她有种落荒而逃的冲动。 早知道会被这般看待, 她还不如真的干点什么出来。 老夫人又问了些赈灾营失窃之事。 肖义隐瞒了南宝一腿伤的事, 将张家是如何阴谋陷害南府的, 简明恶药地说了一遍。 老夫人气得不清, 我便是把万贯家财都倦了, 也不愿叫那些脑满肠肥之人得了便宜。 枉他们一个蜀郡太守, 一个封疆大吏, 不为百姓做主, 倒是整日思量着, 如何让自己的腰包鼓起来。 他们对得起百姓设计, 对得起朝廷愤怒吗? 南家人正气愤食。 侍女进来, 公声道:"老夫人, 南烟姑娘回来了, 是和成公子一道回来的。 花厅寂静了一瞬, 自打南烟拒绝和米铺董老板的婚事, 并且深夜逃走以后, 南家就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消息。 没想到, 他竟然自己回来了, 还是和成德宇一起的。 这意味着什么? 南家人心知肚明。 老夫人捏了捏眉心, 只觉得老脸都丢尽了。 他摆摆手, 叫他们进来。 成德宇牵着南烟的手, 大大方方地踏了进来。 南烟梳着富人发迹, 穿淡粉如裙, 显然是做了成德宇的妾。 他温生, 自打出嫁以后, 就未曾回府探望长辈, 是嫣儿不好。 他轻描淡写, 把自奔为妾, 美化成了出嫁。 今日回门, 孙女特意为祖母带了礼物。 他优雅金贵地, 从侍女手中接过锦盒, 是一支两百年的餐。 知道祖母不缺稀罕之物, 这支餐, 只是了表孙女, 和成哥哥的孝心。 他又转向南宝一, 温柔道, 娇娇膝盖所受的重伤, 不知可有好转。 听说是被铁棍锁伤, 整块膝盖骨都碎了呢。 姐姐好生担忧。 花厅陷入寂静。 老夫人等人, 不敢置信地看向南宝一。 他们的宝贝心肝, 被人敲碎了膝盖。 南宝一心里那个脑, 虽然知道总有一天要露下, 但最起码等他的腿彻底痊愈啊。 南宝这张嘴, 真是, 马嚼子都堵不住。 他甩了甩小手帕, 天天笑道, 铁棍打到膝盖上。 那我岂不是得活活疼死? 世上哪有那种事啊? 瞧这孩子, 这么大人了, 谣传也信。 南宝一夜, 他这妹妹怕是傻了, 怎么说话跟着老姑婆似的。 娇娇, 承得与质地有生, 这里没有外人, 全是关心你的亲人, 你就不要硬撑了。 你跟姐夫说说, 张家, 是怎么用铁棍打你的? 又是怎么把你推进冥江呢? 姐夫定要为你报仇。 他煞有其事, 仿佛要冲冠一怒为红颜。 南宝一却很想给他一棒锤。 报仇? 全臣大人都突进张家满门了, 他承得与报哪门子仇? 把尸体拖出来变尸吗? 早干嘛去了? 他见不得这两人惺惺作态, 于是悄悄去瞅笑意。 全臣大人坐姿端庄, 悬色袍鞠铺满圈椅。 指尖拖着黑柚吐好茶盏, 侧眼冷峻淡漠, 正垂眸喝茶。 隔着花鸡, 他悄悄拽了拽他的宽秀, 压低声音。 二哥哥, 萧一瞥向他。 只一眼, 就知道他厌烦那两人了。 他放下茶盏, 讥讽道, 陈公子对娇娇倒是挂心, 在玉石街嘘寒问暖也就罢了。 回了景观城, 还巴巴的前来探视,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是你祖奶奶, 要每日成婚定省呢。 承德宇无言以对, 靖西侯的毒蛇是出了名的, 偏偏他杠不过, 也打不过。 老夫人压下心头焦虑担忧, 对南燕下了逐客令。 我罚了, 你去前院看看你父亲和兄长吧。 也是嫁做人妇的姑娘了, 今后好好待在婆家过日子, 没事儿少回娘家。 南燕掖了一眼, 她才回来一趟, 就这般遭嫌弃。 甚至连她夫君宋侍宁也跟着住在府里, 简直跟上门女婿似的, 也不见老夫人嫌弃啊。 到底亲叔有别, 她心里怨恨更盛, 却温顺应成多谢祖母关怀。 她望向南宝一, 娇娇, 你的腿真的没有大碍吗? 要不你起来走两步, 给姐姐瞧瞧。 姐姐确定你无碍, 才能放心地离开呢。 这么说着, 眼睛里藏满了轻笑。 她今日登门, 才不是为了探望长辈。 不过是, 为了看南宝一的笑话。 那么爱美的姑娘, 却变成了一个脖子, 想想就刺激。 谁料南宝一没有表示, 程夜柔却站起了身。 南烟, 她面容清冷。 你父亲还在前院等你, 别耽误时间。 南烟紧了锦绣管, 深深盯了眼南宝一的膝盖。 南家人这般维护她, 想必她的腿确实薄了。 虽然没能亲眼看见她的落魄, 但确定她薄了, 她悬了这么久的心, 也就放下了。 南烟笑容温和, 跟着程夜柔踏出花厅。 老夫人起身, 一向慈爱的面容很是严肃, 娇娇, 跟我进来。 南宝一看着她踏进内室。 她朝萧一眨了眨眼, 二哥哥, 我要被祖母训了。 说完, 起身理了李群鞠, 搭拉着小脑袋, 跟进内室。 萧一宝唇抿着浅笑, 慢悠悠喝了口茶。 品着茶香时, 却瞧见江氏, 南宝容等人都盯着自己。 那眼神, 像是要活活撕了她。 她默默放下茶盏, 倾壳一声, 起身离开花厅。 那是, 南宝一蹭了蹭鼻尖, 声音细细。 祖母, 南烟和成的语夸大其词, 什么敲碎了膝盖? 若真的敲碎了, 我还能好好站在您跟前。 见老人家坐在罗汉榻上不说话, 她不禁很是心虚。 出了那么大的事, 终究是瞒不住的呀。 她撒娇般已进老人家怀里, 祖母, 是我没有照顾好自己。 是我错了。 您万万不要动怒, 若是气坏了身子, 可就是我的罪过了。 您罚我跪词堂, 罚我抄金书, 我都没有怨言。 你这孩子。 老人眼圈红透。 她摸了摸南宝一的小手背, 祖母不是生气。 祖母是心疼, 她又望向南宝一的膝盖, 声音微微发抖。 祖母看看。 南宝一乖乖撩起群居, 又卷起绸裤。 稚嫩的膝盖上, 贴满了厚厚的膏药, 大半条腿都呈现出轻微红肿状态, 凄惨丑陋, 哪里像是胶痒的姑娘家的腿。 老人的眼泪不受控制的滚落。 我的胶尖, 她搂住南宝一, 哽咽不能雨, 我的胶尖啊, 是祖母没用, 是祖母没有好好保护你。 若她南家世代权贵, 若她南家如日中天, 张家怎么敢对她的宝贝出手。 她一哭, 南宝一也哭了。 连日来的委屈和辛苦, 似乎都可以在老人家温暖的怀抱里宣泄。 她蹭着老人的胸膛, 泪水染湿了她的衣精。 祖母, 不哭, 我们娇娇不哭。 老人拿手帕给她擦了擦眼泪, 转向纪嬷嬷, 吏声道:"去, 把南木和南城里, 给我叫过来。 这两人上元节后, 就去了圣经城, 没待半个月, 听说蜀军大汉, 担忧家中出事, 又巴巴地赶了回来。 祖母, 南宝一抬起泪盈盈的丹凤眼, 张家, 已经被二哥哥杀光了, 大仇一爆。 您还换二伯和大哥来做什么? 向来慈眉善目, 吃斋念佛的老人, 难得面露凶狠。 她冷笑, 如果区区蜀郡首富, 无法为娇娇撑妖, 那么南岳首富呢? 纵便南岳首富不成, 那么天下首富呢? 就算天下首富都护不住娇娇, 那么富可敌国呢? 南宝一郑住, 富可, 敌国? 长天下才权, 令诸侯屈膝, 叫天子低头。 老人红着眼睛, 一字一顿, 我不信, 还有人敢气我的孙女儿。 初夏的阳光颇有些热, 南岩随成叶柔来到前院, 远远看见屋檐下, 各个南景坐在小凳子上, 我耿间寄了个小碎花饭兜兜, 发际和指甲打理得很干净。 爹爹端着小碗, 正认真地为他吃饭。 咱们锦儿最喜欢的鸡蛋羹拌饭, 南岩笑眯眯地摇起一勺饭, 锦儿乖, 张嘴, 啊, 南景乖乖张嘴, 如同志同。 走到跟前了, 南岩唤道, 爹。 南岩背对着他, 喂饭的手微微一抖。 鸡蛋羹粘在南景的嘴角边, 南岩垂下眼帘, 拿手帕替他仔细擦去。 他眼圈悄然泛红, 他把小木碗交给侍女, 转身看着南岩。 他才貌双绝的大女儿, 打小就聪明, 在景观城素有才女之名。 他以为他能嫁得特别好, 十里红装, 三眉六聘, 风风光光地嫁到高门大户。 今日归来, 他梳着心腹发迹, 穿着淡粉烟螺裙。 因为不是正事, 他连正红色都穿不得, 南岩这半年来, 对南烟私自夜逃, 有千万句责骂, 千万种怨言, 他想着等他哪天回来, 定要狠狠地揍他。 可是, 看着女儿那双水盈盈的杏人眼, 他便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南烟的手臂, 回来就好, 南烟看着他。 这风流糊涂的老爹, 仿佛一瞬间苍老十岁。 心中涌出浅浅的愧疚, 他从侍女手中接过锦盒, 笑道, 这小半年来, 女儿一直待在成家, 未能孝顺爹爹, 是我不好。 我手头紧, 这支餐还是成哥哥从库房里拿的, 全当送给您的见面里。 成德宇一门心思想着南宝衣, 因此借口让他们妇女团聚, 自己悄悄去了后院。 父女俩踏进书房, 南广紧张问道, 爷儿, 成德宇待你可好, 你还没有吉吉, 你们可曾成哥哥身边不缺通房丫头。 他知道女儿没有吉吉, 所以也一直没有对女儿怎么样。 难言委婉, 我虽然梳着妇人发迹, 但爹爹放心, 我仍是清白姑娘。 南广宽慰地点点头, 他这些年榴莲花丛, 却始终未曾染指过没吉吉的姑娘。 因为他们年纪太小, 过早接受人事, 对身体不好。 许是有好报, 如今他的女儿还是干干净净的, 真叫他高兴。 爹, 蓝烟面露真诚, 我知道自己当了承家妾, 给家里丢脸了。 可是我受够了做市井小老百姓的痛苦, 我想出人头地, 我想有锦绣前程, 您能原谅我吗? 自己孩子, 说什么原谅? 南广蒸了一杯杏仁茶, 温柔地放在他手边。 你哥哥成了那个样子, 爹爹就只有你们两个女儿了。 爹, 其实女儿这趟回来, 不仅是为了探望祖母和您, 还因为手头实在紧, 南烟欲言又止。 您也知道, 城府是怎样的人家, 打赏下人, 孝顺公婆, 逢年过节, 天智群差首饰, 都得花银子。 所以, 女儿想, 能不能, 能不能讨一份嫁妆? 南广愣了愣, 柔柔看她看得很紧, 她兜里着实没几个银子。 她休难不已, 这个, 我得问问柔柔。 她好歹是你嫡母, 总得给你补一份嫁妆, 南广偷偷把承夜柔拉到寝屋。 她讨好道, 柔柔, 承夜柔落座, 随手端起茶盏。 她吹了吹茶雾, 笑成这样, 莫非是为了帮你女儿讨嫁妆? 南广惊喜, 柔柔真是冰雪聪明。 这么说, 你是答应了? 我打算给南烟陪价五千两金钉, 十万两白银, 再加上芙蓉街店铺三座, 青桥胡同五金大宅子一套, 景观成田母两百寝。 真的吗? 南广惊喜地搓手手。 假的? 承夜柔重重把茶盏搁在花机上。 南广吓得抖了三抖。 承夜柔冷笑, 好好的正头娘子不做, 偏要深夜私奔, 干做妾室, 这等没脸面的姑娘, 容她回娘家就不错了, 还想要嫁妆。 我说的那些嫁妆, 原是老祖宗把她许给米铺董老板时, 替她准备的嫁妆, 够她一辈子吃喝不愁了。 自己不要脸面, 怪不得别人亲见她。 她没有压低声音。 屋檐下, 南烟拿着波浪鼓动弄南井, 秀美的面庞上半点笑容也无。 屋里, 南广陪着小心, 试探道, 既然我娘不肯踢烟出嫁妆。 柔柔, 不如你把你的嫁妆拿出来给她。 反正娇娇有她娘留下来的嫁妆, 也不缺你那份。 南广。 承夜柔猛然提高声音。 南广惊吓过度, 一屁股坐到圈椅上。 她咽了咽口水。 柔柔柔, 我的话只说一遍, 你记牢了。 我若与你生儿的女儿, 那么我的嫁妆一分为二, 娇娇一分, 咱们女儿一分。 若生的是个儿子, 那么我的嫁妆全部留给娇娇。 至于南烟, 休想。 承夜柔, 我才是一家之主。 你是吗? 承夜柔的眼神凉悠悠的。 南广迟疑了。 她是吗? 她好像真不是。 屋檐下, 南烟的表情逐渐阴冷扭曲。 她还指望这次能得到一份嫁妆。 没想到, 南家如此小气。 鼓鼓! 小鼓! 南瑾拍着手掌, 要抢那面红漆波浪鼓。 哥哥想要吗? 南烟摇了摇波浪鼓, 笑容莫测。 南瑾乐呵呵的。 想。 南烟眼底流露出恶毒, 发泄般故意将波浪鼓扔出老远。 她辅了辅群居, 自己去捡吧。 说完。 扭头离开了前院。 南瑾拍着手, 欢喜地冲过去捡波浪鼓。 她跑得太急, 身边又没有丫鬟婆子看着, 不小心踩到石头, 大叫着栽倒在地。 脑袋重重磕到白石板砖上, 烟红血液缓缓缓流了出来。 婆子端着水盆从厢房出来, 看见她这般模样, 顿时吓了一跳。 老烟, 公子出事了。 南烟离开前院后, 静止往后院而去。 一想到承德宇可能是去找南宝衣了, 她满脸都是冷衣。 她可以不喜欢承德宇, 但她不能容忍承德宇喜欢南宝衣。 穿过一处假衫时, 上方突然传来低笑。 南烟仰头望去。 悬衣精灌的青年, 悠闲地坐在假衫上。 暗精饕铁文袍拘扑成开, 修长白皙的指尖, 慵懒拖着黑幼吐豪茶盏, 唇红齿白, 凤脸含笑。 是萧毅? 她怎么会坐在这种地方? 南烟心中疑惑, 却还是恭敬地屈膝行礼, 一二给二哥请安。 免了。 萧毅懒洋洋地开枪, 垂眸喝了一口水。 精致贵重的黑幼吐豪茶盏, 里面盛着黄啾啾的东西。 是玉米汁。 萧毅出门前, 自己倒小厨房惯的。 她觉得这玉米汁喝多了, 竟也甜丝丝的, 上头。 而南烟见他满眼惬意, 似乎没有恶意的样子, 心下不禁百转千回。 南宝一如今成了个脖子, 萧毅定然不会再如从前那般疼爱她。 她看见自己这个外侍女, 居然成了太守府嫡公子的女人, 想必也存了重修兄妹之意的心思。 毕竟, 搭上她就等同搭上成德宇。 搭上成德宇, 就等同搭上了成太守。 虽然萧毅年纪轻轻, 就封侯拜相, 但终究只是个青年, 比起势力根深蒂固的薛都督和成太守而言, 终究嫩了些。 她想借着她, 为多安燕一事道歉, 也在情理之中。 履清了思绪, 南烟不禁挺直了几辆。 她嗓音温柔, 二哥叫住我, 可是有什么事? 笑得挺开心的。 叶儿不才, 以区区外侍女的身份, 侥幸嫁进太守府。 能攀上这般好姻缘, 自然高兴。 萧毅点点头, 她又问道, 南娇娇伤了腿, 你也很高兴吧? 二哥是聪明人, 我若说不高兴, 你定然是不幸的。 南烟眉眼之中, 透着幸灾乐祸。 是, 她伤了腿, 我无比高兴。 我希望她过得无比悲惨, 我希望她沦为景观城的笑话。 萧毅慢条斯理地盖上茶盏。 她把茶盏放到旁边, 随手点起一块巴掌大的石头。 她微笑, 南烟看着本猴。 南烟望去。 眉眼毅力的青年, 笑起来时, 犹如波云渐远, 勾魂射破。 她心跳略微失衡, 却在下一瞬, 看见巴掌大的石头, 猛然袭向她。 她来不及躲闪。 石头重重砸到她的脚踝。 她凄厉惨叫, 狼狈地跌倒在地, 按着右腿, 疼得抽搐。 萧毅笑容散漫, 想看南娇娇的笑话。 不如本猴先让你成为笑话。 双腿都断了的女人, 想来成德鱼也没什么兴趣了。 她说着, 像是挑选三观般, 仔细挑了一块石头。 足有海碗那么大。 男烟小脸惨白, 面露惊悚。 若是被这玩意儿砸到腿骨, 她还能走路吗? 原来, 萧毅不是来向她示好的, 而是来为男保姨报仇的。 她心里涌出浓烈的妒忌和怨恨, 泪流满面的急切提醒。 静西侯, 我是成哥哥的妾室。 哦。 萧毅这儿扒筋地颠了颠石头。 许氏觉得分量够了, 正要砸向南烟的腿, 纪嬷嬷领着成德鱼过来了。 看见萧毅的架势, 纪嬷嬷吓了一跳。 侯爷, 您这是干什么? 萧毅挑了挑眉。 她微笑, 练习臂力。 可不能叫纪嬷嬷知道, 她敢打女人。 否则, 整座南府的女人都会误会她有暴力倾向。 纪嬷嬷满脸怀疑。 拜上, 她一脸严肃地转向成德鱼。 成公子, 后院是女眷居住的地方, 还请你今后不要随便踏足。 否则名声敬毁, 就是你就游自取了。 说完, 扶了一礼, 冷着黑脸离开。 成德鱼满脸羞闹。 她想去松河院探望南宝一, 谁知半路被纪嬷嬷抓包。 连南宝一的面都没见到, 就被赶了出来。 她压了压情绪, 不悦地瞥向南烟。 还坐在地上干什么, 该回府了。 不等南烟说什么, 她箭步如飞地走了。 南烟死死咬住唇绊。 这官家公子, 自幼养尊处优, 从来不知道体恤姑娘。 不像萧毅, 哪怕南宝一成了个瘸子, 她也不离不弃。 她摸了摸被砸肿的脚踝。 不知怎的, 心中更恨的人居然是南宝一, 而非萧毅, 松鹤院正厅。 南宝一坐在圈椅上, 一脸猛逼。 只见侍女推了水墨屏风到大厅里, 屏风上绘制着诸国渔图, 精确优雅, 连每一座城镇和官道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以祖母为首, 二伯父, 二伯母, 大哥哥等人, 满脸凝重地坐在厅中, 正对着屏风叙叙低语。 不时你指, 一下南月, 我指一下大雍, 俨然一副指点江山, 商量大事的样子。 祖母他们, 似乎真的一心奔着富可敌国的目标去了。 可是当蜀郡首富, 尚且很不容易。 想要富可敌国, 哪那么简单? 一家人讨论了整整半个时辰, 像是达成了某种共识, 不约而同地点点头, 脸上的凝重几乎要满意而出。 南宝一战战兢兢, 祖母, 你们莫非已经制定好了详细的称霸计划? 总觉得他们这副表情, 仿佛是要攻打天下, 自立为地。 老人家端起茶盏, 他抬起眼帘, 嗓音低沉, 娇娇,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 今晚在松贺院尝试一下大庸长安风味的宽面和凉皮, 南越圣经风味的格老饼, 玉露霜, 大卫北叶城的雪花酥, 凤凰脑, 其他菜肴什么的, 就弄江南风味的吧。 佐之以文君酒, 定然是不错的。 有一句曹, 不知道该不该吐。 合着他们这儿八经地商量了一个时辰, 就商量出了, 今晚吃什么。 他小声道, 我还以为, 你们是在讨论怎么复可敌国呢? 这个已经讨论好了呀。 二伯母将是笑盈盈的, 我们讨论了半刻钟, 就讨论出结果了。 所以后面的时间, 都在讨论今晚吃什么。 这也太神速了吧。 他好奇, 怎么样才能复可敌国呢? 南城里笑道, 我们打算开钱庄, 把钱庄开到天下诸国, 上至帝王将相, 下至泛夫走卒, 让他们知道, 咱们家的钱庄是最可靠的, 吸引他们存储赢钱, 这叫信誉。 二伯南木惬意地喝着茶。 表哥宋世宁接着道, 我们家钱庄与别家不同, 把银钱存进来, 我们会给存款人一张凭证。 凭着这张凭证, 他可以在天底下任何一座我们家的钱庄, 取出他存的银钱。 如此一来, 避免了商人们带着大量金银钱财, 跋山涉水走生意的危险和不方便。 老夫人微笑, 存进来的银钱无论多寡, 都能得到一定的利息银。 再把存进来的银钱放带给其他生意人, 借此赚到高额的利盈差价。 考虑到百姓名声, 也可拓展其他业务。 南宝荣很温柔, 比如让百姓年轻时每年存入一笔银钱, 等到他们年老, 在按比例发放足够他们生活的银钱, 称之为养老银。 这有利于天下安定, 想必诸国皇族也会大力支持。 借此, 与诸国皇族搭上线。 二伯母将是侃侃而谈, 插手诸国的盐铁, 甚至插手各国国库的财权。 如此一来, 哪怕天下诸国封烟四起, 可谁又敢对咱们家出手。 掌天下财权, 令诸侯屈膝, 叫天子低头。 老夫人很是霸宝。 这便是我们南家, 接下来要做的事。 正听寂静。 南宝一听得一愣一愣。 半赏, 他妄想正专心吃东西的南宝珠。 珠珠, 你听懂了没? 啊? 南宝珠茫然地擦了擦满嘴花糕碎线。 这很简单啊。 我觉得, 还可以开办别的业务。 比如让百姓们每年交一点点铜钱。 但是如果, 他们生病, 咱们钱庄就可以为他们免费报销治病的银钱。 只要购买这项业务的百姓足够多, 咱们钱庄能赚很多银子呢。 南家众人, 不约而同地点头, 言之有理。 搞了半天, 全场就他一个人听得稀里糊涂。 他觉得他爹和他, 可能都没遗传到家族善于经商的血统。 倒是遗传了不善于读书的血统。 好想哭啊。 南宝一回到寝屋, 瞧见全臣大人不知几时来的, 瞧着二郎腿坐在圈椅上, 挣包橘子吃。 二哥哥。 他眉睛打彩地打了声招呼。 笑一挑眉。 小姑娘连走路都不练了, 坐在圈椅上, 手肘撑着花鸡, 一副托着塞思考人生的模样。 他吃了一半橘子鸭, 不开心。 很不开心。 南宝一刀豆子似的, 把正厅里的事说了一遍。 他搭拉着小眉毛。 二哥哥, 我平时瞧着我爹爹挺蠢的, 没想到我自己其实也挺蠢的。 家族的优点, 我都没遗传到。 好想把自己塞回去, 回炉重造。 萧毅审笑。 他又吃了一半橘子鸭, 咱们娇娇, 倒也不是没有遗传到好东西。 什么好东西啊? 萧毅只是他那双亮晶晶的丹凤眼, 嗓音温柔, 美貌呀。 美貌, 南宝一双眼更加亮晶晶。 彻底体会了一把, 什么叫做心花怒放。 他红着小脸, 回过神来提醒道, 二哥哥, 道长说了, 你应该叫我小士姑。 萧毅撩撩撩袍鞠, 在圈椅上慵懒的盘腿而坐, 盯着他笑问, 那我们家小士姑, 有没有在说话之前, 先念一遍年年天福禄, 事事都及详啊。 我忘了。 南宝一惊呼, 他一拍脑袋, 赶紧铺开笔墨纸咽。 道长说, 若是忘了, 得赶紧腾超三十份, 才算前程呢。 暖阳透过嵌纱窗, 他穿着嫩青色青纱如裙, 仔细在宣纸上落下一行行 簪花小铠。 萧毅单手之仪, 眯着眼睛欣赏。 午后的时光, 又甜又暖。 他又吃了一半橘子鸭。 这么看了半刻钟, 鱼卫捧着钦铁进来了。 他恭敬地奉上钦铁, 主子, 薛家派人送来的。 三日后, 薛家在金玉满堂设宴, 宴请新的钦差大臣。 萧毅翻开。 大红撒进帖子, 除了邀请他, 还邀请了南娇娇, 明写给圣经朝堂的奏章里面, 提到这次找到镇灾营, 宝衣姑娘当居第一宫。 因此, 宝衣姑娘在受邀之列, 面见钦差, 倒也说得过去。 鱼卫忽然压低了声音, 只是主子, 这次来的钦差, 他迟一片刻, 俯身在萧毅耳盼地狱。 萧毅谋色渐身, 是他。 把玩着那张琴帖, 唇脚斜四挑起。 这一次的钦差大臣, 是故崇山。 整座南越国, 他唯一放在眼中的男人。 不,或许, 不该用男人来称呼他, 堂堂西场督主, 算什么男人呢? 二哥哥。 萧毅还沉浸在思绪中时, 南宝衣已经腾抄完了三十遍吉祥话。 愿你年年天福禄, 世事都吉祥。 他脆声, 余味送来的是什么帖子啊? 可有邀请我。 萧毅审笑, 腿瘸了, 还想去。 你不是姑娘, 因此不明白, 深归无趣。 南宝衣阵阵有词, 若是有意思的宴会, 我便是坐轮椅, 都一定要去看看的。 萧毅轻笑。 他倒是忘了, 南家人最爱凑热闹。 他扬了洋情帖, 三日后, 新的钦差大臣抵达景观城, 薛家在金玉满堂设宴接风。 赈灾营失窃案里, 娇娇立下了大功, 自然也在受邀之列。 叫我小师姑, 南宝衣嘀咕着纠正他。 他走到衣橱前, 金丝楠木打造的衣橱, 熏着浅浅的芙蓉香, 摆满了当即衣裙。 他迟疑, 纠结自己宴会那天, 应该穿哪件。 一件件的拿出来笔画, 有的嫌宿静, 有的嫌花哨。 当时买的时候, 觉得见价都好看, 可是真要出门了, 挤厨子衣裳, 却又觉得, 还是没衣裳穿。 萧毅看着他, 他几乎整个人都钻衣橱里去了, 使劲刨着衣裙, 像是小狗刨石。 满地都是被他刨出来的纱裙。 他拾起一件嫩柳, 黄袖小姜花的乳裙。 这件他曾见小姑娘穿过。 撵了撵柔软的裙纱, 他垂眸清秀。 香得很, 二哥哥, 你看这件莲红乳裙, 南宝衣欣喜回头, 症状上萧毅垂首清秀裙香。 薄唇青钩, 低垂的丹缝眼尾透着清笑。 啊…… 他震惊了。 萧毅回过神, 不动声色地放下乳裙, 震惊道, 南娇娇, 你的裙子熏得太香了, 呛鼻。 南宝衣无言以对。 呛鼻还凑那么进去闻,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是个变态呢。 他比划着那件莲红乳裙, 二哥哥, 你看这件如何。 萧毅懒脱腮。 恕他直言, 他觉得南娇娇穿哪件都差不多, 没胸没屁股的, 还能穿出一朵花来不成。 更何况只是去参加一场宴席而已, 又不是玄美。 这么想着, 却微笑道, 莲红色的乳裙很美, 正所谓接天连夜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像是在夸衣上, 又像是在夸人。 南宝衣窃喜, 小脸红扑扑的, 又问道, 那这身梨花白的呢? 忽然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南宝衣腆腆地笑出了声。 他又捧出一套, 这身儿绣小豆蔻的。 拼拼鸟鸟十三鱼, 豆蔻烧头二月初。 这件金线秀牡丹的呢? 明花倾国两相欢, 常得君王戴笑看。 这件青云沙的。 云响衣长花响容, 春风拂见露花浓。 后面这两句, 是夸赞杨贵妃的。 南宝衣觉得, 全臣大人摆明了, 是在夸他美。 他笑弯了眉眼。 他扔掉如裙, 娇羞捧脸。 二哥哥真是, 好好的, 说什么大实话? 怪叫人害羞的。 这么说着, 小脸上却很是心满意足。 笑异挑了挑眉。 他浅浅抿了一口茶, 按道, 这算是夸对了。 小姑娘夹夹的, 甭管他们问什么。 夸, 使劲夸就对了。 何叶从外面匆匆进来, 瞧见满地散乱的如群, 吓了一跳。 他叫了几个小丫鬟进来收拾, 低声道, 小姐, 前院出事了。 男警不幸跌倒, 磕伤了额头。 大夫过来检查包扎之后, 三老爷送大夫出去, 押换婆子又去厨房煎药。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男警就不见了。 不见了? 男保一抱着一套如群, 很是好奇。 何叶点点头, 老爷可着急了, 带着一帮仆役, 把府邸翻了个底朝天, 也没能找到他的踪影。 大约他已经出了府。 老爷现在去关崖报案了, 可能会搜查整座警官城。 侍女们把如群放进衣橱, 竟然有序地退了出去。 男保一面露思量。 他忽而看向萧毅, 二哥哥, 这件事你怎么看? 如果男警的脑子被这么磕一下, 倒是变好了。 他会不会报复我呢? 萧毅喝着香茶, 跳凉小丑。 男保一娃二, 虽然男警有些小聪明, 但气量狭小, 终究成不了大事。 确实不值得他担忧。 他没管外面洪水滔天, 只待在香归, 从早到晚对着铜镜练习步态。 前世在深宫里, 娇媳嬷嬷们说, 后宫从来不缺美人。 缺的, 是真正的美人。 美人在骨不在皮, 骨相, 仪态, 气度, 才是衡量美人的标准。 他曾因为容貌被毁, 很长一段时间都自卑地不敢抬头。 可是那些娇媳嬷嬷的话, 却让他重新振作。 他进宫晚, 比不得那些早就被训练好的小宫女, 他只能加倍刻苦地练习工部和仪态。 深深长长的弓箱里, 他独自一人, 脑袋上顶一本书卷, 卖着仪态万千的工部, 风雨无阻地走了一遍又一遍, 生生走到双脚磨出血泡, 磨出老茧。 后来, 他成了宫女里面, 仪态最端方的那个, 香归幽静。 男宝一脑袋顶着书卷, 一步步朝铜镜走去, 细密的汗珠顺着鹅脚滚落。 他努力克制脖腿, 将如何走动才能显得正常, 深深牢记在血肉里。 他笑容甜美, 眉眼弯起的弧度, 恰似月牙。 这一世, 男家小女, 自当风华无双。 她要以光芒万丈的姿态, 出现在人前。 三日时间, 犹如白鞠过戏。 接风宴定在黄昏, 萧义等在府外。 没多久, 朱七府门缓缓打开。 出现在视野中的少女, 肌肤盛雪, 朱唇饱满, 单凤眼尾由深入浅的蕴染开飞色, 妆容娇美, 云记精致。 行走间步步生连, 娇贵矜持, 全然当得起一句, 举世无双。 二哥哥, 走近了。 蓝宝义仰起小脸, 还看得出来我脖腿吗? 萧义温生, 一丁点都看不出来。 蓝宝义弯了弯唇半。 他双手交叠在胸前, 轻盈地转了个圈, 这身花青色绣芙蓉如群, 是荷叶帮我找出来的, 说是初夏穿险的肤白, 而且很是幽济风雅, 落在钦差大人眼中更像淡泊名利的大家闺秀。 二哥哥以为呢? 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 萧义单手负在身后, 替他捋了捋并搅碎发。 南宝义双眼亮晶晶的, 歪头娇笑, 仅仅是这样吗? 萧义想了想, 俯身凑到他的耳畔, 嗓音低哑撩人, 疑似仙女下凡来, 这可真是夸到南宝义心坎上去了。 少女笑叶如花, 娇惊地拎着青纱如群, 扶着侍女的手登上马车。 萧义立在风中, 注视着马车竹帘放下。 等送走顾重山, 她得恶补一些称赞女子容貌的诗词歌赋。 小姑娘隔几日就要她夸她, 总有一天她会辞穷的。 金玉满堂, 今日被薛家包场。 前来参加宴会的, 都是景观城的世家权贵, 富商豪身。 此时百宴的厅堂里, 金竹琉璃灯火明光。 贵女们三五成群, 正含笑议论。 一女团善遮面, 幸灾乐祸。 你们知道吗? 听说南家那位五姑娘, 成了个脖子。 知道, 知道, 这可是近日景观城最有趣的消息。 有姑娘怯笑附和, 南宝医生的好看, 如今成了个脖子, 就许不到好人家了。 我仿佛少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靠窗的圆桌旁, 薛妹俱傲而坐。 她摆弄着茶盏, 问道, 南烟, 你妹妹真的拨腿了? 是的。 南烟不假思索, 我前几日回府探亲, 她怕丢脸, 甚至不肯在我面前站起来。 为着她拨腿一试, 静熙猴恼羞成怒, 还想用石头砸坏我的腿, 替她解气。 幸好我只是伤到脚踝, 养几日就好了。 薛妹吃了颗杏仁果, 若有所思。 上次薛家别庄夜宴, 她跳舞, 跳得一塌糊涂, 导致许多人笑话她。 景观城的人都说, 别人跳舞是石破天惊, 她跳舞是古破天惊。 如果南宝一成了个瘸子, 她笑容逐渐变态。 等南宝一来了, 咱们叫她当众为钦差大臣献舞吧。 瘸子跳舞, 想来一定很有意思。 最关键的是, 可以取代她, 成为景观城新的笑话。 南烟和夏明慧对视一眼, 彼此都很兴奋。 成德宇走过来, 醋没道。 一而, 娇娇真的成了个瘸子。 四周其他年轻人, 纷纷竖起耳朵。 南烟捏着袖帕, 小脸担忧, 却故意抬高声音。 成哥哥, 上回去南府。 你亲眼看见, 她坐在圈椅上。 她连站起来的勇气都没有。 不是瘸子, 又是什么。 薛家的两个庶女, 为了讨好薛妹, 跟着起哄。 嫡姐, 我还没见过瘸子呢, 等会儿南宝一来了, 你定要让她走几圈, 叫大家开开眼。 嫡姐, 叫她跳舞吧, 瘸子跳舞一定很有趣, 我都等不及想看了。 嘿嘿, 她走路肯定是这样的, 薛家庶女按照自己想象的, 故意当众扭扭歪歪的走路, 一瘸一拐, 一瘸一拐。 哈哈哈哈。 满庭哄笑。 朱连外, 侍女战战兢兢。 无她, 只因这位年纪轻轻的静熙猴, 表情实在太可怕了。 明明生了一副惊象欲致的容貌, 明明是在微笑, 但她看起来, 就是很可怕。 就像是, 来自恶狼的微笑。 南宝一与萧毅并尖力。 她小脸沉静, 眉眼弯起, 并没有因为厅堂里的取笑, 而伤心悲愤。 萧毅垂下眼尾, 不生气。 二哥哥还记得, 去年花招盛会, 你与我说过的话吗? 你说, 不要在意别人的讥笑和谩骂。 不要听, 不要想, 不要怕。 南娇娇, 对别人嘲讽最有利的回击方式, 是清云直上, 功成名就。 我始终记得这番话, 并愿意身体力行地去做。 二哥哥, 你在我身边的这些天, 我已经不再是从前懦弱无能, 为别人几句嘲讽, 就伤心落泪的姑娘。 小姑娘嗓音平静, 眼神坚定而清澈。 萧毅轻笑, 拍了拍她的脑袋, 男家的小娇娘, 长大了。 叫我小师姑。 南宝一不越提醒。 萧毅挑了挑眉, 小师姑, 你的吉祥话, 可有好好念。 她忘了。 她阴阴阴地掰起手指头, 算自己需要重复多少遍吉祥话, 才能把好运势补回来。 她掰手指头念吉祥话的功夫, 萧毅副手而立, 隔着朱连, 静静欣赏厅堂里那个薛家庶女。 她还在模仿瘸子, 自以为模仿得唯妙唯笑, 殊不知, 就算南娇娇瘸了腿, 也比她好看千万倍。 她这般哗众蛆虫, 南娇娇不生气, 她却咽不下这口气。 她说过, 谁敢让南娇娇成为笑话, 她就让谁先成为笑话。 只肩抹撒着猫眼石戒指, 青年薄唇弯起, 斜四又危险。 锈馆中滑落一柄青铜匕首。 她颠了颠, 手腕微微一转, 将匕首致向薛家庶女。 看似轻松血液, 青铜匕首却运着恐怖的力道, 破风而去。 一瘸一拐, 一瘸一拐。 那位薛家庶女, 大约鲜少被人当作焦点注视, 模仿地上了头, 嘴里夸张念叨, 兴奋地拨腿走路, 引得满听人笑闹不绝。 一瘸一拐, 一瘸, 凄厉的惨叫声骤然响起。 那把青铜匕首, 破风而来, 深深扎进了少女的膝盖。 整块膝盖骨, 竟直接给扎穿了。 她鬼哭狼嚎地跌倒在地, 抱住右腿, 疼得满地打滚。 侍女急忙扶住她。 在场的有年轻医女, 急忙奔过来查看。 剪开群居和绸酷, 血液顺着小腿弯移而下, 触目惊心。 那把匕首明显脆了毒, 从膝盖开始, 恐怖的乌黑颜色逐渐在右腿上蔓延。 叫人头皮发麻。 医女胆子小, 跌坐在地, 指着那条腿, 结结巴巴道。 锯, 锯毒, 得赶紧锯掉腿, 阻止, 阻止毒素蔓延进五脏六幅。 啊! 薛家庶女哭嚎更甚, 眼泪鼻涕都出来了, 死死拽住医女的嗅管。 我不锯腿, 我不锯腿, 可是不锯腿, 就得死。 薛妹惊恐地咽了咽口水, 因为时间紧迫, 只得在大厅中进行。 麻肺散一类的药物, 都来不及使用。 几个年轻公子, 帮忙按住那薛家庶女, 由一位年长些的副将, 拿锯子活活锯掉那条腿。 锯子擦过骨骼, 伴随着薛家庶女的惨叫。 若非在嘴里塞了木棍, 定然会咬舌而死。 听堂寂静, 闻者惊心, 头皮发麻。 桌帘外, 南宝一惊地睁圆了丹凤眼。 他咽了咽口水, 惊悚地妄想消逸。 玄臣大人跟没事人似的。 懒洋洋踏进厅堂。 他撩袍落座, 宽大的暗红袍鞠铺, 铺满整座圈椅, 自带风流领贵。 他随手端起一盏心茶, 清腐茶盖。 茶香阴晕。 他俊美的面容, 饮在茶雾之中, 低垂着鸭语般的眼睫, 薄唇倾气清笑, 温柔地吹了吹茶汤。 他嗓音轻慢, 谁敢笑话本侯的妹妹, 本侯就让谁成为笑话。 薛琴, 就是第一个例子。 他瞟了眼满身大汗, 乌液不止的薛琴。 沈笑, 既然那么想当瘸子, 就当一辈子吧。 说完, 悠然自若地瞎了一口香茶。 厅堂里的众人, 不约而同地赶到几两股发毛。 锦西侯, 太可怕了吧。 他弄残的, 可是薛家的姑娘。 这场接风宴, 薛定威没有来。 作为薛家的代表, 薛妹害怕地哆嗦了下, 却根本不敢为树妹出头。 他不想也被静西侯弄残腿啊。 萧义望向株莲外, 宠溺, 娇娇还处在外面做什么。 进来啊, 被点名的男宝医, 浑身一颤。 她深深呼吸, 缓缓踏进厅堂。 众人下意识望去, 原以为成了个脖子的少女, 双手交叠在胸前, 行走间步步声帘, 仪态高滑, 明明穿过的只是灯火明光的厅堂, 她却像是行走在九重公雀之上。 所谓的脖腿谣言, 不攻自破。 男家小女, 仍旧风华无双。 叫那些等着看笑话的人, 好生失望。 薛妹厌恶地盯了眼男烟。 你不是说, 她腿瘸了吗? 男烟小脸苍白, 无言以对。 成德宇也满脸不悦。 一而, 娇娇明明健健康康的。 你怎么能当众说她腿瘸了? 这般胡说八道, 会给她的名声带来多少污点? 你知道吗? 男烟紧紧捏着袖帕, 寸长的指甲几乎刺破血肉。 成德宇还真是虚伪, 当初她退婚时, 怎么不顾及男保一的名声? 如今求而不得, 倒是关心起她的名声来了。 她盯紧了那个光芒万丈的少女, 眼睛里的妒忌和不甘几乎要喷涌而出, 是恨极了的模样。 可是, 她并不敢顶撞成德宇和薛妹。 是我鲁莽了。 她双眼淫泪, 成哥哥, 薛家姐姐姐。 你们莫要怪我, 我也是, 被娇娇误导。 夏明慧坐在圆桌对面, 朝男烟眨了眨眼。 男烟低着头, 坐到她身边。 位高权重, 出身锦绣的对手, 并不值得我们害怕。 对自己比对别人更狠的对手, 才值得我们害怕。 夏明慧轻摇团善, 男保一都伤成那样了, 短短一个多月, 居然能恢复到这种程度。 可见她私底下在很刻苦的练习步态。 都说男家小女娇气蠢萌, 我怎么瞧着, 是诗人小看了她。 男烟不语。 她用袖帕轻轻擦拭着掌心血字, 小脸依旧苍白。 钦差大人已经抵达景观城, 咱们准备的那首童谣, 可以派上用场了。 夏明慧又道, 我要让整座蜀郡的孩童 都学会那首童谣。 可有安排高僧, 为钦差大人解释这首童谣。 男烟问道。 自然, 景观城外的镇南寺, 上百年来香火鼎盛。 我父亲与主持方丈交好, 他已经答应为咱们做事。 万事俱备, 只等童谣散播到钦差大人的耳朵里了。 男烟微微汗手。 想起自己编撰的童谣, 他阴霾的心情不禁稍微放晴。 邪虫女, 居景城, 穿宝衣, 邪虫女, 饮鲜血, 吃幼鹰, 邪虫女, 天降灾, 赤千里, 他注视着男宝衣, 唇盼渐浮起诡异的微笑。 宴席还未开始。 所谓的钦差大人, 仍旧不知所踪。 南宝衣乖乖坐在萧衣身边。 听唐, 薛琴活生生痛晕了过去, 血流的满地都是。 一女手忙脚乱的, 替她包扎伤口, 长颈血腥, 令人不适。 萧衣见她不适, 于是递来一盏西瓜汁, 金玉满堂的初夏饮浆, 放了碎冰, 尝尝。 南宝衣接过。 他看了看红稠稠的西瓜汁, 又看了看满地鲜血。 他忍着恶心扶了扶胸口。 二哥哥, 我去趟西房。 萧衣木送他离去。 他挑了挑眉, 慢吞吞喝了半盏西瓜汁。 明明挺好喝的啊。 金玉满堂是景观城最威额华贵的酒楼。 宴席设在五楼厅堂, 穿过狼舞, 是室内的假山流水, 金箔屏风横沉意境, 古董字画写进风流, 景致是极好的。 南宝衣从西房出来, 瞧见假山旁, 被人临时搭建出一座红漆凉亭。 凉亭六面, 垂落着深紫色沙曼。 沙曼里, 隐隐绰绰协议着一个人, 正独对假山流水小拙。 南宝衣正正看着。 窗帘大厂, 今夜月圆。 血色月光, 给凉亭沙曼覆盖上一层朦胧血红, 像是蔓延开的噩梦, 难以抵达黎明的尽头。 夜风徐徐吹来, 将沙曼吹过卷起的眼角。 已在亭中的男人, 双目微合, 鼻梁高挺, 唇红敷白。 井间带着一串黑檀木珠, 一手搭在椅座上, 无名指和小指带着长长的金色假套, 浮雕花纹精致贵重。 南宝衣婉如摩政般, 一步一步, 缓缓后退。 顾崇山, 原来这次前来蜀郡的钦差大臣, 是西厂督主。 顾崇山, 统领宫中太监, 性情音质很利, 纵便丞相见了, 也得恭敬地称一句, 九千岁。 是前世圣经城里, 唯一能和全臣大人搬手腕的人物。 前世, 他因故崇山而活, 因故崇山而死。 初遇故崇山, 他在公项里练习工部。 却不知怎变, 叫那些平日里爱欺负他的宫女内侍知道了。 他们跑过来围观他讥笑他, 他顶嘴, 他们就对他拳打脚踢。 他被打得浑身是血, 却仍然想活下去。 他从蜿蜒绵长的公项, 一点点爬向太医院的方向, 身后是长长的血字, 触目惊心。 那时也是初夏的季节。 大雨倾盆, 他冒着雨, 哭着往太医院爬。 他到公项尽头时, 他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公项的朱七宫门边, 摆着两盆勺药花。 他伸手, 颤巍巍摘下几片花瓣, 就着雨水, 贴在毁容的那半张脸上, 想着哪怕落魄至此, 也要美美地死去。 哼, 背后传来低笑。 他正正仰起头, 眉眼英智的九千岁, 官袍干净, 撑一把纸伞,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为何摘工里的花。 他就要死了, 所以并不害怕九千岁。 他目光涣散, 我就要死了, 把花瓣贴在脸颊上, 美美地死。 许是从未见过, 如他这般爱美的宫女。 他道, 叫什么名字? 南宝一。 我娘说, 愿有人带我如猪如宝, 一生衣食无忧。 顾重山单膝蹲下, 他剪开他脸颊上的花瓣, 欣赏着皮肉外翻的伤口。 你这般落魄, 定然无人带你如猪如宝。 暴雨如猪, 他的眼泪, 当即就滚落下来。 不是的, 曾有家人带他如猪如宝, 是他自己没有好好珍惜。 恰在这时, 玄臣大人的叫脸徐徐经过。 修长的指尖挑开叫脸, 他没有看她一眼, 嗓音极为淡漠。 九千岁, 对这宫女很感兴趣。 从前不感兴趣, 现在开始感兴趣了。 帝师也对他感兴趣吗? 他趴在雨水里, 虽然知道没脸, 但依旧盼望从前的二哥能救他小命。 可是, 全臣大人始终未曾看他一眼。 他冷漠地放下叫脸, 往宫向另一头而去。 他巴巴地目送他远去。 视线中的叫脸渐渐模糊, 他终于在滂沱大雨中不省人事。 原以为自己死了, 可是醒来时, 却意外发现自己睡在紫色滑杖里。 他抬手揉了揉额头, 屋外语声犀利, 夹杂着说话声。 全天下只此一刻的千年野山餐, 能续命的东西, 竟也舍得送来, 这声音透着特别的沙哑, 是故虫山。 下官以为, 用千年野山餐就一个小宫女, 未免太过浪费。 她既派人送到了九千岁手上, 不如您收为己用。 将来福获难料, 由此宝物, 等于多了一条命啊。 我还没握戳到强女人东西的份。 去煎药。 是, 然后, 南宝一就喝到了千年野山餐间的汤药。 这几年亏损的身体, 被山参汤补足。 故虫山说他有趣, 从老皇帝那里讨了他, 叫他伺候他洗衣垂腿。 他是个太监。 宫中人都说, 九千岁相中了他, 恐怕是想让他当他的对视宫女。 但唯有南宝一自己明白, 故虫山是真的把他当成侍女使欢的。 这大太监性情英质, 高兴时, 教他射箭齐术, 教他诗词歌斧。 不高兴时, 曾把他踹得两天下不来床, 曾把他关进水牢肆意折磨。 有段时间, 他和全臣大人为禁军统领的人选问题争夺不休, 都想让自己的人坐上那个位置。 因此, 时刻处于阴霾暴怒之中。 他不知怎的惹怒了他。 他亲手, 把他鞭吃得鲜血淋漓, 又拎着他的后衣领, 如托死狗般拖着他, 穿过朝臣们来来往往的公项, 任由那些前来上朝的官员们侧目而望。 他清楚记得, 那日清晨, 全臣大人也曾穿过公项。 他与鲜血淋漓的他, 错身而过, 却未曾回头。 那种生不如死的折磨, 直到顾重山将禁军统领之职收入囊中, 才算结束。 后来全臣大人出征夜郎国, 他在顾重山身边过得还算安宁。 但安宁的日子, 并没有持续多久。 那时顾重山有个相好, 换作刘花夫人。 许氏觉得他碍眼, 于是他趁顾重山出宫办事的机会, 把他骗进冰窖, 然后从外面锁上了冰窖的铁门。 他在冰窖里, 活了两天两夜。 因为太饿了, 他吃了好多好多冰块, 吃到腹部绞痛, 抱着肚子在地上拼命打滚。 可是随着死亡逼近, 就连肚子绞痛的感觉, 都变得模糊而遥远。 他抱着肚子蜷缩在角落, 泪水凝结成冰, 顺着睫毛蔓延, 逐渐动住他的双眼。 他靠在冰墙上, 想起幼时, 娘亲曾抱着他向神灵祈祷, 盼望有人带他的小娇娇如珠如宝, 盼望他的小娇娇一生衣食无忧。 可是, 他的宝贝女儿却半世凄苦, 最终活生生冻死在了寒冷涉谷的冰窖。 冰窖好冷, 好孤单。 娘亲, 娇娇好想回家呀。 回那座芙蓉花开的景观城, 耳畔似乎有人在换自己的名字, 一声接着一声, 凄厉而绝望。 可他什么也看不见了。 温热的液体顺着面颊滚落。 南宝一紧紧盯着顾重山, 害怕得不停后退。 血月七雁。 顾重山歪头。 他起身, 一步步走向南宝一。 在少女想要逃跑之前, 按住他的肩膀。 他的唇过于烟红, 月色中看来, 如同隐血的地府恶鬼。 戴着身经浮雕花纹假套的手, 轻挑地俯过他的面颊, 将他的战力与畏惧, 尽数纳入眼中。 听说, 有的小孩, 对危险的敏感程度, 犹如幼瘦。 可你从未见过我。 既不知我是谁, 又为何要对我害怕到流泪。 南宝一眼圈红透, 不停战力发抖。 被顾重山踹到两天下不来床, 被扔进水牢折磨, 被鞭斥得鲜血淋漓。 被拎着后衣领, 如托死狗般拖过公项, 烙印在血肉里的记忆, 令他惊惧。 他打了个寒颤。 我见着你, 便觉得熟悉。 顾重山俯身凑到他面前, 抬起他白嫩的下颌, 迫着他直视他的眼。 莫非…… 你我曾在前世遇见过。 南宝一拼命摇头, 他想往后退缩, 可是顾重山紧紧掐住他的肩膀, 他逃无可逃。 不远处传来恭敬的呼唤, 钦差大人。 金玉满堂的少东家黄英, 满脸谄媚地过来了。 他拱了拱手, 陪着笑脸。 接风宴就要开始, 您怎么还没入席? 对了, 听说您要来景观城, 小人特意为您准备了一位美人, 那叫一个细皮嫩肉, 包您满意。 还不快过来。 他回头怒喝, 低着头慢慢走出来的姑娘, 穿淡粉青纱如裙, 身姿高挑饱满, 容貌很是秀美。 南宝一威愣。 这所谓的美人, 竟然是柳莲。 柳莲是南烟的表姐, 曾妄图勾达全臣大人, 勾搭南警。 刚与南警澄清不久, 就夜奔金玉满堂, 做了黄英的女人。 没想到, 居然被黄英拿出来, 献给一个太监, 柳莲满脸的不情愿。 注意到南宝一也在, 他不禁更加难堪怨恨。 他以为他跟了黄英, 至少能过上吃香喝辣的好日子。 吃香喝辣倒是真, 但黄英简直不是个东西。 他常常和一帮顽固子弟 纸醉金迷, 纵情声乐, 就连幻妾这种事都做得出来。 柳莲满脸的女人, 如今, 甚至要被送给一个没根儿的太监。 他满眼泪水, 紧紧揪住黄英的袖脚, 小声祈求, 公子,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 可是黄英何等薄情? 他不耐烦地震开他的手, 能侍奉九千岁, 是你的福气, 少他妈给我哭哭啼啼的, 晦气。 柳莲跌倒在地, 哭得更加梨花带雨。 顾重山歪头, 笑容很温柔, 我从不勉强女人。 柳莲抬起惊喜的脸, 多谢钦差大人。 因为不乖的女人, 顾重山凉悠悠的, 都死了。 柳莲的猛然瞪大眼。 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一名西场太监悄然出现, 当着外人的面, 用白领紧紧勒住他的脖子。 男宝一呼吸困难。 做事不留余地, 对任何人都不会心思手软。 这就是顾重山。 你呢? 你可愿意侍奉我。 顾重山转向他, 身经假套, 温柔地勾勒过男宝一的眉眼。 男宝一僵着不动。 他毫不怀疑, 若是此时触怒了顾重山, 那金色的锋利假套将生生弯出他的双眼。 该如何回答呢? 就在男宝一去西房时, 听唐。 一名相貌堂堂的中年男人, 找上了萧毅。 他恭敬拱手, 草民问侯爷安。 萧毅挑眉。 草民乃是万家粮庄的老板, 也是蜀郡粮商商会的会长。 受童享所托, 特意来此宴会, 与侯爷商量件事。 万老板顿了顿, 陪着笑脸继续道, 如今蜀郡大汉, 田母庄稼颗粒无收。 往西北去, 汉情更是十分严重, 导致百姓们大肆购买囤金米粮。 我等粮商仔细商量过了, 打算将米粮价格翻个倍。 不知侯爷可愿意参与。 红老酒垄断蜀郡伴做粮食市场。 他死后, 萧毅的人接手了所有店铺生意。 粮商商会的人想涨价, 就得联合萧毅一起涨。 否则光他们涨有什么用, 整座蜀郡一半的米铺, 都还是按照原价出售粮食呢。 萧毅慢悠悠喝着西瓜汁。 万老酒吃不准他的态度, 馋妹道, 侯爷, 这可是咱们发财的大好时机。 明日把粮价翻个两倍, 过段时间再翻两倍, 到秋冬时节, 一口气翻他个十倍, 百姓们不买也得买, 还愁赚不到白花花的银子。 西瓜汁甜甜的, 比玉米汁好喝。 萧毅随口问道, 你如何得知本侯掌管了红家米铺? 嘿嘿, 我等凑了一万两文银, 向玉楼春买来的这个消息。 侯爷, 趁着汉勤发大财, 可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千载难逢, 实不我待啊。 不做。 萧毅想都不想, 一口回绝。 万老板神情僵硬, 侯爷, 这般好的买卖, 您为何不做? 萧毅又喝了口西瓜汁, 丹凤眼难得温柔, 曾答应过他, 不会让蜀军饿死一个百姓。 万老九默默不语。 虽然不知道这个他是谁, 但明摆着是个女人。 为了区区女人, 放着那么好的生意, 不做。 有病吧? 侯爷, 莫怪我不提醒您。 我们这些粮商, 当初没被红老九吞并, 是因为我们背后有人。 您这般所为会得罪很多权贵, 断人财路, 如杀人父母, 将来未必能落得好下场啊。 萧毅放下空斩。 他慵懒起身, 居高临下地, 屁腻了一眼万老板。 随即, 他讥笑一声, 拂袖离开。 万老板懊恼。 万家公子走过来, 好奇问道:"爹, 靖西侯怎么说? 可有答应与我们联手。 没答应。 万老板神情发狠, 回去禀报太守大人, 请他定夺。 无论如何, 这次旱灾, 是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 咱们绝不能错过。 听唐万, 甲山流水, 金箔屏风。 你呢? 你可愿意侍奉我。 那眉眼英智的九千岁, 伸出锋利的暗金假套, 低笑着勾勒出南宝一的眉眼。 南宝一闭了闭眼, 脑海中浮现出全臣大人的滋容。 他知道, 这一世, 定然和前世不一样。 心底涌现出无限勇气, 他扶开顾崇山的手, 迅速后退。 他在灯火中站定, 双手交叠在胸前, 抬起白嫩下颌, 含着小脸:" 我是靖西侯的妹妹, 南府的五姑娘。 便是钦差大人, 也没有调戏名女的权利吧。 叶峰吹拂着, 她的花青色, 青纱如群。 少女腹白胜血, 平平鸟鸟立在血月之中, 犹如牡丹宣纸上的公笔侍女图。 尤其是那双丹凤眼, 那勾外翘, 练艳光华, 美得惊心。 美人在鼓不在鼻。 顾崇山饶有兴致地称赞, 忽而画风一转。 可惜浮华如梦幻泡影, 芙蓉白面, 不过带肉骷髅, 终将淹没成一泼黄土。 南姑娘正值花季, 不如就在今夜死去, 也能免受生老病死的痛苦。 她语调很温柔, 明明打算杀人, 却像是再恩赐。 难保一咬牙。 她叫她今夜死去, 以免将来经受生老病死的折磨。 可她自己怎么不去死? 生、老、病、死、爱别离, 愿长久,求不得,放不下, 此乃佛门八苦。 可是,佛修来世,道修今生。 我家妹妹乃是道教门徒, 哪怕余生洪水滔天, 也愿活得轰轰烈烈, 千娇百媚,生生不息。 清冷的嗓音默然响起。 南宝一回眸, 全臣大人立在不远处, 是和顾崇山针锋相对的姿态。 她薄唇青钩, 娇娇, 到哥哥这里来。 南宝一弯起眉眼。 所有的恐惧, 在看见她的刹那, 就都消失无踪了。 她提着宽大的青纱群居, 如同一朵云般, 轻盈走向她。 顾崇山歪头, 她抬起手, 长长的身金色甲套中藏着一排毒针, 随着她手腕运转, 毒针破风而去, 席向南宝一的后背。 是致命的冷剑。 萧毅将南宝一护在怀里, 宽袖拂过, 刚风呼啸。 那一排毒针, 到席向顾崇山。 顾崇山微微侧手, 毒针擦着她的面颊, 霸道地插进甲山之中。 这场暗中对异, 只发生在一瞬间, 其他人只感受到了两阵疾风。 南宝一仰起头, 笑夜甜甜。 二哥哥, 咱们回宴会大厅。 好。 萧毅微笑着摸了摸她的脸蛋, 抬眸瞥向顾崇山, 蜀郡是本侯的地盘, 蜀郡百姓是本侯的治下百姓, 就连蜀郡的狗, 那也是本侯的狗。 下次九千岁动手杀人之前, 凡请先掂量一二。 萧毅带着南宝一离开后, 拿着白铃打算勒死柳莲的西场太监, 脑门上赫然插着一根毒针。 毒素悄然蔓延。 她保持着惊恶的表情, 倒地儿亡。 柳莲贵服在地, 捂着青子驳梗, 早下的魂飞魄散, 群当恶臭。 她和黄鹰压根儿不敢去看顾崇山, 连滚带爬地逃离了这里。 顾崇山始终盯着萧毅的背影。 她嗓音低哑, 靖西侯怕是弄错了蜀郡是薛定威的底盘。 暂时, 萧毅连头都没回。 她的身影消失在顾崇山的视线中。 细微的声音忽然响起。 以那排毒针为中心, 甲山上裂开无数缝隙。 不过刹那, 巍峨甲山轰然坍塌。 顾崇山拍了拍官袍上的灰尘, 眉眼厌恶, 目深。 回到厅堂, 灯火烂漫, 并饮一香, 驱散了那轮血月所带来的阴霾。 南宝一随着萧毅落座, 接过她, 递来的热杏仁茶, 押金斑抿了小口。 杏仁茶透着奶香, 叫她的神思逐渐安宁。 怕不怕? 萧毅单手质疑, 笑问。 南宝一点点头, 又摇摇头。 她不愿意在她面前露窃, 于是转移了话题。 没想到这一次的钦差大臣, 居然是西长九千岁。 是啊, 居然是娇娇的老乡好。 萧毅不应不扬地来了一句。 南宝一咽了咽。 她确实提起过, 她的设议是顾崇山在梦里交的, 但也算不上是老乡好吧。 权臣大人这话, 真是不对味。 她垂眸, 喝了几口杏仁茶。 接风宴即将开场, 她举目似望, 不见薛都督和承太守前来赴宴, 倒是看见了不少蜀军大商。 尤其是蜀锦商人, 其中几位还曾与她家有过生意来往。 她好奇, 二哥哥, 九千岁身份高, 她的接风宴, 怎么不见薛都督和承太守亲自招待? 身份再高, 也只是个阉人。 薛定威和承太守, 看不上。 南宝一莫然。 也是, 虽然顾崇山位高权重, 就连丞相见了也要称一句九千岁。 但是私底下, 那些朝臣们经常辱骂她是梅根的阉奴。 她又道, 他们两个不来接待也就罢了, 怎么倒是来了许多商人? 难道朝廷打算跟咱们蜀商打交道? 这次顾崇山前往蜀郡, 除了核实赈灾银被结案, 还要挑选黄商, 负责每年盛京城的蜀井供应。 黄商, 难保一双眼亮晶晶的。 当黄商可好了, 除了每年都能拿到来自盛京城的高额蜀井订单, 还能免掉七成赋水。 而且因为背靠黄族, 家族地位水涨船高, 生意厂上的其他商户, 不仅不敢拖欠他们货物, 债款, 甚至还会主动登门, 请求合作。 前世, 夏家就曾当过黄商, 后来还举家迁去了盛京城。 如果他家也能当黄商, 那么不仅能去盛京城, 还能和黄族搭上关系, 对开办钱庄很有利。 不过, 他迟疑, 二哥哥, 咱们家怎么没收到秦田? 明明咱们家才是蜀郡最大的蜀井商户呀。 话音落地, 背后传来热情的招呼声, 娇娇, 难保一心头浮起不妙的预感。 他缓缓回眸, 他爹穿戴华柜, 笑眯眯地过来了。 我前几日在门房, 撞见有人送金玉满堂的秦田。 南广感慨落座, 我琢磨着, 这等好事, 自然不能少了我。 因此, 特意代表家族前来赴宴。 千万别告诉你祖母, 我偷偷把秦帖结下来了呀, 不然我要挨骂的。 他伸手拽掉一只鸡腿, 往嘴里塞, 嗯, 这烤鸡不错。 他紧忙拽掉另一只鸡腿, 放到南保一碗里, 娇娇快吃, 我来敷衍的, 都是家族里的狠角色。 有经营赎锦六十多年的老祖宗, 有对织锦了若执掌的当家人, 有善于全国各地跑生意的大掌柜, 各个摩拳擦掌打算竞选皇商。 只有他们家, 他嫌弃地妄向自己老爹。 南广啃鸡腿啃的可香了, 满嘴流油道, 娇娇, 你看我干什么, 快吃啊, 这般好的宴席, 别处吃不到的。 哲儿啊, 你绣带能装不? 把那盘大闸蟹装回去, 别浪费。 南宝一实在不想搭理他。 他婉转道, 二哥哥, 皇商竞选, 比的是什么? 家族的生意规模, 还是属锦的精美度。 娟赢? 娟赢? 朝廷拨了一百万两阵灾营, 老皇帝心疼着呢。 旱灾不知何时结束, 老皇帝舍不得继续拨款, 因此想让蜀郡富商掏腰包。 这次皇商名额, 会落在娟赢最多的那家商户头上。 他怀抱着一线希望, 试探道, 爹, 您进来的时候, 是否有人要求您捐赠您钱? 随理吗? 我随了呀。 南广阵阵有词, 随了二两银子呢。 娇娇啊, 你别选你祖母大手大脚, 咱们出来吃喜酒, 随个二两银子的礼钱, 已然了不得。 二两, 银子, 南宝一面无表情地看他啃鸡腿, 很想把他的脸奔进饭盆。 恰在这时, 有小太监高声唱诺, 都主道, 顾崇山是个太监。 尽管很多人私心里瞧不起他, 可是却没有谁愿意当面得罪他。 除了萧毅身份足够高, 其他人纷纷起身行礼。 顾崇山独自占了一桌, 姿态凉薄地拂袖而坐。 他懒得说任何场面话, 旁若无人地自贞自已。 一名年长些的太监, 高声道, 我家大人奉皇命而来, 合查赈灾营失窃一案, 并责定赎紧皇上。 皇上敢念百姓受旱灾疾苦, 请诸位附加商户捐赠救灾营两。 捐赠最多者便是清定皇商。 为表公正, 咱家将当众念出诸位的捐赠数额。 满厅的赎紧商户, 皆都面露紧张。 他们也不知道对方捐赠了多少, 但无疑, 最有期望夺得魁首的, 乃是南家人。 每年都要拨出六十万两赈灾营的人家。 这次遭遇旱灾, 怎么可能袖手旁观? 南宝一感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视线。 那些视线里充满了忌惮, 仿佛他家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看着老爹狼吞虎咽的架势, 南宝一表示, 心好嘞。 王家, 五万两雪花文银。 李家, 七万两雪花文银。 郑家, 十万两雪花文银。 随着畅诺声, 众人表情各异。 捐赠最少的是葛家, 两万两雪花文银。 葛家人觉得很丢脸, 脸颊发烫。 葛家夫人正好在灵桌, 平时与南家关系不错, 对南宝一勉强笑道。 我家夫君前日在赌方输了太多银钱, 因此手头紧了些, 说起来真是丢脸。 宝一家中富贵, 这次南家定然能一举成为皇商。 不, 他家不仅成不了皇商, 还要被全场人耻笑。 两万两, 已经是他家捐赠的一万倍了好吗? 他小声, 二哥哥, 咱们赶紧溜吧。 不溜。 萧义慢悠悠喝着西瓜汁。 那我自己溜了, 南宝一做贼般猫着腰, 双手如狗爪般搭拉在胸前, 准备脚底抹油。 南广也终于意识到不妥, 连忙压低声音, 娇娇等我。 说着, 抄起桂花酥皮鸭和五香卤鸡, 我拿不下, 娇娇帮帮店。 听堂上座, 老太监已经高声念到最后两家, 邹家, 二十万两雪花文银。 南家, 二十万两雪花, 哦不, 二万两, 哦也不, 二两, 二两, 嗯, 南家, 二两文银, 二两, 满场哗然。 各种各样的目光, 同时落在南家妇女身上。 刚溜出两部的南宝一手里, 还捧着爹爹塞给他的一整只桂花酥皮鸭。 而南广猫着腰跟在他身后, 正捧着整只五香乳鸡。 被整座鼠郡的富商豪身, 世家权贵为官, 南宝一脸颊滚烫。 一些平常就看南家不顺眼的鼠井商户, 纷纷落井下石, 南家是败落了吗? 这对妇女怎么连吃带拿的? 堂堂首富, 居然只捐赠二两银子, 说好的积善之家呢? 莫非之前的名声, 都是欺骗百姓的来的? 看来, 这次皇商名额, 非邹家莫属。 恭喜邹老板! 哪里? 哪里? 哈哈! 南烟轻摇团善, 同样面带笑意。 看见南宝一倒霉, 他心里就高兴。 他背后, 贵女交头接耳。 七, 上回薛家别装叶燕, 南烟也去了, 却舍不得捐首饰。 最后还是, 陈公子看不过眼, 逼他捐了一根发簪。 看来南烟的小气, 是遗传他爹呢。 你看南烟, 他好意思笑, 不以为耻烦以为荣, 脸皮真厚啊。 好好地嘲笑南宝一不好吗? 为什么要扯上他? 薛妹幸灾乐祸, 二两文营, 说出去都是个笑话。 上回雪灾, 南宝一带人替府里下人修缕房屋, 湿周放凉。 我还以为他多大方, 原来也不过如此。 二两文营, 亏他爹拿得出手。 西若生不绝于耳。 南宝一白嫩的额头冒出细汗。 他默默做回原位, 扯出萧一的宽袖。 二哥哥, 借你的袖子用用。 他把小脸深深埋进他的袖子里。 萧一薄唇明其浅笑。 小姑娘羞懒得要钻进他宽袖里, 像是埋头的鞍唇。 他温声, 古时有袖里见, 如今本侯倒是有了个秀里小美人。 二哥哥, 我的脸都丢尽了。 灯火明光, 青年凤脸温柔。 他怎舍得, 叫南娇娇丢脸。 他拍了两下手。 石苦等人押送着一只只大红木箱, 踏进厅堂。 木箱上贴着整齐的封条, 用龙飞凤舞的字迹, 写着南府镇灾营。 石苦立于厅下, 朗生, 奉南家老夫人之命, 特意送来八十八万两雪花文银, 用于救济蜀郡百姓。 请督主查收。 八十八万两雪花文银。 厅中众人同时倒吸一口凉气。 这都快要赶上他们所有人加起来的份额了。 南家好大的手别。 始终浅真烈酒的顾重山, 梁伯的抬起眼帘。 他红唇含笑, 是一小太监验收。 毫无意外, 皇上的名额被南家收入囊中。 南宝一钻出绣管, 双眼亮晶晶的。 二哥哥, 原来你和祖母早有准备啊, 真叫我担心一场。 萧义不置可否。 南家能把生意做那么大, 消息当然十分灵通。 早就知道, 顾重山这趟前来蜀郡, 是要临选蜀井皇商。 赈灾营什么的, 一早就准备好了。 拿八十八万两文银, 换取皇商身份, 与皇族搭上线, 减免七成赋税, 对会做生意的大商人来说, 血赚。 薛妹看着这对兄妹, 不悦皱眉。 萧义原是他相中的夫婿, 南宝一凭什么, 本就富贵, 不过捐些银子而已, 理所应当, 有什么可得死的。 南宝一反问, 薛姑娘说得轻松, 那你可有捐赠银钱。 薛妹语色, 她确实没捐。 可那又如何? 爹爹说了, 等旱灾过去, 就把其他人赈灾的功绩, 揽到她一个人身上, 奏请朝廷, 册封她当郡主。 南宝一把她的表情尽收眼底, 笑盈盈转向顾重山, 九千岁有所不知, 这位薛家大姑娘, 乃是蜀郡大名鼎鼎的郑灾娘子, 天生一颗玲珑善心, 这次旱灾闹得那么凶, 薛大姑娘定然会身先士卒, 不负郑灾娘子的名号。 哦? 顾重山饮了半盏酒, 笑容玩味。 薛姑娘, 那你得捐赢啊。 薛妹紧紧捏着团衫玉饼, 脸色清白交加。 顾重山是皇上身边的人, 如果给皇上知道她郑灾娘子的名号是假的, 肯定不愿册封她当郡主。 她心里恶火, 却只得勉强笑道, 赌主, 小女子愿意捐赠两万两文银, 用于赈灾。 这么说着, 心头却在低险。 两万两文银, 是她这些年辛辛苦苦攒下来的提起钱。 今夜因为南宝一一句话, 全成了泡影。 她狠狠弯了眼南宝一。 南宝一仗着萧毅撑腰, 无所畏惧地弯眸一笑。 夏明慧帮着薛妹, 悠悠开口, 南姑娘就不觉得, 这般逼着别人捐赢, 太过分了些吗? 在其位, 谋其正。 南宝一坦言, 难道赈灾娘子这个名号? 是白给的吗? 说起来, 夏姑娘和薛姑娘是闺中密友, 想必与她一般心善, 可以要捐献。 这招太毒。 夏明慧是半个铜板都不愿意给的, 因此坚口不严, 只安静如鸡地垂眸喝茶。 薛妹交好的姑娘们, 生怕要被南宝一额钱, 因此谁也不敢吱声。 顾重山摆弄着黑檀木珠, 远远注视南宝一, 眉眼英智。 她温声, 静熙侯的妹妹, 真有趣啊, 她的眼神相当危险。 南宝一小脸微僵, 萧一体贴地把宽秀递给她, 要进去躲躲吗? 她很喜欢南娇娇躲进她宽秀里的模样。 一番宫愁交错, 夜宴终于结束。 停在街边的马车逐渐四散, 指鱼下, 满街月色清灰。 南宝一正要登上马车, 背后传来一声且慢。 她回眸, 顾重山立在台阶之上, 藏蓝绣烟波纹关袍烈烈翻飞, 月色下唇红齿白, 是极俊美的姿态。 她嗓音低雅, 静熙侯的妹妹, 你叫什么名字? 南宝一想了想, 落落大方地答道, 南宝一。 我娘亲为我取的名字, 愿有人带我如珠如宝, 一声衣食无忧。 她望了眼睁夸上骏马的笑意, 微笑, 九千岁。 这辈子, 许多人带我如珠如宝, 我很欢喜。 她的同眸里, 像是洒满了细碎星辰, 亮得惊人。 顾重山谋色渐深, 心脏骤然顿痛。 像是在很遥远的从前, 曾也认识过这么个姑娘。 只是那姑娘凄苦一生, 无人带她如珠如宝, 也无人护她衣食无忧。 南宝一提起沙裙登上马车, 挑开竹帘, 忽然又转向顾重山, 九千岁。 左肾! 愿您年年天俘禄, 世事都吉祥。 少女笑容甜甜, 俯身进了车厢。 前尘如梦, 遥不可及。 她因故重山而生, 也因故重山而死。 与她的恩怨纠葛, 从今往后, 只当一笔勾销。 回到南府, 已尽害时。 南宝一目深梳洗过, 换了一席轻软的棉质请衣, 坐在膝窗下。 窗外星辰树立, 书岸横沉, 一盏青鱼铜灯笼着幽滑, 温柔地照亮了笔墨纸艳, 极尽风雅。 少女提笔舔墨, 在宣纸上落笔。 一行行吉祥画, 以簪花小凯的姿态出现, 圆润饱满, 清俊严厉。 愿宁年年天福禄, 世事督吉祥, 写到第三遍时, 她顿笔。 丹凤眼流露出光滑, 她看着那些吉祥画, 忽然轻笑出声。 小姐笑得这样高兴, 莫非是想起了什么欢喜的事情? 荷叶端来茶点。 南宝一哥笔, 端起青瓷茶盏。 我不必再说那些吉祥画了, 更不必再每日腾险。 可是小姐前几日, 还蜂魔式的整日念叨呢? 我已经明白, 道长为什么要我逢人就说那句话? 前程往事遥不可及, 不如放下从前的恩怨纠葛, 以欢喜的姿态, 面对每一天升起的旭日欣赏云朵和星辰, 对世间百态展露笑颜。 放过别人, 亦是放过自己。 她曾对前世的死耿耿于怀。 对顾崇山更是抱着十分复杂的心态。 但今夜再见, 随着她祝愿顾崇山那些失落和悲伤尽数消弥无踪。 已经不一样了, 自打她重生归来, 所有的事情都不一样了, 所谓俘虏, 所谓吉祥, 并非祝福得来。 而是靠自己亲手争取啊。 和叶满脸懵懂。 她摇摇头, 按道自家小姐又开始神神叨叨了。 讲了一大串, 仿佛要得到生仙似的, 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 和叶退出寝屋, 南宝一望着窗外的星光, 忽然起了夜游的心思。 她换了件梨花白的乳裙, 将青丝编织成厚重的发辫, 简单地在脑袋边缘盘了两圈, 又带了一只小金书, 用作妆点。 提起羊角流苏灯笼, 她悄悄溜出了松鹤院。 一路去的方向, 自然是昭文院。 南府不缺水, 草木依旧微蕊。 叶峰送来浅浅的枝子香, 格外沁人心脾。 南宝一穿过青石砖花镜, 远远瞧见昭文院灯火通明。 她情不自禁地露出笑脸, 就连脚步也更加雀跃轻盈。 来到朝文院书房廊午下, 她将灯笼交给余味, 又解开连青色披风, 迈着帘布踏进门槛。 全臣大人正和沈一朝对弈。 她看了眼棋盘。 黑白棋子犬牙交错, 沈一朝所知白子略占上风。 她乖乖在萧毅身旁跪坐, 为她添了一盏温茶。 二哥哥, 你处在下风, 要认真一点呀。 萧毅撇着棋子, 垂眸看她一眼。 男家的小娇娘, 卫尸粉带, 小脸干净白嫩。 穿梨花白的如裙, 乌青长发编织盘起, 更显脖梗细长血腻。 仙仙食指拖着雨过天青色慈展, 指尖银润淡粉, 为指微微翘起, 娇贵又矜持。 她壮丝不经意地舔了舔唇角, 随意落子, 娇娇怎么来了? 今夜星光烂漫, 心之所致, 想起二哥哥, 因此前来探望。 对面, 沈一朝双手聋在秀馆里, 轻蔑讥笑。 黄昏时才一起去金玉满堂参加接风宴, 这才分别不到两个时辰, 就又巴巴的跑来探望。 她的表哥, 还真是很有魅力啊。 然而她与萧毅不同, 她绝不会单于儿女情长。 这些天, 她重新带人搜查过南府的脚脚落落, 却仍旧没有找到天书令牌, 倒是叫她怀疑, 那梅令牌是否根本不在南府。 她落子, 问道, 宝衣姑娘久居南府, 可知道你家中是否有令牌一类的宝物。 令牌? 南宝衣茫然, 那是调动军队的东西吧? 我家世代经商, 怎么会有那种东西呢? 她的神情不像是在撒谎。 沈一朝默然。 她又落了一子, 淡淡道, 据我所知, 景观城藏有一支精锐军队。 调度他们的令牌, 就藏在贵府之中。 那支军队原本属于大庸, 如果能被侯爷所用, 将如虎添翼。 南宝衣望向萧毅。 青年侧眼冷峻, 正淡没落子。 她抿了抿唇半, 知道他们没把自己当外人。 可她确实不知道, 府中有能调动军队的令牌。 否则前世, 她又怎会家道中落? 家破人亡。 她脱腮的功夫, 棋盘上杀招平出。 萧毅淡淡道:"想不出来就别想了, 叫鱼味拿花糕给你吃。 南家人经商精明, 处事糊涂。 到底两百多年过去了, 说不定早把令牌当废弃物扔了也未可知。 南娇娇又蠢笨得很, 万一想来想去的把脑子想坏了。 她上哪儿再找个媳妇去? 她落下最后一子。 沈亿朝回过神, 棋盘上大局已定。 她说了, 她气愤地看一眼萧毅。 南宝衣没来之前, 这私敷衍着跟她对异。 南宝衣一来, 她的奇招瞬间变得凌厉, 俨然一副必赢的架势。 她又嫌弃地看一眼南宝衣。 这姑娘来了就没有要走的意思, 也不看看主人家是否欢迎她。 她冷淡道, 叶已深, 宝衣姑娘若是无事, 就先回松和院吧。 我与侯爷还要对异, 别打搅了我们下棋的雅兴。 这是竹客令了。 南宝衣嗷了一声, 有点失落。 正要提着群居起身, 萧衣忽然按住她的手背。 她抬眸, 单凤眼透着梁薄和嫌弃。 沈亿朝, 你奇异不惊, 本侯不愿与你对异, 你快走。 这表弟一点眼力见都没有。 如此长夜, 她自然要与南娇娇促膝长谈, 屏竹叶化。 这祸处在这里干什么? 在大雍, 她是人人称赞的沈家郎君, 是天下四公子之首。 马车打长街经过, 姑娘们抛来的花朵与荷包 能把她整个买起来。 可是自打来到景观城, 她整日被人嫌弃, 就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 她轻哼一声, 含着脸龙袖离开。 没了碍眼的家伙, 小意舒服多了。 她歹为盘膝而坐, 顺势执起南宝衣的小手, 再掌心细细把玩。 小姑娘的手白嫩绵软, 与她掌心的粗力, 形成鲜明对比。 食指鲜鲜, 指甲透着天然淡粉, 美如银石。 她扶手, 恋爱得清了清她的指尖, 我瞧着鱼为她们, 常常用凤仙花枝染指甲。 今夜无事, 我替娇娇染甲如何? 南宝衣微正! 全臣大人, 要替她染指甲。 侍女送来捣好的凤仙花枝, 调成胭脂红的花枝, 呈在清幼小盏里, 风雅入骨, 明艳雍容。 棋子被撤下。 萧衣执起南宝衣的小手, 细致观察她的指甲。 食指犹如淡粉银石, 指尖透着心长出来的笋白, 天生就十分精致。 她拿起细腻的小刷子, 沾着花枝, 因为不忍, 伤了原本的淡粉, 所以只将她的指尖, 由浅入身地蕴染成胭脂红。 全臣大人眼睫低垂, 薄唇淡漠, 为她做着女儿家的小事, 是极具耐心的模样。 天底下位高权重的男人那么多, 但愿意放下身段, 亲手为姑娘家染纸家的男人, 却很少很少。 她占取花枝时, 一滴胭脂红, 恰巧落在她的指腹。 她抬手, 温柔地将花枝点上她的两叶。 点叶妆, 南宝衣娇笑, 仰头望向萧逸, 好看吗? 萧逸欣赏着她。 南娇娇肤白胜血, 嘴角边的胭脂点叶, 十分烟红娇美。 可是, 她的指腹, 轻轻按在她的唇半上。 她嗓音撩人, 凤鲜花枝虽美, 却不及娇娇的唇色美。 想来世间万子千红, 都敌不过娇娇的唇红。 南宝衣怦然心跳。 她垂下丹凤眼, 低下头脚弄胸前忌怠, 全然不敢直视萧逸。 萧逸知道, 小姑娘家害羞。 她收回手, 盯着她的眼神, 逐渐晦暗深沉。 她明起懒洋洋的轻笑, 用残留着凤鲜花枝的指腹, 意味深长地清擦过自己的下唇。 长夜禁忌。 用凤鲜花枝染指甲, 需要染很多次才能顾色。 南宝衣如今痘寇之年, 正是试睡长身体的时候。 她耐不住困意, 稀里糊涂地趴在棋盘上, 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萧逸拿芝麻叶, 仔细替她把染好的指甲包起来。 等明日解开芝麻叶, 指甲就很美了。 屋中指鱼下一盏业余青铜灯。 萧逸借着光影, 用芝麻叶裹住小姑娘的指尖, 系好细丝绳。 小姑娘的双手搭在棋盘上, 食指都仔细包扎着绿芝麻叶, 偶有几滴沾染到肌肤上的花枝, 美得惊心动魄。 萧逸替她捋开额前碎发。 小姑娘睡颜娇美, 唇瓣比花枝更加浓艳。 她喉结不自觉地滚动。 半晌, 她微微俯身, 试探着吻了吻她的唇。 温软! 甜嫩! 明明只敢浅尝折纸, 却偏偏食髓之味, 恨不能将她吞吃入腹。 她眸色晦暗如墨, 忍耐了很久, 才慢慢起身, 往隔壁耳房而去。 其暗角落的燕鱼青铜灯悄然湮灭, 指鱼下满是明月清灰。 耳房传来经久不绝的花花水声。 南娇娇, 是她压抑的欲望。 不可谓外人道, 却又愈鹤南田, 野心滔天。 迟早, 要霸占她的, 她用冷水目过身, 斜着满身凉意回到大书房。 依旧在棋盘边坐了, 她随手翻开一本兵书。 三军可夺气, 将军可夺心。 事故朝气锐, 皱气垛, 木气龟, 夜风透窗, 胡乱翻书。 她的视线忽然落在小姑娘身上。 她的梨花白青纱如裙, 宽大却单薄, 长夜里穿着, 定然是极冷的。 肖家还没过门的小娇娘, 真是叫人操心呀。 她叹息着, 拿来一件厚实的玄黑断面斗篷, 仔细为她披好。 她翻过书页, 依旧专心致志地研读兵书。 黎明! 南宝一揉着眼睛醒来, 暗道, 她竟趴在棋盘上睡了一宿。 她摸了摸肩上的厚实斗篷。 抬眸, 全臣大人也正趴在棋岸上浅眠, 手边还放着一本兵书。 昨夜, 他们竟是用这般姿势睡的。 她低头望向指尖, 轻轻把扎好的芝麻叶蹭下来。 在小铜盆里进过手, 食指纤细白嫩, 指尖透着一点淡粉苏红, 美如弓笔画卷, 真如诗歌中所言, 一点愁宁鹦鹉会, 十分春上牡丹牙。 她很是满意。 余光瞧见青幼小展里, 还剩好些凤仙花枝。 她瞄了眼全臣大人, 忽然起了为她染指甲的性质。 她轻轻拿起小刷子, 仔细给萧依的指甲, 涂上单蔻色泽。 萧依弯了弯指节, 唇盼不动声色的琴起, 浅浅糊涂。 男保依兴奋地为她染红食指, 又做贼似地散开她的发迹。 她跪坐在她身后, 轻手轻脚地为她梳了一个松松垮垮的云记, 又特意摘下自己的小金书, 为她的云记精心装点。 她憋着笑, 取来一件牡丹红袖连纹大袖, 披在她的肩头。 侍女装点的全臣大人, 前世惊生, 只此一回啊。 她捂住嘴, 压抑着笑声, 在光可见人的竹席上笑得前仰后合。 笑到眼泪都要出来时, 萧依懒洋洋坐起身, 邪腻向她。 她挑了挑眉, 嗓音撩人。 好玩不? 男保依笑容僵住。 原来, 全臣大人早就醒了呀。 她善善, 点头也不是, 摇头也不是。 半晌, 她脸蛋红扑扑的, 生如文锐。 好玩的, 萧依轻身至她面前。 涂着单口的指尖, 轻轻托起少女白嫩的下颌。 她眉眼含笑, 那以后每天早上, 哥哥都给你挖呀。 除了扎辫子和涂指甲, 娇娇也可以玩玩别的地方。 别的地方, 是什么地方? 男保依狐依地瞅着她, 总觉得不是什么好话。 她羞懒的红了脸, 不敢再惹萧依, 乖乖道, 二哥哥, 我去耳房洗漱书妆了。 说完, 低头提起群居, 迈着小碎布, 离开大书房。 萧依依旧慵懒地盘膝而坐。 她随手取下云记上的小金书, 凑到鼻尖下清秀。 江碎涵摇着折扇从外面进来, 瞧见她云记风雅, 大袖烟红, 指尖甚至还染着单扣。 她面露惊悚。 莫非是萧家哥哥的双包妹妹? 萧依把小金书藏进怀里。 她唇角依旧擒着浅笑, 淡淡到, 男娇娇的小把戏。 江碎涵嫌弃, 都被打扮成这副模样, 还笑得出来。 而且刚刚这丝垂手绣纹小金书的姿态, 简直不要太痴迷。 果然, 恋爱会叫人堕落。 她正经训斥, 大清早就想入非非, 半点没有侯爷的正经。 萧依慢悠悠拆开云记, 又将烟红大秀丢到牧师上。 她漫不经心地审笑, 非非是谁。 本侯只想入娇娇。 想入, 娇娇。 这个男人, 太骚了。 萧依梳洗过后, 小花厅已经摆好早膳。 小春卷, 葱油饼, 虾圆, 扇丝羹, 牛肉面, 燕窝粥等等琳琅满目。 当然还有一大壶玉米汁。 南宝依抱着冰糖燕窝粥, 吃得十分欢快。 萧依脱腮, 这小姑娘仿佛很爱吃燕窝。 据她所知, 她的小厨房十二时辰都炖着燕窝, 随时供她食用。 她凑近了, 给哥哥尝尝味道。 南宝依叼着白瓷小勺。 她睁着水淋淋的丹凤眼, 看她扮上, 想了想, 从桌上的大瓷钟里咬了小半碗, 放在她面前, 吃吧。 她更想吃南娇娇碗里的燕窝粥。 她搅了搅小碗, 不情愿地尝了一勺。 甜烂甜烂的, 实在称不上哪里好吃, 还不如玉米汁呢。 为何喜欢吃燕窝? 她漫不经心地问。 倒也不是特别喜欢, 只是燕窝养盐, 凡是养盐的东西, 我都爱吃。 南宝依坦言, 长在巴蜀地区, 当然更喜欢吃辣的。 可是依女说, 辣椒吃多了, 对肌肤不好, 因此不敢多食。 萧毅择了声, 天底下, 再没有如她这般爱惜容貌的姑娘了。 江岁涵与她们同转时, 她晃了晃杯子里的玉米汁, 非常嫌弃。 萧家哥哥, 咱就不能不喝玉米汁吗? 我想喝热米酒。 天可怜见, 这几个月萧毅也不知中了什么邪。 朝文院酒窖里的美酒, 大半都换成了囤积的玉米, 说是公厨房随时榨汁。 天天玉米汁, 她都要喝吐了。 萧毅亲自给南宝依倒了一盅玉米汁。 她慢悠悠道, 娇娇爱喝, 本侯也爱喝。 大清早这么撒狗粮, 真的合适吗? 可是萧家哥哥, 我和沈依潮都不爱喝玉米汁。 寻常米酒就成。 她恳求, 娇娇还小, 正在长身体, 不适合闻酒味。 萧毅一口拒绝, 她又不是每天都来朝文院吃饭。 说不定哪天就来了, 得随时注意。 姜碎寒那个气啊! 她呼呼摇着折扇, 好想给萧毅两巴掌。 萧毅逆向她, 别扇了, 娇娇会染上风寒。 都出下了, 她扇个扇子, 南小五就能染上风寒。 她是只做的吗? 好气啊! 都气饱了, 早上吃不下去了。 南宝一温圣, 二哥哥, 我没有那么娇弱的。 我说有就有。 萧毅拿起她的小碗, 又替她成了一小碗燕窝。 姜碎寒药炉里还有好些血燕窝, 叫鱼味都拿去你屋里。 谢谢二哥哥。 乖。 来到嘞, 把这两人一起劈死吧。 南府被清定为皇商的事, 已经是板上钉钉。 祖母忙着与朝廷的人接洽, 二伯他们则忙着弄钱庄, 一时间南家人忙得连轴转, 竟也无人管束南宝一。 她整日赖在昭文院, 读书读累了, 就与萧毅下棋。 沈毅朝聋着宽秀坐在旁边, 好不容易等南宝一输了棋局, 想着也和自家表哥手谈两局, 却被无情拒绝。 萧毅说她忙。 可是她过会儿再来时, 嘴上说着忙的男人, 又在和南宝一下棋。 下棋就下棋呗, 还扫手弄姿的, 公孔却开屏似的, 简直叫人不齿。 她没法, 只好跪坐在南宝一身后, 时不时指点两句, 过过奇异。 今日无风, 烈阳灼热。 窗边垂落半扇青竹帘, 遮挡了大部分阳光。 书房地板上铺了编织竹席, 同府冰箭冒出凉丝丝的冷气, 令室内清凉舒爽。 西窗下, 萧毅正处理公务。 南宝一盘膝坐在她身后, 旁边矮岸上摆着白水晶大盏, 展里洒满碎冰, 冰镇着樱桃、西瓜、杨梅等水果。 芳香扑鼻,百吃不腻。 最难得的是, 还有新鲜荔枝, 是二伯父花重金从岭南运来的。 南宝一粘起一颗包皮荔枝, 边吃边看画本子。 看到可笑处, 她情不自禁地娇笑出声。 那笑声清脆悦耳, 令萧毅批月君策时, 不耐烦的心情都悄然好转。 她合上眷策, 抬手揉了揉眉心。 她转向身后的小姑娘, 在看什么, 笑成了这样。 画本子上说, 有位皇帝喜得皇子, 犒赏群臣。 一位官员不肯要犒赏, 称自己无功不受禄。 于是那位皇帝就说, 哈哈哈哈。 南宝一忍不住地垂桌大笑。 萧毅等她笑够了, 才耐心问道, 说什么? 她说, 哈哈哈哈。 南宝一大笑着捂着肚子, 根本讲不下去, 在地上滚成一团。 她终于又笑够了, 学着画本子里的人物, 一边抚摸不存在的长胡须, 一边唬着脸道, 爱卿这是什么话? 爱妃生皇子这种事, 当然是朕的功劳, 怎么能让你有功劳呢? 说完再也憋不住, 笑得在地面打滚。 萧毅勾了勾唇脚, 地上凉。 她把南宝一抱起来, 顺势将她揽进怀里。 她随手包了一颗荔枝喂给她, 甜不甜。 南宝一正正咬住荔枝。 她在她怀中仰起小脸, 丹凤眼清润如水。 全臣大人的手掌还伏在她的腰间。 夏日穿得薄, 她甚至能透过青纱, 感受到她手掌的粗力。 总觉得这般姿势似乎太过暧昧, 叫她的心慌慌乱跳, 萧毅对她的懵懂视而不见。 她从她的朱唇间捏起那颗荔枝, 淡然地放进口中。 很甜。 她称赞。 却不知究竟是在夸荔枝, 还是在夸别的什么。 南宝一脸颊红透, 慌忙垂下眼帘, 拿起一颗羊眉塞进嘴里做掩饰。 恰在这时, 沈一朝从外面进来了。 她盯着两人不悦皱眉, 青天白日的, 搂搂抱抱, 成河体统。 南宝一心虚低头, 紧忙挪到矮岸一侧跪坐。 萧毅碾了碾伏过她腰间的指腹, 淡淡道:" 你怎么来了? 今日陆续收到蜀郡三十二线的飞鹰传书, 咱们囤粮的仓库被人烧了。 沈一朝在萧毅对面跪坐, 将宽秀里的书信一封封掏出来。 所有粮仓, 无疑幸免。 米铺掌柜纷纷报关, 可是三十二线县令, 无疑受理。 书信堆满了矮岸。 黑纸白字, 字字气血, 触目惊心。 南宝一拿起几封观看, 白嫩小脸上的神情, 逐渐凝重。 蜀军大汉, 今年和明年都很关键, 弄不好就要饿瓢遍野。 粮食河水源乃是百姓生存的根本, 可是这么多粮仓被烧, 县令居然毫不作为, 真叫人心寒。 萧毅慢悠悠地包着荔枝。 前几日在金玉满堂, 那位万老板, 曾妄图联合蜀郡粮商, 让粮食涨价, 求到他头上, 却被他回绝。 想来, 这就是他们的报复了。 银银狗狗, 令人恶心。 他包出荔枝盒, 将荔枝肉喂进南宝一嘴里, 似笑非笑, 娇娇怎么看? 二哥哥怕是挡了某些人的财路, 他们才会出此下策。 南宝一沉生, 能在短时间内找到红老九的粮仓, 能叫三十二县县令, 同时监口不严。 除了蜀郡太守, 想来也没有旁人能办到了。 程家在蜀郡根深蒂固, 程太守门生众多, 三十二县县令为他马首是瞻, 可谓全是赫赫。 南宝一知道他得不配位, 但是却万万没料到, 他竟敢如此明目张胆的脸财, 甚至不顾百姓是怎样的水深火热。 那么多粮食啊, 全是二哥哥的心血, 竟就一把火给烧了。 钦差大臣还在这里呢? 他就不怕被拆穿罪行吗? 他揪住萧一的宽秀, 快要气哭了。 二哥哥,趁着九千岁还在这里, 咱们去揭发成太守的罪行。 没用的。 萧一包着荔枝, 姿态凉薄。 为何没用? 顾崇山是成王派系的人物, 程慧和薛定威却是中立派。 这次顾崇山前来蜀郡, 除了核查赈灾营失窃案, 领选皇商。 你以为, 他就没有别的目的。 蓝宝一正了正。 如今皇子成年, 皇位之争正在拉开序幕。 坐拥四十万大军的薛定威, 全亲蜀郡的成慧, 自然是成王想拉拢的对象。 所以, 顾崇山是来拉拢他们的。 顾崇山, 不会帮二哥哥, 他的心, 一点点沉了下去。 萧一又为了他一颗荔枝。 他轻笑, 小姑娘家家的, 整日待在生归读读诗书, 嗅嗅花鸟, 不开心吗? 何必总想着掺和这些大事? 有哥哥在, 不会叫我们娇娇被人欺负。 难保一没作声, 他趴到萧一的肩头, 将脸埋在他的颈窝里。 就是很委屈啊。 重生归来, 明明站着天时地利, 明明囤积了那么多米粮, 明明能救下几十万人, 却因为旁人的贪心。 而终究功愧一愧, 他虽是生归姑娘, 虽然财书学浅, 却也知道未卑未敢忘忧过。 那些人身居高位, 自幼饱读圣贤书, 为何就不知道呢? 温热的液体, 顺着青年的井窝滚落。 萧一神情冷峻, 南娇娇的泪水, 是世间最锋利的兵器。 轻而易举, 就令他心如刀割。 他温柔地轻抚过小姑娘的脑袋, 不会有事的, 哥哥向你保证, 整座蜀骏都不会有事。 三十二线县令枉为父母官, 那就杀了他们以谢天下。 成太守贪赃王法以权谋私, 那就将他的罪行招告天下。 我要我的故土, 和亲海燕, 盛世太平。 我要我的百姓, 丰衣足食, 安居乐业。 还要他的小娇娘, 千娇百妹, 如猪如宝。 青年的承诺, 质地有生。 南宝一是信他的。 他是全臣大人, 他说的话, 他都信。 南宝一娇气地还住他的脖梗, 赖在他怀中, 不肯出来。 沈亦朝默默拢着宽秀, 女人真是麻烦。 下八瓶的女人, 更是娇弱蠢笨。 不过, 念在这姑娘一枪赤子之心的份上, 倒是勉强可以给她提个一瓶, 评为第七瓶。 南府尚算宁静。 整座鼠郡, 随着无数粮仓被烧, 洪家米铺粮食受庆, 终于爆发出恐慌。 米铺接连涨价, 一日之内, 粮价翻了五倍不止。 各种耸人听闻的谣言散播开来, 令百姓们认为这次旱灾将一直持续到明年, 现在屯粮很有必要。 于是无数百姓走上街头, 拿出家中积蓄, 疯狂抢购米粮。 随着恐慌蔓延, 城镇秩序紊乱, 甚至有人不顾一切地去别家强抢米粮, 闹出更大的火端。 城镇之外强盗横行, 霸占河流湖泊, 叫村落百姓流离失所。 难民与日俱增。 太收服。 城镇端坐在书案后, 指尖站着唾沫, 漫条丝里的翻阅, 论语。 管家捧着几本账册进来, 笑道:"老爷, 万老板派人送账册来了, 乃是这半个月以来的入账记录, 请您过目。 城镇放下, 论语。 翻开账册, 不过短短半个月时间, 米铺所赚银钱, 竞抵得上去年三季。 百姓们还在疯抢米粮, 万老板每日只卖出一点点, 大部分粮食都还囤积在仓库, 只等入冬以后卖出, 捞他一大笔钱。 管家笑得合不拢嘴。 万老板还说, 老爷是世间最连接的太守, 犹如他的一世父母。 因此, 他特意拿出四成进账, 用来孝顺您。 四成, 城太守扣鸡书案, 笑容儒雅, 倒还算懂事。 萧毅那边, 情况如何? 老爷放心, 他的粮仓全被烧光了, 再加上外郡粮食, 同样涨价吃紧, 即使想运粮进来,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城太守笑容更盛, 感慨着翻开, 论语, 蜀郡赤地千里。 我身为太守, 真是担惊截律啊。 故崇山如何了? 西场督主暂居金玉满堂, 似乎不着急返回圣经城。 这段日子以来, 始终想面见薛大都督, 大约也是为了支持城王册封太子一事。 只是, 大都督始终没有见他。 烟奴罢了, 确实不值得大都督亲自招待。 城王打发这么个烟奴来谈合作事宜, 又没拿出像样的见面礼, 压根不把我等放在眼中。 他乐意在景观城待着, 那就让他继续待着吧。 管家笑着称是。 他从书房出来, 正逢侍女过来请, 说是夫人找他核对宫中之初。 来到后院花厅, 城夫人黄氏端坐在上, 正喝着杏仁茶。 南烟贵坐在地, 仔细为他捏腿, 俨然一副孝顺姿态。 听管家提起米铺大传, 黄氏笑得合不拢嘴。 他讥讽道, 都说南家会做生意。 我瞧着, 我们城府做起生意来, 也是不错的。 你说是不是啊? 南烟。 婆母说的是, 南烟温顺, 咱们城家到底是书香门第。 权贵世家, 素日里不屑经商罢了。 若真的经营起来, 区区南家又算得了什么? 这话算是说到黄氏心台里去了。 他轻摇团扇, 翻看账策时, 南烟又攻声道:"婆母, 依儿知道您一向厌恶男保一, 因此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场大戏, 想必很快就能上演。 大戏?" 是的, 大戏。 那我倒要拭目以待了。 黄氏倾笑着, 又翻了一页账策。 壮丝漫不惊心道:" 说起来, 老爷后院又有个姨娘要临盆了。 也不知这回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南烟神情威灵。 自打来到城家, 黄氏总借着他的手对付后院女子, 帮他故宠。 死在他手里的人命, 连大人带小孩, 已有七八条。 他垂下眼帘, 功声道:" 成家只有一位女主子, 那就是婆母。 成家也只有一位公子, 那就是成哥哥。 那个婴儿是没有福气来到世上的。 您放心, 黄氏很满意他的实相。 于是他放下账策, 亲手把他扶起来。 你这孩子, 总跪在地上做什么, 还不快起来。 若是跪坏的膝盖, 我和二郎都要心疼的。 多谢婆母体恤。 男爷小心翼翼地在圈椅上坐了, 轻轻揉着膝盖。 快要临盆的姨娘送给南宝一的童谣。 她正缺个小孩, 演绎童谣里的诱音呢。 这个时候, 想必夏明慧已经命人在蜀郡传唱那首童谣了。 她不禁弯起唇绊, 这一次, 她定然要南宝一死得很好看。 景观城是蜀郡最繁华的城池。 难民们不约而同地, 往景观城而来。 城外帐篷十里连营, 难民们脱家带口, 排队进入城中, 恳求城太守开仓放粮, 救济百姓, 开凿沟渠灌溉家园。 城太守却在城中贴满布告, 称, 粮食早已开仓放尽。 南家老夫人慈悲半生, 不忍心见那些孩子挨饿, 因此将南府的储备粮食放了出去, 每日在府门前失舟不善。 因为涌进来的难民太多, 所以每人每天只能领一碗粥, 一碗水, 两个馒头, 但好歹是能支撑一天的。 萧毅巡视军营回来时, 正是黄昏。 南府门前支着摊位, 她家那位小娇娘, 穿嫩黄如裙, 扎着小碎花头巾, 笑容甜甜地帮忙湿粥。 西光在她精致的发烧和眉眼上跳远, 她像是会发光的小仙女。 她骑在骏马上, 远远瞧着, 薄唇不自觉地弯起弧度。 而不远处楼阁之上, 南烟领着黄氏, 也正观看。 黄氏不悦。 南烟, 这就是你说的大戏。 近日南家的声誉都要上天了, 百姓人人称颂, 甚至还有人说她家比官府更可靠。 真是气杀人了。 这诗周不善, 究竟有什么可看的? 婆母, 您再稍微等等, 好戏马上就要开场。 南烟笑叶如花。 排队的难民之中, 几个中年男人远远对视, 暗暗点头。 其中一人敲了敲手里的童晚, 摇头晃脑地唱道, 邪虫女, 居锦城, 穿宝衣, 邪虫女, 饮鲜血, 吃幼鹰, 邪虫女, 天降灾, 赤千里, 随着她哼唱。 其他人对前后左右道, 这首童谣, 我曾在家乡听过。 我也听过, 总觉得像是在暗示什么。 说起来, 那位南家五姑娘, 名字里就有宝衣二字呢? 难道她就童谣里的是妖女? 是她引起的大汗? 也有老幼妇孺, 不肯相信。 南五姑娘可心善了, 我们家没有男丁, 都是靠着她, 悄悄舟寄清水和米粥, 才能活到现在。 我们家也是, 砰的一声响, 忽然有人恶狠狠砸碎此晚。 南家出了个妖女, 竟还好意思在这里假惺惺的世周不善。 说不定只有烧死她, 才能天降甘霖。 我要求烧死妖女, 为名除害。 队伍里的那几个男人, 纷纷阵臂高呼, 烧死妖女, 为名除害。 他们说的煞有其事。 原本怀疑的声音, 被彻底压了下去。 一些本就性格暴力的难民, 很快被煽动。 那首童谣在景观城以外传唱甚广。 他们或多或少都曾听过, 也觉得南宝一和童谣里的邪虫女相当吻合。 精致娇美的容颜, 成了妖女的象征。 施周不善的举动, 像是故意笼络人心。 自打旱灾发生以来, 他们连日所遭受的委屈和悲愤, 急需一个发泄口。 他们甚至根本不在意事实真相究竟如何。 他们群情激愤, 跟着砸碎饭碗, 振臂高呼, 烧死妖女, 为名除害。 烧死妖女, 为名除害。 呼声惊久不绝, 连绵成片, 震撼人心。 南宝一手里还端着馒头。 他正正看着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像是心油锁感般, 下意识抬头望向远处楼阁。 划窗后面, 南淫微笑着朝他汗手, 摇摇敬酒。 南宝一了然。 在多安宴时, 南淫和夏明慧没能杀他, 他就料定这两人还有后招。 没想到, 竟然是如此阴毒的后招。 难民化作暴民, 不顾一切地冲了过来。 好好的施州摊位被击垮, 处处都是打打抢的暴行。 管家及时带着仆役们护住南宝一, 才没叫他被暴民们殴打。 南宝一提着群居往府里走, 暴民却围住他们, 叫嚣着要把他烧死。 仆役们手持棍棒, 紧张对质。 邪虫女? 她是童谣里的邪虫女。 烧死她! 烧死她! 原来南家这些天失周不善, 只是惺惺作态。 真叫人恶心! 烧死她! 烧死她就能下雨了! 那些声音刺耳至极。 南宝一渐渐红了眼圈。 他双手死死捏着群居, 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自己重生归来行善积德, 竟有一天会被污蔑成邪虫女。 他们就这么容易被挑唆吗? 正难受时, 无数烂菜叶子朝她砸了过来。 甚至, 还残忍地夹杂着几块石头。 躲闪不及, 连忙抱着脑袋蹲在地上。 烂菜叶子落了满身。 石头砸在脑袋上, 好疼。 二哥哥, 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呢喃。 马蹄生起! 街向镜头, 削一面无表情的侧马来。 战马高高跃起, 吓得暴民们纷纷后退。 九尺末刀, 直接削掉了为首那几个中年男人的脑袋。 鞋洒满地, 四周顿时鸦雀无声。 萧毅勒住缰绳, 稳稳落在南宝依身边。 南娇娇, 他朝她伸出手。 南宝依满眼含泪, 缓缓扬起头。 那金像玉智的青年, 逆着西光横刀立马, 眉眼温柔。 二哥哥, 强忍的泪水, 再无顾忌地跌落。 青年横刀立马, 眉眼温柔。 曾说过, 有哥哥在, 不会叫我们娇娇被欺负。 他俯身, 将南宝依抱上骏马, 一骑绝尘而去。 南府门前, 管家趁着报名去追宵义, 连周鹏也顾不得了, 带着仆役逃进府底, 将朱七府门牢牢关紧。 南宝依的后脑勺被石头砸了。 他在马背上晕厥过去, 等醒来时, 瞧见自己睡在竹青色沙杖里。 他支撑着坐起身。 卷起帐漫, 触目所即是一间陌生的寝屋, 屋子里弥漫着轻烈的山水箱。 博谷架上古迹成堆, 墙面挂着几幅前巢字画。 窗盘书案横沉, 笔墨指焰极尽风雅。 他抬手, 摸了下后脑勺。 好大一个包。 嘶, 他倒吸一口凉气, 既疼痛又懊恼。 萧依端着燕窝粥从屋外进来。 醒了。 二哥哥, 这是什么地方? 我在青桥胡同的别院。 萧依在踏边坐了, 摇起一勺燕窝粥, 送到他唇边。 二哥哥的别院。 南宝依乖乖吃掉那勺燕窝粥, 单凤眼亮晶晶的, 贼头贼脑的往窗外窥望。 萧依搅了搅燕窝粥, 挑眉, 在看什么? 听说富家权贵的男子, 很喜欢在府外置办宅院, 安置外室。 偶尔过去住几晚, 享受红袖天香的乐趣, 就如同我爹爹那般。 南宝依拿小手帕遮住半张脸, 直露出爷鱼的双眼。 所以我想瞧瞧, 二哥哥的外事, 长什么模样? 萧依沉默。 他又为南宝依吃了几勺燕窝粥, 才冷淡道, 我没养外事。 见小姑娘将信将疑, 她含着脸补充, 鱼味和长心, 也并非我的通房。 我, 还算洁身自好。 她知道的, 小姑娘总以为鱼味和长心是她的通房。 但并不是这样。 今日这些话, 她早就想告诉她了。 南宝依歪了歪头。 全臣大人都十九岁了, 很多男子十九岁的时候, 崽子都生了一窝。 她这岂止是洁身自好, 简直是不敬女色呀。 想起她前世也是这般, 她不禁对她的取向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她小声试探。 啊, 食苦和食言呢? 萧依满脸嫌弃。 她谈了谈她白嫩的额头。 正色, 我只对女人感兴趣。 南宝依弯唇一笑, 没再多问, 只乖乖吃粥。 吃完燕窝粥, 她拿手帕擦了擦嘴角, 小脸上的神情郑重些许。 二哥哥, 那手童谣, 摆明了是冲我来的。 暴鸣被煽动, 也摆明了是想对付我。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幕后指使, 应该是南宝和夏明慧。 他们想要我死。 请屋安静。 夕阳透过细密竹帘, 在地板上透露菱形光益。 窗外传来缠鸣声。 萧依捶着眼帘, 漫不经心地把完猫眼视戒指。 南宝依按住他的手, 仰头道:"二哥哥, 这件事由我全权处理, 好不好?" 想杀南燕和夏明慧, 自然简单。 难的是, 如何澄清那首童谣, 是人为编造。 如何澄清他, 不是邪虫女。 萧依逆向他。 他摸了摸他后脑勺上的那个大包包, 玩耳, 本就蠢笨, 如今被石头砸到了脑袋, 怕是更蠢了。 你能搞得定? 嗯…… 南宝依使劲点头, 他同谋轻亮, 犹如星辰。 他曾千百倍地信他, 信他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 如今, 萧依也愿意抱之以同样的信任。 掌心的小金丝雀宝宝, 想要飞翔。 虽然飞翔的姿态蠢蠢蠢的, 但他怎忍心折断他的双翼, 叫他一辈子都窝在金丝笼里。 他叮嘱:"若是搞不定, 记得找哥哥帮你。 南宝依笑容甜甜, 乖巧硬好。 萧依见他谈发凌乱, 于是从怀里取出小金书, 可还要救他们。 南宝依沉默。 半赏, 他慢慢道:"以德报怨, 何以报道? 佛家讲究普渡众生, 我道门却只渡有缘人。 愿意信我的, 愿意信南家的, 我也愿意救他们于水火, 保他们平安度过这次灾难。 因为一首莫须有的童谣, 就不信我的, 视我为仇寇。 恨不能杀我而后快的人, 他们的生死, 又与我何干? 这个回答, 出乎萧依的预料。 他以为他的南娇娇, 仍旧想要救下所有百姓。 狠点好, 狠一点, 才能活得久一点。 他倾笑一声, 漫不经心地继续为他梳头。 二哥哥, 觉得我说错了吗? 没有。 我亦不是圣人, 没办法在听见他们对南娇娇恶言相向时, 依旧去救他们。 没办法在看见他们朝南娇娇扔烂菜叶时, 依旧去救他们。 粮食和水, 只应该用来救值得的人, 而不是人间渣子。 萧依把南宝依安顿在这里。 他要回南府向老夫人禀报情况, 因此孤身出了别院。 别院外, 无数重兵把守。 他跨上骏马, 冷淡吩咐, 守好这里。 若他有半点差池, 本侯要你们全部陪葬。 为首的食苦, 郑重拱手, 主子放心。 萧依瞥见他, 不禁想起南娇娇的问话。 那丫头, 居然怀疑他的取向。 他凶狠地横了食苦一眼, 策马朝南府而去。 他又招惹主子了。 别院请屋。 南宝衣踏上地板。 南燕和夏明慧, 将蜀军大汉的罪魁祸首, 安排到自己头上。 是为了借百姓的手, 置他于死地。 他明白, 自己这段时间都得住在二哥哥的别院, 暂时不能回家。 否则会给家里带来很大的麻烦。 如何破局呢? 寝屋角落指着一面铜镜。 镜中少女, 在昏迷时已经被梳洗干净。 他穿着的, 大约是全臣大人的白丝绸请衣, 看起来明显宽松许多。 丝绸坠感极好, 勾勒出拼拼鸟鸟的身段, 如同枝头嫩柳。 少女粘起兰花纸, 指尖单扣深深浅浅, 浓艳入骨。 邪虫女, 居锦城, 穿宝衣, 她回味着那句铜鸟, 白嫩干净的小脸上流露出一抹讥笑。 南燕这一招, 很漂亮。 可是, 她并不是砧板上的鱼肉, 任由她随意宰割。 因为, 她是天底下, 唯一知道蜀郡何时若雨的人。 这一场博弈, 她不仅要拆穿童谣自证清白, 她还要把夏家和成家都脱下水。 少女眉眼浓艳, 泥南续语, 蜀郡大汉, 太守失德。 太守之位, 也该换个人做了。 萧一回来时, 天色已经暗了。 她进寝屋, 南宝一端坐在书案后, 正翻看她的手机。 她换道, 南娇娇, 给你带了好吃的。 好吃的? 南宝一抬眸。 全臣大人手里, 居然拎着一盒凉皮。 是城南的刘继凉皮。 她合上手机, 欢欢喜喜地走过来。 他们家的凉皮很难买到的, 二哥哥排了好长的对吧。 她捧着凉皮, 坐到矮暗后, 迫不及待地打开。 凉皮雪白, 淋上麻酱, 辣油, 香醋等佐料, 再加上黄瓜丝, 小豆芽, 花生等小菜, 一口下去, 皮滑鲜嫩, 鲜辣爽口, 最适合夏天吃。 取出竹筷, 她吃得很香。 萧毅看着她, 她大约饿极了, 一盒凉皮, 片刻功夫就吃得干干净净, 连一颗花生米都没剩下。 她在她身边盘膝而坐, 顺势揽住她的细腰, 隔着寝衣, 温柔地摸了摸她的小肚子, 吃饱没。 可要哥哥再喂你一些。 南宝一浑身一僵, 她被全臣大人摸肚子了。 而且, 怎么感觉她的问话怪怪的。 她倾咳一声, 害羞地离她远些, 差不多吃饱了。 萧毅拿手帕, 替她擦了擦嘴角的腊油。 我与祖母说好了, 童谣这件事, 由我全权负责, 让他们只管继续经营 赎井和钱庄生意。 所以这段时间, 只能委屈你住在我的别院。 南宝一端起茶盏, 低头抿了小口。 她轻声道, 我知道了。 萧毅又道, 我安排了鱼卫和长鑫 收拾你的日常用具。 等夜再深陷, 他们会过来照顾你。 你的护院未见难, 也会过来保护你。 鱼卫和长鑫的功夫都很不错, 在危急情况下, 比荷叶要有用得多。 南宝一小脸郑重, 我都明白。 二哥哥, 若有机会, 烦请你转告祖母, 请他务必照顾好身体, 不要为我伤心难过。 今夜无风, 竹帘高卷, 月色清润。 南宝一躺在青竹杖中, 辗转难眠。 角落的低漏, 已过紫时了。 他悄悄卷起一脚帐帘。 屋里点着一盏仰角灯, 全臣大人坐在书案后处理帐策和军务, 眉目冷峻如水。 他知道, 他一直在和薛定威征蜀郡军权。 稍有差池便是万劫不复。 蜀郡大汉, 耽误了他太多精力。 他本不该麻烦他的。 他看着他靠坐在椅背上, 抬手揉捏眉心的疲惫模样, 眼中不禁多了一抹心疼。 叶更深了。 他依旧靠在一背上, 合着眼睛, 睫毛在面颊上投落扇性阴影, 犹如无法驱散的阴霾。 南宝依亲手亲脚地爬起来, 抱起一床宝毯, 小心翼翼走到他身边。 他体贴地为他盖上宝毯。 正要回去睡觉, 却被人从背后捏住手腕。 萧依熟忍地把他抱进怀里。 是跨坐在他腰间的姿态。 他埋手在他的颈窝, 身锈着他自带的那股芙蓉甜香, 一整天的疲倦似乎因此消解不少。 二哥哥。 南宝依连呼吸都小心翼翼。 娇娇乖, 让我抱抱, 青年声音沙哑。 仰角灯里的蜡烛逐渐燃静, 满是清灰, 幽静安宁。 南宝依将着身体, 听见萧依的呼吸渐渐云静平稳, 以为他睡着了。 他仰起头, 他的面庞隐在阴影之中, 骨相完美, 毅力英俊, 睫毛很长, 眼尾外翘, 幽如妙笔勾勒的贵公子。 可眼下却藏着疲惫, 连眉宇都是皱起的样子, 显然睡得并不安稳。 他伸出小手, 试探着抚平他拧起的双眉, 指尖触及到他的薄唇, 极温凉, 极性感。 世上, 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唇呢? 南宝依眨了眨眼, 他连大气都不敢出, 鬼使神差的, 蜻蜓点水般清了清他的唇角。 他眼住小嘴, 心跳如雷。 见萧依没有反应, 他又大着胆子去摸他的喉结。 这个东西, 他是没有的。 他很早以前, 就想摸一摸了。 可指尖刚碰上去, 就被捏住了手腕。 他惊恐抬眸, 全臣大人不知几时醒的, 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他低声, 娇娇乖, 有些东西, 暂时还不能碰。 南宝依的脑袋, 炸了。 他连忙缩回手, 不自然地别过小脸, 我没想做什么呀, 没想摸你的。 你这孩子, 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啊。 白嫩的脸蛋和耳垂, 早已阴开胭脂红。 眼神躲闪, 铜珠清润似水。 萧依抿着浅笑。 小姑娘太害羞, 连话都不会说了。 他把她放下来, 去睡吧。 南宝依头也不回, 鞍唇似的飞快钻进床杖, 拉起被褥, 把自己遮挡得严严实实。 萧依注视着杀杖。 半晌, 他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角。 小姑娘凑上来轻的那一下, 实在太甜了。 若非实在快要憋不住, 他其实是不愿意阻止她继续的。 他起身去了隔壁耳房。 沐了两颗中的冷水, 他躺在耳房的软榻上。 软榻边是一架牧师, 搭着晾晒的衣物, 全是南娇娇今日换洗的。 他随手扯过一件芙蓉色的小兜, 绣了一口, 随意盖在自己脸上。 花香沁人。 他在清幽月光中竖着日子。 南府的小娇娘, 还有一年零七个月才急急啊。 好想娶她, 被她惦记的少女, 仍旧躲在帐中。 他掰着手指头, 按道全臣大人, 必定是没有察觉她, 偷偷倾她。 否则, 他肯定会质问她的。 这么自我安慰了两颗钟, 他又想起萧义疲惫的模样。 他想帮她。 程太守是薛都督的左膀右臂。 如果能把程太守拖下水, 薛都督等同被斩断臂膀, 与二哥哥有力。 只是得让朝廷站在二哥哥这边, 而能代表朝廷的, 唯有顾崇山。 她得把顾崇山, 拉到二哥哥的阵营里来。 可是一想起前世这两人, 曾斗得你死我活。 她不禁拉起被褥, 无力地蒙住脑袋。 让顾崇山和萧义合作, 简直比村多积压沟通还要困难。 次日, 萧义去军营了。 南宝一书西打扮妥当, 带着余卫和长星, 打算乘马车去御楼春。 有些事情, 她得向韩燕良求证一下。 实苦起初是拒绝的。 可是南宝一阵阵有词, 二哥哥只吩咐不许别人进来, 却没说我不能出去, 又不是关押犯人。 难道我连自由都没有吗? 更何况, 我坐在马车里, 那些暴民看不见我的。 实苦一想, 倒也是。 可她到底害怕南宝一出事, 于是在未见南清自驾车, 余卫和长星陪伴再次的情况下, 仍旧谨慎地带领一只暗卫, 悄悄跟在马车后面, 一同往御楼春而去。 夏日炎热。 因为缺水的缘故, 很多店铺关了门, 昔日繁华的长街十分冷清。 马车经过芙蓉街, 前方传来闹哄哄的声音。 南宝一透过竹帘间隙, 瞧见无数暴民围着南府绸断桩, 正朝紧闭的大门投掷烂菜叶子和臭鸡蛋, 叫嚣着要南家人把它交出来。 她默然, 想来我家中其他扑面, 也都遭到了他们的恶意谩骂和围堵吧。 恐怕就连我家也是如此。 她轻声, 是我不好, 连累了祖母他们。 鱼卫轻轻扶住她的细肩。 她温生, 家之所以为家, 乃是因为亲人们无条件互相包容的缘故。 老夫人她们爱着宝衣姑娘, 愿意因为你而承受这一切。 能叫她们伤心的并非是恶徒和暴民, 而是您的委屈和眼泪。 她轻声细语, 像是温柔的大姐姐。 南宝一感激一笑。 马车徐徐从暴民们身后驶过。 南宝一放在膝上的双手, 紧紧握成了拳头。 祖母, 再等等吧。 再给孙女儿两个月时间, 孙女儿不仅要澄清谣言, 还要欺负过咱们的成太守一家, 彻底完蛋。 马车停在了御楼村后门。 南宝一带上青纱蜜梨, 连步款款地踏进楼上雅居。 雅居里, 朱连青夜。 同府兵舰散发出丝丝冷意, 弥漫在房中的花果香, 沁人心脾。 南宝一正要挑开朱连, 巴善香秀屏风后, 传出少女娇媚的倾笑。 笔墨指宴都已准备齐全, 烦请小狼君落笔提字。 小狼君? 南宝一危症? 沈一朝也在这里。 他来干什么? 他信不踏进屏风后, 韩老板话音戛然而止。 矮暗横沉, 沈一朝白衣胜雪, 正惊危坐, 正提笔铁墨。 寒烟梁红群夜地, 柔弱无骨地倚靠在他肩头, 一手拖着细烟管, 涂着鲜红丹寇的指尖不经意地服侍过他的脸颊。 他仰起头, 红唇微起, 朝他吐出烟圈。 暧昧至极。 长心微微俯首, 在南宝一耳盼低语。 小姐, 小孩子不宜看哦。 南宝一默默红了脸。 寒烟梁挑起媚眼, 南姑娘来得真不是时候。 南宝一不好意思地咳嗽一声, 来找你问些事。 他这儿巴筋地踏进来, 在矮暗后落座。 他摘下秘笠, 沈公子今日怎么来了? 这是在写什么? 沈一朝面无表情。 他昨日收到韩炎梁的帖子, 喊他来御楼春玩。 他内心是拒绝的。 那种不正经的地方, 有什么可玩的? 但是他觉得, 韩炎梁毕竟是个弱女子, 也许有什么地方需要他帮助也未可知。 于是他抱着关爱失足少女的心态, 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了御楼春。 结果, 韩炎梁喊他来, 居然是让他提鞋扁额。 他眸色清冷, 府中无趣, 外出逛街, 偶然路过, 近来散心, 不要多想。 你逛个街, 打扮得倒是精致, 难保一嘀咕。 这深井袍崭新崭新的, 怕是第一回穿嘛。 咦, 连里面的衬袍都是新的。 头发是金尘洗的, 似乎还仔细熏了香。 还佩戴了贵重的白玉发簪和文龙玉佩。 沈公子, 你可真是讲究啊。 沈一朝, 他不说话, 会被人当成哑巴吗? 往他前阵子才把他的品级提到第七品, 这般不会说话, 应该降到第九品才是。 难保一一转向韩燕良, 韩老板可否借一步说话? 借一步? 韩燕良挑眉。 他逆向沈一朝。 他从层层叠叠的沙群里伸出赤着的狱卒。 狱卒秃了精致的单扣, 轻挑地点了点沈一朝的腿。 沈一朝身形一僵。 韩燕良的狱卒沿着沈一朝的腿一路往上, 却又很快戛然而止。 他吐出一口烟圈, 暧昧地朝他摇耳朵。 小狼卒, 你乖乖待在这里, 等姐姐回来陪你玩啊。 说完, 故意扯了扯如群领口, 风情万种地去了内室。 沈一朝紧紧捏着毛笔, 一行笛血, 零零离离地滴落到宣纸上。 他用手帕捂住鼻尖, 头一回舍弃光风季月, 暗暗骂了巨娘。 那是。 韩燕良慢条丝里的抽着烟, 找我坐身。 外面忙着呢。 你还记得夏家吗? 还有那个夏琴琴。 记得。 夏琴琴是夏明慧的表妹, 她入狱是因为措手杀了她父亲。 后来在监狱里。 不知怎么就死了。 照理来说, 我与她的死毫不相关, 夏明慧不该如此恨我。 甚至动用家族力量, 在蜀郡散播那首童谣。 你的意思是, 有人在借夏明慧的手, 害你。 是。 难保一坦言, 我要你替我查明夏琴琴的死因。 明白。 另外, 难保一已在窗盘, 垂手望了眼等在楼下的卫健男和食苦等人。 她随手放下卷竹帘, 压低声音。 我要见顾重山。 寒烟两条的挑眉。 她提醒, 顾重山, 不是扇贝。 难保一抿了抿唇半, 丹凤眼中透着暗芒。 她当然知道顾重山不是扇贝。 她前世就深刻地领教过了。 可是有些事, 必须由顾重山来做。 我要见她。 她斩钉截铁。 既然南老板非要见她, 我也只好成全。 寒烟梁青笑, 杨柳。 两刻钟后, 穿着嫩柳如裙的少女, 缓缓走出内室。 她温声, 回青桥胡同马。 鱼卫和长心跟着离去。 那是, 南保一坐在小榻上, 丹凤眼藏满惊叹。 寒老板, 你的手下可真是人才被出啊。 杨柳瞧着奇貌不扬的, 没想到一手易容术如此出神入化。 在戏楼里当的婢女, 简直屈才。 寒烟梁慢悠悠吐出烟圈。 她道, 让杨柳假扮你回青桥胡同, 就不怕被靖西猴发现。 容貌一样, 只要少说话, 少接触, 哪那么容易被发现。 南保一不以为然地吃起甜瓜, 更何况, 只要支走鱼卫他们, 我就能去见顾重山, 我的目的已经达成。 寒烟梁不置可否。 她又抽了一会儿烟, 淡淡道, 你要以蜀骏为棋盘, 下一手大棋。 我敬重你这份胆破, 但凡有所求。 南老板只管开口。 南保一微微一笑。 顾重山的人, 包下了整座金玉满堂。 南保一来到楼下, 得知对方肯见他, 于是带着青沙秘离, 从后门进去。 有小太监, 领着, 登上高楼哑坐。 暗紫色滑胀低垂。 那个英智的男人, 聚坐在矮岸后, 正摆弄酒水。 空气里弥漫着冷香, 是南保一前世熟悉的味道。 背后的格扇, 被小太监小心翼翼地眼上。 雅座里的光线, 顿时暗了下来, 令人倍感压抑。 南保一上前, 款款行了一礼, 九千岁万福。 顾重山未曾抬起眼皮, 只漠然地清秀酒香, 过来。 南保一不卑不亢地走到他面前。 隔着矮岸, 他跪坐下来, 抬手针灸。 混合了数种酒水的酒叶, 又烈又辣。 他知道, 顾重山就爱饮用这种酒。 顾重山垂眸, 盯着他的双手。 少女的手细白娇嫩, 指尖单扣浓艳明媚, 趁着天壁骰酒盏。 很美。 南保一条好酒叶, 恭敬的双手端起, 请九千岁饮用。 顾重山没有接。 戴着暗金色假套的修长手指, 漫不经心地捏住他的下颌。 他左右看了看, 原以为童谣里的邪虫女, 必定生了富国色天香, 霍乱苍生的容貌。 今日看来, 全然只是个没长开的小丫头。 小丫头, 你来见本都主。 所为何事? 南保一放下酒盏。 她脊背挺直, 声音清脆, 听闻九千岁屡次面见薛都督未过。 是。 小女以为, 乃是因为九千岁没拿出令薛都督心动的礼物。 因此, 她才不肯见你。 所以, 小女不才, 愿作为九千岁的礼物, 敬献给薛都督。 顾重山盯着她。 这丫头的眼睛, 弯如月牙, 甜得很。 她淡淡道, 薛定威与萧毅是死敌, 你又是萧毅的掌中交。 若是本都主把你送给薛定威, 萧毅可就要, 被她拿捏了。 你忍心? 不忍心, 因此特意面见九千岁。 百姓都知道, 我南保一世属郡的祸害, 即使薛定威得到我, 也只会, 将我移交佛寺, 由佛寺处置。 可我家二哥哥, 必定不会眼睁睁看我去死。 那场冲突, 我希望九千岁看到。 为何? 因为二哥哥, 一定会当场把薛定威踩在脚底下。 九千岁来蜀郡, 是为了替成王拉拢支持者。 与其找薛定威这个手下败将, 何不直接找我二哥哥? 佛寺之争, 九千岁将会看到我二哥哥真正的失灵。 薛定威手中, 有四十万兵权。 而萧毅, 只有区区十二万。 暂时, 十二万。 顾重山盯着少女。 她希望她, 站在萧毅这边, 她想借朝廷的手, 对付薛定威和成慧。 小丫头, 心机很重。 她转了转天青色九斩, 默然评价。 未经世事的小牛犊, 都以为自己干得过老虎。 可是, 当她被撕成碎块吞吃入腹时, 才会知道, 石草的, 终究干不过石肉的。 难保一婉儿一笑, 九千岁, 我是石草的, 但我二哥哥是石肉的。 她的双眼亮晶晶的, 盛满了对萧毅的信任。 与其说是妹妹如木兄长。 不如说更像是秦人。 顾崇山把玩着九斩, 来了兴致, 本赌主与你打个赌。 什么赌? 佛四之争, 若萧毅赢了。 那么我将代表成王和朝廷, 亲力支持他争取蜀中兵权。 甚至, 我还可以治太守成慧的罪。 难保一点点头, 我跟你赌。 你就不问问。 若他输了, 又该付出怎样的代价? 他不会输。 顾崇山捏着九斩的指尖, 微微收紧。 他再次正视南宝一。 良久, 他微笑。 若他输了, 我要你侍奉本都主。 南宝一毫不迟疑, 一言为定。 顾崇山亲自争了一盏酒。 南宝一接过他递来的酒盏, 与他对碰后, 毫不犹豫地一饮而尽。 顾崇山朝亚作外面走, 来人, 背马车去镇南寺。 再派人转告薛定威, 本都主已经情获妖女, 请他前往镇南寺发落。 南宝一坐在账漫的阴影之中。 顾崇山此人虽然音质很辣, 但却比任何人都要言而有信。 与他对赌, 他并不害怕他反悔。 这场佛寺之争, 他要成家名声敬毁, 失去官位。 他要澄清谣言, 立下功勋, 成为朝廷册封的县主甚至郡主。 他要二哥哥被朝廷弃重, 至少在这件事后, 能与薛定威平起平坐。 指尖敲了敲杯盏, 他起身跟上顾崇山。 另一边, 杨柳易容成南宝一, 乘坐马车回了青桥别院。 他生怕暴露身份, 因此不许余味和长心伺候, 纠结得反复躲步。 南老板叫他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可是静熙猴那么厉害, 他真的不会被发现吗? 黄昏时分, 别院外传来马蹄声。 没过多久, 小义推门进。 他提着食盒, 给你带了碗扇, 是辣炒和鲜和冰糖燕窝。 杨柳早在听见马蹄声时, 就嗖的一下躲进了青竹杖。 他拿手帕捂住嘴, 嗲着嗓子道, 二哥哥, 奴家今日染了风寒, 不方便见您, 您把膳食放在桌上就好了。 染了风寒? 奴家? 小义眉间微醋, 他朝床榻走来, 正要伸手揭开账漫, 杨柳急忙大吼, 不许动。 吼完, 又连忙嗲起嗓子。 哦, 奴家的意思是, 好害怕把病气过给您, 您快走吧, 莫要妨碍奴家养病。 小义脸色不大好看, 不等杨柳阻止。 他直接掀开账漫, 账中的姑娘小脸惊恐苍白。 萧姨摸了摸, 伸手去摸她的额头, 发烧了? 没有! 杨柳紧张地避开她的手, 没有就过来用碗扇。 萧姨走向矮岸, 她的声音里透着不容智慧的威严, 令杨柳心间发颤。 真不知道男老板, 平日里是怎么和这种男人相处的, 随意一个眼神都那么吓人, 总觉得会随时挨揍啊。 杨柳磨磨蹭蹭地在矮岸前坐了。 她盯着岸上的两样食物, 毫不迟疑地端起辣炒和鲜拌饭。 萧姨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这姑娘大快朵頤, 吃得稀溜稀溜的, 八辈子没吃过好东西似的。 在她辣得拿小手帕醒鼻涕时, 她淡淡道:"你是谁?" 杨柳瞪大眼睛, 流出来的鼻涕一下子吸回去了。 萧姨虽然没有表情, 但凤眼里的嫌弃犹如排山倒海, 滔滔不绝。 她拂袖后退, 像是生怕染上脏污。 南娇娇虽然爱吃辣, 但更爱能滋养熔岩的冰糖燕窝。 吃东西时的姿态优雅讲究, 端方得体。 所以, 你是谁? 杨柳委屈。 她以为她好歹能撑得四五天, 没想到还不到半刻钟, 就被靖西猴拆穿了身份。 她微微懦懦了半声, 萧姨不耐烦。 食言。 食言对易容术颇有心得。 她将特殊药水倒在手帕上, 递给杨柳。 提醒道, 我家主子不喜别人顶着宝衣姑娘的容貌, 烦请你先擦洗干净。 杨柳用手帕擦干净脸, 恢复了本来容貌。 她恭恭敬敬地跪坐在地, 把事情原委讲述了一遍。 她斗胆看向萧姨。 名女临走前, 南老板曾有过交代。 若是被您发现了身份, 就让奴婢转告您。 她有信心全身而退, 请您暂时不要插手。 萧姨面色冷峻。 南娇叫一个小姑娘跑去见顾虫山, 哪儿来的信心全身而退。 虽然答应过她, 童谣的是交给她自己解决, 可她终究还是不放心。 她大步朝院外而去, 背马去金玉满堂。 杨柳目送一大波暗卫, 哗啦啦地跟着涌出别院。 她咋咋嘴, 津津有味地继续吃和鲜。 靖西侯真是很不放心男老板啊。 像急了爹爹第一次放闺女出去, 和未婚夫踏青郊游, 得在背地里随时跟着盯着, 心里才踏实的样子。 萧一策马去金玉满堂时, 顾虫山的马车已经驶出了景观城。 马车沿小路, 行驶了半个多时辰, 终于停在山脚。 南宝一仰头望去, 镇南寺处立在山腰之上, 绿瓦黄墙, 古朴端言。 寺庙里传来敲钟声, 惊飞了山林里的大片鸟雀, 更显静谧安详。 这就是镇南寺。 她挑了挑眉。 蜀郡最有名的寺庙, 祖母从前经常来礼佛, 捐赠的香火前少说也有十万两雪花文银。 因为蜀郡大汉的缘故, 此时不少百姓前来求佛。 他们沿着蜿蜒的青石台阶, 有的三不一叩手, 有的一不一叩手, 姿态和神情极尽虔诚。 顾虫山面无表情地, 踏上青石台阶。 南宝一戴着面纱跟在后面, 好奇道:"九千岁。 您信佛吗?" 顾虫山并不搭理他。 挂在脖梗间的两百颗黑檀木珠, 随着他的脚步发出轻微的碰撞声, 是很不在意的姿态。 南宝一抿了抿小嘴。 是他想太多。 杀人如麻的顾虫山, 又怎么会信佛呢? 终于踏上九百九十九级台阶, 南宝一类的气喘吁吁。 这死太监压根就不懂怜香西域, 中间他几度要求停下来休息, 可他头也不回地往前走, 仿佛后面有鬼在碾似的。 他掏出小手帕, 铺在青石台阶上,香焊淋漓地坐了下去。 故崇山副手而立,仰头注视着山门。 信又如何?不信又如何? 他生来是魔,放下屠刀亦无法成佛。 于他而言,放下屠刀的下场是死路一条。 就算是佛陀,也渡不了他。 他瞥向南宝一。 小丫头娇气, 坐之前还要先垫一块小手帕。 他抬脚踢了踢她, 起来进山门了。 南宝一不悦地拍了拍群鞠, 替脏了小沙迷出来接待。 他领着故崇山等人绕过大雄宝殿, 踏进一座幽静空旷的禅院。 南宝一走到禅院中间时, 四周涌出无数手持棍棒的武僧, 面容肃穆, 不约而同地包围了他。 真真是对待妖女的态度。 武僧们让开一条路。 穿着袈裟的主持, 面容寡淡清冷, 双手合十念了句阿弥陀佛。 他道:"有劳都主, 亲自将邪宠女送至镇南寺。 督主救了蜀郡, 救了千千万万个百姓。 如此大功德, 百年之后, 定能前往西方极乐世界。 南宝一轻轻审笑:"佛门有言, 愿慈悲为怀, 普度众生, 人人都可前往西方极乐世界。 怎么听方丈言辞, 又仿佛需要立下大功德, 才能前往西方极乐世界呢? 难道没有功德的人, 就得下地狱? 方丈掀起眼皮, 看他眼。 少女不过斗寇之年, 生得粉雕欲拙, 娇美金贵。 如丝干净, 与童谣里的邪虫女相去甚远。 不过, 她眸中略过冷意, 沉生, 邪虫或是, 好伤心。 好一张伶牙利嘴。 来人, 把她关进塔四监牢。 两名武僧, 立刻站到南宝一身后。 南宝一望向顾崇山, 赌约已定, 凡请九千岁, 拭目以待。 说完, 沉浸地前往塔四监牢。 顾崇山目送她远去, 唇角弯起一抹凉薄。 她从不幸世间有情。 萧毅虔诚锦秀, 不可能为了她, 对上薛定威和镇南寺, 对上蜀郡千千万万个百姓。 这小丫头, 怕是要玩拖了。 所谓的塔四监牢, 只是镇南四的地窖。 平日里是犯错僧人面壁撕过的地方, 陈设简陋却干净, 墙壁上刻满了各种梵文, 大约都是佛家经书。 牢门被锁上。 墙壁上挂着很多盏油灯, 因此, 地窖里相当敞亮。 南宝一不慌不忙地溜大了一圈。 瞧见桌上有红漆木鱼, 顿时起了顽心。 她学着小僧迷的样子, 在芦苇编织的垫子上盘膝而坐。 神神叨叨地敲起木鱼, 一边敲, 一边念念有词。 那摩阿弥陀佛, 那摩阿弥陀佛。 念了几句, 外面传来动静。 那位主持方丈, 领着顾重山和薛定威进来了。 薛定威端着烟馆, 虽然年过四旬, 却依旧如雅英俊。 她站在牢门外, 打量南宝一片刻。 笑道, 能从萧一手上擒获南宝一, 九千岁果然有本事。 知道薛都督对萧一不满, 因此特意抓来她的妹妹笑敬您。 只要南宝一的命捏在您手里, 萧一还不是任由您发落。 顾重山轻言慢语, 虽是太监奴才出身, 但她的姿态不卑不亢, 犹如木袖于林。 薛定威笑了两声, 男家小女, 姿容甚美。 只是我心中已有良人, 对她毫无兴致。 若是九千岁喜欢, 不如趁她还活着, 好好享用。 听说你们烟奴虽然不能人道, 但自有别的法子快活。 顾重山的脸, 引在阴影里。 扮赏, 她一贯低雅的尾音微微上扬, 像是为得到赏赐而高兴, 谢大嘟嘟赏。 不打扰九千岁快活, 玩得尽兴险。 薛定威抽着烟, 转身离开了地窖。 顾重山在铁栅栏外落座。 她摆弄着黑檀木珠, 逆向南宝一。 害怕吗? 南宝一眨了眨丹凤眼。 怕倒是不怕的。 前世她在顾重山身边待了那么久, 她都没有做出格的事。 而且她知道, 顾重山的对时是刘花夫人。 圣经城里, 那位艳明、远波的大美人。 可是面对顾重山的问话, 她还是乖巧地点点头。 怕的, 别提有多怕了。 顾重山赤笑。 小丫头的态度太过敷衍, 压根儿是毫不畏惧的姿态。 她单手之仪, 一颗一颗地撵着黑檀木珠, 微微合上眼帘。 地窖陷入诡异的寂静。 南宝一抱着木鱼, 看了她片刻, 因为无所事事, 又重新敲起木鱼。 她不会被佛经, 但是背过老子的道德经。 她一边敲木鱼, 一边念叨。 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 闭嘴。 哦…… 不知过了多久, 顾重山似乎终于呆够了, 面无表情地拂袖离去。 南宝一轻轻淤出一口气。 顾重山走后没多久, 小沙迷又领着人进来。 南宝一望去, 来人居然是南烟和夏明慧。 南烟站在铁栅栏外, 温生, 我在府里绣花。 听说童谣里的邪虫女, 被九千岁带到, 还送来镇南寺化解灾厄。 因此, 特意赶来观看。 妹妹瞧着心地善良, 没想到, 竟然是或是邪虫, 真叫姐姐伤心。 南宝一懒得搭理她。 她坐在小方桌旁, 自在地翻开一页书。 南烟皱了皱眉。 南宝一都被逮起来了, 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她微笑。 夏姐姐, 我听寺里和尚议论, 打算对这个邪虫念诵七七四十九天佛经, 再将它当众烧死, 以谢天下。 烧死可是很疼的。 夏明慧壮似吃惊的捂住小嘴, 南姑娘细皮嫩肉的, 可怎么受得了? 是啊, 还是放在山脚, 在全郡百姓的围观下, 被活活烧死呢。 纵便是靖西侯, 到时候也就不了她。 毕竟, 又有哪个男人愿意, 为了区区红颜祸水, 得罪鸣心呢? 爷儿, 到时候, 咱俩定要抢个好位置, 细细欣赏。 两人议论着, 忍不住哥哥娇笑。 南宝一蹭了蹭鼻尖。 天还没黑呢? 这两人做哪门子吗? 她端起茶壶, 走到铁栅栏后, 很好笑。 不等他们回答, 她直接将温热的茶水, 泼到他们脸上。 南烟和夏明慧惊呆了。 茶叶黏在发际和脸上, 茶水滴滴答答地顺着衣巾滚落, 十分狼狈。 南宝一骂道:"我可是或是邪虫, 你俩没事儿少在我面前晃呀。 否则下次, 泼到你们身上的, 就是黑狗血了。 成日吃饱了撑的, 到处使坏心眼, 就不怕报应吗?" 两人难堪地擦去茶水和茶叶。 夏明慧沉声:"你也只能得意这一个多月了。 南宝一, 我等着, 看你被烧死, 等着用你的骄尸, 告慰清清在天之灵。 他冷着脸拂袖离去。 南宴盯着南宝一, 凉酒之后, 忽然眉眼温柔。 镇南寺不比南府, 没人陪娇娇玩耍。 娇娇寂寞吗? 还行。 娇娇放心, 姐姐与别人不一样, 姐姐定然会待在镇南寺一直陪着你, 直到亲眼看着你, 被活活烧死。 你愿意待在这里, 那就待着呗。 南宝一坐回去, 随手翻开佛经, 若实在闲得慌, 可以每日给我送些好酒好菜, 我怕寺庙里的斋饭, 我吃不惯。 南宴顿了顿, 他眉头紧锁, 厌恨地盯着这个姑娘。 南宝一他到底知不知道, 他是来干什么的? 他以为他是来礼佛的吗? 居然还嫌弃上斋饭了, 不见棺材不落泪。 他讥讽地骂了一句, 扬长而去。 南宝一挑了挑眉, 又翻了一页佛经, 是不在意的姿态。 天色渐渐晚了, 好在镇南寺的待遇倒是不错的, 大旱的天居然还有热水沐身。 南宝一梳洗干净, 打了喝歉, 安安稳稳地躺在小榻上。 睡得迷迷糊糊时, 却听见一阵开锁声。 他睁开眼, 穿着黑色夜行衣的青年闪身而入, 娇娇。 程德宇? 他惊讶。 是我。 程德宇扯下蒙面不惊, 我知道你不是邪宠女。 那首童谣是夏明慧陷害你的手段, 所以特意来带你离开。 游灯暗淡。 他凝视着小榻上的姑娘。 他才豆蔻年华, 却触落得白嫩娇美, 极尽精致。 周身有股娇憨干净的气质, 掺杂着浅浅书香, 是千娇万宠才能培养出来的龟秀气质。 与南烟那种市井人家的姑娘, 全然不同。 很难想象, 等他急急时, 又该是怎样的风华绝代。 程德宇觉得, 他对这个前卫婚妻, 心动了。 他得保下她, 不叫她被活活烧死。 于是他拽住南宝一的手, 企图把她拖出地牢。 程德宇, 你疯了? 南宝一惊呆了, 忍不住剧烈挣扎。 现在逃跑, 会妨碍他的计划的。 娇娇放心, 看守镇南寺的僧人, 被我用父亲的令牌调走。 我会带你从后山门离开, 我的马车就在山脚接应。 我在景观城郊外, 有一座私人别院, 可以把你安置在那里。 你若不嫌弃, 可以当我的外事。 只要你不妨碍我的前程, 我甚至可以养你一辈子。 啪! 南宝一抬手甩了他一耳光。 两人站在镇南四眼下, 四周佛殿灯火明光。 叶峰送来整齐的诵经声。 南宝一仰着头, 怒声, 我这辈子最恨的, 就是外事。 程德宇捂着脸, 心头火起。 他立声, 你知道我冒着多大的风险, 才把你救出来吗? 如果事发, 我甚至会得罪薛嘟嘟。 外事又如何, 你也不看看自己名声。 除了我, 这世上没有男人愿意要你的。 他一副恩赐的口吻。 南宝一乃兄乃兄的对吼, 就算没人要我, 就算世上只剩你一个男人, 我也不跟你。 吼完, 他拎起群居, 风风火火地回了地牢。 程德宇眼睛发红。 半嗓, 他冲着四门大喊, 你可别后悔。 回答他的, 是咚咚跑远的脚步声。 夜见深, 南宝一躺在小榻上, 面朝墙壁, 气得久久无法入眠。 程德宇魔杖了, 居然喊他当外事。 他便是死, 也不要给他当外事。 正恼怒时, 一根香喷喷的米花酥在眼前晃了晃。 南宝一猛然坐起, 惊讶, 二哥哥。 全臣大人不知几时来的, 坐在小榻边, 还踢着竹篮。 竹篮里, 满满当当堆满了灵嘴。 地牢清凉。 南宝一和萧毅并肩而坐, 捧着米花糖吃得十分欢快。 萧毅替他抹去嘴角的几颗糖米粒, 随意吃进自己嘴里, 淡淡道, 连招呼都不打。 擅自做主去见顾崇山, 又跟他跑到佛寺。 南宝一, 你胆子越来越大了。 二哥哥别生气了。 南宝一笑眯眯掰开一截米花糖, 亲自喂到萧毅嘴边。 我现在不是没事吗? 听说佛寺里的和尚们, 打算先对我念七七四十九天佛经, 净化我的魂灵。 因此直到初秋, 我都不会有事。 而初秋时节, 蜀郡将落今年的第一场雨, 那是他逆风翻盘的机会啊。 念七七四十九天佛经, 萧毅嫌弃。 那群突驴, 是要给你开光吗? 开光, 南宝一善善。 他又撒娇道, 镇南寺虽然霸道, 但好歹也是正经寺庙, 地窖又十分凉快。 我住在这里, 正好避暑。 二哥哥, 你就不要管我了。 萧毅纯献敏得很紧, 让他不要管他, 他如何做得到? 他道, 我会派石岩暗中盯着镇南寺, 尽量不扰乱你的计划。 南宝一嘴上念叨着二哥哥针棒, 迫不及待地抱起那只大竹篮。 他以为竹篮里面, 是堆积成山的吃食。 结果, 纸上面一层是吃食, 下面居然堆着满满当当的惊视自己。 简直亮瞎他的狗眼。 萧毅体贴地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知道你一意孤行不听劝, 怕你在寺中寂寞, 因此给你带了些书。 慢慢看, 看完了, 抱着一篮子金石子鸡发呆时, 却见萧毅正儿巴金地在地上铺开竹席, 又拿了个软枕, 就这么躺上去了。 他好奇, 二哥哥, 你这是打算做什么? 睡觉啊? 南宝一咬牙。 他当然知道他是要睡觉, 可是他干嘛睡他的地窖。 他放下竹篮, 扑腾到萧毅跟前, 跪坐在他枕边, 伸手去晃他。 二哥哥, 这是镇南寺, 我是邪虫女, 不是贵客。 你这也太…… 随便了吧? 地铺都打上了, 简直是把镇南寺当成了客栈啊。 萧毅弯起唇角, 他当然知道这里是镇南寺, 可镇南寺的僧人太多。 他为过门的小娇娘生得花蓉月貌, 万一有老秃绿色胆包天染指于他, 他在地窖里无处可逃, 多可怜啊! 他得守着他。 他睁开丹凤眼, 嗓音低哑的威胁, 再闹, 哥哥就抱着你睡。 南宝一紧紧揪着他的衣巾, 他咬着唇瓣, 依旧瞪他。 明明是奶兄奶兄的表情, 可是不知为何, 他心里尽莫名期待。 他居然, 挺想二哥哥抱着他睡觉的。 这个念头, 令他面红耳赤。 他的思想不干净了, 他应该找大姐姐, 静修一下女德。 萧毅只当他在生气, 垂眸望了眼, 被揪得皱巴巴的衣巾, 斜死地舔了舔嘴角, 又添了一句脱掉衣裳的那种。 这可真是太劲爆了。 南宝一脸淡红扑扑的, 涅如道, 我觉得可以循序渐进, 萧毅差一条眉。 他道, 你说什么? 没什么? 南宝一后之后觉得反应过来, 自己说了什么? 这下子, 脸蛋简直比猴屁股还红, 脸滚带爬地回了软榻。 幸好镇南四颇为贴心, 他地窖有蚊子, 还给制了厚实的账卖。 他严严实实拉紧账卖, 仿佛这样就很安全了。 他窝进被褥里, 紧张地捏着手指头, 按道他声音那么小, 全臣大人应当没听清楚才是, 一定没听清楚的。 萧毅盯着账卖, 婉儿, 起初确实是没听清楚, 可他终究是习武之人, 稍微回想一下, 便能想起他说了什么。 原来南娇娇, 想跟他循序渐进啊, 他懂了。 四日, 南宝一醒来时, 地铺已经收拾干净, 全臣大人不知去向。 他揉着眼睛, 因为没有侍女伺候, 只好自己亲自动手洗漱更衣。 梳妆精致以后, 他用了小沙弥送来的豆沙小笼包, 端坐在方桌后, 挑了一本金石紫集月览。 刚看了半夜, 他便觉得有点犯困。 正琢磨着去小榻上歇着, 一名老和尚夹着经书, 正儿八经地来了。 随着他踏进来, 无数百姓也跟着涌入。 薛定威为了羞辱萧毅, 特意在蜀郡放出风声。 称邪虫女已经抓住, 就关在镇南寺地牢。 镇南寺为了彰显我佛慈悲, 顺便吸引一波香火。 于是在僧人每日为南宝依讲解佛法, 瞪进魂灵时, 允许百姓前来观看。 今日观看的百姓多达数百人, 不停朝南宝依指指点点, 骂骂咧咧。 南烟占了个前排的好位置。 他捏着秀帕, 秀美的面庞上是遮掩不住的得意。 南宝依被关在地牢, 人人参观的模样, 令他兴奋。 他喜欢把南宝依踩在脚底下的感觉。 铁栅栏外, 老僧人双手合十, 念了声阿弥陀佛。 南宝依挑了挑眉。 念佛经就念佛经呗。 居然整来这么多百姓围观他。 他又不是猴子。 震南寺踩着他, 彰显大慈大悲的形象。 这就很过分了呀。 他跟着回了一礼, 念了句阿弥陀佛, 心底却生出一丝恶意。 女施主乃是邪虫之体。 我佛慈悲, 要为你讲解七七四十九天经书, 彻底感化你的灵魂, 再以真火送你归去。 老那不才, 今日要为你讲解。 妙法莲华经。 小僧迷在地上垫了铺团。 百姓们安静下来。 他们个个迫不及待。 期望能看见邪虫女被大慈悲感化后的模样。 老僧人盘膝坐下, 翻开佛经, 念诵。 如是我闻。 一时, 佛驻王摄成, 其都绝山中, 且慢。 南宝依打断他。 老僧人抬眸。 南宝依盘膝坐下, 单凤眼清润干净。 大师, 谁是佛啊? 老僧人答道:"佛陀释迦牟尼。 我祖母也常常吃斋念佛。 他说:"众生皆佛。 是。 老僧人面露赞同, 佛本无相, 以众生为相。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南宝依饶有欣慰地指了指自己。 大师:"那我是佛吗?" 老僧人沉默片刻, 才道:"若能觉悟, 放下邪念, 便是佛。 是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的意思吗? 是。 若我手中本无屠刀呢? 你是邪虫, 怎么会没有屠刀? 敢问大师哪只眼睛看见了? 左眼, 还是右眼。 出家人不打狂语, 请大师如实回答, 并描述出屠刀的样子。 热大的地窖, 沉浸如水。 百姓们屏息凝神。 他们是来看高僧化解邪虫的, 怎么现在邪虫给高僧上起课来了? 但是又仿佛好精彩的样子。 老僧人沉吟良酒, 答道:"屠刀在你心中, 老那以心眼窥知。 南宝一笑出了声。 笑吧, 他正色, 大师心中有佛吗?" 自然。 心中有佛, 所见皆佛。 可大师所见, 却是屠刀。 那么大师心中藏着的, 是否也是屠刀? 少女嗓音清脆。 满场哗然。 百姓们脸色变幻。 虽然不想承认, 但这个邪虫女说得好有道理的样子。 你们瞧, 大师都回答不上来了呢。 说起来, 她真的是邪虫吗? 我们全家都因为南府而得救。 我奶奶说, 南府是大善之家, 她小时候遭过饥荒, 也是南府救的命呢。 恕我直言, 我觉得那首童谣挺蹊跷的, 像是有人恶意传播。 各种议论回响在耳畔。 南烟死死捏着袖帕, 面旁睁獰扭曲, 很想撕烂南宝一那张嘴。 都沦落到被镇压在寺庙里的地步了。 她怎么还这么能说? 既然这么能说, 当什么大家闺秀? 干脆去玉楼春说相上啊! 好气啊! 老僧人依旧盘膝坐在蒲团上, 面前是摊开的《妙法莲华经》。 逗大的汉珠, 从她鹅脚渗出, 顺着面颊滚落, 将袈裟染成深色。 后背冷汗直冒, 同样打射了僧衣。 这个邪虫女太刁钻了, 她若回答心中无佛, 那她算什么高僧? 可是回答有佛, 竟然就这么掉进了她的圈套里。 老僧人擦了擦额头冷汗, 知道自己必须维持住郑南寺的形象。 她冷冷斥责, 巧舌如簧。 南宝一微笑回应, 不过是作而论道。 如果不是郑南寺太过分, 突然搞了一大堆人进来看她笑话, 她是打算乖乖听他们念经的。 既然他们不仁, 那她自然没有傻乎乎被欺负的道理。 道, 不是靠着伶牙利齿, 诡诈狡辩, 来论的。 老僧人又反驳她。 请大师论道。 老僧人道:" 我镇南寺慈悲为怀, 在蜀郡大汉期间开仓放粮。 镇既百姓, 又开凿水井沟渠, 不知救了多少人命。 我年岁虽长, 却也每日念佛。 为蜀郡祈福, 心中又怎会无佛呢?" 心中无佛的, 恐怕是你这鬼言善变的邪宠女。 她说完, 南宝一久久静默。 南烟不禁暗暗得意。 这小贱人, 恐怕是无言以对, 因此不敢说话。 也不瞧瞧人家得到高僧是什么身份。 她怎敢, 与高僧坐而论道。 镇南寺的主持方丈, 站在远处, 轻吕长须, 眉眼高冷。 把南宝一镇压在寺庙里, 原是寿下家所托。 她其实知道, 这姑娘并非邪虫。 本来她挺联系这姑娘无端遭殃, 但她竟敢与她寺中僧人论道, 还妄图更胜一筹。 这就叫她面子上过不去了。 幸好师兄善于论辩, 这才叫她哑口无言。 铁渣浪烂。 老僧人见南宝一正经危坐, 却久久不说话, 自以为扳回一局, 于是慈悲问道, 你怎么不说话? 可是, 受到了我佛感化。 南宝一微笑, 佛不语, 因为佛无虚语。 满场禁忌。 老僧人的面色, 瞬间苍白如金纸。 佛不语, 因为佛无虚语。 可是她刚刚为了证明心中有佛, 却如此长篇大乱。 在这句话的映衬之下, 像是个急于求成的跳梁小丑, 乃像是心中有佛之人。 胸腔里的气血急剧翻涌。 她捂着胸口, 半场才道, 南姑娘冰雪聪明, 颇有慧根。 看来, 已经不需要老娜为你念经感化。 这场论道, 是南姑娘赢了。 只是南姑娘的胜负心太重, 以老娜看来, 乃是执念太深的表现, 未必是件好事。 南宝一依旧微笑, 我早已放下胜负, 大师还记挂着吗? 噗! 老僧人直接吐血了。 她指责南宝一, 胜负心太重, 是执念太深的表现。 可南宝一却说, 她早已放下胜负。 如此一来, 倒显得她自己多嘴多舌, 她自己过度在意胜负, 她自己执念太深。 百姓们看得目瞪狗呆。 现在这是什么情况? 得到高僧, 竟然变不过一个邪宠女。 南宴都快要把秀帕撕成两半了。 她双眼喷火, 心里极为怨恨郑南寺这群和尚。 好好地捣什么七七四十九天赶化, 直接一把火烧死她不好吗? 现在好了, 佛寺声誉扫地, 倒是叫百姓们看了一场笑话。 老主持紧紧盯着南宝一, 谋色极为不善。 她暗暗指望师兄能替郑南寺扳回一局, 却看见自家师兄慢慢擦干净唇角血字, 朝南宝一贵族的姿态颇为恭敬, 犹如对待友人。 老僧人问道, 如今蜀郡大汉, 河道干涸, 田母颗粒无收, 敢问南五姑娘, 奈何? 南宝一想了想。 恕她直言, 她刚刚说的那些个佛语, 不过是从祖母那里听来的。 让她指点这老僧人, 她真的做不到啊。 再说了, 河道干涸, 田母颗粒无收能怎么办? 等下雨呗。 但是, 面对着老僧人渴求知识的目光, 她只得故作高深莫测, 淡淡道, 一切都在。 老僧人正冷。 过了足足半炷香的时间, 她犹如醍醐灌顶, 忽然狂喜。 一, 老那物了。 老那物了? 多谢南五姑娘指点迷惊。 她常常吐出一口浊气, 整个人通体舒畅, 就连气度都升华了。 她模仿俗士读书人, 朝南宝一长一到底。 随即, 欢欢喜喜地飘然离去。 南宝一莫名其妙。 她悟了。 她悟出什么了? 她只是胡言乱语啊。 百姓们呆若目击。 震南四得得到高僧, 与邪虫女作而论道。 居然论输了? 输了就输了吧。 她居然反过来向邪虫女求教。 求教就求教吧。 还一副求知若渴的姿态, 简直不要太辣眼睛。 她们几乎无法再正视南宝一邪虫女的身份, 兴奋地讨论着这次论道。 你一言我一语地散了。 她生怕自己邪虫女的身份不被认可, 影响她拖成家下水的大忌, 紧忙抱住铁栅栏牢门, 努力地朝他们伸出手。 她大喊:"喂,你们别走啊。 我是邪虫女, 你们应该骂我几句解解恨啊。 喂,快回来, 快提郑南四赶紧烧死我啊。 然而并没有人搭理她。 南宝一可怜兮兮地皱了皱小鼻子。 南烟龙在袖中的双手紧紧捏成了拳头。 南宝一太贱了, 真的太贱了。 她怎么会有这么贱的妹妹。 正恼怒时, 南宝一望了过来。 她朝南烟露出歉意的笑容, 没能如姐姐如愿, 被千万人遭见羞辱。 我这心里, 真是很过意不去啊。 要不, 你骂我两句解解恨。 南烟恶火。 她发现南宝一不仅见, 脸皮还史无前例地厚。 她冷笑讥讽。 南宝一, 你的脸皮, 真是比我鞋底还厚。 姐姐的脸皮, 倒是没有鞋底厚,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脸皮啊。 哈哈哈哈。 你, 南烟气得哑口无言, 倒是明白了。 那老僧人, 为何会被活活气地吐血? 她吻了吻心绪, 沉声道。 南宝一, 你嚣张不了几天。 镇南四山脚下, 烧掉你的高台已经在搭建。 四十八天以后, 咱们走着瞧。 希望你被大火烧死时, 也能笑得这般高兴。 说完, 面无表情地拂袖离去。 地牢里, 只剩南宝一和老主持。 老主持双掌和时, 念了句阿弥陀佛。 南宝一看着她, 她生得苍老清冷, 眉宇间并没有身为和尚那一贯的慈眉善母。 她抱着铁栅栏, 白嫩娇美的面庞上, 故意流露出娇弱。 老主持, 其实你知道, 我不是什么邪虫女吧? 老主持并不回答。 你知道我不是邪虫女, 却仍旧要烧死我, 被活活烧死, 可是很疼很疼的哟。 老主持, 我服慈悲啊。 众生皆苦。 我不苦。 在悲伤莫须有的骂名之前, 我甚至过得还很甜。 我的苦, 是南阎和夏明慧造成的。 是镇南寺造成的。 劝我放下屠刀的人是你们。 可拿着屠刀的人, 也是你们。 苦施主一个, 就天下苍生。 何苦之有。 苍生说, 施主是邪虫。 那么施主就是邪虫。 邪虫入地狱, 天经地义。 若我自甘入地狱呢? 那便是镇南寺敢化邪虫的功德了。 南宝一笑了, 佛说,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我既自愿入地狱, 那么我便是佛。 既已成佛, 又何必再入地狱? 老主持人哑口无言, 他深深盯了眼这个少女。 怨不得师兄会那么仓皇, 此女有一颗纯净的七窍玲珑心, 恐怕将是世间有大功德之人。 烧了这种人, 他罪孽深重。 只是, 他眼眸里掠过一丝残忍, 沉默地转身离去。 南宝一孤零零待在地牢。 他呈大字躺在小榻上, 佛寺里的和尚真无趣, 还不如老道士好玩, 他还会讲笑话里。 正觉无趣时, 地窍大门重新被打开。 原来是南家人捐了一大笔香火钱, 特意前来探望。 娇娇! 南宝珠蹦蹦跳跳地, 催促小僧迷打开牢门。 出了这样大的事, 可把我们急坏了。 祖母怒急攻心, 现在还在踏上躺着。 他不顾病体, 非要亲自来看看你。 我们好说歹说, 才没让他来。 他把南宝一抱了得满怀, 信念含泪。 娇娇! 你又瘦了! 南宝一回报他一下。 善善! 猪猪! 你又胖了! 两姐妹说话的功夫。 二伯母和陈叶柔, 指挥着南家仆役, 把各种东西抬进地窖。 阴冷的墙面涂上了心粉。 崭新贵重的水晶珠连, 微微摇曳, 一重重青纱障漫隔开了内室, 外室与书房。 金丝楠木的拔布床, 庄镜台, 书案, 官帽椅, 博古架等家私被安置在妥当的地方。 刺绣着芙蓉花的被褥精致柔软, 各式群衫首饰被侍女小心翼翼放进厨子, 宝霞, 甚至还添了一炉熏香。 夏日的珍奇果书冰镇在水晶盘里, 一大串荔枝尤为瞩目。 不过两颗中的功夫, 阴暗潮湿的地窖化作名利闺房。 虽然比不得家里华贵舒服, 但比之前顺眼多了。 僵尸在袖墩上落座, 随手端起茶盏, 举止间都是当家主母的风范, 娇娇可喜欢。 南宝一饿了声, 话说, 他是来坐牢的。 怎么搞得好像避暑似的? 程叶柔亲自用金钩卷起床杖, 笑道, 娇娇想做什么, 只管放手去做。 老祖宗发了话, 无论你想做什么。 南家和宋家都将亲力支持。 南宝一亲生, 家中生意可还好。 鼠井那块受了些影响, 好在咱家是皇商, 不愁接不到订单。 南宝容包了一颗荔枝, 温柔地喂给他。 钱庄生意倒是步入了正轨。 二伯、大哥和侍宁合作, 年底之前便能把钱庄分号开去圣经城。 荔枝甘甜。 南宝一情不自禁地弯起眉眼。 家中无事, 他就放心了。 重新装饰过的地牢, 住起来十分舒服。 而七七四十九天的奖金还在继续。 老主持大约觉得昨日论到丢了郑南寺的脸面。 因此, 今日特意请了寺庙里最善于诡辩的和尚出场。 前来观看的百姓只多不少, 甚至吸引了顾重山和一众景观城观吏前来观看。 南宝一侃侃而谈, 愣是把那和尚说得哑口无言, 最后连经书都不顾了, 几乎是哭着奔出地窖。 百姓们全然忘记了南宝一是邪虫女, 听到精彩处, 竟然迫不及待的高声喝彩, 俨然崇拜极了的姿态。 南烟混在人堆里, 翘脸苍白扭曲。 他和夏明慧合作, 把南宝一弄进镇南寺, 是让他来吃苦的。 可是瞧瞧, 他睡着高床软枕, 穿着锦缎绫锣, 就连荔枝这种稀罕水果都吃上了。 他是来受罪的吗? 他明明是来享福的。 老主持更加挂不住脸面。 他安排了镇南寺的和尚, 一一上场论辩。 哪个不是赫赫有名的得到高僧? 结果居然没人讲得过南宝一。 高僧们甚至在铁栅栏外拍拍座, 人手一只小本本, 在南宝一座而论道时, 运笔如飞地记录他的金口预言。 那架势, 只差请他这个邪虫女传授佛法了。 观看论道的百姓, 与日俱增。 南宝一的名声像是离弦之箭, 嗖嗖嗖地直冲上天。 有人骂她是邪虫女, 也有人说她是被冤枉的。 这一个月以来, 几乎霸占了景观城茶余饭后的所有谈资。 处在漩涡中央的少女, 却整日在地牢吃吃水果, 看看惊世。 每日吃饱晚膳, 就以着劳门, 按搓搓盼望全臣大人今夜早些过来。 萧一几乎把镇南寺当成了歇脚的别院。 尽管和尚们努力防范, 但他依旧来去自如, 如入无人之境。 已是入秋的天了。 夜间山寺颇为寒凉, 南宝一梳洗干净, 穿白丝绸请衣, 坐在庄镜台前轻轻梳理谈发。 时不时悄悄朝外张望, 俨然是叛极了的模样。 等听见那声熟悉的咔嚓开锁声时, 他急忙收回视线, 假装淡定地继续梳头。 萧一步入寝屋。 南宝一透过铜镜望去, 这年轻的侯爷, 极带军靴, 风姿烈烈, 金像玉制的容貌, 令他垂涎三尺, 欧布, 令他怦然心动。 萧一也注视着铜镜。 镜中少女, 小脸干净稚嫩, 极尽严厉娇贵。 他行至她背后, 扶手绣了绣她的发香。 嗓音低哑, 那群老和尚, 今日可有欺负你。 南宝一乖乖摇头, 他们辩不过我, 镜中我都来不及, 又怎么会欺负我? 在镇南寺待了这么久, 他算是看出来了。 寺中和尚分成两大派, 以仓物佛法为代表的文僧, 和以老主持为代表的的武僧。 宇成家, 下家沆泻一气的人, 是武僧。 南宝一起身, 点起脚尖, 熟忍地为萧义拖下大肠。 他轻轻拍了拍大肠上的露水和枯叶, 细声道, 已是入秋的天了, 镇南寺建在山中, 夜间最是寒凉, 二哥哥该换一身厚实鲜的大肠。 说着, 将肠衣挂在牧尸上。 萧义注视着她, 龙火温柔。 小姑娘的背影窈窕轻瘦, 白丝绸衬衣勾勒出不营一握的腰肢, 和笔直修长的双腿。 为她解下大肠的姿态, 像极了新婚夫人对待归家夫君的模样。 她懂了。 小姑娘这是在诱惑她。 于是她上前几步, 从背后抱住南宝一。 她轻声, 娇娇最暖, 我抱在怀里, 就不冷了。 南宝一僵住。 青年刚从外面回来, 周身还斜裹着山间清凉。 山水箱萦绕在鼻尖, 平日里秀来, 分明是冷冽温柔。 今夜却透出特别的霸道, 令她紧张得连指尖都不敢随意动弹。 虽然她喜欢二哥哥, 但是, 深更半夜被这么抱着, 她似乎有些把持不住。 萧一垂眸, 小姑娘的耳朵红扑扑的, 像是粉玉。 抱在怀中的温软, 因为紧张, 隔着丝绸请衣都能感觉到烫。 她毫不怀疑, 再这么抱下去, 她恐怕要变成煮沸的开水了。 南宝一察觉到她的打量, 白嫩的脸颊, 银开胭脂红, 结结巴巴道, 二哥哥, 你你你, 你在外面辛苦了一天, 我, 我去给你准备, 准备洗澡水, 小姨慢吞吞放开它。 她目送她朝杖慢隔开的耳房飞奔而去, 不禁回味般, 撵了粘指尖。 她勾唇, 声音音哑, 快点长大吧, 哥哥快要等不及了, 到旧寝的时间。 南宝一团在被窝里, 轻声道, 二哥哥, 再过两日, 我就要, 被当成邪虫女, 在镇南四山脚被烧死了, 听说全城的百姓都会来看。 萧一躺在地铺上, 嗷了声, 南宝一抿了抿小嘴。 哦, 是什么意思啊? 萧一又慢悠悠补充, 放心, 哥哥不会出手, 打乱你的计划。 娇娇聪明, 想必定能全身而退, 拆穿夏明慧和南烟的阴谋。 她是希望她出手的。 她纠结地抓住团花被褥, 悄悄挑开一脚仗帘。 全城大人合一而睡, 一手枕在脑后, 睡姿格外风雅。 要不要把与顾重山的那个赌约, 告诉她呢? 全城大人满身傲骨, 又十分厌恶顾重山。 如果知道她用她自己当作赌注, 肯定会生气。 说不定, 现在就会带她离开镇南寺。 那她这么多天的努力, 就都要泡汤。 她出神时, 萧一睁开丹凤眼。 她薄唇清沟, 随意拉开被子。 娇娇这般盯着我, 莫非是想到哥哥的被窝里睡。 不, 不想的。 蓝宝一急忙放下账卖。 过了一刻中, 她仍旧睡不着。 她试探道, 二哥哥, 你觉得顾重山怎么样? 不怎么样。 她是钦差大臣, 手握上方宝剑, 有对地方大员先斩后奏的权利。 如果她站在咱们这边, 对付城太守就简单多了, 甚至无需上报朝廷。 南娇娇? 干嘛啊? 不许在床上念男人的名字, 有失体统。 她撇了撇嘴, 默默翻身向里。 不跟全臣大人商量事情吧? 她总觉得她蠢笨。 跟她商量吧, 她又总喜欢横插一脚。 说的话与她要商量的是, 牛头不对马嘴。 她算是看出来了, 这个男人很难搞。 比顾重山还难搞。 罢了, 她就不安排剧情和对话了。 真到火烧鞋虫女的那天, 他们各自临场发挥吧。 四日, 距离七七四十九天, 还剩一日。 夏明慧提前住进镇南寺禅房, 找到了南烟。 她道, 南宝一那见人 与镇南寺高僧辩论了一个多月, 在百姓心中的形象全然改变。 甚至很多受过南家恩惠的难民, 到处说那首童谣, 是被有心人恶意边转出来的。 我甚至得到消息, 他们打算明日联合起来救人。 南烟死死扯着袖帕。 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 眼看着南宝一明日就要被活活烧死。 她怎么甘心让他翻身? 初秋的风透着冷意。 她缓缓抬眸, 沉声道:"我有个主意, 更令她这辈子都翻不了身。 夏明慧, 愿闻其详。 南烟覆在她耳畔一阵低语。 夏明慧充满阴霾的眼睛, 逐渐明亮。 半晨, 她捂着袖帕笑出了声, 不愧是明阳景观成的大才女, 这个主意甚好。 因而, 我明日, 可就拭目以待了。 今日军营事物繁忙。 萧一叫食言提前递了话, 说是晚上先在军营。 南宝一闷闷不乐地坐在庄镜台前。 她盯着铜镜, 抬手斧上眉眼。 稚嫩的眉眼之间, 满是失落。 喜欢一个人却见不到她, 大约就会如此为她牵肠挂肚。 她钻进床杖, 下意识望眼地铺的位置。 四十多天共住一屋, 如今突然空空如也, 真叫她不习惯。 她躺进被窝。 烛火渐渐燃尽, 只鱼下帐中的夜明珠散发出柔和光韵。 她闭上双眼。 二哥哥, 好梦呀! 少女甜甜的泥男声, 被角落阴影里的男人, 尽数收入耳中。 她站在相归的阴影里。 白皙修长的指尖, 轻轻撵着黑檀木珠。 据她在佛寺的眼线回报, 这一个多月以来, 萧依始终睡在这里。 今日她让人在军营里生出事端, 才拖住了她。 在她看来, 萧依夜夜前来, 纯粹只是图谋南宝依的美貌和身子。 明日佛寺之争, 她未必会舍得与全天下作对, 救下这小丫头。 她碾碎了一颗黑檀珠。 香归之中, 顿时一香弥漫。 南宝依迷迷糊乎地, 渐渐睡晕过去。 顾重山一步步走到拔布床前, 伸手挑开杖帘。 墨青色绣金线芙蓉的断面被褥和枕头, 极尽雍容华贵。 小丫头的双手搭在被褥外面。 指尖单扣是油浅入身的烟红, 在墨青色断面的硬衬下更显浓艳。 长长的痰发披散在枕巾上, 小脸白嫩娇美, 两痕睫毛犹如折扇, 透出一种掌上明珠的娇憨金贵。 她想着那夜金玉满堂, 她登上马车前, 与她说的话。 九千岁。 愿您年年天福禄, 世事都吉祥。 福禄, 吉祥。 可惜, 她生来就没有这两样东西。 别人对她拍马屁, 都是祝愿她位高权重, 权倾朝野。 唯有这小丫头, 祝愿她年年福禄, 世事吉祥。 她在床边站定。 她微微俯身, 用冰凉的暗金甲套, 戳了戳男宝衣的脸颊。 盯着她看了半晌, 她忽然垂眸, 粘起一颗黑檀木珠。 她碾碎木珠将包裹在里面的丹药, 轻轻喂进她的嘴里。 直到确定丹药融化入腹, 她才转身离去。 镇南寺外, 山月皎白, 青灰满山。 她副手立在眼下, 仰头注视着那轮明月。 一名小太监跟在她身后, 恭敬道:" 都主, 您为给男宝衣的丹药, 乃是入魔丹。 吃了以后, 头发会短暂变白, 形如妖女。 您很厌恶男宝衣, 恨不能她被全天下的人当成邪虫。 是不是?" 错了错了。 那小太监突然尖叫着, 否定了自己。 她歪头, 笑容诡诀, 像是突然变了个人。 如果男宝衣被当成妖女, 那么她这些天积攒的名声 就会彻底土崩瓦解。 就算是靖西侯, 也会视她为异类, 她又歪过头。 懵懂道:" 这说明什么?" 蠢货。 这说明靖西侯不会救她。 也就是说, 那场赌注, 咱们都主能赢。 都主赢了, 南宝衣就要侍奉她一辈子。 山风寂静, 沐鱼生生。 小太监翠生得出了结论, 都主喜欢南宝衣。 顾虫山面色如水, 过于深邃的眉骨, 令她看起来孤寂而凉薄。 她抬步, 往更深的黑暗处走去。 本都主不信世间有情。 本都主, 亦不会喜欢任何人。 山月不知心里事。 夜风吹散星辰, 随着月见西斜, 佛寺的沐鱼生和诵经生逐渐停歇。 南岩斜着夏明慧, 悄然出现在一座禅房外。 她低声道:" 这里面住着的, 是成太守的姨娘方氏, 一个月多前诞下一名幼婴, 因为怕我婆母陷害她和她的孩子, 所以躲进了镇南寺, 妄图把孩子养大些, 再回府。 夏明慧了然, 咱们要做的, 是把她的孩子抢过来弄死, 再栽赃到南宝衣头上。 让所有人都看见, 她确实是吃小孩的邪虫。 不错。 南岩弯下腰, 将事先准备好的迷香, 放进门缝。 两人在外面等了一刻钟, 确定方姨娘和奶嬷嬷。 侍女等人, 真的睡晕过去, 才悄悄推门而入。 婴儿就睡在摇篮里。 南岩轻手轻脚地抱起婴儿, 朝禅房外面走。 夏明慧仔细扫了眼禅房, 确定没有漏下任何证据, 才眼上屋门。 屋门和上前的刹那, 方姨娘似是若有所感, 挣扎着睁开眼。 我的,孩子,还给我。 她艰难呢喃着, 将夏明慧的面孔牢牢记在了心里。 随即, 再也支撑不住, 流泪满面地晕睡过去。 偏僻的后园子。 南岩紧张地望了眼身后, 没被人发现吧? 放心, 没人看见我们。 夏明慧递给她一把刀, 你来, 还是我来。 南岩盯着婴儿, 眼睛里掠过杀意。 她很狠, 用刀太明显。 既然要栽赃南岩衣, 是吃小孩的邪虫, 自然应该在这婴儿身上弄出些牙印。 牙印? 震南伺候门, 有几条野狗。 夏明慧恶从胆边生。 既然都做到这一步了, 咱们不妨玩一手更大的。 她附在南岩耳畔, 低语了几句。 今日就要被烧死的南岩衣, 还安安稳稳地躺在拔布床上。 今儿穿什么呢? 少女的一只白嫩脚丫子, 懒洋洋地搭在床榻边缘。 水葱式的指尖, 捏着水粉袖帕, 慢悠悠地甩来甩去。 毕竟是在全郡老百姓面前露脸的机会, 鸡不可施时不再来, 得打扮得美美的才好。 叫他们知道我南娇娇别的没有。 美貌却是货真价实的, 正琢磨着打扮。 她忽然皱了皱小鼻子。 一股浓烈焦味, 从外面传来。 没多久, 地窖外面传来铺天盖地的呐喊声, 着火了! 着火了! 救火呀! 喝的水都不够了! 哪儿来的水去救火? 赶紧跑吧! 嘈杂声震耳欲聋。 南宝一惊地跳下拔布床, 哪儿还敢磨磨蹭蹭去打扮。 随手扯了剑如裙套上, 飞奔向地窖出口。 可是地窖出口, 却是锁着的。 她瞥见墙根角落摆着一把大铁锤, 也不顾大家闺秀的形象了。 使出吃奶的力气, 抄起大铁锤, 发疯般砸向木门。 刚砸到木门上, 负责保护她安全的石岩, 正好破门而入。 哐当一声巨响, 木门连带着石岩一起被砸飞出去。 嗯, 难保一惊悚。 她看着石岩鼻血横流, 满地打滚的模样, 情不自禁地摸了摸鼻子。 光是看一眼, 就觉得好痛啊。 石岩挣扎着爬起来, 满脸是血的拱手。 来迟了, 请小姐恕罪。 没事, 没事, 咱们快走。 如今正直大汉, 想来镇南寺没有足够的水源用来救火。 大火连绵, 说不定连山都会被烧掉。 得赶紧下山才行。 男保一拎着裙摆, 跑得比兔子还快。 石岩追在后面碾。 透过火光, 她忍不住揉了揉眼睛。 保一姑娘的头发, 怎么像是白了? 她心头微灵, 突然往反方向跑去。 她得马上告诉主子。 男保一穿过大雄宝殿时, 听见殿中传来撕心裂肺的啼哭声。 她捂着口鼻冲进火光, 宝殿里竟然扔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婴儿。 而那婴儿的样子太过凄惨。 身上全是齿痕, 宛如从血水中捞出来一般。 有的地方甚至连骨头都露出来了, 几乎看不出原本的容貌。 她啼哭着, 哭声凄惨至极。 男保一浑身发毛。 她来不及思考, 究竟是谁把婴儿丢在这里的? 直接抱起婴儿, 沿青石台阶朝山脚飞奔而去。 山脚空旷。 无数百姓聚集在这里, 有的人是来看男保一被烧死的。 有的人是想请求郑南寺饶他性命。 郑南寺的僧人们以老主持为首, 纷纷仰头注视着佛寺。 他们居住了数百年的寺庙, 竟然就这么被烧了。 他们抱着匆匆打包的家当, 与师兄弟抱头痛哭, 俨然伤心至极。 男爷与夏明慧对视一眼, 彼此惠心一笑。 这把火是他们放的。 目的, 是为了让所有人都看见, 男保一确实是童谣里的邪虫。 快看, 山道上又有人出来了。 突然有百姓指着山道口大喊。 南烟和夏明慧望去。 豆蔻之年的少女, 穿雪白宽大的青纱如裙。 怀里还抱着个血鹰。 正是男保一。 虽然如他们算计的那般, 抱着血鹰出现在百姓们面前。 但是, 血液染红了她的如裙。 她的三千青丝, 不知何故化作雪白。 唇色鲜红玉滴, 眼瞳血红如月, 更衬的肌肤呈现出病态的苍白。 宛如, 妖念。 数万名百姓, 正正地看着她。 镇南四僧人们, 正正地看着她。 代表官府驾临此处的成太守和地方官, 同样正正地看着她。 山坡凉亭。 顾崇山坐姿淡漠, 手边摆着一排酒水。 她静静看着那个小丫头, 唇盼流露出一抹玩味轻笑。 南保一没能察觉到众人的异样。 她急坏了, 抱着婴儿高声大喊, 大夫! 谁是大夫? 她还活着, 这小孩儿还有救。 随着她往人群中跑去, 所有百姓恐惧退后。 邪虫女, 居锦城, 穿宝衣, 邪虫女, 饮鲜血, 吃幼鹰, 邪虫女, 天降灾, 赤千里, 她咬死了那个孩子, 她想吃那个孩子。 群情激愤。 对未知的恐惧, 战胜了同情心, 百姓们捡起石头, 凶狠地朝她砸去。 南宝衣惊慌四顾, 所有人的表情都充满了害怕, 仿佛她是什么洪水猛兽。 怎么会? 这样呢? 她紧紧抱着那个婴儿, 立声嘶吼, 成太兽。 哪怕把她当作邪虫也没有关系, 但这婴儿总不是邪虫吧。 虽然被咬成重伤, 但分明还有呼吸, 陈慧好歹也是鼠郡父母官, 总该救一下这孩子。 陈慧端坐在圈椅上, 又不是她儿子, 她管那婴儿死活作甚。 她手里拿着一本《论语》, 邪虫祸世, 致使蜀郡大汉。 今日本官作主, 把她交给镇南四老主持, 以真火焚烧, 向上苍祈祷雨水。 来人, 把她拿下。 牙医们立刻冲上前。 南宝衣抱着婴儿想逃跑, 却被牙医抓了回来。 那婴儿滚到地上, 混乱之中被牙医们连踩几脚, 竟是连半点哭声也没有了。 陈慧喝了口茶, 随口道, 前阵子, 方氏带着泰儿来镇南四祈福。 如今镇南四大火, 他们可有逃出来。 皇室推了把南烟。 南烟低垂眼洁, 料想方氏昏迷不醒, 大约已经被火烧死了。 于是, 她答道:"回兵老爷。 爷儿和夏姑娘同住一屋, 方姨娘那边并不知情。 但是, 方姨娘和小公子身份贵重, 想必已经有僧迷通知他们逃难。 这个时辰, 应该正在坐马车回景观城的路上。 陈慧满意地点点头, 泰儿是本官幼子。 老年得子, 我这是要走大运啊。 想来, 泰儿今后定会代替德镜, 好好承欢西夏, 孝顺于我。 皇室站在她背后, 翻了个白眼。 她钉向远处, 那个婴儿掉落在地, 血乎乎的一团。 才刚满月, 先是被狗咬, 后又被踩了那么多脚, 恐怕已经死透了。 什么承欢西夏, 想跟她的二郎争家产, 想都别想。 南宝一被带上搭好的高台, 高台之下堆满了柴河, 甚至还淋了好些火油, 俨然随时准备烧死她的架势。 四周的托骂声不绝于耳, 全都叫嚣着, 烧死她。 她孤零零跪坐在高台上, 正正看着地上那团血鹰。 大火, 婴儿, 原来这一切, 都是南宝和夏明慧设计的。 她以为童谣已经是他们的极限, 没想到, 他们居然狠心到对这么小的宝宝下手, 真的不怕报应吗? 山峰吹拂着她的长发。 她黏起一缕, 发丝雪白。 南宴款款走到高台之下。 她仰起头, 温柔道:"妹妹这副模样, 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不知, 你得罪了何人, 才会变成这般。 正巧, 我这里有一面掌镜。 你自己看看吧。 她把掌镜扔到高台上。 南宝一捡起。 掌镜中的少女, 肤色呈现出病态的苍白, 青丝成血, 犹如妖魅。 她眨了眨雪白的眼睫。 怪不得会被满城百姓当作妖怪。 这副模样, 便是她自己看了, 都觉得像极了妖怪。 烧死她! 烧死她! 喊沙声铺天盖地, 震耳欲聋。 老主持沉声! 蝶火! 谁敢! 九尺末刀, 破风而来。 她争鸣着插进泥土, 恰好挡在手持火把的僧人面前。 萧一侧马而来。 宽大的新红斗篷, 烈烈翻飞。 周身的狠力气息, 震慑所有百姓。 她拔出莫刀, 横刀立马于高抬之下。 一双丹凤眼心红可步, 她冷冷扫失众生。 一字一顿, 谁敢伤她, 先伤本侯。 若本侯今日不死, 来日十万大军, 必诛你九族。 被夏明慧安排在百姓之中的奸细, 立刻高声道, 光天化日, 侯爷包庇邪虫女, 是想一手遮天吗? 邪虫或是, 她万死不足为, 西子尚未落阴, 九尺莫刀, 直接贯穿了她的脑袋。 犹如西瓜开瓢, 脑僵子都见到旁人身上去了。 百姓们惊悚尖叫, 纷纷避让开。 萧义宁笑, 为她, 一手遮天, 又如何? 一时间, 所有人竟都尖口不言, 无人再敢骂半句。 南宝一注视着萧义, 她知道, 她一定会来的。 她挽起眉眼, 二哥哥, 别怕。 萧义没有回头。 南娇娇不许她插手这件事, 所以她不怎么赶时间, 一路慢悠悠地往佛寺走。 没想到, 食言突然找到她, 说出大事了。 因此, 才快马加鞭赶来。 老主持面无表情, 指向萧义, 庇护鞋虫, 不堪为官, 把她拿下。 镇南寺十八名武艺最高深的僧人, 立刻摆出了十八罗汉阵。 萧义拔出九尺末刀, 嚣张地扛在肩头。 她斜思地舔了下嘴角, 朝所谓的十八罗汉僧人, 挑衅地勾了勾手指, 一起上。 杀生震天! 人群外, 两骑快马赶了来, 正是韩燕良与沈一朝。 韩燕良玄身落在高台上, 瞧见南宝一这副模样, 不禁挑了挑眉。 也遇到, 南老板这副姿容, 倒是天底下头一份。 在哪儿弄的头发? 我也想试试。 南宝一没好气, 不许取笑我。 韩燕良娃儿。 她单膝蹲下, 低声道:" 你让我查下秦秦是怎么死的? 我已经查出来了。 她附在南宝一耳判低语。 另外, 她望一眼地面那团死鹰, 又低语了几句。 南宝一危证。 她复杂地看了看死鹰, 又看了看承惠。 半赏, 她凝重道:" 我知道了。 那我便等着看南老板的好戏了。 韩燕良玄身落在马背上, 把主场交给了南宝一。 山风烈烈。 震南似火势熊熊, 几乎朝整座山脉焚烧而去。 南宝一跪坐在高台之上, 双手交叠在胸前, 丝毫不受妖孽外貌影响, 姿态始终风雅金贵。 她高声道:" 有件事, 小女子不土不快。 百姓们的关注点, 从西边的厮杀, 转移到她这里。 有人高声道:" 你是不是想说, 你不是邪虫?" 不。 南宝一微微一笑:" 我想说的是, 在座各位, 都是蠢货。 数万百姓, 呆若目击。 他们以为这邪虫是要跪地求饶。 怎么她倒是骂起人来了? 夏明慧咬牙切齿, 南宝一, 陈太守就在这里, 薛大都督也随时关注着这边的情况。 你别以为有静吸猴撑腰, 就能免于火刑。 夏明慧, 南宝一两叶椒田, 恕我直言, 你是蠢货中的蠢货。 夏明慧脸色猙獰, 你说什么? 自打你随薛都督返回景观城, 你从头到尾都在针对我。 起初我以为, 是因为我是你表妹夏, 青青死对头的缘故。 后来你屡次要取我性命, 我才察觉到不对劲。 你是不是以为, 夏青青是我害死的? 难道不是吗? 夏明慧愤怒, 是你买通玉卒, 活生生勒死她的。 她只有青青一个表妹。 从小一块长大, 姐妹关系极好。 曾约定一起穿上凤冠侠配嫁去权贵家, 曾约定彼此的孩子要结为娃娃亲, 曾约定要当一辈子好姐妹。 可是, 她的青青表妹, 居然被南宝一买通玉卒, 活活勒死。 她怎能不恨? 南宝一看向南嫣。 南嫣己被发寒, 渐渐惶恐。 夏晴晴, 是被她亲手勒死的。 她为了让夏明慧, 帮她害南宝一, 才写信告诉她, 夏晴晴是被南宝一害死的。 南宝一如今这表情, 不会的, 她没有证据, 夏明慧不会相信她。 南宝一唤道, 韩老板。 玉楼春的仆役, 立刻压着一个中年男人站了出来。 那中年男人贼眉鼠眼, 正是南嫣勒死夏晴晴时, 在监牢里, 替她善后的狱卒。 南宝一尘声, 南嫣亲手勒死了夏晴晴, 被这狱卒目睹, 于是她给了她五百两文银, 当作封口费和善后费。 狱卒害怕惹事, 次日就远远离开了景观城。 我的人也是费尽周折, 才终于在蜀郡边境找到的她。 那狱卒崩溃大哭, 猛然跪倒在地。 她朝夏明慧悉行几步, 指着南嫣, 夏姑娘, 夏晴晴小姐, 确实是这个女人亲手勒死的。 小人什么也没做, 南嫣翘脸仗得通红, 骂道:"你胡说, 没有证据的是, 你怎么敢污蔑我? 小人并没有污蔑你。 狱卒从怀里掏出一封泛黄的书信, 夏晴晴小姐死后, 是小人负责安葬她的。 这是, 从她身上搜出来的书信, 是你写给她的, 是你害得夏家家破人亡。 南嫣死死盯着那封书信, 这封信, 是她当初向南宝一吹嘘自己能耐实写的。 她说, 她能凭借一封信, 搞垮夏家。 也正是这封信, 令夏晴晴与夏老爷起争执。 最后夏晴晴推荡之下, 害死了夏老爷。 没想到, 这封信居然还在。 夏明慧逐字逐句地看完了书信, 她的手指忍不住地发抖。 原来害表妹家破人亡的是南嫣, 原来害死表妹的人也是南嫣。 可笑她这一年来, 竟然被这贱人蒙蔽, 甚至被她当刀使, 傻乎乎地帮她对付南宝一。 夏姑娘, 你听我解释, 这封书信定然是南宝一伪造, 见人。 夏明慧狠狠甩了她一耳光。 南嫣捂着红肿的脸颊, 狼狈地跌倒在地。 夏明慧立声, 枉我聪明办事, 竟然被你欺骗。 先是多安燕苦心孤意, 谋害南宝一, 后是编撰童谣毁她名声, 竟都是为你作嫁衣裳。 南嫣, 你陪我表妹性命, 你陪秦秦性命。 她发疯般拽住南嫣的衣襟, 不顾大小姐形象, 叫得十分凄惨。 百姓们目瞪口呆。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烧死妖女的神魔大剧, 怎么眨眼间就变成了宅斗剧? 而且听着她们对话, 那首童谣似乎是她们编撰出来, 故意毁南五姑娘名声的。 程太守皱了皱眉。 她呵斥, 大庭广众哭哭啼啼, 成何体统。 来人, 把她们拖下去。 拖下去就不必了。 难保一嘲弄, 省得一会儿, 太守大人又要把她们拖上来。 太守大人就不好奇。 你的方姨娘和柚子, 去了何处? 镇南四着火。 她们自然是回了景观城。 是吗? 难保一抿了抿小嘴, 遗憾地望向地上那团模糊死鹰。 程太守顺着她的目光望去, 不禁威正。 她心头浮现出不妙的预感。 拿着伦羽的手, 指不住地颤抖。 她死死盯着那团血肉模糊的鹰孩。 难道她猛然大喝? 不可能。 她摇着头, 却还是下意识朝那团鹰孩走去。 不可能。 绝不可能。 她走到死鹰身边, 强忍着恐惧, 小心翼翼朝地面瞟了一眼。 鹰孩的脖梗上带着小金锁。 是她亲手设计, 亲自找金匠打造。 在泰尔满月那天, 当作生辰里送给她的, 这个死状凄惨的婴儿。 竟然是, 她的柚子。 啊! 程辉抱住脑袋, 骤然爆发出凄厉惨叫。 堂堂乙俊太守, 在这一刻, 也只是个痛失柚子的老父亲。 她跪倒在地, 食指发抖, 颤巍巍抱起死鹰。 老泪横流。 泰尔, 泰尔, 她一生生患着, 温柔又绝望。 她四十多岁了, 膝下只有程德靖和程德宇两个儿子。 德靖一年早逝, 她好不容易又叛来一子。 竟然就这么死了, 她红着一双老毛, 仇恨的丁向南宝衣。 我的泰尔, 是你这些虫女杀死的。 你就是了饮血吃人的魔鬼, 是你咬死了踏儿。 她嘶吼着夺过火把, 妄图点燃火油, 烧死南宝衣。 还没跑出去几步, 十八根木棍, 犹如十八根长钉, 呼啸着落在她跟前, 牢牢挡住了她的去路。 众人下意识望去。 镇南四的十八罗汉, 浑身是伤得倒在地上, 哀哀惨叫。 萧毅横刀立马, 九尺末刀嚣张地扛在肩头。 他打得兴起, 居高临下地逆着程慧, 舌尖斜似地舔过唇脚。 程太守, 要杀本侯家的小娇娘, 凡请先从本侯的尸体上跨过去。 萧毅! 程慧仇恨不已。 他红着眼望向老主持。 老主持会议, 双掌合十, 念了声阿弥陀佛。 镇南四的一百零八名武僧, 立刻团团围住萧毅。 老主持一声令下, 静息侯目无尊长, 袒护妖女, 拿下她。 萧毅弯起丹凤眼。 九尺末刀在手中潇洒地转了转, 他策马迎战。 蓝宝一依旧跪坐在高台上。 细白双手规矩地交叠在胸前, 娇美小脸, 不卑不亢。 他平静道, 程太守, 是我从大雄宝殿的火焰里, 就出了这个孩子。 是我从山寺里, 把他抱下山。 那些百姓拿石头砸我的时候, 是我把他护在怀里。 我祈求你, 看一看这孩子, 我告诉你, 这孩子还有呼吸, 他还有救。 可是, 你是怎么说的? 程慧老脸清白交加。 他说, 男宝一是邪虫女。 他不顾孩子的生死, 命令牙医拿下她。 可是, 那时他又不知道这血因是泰儿。 他以为那是别人家的孩子呀。 别人家的孩子, 死就死了, 与他又有什么关系? 他浑身发抖, 吝声咆哮。 你少在这里惺惺作态。 这孩子满身牙印, 分明就是你咬的。 你饮鲜血, 吃又硬。 你就是了或是邪虫。 我咬的。 男宝一讥讽, 程太守, 野兽的牙印和人的牙印, 能一样吗? 你是蜀君太守, 想必关牙里定有五座一类的人物。 不如把他们请出来, 仔细分辨地明白。 程慧抖得更加厉害。 他死死凝着怀里的血因。 莫名地, 相信男宝一的话, 老爷。 一声撕心裂肺地哭喊, 穿透人群而来。 百姓们让开路。 方姨娘满身狼狈, 连滚带爬地哭着奔来。 她的头发和衣裙几乎都被烧没了。 肌肤全是血淋淋的烧伤, 看起来十分可怕。 竟是凭着意志力, 从满山火海之中冲出来的。 老爷。 她哭着跪倒在程慧脚下。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 在看见程慧怀里的婴儿时, 她煞事睁圆了眼睛。 下一瞬, 凄惨的哀嚎声响彻山脚。 如此悲哀, 如此绝望, 像是痛失幼崽的母兽。 南宝衣有些不忍地闭上眼。 方姨娘哭得肝肠寸断, 忽然紧紧揪着程慧的衣袖, 视线缓缓扫过众人。 在看见夏明慧时, 她猛然抬手, 尖声叫喊。 是她, 天还没亮的时候, 她用迷药迷晕了妾身和丫鬟们, 又带人闯进禅房, 抱走了泰儿。 是她杀了泰儿, 是她杀了泰儿。 围观百姓们惊呆了。 江遂涵摇着折扇站在人群中, 看得津津有味。 则, 神魔剧变成了宅斗剧, 如今又变成了悬疑剧。 程慧把婴儿塞到方姨娘怀里。 她黑着脸走到夏明慧面前, 眼中的仇恨几乎要烧毁她整个人。 伯父, 夏明慧畏惧后退。 程慧抬手, 恶狠狠扇了她一耳光。 贱人! 我儿与你无冤无仇, 你竟害她至此。 伯父, 这都是南燕的主意, 与我无关啊。 童谣是她编出来的, 小公子也是她亲手丢给后山门的狗的。 南燕, 程慧怒不可遏, 豁然转身, 抬手就给了南燕一巴掌。 南燕双颊红肿, 狼狈凄惨地跪倒在地。 事已至此, 她哪里还顾得了其他, 恨不能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她扬起满含泪水的眼眸, 哭诉道, 太守大人,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婆母之事。 她说, 您膝下只有成哥哥一个儿子就够了。 她还说, 您百年之后, 城府所有财产, 都应该由成哥哥一人继承。 您不知道, 这些年您早要的那些孩子, 都是婆母在背后下的毒手。 皇室脸色惨白, 原本是还看热闹的, 没想到, 自己居然成了热闹。 她呆滞地看着满脸怒意的成慧, 讨好道, 老爷, 这小蹄子胡言乱语, 您定然是不信她的, 是不是? 她这是离间咱们夫妻感情, 毒妇。 成慧快步上前, 抬脚狠狠踹到她的心窝子上。 她小妾众多, 西夏曾有过十几个孩子, 可是养大的, 却只有两个嫡子, 一个嫡女。 她以为是她不信, 却没想到, 原来那么多孩子, 都是被这毒妇害死的。 堂堂一品太守的形象, 早已被抛之脑后。 成慧咆哮着, 嘶吼着, 被这皇室拳打脚踢, 臭汗淋漓, 歇斯底里的模样, 哪还有翻看论语时的潇洒如雅。 姜遂含摇着扇子。 胆凯, 得, 悬疑剧又变成了家庭伦理剧。 南宝一静静看着, 皇室哭着求饶, 头发都被拔掉好几座, 露出白花花的头皮。 衣衫不整, 满脸都是血无泥土。 与前世那位贵太十足的太守夫人, 当家主母, 全然不同。 南宝一清楚记得, 皇室从前是怎么措磨她的。 那时她嫁过去, 还不到半年。 陪皇室来镇南寺祈福, 明明该是娇养的少夫人, 却被皇室挑三拣四当牛做马, 逼着她去后山溪水给她洗衣裳。 正是寒冬腊月。 溪水凝结成冰, 她蹲在溪边洗衣裳, 小手冻得红肿军炼。 可皇室不许丫鬟婆子帮她。 她揉搓着傲裙, 觉得嫁人真是好辛苦的一件事啊。 正回忆着, 几滴温热鲜血见到了她的面颊上。 她望去, 是全臣大人重伤了几名武僧。 她战袍烈烈, 在武僧之中来回驰骋, 如入无人之境。 南宝一想起, 前世她在镇南寺, 其实也曾遇见过她。 那年, 萧毅已经在圣经城当了官, 回景观城办事, 恰巧路过这里。 她在溪水对岸乐着骏马, 急带军靴, 红衣烈烈。 她看着她替皇室锤衣裳, 讥讽。 这不是承少夫人吗? 那时的她, 窘迫极了。 她欺负了萧毅那么多年, 一向喜欢在这卑贱落魄的杨子面前, 端大小姐的金贵架子, 怎么能反过来被她奚落轻贱呢? 于是, 她耿着脖子反驳, 我这是孝顺。 你懂什么? 我嫁得可是蜀郡太守的嫡子。 你这小丽哪来的脸, 看本夫人笑话。 去去去, 有多远滚多远。 当时她不知道, 那时的萧毅已经官拜大理四卿了。 圣经成的大理四卿, 郑三平。 成家, 但你不好吧。 她的视线扫过她动肿的双手, 似笑非笑。 好不好, 与你何干? 南宝一急忙把双手藏到背后。 你再不走我就喊人了, 我要告你轻过于我。 轻薄, 萧毅咀嚼了一遍这个词, 忽然策马踏过溪水。 见起的溪水, 打湿了南宝一的脸。 她急忙起身后退, 却被萧毅搂上骏马。 那卑贱落魄的杨子, 脸去素日里的阴沉冷漠, 朝她笑起来的模样俊美毅力, 勾魂射破。 而她的手掌就贴在她的腰上, 叫她整个人都炸毛了。 我关程少夫人郊区, 虽然嫁到程家已有半年, 却仿佛还是处子之身。 她眸色晦暗地钉向她的唇半, 哑声, 所以, 程夫人恐怕还不知道, 何为轻薄吧。 简简单单的两句话, 令南宝一颜面尽失。 你, 她还没开骂? 萧毅突然豁住她的下巴, 扶手稳住她的唇。 少女的瞳孔迅速缩小, 脑海里一片混沌。 在察觉到她试图撬开她的牙关时, 她才猛然清醒, 抬手甩了萧毅一巴掌。 她红着脸, 喘着气, 这辈子都没有如此紧张过。 萧毅却懒洋洋舔了舔薄唇, 歪头邪笑, 程夫人, 这才叫轻薄, 你无耻。 南宝一捂住嘴,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她正开萧毅, 跌落骏马, 蹲在溪水边, 拼命漱口。 却还不忘骂骂咧咧, 轻薄别人欺视的事情, 也做得出来, 萧毅, 你就是个卑贱如狗的畜生。 我看不起你。 从小到大, 程夫人何时看得起我过? 萧毅眸色渐冷,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漱口, 卑贱如狗又如何? 畜生又如何? 程夫人这般落魄, 我便是问程家讨了你做妾, 程德宇也不会皱一丝眉头。 男宝医气急败坏。 她用掌心都起一泼冷水, 不管不顾地泼向萧毅。 冷水落了萧毅满脸, 淋淋淋淋, 顺着下河滚落, 打湿了她的衣巾。 少女白着小脸, 历声, 我生是成哥哥的人, 死是成哥哥的鬼。 你算什么东西? 爹娘不祥, 卑贱如狗的小人, 也敢觊觎本夫人, 便是天底下的男人都死绝了, 我也不会伺候你。 天色阴沉, 呼啸的北风送来雪墨子, 萧毅紧紧拽着缰绳, 手背青筋抱起, 盯着她的目光深沉灰暗, 犹如阴冷诡诀的野兽。 少女害怕极了, 咬了咬牙, 转身逃走。 没给皇室好好洗衣裳, 回到禅房, 自然免不了被罚贵, 难保依童言鹤法。 她跪坐在高台之上, 细细回想着前世的画面。 说来惭愧, 她骄纵数年, 对萧毅说过最多的词, 居然是卑贱如狗。 如今想来, 前世她能活到十七岁, 简直是祖坟冒青烟啊。 她羞愧地俯了俯胸口。 那乡, 程太守把皇室揍得半死不活。 程家的当家主母, 落魄地蜷缩在血泊中, 可怜兮兮地哀叫求饶, 却记不起枕边人的半分怜惜。 直到百姓们看不过眼, 将程太守拽开, 才没叫皇室被活活打死。 百姓们安慰道, 此等毒妇, 休了就是, 太守老爷何必为他动目? 是啊, 不知当您气坏了身子。 我们蜀郡百姓, 还等着您解决汉情, 救我们于水火呢。 程慧纵横官场数十年, 是个聪明人。 她抹着老泪, 摆摆手, 质地有声。 我的事, 那都是小事。 百姓的事, 才是大事啊。 怪本官识人不清, 才冤枉男姑娘是邪虫。 诸位放心, 本官一定查清楚, 那首童谣的来龙去脉, 给男家一个交代, 给天下一个交代。 她满脸悲愤, 一副敢为天下先的清官姿态。 蜀郡百姓, 原本对她多有怨言。 如今听了这番言论。 顿时纷纷称颂, 程大人为官清廉, 忧国忧民, 是咱们蜀郡的福气啊。 有您这样的父母官, 这次汉情, 咱们定能平安度过。 邪虫之事乃是误会, 太守大人不必放在心上。 反正, 那男宝一也没死, 想必男家人不会责怪你。 七嘴八舌的议论, 叫南宝一笑出了声。 他看着程太守谦虚承让的姿态, 朗声道, 但愿诸位听了我接下来的话, 仍旧能欢欢喜喜拍他马屁。 程会皱眉, 心底忽然浮现出不好的预感。 南宝一正色道, 红家米铺, 诸位都有所耳闻。 他是整座蜀郡, 唯一承诺店中米粮绝不涨价的铺子。 不巧, 一个多月以前, 他在蜀郡各地的粮仓, 竟然不约而同, 被人纵火焚尽。 是红家米铺的承诺, 所以他们一开始, 并不慌张害怕。 令他们慌张的导火线, 使粮仓被烧, 市场上米粮价格疯涨。 之所以这么恨邪宠女, 也有粮仓被烧的缘故在里面。 红家米铺粮仓被烧, 三十二线县令, 无疑受理。 那么, 是谁指使人焚烧粮仓的? 又是谁命令那三十二位县令, 不准接这桩案子的? 少女声音清脆, 话中的矛头, 却清清楚楚指向承惠。 有能耐弄清楚红家米铺粮仓地点, 有能耐令三十二线县令监口不严的人, 只有他承惠一人。 原本安慰承惠的百姓们, 纷纷退避开。 盯着他的目光, 有起初的同情到愤怒和艳恨, 不过短短一瞬间, 承惠浑身发抖。 邪宠女之事, 影响不了他的官徒。 可一旦纵火烧粮的罪名被落实, 他的太守之位, 也就坐到头了。 你说谎。 他力声高鹤。 南宝一轻笑, 说没说谎的, 请万掌柜出来对个口供, 不就知道了? 万掌柜, 您说呢? 躲在人群之中, 企图逃跑的万掌柜, 被百姓推了出来。 他瑟瑟发抖, 争辩道, 不是的, 并不是这样的, 不瞒诸位, 红家米铺, 如今是我二哥哥的人在打理。 南宝一打断他的话, 将真相娓娓道来, 旱灾发生之后, 粮食商会的掌柜们, 以万掌柜为代表。 找到我二哥哥, 企图联合他, 让粮食涨价, 却被二哥哥拒绝了。 万掌柜背后的势力, 如成太守, 如下参军, 立刻恼羞成怒, 不惜焚粮报复, 这才导致今日局面。 蜀军大汉是天灾, 数以万经济的粮食被焚烧, 却是人祸。 大家语气责骂, 我这个莫须有的邪虫女, 不如将成会这个罪魁祸首绳之以法, 才是正经。 蓝宝一姿态风雅, 大火在他背后熊熊燃烧, 吞噬了整座镇南寺。 他雪白的长发在山峰中飞扬, 病态苍白的容颜, 呈现出异样的美貌, 极为打动人心。 百姓们对视极眼, 彼此都很愧疚。 有人率先道:"南武姑娘, 之前冤枉, 你是邪虫女, 真是对不住。 是啊, 我刚刚还捡石头砸你, 错得离谱, 请你见谅。 我早说南家鸡膳之家, 怎么可能出邪虫? 你们骗不听我的。 众人七嘴八舌, 望向南宝一的目光, 充满善意和敬重。 南烟贵在角落, 秀美的小脸, 亲子交加。 他紧紧捏着拳头, 恨不能用眼神杀死南宝一。 他苦心故意地设局, 为什么这件人屡次三番都能逃过? 好恨啊! 山坡凉亭, 顾崇山单手之仪, 慢悠悠饮了半盏烈酒。 他翘了翘烟红唇角, 南家这丫头, 着实有趣。 势力在他背后的小太监, 弓声道, 启禀督主, 薛大都督的狼卫, 已经在赶来的路上, 想必会与靖西猴起冲突。 您和南姑娘的赌局, 很快就能奋出胜负。 顾崇山盯着那片空地, 与他年纪相仿的青年, 战袍染血, 单人单骑, 凭着一把末刀, 将镇南寺108名武艺高强的僧人, 尽数砍倒在地。 是酣畅淋漓的姿态。 黑色骏马斯鸣着, 冲向老主持。 骏马扬起前蹄, 惊得老主持身边人纷纷退后。 萧毅一手拽住缰绳, 一手挥舞墨刀, 刀锋直指老主持的面门。 他挑衅地抬了抬下巴, 笑容嚣张, 震南四, 不过如此。 老主持双掌合十, 淡定地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南宝一注视着他, 主持方丈早就知道, 我并非童谣里的邪宠女。 却依旧和成家, 下家狼狈为奸, 陷我于不义, 甚至要纵火烧死我。 都说出家人慈悲为怀, 主持的慈悲心, 去了哪里? 下参军向贫僧承诺, 只要如他女儿所愿, 当着蜀郡百姓的面烧死你, 就向震南四捐赠二十万两雪花文营, 并带领军队开凿放水, 灌溉沟渠。 死施主一个, 就天下苍生。 贫僧这是大功德。 就算今日死在这里, 也必定能去西方极乐世界, 飞升成佛。 老主持眉眼清冷苍老。 随着山风吹来, 夹沙大袖烈烈飞舞。 落在百姓眼中, 颇有高僧风范。 山风呼啸。 死我一个, 就天下苍生。 在你眼中, 竟是大功德。 高抬之上, 少女声音凉薄了几分。 她站起身。 三千白发, 肆意飞舞。 宽大的雪白如群随风摇曳, 仙姿婀娜, 仿佛即将成风归去。 她盯着老主持, 你明知童谣是假, 却依旧给我冠上些宠语的恶名, 是欺瞒妄语。 你身为佛家子弟, 却与官员私相授受, 是六根不敬。 你口中恶弥陀佛, 心中却想杀我而后快, 是魔性未除。 你明明有千百种方法, 以高僧身份澄清童谣, 揭发下参军罪果, 让官府救济百姓, 可你却偏偏选择了最龌龊的一种。 你自以为伟大, 殊不知分明内心卑恋, 毫无佛心。 你, 不堪为镇南寺主持。 老主持牙字欲练。 他手背青筋抱起, 凶狠地盯着南宝一。 平僧一心向佛, 只想救百姓于水火。 你竟敢质疑平僧没有佛心? 百姓鸦雀无声。 他们时而看看老主持, 时而看看南宝一。 仅从外貌上看, 一位是得到高僧, 袈裟贵重, 清冷出臣。 一位是或是妖女, 鹤发童颜, 朱唇血红。 但是, 那高僧容貌猙獰, 如妖似魔。 那妖女眉眼干净, 角如阳光。 熟好熟坏, 一目了然。 可见世间妖魔鬼怪, 并不能仅仅依靠外貌来区分。 周遭渐渐想起怯怯思语声, 全是数落老主持的。 老主持面色扭曲。 你这妖女, 平僧杀了你以谢天下。 还未迈出半步, 萧毅的磨刀刀尖, 漫不经心地抵在她的脖梗间。 她微笑, 本侯不杀和尚, 不代表不能杀和尚。 你想试试吗? 老主持更加恼怒。 苍老的眼眸渐渐冲血, 杀念四起, 仿佛即将入魔。 她舍去方丈风度, 争鸣嘶吼, 杀你一人已救天下。 平僧没错。 平僧普度众生, 平僧是要前往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阿弥陀佛。 一声佛号, 格外响亮。 须发皆白的老和尚, 穿成黄袈裟, 凌空而来。 她身后还跟着数十位僧人, 结识在地窖里, 曾与南宝依坐而论道的高僧。 孽障, 还不退下。 老和尚怒骂。 随着她的浮沉, 甩到老主持头上, 老主持那身魔气逐渐消散。 就连血红的瞳孔, 也逐渐清明。 她低下头。 恭敬道。 师父。 老和尚转向萧毅, 平静地行了个佛家礼仪。 萧毅回了她义礼。 老和尚又转向高台, 细细打量南宝依扮上, 笑道:"那老道士, 收了个好徒弟。 南宝依抿了抿消嘴。 她摸不清楚这老和尚的身前, 只规规矩矩地行了义礼。 老和尚转向百姓, 高声道:"今日之事, 是我这男子之错。 这位女施主玲珑心思, 并非所谓的邪虫。 老那再次为她证明。 汉秦乃是天灾, 人为不可以改变。 童谣之说, 主委可以放下了。 至于这孽障, 老那自会带回去, 好生惩罚。 师父, 闭嘴。 老和尚美好气地白了眼老主持, 说又说不过人家, 打又打不过人家, 我的老脸, 都被你丢尽了。 怎么人家的徒弟那么聪明? 我的徒弟就如此白痴。 老主持一把年纪了, 还被当众训诫, 清冷苍老的面庞, 立刻仗了通红。 他捏着袈裟, 腼腆的低头不语。 男宝一看热闹时, 那群曾与他坐而论道的僧人, 纷纷围了过来。 他们七嘴八舌, 男姑娘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男姑娘, 贫僧有好些佛理弄不明白, 可否请你赐教? 不如请男姑娘替发为僧, 皈依佛门。 那样, 咱们就能每日坐而论道了。 是啊, 男姑娘, 来到我们的小师妹吧, 我们定然宠着你。 家人生子多么无趣, 小师妹, 来与我们坐而论道吧。 抱歉, 她并不想与他们坐而论道。 关键时刻, 还是老和尚拿福尘, 狠狠敲打了他们几下。 她的徒弟, 居然嚷嚷着, 要向老道士的徒弟, 请教佛理。 丢脸啊, 老脸都丢到圣经城了。 一帮废物, 都给老纳回去抄佛经。 可是师父, 佛寺被烧没了, 咱们去何处抄佛经? 老和尚的脸色更加难看了。 半赏, 他沉声道, 那就挑个山头, 亲自动手把佛寺建起来。 和尚们震惊。 亲自动手重建佛寺, 这可比抄佛经困难多了。 老和尚又对南宝一道, 听闻贵府一向慈悲心肠。 我等想向贵府画园, 筹集钱财重建佛寺。 想必男姑娘没有意义。 不, 她很有意义。 她突然想起来, 老道士曾叮嘱过她, 叫她不要来镇南寺。 莫非是算到了她来镇南寺, 会破财。 老和尚不等她拒绝, 朗声道:"徒儿们, 随老那前往南府画园吧。 镇南寺的和尚们抱着包袱行李, 浩浩荡荡地往井观城而去。 难保一心头低险。 高抬之下, 百姓们却是松了口气。 可是正当他们以为事情告一段落时, 忽然有铺天盖地的马蹄声传来。 无数身穿黑色镜庄的暗卫们, 团团包围住高抬。 镜庄上绣着狼头, 竟然是薛都督的狼卫。 为首的头领陈声道:" 我家大都督听闻, 今日处死邪虫女。 怕镜西侯中途声势, 因此特命我等前来钉烧。 来人, 放火烧死她。 狼卫正要粘弓射箭, 将火焰射到柴堆里。 百姓们急忙嚷嚷, 朕南寺都辟谣了。 南武姑娘并非邪虫女。 对啊, 你们搞错了。 快收了弓箭, 莫要伤到南武姑娘。 狼卫们面面相去。 这是个什么情况? 蜀郡百姓骂了南宝一一个多月, 怎么突然画风突变, 又说她不是邪虫女。 僵持之际, 南烟突然摇摇晃晃的站起身。 她满脸坚韧, 犹如孤注一掷, 官爷, 南宝一就是邪虫女。 那首童谣, 并不是我和夏明慧编造出来的。 而是我睡觉时, 上餐在梦里告诉我的。 她说, 南宝一是邪虫转世, 将来要祸害天下, 唯有烧死他, 蜀郡才能降雨, 天下才会太平。 这番话, 算是给了狼卫一个台阶下。 头领笑道, 既然如此, 那么我等不敢忤逆上苍旨意。 放火! 带着火焰的语剑, 笔直射向柴堆, 却被一柄末刀在半空中斩为两断。 萧义拽着缰绳, 慢悠悠出现在众人视野中。 他把末刀扛在肩上, 笑容邪宁。 本侯说过, 谁想杀南娇娇, 就得先从本侯的尸体上跨过去。 可是听不懂。 狼卫们面面相去。 南宝一立在高台之上。 他含笑注视南烟, 姐姐有上苍入梦。 不巧, 我这两日住在镇南四地角, 也曾有上苍入梦。 只是老天爷告诉我的话, 却和姐姐的话大相径庭。 你说谎。 南烟捏紧帕子。 你才说谎。 南宝一就要的抬起下巴。 老天爷说, 我家中数百年行善积德, 是真正的大善之家。 看在南家的面子上, 他愿意向我透露天机。 他说今日午后, 将落今年第一场雨。 话音落地, 满场禁忌。 片刻, 铺天带地的议论陡然四起。 南烟不敢置信地皱眉。 南宝一疯了。 即便撒谎, 也该有个限度。 今日天空无云, 怎么可能会落雨? 狼卫们处在原地, 进退两难。 杀吧, 名不正言不顺, 与大都督无异。 不杀吧, 如何向大都督交差? 那位头领杀心顿起, 沉生道, 或是邪虫, 少在这里装模作样。 我等现在, 就取你性命。 上! 数十七狼卫, 不管不顾地冲向高台。 靖西侯功夫虽好, 可南宝一却手无腹肌之力。 有他拖后腿, 靖西侯必定不是他们的对手。 若能把靖西侯斩于马下, 大都督定然高兴。 他们盘散得很好。 只可惜, 世上常常有出乎意料之人。 萧毅横刀立马。 半个时辰, 也等不得吗? 他薄唇轻钩。 如此热切地想下地狱, 本侯岂有不成全之理。 末刀横扫而过。 高台之下, 厮杀震天, 血溅三尺。 薛定威清静心血培养出来的数十名暗卫, 组合成诡诀莫测的阵法, 将萧毅包围在内, 只等机会将他一击必杀。 只可惜, 萧毅比任何人都要精通阵法。 当初花招盛惠, 他以一己之力破出两百多人的一字长蛇阵, 又怎么会畏惧这区区数十人的阵法? 战马横冲直撞。 食言等暗卫甚至都没有上前帮忙。 不过短短两刻中, 薛定威的心腹狼胃, 被尽数斩杀殆尽。 萧毅一手拽着缰绳, 一手提着磨刀。 粘稠血液, 淋淋淋淋的顺着刀刃滴落在地。 他自己只受了些轻微的皮外伤, 别人的血染红了他的颈袍, 就连白皙俊美的面颊都溅上了血猪。 他舔了舔嘴角血字。 垂眸, 满意地扫尸过地面上那些触目惊心的尸体。 他曾在御楼春买过消息。 昔日杜安燕临寝, 将南娇娇扔进石棺的人, 埋伏炸药诛杀他们的人, 竟是薛定威手下的狼胃。 如今, 这只狼胃栽在他手里, 也算报应。 南烟崩溃得捂住嘴。 见过霸道的男人, 没见过如此霸道的男人。 他杀的, 可是薛大都督手底下的暗卫。 他怎么敢? 他跪倒在地, 一手撑在地面上, 惊慌失措地, 看着抱头痛哭的成太守, 看着哀哀嚎叫的皇室, 看着呆若木鸡的成德宇, 看着战战兢兢的夏明慧, 心底深处, 渐渐生出一股无力感。 往他算尽人心, 可是, 无论他怎么利用别人, 这些作为他手中刀刃的权贵, 都敌不过萧义。 他们, 太弱小了。 他们, 无法真正为他所用。 龙裂的血腥味萦绕在鼻尖。 方姨娘突然发疯, 抱住雪茵冲过来, 朝他和夏明慧全打脚踢。 那血鹰惨不忍睹, 就滚落在他身边。 他再也受不住, 捂着翻江倒海的胸口, 活生生呕吐出来。 无比清楚地意识到, 程家完了。 他…… 完了。 不知过了多久, 忽然煽风大作。 乌云碧日, 层层压境。 层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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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片刻功夫,雨珠如豆瓣般落下,再往西北去,天际乌云浓黑,雨水犹如天幕,顷刻间覆盖了整座鼠郡。 下雨了?百姓们震惊地仰起头。下雨了?真的下雨了?上万名百姓,伸手触摸雨珠,每个人脸上都是狂喜的神情,搂住彼此最亲近的人,尖叫狂呼。 南姑娘说今日下雨,果然就下雨了。南家果然是大善之家。南姑娘被上苍托梦,是咱们蜀郡的福星啊。 我……我太感动了。欢呼声漫山遍野,响彻整座郊外。南宝一仰起头,雨水落在她的眼睫毛上,她忍不住眨了眨眼。 下雨了,真好。前世,也是今日午后落的雨。她和猪猪抱着彼此,明明都是带子归中的大姑娘了,却还是如孩童般欢天喜地穿过园铃。 去追逐雨木,去摇弄满树雨珠。丢掉木鸡和罗袜,在湿泥巴里踩来踩去。丫鬟们提着罗群,在府里欢喜地奔走相告。 祖母和二伯母站在屋檐下,慈爱地看着他们玩水,真高兴啊。南宝一弯起眉眼。起初的欢喜过后,她忽然疼地撕了一声。 她蹲下来,摸了摸脚丫子。震南似着火,她出来得匆忙,只来得及换下请衣,鞋袜华却落下了。一路狂奔下山,脚掌心竟然早已磨破出血。正疼痛难忍时,一道身影落在她面前。 霄义单膝蹲下,温柔地握住她的脚踝。她从怀里取出干净的汗筋,仔细擦去她脚底的沙裂和穴子。南宝一坐在地上,正正看着她。她眉目如山,嗓音清润,下一次不可再莽撞。南宝一咬了咬唇半。想起掌镜中那如妖丝膜的容颜,她禁不住抬袖遮掩住小脸。二哥哥快走吧,我无事的。这般模样,不愿意叫你看见,霄义唇献敏得很紧。她低着头,替她擦干净双脚后,用汗筒, 汗筋把她的脚丫子包在一块,又捏着汗筋两脚,在她的脚背上寄了个漂亮的蝴蝶结。她抬眸,小姑娘依旧用宽袖遮住面容,从宽袖中探出的指尖,单扣浓艳深红,却因为紧渣微微颤抖。她扶开她的宽袖。小姑娘的脸苍白病态,朱唇鲜红,睫毛血白。铜珠清润,睫毛上凝结着细碎水珠,却不知是雨水,还是眼泪。她在害怕。害怕她嫌弃这副诡异的面容,害怕给她留下不好的 印象。大雨滂沱,背后千万人狂喜尖叫,而她的眉眼始终冷峻如山。她扶手,认真地吻了吻她血白的睫毛。本侯喜欢娇娇,无关你是丑是美,是苍老还是年幼。你若是上苍清定的俘虏使者,本侯便是你的信徒。你若是被千万人唾弃的或是邪虫,本侯便是你做下走狗。本侯喜欢娇娇,无论怎样都喜欢,不分是非的喜欢。 男保一正正看着她,一句不分是非的喜欢,令她忽然之间泪如雨下。她扑进萧毅的胸膛。二哥哥,山野清明,犀利与生铺天盖地。萧毅俯过她的三千白发,垂着丹凤眼,虔诚地吻了吻她的发心。小山亭。顾崇山缓缓放下杯盏。她起身,撑开一把油纸伞,朝山亭外走去。堵主,您不继续看了吗?小太监急忙跟上。我说了。 顾崇山淡漠的嗓音,溶进雨水之中。小太监亦不亦趋,恭敬的神情变得阴狠。和小女孩的赌注,怎能算数?靖西侯比起薛定威,傻子都知道,薛定威更厉害。都主真要退而求其次,与靖西侯结盟。愿赌服输。小太监又患上恭敬的表情。可是都主分明很在意男姑娘,要不咱们给男府一点压力,叫他们把男姑娘献给您。顾崇山驻足。山峰斜裹着雨丝,将她颈尖的黑檀木珠, 吹得香壮,发出清脆声响。她背影修长高大,带给人阴沉的威压。小太监自知诗言,急忙争獰着面孔,恶狠狠给了自己一耳光。都主,奴才知错,奴才知错。黑色官靴,淡漠地踩过山野枯草。成会官商勾结,焚烧粮仓,不堪为蜀郡太守。念在成家世代为官,便不惑及家人。叛成会流放三千里,五代之内,不得为官。是,奴才这就差人去办。 都主,薛嘟嘟那边,狼王老了,该给新的狼王,让位了。意味深长的一句话,令小太监面色威力。他拱手乘势。顾崇山走远后,小太监仰头望向灰蒙蒙落雨的天空。蜀郡,怕是要变天了呀。镇南寺之事后,南家的声望在蜀郡一日千里。不仅恢复了蜀井生意,钱庄生意更是蒸蒸日上。百姓们信任南家,不仅愿意把半辈子的积蓄存进南家钱庄。 甚至还愿意参加养老,看病等各种项目。江碎涵很积极地为这些项目取了好名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松赫院花厅,老夫人坐在主位,笑得合不拢嘴。逢人就夸自家孙女聪明,有福气,给家里带来了天大的好运。 为着这颗福星,蜀郡的达官显贵,纷纷托梅人登门求亲,却都被老夫人一一回绝。 于是,那些梅人退而求其次,又向南宝珠提亲。 反正都是自家姐妹,在一起待久了,说不定也能沾染上福气。 娶回家里。 一世一家呢。 蜀郡连着落了几天大雨。 今日放晴,初秋的园林清润干净,草木还挂着金银水珠。 南宝一坐在秋千架上,如群粉嫩,绣鞋精致。 他的容貌已经恢复正常。 据江岁涵所说,早前那副容貌,是因为中毒的缘故。 后来毒素随着汉液排出身体,就自然而然地恢复正常了。 荷叶端着茶点站在旁边,笑眯眯的,复树花厅里,那些没人登门求取的盛况。 南宝一听着,玩耳一笑。 就算整座蜀郡的男儿都来提亲,他也是不嫁的。 视线落在远处。 荷叶顺着他的视线望去,笑道,原来是侯爷来了。 不是侯爷,小姐又糊涂了。 二公子官拜靖西侯,不是侯爷是什么。 南宝一弯着眼睛笑。 二哥哥,是他想嫁的人啊。 萧一给老夫人请过安,踏出松鹤院。 却见院门口,站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 谈发梳成精致的云记,金步窑垂落在耳畔,更显白嫩娇贵。 云烟粉的如群,轻盈如云朵。 薄耿与锁骨如白玉雕琢。 他娇娇俏俏地立在一丛芙蓉花边,美得干净婉约。 他对侯爷道,已是初秋的天了。 怎么能让你家小姐穿得这般少? 去拿件大袖来。 侯爷暗道,侯爷可真是关心他家小姐。 每次见面,要么打发他去拿大袖,要么打发他去拿斗篷。 好在侯爷是正人君子,虽然孤男寡女倒也不至于对小姐做什么。 他恭敬乘势,笑着去拿大袖。 和爷走后,萧义上前几步,直起南宝一的小手。 他道,再等我。 南宝一点点头,有正是想和二哥哥说。 两人并肩往昭文院走,南宝一颇有些不好意思。 这次镇南四之行,当众揭穿成太守的罪过。 我也是有功绩的,再加上家中镇灾有功。 二哥哥给朝廷写作张时,可莫要忘记天上这两笔功毛。 萧义垂眸看他一眼。 原来这小姑娘,是来邀功情赏的。 他抿着笑,淡淡硬好。 南宝一垂下眼睫,更加羞怯。 他这般饥渴地寻求功绩,也不知道会不会被二哥哥笑话。 笑他急功近利,他沉吟半赏,补充道。 二哥哥。 程太守和夏参军勾结梁商哄抬米架,又联合僧人回我名声。 在揭发他们的过程当中,你才是第一功,我没有抢你功劳的意思。 萧义不以为意,便是把功劳都给他。 他又有什么打紧。 都是一家人,娇娇不必与我客气。 南宝一咬着唇,一边走一边盯着绣花斜肩。 二哥哥大约把他当成宠爱的妹妹,因此才说他们是一家人。 可是,他是不愿意被当成妹妹的。 正琢磨着,江岁涵摇着折扇,兴冲冲地过来。 顾重山仗着钦差大臣的身份,把程家和夏家一锅端了。 程太守和夏参军两个,今日要一起流放三千里。 警官城里,大家都在围观呢。 你俩别磨蹭,一起出去看呀。 出了福,石岩早就订好沿街酒楼的哑作。 南宝一推开阁窗,长街上的百姓摩肩擦肿,兴奋地观看从远处走来的一对士兵。 士兵们压着两架球车。 夏参军和程太守穿着球服,发迹蓬乱,狼狈地站在球车里。 无数百姓朝他们扔烂菜叶子和臭鸡蛋,零零零零弄了满身。 呸,官商勾结,贪污受贿,就因为靖西侯妨碍了你们哄抬粮价。 你们就要把他的粮仓全部烧毁。 就你们这样的,也好意思当官。 就是,大汉当前,靖西侯承诺,红家米铺绝不涨价,真真是为咱们老百姓着想。 如果天底下的官员都如靖西侯,该有多好。 南宝一手肘撑着窗台,捧着小脸观看。 他听着那些夸赞,不禁弯起丹凤眼。 前世,权臣大人可没有这般好名声。 朝臣们骂他是玩弄权柄的奸臣,百姓们骂他是祸国殃民的贪官。 马车好好行驶在盛京城的街道上,都会被人扔烂菜叶子。 当初搬进昭文院时,他曾想过如何回报他。 他愿用前世积攒的朝堂机密,为他铺就一条名利双收的锦绣大道,要他万人敬仰,要他轻史留名。 如今,班倒成太守这一步棋,倒是阴差阳错,成全了二哥哥的名声。 想来这一世,二哥哥再也不会被人骂成奸臣和贪官。 南宝一回眸,双眼亮晶晶的,二哥哥,大家都在称颂你的贤名,你开心不开心呀? 肖一贵坐在编织垫子上,正与江岁寒饮酒。 去年的杨眉酒,入侯轻裂肝后。 他掀起眼皮,懒洋洋的应答,开心呀。 贤名不贤名的,他压根儿不在意。 他本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坏人。 坏到骨子里那种。 否则,又怎么会对自家妹妹起心思? 但既然南娇娇喜欢,那他当的好人,似乎也还不错。 长街上,两辆球车逐渐远去。 南宝依饶有欣慰地看着。 承惠满头烂菜叶子,苍苍白发在秋风中凌落飘飞,像是苍老了二十岁。 前世,二伯伯来城府接自己回家,是承惠下令,叫仆仪们拿棍子殴打二伯伯。 后来二伯伯被打成重伤,终是不治身亡。 承惠却稳坐蜀郡太守之位,过得不要太潇洒。 这一事他官位被夺,又被流放三千里,余生算是彻底毁了。 而顾崇山还下令,禁止承家和下家五代以内的子孙入室为官。 南宝依心里痛快之余,忽然心生好奇。 也不知道承德宇,南燕和皇室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吗? 此时,承府。 仆役和丫鬟散去大半,只余下几个忠心的,还在府里伺候。 承德宇天之骄子,怎么都算不到,自己竟然会沦落至此。 五代以内禁止入室为官,那他读那么多书,在圣经城游学那么多年,究竟是为了什么? 他一病不起,面如精致,憔悴至极。 皇室守在病榻边,衣不解带地照顾他,整日以泪洗面。 他的夫君被流放,他的儿子重病缠身,这一大家子算是完了,彻底完了。 他看着承德宇病中咳嗽的模样,心里面又是心疼,又是怨恨。 半晌,他冷冷道,去把南燕拖过来。 两个婆子把南燕拖了过来。 南燕衣不避体,浑身是血,被打得十分凄惨。 他这些日子过得很艰难,皇室把所有的怒意都发泄在他身上,不仅将他关进柴房,还动辄把他拖过来,叫婆子们对他拳打脚踢。 他哭着扯住皇室的裙脚,泪流满面的祈求。 婆母,燕儿知错,燕儿真的知错了。 求您念在我从前帮您争宠的份上,饶过燕儿这次吧。 您放燕儿回家好不好? 求您放燕儿回家。 饶过你。 皇室一脚踹开他,咬牙切齿。 若非你蠢笨,用那手童谣对付南宝衣,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弄丢了老爷的官位,毁了二郎的前程。 我饶过你,谁饶过我? 他的女儿程仔兮,同样愤怒。 他今年十四岁了,原本都说好了婆嫁,只等明年,急急以后嫁过去。 谁料家中横遭变故,搞得他轻始都黄了。 程仔兮恶毒道,娘,不如把南烟卖进窑子,叫他一辈子被男人遭剑,才能叫女儿出一口恶气。 南烟恐惧,他浑身发抖,摇摇欲坠。 我是南家的姑娘,你们把我卖进窑子,我爹不会放过你们的。 你爹? 程仔兮讥讽,你爹在南家的地位,还不如南宝衣半根头发丝。 你用童谣诬陷南宝衣,你觉得南家还能容得下你? 恐怕,他们巴不得你被卖进窑子呢。 南烟心头一阵阵发冷,不等他再说什么,皇室沉生,看见这扫把心就烦。 把他拖到狼五,给我狠狠揍他,别伤了他的脸,晚上我就请牙脖过来,卖了他。 南烟尖叫着被婆子拖到外面,两个婆子绑大腰圆,压根不会怜香惜玉。 因为要把他卖进窑子,不敢伤了他的肌肤,于是拿寸长的绣花针,明笑着往他肌肤上扎。 甚至,还掐着他的手指,把绣花针狠狠扎进了他的指甲缝里。 血猪涌出,逗大的汗猪顺着南烟白皙的鹅脚滚落。 在这一刻,他忽然很想念他的娘亲。 如果娘亲还在,定然不会叫他受这么大的委屈。 娘亲还在,他还有家。 可是娘亲走了,哥哥疯了,爹爹另取。 他已经没有家了。 又一根绣花针扎进了他的手指头。 惨叫声不绝于耳。 昏迷不醒的程德宇被吵醒。 他唇色苍白,眼神空洞无光。 娘。 二郎,娘在呢? 娘在。 皇室心疼地直掉眼泪。 娘,我怕是不中用了,大哥没了,爹被流放。 我若是死了,只剩你和希儿两个女流之辈,要如何度日呢? 二郎,快别说傻话了。 皇室握着他的手贴在面颊上,哭得十分凄惨。 程德宇喘着气,过了很久,才苦笑道,娘,我真后悔啊。 如果当初没有和南宝一退婚,是不是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他是蜀郡的福星,娶了他,咱们家定然有权有势,皇室心疼得泪珠子直掉。 程德宇慢慢闭上眼,再度陷入晕厥。 程仔西连忙去请大夫。 只是如今,程家在景观城中口碑极差,稍微有些头脸的大夫,都不愿意登门问诊。 程仔西求爷爷告奶奶,才终于请来一位走街串巷的老大夫。 老大夫替程德宇枕过脉,皱着眉头道,令郎气血攻心,恕老夫无能,不好治啊。 事实上,他只会治一些简单的风寒高烧。 凡是遇到复杂点的病况,他都会说气血攻心,治不好。 皇室却哭得厉害。 哪怕要我成家倾家荡产,我也要为二郎治好病。 老大夫,你要帮我们想想办法呀。 程仔西急忙塞点老大夫一定银子。 老大夫眼睛都亮了。 他咬了咬银元宝,堆起满脸笑褶子,倒也不是没有法子。 令郎只是气血攻心,只要找个姑娘嫁给他,冲冲洗,定能把他的病冲好。 程仔西送老大夫出门,皇室坐在榻上,陷入了沉思。 冲洗,家道中落。 夕儿的亲事都被人退了,又有哪家权贵的姑娘愿意嫁给他的二郎呢? 他的二郎博学多才,容貌俊秀,寻常姑娘是配不上他的。 唯有高门贵女才堪配当他的儿媳妇。 这么想着,脑海中忽然冒出一个人选,南宝一。 蜀郡的百姓都说他是福星,既然是福星,如果嫁给二郎,说不定能把二郎的病给冲好。 而且男家富贵,他带来的嫁妆,足够他们成家人挥霍一辈子。 再跟静熙侯求求情,他是男宝一的兄长。 成亲以后就是二郎的大舅哥,让他在军中为二郎谋一个好差事,也不枉他们连经一场。 皇室盘算妥当,立刻张罗起来。 他打发丫鬟去请媒婆,可惜景观城里的正经媒婆,没人愿意替他家二郎说媒。 实在没办法,他只得设下脸皮,打算明日一早,亲自去男家说清。 郎五万,男烟蜷缩在地板上,冷汗浸透了衣裙。 秀美的小脸苍白轻瘦,十根鲜鲜玉脂,肿胀轻子,指甲外翻,甚是恐怖。 泪水滚落在地。 他喘息着,意识激进模糊。 快要晕过去时,他闻见了浓烈的脂粉香。 环沛清脆,老女人奸细的笑声几乎要刺破他的耳朵。 那老女人踹了踹他的身子,大笑道,容貌倒是上等货,只可惜太轻瘦。 无妨,有的男人就好这口,一百两银子,再不能多了。 你这老宝,可知道他的身份。 他是南府的外室姑娘,怎么可能只值一百两? 哟,竟是男猫猫的外室女儿。 当年他娘就是个骚货,在玉楼春唱曲的时候,不知道勾带了多少男人。 不过,他娘好歹还傍上了首富家的傻儿子,他的女儿却是更加没用了。 这样吧,二百两文银,再不能多了。 他们还在继续讨价还价。 男爷眼前一阵阵发黑。 莫大的恐惧和绝望袭来,他终于支撑不住,活生生痛晕了过去。 在醒来时,却发现自己躺在狭小的寝屋里。 油灯昏暗,帐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味道。 被褥不知多久没被洗过,肮脏乌黑,几乎看不出原本的颜色。 他支撑着坐起身,却见一个脑满肠肥,贼眉鼠眼的男人,只穿着蟹裤,笑眯眯摸了过来。 他惊恐地往后退缩。 你是谁?这里是什么地方? 真是个漂亮干净的姑娘。 男人笑得下流,下酒等的窑子里。 没想到还有这等货色,倒也不枉费花了五十两银子。 到了这种地方,今时不值钱,来陪爷乐呵乐呵。 爷若是高兴,有你的好处。 南烟尖叫。 可他的拳打脚踢没有任何用处。 绝望如海水般袭来。 他木然地睁着眼睛,正正盯着肮脏破旧的帐顶。 他最宝贵的清白,居然丢在了这种地方,还是以可笑的五十两文银的价钱,泪水顺着面颊滚落。 令他羞耻的一夜,在不堪中度过。 可这一场噩梦,似乎没有尽头。 低烈的红蜡烛,散发出刺鼻的气味。 黎明时分,窑子里依旧闹闹哄哄。 他甚至没有休息的时间,又有满身肥肉的男人迫不及待地挑战而入。 秋天的清晨,颇为寒凉。 南宝一团在暖和和的被窝里,盯着挂在帐中的香囊,双眼惊亮。 每天赖床的感觉,真好啊。 没等他感慨完,荷叶匆匆进来,震惊地挑开帐帘。 小姐,出大事了。 南宝一拉过被子蒙住脑袋,声音嗡嗡的,什么大事啊? 程夫人登门拜访,说是要提亲。 南宝一猛然掀开被子。 她坐起身,程夫人? 可是程德宇她母亲? 不然还能是哪个程夫人? 何叶哭笑不得。 您说,咱们两家都成了冤家。 她还好意思登门提亲,要您嫁给程德宇。 一大清早的,老夫人被气得不轻,直接撇下她回了寝屋。 可是程夫人脸皮厚,仍旧坐在花厅不肯走。 那我得去瞅瞅。 南宝一笑眯眯的。 她仔细梳洗妥当,挑了身卷云纹嫩英皇如裙,带着荷叶直奔花厅。 她扶着格扇,悄悄探尽半张小脸。 皇室端坐在圈椅上,眉目间都是疲惫,脸颊上被程太守打出来的淤青还没有完全恢复。 娇娇,你看什么呢? 南宝珠突然出现,拍了拍她的后背。 南宝一吓了一跳。 想示意南宝珠近生,可是皇室已经注意到她了。 皇室朝她招招手,笑容格外温柔。 镇南四一事,叫娇娇受委屈了,都是南烟和夏明慧的错。 南宝一不置可否。 她甚至懒得对皇室行礼,慢悠悠坐在她对面的圈椅上,随手端起茶盏。 她轻抚茶盖,缓缓吹了吹茶雾。 明明是很无理的姿态,可是皇室竟然不敢说半个字。 皇室陪着笑脸,娇娇真是娇气可爱,叫伯母好生欢喜啊。 南宝一喝了口茶,淡粉嘴角带出讥讽的弧度。 前世,皇室从早到晚折腾她,逼着她成婚定省的时候,可没有这般殷勤夸奖。 若是哪次忘记行礼,罚贵都是轻的,何曾这般温声细语过。 可见,女儿家若想嫁人后不被婆母欺负,要么婆家家风好,要么自身本事硬。 要么有强势的娘家撑腰。 她抬眸,嗓音温软。 我听说,成夫人这趟上门,是为了替成公子向我提亲。 皇室眼中闪过不悦。 提亲是真,可婚姻大事,乃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南宝一个小姑娘,怎么好意思跑出来亲自谈成亲之事。 若非看待她是蜀郡福星,男家嫡女的份上,她是无论如何也看不中这等轻薄女子的。 她喝了口碧罗春,笑道, 你我两家从前有过误会,那都是南烟搞鬼的缘故。 你放心,我已经把南烟迈进了低等的窑子。 想来,如今已是生不如死。 这般抱负,娇娇定然满意。 是不是? 迈进了窑子,南宝一条梅。 你和二郎早些年就定下了亲事。 伯母听说,你还给二郎写过情书,所以,你心里定是有她的。 如今没有南烟从中作梗。 你们这对小儿女,定要破镜重圆,恩爱如旧。 如此,我们两家长辈,也就心安了。 南宝一垂眸盯着茶盏,托着浓烟单扣的指尖,轻轻扣鸡斩臂。 她并没有急着表态。 南宝诸生怕她被说动,急忙嚷嚷。 你这夫人怎么回事? 先前瞧不起我妹妹,如今成家落魄,又巴巴的上门求去。 非是我不尽尊长,而是你为老不尊,不值得我敬重。 你赶紧滚出去,莫要胡言乱语,捂了我妹妹的耳朵。 我妹妹和人嫁不得,才不稀罕程德宇呢? 她到豆子似的,噼里啪啦。 皇室呕火,冷哼一声,没叫养的东西。 话音落地,宁婉舟款款上前,展颜一笑。 不等皇室有所反应,她朝她脸上,就是两耳光。 皇室捂住脸颊,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 你这剑壁,竟敢打我。 伯母。 南宝一忽然开口。 皇室急忙望向她,满脸都是期待,焦焦考虑好了。 伯母,我一直在想,人的脸皮究竟有多厚,才好意思在退婚之后,又屡次三番灯门求举。 刚刚听见婉婉打你耳光的声音十分沉闷,撂想你的脸皮,定然比她那戴着厚紧的手,更加厚重。 南宝一轻言慢语,静视稀落。 你,皇室气得眼前发黑? 南宝一抬手,是一婢女撤下她的香茶。 伯母着急地灯门提亲,却没见成德宇露面。 想必她是因成家罪孽,正缠绵病榻,急需一门轻视冲喜。 是不是? 少女冰雪聪明。 皇室雨夜。 南家姑娘并不愁嫁,还沦落不到要去给废人冲喜的地步。 程夫人,你总是看清我,看清我的家族。 可我常常想,镇南四一世之后,你已经没有资格看清任何人。 我将前途锦绣,爵位加身。 我的家族将富可敌国,一世荣华。 而你们成家将一直落魄下去。 五代,不得翻身。 哦,我说错了。 如今成德宇缠绵并榻,能不能传宗接代都是个问题? 清许,根本就没有五代呢。 少女娇笑盈盈。 说出的话,却气得皇室鸡欲吐血。 什么叫根本没有五代? 贱人。 南宝一就是彻头彻尾的贱人。 他抛去脸面,正要破口大骂。 纪嬷嬷指挥着两个黑脸婆子,不由分说地把她拖出了府底。 南宝一望向屏风后,想必祖母听见了他们刚刚的话。 他明起甜甜的笑容,牵住南宝珠的手,一同去屏风后给祖母请安。 老夫人看着这对小娇花,心里那个欢喜。 他搂住两个孙女儿。 你们两个刚刚表现得很好,很给我男家长脸。 今后再遇到皇室那种女人,不必跟他客气,便是捅出了天大的篓子。 也有祖母给你们撑腰。 南宝一乖巧称事。 南宝珠却只眼巴巴盯着花鸡。 花鸡上有一叠黄豆糕。 他舔了舔嘴巴,忍不住抓起两块往嘴里塞。 南宝一急忙去拦她。 猪猪,你不能再吃了。 二伯母叮嘱我,让我监督你,少吃东西。 嗯。 南宝珠眼疾手快地把黄豆糕塞嘴里,口齿不清,无奏吃一点点,一点点。 老夫人瞧着,经不住更加恋爱。 他摸了摸两人的小脑袋,感慨道。 锦绣堆里养出来的娇花真不知道将来便宜了谁。 娇娇的轻事好说,倒是猪丫头令祖母很担忧啊。 这些日子,登门提亲的人源源不断。 借着娇娇的东风,也有不少显贵富豪向猪丫头提亲。 结果媒婆们听说,猪丫头能连吃二十个酱肘子,纷纷吓得落荒而逃。 而媳妇拦斗拦不住。 老二甚至感慨,应该给猪丫头改个姓氏,改成好姓。 如此一来,男嫁女就变成了好嫁女。 男嫁女,好嫁女,说不定能改变猪丫的姻缘韵脸。 姐妹俩从松河院出来,河叶突然神神秘密地凑过来。 她道,小姐,您不是让奴婢随时关注侯爷那边的消息吗? 奴婢刚刚听说,九千岁驾临了昭文苑。 九千岁来了? 男宝一起初的疑虑过后,又很快释然。 他们曾有过赌约。 镇南四之争,若是他输了,他侍奉顾重山一辈子。 若是他赢了,那么顾重山就得和二哥哥结盟。 今日,他驾临昭文苑,想必正是为践行赌约而来。 他得去瞧瞧。 少女拎起宽大的裙摆,朝昭文苑急步而去。 哎,娇娇你等等我。 男宝珠急了,牵住宁婉舟的手,跟着追了上去。 昭文苑书房。 男宝一轻手轻脚地翻窗而入。 书房很大,他穿过一座座书架,听见不远处传来茶盏的磕碰声时,立刻跪坐在地。 他躲在书架后面,悄悄地朝西窗张望。 全臣大人与九千岁对面而坐。 秋日高远,凉风清寒。 小火炉煮着热茶,茶香阴晕风雅,稍微冲淡了他们之间那剑拔弩张的气氛。 娇娇! 男宝珠和宁婉舟终于追了上来。 男宝一回眸,朝他们竖起食指,做了个噤声的动作。 三人一致朝那边张望,急急挨挨地,一群妈撒出稀疏声响,环佩更是伶仃作响。 顾崇山端起一盏茶。 他吹了两口,淡淡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侯爷这家,该治一治了。 萧一垂眸,轻轻喝了一口新茶。 男娇娇对顾崇山倒是上心,竟擅自背着他做了赌约。 若非今日顾崇山上门,他还要被蒙在鼓里。 丹凤眼炼咽着梁薄之意,他逆了眼跪坐在侧的余味。 余味立刻起身,带着两个小丫鬟,拉开长长的雕花为瓶,将萧一和顾崇山隔在西窗这方天地里。 男宝一不满。 这两人怎么防贼似的,他还指望听点机密大事呢? 没劲儿。 男宝珠嘟囔了一句,抱住宁婉舟,温柔地直起他的小手。 婉婉,我都没让你做粗活儿,你的手怎么这般操? 真叫我心疼。 不过,你的手又细又长又白,若是涂上单扣,定然极美。 婉婉,我给你涂单扣吧。 男宝一暗暗翻了个白眼。 为什么这般操? 因为他是个爷妈儿,常常从后院溜达到朝文院,让二哥哥的暗卫们, 教他习武,长期拿刀握剑的,不操才管。 说起来,朱朱已经十四岁了,二伯母为他的亲事着急上火的, 听说再找不到合适的男儿,就要把朱朱嫁给娘家侄子。 小公爷已经十三岁,不能再跟朱朱亲近了。 他倾咳一声,委婉提醒, 朱朱,你是大家闺秀, 怎么总是跟丫鬟搂搂搂抱抱的? 传出去有辱斯文呢? 晚晚是女孩子,搂搂抱抱怎么了? 她抱起来可软了。 你要不要一起抱? 不要。 侍女端来,红漆托盘。 托盘里摆着几只碧玉小盏, 小盏中盛着明艳精致的凤仙花枝, 淡粉深红各不相同, 还有准备好的芝麻叶和细丝绳。 男宝朱握着宁婉舟的手, 仔细为她涂上单扣。 男宝一瞧着就着急。 朱朱,你不能摸她的手, 总摸她的手,不好的。 娇娇啊, 你与和叶不也总是轻轻握握? 这有什么吗? 男宝一咬唇, 这怎么能一样呢? 她还想说什么? 宁婉舟眼底悄然掠过阴霾。 她凉薄地看一眼男宝一, 似笑非笑的神情,宛如威胁。 男宝一语叶, 宁婉舟又娇弱地依靠在男宝猪肩头。 小监, 宝一姑娘是不是不喜欢我啊? 这般凶, 叫人家害怕。 见过厚脸皮的, 没见过连脸皮都不要的。 娇娇, 你吓得婉婉了。 男宝珠诺声诺气地指责, 又安慰宁婉舟。 婉婉你别害怕, 咱们也是好姐妹的。 宁婉舟歪过头, 吻了吻她的脸蛋。 她眨巴着一双桃花眼, 我要与小姐天下第一好。 男宝珠软软的, 嗯, 天下第一好。 男宝一默默揪着小手帕。 好气啊。 余威送来茶点, 轻声叮嘱道, 四姑娘, 五姑娘, 主子在和九千岁谈事情, 你们乖乖在这里用些茶点, 可千万不要打搅了他们。 放心。 男宝珠硬着, 给宁婉舟的指甲, 扎好细丝绳。 她笑眯眯捧起一叠花糕, 二哥, 这里就是好, 不仅饭菜可口, 就连点心也特别香。 娇娇, 我倒是有些明白。 你为何总是往这里跑了? 男宝一沉默。 不, 她不明白, 她又提醒, 猪猪, 这些花糕都是容易叫人发胖的食物, 你少吃点。 男宝珠顾不了许多, 她也不嫌甜, 三两口就是一块糕, 吃得眉眼弯气, 双颊鼓鼓, 像是幸福的小松鼠。 猪猪, 你别吃了, 男宝一着急, 伸手去抢花糕盘子。 不给。 男宝珠抱着盘子, 和男宝一在地板上滚来滚去地争抢。 宁婉舟贵坐在侧, 把玩着包扎了芝麻叶的指尖, 语气凉悠悠的, 不就是几块糕吗? 吃了也就吃了, 至于这般兴师动众。 小姐好可怜哦, 有这么不讲理的妹妹。 如果我是小姐的妹妹, 就算小姐天天吃二十只酱肘子, 我也毫无怨言。 男宝一正齐在男宝珠腰上, 她恨恨地叮向宁婉舟, 你再敢挑拨离间, 我就叫二哥哥赶你走。 宝一姑娘精尊玉贵, 当然不把我放在眼里。 可怜婉婉自幼孤苦伶仃, 父母双亡, 被人欺负, 也没个做主的人。 音音音, 她装模作样, 眼面而起。 男宝珠那个心疼啊, 她翻过身, 把男宝一摁在地上, 嚷嚷, 娇娇, 我不许你欺负婉婉婉, 婉婉你别哭,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亲姐姐。 姐姐, 宁婉舟换得十分干脆, 男宝一气的磨牙, 嗷呜一声, 和男宝珠在地上扭打成团。 姐姐, 婉婉来帮你。 主仆俩二打一, 唯平后, 西窗外, 园林景致, 极尽风雅。 萧一跪坐在编织竹垫上, 袖精饕贴纹的袍居, 在地板上曝散开, 悬衣精灌, 姿态如高山冷月。 她轻抚茶盖, 嗓音细血, 九千岁想让本侯, 拥护成王。 河桃木挨挤对面, 顾崇山轻抚藏蓝色烟波, 彩纹关袍。 她悠悠道, 赌约如此, 静西侯莫非想毁约? 萧一吃茶, 只挑眉不语。 顾崇山的暗金漏花甲套, 轻轻扣机了一下茶盏。 她含笑, 毁约也无妨, 总归伤的不是侯爷的信誉, 而是南武姑娘的信誉。 想来, 她该以身偿还本都主的损失。 萧一审笑。 她懒洋洋道, 九千岁有何损失? 你利用舍妹对付成慧, 成慧倒台, 圣经城自然会派人接管太守之位。 如果本侯没猜错, 那接管之人应当是九千岁和成王的人。 蜀郡赴税丰厚, 哪怕她结下两成赴税孝敬成王, 也将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九千岁七我妹妹不懂朝堂之事, 所以那份赌约本侯不认。 顾崇山用暗金护甲, 慢悠悠地扣机碑斩。 半赏, 她道, 今日才算见识到静西侯的城府。 静西侯中飞池中物, 与本都主联合班岛薛定威, 蜀郡的兵权和财宝, 你我误分成, 如何? 萧一把玩着悲战, 她脸上挂着玩世不恭的笑容, 这话, 为谁而言? 成王, 还是九千岁自己, 静西侯心中有数。 薛定威盘踞蜀郡数十年, 势力根深蒂固, 想除掉她, 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更何况, 你我没有光明正大的理由, 那么, 逼反她, 再除掉她。 如何逼反? 顾崇山意味深长, 见门关。 见门关? 面对萧一的质疑, 顾崇山用指尖沾着茶水, 在暗机上书写了四个意味深长的字。 恰在这时, 围屏外突然传来怦然巨响, 少女的嚎哭声紧接着响起。 萧一唤道, 鱼卫。 鱼卫慌张张地踏进来, 恭敬跪地, 骑兵主子, 四姑娘和小公, 他侍女欺负宝一姑娘, 双方吵着吵着就打起来了, 宝一姑娘撞翻了暗机, 许氏撞腾了, 因此哭了出来。 萧一瞥向顾崇山, 本侯有家事要处理。 这是逐客的意思了。 顾崇山晃了晃茶展, 饶有欣慰, 我最喜欢小孩子, 留下来看个热闹, 又何妨。 萧一懒得跟他说什么。 他道, 带过来。 侍女, 撤掉雕花为瓶。 男宝一, 男宝珠和宁婉舟, 珠拆横斜, 发迹蓬乱, 如群, 被扯得七零八落, 低着头跪坐在膝窗下。 闹什么? 萧一冷冷发问。 男宝珠愧疚, 我们只是玩闹而已, 可是晚晚不小心撞到娇娇, 娇娇的脑袋就磕到了暗机上。 对不起啊, 娇娇。 男宝一的泪珠子, 速速滚落。 腾倒不是特别疼, 就是委屈。 明明是她的小堂姐, 宁婉舟却一口一声姐姐。 最气的是, 珠珠竟然为了她, 和她打架。 凭什么呢? 宁婉舟小声道, 我不是故意的。 她是少年, 力气本就比同龄姑娘大。 再加上平时和男宝珠 推推扫扫完习惯了, 错把男宝一 当成了男宝珠的蹲位。 随手那么一推, 谁知道男宝一就飞了出去。 她又可怜巴巴地磨起眼泪。 侯爷, 我孤苦伶仃。 爹娘亡故, 是男宝一先往我心口上戳刀子, 不许姐姐亲近我, 我委屈。 萧一腻着她。 她委屈? 郑国公和郑国公夫人, 知道他们已经亡故了吗? 这话若是传到他们耳朵里, 郑国公估计得拎着铁棍, 把她腿敲断。 郑国公夫人得拿着针线, 把她嘴巴缝起来。 让她见识一番, 什么叫男女混合双打。 她沉声, 去游郎跪着, 把女戒, 女德, 各抄一百遍。 男宝朱佑, 哭着向男宝一致歉, 才跟着宁婉舟抄书去了。 萧一看着男宝一, 她今日穿卷云纹嫩英皇的乳裙, 群居扑散在地面, 像是盛开的小芙蓉花, 又像是一只嫩蓉蓉的鹰鸟。 垂头落泪时, 露出白皙后颈, 娇美稚嫩, 像是一碎的瓷器。 她道, 过来。 男宝一抬起朦胧泪眼, 二哥哥眉目如山, 丹凤眼中藏着一丝微不可查的心疼。 她对面, 顾崇山席地而坐, 轻轻撵着黑檀木珠, 眼睫低垂, 正饶有欣慰地打量她。 她低下头, 慢吞吞跪坐到萧一身边。 萧一摸了摸她的后脑勺。 好大一个包, 虽然心疼, 但她还是忍不住吃笑。 男娇娇, 你本就蠢笨, 再撞几次脑袋, 今后可要怎么办才好。 男宝一咬牙, 她以为二哥哥是要心疼她, 结果这货居然取笑她。 爱着有外人在场, 她不好使小性子。 她食指发白地揪住裙摆, 含泪道, 二哥哥真爱说笑, 顾崇山真诚建议, 男五姑娘以后出门, 不妨随时准备一顶头盔。 如此一来, 就不怕被砸坏脑袋了。 这般金贵的脑袋, 该好好保养才是。 说完, 她和萧一两个同样凉薄的人, 居然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如果眼神可以杀人, 这两人已经被她杀成串串了。 乖为两人添茶。 她心里打着小算盘, 好生好气道, 九千岁, 这次蜀郡大汉, 我立下了不少功绩。 您对朝堂比较熟。 您觉得皇上会如何奖赏我? 她想捞个郡主当当。 再不济, 混个县主也是不错的。 等她封了爵位, 她就向全臣大人告白。 在场的两个男人都是人精。 顾崇山看她一眼, 就知道她心里在打什么小九九。 余光略过萧义, 她撵了撵黑檀木珠, 道, 男家虽是皇商, 但放在权贵多如过江之际的圣经城, 什么也不是。 静西侯虽是侯爷, 但放在世家公卿多如牛毛的圣经城, 同样什么也不是。 男姑娘受出身所限, 即使渴求授封爵位, 也不是随便一点功绩, 就能授封的。 男保一捏着小手帕, 眼瞳里略过黯然。 她知道商家地位低下。 那些王侯之家的姑娘, 一出生就是郡主, 县主, 可是像她这般女子, 即使做出很大的功绩, 也依旧不足以授封爵位。 真难过呀。 在些两日, 本都主要前往建门关, 巡查震灾营发放情况。 顾重山撵着黑潭木珠, 如果男武姑娘有兴趣, 不妨随我一道前往。 向导之功, 也属于功绩。 萧毅不悦, 这死太监, 连人道都不能, 也敢来打他家小娇娘的主意。 正要替男保一拒绝, 却听见小姑娘清脆道, 好呀。 独主出发时, 记得来南府接我。 我小堂姐的外祖家就在建阁县, 我又是曾有幸去过两回。 只要能攒功绩, 无论怎样的事, 她都愿意去做。 清静一切, 披荆斩棘, 只为有朝一日, 写满身荣耀, 光明正大的, 站在全臣大人身边。 顾重山离开后, 秋阳透窗, 男保一端起一盏热茶, 深深嗅了一口。 他赞扬道, 二哥哥冲炮的大红袍, 有种别样的蓝香, 很好闻。 你要去建门关? 对啊, 给九千岁当向导。 你知道建门关在哪里吗? 男保一沉默。 他只知道, 建门关在建阁县境内, 从前去的时候, 是跟二伯母他们坐马车去的, 他自己当然不知道具体在哪里, 胡闹。 萧毅斥责, 顾重山心思毒辣。 你与他共事, 无疑于与虎谋皮。 男保一捧着慈展, 没吭声。 萧毅剑他根本听不进去, 于是面无表情的拂袖离开。 窗外起了风, 初秋的天, 落叶金黄。 金丝芙蓉开的图名浓宴, 及奢柜雅致。 男保一孤零零坐在膝窗下, 小盏中的茶水, 逐渐冷却。 难道他不知道, 与顾重山共事, 是与虎谋皮吗? 可是, 二哥哥是静西侯, 将来甚至还会成为, 全清南越国的帝师。 而且他出身复杂, 从宁婉舟和沈义潮的身份来看, 他甚至很有可能, 出身大庸国的王公贵族。 他如何高攀得上? 眼圈渐渐湿润泛红。 他仰头, 引进了那一盏冷茶。 在他和萧姨闹别扭时, 朗五万。 南宝珠和宁婉舟跪在垫子上, 面前置着一方低矮的书案。 笔墨指砚铺陈开, 两人默默抄书, 彼此无言。 过了片刻, 南宝珠后怕道, 还好娇娇只是轻伤, 万一他有个好胆, 我俩罪过就大了。 等抄完一百遍书, 我要带上所有灵嘴, 去向娇娇赔礼道歉。 宁婉舟没吭声, 两人又抄了几张纸。 南宝珠抄得手指头疼, 宁婉舟捧住他的右手, 轻轻吹了吹热气。 我替姐姐揉揉, 姐姐就不疼了。 她撵着她的指关节, 长长的睫毛低垂着, 遮掩了恋燕的桃花眼。 晚晚要和姐姐天下第一好。 南宝珠犹豫, 我和娇娇才是天下第一好。 话音未落, 宁婉舟的泪珠子就滚了下来, 砸在她的手背上冰凉凉的。 南宝珠吓得不轻, 急忙抬秀给她擦眼泪。 好好好, 我跟你天下第一好, 好不好? 你快别哭了。 这个捡来的小丫鬟真是粘人, 动不动就哭, 还要她放下身段安抚, 弄得主仆身份都颠倒了。 不过, 看在她长得特别好看的份上, 南宝珠决定继续宠的她。 宁婉舟靠在她怀里, 少女的怀抱又软又香, 她靠着就不想出来了。 她眨巴着美丽勾人的桃花眼, 伸手卷起南宝珠的一缕青丝。 姐姐, 你生得圆润白嫩, 像是一颗稀罕的珍珠。 这个比喻深得南宝珠欢欣。 姐姐, 我听侍女们议论, 二夫人没法子帮你找到合适的人家, 所以打算把你嫁去你外祖家。 姐姐的外祖远在间隔, 正所谓蜀道南, 南于上青天, 那里可不比景观城繁华。 你真的要嫁去那种地方吗? 南宝珠威正, 她总把自己当成小孩子。 总觉得嫁人这种事, 离她好远好远。 可是没想到, 一转眼, 她就快要急急了。 她慢吞吞道, 女孩长大了, 都是要嫁人的。 我几位表哥都很好, 嫁给他们, 他们不会可待我。 明晚周眼底掠过一抹阴浪。 堂堂镇国公府小公爷 亲自挑中的美人, 怎么可以拱手让人呢? 她撒娇, 可是, 我舍不得姐姐嫁人。 南宝珠想了想, 认真道, 我表哥很好的。 我若嫁去剑阁, 定然也会带上你。 我让我表哥收你做妾啊。 剑阁? 踏出门槛的消逸, 耳间微微一动。 她垂眸瞥向这俩货, 四妹要嫁去剑阁。 是啊, 我母亲说, 再相看不到合适的人家, 就只能把我嫁去剑阁外祖家了。 南宝珠修奶, 男家嫁不出去的姑娘, 大约只有我一个吧。 萧义淡淡道, 既然要嫁去剑阁, 总得先过去瞧瞧。 过两日, 本侯带你去剑阁外祖家相看夫婿, 也不枉咱们兄妹一场。 南宝珠莫名其妙, 她和这位二哥可没什么感情。 好好的, 干嘛突然带她去剑阁相看夫婿? 她委婉道, 二哥, 剑阁得有三百里路程, 数到艰险, 十分难走, 能不能不去啊? 相看什么的, 也不急于一时呀。 不能, 萧义冷冷拒绝, 宁婉舟也不愿意南宝珠去相看夫婿。 她道, 侯爷, 姐姐是我一个人呢。 她觉得这暗示, 真是十分明显了。 表哥应该听得出来, 他不愿意放南宝珠嫁人。 世上哪有表哥, 急着把表弟媳妇推出去, 给别人相看呢? 可萧义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两日后, 去剑阁。 南宝珠急忙趁机讨好, 二哥, 既然要去那么远的地方, 能不能放我们回屋好好休息呀? 这些个, 女剑, 女德, 等从剑阁回来, 再抄也不迟啊。 宁婉舟跟着点头, 两人眼睛亮晶晶的, 一脸的期盼。 萧义面色凉薄, 这俩货把他家小娇娘惹哭了, 还在他脑袋上弄出来一个大包, 也好意思跟他求情。 他微微一笑, 抄不完, 不准回屋, 说完, 拂袖而去。 秋风瑟瑟, 主仆俩对视一眼, 各自在心里面把萧义骂了个狗血淋头。 事业。 狼武下登龙青夜。 南宝珠和宁婉舟还在苦哈哈地抄书, 长心捧着戒齿站在旁边。 说侯爷吩咐, 抄不完不许他们回后院, 吃喝拉撒睡都得在昭文院解决。 主仆俩抄得头云眼花, 时而抱头痛哭, 时而仰天长笑, 只恨斗不过萧义, 要白白再次挨罚。 大叔房里, 南宝义用了些碗膳, 坐在窗下读书, 心里面却是烦躁的。 他时不时看一眼远处书案, 全臣大人端坐在那里挑灯阅读, 却连个正眼都不肯给他, 更别提搭理。 他知道, 他还在为顾崇山的事情生气。 灯火明光, 他悬疑金冠, 滋容风雅, 他是权倾蜀郡的靖西侯, 也是战功赫赫的英雄。 他并不知道, 他的妹妹对他生出了龌龊的心思, 并按戳戳为了那份心思, 努力积攒功绩, 努力争取爵位。 如果他知道, 恐怕会更加生气吧? 南宝一想着, 眼瞳更加黯然。 夜渐渐深浪, 萧依靠在官帽椅上, 似乎已经睡了过去。 南宝一放下书卷, 捏手捏脚地靠近他。 全臣大人每日要处理很多军务, 还要习武练刀, 读书充实头脑。 他过得很辛苦。 南宝一趴在书案前, 认真凝视他的眉眼。 他生得太好看了。 眉骨和鼻梁都很高, 骨相犹如金雕细琢, 薄唇的弧度, 是他见过的所有男子里面, 最精致的。 南宝一伸出手, 试探着摸了摸他的鼻梁和眉眼。 二哥哥, 他轻轻唤了一声, 对方没有反应。 南宝一舔了舔嘴角, 小心翼翼地靠近萧逸。 他俯身过去, 先是轻了轻他的眉心, 又是这, 轻了轻他的脸颊。 他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颤巍巍伸出手。 指尖轻抚过他的嘴角, 又沿着下河往下, 试探着摸了摸他的喉结。 他的喉结, 性感又有男人味。 终于摸到了, 他心满意足。 而全臣大人始终没醒。 少女的单凤眼中, 罕见地流露出霸道和野性。 他朝他摇耳朵, 二哥哥, 你一定会是我的掌中之物。 萧一耳间微动, 他根本没睡着。 他听着南宝一轻盈远去的脚步声, 缓缓睁开眼。 狭谋情绪晦暗, 犹如翻滚的漠海。 无比清楚地意识到, 男娇娇, 是喜欢他的。 而且, 是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 则, 他注视着跳跃的灯火, 薄唇微微翘起。 拾苦抱着军营送来的一摞册子进来。 主子, 这些公文明日一早就要用, 沈公子让您今晚批阅出来。 萧一用指关节扣了扣书案, 示意他放在那里。 他心情不错, 懒洋洋道, 刚刚有一只小野猫, 对本侯说, 迟早是他掌中之物。 你怎么看? 小野猫? 掌中之物? 拾苦挠挠头, 颇有些生气。 那人定是在侮辱主子。 何解? 野猫的掌中之物? 那不就是老鼠? 那人竟敢辱骂主子是老鼠, 可见居心叵测, 以下犯上。 不知是谁骂的? 主子定要安排那人去晕腊肉, 才算解恨。 多么美好的词儿呀! 怎么到了拾苦嘴里, 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他微笑, 鱼调凉悠悠的月银减半。 另外这两个月的腊肉, 都由你来孕。 不是, 他说错了什么? 主子凭什么扣他月银, 还罚他孕腊肉? 他只是来送公文的呀。 他以秀颜面, 哭着奔出寝屋。 萧义慢悠悠起身, 打算去耳房木森。 跨出门槛, 却见书房廊下支起了贵妃踏和蚊帐。 南宝珠和宁婉舟这俩货, 蹲在贵妃踏上, 一边吃东西, 一边赏月。 他散漫道, 一百遍抄完了。 南宝珠怕急了他, 急忙扯了扯宁婉舟的衣袖。 宁婉舟懒懒道, 没抄完, 先谢谢。 把贵妃踏着在书房廊下的法子, 是他想出来的。 他就不信, 他和南宝珠从早到晚睡在这里, 萧义能忍。 他忍不了, 自然会免了他们的罚, 放他们回屋睡觉。 可是他低估了萧义。 萧义勾唇, 伸手摸了摸账慢, 挺好的。 他和娇娇澄清以后, 他也要在园林里露天制一张贵妃踏。 夜里睡觉, 想想就刺激, 宁婉舟和南宝珠, 目瞪口呆地看他远去。 太不是人了。 南宝珠气愤, 狗得狠。 宁婉舟附和。 狼舞镜头, 传来萧义漫不经心的声音, 再加一百遍。 主仆俩漠然不语。 扮上, 中士抱头痛哭。 萧义踏进耳房, 随手解开腰带, 丢掉颈袍和袍裤。 他站在青铜镜前, 面容淡漠, 修长的指尖一颗颗挑开上如的盘扣。 很快, 镜中青年只剩一条蟹裤。 每一寸肌肉都筋汗有力, 腰瘦臀臀腿长, 若是叫那些姑娘家看见, 定然忍不住血脉喷张。 他把毛巾随意搭在井间, 单凤眼擒着浅笑。 南娇娇, 这副身子, 真是便宜你了。 次日, 南宝一坐在装进台前, 仔细梳妆打扮时, 何叶从外面进来。 他满脸惊叹。 小姐, 程夫人又上门了。 又来了。 南宝一好奇, 昨日给了他那么大的羞辱, 他以为皇室会知难而退, 不再来纠缠。 门房的护卫不许他进府, 他站在府外哭嚎呢。 何叶挑了一柄珍珠流苏金不瑶, 为南宝一带上, 他骂您水性洋花, 又骂咱们家退婚是言而无信, 引来好多人为官。 南宝一拿起梅带, 细细化眉。 他淡淡道。 他从前最要体面, 想来程德宇一定病得很重, 才叫他设下脸面, 跑到咱们家门口骂街。 骂也没用, 大家都知道程家是个什么货色, 因此都笑话他呢。 南宝一点上口之, 镜中少女唇红齿白, 美如芙蓉。 他很满意今日的妆容, 其身道, 摆扇吧。 用完早膳, 咱们去程家瞧瞧。 去程家? 何叶惊讶。 南宝一跨出门槛, 前世今生, 他与程德宇之间总该做不了断。 黄氏领着南宝一回了程家, 在得知南宝一要去程家时, 他激动得恨不能撞墙。 他就知道, 南宝一定然对他家二郎念念不忘, 一路穿过游郎罩壁, 南宝一注视着府邸景致。 昔日忠名鼎时的太守府, 萧条落败, 走了半刻钟, 却连丫鬟都没看见几个。 假山生了厚厚的青苔, 角落里枯草蓬乱。 就连游郎都因为很久无人打理, 结了一层猪网。 走到寝屋外, 黄氏笑道, 二郎就在屋里, 娇娇可要我陪你进去。 南宝一没打理他, 他带着荷叶, 踏进了门槛。 未见南宝刀守在屋外, 随时盯着屋内的动静。 黄氏暗暗脆了一口, 小贱人跟防贼似的, 仿佛生怕他对他做些什么。 能嫁给二郎当正式夫人, 伺候二郎一辈子, 替承家传宗接代, 乃是他的荣幸, 他怎敢这般高? 都快十四岁了, 却还没说一门好轻声, 可见眼高手低, 怕到最后也是个没人要的。 他哼了一声, 去隔壁喝茶了。 寝屋光影昏货, 屋子里弥漫着浓烈的药香, 十分清苦。 承德与行销鼓励, 失去光泽的头发, 披散在枕巾上, 如同枯草。 他嗅到了浅浅的芙蓉花香。 他睁开眼, 那个少女坐在袖墩上, 滋容极为淡漠。 他看了片刻, 忽然往耳一笑, 娇娇定是来看我笑话的。 荷叶皱了皱鼻子, 按道这丝还算有自知之明, 他家小姐, 当然不可能是来替他冲喜的。 数日未见, 承哥哥销售许多, 有美人稀, 见之不忘。 一日不见稀, 思之如狂, 许事太过想念, 因此日渐销售。 承德与轻声细语, 似乎唯恐惊扰了此间安宁。 快要死的人了, 也好意思来聊他一把。 若是放在前世, 他听见这句诗, 定然要高兴地跳起来, 可是如今听来, 只觉十分可笑。 他关心道, 承家落败, 不支承哥哥的丧葬费, 可有着落。 承德与面色微僵。 这姑娘, 说话未免太直了些, 她捂着帕子咳嗽起来。 很快, 血液染红了那方手帕。 她支撑着坐起身, 语调透着自嘲, 昔日我与娇娇定亲时, 曾对你十分不满。 我想着, 我是天之骄子, 是太守府的狄公子, 怎么能迎娶一个 凶无点没的商户女? 后来我游学圣经城, 常常收到你的书信。 你自己丑陋, 措辞粗俗, 令我更加嫌恶。 所以, 当我从圣经城归来时, 才会对知书达理的 难言感兴趣。 我想着, 我的妻子, 定然要能与我红袖天香, 对谈师父才行。 可是, 当我与你退婚之后, 才发现, 你竟然已经变得那么好, 并非富有诗书的那种好, 而是格外纯真向上, 娇气金贵的好。 既有大家闺秀的聪慧礼智, 又保留了小姑娘的天真烂漫。 她定定注视着南宝一, 我很喜欢这样的娇娇。 南宝一始终垂眸不语, 甚至, 唇角还擒着一抹激逢浅笑。 承德宇并不知道, 她的聪慧礼智, 都是被她和南烟逼出来的。 也好意思拿来夸奖她。 她的耳畔浮现出一道清润的声音, 本侯喜欢娇娇, 无关你是丑是美, 是苍老还是年幼。 你若是上苍清定的俘虏使者, 本侯便是你的信徒。 你若是被千万人唾弃的或是邪虫, 本侯便是你坐下走狗。 本侯喜欢娇娇, 无论怎样都喜欢, 不分是非的喜欢。 南宝一想起, 在她重生归来, 上海只是个一无是处的草包的时候, 全臣大人就已经很愿意对她好。 而不是等她变得很好很优秀时, 再对她好。 所以, 程德宇喜欢的只是她身上那些闪光点, 而非她这个人。 当她将来失去这些闪光点时, 程德宇也会毫不留恋地舍她而去。 她道, 程哥哥的爱慕太廉价了。 比起你虚伪短暂的爱慕, 我更欢喜她细水长流的陪伴。 她, 是萧依吗? 是。 她陪我从泥泞深处爬起来, 一步一步, 清云直上, 直到云颠。 我无以为报, 唯有义无反顾, 披荆斩棘, 为她踏出一条荣华之路。 寝屋久久寂静, 过了一盏茶的时间, 程德宇忽然扶掌大笑。 笑着笑着, 她拿手帕捂住嘴, 再度剧烈地咳嗽起来。 血液从她指缝间渗出, 她抬起憔悴虚弱的眼帘, 我以为我出身权贵, 是蜀俊难得的贵公子。 我以为我博学多才, 是天下首屈一指的才子。 可是直到今日, 我才明白, 原来我的家世, 并不能成为我骄傲的本钱。 原来我读过的那么多书, 没有一本教过我, 怎样去爱一个人。 蓝姑娘, 从前的恩怨纠葛, 终究是我托大了。 蓝宝一诧异, 程德宇这是,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程德宇面如金纸, 从枕头底下, 抽出一支木盒。 她把木盒递给蓝宝一, 对不起你的地方太多, 没什么可以送给你的。 这些银票, 是我多年积攒下来的私房钱, 虽然知道, 男家不缺银钱, 但还是请你收下。 蓝宝一接过。 程德宇又剧烈咳嗽起来, 他凝视着蓝宝一, 真诚道, 焦焦能否原谅我? 蓝宝一坐在绣墩上, 始终没有回答。 过了很久很久, 他起身离开。 程德宇正正凝着他的背影, 眼睛里透出浓浓的落寞和绝望。 眼前一阵阵发黑, 他疲惫地倒在被窝里。 蓝宝一带着荷叶踏出游廊时, 听见背后传来黄氏和程仔兮撕心裂肺的哭嚎。 程德宇驾鹤西去了魏剑南驾驶着马车, 穿行过繁华西壤的芙蓉街。 荷叶看着蓝宝一, 自打登上马车以后, 他就窝在小榻上, 只看着那只木盒不说话。 他试探道, 小姐, 蓝宝一不语。 他打开木盒, 里面是厚厚的一打银票, 加起来得有十万两之多。 他抽出一张, 轻轻撵着银票边缘。 荷叶替他争了一盏茶, 轻声道, 程公子如此大度, 也算是放下了。 这般洒脱, 倒是叫奴婢高看他一眼。 蓝宝一始终沉默, 脑海中浮光略影般出现了前世的那些画面。 前世的他, 其实并不知道何为喜欢。 只觉得程德宇出身好, 容貌好, 学问好, 因此很满意这门亲事, 并下定决心做一个好妻子。 可程德宇是怎么对他的呢? 在大婚之夜, 把他一个人抛在心房, 跑出去和南烟月下私会。 不顾他的脸面, 和南烟初双入队, 参加景观城各种酒席。 鄙夷他, 嫌弃他, 算计他娘家财富, 在南烟毁掉他的容貌之后, 无动于衷。 甚至, 纵容着程太守, 把他献给老皇帝冲喜。 他常常想, 哪怕他不爱他, 可他到底拿了他娘家那么多金银财宝。 他是没有资格遭见他的, 南宝一掀开车帘。 正驾车的未见男颇为诧异, 小姐这是要做甚。 南宝一坐到他身边的小屋子上。 他从木盒里抽出一打银票, 肆意地抛向高空。 未见男和荷叶都愣住了。 无数张的银票, 如雪花般一路飘落满街, 如同祭奠光阴。 无数百姓沿街争抢, 个个儿笑逐颜开。 十万两银票, 尽数抛至一空, 就连那只雕花木盒都被扔了出去。 秋日晴空, 长风过境, 九旗招展。 灵星野局在街角开得烂漫。 南宝一扬起头。 几缕青丝服饰过他的面颊, 更显小脸娇美白嫩。 那双丹凤眼透着清润凉薄, 像是续着身不见底的一汪山潭水。 娇娇能否原谅我? 承得于渴求的声音, 近在耳畔。 南宝一面无表情, 一字一顿, 永不。 马车驶离长街。 街边, 穿烟粉如群的少女, 轻瘦可怜, 带一方遮面轻杀。 正是南烟。 他弯腰捡起一张银票, 手指发白轻颤。 凭什么南宝一可以视银前为无武, 可以当高高在上的男辅嫡女? 而他就要在窑子里受苦, 伺候那些恶心的男人。 他不甘心, 他好不甘心啊。 正要把银票塞进荷包, 突然被人抓住肩膀。 他还没回过身, 脸颊上就重重挨了一巴掌。 他捂住脸跌倒在地。 抬起头, 老宝已经将他捡到的银票, 塞进自个儿怀里。 老宝插腰骂道, 见蹄子, 带你出来买胭脂水粉, 你竟敢藏私房钱。 我告诉你, 以后你赚的银钱都归老娘。 你也别想逃跑, 或者托人回南家求救。 你这种烂胚子, 南家才不会管你。 南烟含着泪水, 他爬起来, 讨好的挽住老宝的手臂。 妈妈, 爷儿不敢逃跑的。 您对我那么好, 我怎么舍得逃跑呢? 您看, 前面就是卖胭脂水粉的铺子, 爷儿陪您进去吧。 哼, 这还差不多。 铺子里除了胭脂水粉, 还有些金钗手饰。 南烟启着老宝踏进门槛, 掌柜的正在接待一对年轻夫妻。 男人容貌俊秀, 挽着新婚妻子的手, 温声道, 你怀着一胎十分辛苦, 喜欢什么手饰? 只管告诉我, 我都给你买回去。 他妻子生得温柔清秀, 抬手替他擦了擦额脚, 米铺生意也不是那么好做的, 咱们不能大手大脚地花钱。 你是南家庞之的女儿, 娶到你, 是我高攀, 我怎敢对你不好? 这对龙凤灼好漂亮, 我给你买回去。 别, 你前些日子, 已经给我买了好几对。 换着带也无妨, 南烟看得出神, 老宝狠狠凝了下他的耳朵, 那是西街米铺的董老板, 和他才过门不久的新婚妻子。 他们都是体面人, 你这小蹄子, 总盯着他们做什么? 去, 买烟汁去。 南烟捂着宁腾的耳朵, 原来, 那个男人就是西街米铺的董老板。 昔日, 祖母想说给他的夫君, 如果当初他答应嫁给他, 那么此时, 被他千娇万宠的女人, 是不是就是他男嫣? 一丝悔恨, 在眼底掠过, 却也只是稍纵即逝。 他堂堂景观成才女, 怎么甘心嫁给区区米铺老板? 就算他现在进了窑子, 又如何?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他还会东山再起。 回到松鹤院, 南宝珠打发荷叶收拾行令, 荷叶一个头两个大, 小姐, 前阵子您险些被烧死在镇南寺, 还没受过教训吗? 眼见着入了秋, 您就别再出门了, 你家小姐血液里有风, 不出去憋得慌。 南宝一已在窗盘, 把玩经不摇, 他望向隔窗外。 秋阳和煦, 府里的芙蓉花开了许多, 魏剑男正在花丛中练刀, 刀法凌厉凶狠。 虽然是年近四旬的大叔, 耍起帅来, 依旧迷人。 一套刀法耍下来, 游郎里面占了不少小丫鬟围观, 指指点点, 羞羞怯怯, 甚至还有大胆的丫鬟, 羞答答跑上去送水壶和汗金。 南宝一掐下一朵芙蓉花, 魏大叔, 魏剑男擦着汗走过来, 小姐, 我后日要启程前往剑阁县, 你为我驾车。 好, 魏大叔对剑阁县熟悉吗? 守剑门天险, 乃是鼠道上的明珠。 旗县内的剑门关, 更是赫赫有名的天下第一关, 怎会不熟? 魏剑男眼中流露出一抹怀念, 剑阁争容而摧尾, 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霸道得很啊。 南宝一笑道, 熟悉就好, 我不用另请向导了, 小姐要去剑阁? 是啊。 魏剑男眼底略过复杂, 面上却没说什么, 笑嘻嘻继续练刀去了。 南宝一目送她远去, 她忽然想起, 当初就这一潭女儿红, 与她促膝夜化的情景。 彼此相爱, 始至不渝。 我迎娶她不到五年, 家国突然遭难。 她取出铜镜衰成两半, 我与她各执一半, 约定, 哪怕将来国破家王彼此失散, 哪怕生死今年容颜老去, 也定要凭借着半面铜镜, 找到对方, 南宝一心底浮现出一抹怪异。 细白的指尖, 轻轻扣机窗台。 她吩咐侍女, 去拿南越国志来。 侍女很快捧来一本史书, 两年前才修订的南越国志, 捧在掌心似乎还能嗅到游墨的清香。 南宝一翻开, 飞夜是一张鱼图, 他的目光落在蜀道建门关那一带, 建门关以外的疆土。 原本并不属于南越, 那里坐落着魏国, 一个人口不过两百万的富数小国。 十年前, 薛定威率军攻打魏国, 诛灭魏国皇族, 将他们的疆土和百姓并入了南越。 魏国, 魏建南, 他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 南宝一和尚史书, 他望向铜镜, 将那朵淡粉芙蓉粘上并搅。 这趟去建阁, 他心里总不大安生。 或许, 得问全臣大人借两个人。 他提着鸡汤来到招文院, 二哥哥正在练刀。 悬色静装烈烈翻飞, 脚踩文精靴履, 挥舞着一把比人还要高的九尺末刀, 刀锋凛冽, 射人心魄。 他站在角落, 饶有兴致地看着。 一刻钟后, 萧逸潇洒收刀。 他瞥向南宝一, 来做什么? 南宝一提着鸡汤, 哒哒哒地上前, 脆声。 二哥哥的刀法又精进许多, 娇娇瞧着, 不禁心向网之, 心花怒放, 心惊荡漾啊。 心惊荡漾, 萧逸居高临下地挑了挑眉, 怎么个荡漾法? 南宝一咽了咽。 他知道, 萧逸还在为他答应顾崇山的事情而生气。 他换了话题, 笑眯眯道, 我特意吩咐小厨房为二哥哥熬了鸡汤, 二哥哥趁热喝。 萧逸面无表情, 视线落在他的病角。 初秋的天正是芙蓉花开的季节。 小姑娘病角粘着一朵淡粉芙蓉, 开得层层叠叠, 千娇百昧, 却压不住他半分艳色。 九尺末刀在手中转了一圈, 锋利的刀尖慢悠悠挑下少女的病角芙蓉。 他用指尖托起, 垂眸清秀, 说吧, 找我做甚。 南宝一摸了摸空落落的病角。 他仰起小脸, 二哥哥, 我想为你介余味和长心。 此去见门关少则一月, 多则两月, 身边人会些拳脚功夫, 心安。 萧逸把磨刀丢在兵器柏骨架上, 转身朝寝屋走去, 准了。 南宝一微呀。 他以为, 得花大功夫才能搞定二哥哥。 他怎么答应得这般爽快? 萧逸踏进门槛。 他在罗汉踏上坐了, 把那朵淡粉芙蓉夹进书页。 后日, 他也要启程去剑阁。 他不会叫顾崇山欺负南娇娇的。 此外, 顾崇山那日, 在茶几上写下的乃是魏国国库四字。 剑门关一带, 恐怕藏着薛定威毕生的秘密和一个王国的财富。 他对敌人的秘密和金氏宝藏, 很感兴趣。 他有种预感。 剑门关一行后, 或许他能代替薛定威坐上镇西大都督的高位。 启程时十分顺利。 南宝一告诉老夫人, 说九千岁看中他聪明机灵, 邀请他去间隔巡查镇灾营的落实情况。 老夫人觉得, 阉人都是可怜人家的孩子, 因此对顾崇山并没有偏见, 再加上监督镇灾营本就是攒服气的事, 所以很爽快地答应了。 甚至, 还为南宝一准备了好几马车的丫鬟, 蒲义, 厨子, 金银细软, 被南宝一连连拒绝才罢休。 顾崇山的马车在清晨时出现在南府外, 是一辆八匹马拉的宽大马车, 急进豪奢华贵。 南宝一登上车, 顾崇山面无表情地坐在角落, 正垂眸把玩那船黑潭木珠。 意料之外的, 薛妹和他哥哥薛奇山也在。 他踏进马车, 朝顾崇山湿了一里, 找了个角落位置坐下。 薛妹轻哼一声, 没想到你也要去建门关。 南宝一, 我可告诉你, 我去建门关, 是为了监督赈灾营有没有落到实处, 好给自己多攒工具, 将来能得封郡主。 你一个商户女, 你去建阁做什么? 南宝一捧起一盏杏仁茶, 巧得很, 他也是去攒工具的。 他也想受封郡主啊, 但他没敢把话说出来。 夏明慧是薛妹的闺中密友, 如今夏家整锅背端, 薛妹恨他都来不及, 若是知道他去抢功劳, 肯定会更加针对他。 三百里行程, 他想过得舒服些, 正想着寻个幌子, 顾崇山悠悠道, 他也是去攒工具的。 什么? 薛妹大怒, 九千岁, 你答应过我父亲, 这趟建门关之行, 会把所有工具都让给我, 如今烧上南宝一, 算怎么回事? 顾崇山冷漠, 你再质问本都主。 薛妹犹如被猫摁住的小老鼠, 瞬间噤声。 过了片刻, 他压不住怒意, 忍不住碎碎念, 见活骂南宝一两句。 南宝一喝了半盏杏仁茶, 啥?薛妹, 你烦不烦? 薛妹不可思议地指着自己的鼻子。 你敢嫌我烦? 整座马车, 就你喋喋不休, 像个碎嘴的老姑婆。 你, 薛妹勃然大怒, 哥, 你看南宝一, 他欺负我。 薛崇山自打南宝一登上马车, 眼珠子就没从他身上错开过。 他朝南宝一露出讨好的笑容, 南姑娘有所不知, 我这妹妹就是郭躁。 父亲平日里也常常训斥她, 但她任性刁蛮, 总是狗改不了那啥。 薛妹彻底炸毛。 她还要骂, 顾崇山冷淡道, 再说一个字, 马上滚回景观城。 薛妹默默闭嘴, 虽然安静如鸡, 却还是忍不住偷偷邓南宝一。 南宝一纯叛讥讽, 享受得喝起杏仁茶, 官家一道, 蜿蜒着通往西北。 距离顾崇山车队十里之遥, 消逸的车队紧随其后。 车厢宽敞, 竹帘高卷, 光影明亮。 山风盈盈, 随着马车逐渐驶进群山大川之中, 车外景致更加郁郁葱葱, 呼吸清爽如同洗肺。 萧一端坐在角落, 悬衣金冠, 正清秀茶香。 矮岸上摊着各种灵嘴, 肉腐, 干果, 花糕, 俨然一副要去浇游踏青的架势。 软毯上, 宁婉舟拿着玉书子, 仔细为南宝珠梳头发。 她盘膝坐在南宝珠旁边, 温柔道, 姐姐的头发细密乌黑, 这么梳下来一点也不会打结。 摸起来就像绸缎似的, 因为车中洁净, 所以他们都是吞去鞋袜的。 南宝珠摸了摸她光溜溜的脚丫子, 笑道, 婉婉的脚, 精致白皙, 像是用白玉雕琢, 就是有点长。 就是有点长, 笑一阵喝茶呢, 险些一口呛肿。 她冷眼逆向这俩货, 他们毫无所绝斑, 依旧滔滔不绝, 姐姐的肌肤白嫩润泽。 婉婉的脸蛋, 美艳动人。 姐姐的味道, 清雅香甜。 婉婉的腰肢, 细软妩媚, 脸色一点点变得难看。 这俩货, 压根就没把她放在眼里。 她冷淡道, 叫你们抄的, 女戒, 和女德, 抄多少遍了? 主仆俩同时晋升。 半晌, 宁婉舟转过来, 抱住萧义的左腿, 侯爷的腿, 修长匀称。 男宝珠紧忙抱住萧义的右腿, 侯爷的腿, 无肩不摧。 侯爷的腰, 尽受惊汗。 侯爷的臂, 性感有力。 侯爷的威严, 静若娇龙。 侯爷的气度, 动若疯狗。 动若, 疯狗, 萧义嘴角微抽。 他一脚踹开一个, 冷笑, 三百遍, 少一遍都不成。 食言。 食言踏进车厢, 把矮岸上的灵嘴全部没收, 换上笔墨纸验。 他真诚道, 读书好。 能增长见识, 开阔胸襟。 二位放心大胆地写, 属下带了两大红墨汁, 两尺宣纸, 写不完的。 就算写完了, 沿途城镇还可以买。 我真是谢谢你全家啊。 主仆俩手握毛笔, 满脸是累, 可怜兮兮的抄书。 萧义盯着他们抄书, 慢悠悠喝了口茶。 舒坦。 七天后, 男宝一卷起车帘。 正直细雨萌萌, 四周群山环抱, 山间白雾引线, 紧致波澜壮阔。 远处, 大小剑门山, 矗立在秋雨中。 剑门山中断处, 两旁断崖峭壁, 风鸾四剑, 两臂对垒如门, 顾名为剑门, 地势凶险巍峨, 更有站到横沉峭壁, 瞧着令人胆战心惊。 原叫声从群山深处传来, 回音经久不绝, 更显凄厉凶恶, 仿佛是鬼怪在独自一语。 黄鹤盘旋在落雨的天空, 天虽高远, 可群山更加巍峨, 令人担忧他, 能否飞得过那争容鼠暴。 鼠道难, 难于上青天, 绝非望语。 南宝一轻声迎颂, 衣上征辰砸酒痕, 远游无处不销魂。 此身何是诗人味? 细与其驴入剑门。 这首诗, 不适合南武姑娘。 顾重山饮着烈酒, 红唇扬起。 南宝一望向他, 双眼亮晶晶的, 陆放翁在诗中感慨。 难道他这一生, 晶晶只是个骑驴入剑门的诗人吗? 我想, 他大约更想铁马兵和战场厮杀。 而我同样置不在景观城, 我也想去更大的天地, 青云直上, 直到云巅。 顾重山晃了晃盏中酒水。 他眯起眼睛, 笑容嘲讽, 隆重的金丝雀, 翅膀那么小, 如何飞得过明山大川, 直上云霄。 车厢角落, 薛妹拽了拽薛奇山的衣袖。 他小声道, 他们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听不懂就对了。 薛奇山老神在在, 如果我听得懂, 早就在父亲帐下, 谋到一个职位了。 还有必要跟你跑到这种鬼地方? 马车又行了一段路, 才缓缓停下。 驾车的太监攻声道, 督主, 前面摆刀陡峭, 马车过不去。 顾重山淡淡嗡了声, 他走下马车, 朝摆道去。 南宝一紧随其后, 古朴通幽, 地面铺着青石板砖, 两侧种满了粗壮威额的松柏, 得有数百年的历史。 鸟叫声十分幽远, 令人分不清楚, 他们究竟是在哪里鸣叫。 鱼卫与长心, 背着小包袱, 跟在南宝一身后。 魏剑南递给南宝一一根手杖, 要走上十里地, 才能到绝院寺。 绝院寺是他们歇脚的地方。 南宝一接过手杖, 欢喜递到了县。 走出半里地, 顾崇山往后看了眼。 小丫头蹦蹦跳跳的, 似乎很喜欢这里的风光。 他抿着红唇, 继续往前走。 南宝一虽然来过剑阁县两次, 但都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 已经没什么印象了。 如今穿过这般古朴幽精的百道, 他见到什么都新鲜, 丝毫不觉得累。 他身后, 薛妹快要哭了。 他提着宽大夜地的裙子, 走几步就会踩到裙摆上, 不过踩走了半里地, 已经摔了三五个跟头。 最后实在没办法, 他黑着脸, 命令薛家仆役弄一副担架, 把他抬着过百道。 薛齐山也不愿意吃苦, 跟着做起了担架。 经过南宝一身边时, 薛妹居高临下地嘲弄。 南宝一, 你慢慢走, 我可要先去绝院寺了。 听说那寺庙很小, 单进的禅房都没两间, 我就不客气了。 最好的禅房, 归我了。 说完, 信冲冲到前面去了。 南宝一一点也不在意, 他喜欢这地方。 看看古板, 听听鸟叫, 多自在啊。 又行了两里的, 前方出现了一尊陶勇。 是女人造型的陶勇, 与真人一般大小, 矗立在百道边, 骤然看见时, 还以为是谁站在那里, 瞧着有点吓人。 那是什么? 南宝一好奇。 卫剑男回答道, 陶勇? 陶勇? 放在这里做什么? 卫剑男摇摇头, 从前没有的, 许是当地人弄的标记。 鱼味道, 奴婢倒是觉得, 很像装点百道的饰品。 是祭奠山神。 长心神神叨叨地开口, 山中藏有神灵, 为了祈求当地风调雨顺, 因此用陶勇向山神献祭, 寓意给山神娶妻。 是这样吗? 南宝一好奇的首大梁棚, 朝远处眺望, 可是前面还立着好多陶勇, 那为山神一口气, 娶这么多媳妇, 受得了吗? 三人静默。 有时候, 他们觉得自家小姐的脑子, 跟别人不一样。 他们走过百道, 没多久, 萧毅等人过来了。 南宝珠和宁婉舟在后面磨磨蹭蹭, 萧毅与江岁涵走在前面。 江岁涵摇着折扇, 笑眯眯道, 萧家哥哥真是, 来建阁县也不与我打声招呼, 害我半路骑马, 花了好大力气才追上来。 我记得, 你师父在建阁县? 是, 老头子就住在建阁县, 我琢磨着跟你一起过来, 探望探望他老人家。 江岁涵说这话, 眼睛里多了些感慨, 想他二十一世纪的医学博士, 美妆博主, 带货达人, 一朝穿越到这个时代, 还穿成了个刚出生就被抛弃的锅, 怎一个惨字两得。 那年风雪夜, 他被亲生母亲丢在一座茅屋外。 茅屋主人, 正是他师父。 他师父养他到十岁, 传授他一身活死人肉白骨的医术, 这才打发他出去自谋生路。 后来, 他就遇上了萧家哥哥。 萧毅想起他的坎坷绅士, 淡淡道, 他对你有养育之恩。 确实该去探望他。 说着话, 江岁涵忽然注意到前方陶勇。 他好奇, 萧家哥哥, 你瞧那是什么? 陶勇? 出现在这里, 好生古怪。 两人走近了, 那陶勇塑造得栩栩如生, 眉目之间仿佛能看见细微表情, 再加上是活人大小, 出现在这幽深无人的的百道上, 竟带给人莫名的恐怖感。 江岁涵摇着折扇, 忽然道, 前面还有。 一路走出百道, 陶勇竟有十几个。 江岁涵凑近了要仔细观察, 却被萧毅拦住。 他冷冷道, 失臭。 江岁涵迅速后退, 不敢置信, 失臭。 这你都能闻出来。 说完, 又拍了拍脑袋, 我倒是忘了。 你家祖上是条乡出身? 你家祖的人, 嗅觉都很灵敏, 萧毅脸色不大好看。 山脚下的城镇, 远远望去安宁祥和。 只是这个地方, 怕是水深得狠。 怨不得顾冲山要来这里。 他抬不朝山脚走去。 江岁涵回头, 你们俩的跟上啊。 却看见南宝珠和宁婉舟 各自抱着一针陶涌, 正欢天喜地地耍玩。 南宝珠甚至亲了一口陶涌。 嗯, 江岁涵决定, 还是不要告诉他们陶涌的真相。 山脚城镇, 是剑阁县的一部分。 绝院寺处立在城镇边缘, 是个很小的寺庙, 因为香火不旺盛, 僧人早些年就跑光了, 只渔下一位年迈的老婆婆, 每日打扫寺庙。 南宝一仰起头, 宝殿雕梁化洞, 廊下宝珠上的龙女彩绘栩栩如生, 缠绕的蛟龙高高昂起头, 似乎要腾晕而去。 鱼卫走了过来, 笑道, 馋房已经打扫干净, 细软之物也放着妥当。 九千岁那边的小太监过来传话, 说是午膳在附近九楼吃。 南宝一点点头, 既来之则安之, 想争功继, 不急于一时。 他往寺庙外面走的时候, 保住后面, 探出一双浑浊的老毛。 头发花白的老婆婆, 指甲无意识地抠刮过郎柱, 发出刺耳杂音。 年轻的姑娘, 年轻的姑娘, 她嗓音沙哑, 看不出表情是哭是笑。 张继九楼, 顾崇山在大堂要了张饭桌。 南宝一问小二要了煮沸的热水, 仔细烫过碗筷, 抬眸望向顾崇山, 九千岁, 您要不要也烫烫干净? 穷讲究。 顾崇山这么说着, 却还是把碗筷推到她面前。 薛妹急忙也把自己的碗筷推过来, 给我也烫烫。 南宝一嫌弃, 把茶壶递给她, 自己弄。 薛妹厌恶, 宁愿伺候一个阉人, 都不愿意伺候本小姐, 跟你这种狗腿子坐在一起, 吃饭都不香了。 南宝一懒得搭理她, 小二很快端来饭菜, 全市建阁县一带的特色菜肴, 凉面, 火烧馍, 核桃饼, 豆花稀饭, 酸菜, 当然最少不了各种煎蒸炖煮饭的豆腐。 薛妹不愿, 拿着筷筑在盘子里拨来倒去, 全是豆腐, 怎么吃啊? 我素日里, 少不了大鱼大肉, 山珍海味的。 薛崎山同样拨弄着一盘煎豆腐, 九千岁, 你是不是缺银子呀? 点这么多豆腐做甚, 我想吃烧鸡, 要整只的。 南宝一暗暗翻了个白眼, 剑阁县的豆腐宴闻名鼠郡, 既然是豆腐宴, 当然都是豆腐了。 这两人真不识货。 顾崇山面无表情, 把那两盘被乱糟糟拨弄过的菜肴, 全部倒在他们饭碗里。 不想吃, 可以滚。 他沉生, 薛妹和薛奇山顿时哑口无言。 呗, 到底是个不好惹的主, 还是闷头吃吧。 剑阁县的豆腐, 乃是一绝。 南宝一笑明明分开快驻, 今日九千岁请客, 小女子定要好好品尝。 九千岁位高权重, 她的郡主之位还拿捏在人家手里, 她得说好话哄着呀。 她夹起一块豆腐, 吹了吹热气, 小心翼翼放进嘴里。 吃完, 忍不住弯起眉眼, 果然与景观城的豆腐不同, 豆汁浓郁, 确实很美味呢。 远处角落, 萧义等人也要了张饭桌。 姜遂含咬着折扇。 那大太监请南小五吃豆腐啊? 萧义面色冷俊, 一双丹凤眼盯紧了南宝衣, 手中的筷柱几乎快要折断。 这小姑娘是没吃过豆腐还是怎么的? 是景观城买不到豆腐还是怎么的? 不过是场豆腐宴, 也值得她笑成那个样子。 二哥, 南宝珠窃窃开口, 娇娇就在那里, 咱们为何不上前相认? 我今夜想与她一道睡。 萧义良悠悠瞥向她, 她想与南娇娇一道睡。 难道她不想吗? 萧义的眼神好可怕。 南宝珠低下头, 瞬间吓哭, 宁婉舟体贴地往她碗里夹了块豆腐。 她算是悟出来了, 在萧义面前少说话多吃饭, 才是正经。 事业。 绝愿四烧了热水, 南宝一在耳房泡了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 才爬上软榻。 她抱着枕头打了两个滚, 笑眯眯道, 热水澡真是好东西, 泡过之后, 沿途的疲惫都没有了。 鱼卫, 尝心, 你俩也去泡泡吧。 外面有位大叔守着, 不会有事的, 还是轮着去比较好。 长心小脸木然, 奴婢自打踏进那条百道, 看见那些逃涌, 心里就不大舒坦。 这座城池, 没有小姐想象的干净。 南宝一用脸蛋蹭了蹭枕头, 又乖又萌。 那好吧, 夜见深。 南宝一躺在软榻上, 不知为何, 总睡不大安稳。 窗外山风呼啸, 隐约落了秋雨。 细细麻麻的哭声夹杂在雨水深处, 像是小奶猫在嚎叫, 又像是小孩子在啼哭。 南宝一唤道, 鱼卫, 你有没有听见哭声啊? 没人应答。 他坐起身, 掀开帐漫。 帐外, 是一张苍老的脸, 正定定盯着他。 他经得险些尸声尖叫。 好在他很快认出, 这老婆婆是打扫绝约寺的人, 傍晚时还给他屋里端过热茶的。 他及时捂住嘴, 小声道, 婆婆, 你怎么跑我屋里来了? 老婆婆擒着一盏油灯, 双眸苍老浑浊, 也不说话, 伸出枯树之般的手, 紧紧握住他的腕子, 把他往外面拽, 似乎是要带他去什么地方。 南宝一小脸复杂, 他望眼请污, 鱼卫和长心昏睡不醒, 可能是被这老婆婆在茶水里下了药, 估计魏大叔也是如此。 他轻轻叙了一口气, 想着顾冲山也住在寺庙里。 而且, 这老婆婆瞧着实在不像坏人, 大约不会出事。 婆婆, 我披荐斗篷先。 他系上厚实的斗篷, 才随老人踏出寝屋。 风雨如晦, 宝殿里的灯笼在寒风中飘摇, 因为夜雨漆黑的缘故, 只能预染开小小一团光, 宝珠上雕琢的蛟龙和龙女, 在今夜的光影中看来竟然有一丝争鸣。 南宝一随他穿过蜿蜒油廊, 行至一处紧闭的朱七阁扇外, 他刚刚在睡梦中听见的小孩哭声, 逐渐清晰, 竟是从朱七阁扇后传出来的。 这寺庙瞧着破旧, 居然还住着小孩, 南宝一好奇, 婆婆, 还没来得及说话, 身后有人推了他一把。 他惊呼一声, 狼狈地撞进了朱七阁扇里。 风雨如晦, 蜿蜒油廊间的小宫灯被风吹灭极盏。 半明巴案间, 依稀可见地砖上残留着两行尸脚印, 正是南宝一和老婆婆的。 雨丝被风吹进油廊, 蕴染开他们的脚印。 半上, 又一行脚印悄然出现。 江氏镖局。 江家家风淳朴, 又是做走镖生意的最讲究侠义和古道热肠。 萧一他们今夜宿在这里。 江氏镖局。 南宝珠的到来, 可把两位外祖高兴坏了, 在家中大摆宴席, 因为江家人多, 闹到半夜还没散席。 外祖母搂着南宝珠, 笑道, 前两日就收到你母亲的飞鸽传书, 说你这次来外祖家, 是为了相看夫君。 来来来, 快从你众多表格里面, 挑一位满意的。 江家试婚的儿郎们, 立刻排列齐整。 算上旁之, 整整二十八位。 南宝珠汗颜, 这架势, 简直比王爷选妃还隆重啊。 他拉过宁婉舟, 偷偷道, 婉婉, 也不是我一个人嫁。 你也是要嫁过来, 当妾的, 你帮忙挑挑。 你觉得, 坐最左边那位如何? 太壮。 最右边那位呢? 太瘦。 左起第二排, 第三个。 太矮。 两人忙着选序的功夫, 萧义独自夺出灯火通明的大院。 此间无人。 郎武正对着江家园林, 灯火摇曳, 青秋长夜一派七风苦雨, 芭蕉生生, 实在算不得好景致。 他副手而立, 缅了年纸间的猫眼石戒指。 今夜寒凉, 也不知道那小姑娘有没有睡着, 鱼味和长心是否能照顾好他, 他那么娇气。 绝缘寺那种简陋的地方, 能睡得香吗? 正沉吟时, 江家家主从游廊尽头走来。 他是南宝珠的外族, 续了一大把落腮胡子, 看上去凶神恶煞, 可笑起来时, 胡子一翘一翘, 十分喜气。 他朗声道, 侯爷不在宴席上吃酒, 怎么独自跑到了这里? 可是我江家招待不周, 叫侯爷受了委屈。 江家美食众多, 烈酒甘醇, 未曾招待不周。 哈哈, 那就是我江家未曾请歌姬舞姬, 为侯爷助兴的缘故。 女色皆是浮云, 看来, 侯爷有心事。 江家主声若红中, 听闻圣经城的九千岁也驾临了剑阁县, 莫非, 你们是为魏国国库而来。 萧一挑了挑眉, 难道剑阁县内, 当真藏着魏国国库? 他假意没听说过, 道, 请江家主细说。 那是十年前的事了。 魏国在剑门关外, 原是个富庶小国, 未曾招惹薛定威, 却被薛定威所灭, 皇族更是诛杀殆尽。 说也奇怪, 薛定威的军队并没有找到对方的国库。 有人说, 魏国人在战争前转移了财宝, 也有人怀疑, 是薛定威吞并了魏国国库。 萧一撵着猫眼十戒指。 十年前, 他还只是个十岁少年, 并不了解这些秘星。 故从山来剑阁县, 果然居心叵测。 将家主抄起一根老烟枪。 他点燃烟枪, 津津有味地抽了起来。 我们当地还有个去谈, 当年魏国公主魏姬爵士倾国, 薛定威一见钟情, 为了得到美人, 不惜举蜀郡数十万兵力攻打魏国, 最后邪美而归, 金屋藏娇。 萧一挑了挑眉。 魏国公主什么的, 他倒是不清楚, 但薛定威身边, 确实有一位美人。 那老狼流连美人相踏, 十年未曾出征。 就连夜狼之战, 都是他萧一代为执行。 后生仔, 老夫很看好你。 江家主意味深长地拍了拍萧一的肩膀, 如果蜀郡变天, 那么能执掌边境五十万大军的, 只有你。 到时候, 可别忘了提携我们江家。 哈哈。 萧一撵着戒指, 久久默然。 江家主离开后, 园林风生依旧。 黑夜里的雨水清寒涉谷, 园林深处, 一道人影撑伞而来。 绝愿四。 南宝一被老婆婆推进了朱七格扇。 他哀悠一声, 站起身, 拍了拍斗篷上沾染的尘土。 局目四望, 这是个宽敞却简陋的屋子, 大约是宝殿改造而来, 还有陈旧的香案和竹台。 六七岁的孩童抱着双膝蹲在墙角, 哭得十分伤心。 老婆婆跟进来, 警惕地眼上屋门, 小心翼翼挑亮油灯心。 南宝一蹲到那小孩跟前, 他摸摸他的小脑袋, 温声道, 你叫什么名字呀? 深更半夜哭得这么凶, 可是谁欺负你了? 小孩抬起泪淒淒的脸, 乃声乃气道, 姐姐, 我叫碎碎, 我娘亲不见了, 我想娘亲, 我也想娘亲, 我也想娘亲。 角落传来稚嫩地说话声, 南宝一惊得回头望去, 原来这屋子里不止碎碎一个孩子, 还有十几个小孩团在账卖里, 顶着一床花被子, 正依偎取暖。 南宝一站起身, 他望向那位老婆婆, 他跪坐在蒲团上, 面朝香暗方向, 苍老的面容平静深邃。 他轻声, 婆婆, 他们的娘亲去哪儿了? 老婆婆答非所问, 姑娘, 明日一早, 启程离开剑阁吧。 为何? 你听说过, 魏国的诅咒吗? 又是魏国, 南宝一眼神微闪。 正侧道, 愿闻其详。 老婆婆声音沙哑, 十年前, 魏国被薛定威所灭, 魏国皇族更是被斩杀殆尽。 有人说, 魏国皇族受尽凌辱, 曾在死前立下骤炎, 撑不出十年, 蜀郡必发生天灾人祸。 南宝一道, 谣传而已, 不足为信。 距离魏国国灭, 恰是第十年。 蜀郡大汉, 险些恶嫖遍野, 这就是天灾。 老婆婆斩钉截铁, 皇族的诅咒, 应验了。 南宝一歪了歪头, 他仍就是不幸的。 天底下没有谁有那么大能耐, 能叫一个大郡发生天灾人祸。 至于大汉, 不过是凑巧罢了。 若那魏国皇族真有本事, 何不先救一救他们的国家? 你与我有缘? 老婆婆起身, 认真凝视南宝一的小脸, 恋爱地拍了拍他的手臂。 回去吧, 回景观城去吧。 见门关, 这汤水太深, 小姑娘家家的, 掺火不得。 游灯跳跃。 南宝一弯纯倾笑, 曾有人夸我, 说我是世上最有勇气的姑娘。 可我经历的越多, 就越是知道, 我并没有她说得那么好。 婆婆, 为了她, 我愿意成为世上最有勇气的姑娘。 富贵险中求, 我心甘情愿。 她再蠢, 也能看出来, 见门关这汤水很深。 能劳驾顾崇山亲自巡查, 绝对不只是为了监督赈灾营。 薛定威, 魏国, 魏剑南, 脑海中的线索, 悄然编织成片。 见门关这个地方, 她越来越感兴趣了。 而毋庸置疑, 只要帮顾崇山这一次, 她就会被册封为郡主。 她, 想当南岳郡主, 僵士镖局, 离开这里。 萧毅沉生, 江岁寒撑洒而来。 她收拢直散, 自怀里掏出一封信, 我师父刚托人送来的, 叮嘱我尽快离开剑阁。 老头子从来没有这般紧张过。 萧家哥哥, 我这心里很不踏实, 总觉得要发生什么大事。 信上字迹潦草。 写信之人, 大约是在紧急状态下写出来的。 夜雨连绵, 山风呼啸。 随着游郎灯笼一盏盏被打湿吹灭, 黑暗犹如鬼怪, 逐渐侵蚀到每个角落, 就连远处嘈杂的宴会声都变得隐隐绰绰, 令人更加不安。 萧家哥哥, 不如咱们明日叫上南小五, 暂且离开剑阁。 我师父虽然混不练, 但对我还是相当仗义的。 他说有事, 雨水打射了他的袍鞠, 蕴染开一片深色。 梁九, 他拿过江岁涵的直伞, 我去一趟绝院寺。 你好好待在江家, 务必照看好宁婉舟和南宝珠, 不许他们出门招惹是非。 江岁涵凝重地点点头, 他目送萧义离去, 正要转身回屋, 却撞上了宁婉舟。 他急忙俯了俯胸口, 倒退几步, 骂道, 来了也不出声。 你是不是想吓死我? 这么晚了, 萧义要去哪里? 宁婉舟问道, 去绝院寺找南小五呗, 还能去哪? 宁婉舟抿了抿, 淡粉凌唇, 都深夜了, 就是深夜才要去啊, 这才是英雄本色。 江神医, 你又乱用词语。 英雄, 本色, 你品, 你仔细品。 宁婉舟接莫不语, 半晌, 他道, 我刚刚走过来时, 听见你们在议论剑阁, 剑阁会有危险吗? 萧义这趟剑阁之行, 恐怕并不只是为了保护南宝医吧。 小孩子家家的, 与你说了你也不懂。 江岁涵摇着折扇, 快去睡觉吧, 小孩子睡得早, 容易长高高。 宁婉舟正色, 我并非小孩子, 这趟出远门, 是为了摆脱我爹娘的名声, 建立自己的工业。 我希望我习惯时, 别人会指着我说, 看,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宁公子, 而不是, 看, 那就是镇国公府的小工业。 少年涂脂抹粉, 如群精致, 虽然才十三岁, 可眉目间却自称阴气风流, 言语更是质地有声。 江岁涵素人, 正要鼓励他一番, 南宝珠提着群居找来了。 他朝江岁涵扶了一礼, 轻轻拽住宁婉舟的袖酒, 婉婉, 孤男寡女的。 你怎么能和江神医 站在这种黑屈屈的地方? 传出去, 名声不好的。 咱们回屋就寝吧, 我要你伺候我牧身。 牧身, 宁婉舟的狐狸眼瞬间亮起。 他轻轻热热地 牵起南宝珠的小手, 柔声道, 姐姐, 都怪江神医非要拉着我说话,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要轻薄我吗? 咱们回屋吧, 我伺候姐姐牧身去。 主仆俩颠颠地走了。 说好的建立工业呢? 怎么见到人家小姑娘的闺房里去了? 还有, 他何时要轻薄他了? 江岁涵懊恼地拔了把头发, 又妄想茫茫语目。 他心中不安。 这趟间隔之行, 只盼萧家哥哥和南小五都能平安无事, 南宝一拒绝了老婆婆要他离开建阁县的提议。 他又帮他安抚好那群小孩子, 才从朱七阁厂里出来。 刚眼上屋门, 转身就撞上一个人。 是顾重山。 穿藏蓝绣金海文的长袍, 黑靴在地面阴开一层水渍, 大约在门外站了许久。 南宝一恼怒, 堂堂九千岁, 怎么也学人偷听墙角。 夜间听见小孩子哭, 因此寻了来。 顾重山盯着南宝一, 本都主甚是好奇。 你与那婆子, 怎会是有缘人? 南宝一也不明白。 她是头一回来绝缘寺, 宿媚平生的, 怎么就成了有缘人? 许是我生得美, 她见了心生欢喜, 因此认我是有缘人。 南宝一嘟囔, 这都不打紧, 关键是屋子里藏了十几个孩子, 莫名其妙都没了娘亲。 这么大的案子, 却不见见阁县有所动静, 这就很耐人寻味了。 风雨凄厉, 游廊里的灯火, 被尽数吹灭, 只余下顾重山手里的灯盏。 南宝一走到游廊边, 她伸手触碰冰凉雨丝, 轻声道, 我听见山风呼啸, 如怨如目, 如气如素, 像是关在大山深处的鬼怪, 想要潜逃, 像是成千上万的, 魂灵在控诉冤屈, 九千岁, 这般戚风苦雨的深夜, 真叫人不安。 顾重山注视着她, 小丫头背影窈窍, 深飞色斗篷烈烈翻飞, 三千金丝只简单地竖着一截红绳, 侧颜白嫩精致, 单凤眼内勾外翘, 像是宝殿壁画里那手捧海贝壳的龙女, 却也清清楚楚地知道, 她是被消逸圈养的金丝雀, 遇上戚风苦雨的金丝雀宝宝, 该如何是好呢? 她扬了杨红唇, 忽然道, 想来今夜, 男姑娘是无法入眠了, 不如本都主带你去个地方? 男宝一注视着漫天落雨, 顾重山在意的地方, 必然不寻常。 她回眸, 笑叶娇甜, 好的呀。 顾重山要带她去的地方, 居然是剑门山悬崖峭壁, 站在巍峨峭壁上, 可以清晰俯瞰整座剑阁县的灯火。 往下看, 山崖上隐隐绰续悬着七星号星号索, 一条古老陈旧的栈道, 顺着峭壁, 蜿蜒着通往雨夜躯黑的远方。 男宝一撑着直伞, 四周雨声铺天盖地, 黑色树影婆娑如鬼魅。 她轻声道, 九千岁带我来这里, 是为了看什么? 我在想, 把你从这里推下去, 静心猴可会知晓, 可会生气。 大掌贴在男宝一的后背上, 透着冰凉清寒。 男宝一不在意, 督主有千万种杀人于无形的手段, 不会大费周章叫小太监把我抬上山, 再杀我。 男姑娘似乎很了解我。 从饮酒的习惯, 到与她对赌, 再到这个风雨夜, 男宝一给她的感觉, 像是她曾陪伴过她很长一段光阴。 督主误会了。 男宝一从容解释, 平日常常侍奉兄长, 督主和兄长性情相似, 因此我才能勉强投您所好。 这么说着, 心里面却很是鄙夷。 所谓的性情相似, 不过是肖义和顾重山都很变态。 她常常觉得自己因为不够变态, 而无法融入他们。 顾重山低笑两声, 她饶有欣慰地注视颤抖。 看, 恰逢一道闪电骤然亮起, 曲折着横贯天际, 仿佛撕破夜幕而来。 天地明亮。 男宝一望去, 站到尽头, 无数士兵骑马而来。 被大火焚烧后的骑帆在雨水中招战, 生锈破败的盔甲, 极尽森寒。 他们脸色惨白, 隐约可见点点斑痕, 像是死人身上的尸板。 队伍中间还抬着许多黑幕箱, 他们缓慢地穿过战道, 拖拽着陈黑拖链, 往大山深处而去。 而这队伍, 威仪不见尽头。 男宝一惊讶。 英兵戒道。 顾重山嗓英迪亚, 相传每道电闪雷鸣的深夜, 这条战道上就会出现英兵戒道。 男宝一眼间, 注意到旗帆上袖着卫字。 他道, 我曾在古籍中读道过, 有三种情况会出现英兵戒道。 第一种是大灾难之后, 阳间死了许多人, 地府的鬼差鬼将前来拘魂。 第二种是鬼戒在进行战争。 第三种是前朝军队败亡后, 阴气不散, 在特殊天气下出现在阳间。 他们的旗帆上袖着卫字, 我想, 他们应当是十年前薛定威和卫国大战时, 卫国失败的那支军队吧。 他们的盔甲之势, 似乎也是卫国当年的行致。 顾崇山瞥向他, 小丫头的嗓音沉稳娇甜。 深夜雨水中听来, 别有一番韵味。 最要紧的是, 寻常规格女子若是撞见阴兵戒道, 定然要吓得失声尖叫魂飞魄散, 可她居然一点也不害怕, 还能如此淡定地调分履息。 顾崇山握着散柄, 眼睛里多了些笑意。 男姑娘信鬼魂之说吗? 男宝一, 不信。 前世她死后, 什么意识都没有了。 所以, 她不信世上有鬼魂。 本都主亦不信, 顾崇山用黑靴碾了碾一颗小石子。 她撇向远处草丛, 小石子竟直飞了过去。 草丛里传出一声痛呼, 薛奇山抱着脑袋, 战战兢兢地走了出来。 她丧气地拱了拱手, 九千岁, 您既然早就发现在下, 直接换在下出来就是, 何必拿石头砸我? 男宝一危政。 薛奇山怎么会在这种地方? 似是看出她的疑惑, 顾崇山淡淡道, 早在你旧寝前, 她就徘徊在你寝屋附近了。 茶中迷药, 亦是她所为。 男宝一恍然, 薛奇山大约是相中她的美貌, 为了夜叹相归, 才在鱼味她们的茶水中下迷药, 故意要晕她们, 而不是那位老婆婆所为。 好一个一官秦少。 她冷生, 九千岁要拿她当试金石。 试金石? 顾崇山品着这个词, 玩耳一笑, 倒还算贴切。 薛奇山听不懂她们在说什么。 等她反应过来时, 顾崇山已经把她推下了山崖。 惨叫声响彻四叶。 回音震荡在大山深处, 令人毛骨悚然。 男宝一垂眸望去, 薛奇山准确地掉落在战道上。 她并没有死绝, 那所谓的阴兵面面相去, 为首之人打了个手势, 无数饼利剑出鞘, 将薛奇山的胸膛扎成了马蜂窝。 又有士兵将薛奇山踹下战道。 这支小插曲并没有影响到军队, 他们继续往战道尽头而去。 雨水犀利, 很快将战道木板上的血字, 冲刷得一干二净。 英兵可不会毁尸灭迹。 像是验证了某种猜测, 顾崇山唇畔, 请起意味深长的笑容, 转身朝来时的路走去, 回绝怨死。 男宝一坐上小太监抬着的奸鱼, 回眸望了眼蜿蜒不见尽头的战道, 白嫩小脸上多了一抹凝重。 这支军队打着英兵戒道之名, 似乎是在往什么地方运送东西。 他们背后的主人, 是谁? 运送的东西, 是什么? 和魏国, 和薛定威, 又有什么关系? 疑云在脑海中绕成一团。 男宝一垂着长长的眼睫, 抬手揉了下太阳穴。 回到绝院寺, 已过子时。 男宝一踏下监鱼, 才发现直伞被沿途的树木勾破, 青竹伞骨都露出来了。 伞破了, 他轻生。 走在前面的顾虫山, 回眸。 小丫头握着伞柄, 仰头注视直伞上的破洞。 灯火幽微, 他的眼睛比灯火更加清润干净, 卷翘的睫毛在血栽上投落扇形阴影, 轻咬粉唇的模样, 像是嫩生生的豆沙包。 这个比喻令他威正。 他一向觉得女人是个麻烦, 小女孩更是麻烦惊。 他怎么会把男宝一比喻成甜甜的豆沙包? 山峰吹拂着雨丝, 打湿了男宝一的斗篷, 施答答贴在戏肩上, 显得他过于轻瘦。 顾虫山还没有想出答案, 已经不由自主地走到男宝一身边。 直伞亲过他的上方, 他淡淡道, 我送你回屋。 男宝一愣了愣, 杀人如麻的九千岁, 居然主动提出送他回屋。 他宁着他。 他唇红齿白, 由于睫毛过于修长, 居高临下俯视他的时候, 眼睫总会半遮住漆黑铜珠, 令人看不透他的神情。 他沉吟片刻。 与他共撑一伞, 往绝缘寺而去。 寺外无童树下, 萧一撑着直伞, 缓缓从阴影中不出。 他目送两人的背影, 消失在视野中, 唇线绷得很紧。 两久, 他面无表情地丢掉拎在手里的石河, 转身离去。 石河倾倒在地, 各种精致的豆腐小石, 洒了满地。 一条狗摇着尾巴走过来, 低头嗅了嗅, 又嫌弃走开。 郑玉捡回石河的萧一看了半晌, 南宝一坐在窗盘梳妆时, 听见薛妹站在对面廊下大骂。 骂薛奇山彻夜不归, 怀疑他逛花楼去了。 骂了足足一刻钟, 他又打发小厮去建阁县城的花楼里找人。 秋阳透窗而入, 南宝一对着铜镜簪上不摇, 眸色轻烈淡然。 纵然找遍所有花楼, 也不会有薛奇山的身影。 那个灯徒子, 早就坠落万丈悬崖, 粉身碎骨了啊。 他起身, 咱们去街上逛逛, 街繁华, 阳光烂漫, 人声鼎沸, 酒楼齐帆在风中招展, 楼中飘出来的花糕甜香, 馋得人流口水。 南宝一道, 就去这座酒楼吃吧, 我请客。 他要了三楼靠窗的雅座。 鱼卫, 长星和魏剑南随他落座, 三人都有些头晕目眩, 显然是昨夜的迷要劲儿, 还没完全过去。 等小二上膳食的功夫, 南宝一瞧见美人靠上放着一只大锈球。 大锈球用红装断制成, 坠着漂亮的红流苏与上元节那晚, 二哥哥扮成武师耍完的锈球很像。 南宝一伸手, 抱起红锈球, 小姐别碰。 鱼卫失声。 南宝一抱着红锈球, 茫然回头, 一只锈球而已, 为何不能碰? 鱼卫脸色怪异, 那是大户人家的小姐, 招上门女婿专用的红锈球。 他们站在高楼之上抛锈球, 哪个男人抢到, 就是那家的新姑爷。 南宝一稀罕, 还有这种说法吗? 话音落地, 掌柜的激动地敲响铜锣, 快来看呀, 又有姑娘抛锈球招姑爷了。 现在把红锈球放回去, 还来得及吗? 随着铜锣敲响, 大半条街的男人都被吸引来了。 南宝一着实美貌, 他们经不住激动起来, 居然还有轻挑的, 冲他高声大喊, 小美人儿, 把锈球抛给我。 我会给你幸福的。 南宝一抱着锈球, 掌心发烫, 呆若木鸡, 他时常觉得自己过于手剑, 想剁手, 鱼味默默服额。 如果小姐在这里找个姑爷带回去, 估计主子得扒掉他的皮。 偏偏长心毫无所觉, 称赞, 小姐把整条街的公子都吸引来了, 真有魅力啊。 这样的魅力, 给你你要不要呀? 长心又这儿扒进的建议, 当今世道, 男子可以妻妾成群, 奴婢以为小姐智谋不亚于男子, 不如今日多抛几个绣球, 也好多挑几位上门女婿回家传宗接代, 想必老夫人一定很高兴, 不如我把绣球让给你。 你多招几个上门女婿, 鱼味拧了把长心的手臂。 这姑娘蠢笨, 居然看不出主子对小姐有意思。 这一番话若是叫主子听见, 别说皮了, 连骨头都要没得了。 掌柜的笑得合不拢嘴, 姑娘, 这座雅座有临街的美人靠, 视野宽广, 所以常常被大户人家用来当作抛绣球的好地方。 这绣球拿了, 可没有放下的道理。 您请? 她不想请, 可如今她家中正在搞钱庄, 性欲乃是第一要紧事。 若是她不肯抛绣球, 又被人认出来, 恐会影响钱庄生意。 但是, 她想家的人不在这里, 街角阴阴处。 故崇山副手而立, 她仰头看着男保衣。 小丫头穿香飞色傲裙, 云记精致, 小脸白嫩娇美。 抱着大袖球, 站在美人靠旁, 茫然地看着满街男人, 单缝眼尾蕴染开的桃花红, 像只委屈的兔子。 要不要帮她解围呢? 指尖撵着黑檀木珠, 尚未思索出结果。 身后的小太监公声道, 独主, 不如奴才去把袖球抢回来, 送给您。 说完, 突然面露凶狠, 冲自己骂道, 你抢了什么劲儿? 那咱们洗肠, 可就有都主夫人了。 都主夫人, 顾虫山品着这个词, 睫毛遮住了眼瞳, 起初的凉薄逐渐消散, 只瘀下深不见底的黑暗。 她慢慢抬起眼帘, 再度注视那个小丫头。 她在秋阳里, 眼睛底阳光更加精亮温满。 而她身处深渊, 漆黑阴寒, 不见情义。 真想, 被那样的眼睛一直注视, 心中起了某种贪念。 她缓缓跨出那一步, 却听见不远处传来一声吃笑。 那悬疑精灌的年轻侯爷, 慵懒得已在斜桥边, 眉眼染笑, 随手折下一朵淡粉芙蓉, 于鼻尖下清秀。 她抬起单凤眼, 似笑非笑。 本侯的妹妹, 不老九千岁费心。 顾虫山面无表情。 抬起的黑靴, 缓缓收回。 她道, 侯爷果然来了剑门官。 你让舍妹来此, 不就是为了勾着本侯前来? 本侯很好奇, 见门官之势究竟有多棘手? 连堂堂九千岁都搞不定。 顾虫山不置可否。 萧一把玩着芙蓉花, 抬眸注视楼阁之上。 清冷不羁的丹凤眼, 流露出一抹温柔。 冥冥之中, 难保一觉得有谁正在看自己? 她寻着直觉望去。 全臣大人已在白石桥上, 深飞色的斗篷在秋风中烈烈翻飞, 急待军靴, 姿态慵懒, 一边眼眸晦暗地盯着她, 一边俯首轻纹指尖的那朵淡粉芙蓉。 欲说还修的姿态, 禁欲而撩人。 少女不敢置信地揉了揉眼睛。 全臣大人, 怎么来了剑阁县? 再三确定, 出现在白石桥上的青年就是她。 难保一白嫩的脸颊, 迅速阴开胭脂色, 一颗心砰砰乱跳, 仿佛要撞出胸膛。 她咽了咽口水。 蠢蠢欲动地, 想把绣球抛给她。 大胆一回吧。 若是她问起, 终于鼓起勇气, 将绣球朝她那个方向置去。 红绣球在半空中, 划了个漂亮的抛物线。 顾重山附在背后的手, 不动声色地碾了粘指尖, 却终究未曾迈出那一步。 街上众人庸庸挤挤挤, 不约而同地点起脚尖, 朝绣球伸出双手, 却有破风声凌空而来。 那身姿惊艳的青年, 踩着他们的肩膀一跃而起, 于半空中抓住红绣球, 利落地站在美人靠上。 他以着美人靠, 颠着红绣球, 朝南宝一挑眉而笑。 怎么办呢? 南娇娇的绣球, 被本侯抢到了, 南宝一揪着衣摆, 脸颊更加飞红。 他低头盯着绣花鞋, 以开玩笑的语调。 牺牲说道, 二哥哥接到了我的绣球, 是要娶我的哦。 萧义微微俯身, 凑近他的脸。 他捏住他白嫩嫩的脸蛋, 嗓音低哑或人。 可是南家的小娇娘, 又不听话, 又野心勃勃, 娶回家, 怕是要上房接瓦, 哥哥怕降伏不住呀。 南宝一休脑, 咬着唇, 转身奔进雅座。 长心笑道, 主子, 小姐, 小二, 把早膳端上来了, 有玉米汁。 萧义无动于衷, 比起玉米汁, 他对南娇娇的唇上胭脂, 更感兴趣。 他按捺住欲望, 缓步踏进雅座, 把那朵淡粉芙蓉 别在南宝一的病角, 用早膳。 他一来, 鱼卫等人的规矩就立起来了。 八仙桌前只有他和南宝一两人, 鱼卫等人则去楼下大堂用膳。 南宝一拿起筷柱, 十分好奇, 二哥哥怎么也来得见隔线, 萧义给他包了一颗水煮蛋。 来江市标局, 给南宝珠相看夫婿。 相看夫婿? 南宝一惊讶, 可有相看到何事的? 没有。 哦, 南宝一接过他递来的水煮蛋, 轻轻咬了小口。 他想, 有小宫也捣乱, 竹竹能相看到夫婿才叫奇怪。 蛋黄有些咽。 萧义递给他一盏杏仁茶。 南宝一正喝着茶, 顾崇山踏了进来。 靖西侯应当不介意, 我与你们共进早膳吧。 他撵着黑檀木珠, 藏蓝色圆领长服, 衬得他唇红齿白, 犹如美少年。 萧义似笑非笑, 本侯一向大方。 顾崇山落座。 南宝一抬眸看着两人, 明明只是共用早膳, 但明明他们都在笑, 可是他们的笑容却很可怕。 桌间气氛阴沉, 宛如风雨欲来, 再灿烂的秋阳都无法带来暖意。 南宝一甚至脑补出了一场可怕的对话。 萧义, 九千岁吃些什么? 顾崇山, 拾行生牛肉, 带毛带血的那种。 靖西侯吃什么? 萧义, 我吃生猪后腿, 带腿骨和猪皮的那种啃着得劲。 正脑补得厉害。 他听见萧义慢悠悠问道, 九千岁吃些什么? 顾崇山淡淡道, 豆沙包。 哦。 靖西侯吃什么? 春卷。 哦。 很平静的对话。 南宝一砸吧, 砸吧小嘴, 继续吃水煮蛋。 萧义和顾崇山不约而同地望向他。 小姑娘捧着一颗白嫩嫩的水煮蛋, 捶着长长的眼睫毛, 吃得津津有味。 仿佛水煮蛋很好吃似的。 蛋黄粘到了手指, 他舔了舔指尖。 不知想到了什么, 两人眸色瞬间会暗。 小二热情地端来膳时, 两位爷, 你们的豆沙包和春卷来了。 热乎着呢, 明晴享用。 他正要退下, 萧义和顾崇山一口同声, 再来一叠水煮蛋。 两人同时挑眉, 彼此对视。 南宝一仿佛看见他们之间火花四剑, 俨然要打起来的架势。 他默默抱紧自己那颗水煮蛋。 这场早膳, 吃得他很是惶恐啊。 用霸早膳, 萧义和顾崇山去见剑阁县令。 南宝一带着鱼卫等人, 拎着大包小包回了绝院寺。 包袱里全是买给那些孩子们的灵嘴, 以及过冬的小棉袄, 被褥绒毯, 黄童汤婆子等物。 刚踏进寺院, 就看见南宝珠和宁婉舟。 娇娇! 南宝珠欢呼着奔过来, 将她抱了个满怀。 南宝一笑着牵住她的手, 刚看见二哥哥, 这就又看见小堂姐了。 都是自家姐妹。 你来相看夫婿, 也不与我说一声。 南宝珠善善, 她根本就不想来相看, 都是二哥逼她的。 娇娇, 她撒娇般摇了摇南宝一的手, 上次在招文院, 晚晚不小心把你推到岸基上, 你还生她的气吗? 南宝一摸了摸后脑勺, 撞出来的包包早就消了, 但心里面那口气, 却仍是在的。 她忘了眼宁婉舟, 阴阳怪调, 她可是小堂姐的好姐妹, 我哪敢生她的气啊? 对了小堂姐, 等我闲下来, 我与你一道, 去僵尸镖局, 帮你仔细挑个好夫婿。 这么说着, 眉烧炎脚忍不住地翘起, 她知道宁婉舟对小堂姐占有欲十足, 她这么说, 就是故意气她。 不出她所料, 宁婉舟的脸色果然沉了下来。 不等她再欺负她, 老婆婆急不而来。 枯树之斑的手, 紧紧抓住南宝一的衣袖, 神情十分紧张。 南宝一心中咯噔一下, 她随老婆婆来到那间佛堂改造成的寝屋, 名叫碎碎的小孩躺在软榻上, 小脸通红滚烫, 俨然是生了高烧。 其他小孩趴在床榻边缘, 好奇地看着碎碎。 碎碎生病了。 南宝一连忙吩咐魏剑男, 魏大叔, 你对剑阁熟, 劳烦你去请大夫。 魏剑男走后, 他又叮嘱鱼味和长心去烧水。 他走到床榻边, 替那孩子噎了噎背脚。 他望向老婆婆, 我今日在街上转悠了一圈, 并没有看见寻人启事一类的告示, 官府显然没在为这些孩子寻找娘亲。 婆婆, 究竟是剑阁县令不作为, 还是你根本没有报案? 老婆婆坐在圈椅上, 专注的低头缝制小蚝, 并不回答。 南宝一抿了抿小嘴。 这位老婆婆, 似乎知道很多秘心, 却又不肯告诉他。 罢了, 到底不能急于一时。 半个钟后, 魏剑男请来的大夫, 说是在寺院门口撞上的。 老大夫须发揭白, 背着药箱踏进来, 不知是谁染了风寒, 且让老夫把麦问枕线。 蓝宝一起身, 大夫这边请。 他看着老大夫动作熟忍地垫了脉枕, 将碎碎的手腕放在脉枕上, 一边仔细搭脉, 一边轻轻扣肌膝盖。 眼底略过诧异。 这老大夫枕脉时的小动作, 不知为何他竟有些眼熟。 不等他想明白老大夫收了脉枕, 孩子顽皮, 大概是昨夜踢被子, 因此生了高烧。 我开一副温和的药, 煎了扶食, 也就没有大碍了。 南宝一谢过他。 许是因为宁婉舟推了南宝一, 南宝珠心中愧疚, 因此自告奋勇, 愿意代替南宝一照顾碎碎。 南宝一没有多做推辞, 先替南宝珠安排好夜里就寝的馋房, 才回到自己寝屋, 舒舒服服地目了个身。 换了清软的寝衣, 从屏风后面出来时, 却看见软踏上躺了个人。 二哥哥, 他惊诧。 萧一坐起身, 指尖挑着他的筋步摇。 唇叛含笑, 江家住着无趣, 来与娇娇共寝。 共寝, 南宝一不自在地抿了抿并搅碎发, 牺牲到,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成何体统。 给人看见, 要说闲话的。 萧一把他抱到踏前。 他解开毛巾, 小姑娘厚密乌黑的青丝, 瞬间扑散在腰间。 还带着细润水珠, 显然是刚洗过头。 他细细, 替他脚干头发。 从前我与娇娇共处一室, 倒是不见你叽叽歪歪。 怎地跟顾重山出来一趟, 倒是嫌弃起哥哥了。 他没有嫌弃他。 他这不是怕自己深更半夜孤男寡女, 把持不住吗? 余光瞥见床榻角落的红袖球。 他惊讶, 二哥哥怎么把这东西也带回来了? 萧一抿着唇, 南娇娇抛给他的红袖球。 他这辈子都不打算扔, 当然要待在身边。 万一将来他不肯嫁, 他也好拿着红袖球当证据, 证明他们是有婚约关系的。 然而这话却不能直接说出来。 他故意端着兄长的架子, 捏了你小姑娘白嫩的小耳垂, 正色道, 小姑娘佳佳地, 贸然跑到人家酒楼里抛袖球。 如果我不在场, 你如何下台? 给祖母知道, 要数落你不检点。 祖母才不会数落我。 南娇一小声反驳, 脚干头发, 他看着被霸占的床榻, 犯了愁。 他揪着衣巾, 二哥哥坐在我榻上, 我今晚睡哪儿? 萧毅撵着他的一缕青丝, 懒散道, 哥哥抱着你睡啊。 南娇一夜了好半场, 小声道, 我曾读过女剑、女德, 身为没出格的姑娘, 行事得有分寸, 不能随便和男人共情。 女剑、女德、 萧毅审笑, 那都是胡说八道。 是他的肌肉不够健硕, 还是他的公狗腰不够性感, 不比那两本书来得吸引人。 南宝一沉默, 全臣大人从前还罚他抄写过, 女剑、 哼,女德呢, 如今转眼就数落起两本书, 是胡说八道, 可见他才是胡说八道。 他纠结的功夫, 萧毅已经开始解药带了。 南宝一咽了咽口水, 实色本性, 可他到底不敢欲越雷池, 遮住眼睛, 下意识往床脚缩, 二哥哥, 这, 这不好吧? 我,我,我, 我还没有准备好。 有些事, 得,得等我长大, 絮絮叨叨地说着, 却不见男人回应。 他小心翼翼透过指缝望去, 萧毅不知何时离开了软榻, 躺到了窗盘罗汉榻上, 怀里, 还抱着那只红袖球。 似是察觉到他的目光, 他轻抚着红袖球, 睁开丹凤眼, 铜珠练艳着无边风华, 娇娇不睡吗? 南宝一咬了咬唇半, 心底像是弥漫看一片失落, 他闷闷地倒在被窝里。 夜见深, 倒是多了起来, 雨声犀利, 黄童竹台上, 竹虎暗淡。 萧毅一手脱腮, 定定注视着紧闭的轻竹杖。 杖中偶尔传出稀疏的翻身动静, 小姑娘显然还会睡着, 她知道南娇娇在纠结什么。 只是, 暗恋她的南娇娇, 实在太可爱蠢萌, 动不动就趁她睡着, 对她动手动脚, 让她情不自禁地想再逗逗她。 她舔了舔薄唇, 只肩轻抚过红袖球, 竹虎暗淡地询问, 二哥哥, 你睡着了吗? 萧毅挑了挑眉, 闭眼躺平。 南娇一紧张地掀开帐漫。 烛火优微, 全臣大人搂着红袖球躺在榻上, 大约已经睡着了。 她捏手捏脚地下榻, 做贼似地摸到窗盘。 她趴在她的枕头边, 双眼亮晶晶地。 二哥哥, 没有应答。 烛火里的青年, 金像玉智, 骨像流畅, 凤眼勾勒出别样风流, 有种魅惑苍生的美。 南宝一咽了咽口水, 他轻手轻脚地翻身上榻, 跪坐在她枕边。 他将丝绸式的青丝拨到一侧, 俯下身, 紧张地凑到她面前。 前世, 他见过程德宇和南烟亲热的模样。 程德宇走后, 南烟得意地问她, 程德宇可有吻过她。 南烟说, 喜欢一个人, 会情不自禁地亲吻对方的唇。 程德宇就经常吻她。 南烟还说, 花楼里有无数陪客的美人, 会碰她们的唇, 因为那些恩客并不爱她们。 南宝一盯着静在咫尺的唇, 这可是全臣大人的嘴唇啊。 他心跳如小鹿乱撞, 慢慢凑上去。 许氏觉得姿势过于别扭, 他调整了下, 换成跪坐在萧毅身侧的姿势。 他一手撑在踏上, 一手按在被褥上。 他撅起嘴, 眼瞅着快要贴上去, 本该沉睡的萧毅忽然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他慢悠悠地睁开单凤眼。 面前的小姑娘撅着个嘴, 因为过于诧异惊恐, 白嫩娇美的小脸寂静扭曲, 像是被羽目包围无处可逃的小金丝雀宝宝。 他抬手, 无奈地抚了抚他的脸蛋, 眼眸晦暗, 嗓音低哑, 你按到哥哥。 南宝一眨了眨眼, 视线缓缓落在左手。 全臣大人的, 呃, 胭脂血色, 一点点在脸颊上蕴染开, 直到粉颈都悄然红透。 偏偏全臣大人, 仿佛察觉不到他的尴尬和窘迫, 眉眼染笑, 散漫道, 若是该怎么办呢? 南宝一满脸一言难尽, 他迅速后退, 搓了搓双手, 却觉得越搓越脏。 睫毛沾染了晶莹泪珠, 他窘迫地奔到洗脸架子旁, 将手洗了三五道, 洗得肌肤透红才把修。 他连一眼都不肯看萧义, 转身飞奔上他。 萧义盘膝而坐, 悠哉悠哉地抱着红袖球。 他很脏吗? 隔着被褥都嫌弃成那样, 将来成亲, 可要怎么办才好? 小姑娘家家的, 真是不懂享福啊。 夜雨犀利, 雨声里忽然响起如泣如素的胡琴声。 萧义推开隔窗, 隔着雨幕, 对面缠房的狼五下, 灯笼在风中轻轻摇曳。 顾虫山大刀金马地坐在圈椅上, 正慢悠悠拉着胡琴。 萧义吃笑, 哟, 佼佼快来看呀, 九千岁拉胡琴呢? 九千岁拉胡琴。 蓝宝义急忙从帐中探出小脑袋。 说起来, 顾虫山在音律方面的造诣十分惊人, 就连宫中的乐师都自愧不如, 胡琴更是一绝。 只是, 他鲜少弹奏乐器, 只有烦恼的时候, 才会弹琴姐们。 他赤着脚跑到窗盘, 萧义朝他张开手臂, 抱抱。 蓝宝义纠结。 他还在为刚刚的事情尴尬呢, 这次倒是忘得快。 忘得快也好, 省得他还要继续尴尬。 他想着, 萧义已经把他抱上小榻, 拿棉被捂住他嫩生生的脚丫子, 冷不冷? 不冷。 蓝宝义乖乖摇头, 好奇地望向云木对面。 顾虫山川一袭藏蓝色金线绣海云纹长幅, 透过雨雾和龙火, 依稀可见唇红齿白, 姿态风雅。 乌木胡琴在他手中散发出鸟鸟情音, 挨挽悠扬, 和着铺天盖地的稀里雨声, 真真是绕梁三日, 经久不绝。 南宝义侧耳倾听, 时而赞叹, 时而忧愁, 时而欢喜, 竟听得董月音里的喜怒哀乐。 萧义脸色渐渐黑了, 他叫南娇娇过来, 是与他促膝夜话, 共赏夜语的。 顾虫山, 不过是个弹琴助兴的。 他不悦, 南娇娇, 你觉得好听? 自然。 九千岁的音律造诣, 放眼天下, 堪称顶尖。 二哥哥听着这弧琴, 可有什么感想? 虽然知道顾虫山造诣不错, 但萧义还是懒洋洋地批评, 拉得跟上坟似的。 将来我百年之后, 可以请他来我葬礼上拉弧琴。 一夜无话。 次日, 南宝义醒来时, 萧义已经不知去向。 据余伟称, 似乎是又和顾虫山一起出的门。 他舒戏打扮好, 长心进来禀报, 小姐, 那孩子病更加严重了。 南宝义惊疑, 更加严重。 做了老大夫开的汤药吗? 可是奴婢刚刚过去的时候, 他额头滚烫, 在昏迷中不停一语。 长心小脸正惊, 奴婢试着给他做法驱邪, 但是并不管用。 做法驱邪, 南宝义揉了揉眉心, 无言以对。 另外, 四姑娘昨夜也染了风寒, 如今正卧床不起。 猪猪也染了风寒。 南宝义惊讶。 他猜测, 大约是小堂姐昨日照顾岁岁时, 过了病气, 因此才染上了风寒, 于是起身道, 带我过去瞧瞧。 他先来到碎碎的寝屋。 小家伙额头滚烫, 连小脸都烧红了。 南宝义拧了帕子, 敷在他额头上, 吩咐魏剑男, 再去接上请的大夫, 别请昨日那位。 魏剑男请了个中年大夫回来。 南宝义捏着帕子站在床头。 这大夫也不知医术如何, 闭着眼枕来枕去, 枕了约莫一盏茶的时间, 还没诊出个所以然。 他悄悄退出寝屋, 又去隔壁探望猪猪。 他同样高烧不醒, 额头上还顶着一只古怪的粗套罐子。 宁婉舟盘膝坐在床尾, 拖着双腮, 静静看着他。 南宝义不悦, 小公爷, 我姐姐本就生病, 你在他头上放罐子做肾。 宁婉舟这扒金, 我们那里的土方子, 可以退烧。 能不能退烧不知道, 但是看着就很蠢。 和长心做法驱邪一样的蠢。 说起来, 那位问诊的中年大夫, 看着也很蠢。 他来到寺院门口, 找到坐在梧桐树下, 吃酒的魏剑男, 魏大叔, 剑阁县的大夫, 医术泛泛, 我不放心。 可否请你走一趟僵士标局, 把江大哥请来。 听二哥哥提起, 这次来剑阁, 江岁涵也来了。 他的医术, 他最放心。 魏剑男应好。 南宝一想着, 小堂姐喜欢吃各种花糕, 于是往林杰走, 打算买两盒花糕回来, 等他病好了给他吃。 此时, 绝愿寺内。 中年大夫抬起碎碎的眼皮, 细细检查过他的瞳孔, 又指起他的一只小手, 罗开衣袖。 六七岁的少年, 肤色苍白, 皮屑退落, 肌肤上呈现出鱼鳞般的淤伤纹路, 一路往胸膛和脖梗处蔓延, 瞧着十分恐怖。 他症了症, 昏迷中的碎碎, 突然剧烈咳嗽起来。 血丝见到雪白的棉被上, 分外刺目。 中年大夫猛然捂住口鼻, 倒退竖步。 他转身, 连滚带爬地跑出寝屋。 游郎拐脚, 他把前来送饭的薛妹撞倒在地。 要死啊, 被鬼追还是怎么叠? 看不见本小姐。 薛妹站起来, 一边拍衣裙上的尘土, 一边破口大骂。 他听说静熙侯昨夜来了绝愿寺, 因此特意梳妆打扮, 想学男保一, 对那几个孩子好一点。 静熙侯喜欢心地善良的姑娘, 只要他看见他主动给可怜的孩子们送饭, 一定会觉得他是天底下最心善的姑娘。 没想到, 他的计划居然被这中年大夫给毁了。 中年大夫脸色惨白, 结巴道, 鱼, 鱼窗疫。 那孩子染上了鱼窗疫。 薛妹惊讶, 他听说过鱼窗疫, 那是很可怕的病, 身体会逐渐出现鱼鳞形状的红鱼伤, 像是一尾被抛上岸的鱼, 最终会在煎熬中窒息而死。 当年魏国之所以败在他爹爹手底下, 就是因为魏国的军队里出现了这种病。 没想到十年之后, 他又出现了, 一旦控制不好, 会牵连整座鼠郡的。 劳烦您转告那位男姑娘, 这病, 老夫治不了, 你们得赶紧上报官府, 趁着食意还没蔓延开, 把那孩子烧死, 兴许能结束这场灾疫。 他说完, 背着药箱匆匆忙忙地逃走了, 薛妹傻愣愣站在原地。 不知过了多久, 南宝一提着食盒回来, 他望了眼凌乱的地面, 嫌弃道, 薛姑娘, 你端来的菜肴, 撒得满地都是, 你怎么只站在这里发呆, 赶紧叫侍女打扫啊。 薛妹回过神, 他正正看着南宝一, 面色十分古怪。 南宝一不解, 你怎么了? 薛妹咬了咬唇, 本想提醒他, 那孩子染上了鱼窗疫, 南宝珠很可能被传染了。 但是, 南宝一害死了他的手帕交下明慧, 如果任由他亲近那孩子和南宝珠, 他也会染上的。 而染上的结局, 是死。 眼底略过恶毒, 薛妹别过小脸, 骄傲道, 本小姐赢钱多, 吃饭时, 就喜欢吃一半到一半, 你不服你咬我啊。 南宝一莫名其妙, 他骂了句有病, 继续朝寝物而去。 踏进门槛, 那位中年大夫居然不知去向。 南宝一恼怒不已, 只当他是个骗钱的, 于是将石盒放在桌案上, 在踏边坐了, 直起南宝珠的手。 他担忧道, 猪猪, 我给你买了好吃的花糕, 你快些醒醒吧。 睡梦中的少女, 毫无所觉。 南宝一望向宁婉舟, 我出去的这段时间, 猪猪可有醒过。 宁婉舟依旧盘膝坐在床尾, 守护的姿态像是忠诚的大猫。 他道, 未曾。 南宝一更加担忧了。 从前活泼娇俏的小堂姐, 此时青丝曝散, 圆润白嫩的脸颊, 透着不正常的红, 唇半干裂起皮。 显燃烧得十分严重, 他急忙拿来一盅温水。 他小心翼翼给南宝猪喂水, 不约道, 小公爷, 你到底会不会照顾人? 宁婉舟, 不会。 南宝一咽了咽。 也是, 这货虽然名义上是猪猪的婢女, 可是他在猪猪身边, 什么活儿也不干, 养得比猪猪还要娇贵。 他只得耐心叮嘱, 小堂姐昏迷不醒, 你得照顾他喝水, 喝粥, 否则不等他病好, 倒是先饿死过去了。 他见宁婉舟毫无反应, 不禁更加嫌弃, 罢了, 我叫余卫过来照顾他。 他正要去叫人, 宁婉舟冷冷道, 不要。 可是, 你照顾不好他, 我照顾得好。 南宝一迟疑, 宁婉舟涂脂抹粉的小脸上, 透出难得的坚定, 我照顾得好。 片刻后, 南宝一选择了相信他。 宁婉舟目送他踏出门槛, 才坐到南宝珠的枕边。 他低下头, 用手指头戳了戳南宝珠白嫩嫩的脸蛋, 长得这么壮实, 怎么会染上风寒? 一身的肉, 都是白色吗? 事实上, 南宝珠也没有多胖, 只是比起寻常姑娘, 圆润丰满了些。 宁婉舟仔细想了想, 又把那只粗糙罐子放回南宝珠的额头上, 这样比较让他有安全感。 南宝一来到隔壁, 岁岁也未曾醒来, 他打了冷水替他擦脸, 又换了搭在额头上的湿毛巾。 而在他忙着照顾病人的时候, 薛妹已经收拾好行李。 他爬上马车, 后怕道, 快回井关城。 车夫驾着马车驶出绝院寺, 薛妹想了想, 面露恶毒, 派个人去官府, 告诉剑阁县令, 绝院寺发生了食忆, 让他派兵把这里围起来, 最好, 一把火烧死他们。 月见西邪, 老婆婆在寝物照看碎碎, 南宝一坐在狼五下, 看着鱼卫, 他们领着小孩子在院子里踢剑子玩。 他觉着有趣, 正要跟着一起玩时, 院子外面忽然传来急促而又整齐滑衣的军靴声。 他望向绝院寺院门, 院门被人撞开, 军爷腰间跨刀, 容貌凶狠, 有人密报, 称绝院寺发生了食忆。 县太爷为百姓着想, 特意派大夫前来检查, 任何人不得阻拦, 不得离开。 说完, 闪身到一侧, 朝大门外挥了挥手。 须发揭白的老大夫, 背着药箱踏进来。 南宝一危症。 这老大夫, 可不就是第一次请来的那位? 他上前两步, 大夫, 起初高烧的人是碎碎。 你替他诊治时, 只说是寻常高烧, 喝一剂药就好。 可是后来, 老人摆摆手。 他戒备地与南宝一保持距离, 无论如何, 先让老夫看看病人, 再判断病情。 他进入寝屋, 检查过南宝珠和碎碎。 一刻钟后, 他踏出门槛, 表情十分凝重。 大夫? 南宝一紧张? 老人快步往院外而去, 口吻冷淡地吩咐那些士兵, 准备一下, 把绝院四围起来, 不许任何人进出。 这场食意相当严重, 与当年魏国爆发的鱼窗翼一模一样。 他踏出绝院四, 四门在众人眼中, 缓缓和尚, 甚至还有啰嗦的声音。 军学生往四面八方散去, 大约神秘不透风地围住了寺院。 鱼卫担忧, 小姐, 南宝一小脸清寒。 来见门关之前, 他特意翻阅过史书。 十年前, 薛定威与魏国作战, 本来双方胜负五五开, 只是魏国突然出现罕见的鱼窗翼, 导致魏国军队彻底丧失战斗力。 可以说, 薛定威打败魏国, 其实运气成分相当的大。 如今, 那场鱼窗翼再度席卷而来。 十年前没能研制出有用的方子, 十年后, 可以吗? 南宝一抬手揉了揉眉心, 却见老婆婆颤巍巍从门槛后踏出来, 崩溃般跪倒在地, 哭嚎着朝天空伸出双手。 他声音沙哑, 不停地叫着放过我们吧, 有种宿命般的苍凉。 院子里的小孩们面面相去, 有些三五岁的孩子更是被吓哭了。 南宝一环顾四周, 鱼卫和长心没读过史书, 不知道那段历史的可怕, 此时满脸都是困惑。 放眼整座寺庙, 能撑起场子的似乎只有他一人, 他稳了稳心神, 正色道, 从现在起, 谁也不许靠近碎碎和, 他紧紧咬了下唇瓣。 鼻尖微微发酸, 眼睛更是色得很, 心脏像是被谁用力找祸住, 疼得恨不能就此晕厥过去。 那是他从小一块长大, 最最要好的小堂姐啊。 他强忍泪意, 接着道, 谁也不许靠近碎碎和南宝珠。 鱼尾, 长欣, 你们负责照看这五个孩子。 婆婆, 你来煮我们的一日三餐。 碎碎和南宝珠由我亲自照顾, 他选择了最危险的任务。 鱼尾和长欣对视一眼, 正要说话, 南宝一却抬手阻止他们。 他转身踏进门槛, 在众人的视线里, 掩上了隔膳。 碎碎和南宝珠的寝屋之间, 是用木板隔开的。 南宝一拆下木板, 瞧见宁婉舟依旧盘膝坐在床尾。 他双手拢在绣管里, 垂着鸭鱼似的的睫毛, 凝视踏上的胖姑娘。 南宝一低声道, 小公爷, 你不走吗? 离得远些, 兴许能避免染上食忆。 不走。 宁婉舟嗓音淡漠。 南宝一看着他, 这位小公爷, 十三岁的年纪了, 还整日涂脂抹粉穿如裙, 甚至还学人耍离剑技, 离剑他和猪猪的感情。 他竟然觉得由宁婉舟来照顾猪猪, 是很令他踏实心安的事。 莫名地相信, 小公爷一定能照顾好猪猪。 不过, 他满脸纠结。 小公爷, 你能不能把猪猪脑袋上的罐子取下来? 我家乡民间有习俗, 把罐子放在脑袋上, 可以治病驱邪。 宁婉舟阵阵有词, 我建议你在那小孩脑袋上也放一个。 能治病驱邪才有鬼。 算了, 不管他们了。 他走到小榻边, 碎碎高烧得厉害。 他仔细检查过他的被子, 发现雪白的棉被上甚至溅了血点, 大约是他咳嗽出来的。 男宝一捉起他放在被子外面的小手, 正要给他藏进被子里, 却看见他手背上起了皮线。 他卷起他的嗅管。 小少年的手臂上赫然布满了红红的淤伤, 就像是一片片鱼鳞。 这种鱼鳞出现在人的躯体上, 看起来实在诡异惊悚。 男宝一缩回手, 他慢慢抬起自己的手, 卷起嗅管, 白嫩的手臂上不仅起了皮线, 甚至还有悄然浮现的淡红淤伤, 已经呈现出鱼鳞形状。 他猛然放下嗅管。 宁婉舟的声音凉悠悠响起。 你也染上了? 真有意思。 看来, 我得照顾三个人了。 男宝一没吭声。 最后一缕夕阳, 悄然消失在窗帘。 夜色笼罩了大地, 没多久, 那稀稀利利的秋雨声飘落大地, 鬼魅般的呼啸风声, 令人更加不安。 男宝一点燃蜡烛。 余卫把碗扇放在窗台上, 隔着窗帘担忧道, 小姐, 我无事。 男宝一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充满活力。 他打开隔窗, 拿过膳食。 是几碗搭配咸菜的青粥, 比较适合病人食用。 用过碗扇, 他端坐在八仙桌前铺陈开笔墨纸验。 他按照时间顺序, 将与魏国有关的事件全部记录下来。 见门官之行, 从阴兵戒道到魏国诅咒都绕不开一个位子。 老婆婆的话尽在耳畔。 十年前, 魏国被薛定威所灭, 魏国皇族更是被斩杀殆尽。 有人说, 魏国皇族受尽凌辱, 曾在死前立下咒炎, 撑不出十年, 蜀郡必发生天灾人祸。 如果, 如果世上真的有所谓的诅咒, 那么蜀郡大汉, 乃是天灾。 这场石役便是人祸。 既是人祸, 是不是也意味着, 石役发生在绝缘寺并不是巧合。 而是, 有人故意为之。 他提笔宁丝时, 窗外有人影晃动。 没多久, 萧一推门入。 他斜黑暗而来, 面容冷峻阴沉, 丹凤眼中浸润着从未有过的怒意。 雨水打射他的袍居, 他将直散放在靠门的位置, 看着坐在灯火下宁丝的小姑娘。 他一手提笔, 一手脱腮。 嫩黄色丝肢绣管微微下滑, 露出一节宁白浩腕。 只是那腕上清晰可见淡红色鱼鳞形状的淤伤, 正往袖口深处悄然蔓延, 那是染上鱼窗翼的征兆。 他的小脸有些苍白, 灯火跳跃, 今夜看来似乎连下河也轻手些许。 南宝一。 萧一沉声。 南宝一一惊。 他抬眼望去。 在看见萧一时, 他不敢置信地揉了揉眼睛。 在定睛细看, 他依旧站在那里, 满身都是风华, 阴冷射人的气度, 犹如暗夜里的帝王。 二哥哥。 他惊喜, 刚站起身想扑上去, 却又连忙止步。 他催声道, 二哥哥, 这里出现了十亿, 官府都派兵包围了绝院寺。 你是怎么闯进来的? 你快快出去, 别过了病气。 他的二哥哥, 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怎么可以在这种地方, 染病身亡呢? 萧一眉宇之间, 怒气更盛。 他不过是与顾重山进山一趟, 入夜后赶回剑阁县, 就听说绝院寺出了事。 官府甚至包围了这座寺庙, 不许任何人进出。 魏剑南和江岁寒守在寺外的梧桐树下, 哪怕江岁寒背着药箱, 那群士兵也依旧不肯放他们进去。 直到夜剑深, 他才找了机会, 悄然潜入绝院寺。 他一步步靠近南宝一, 自打镇南寺之后, 我总叫你不要涉险。 你偏不听, 甚至答应顾重山, 与他共赴剑门关。 我与你说过, 与顾重山合作是鱼虎谋皮。 你可曾听进去半个字。 南宝一呼吸一致, 他曾设想过, 全臣大人得知他染上十亿后的反应, 却怎么都没想到, 居然会率先被他劈头盖脸大骂一顿。 可是, 他费尽心机, 奋不顾身, 劈筋斩棘, 都只是因为他。 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他低着头, 细白双手搅弄着衣巾, 是委屈至极的样子。 随着萧一步步逼近, 他忍不住步步后退, 直到后背贴上墙壁, 退无可退。 墙上悬挂着佛像, 以慈悲的姿态, 俯看着墙下儿女。 萧一站在南宝一面前, 握住他的小手, 狠狠卷起他的袖管。 那淡红色鱼鳞瘍, 已经化作深红, 甚至危险地蔓延到了肩膀。 史书记载, 这场实意, 名为鱼窗。 反染上鱼窗者, 当鱼鳞形状的瘀伤, 蔓延到脸部时, 那么这个人就会窒息死去, 萧一自聚清晰, 单凤眼透着从未有过的星红。 他濒临暴怒的边缘, 南宝一, 镇南四肢是, 我尊重你的意见, 尽量不插手你的计划。 那么, 你能不能也尊重一下我? 不要再做危险的事, 不要再去危险的地方。 他不敢想象, 如果他没有跟来间隔, 小姑娘会发生什么事, 会落得怎样的下场。 南宝一的手腕, 被他捏得生疼。 泪珠在眼眶直打转。 他强忍着不让泪水掉落, 倔强地仰头道, 我就是来了, 我就是欢喜去危险的地方。 你奈我何? 他就是喜欢萧一。 他就是愿意为了萧一, 以身犯险, 拿命证功绪。 萧一咬牙切齿。 南宝一, 你是不是以为本侯不敢打女人? 那你打呀。 萧一高高扬起巴掌, 南宝一急忙闭上眼, 紧张得连睫毛都在颤抖。 可是他等了很久很久, 却不见巴掌落下。 他小心翼翼地睁开眼, 萧一沉着脸, 把他拽进怀里。 那一巴掌, 不轻不重地落在了他的屁股上。 听着响亮, 却一点也不疼, 却有密密麻麻的羞耻, 从南宝一心底生起, 逐渐蔓延到四肢百骸。 他小脸胀的通红, 捂着屁股, 羞的眼泪都掉下来了。 你, 你怎么能, 怎么能打我这里? 你, 你一个大老爷们, 有种, 有种就朝我脸上打呀。 那位高权重的年轻侯爷, 却红着一双眼, 将他紧紧抱在怀里。 他的下巴搁在他的脑袋上, 合上双眼, 清秀他的发香。 他侯杰滚动, 过了两久, 才压抑着感情, 缓缓道, 南家的小娇娘, 娇气又金贵。 掉一颗金豆豆, 哥哥都要心疼半天, 怎么舍得打你? 南宝一正了正, 随即, 泪如雨下, 他咬住唇瓣, 乌叶着抱住萧义。 萧义到底还是气不过, 义难平。 他低声, 南娇娇, 你告诉哥哥, 你脑子里装着的, 都是什么? 明明就是个娇娇弱弱的深闺小姐, 却哪里危险往哪里窜? 他恨不能买根狗链子, 把她拴在闺房。 南宝一休闹, 二哥哥, 我脑子里装着的, 都是脑花。 萧义讥讽, 我瞧着, 脑花算不上, 都是豆腐花。 豆腐花, 这样损他, 真的合适吗? 说好的小娇娘呢, 说好的长中娇呢? 果然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他想起什么, 急忙把萧义往屋外推, 二哥哥, 我们这屋危险得很, 你快离开, 若是把石医传染给你, 我会内疚一辈子的。 萧义挑了挑眉, 所以说, 这小姑娘脑子里都是豆腐花, 他根本没有意识到, 鱼窗石医究竟有多么可怕。 如果, 如果姜遂寒研制不出解药, 他哪来一辈子? 他不愿意走。 他从柜子里, 拿了枕头被褥, 铺在地板上, 又拿过漏花屏风, 将被褥围起来。 然后在宁婉舟比一的目光里, 抱着南宝一滚进屏风。 南宝一正正看着他, 萧义吻了吻他的眉心, 怕吗? 屋外秋雨敲窗, 芭蕉声声。 南宝一摸了摸眉心, 对上萧义漆黑深沉的丹凤眼, 认真道, 二哥哥在这里, 我便什么也不怕了。 已过子时, 秋雨渐歇, 枝芭蕉叶还滴落着水珠。 明月处于巍峨东山, 挖着狐情, 如怨如目, 如气如素。 萧义与南宝一病头而睡, 替他掖了掖背脚, 轻声道, 黎明之前, 绝缘寺防守最是松懈, 拾苦他们会把江岁寒送进来。 南宝一正了正, 他偏头望向枕边人, 全臣大人已经合上双眼。 月色清幽, 南宝一眨了眨眼, 他缓缓靠近萧义, 在他的面颊落下一吻。 他趴在他枕边, 对他摇耳朵, 二哥哥是春卷。 萧义逆向他。 小姑娘神情娇俏, 长长的睫毛扑闪扑闪, 像是蝴蝶落在太阳里。 对上他的视线, 他咬着小嘴轻笑, 扭头躲进了被窝。 深更半夜的, 发什么疯。 萧义数落, 又替他掖了掖背脚, 不许把头蒙在被子里睡, 会长不高的。 南宝一钻出被子, 扶开额前凌乱的青丝, 甜甜印好。 他按道, 二哥哥外壳坚硬酥黄, 但里面却是甜甜的豆沙味。 不是春卷, 又是什么呢? 寝屋角落。 宁婉舟抱着枕头, 把他们的对话尽收耳中。 他突然觉得有点孤单。 他默默磨到床头。 他掀开棉被, 乖乖躺在南宝珠身边。 如果去这九个月半, 依赖地抱住少女的腰。 刚凑到南宝珠小脸旁, 放在他脑袋上的粗桃罐子, 忽然掉下来, 正好砸到他的鼻梁。 宁婉舟揉了揉鼻梁。 疼, 他想了想, 决定还是不要用土方子, 替他治病了。 次日, 南宝一是被燕窝粥相醒的。 他揉着心松睡眼, 从地铺上坐起身。 玄臣大人已经书洗妥当, 端着燕窝粥蹲在屏风前, 拿白瓷小勺细细搅拌, 南娇娇, 起来喝粥了。 南宝一缠得很。 他书洗妥当, 又替碎碎擦洗了小脸和脖梗, 才迫不及待地接过粥碗。 二哥哥从哪里弄来的燕窝粥? 这东西, 绝缘寺可是没有的。 叫食苦, 他们运了一批食物进来。 萧毅看着他乖乖吃粥的模样, 伸手替他抿了抿并搅碎发, 姜碎寒已经检查过碎碎, 正在厨房研究治疗于疮疑的方子。 他眸色暗了暗, 无论能否弄出方子, 哥哥都会陪着你。 燕窝粥炖得香软甜腻, 南宝一吃进嘴里, 却感觉无甚甜意。 他, 并不希望全臣大人也染上食忆。 但他是说一不二的人, 他做出的决定, 他从来没有反对的机会。 他脸去眼底的担忧, 只没眼弯弯底应好。 吃罢燕窝粥, 萧毅熟忍地收了碗筷。 南宝一喝了口杏仁茶, 按道全臣大人这是伺候上他了。 他真有福气啊。 他从厨子里找出一本古籍, 正打算与萧毅膝窗共读, 窗外忽然传来轻微的口哨声。 食苦贴着隔窗, 声音低沉。 主子, 食言他们追踪了数日, 那东西有着落了。 萧毅撵了撵猫眼十戒指。 他撇向南宝一, 我去一趟剑门山, 你乖乖待在屋里。 南宝一点头, 他又好奇问道, 二哥哥, 你最近经常和九千岁一起去剑门山。 大山里面, 是不是藏着什么东西啊? 他并没有忘记那一夜, 悬崖战道上走过的阴兵。 他们在往大山深处, 运送一箱箱东西。 萧毅揉了下他的小脑袋, 小孩子家家的, 不许过问太多。 他走后, 南宝一手捧双塞, 独自坐在膝窗下, 借着秋阳翻开鼓及。 看了片刻, 却不怎么看得进去。 屋外忽然传来鱼味焦急的声音, 小姐, 又有孩子生了高烧。 奴婢检查了他的手臂, 脾屑脱落, 也起了鱼鳞形状的红鱼伤。 南宝一心头威灵, 他吩咐鱼味把人送到门口, 勿要和那孩子多做接触。 他亲自把孩子抱到榻上。 是个四岁的小女孩, 烧得厉害。 红鱼伤几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从蛋粉化作生红, 一路往身体生长蔓延, 像是一尾干涸的红鲤鱼。 他看着, 忍不住卷起自己的嗅管。 他虽然也感染了, 但并没有发高烧, 甚至昏迷不醒。 鱼鳞形状的鱼伤, 也蔓延得非常缓慢。 是因为每个人体质不同吗? 他忽然提起群居, 奔到南宝州的床位。 宁婉舟跪坐在床头, 居高临下地看着小唐姐。 他手里端着水碗, 唇瓣上沾着晶莹水渍。 小唐姐嘴唇同样湿润, 想必是喂过水了。 南宝一拉起宁婉舟的衣袖。 少年的手臂嫩滑白皙, 不曾出现半分瘀伤。 南宝一更加惊疑。 宁婉舟从没离开过小唐姐, 按道理, 她才应该是最危险的人。 为什么她丝毫没有染上十亿的症状? 她百思不得其解释, 屋外传来了嘈杂的军靴声。 鱼卫和长兴似乎再和闯进绝院寺的士兵们交涉。 片刻, 屋门被士兵推开, 恭敬地请出那位须发揭白的老大夫。 屋门被重新关上。 数十名士兵们站在屋子里, 气氛阴冷压抑。 老大夫背着药箱, 正色道, 昨夜研究了一宿, 可算是弄出了破除于窗疫的方子。 只是要笑轻重不定, 还得找个病人试药才成。 南宝医小脸清寒, 不知为何, 她越来越不信任这个老大夫。 十年前, 卫国倾尽全国之力, 尚且不能研制出致病良方, 她一夜就能研制出来。 总觉得有些事, 似乎太过巧合, 老人扫尸过全屋病患, 朝南宝住的床位走去, 就先拿她试药吧。 不成! 南宝医急忙阻止, 是要太危险了。 万一小堂姐有个好胆, 她承受不住, 整个南家都承受不住。 老人悠悠地看着她, 否则, 你要老夫拿那两个孩子试药? 南宝医咬住唇绊, 把她抓起来, 别妨碍老夫试药。 老人一声令下, 两名士兵立刻控制住南宝医。 老人放下药箱, 取出一壶尘黑药汁, 正要往南宝珠那边走, 却见宁晚舟缓缓拔出匕首。 少年跪坐在榻上, 把南宝珠紧紧护在身后。 他沉声, 谁拿他试药, 我就杀谁? 匕首锋芒毕露, 老人眯了眯眼, 骂道, 真是什么妖魔鬼怪都出来了, 青天白日, 你一小伙也好意思扮成姑娘。 来人, 把他抓到旁边。 士兵们立刻围了上去, 可是宁晚舟多凶啊。 仗着在萧医手底下学过几招, 不要命地与那群士兵大打出手。 南宝医正正看着他, 十三岁的少年凶得像是恶狗, 睁眠着一张小脸, 匕首一刀刀往那群士兵身上捅, 溅出来的血液生生染红了账漫。 幸亏他提前放下账漫, 才没叫鲜血溅到小唐姐脸上。 士兵被激怒, 宁晚舟又闭上挨了一刀, 匕首立刻掉落在床榻边缘。 少年心性凶狠, 用左手抓起匕首, 反手一刀, 直接刺进了那士兵的脖梗。 眼看着事态要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 南宝医立声喝止, 都住手。 都住手? 南宝医红着眼睛盯向老大夫。 您, 可认识江岁寒。 老人拿着白玉药壶, 抬起眼帘, 盯向他。 南宝医便知道, 自己赌对了。 老人第一次来给碎碎诊脉的时候, 他就觉得他诊脉的小动作有些眼熟。 后来仔细一想, 才想起江岁寒诊脉时也有拍膝盖的小动作。 江岁寒会有可能失诚于他。 老人把药壶放在八仙桌上, 垂眸打了胆袍子, 口吻淡漠。 听说那小兔崽子已经成了鼠菌神医。 是, 他这段日子一直住在我家, 常常为井观城的百姓们免费诊治疑难杂症, 大家尽相称颂他的贤名。 老人抚恤而笑, 玄壶济世, 人心人术, 无愧神医之名。 南宝医正开智固他的两个士兵。 他整了整如群, 小脸清寒。 既然您是他的师父, 想必医术比他更胜一筹。 我信您治病救人的本事, 这壶药, 我替小唐解释。 可好, 小唐姐重病在身。 如果药汁有问题, 再次折腾。 老人扣了扣桌面, 显然是在迟疑。 南宝医, 您怕我喝了这壶药, 会死。 您怕我死了, 姜遂寒会责怪您。 这是解毒, 老人及时杀住话头。 这是治疗于创意的药方子, 当然喝不死人。 许是觉得被人质疑, 医术是很可耻的事。 他拿出小盏, 倒了一点药汁, 亲自喝给南宝医看。 喝完了, 他道, 既然你要试药, 那就喝吧, 总归是死不了的。 南宝医的目光落在那壶药汁上。 这老人神神叨叨, 哪怕他是姜遂寒的师父, 他也是不信任的。 可是, 总要有人试药的。 况且, 南宝医心里的小算盘, 打得啪啪响。 由他来试药, 第一, 死不了。 试药有功的话, 他可以要求九千岁帮他, 上报朝廷, 传作功绩, 加上之前的功绩, 说不定能得到绝位封赏。 可以保护小唐姐。 细白的指尖, 触碰到白玉药壶。 一整壶浓黑药汁, 他干脆地喝了个干干净净。 真苦啊。 比膝盖受伤时, 喝的那些药还要苦, 他捂住嘴干呕了几声, 抬起星红的丹凤眼, 勉强道, 不愧是师徒, 调制出来的药, 都苦到胆颤。 你喝过那兔崽子熬的药? 从前膝盖受伤时, 连喝了一个多月。 老人挑了挑眉, 望向南宝医的膝盖。 南宝医喝了半盏杏仁茶, 稍稍缓解了唇齿间的苦涩, 才解释道, 之前膝盖骨碎裂, 休养了小半年, 平常走路虽然看不出来瘸腿, 但若是跑得快了, 还是能看出端倪的。 老人汗手, 叮嘱道, 今日不要吃任何东西, 也不要喝任何药。 如果出现腹部脚痛的症状, 那都是正常反应。 我明日过来替你把卖。 他收拾了药箱, 往屋外走了几步, 忽然驻足回首。 他平静道, 若能扛过这一关, 你的膝盖, 老夫替你治愈。 全天下, 也竟有老夫能治愈。 南宝医郑重。 他目送老人离开, 眼睛里流露出意外的欢喜。 他望向宁婉舟。 他说, 他要帮我治疗腿伤。 我又不是笼子。 宁婉舟嫌弃, 自个儿扯了纱布和药膏, 包扎手臂上的伤口。 南宝医见他动作不方便, 于是上前道, 我来。 宁婉舟坐在八仙桌前, 迟疑, 你。 我曾见过姜大哥给病人包扎伤口, 一些简单的皮外伤还是能处理的。 宁婉舟别扭, 我倒不是怕你处理不好伤口, 我是怕你借机占我便宜。 你别想老牛吃嫩草啊。 老牛? 他也就比宁婉舟大几个月而已。 他怎么不说猪猪老牛吃嫩草? 好气啊。 替宁婉舟擦拭手臂穴子的动作, 忍不住加重。 宁婉舟闷哼一声。 南宝一动都越发粗鲁, 我已经有了心上人。 他比你高大, 比你有男人味儿, 比你厉害。 你也就只是个小萝卜头。 小萝卜头宁婉舟疼得面目扭曲。 可他想着, 他是堂堂镇国功夫的小工业, 哪能让人看自己笑话。 更何况眼前这姑娘, 还是南宝舟的亲妹妹。 更应该叫他知道, 他宁婉舟是个不折不扣的爷们, 省得他将来在南宝舟面前, 把他讲成笑话。 于是在上药包扎的过程中, 宁婉舟咬紧牙关。 全程没叫半生疼, 南宝一用纱布在他手臂上系了个蝴蝶结。 他抬眸, 够大的冷汗顺着少年鹅脚滚落, 弄花了他精心描绘的妆容。 唇瓣都被咬出血了, 瞧着浓艳夺目, 却越发趁得小脸苍白。 他是金尊玉贵的小公爷, 从未吃过这种苦。 这般倔强, 大约是为了不让他和朱朱亲事, 南宝一对他改观了些。 宁婉舟放下袖管, 回眸望了眼景眼的账卖, 又威胁道, 我今日保护他的事, 不许告诉他, 否则, 要你好看。 为何? 就是不许告诉他。 宁婉舟别别扭扭地回了床榻, 南宝一忍不住翘了翘嘴角, 恐怕, 是怕小堂姐担忧他的伤势吧。 小公爷虽然高傲, 但心地还是不错的。 只是不知道, 他对小堂姐的喜欢, 究竟是属于青梅竹马的喜欢呢? 还是纯粹是占有欲在作祟? 不知为何, 南宝一莫名期盼是第一种, 愿意为了保护小堂姐而挨刀的男人, 天底下也找不出几个。 宁婉舟, 是个爷妈呀。 用过午膳, 南宝一觉得腹部脚痛, 大约是喝下的药汁起作用了。 他坐在同镜前, 镜中少女脸色苍白, 唇半苍白, 额头浸出细密冷汗, 几缕青丝贴在病角, 像是暴雨过后的小花, 十分憔悴可怜。 黄炎边抱着一本画本子, 正给南宝珠讲故事听。 余光瞥见南宝一神情不对, 他提醒道, 南宝一, 你这副模样, 显然是那份药之出了问题。 不如叫姜遂寒替你把把脉, 枕之一番。 不必, 南宝一艰难地躺进屏风后, 声音有些发颤。 老大夫不是叮嘱, 不许我吃其他药吗? 我琢磨着, 若能扛过这一关, 他就会替我治愈膝盖。 这可是大喜事, 宁婉舟沉默。 大喜事是大喜事, 可如果活不下去了, 治愈膝盖又有什么用? 他和尚化本子, 正要替他去找姜遂寒, 唯平后又传出虚弱的声音。 小公爷, 我感觉我身体倍儿棒, 死, 死不了。 你别自作主张, 帮我找姜遂寒。 身体倍儿棒, 宁婉舟脸色难看, 他的声音都抖成什么样了? 还倍儿棒? 他朝门口走了几步, 又听见南宝一哽咽道, 你若敢去喊姜遂寒, 我就把你为了保护猪猪而挨刀的事, 宣扬出去。 小公爷, 我行事自有分寸, 你别管我。 少女倔强地像头牛。 宁婉舟双手拢在秀馆里, 盯着那处围平, 面色迟疑不定。 围平后, 南宝一蜷缩在地铺上, 眼圈红透, 长长的眼睫毛沾染上细碎精英的泪珠, 泪水顺着眼角躺进枕巾, 蕴染开一片深色。 她面如精致, 娇小的躯体, 止不住地发抖。 腹部犹如坠着千斤重的铁块, 疼得她呲牙咧嘴, 恨不能以头撞地。 真疼啊。 五脏六腑被绞碎的感觉, 比膝盖碎裂的时候, 还要疼。 宁婉舟站在原地, 纠结片刻, 鼓起勇气朝围平走去。 萧义不在, 我有必要替她照顾你。 南宝一, 你, 你别过来。 南宝一立声, 她盯着手臂, 那些鱼鳞形状的淡红瘀伤, 如有生命般在她肌肤上蔓延游走。 她甚至能感觉到, 他们窜上了她的面颊。 她伸手摸了摸脸颊, 指尖颤抖得厉害。 那老大夫的药, 到底靠不靠谱啊? 心头一律千万重, 她泪水扑素素地往下掉, 强忍疼痛。 沉声道, 小公爷, 你大约不知道吧? 我喜欢二哥哥, 特别特别地喜欢, 比你喜欢猪猪, 还要多一百倍, 一千倍, 明晚周沉默。 她知道南宝医喜欢萧毅, 她望向萧毅的眼神, 晶亮而温暖, 像是细碎的星辰, 像是浸在泉水里的明月, 像是冬日的暖阳。 她怎么会看不出来呢? 小公爷, 你也不愿意被猪猪看见, 若小丑陋的一面吧? 我也是这样的, 哪怕她不嫌弃我丑陋, 可是我啊, 仍旧希望站在她面前的我, 是美貌的我, 她是英雄啊, 顶天立地的英雄, 我本就配不上她, 如果再变得丑陋, 少女泪如雨下。 前世, 她并不知道爱慕一个人是怎样的滋味, 可是重生归来, 遇见了全臣大人, 她才明白, 原来爱慕一个人是飞蛾扑火, 义无反顾, 更是小心翼翼, 如履薄冰, 宁晚舟无言地站在原地, 光与隐在地板上交错重叠, 墙上的佛像依旧慈悲地注视着他们。 不知过了多久, 她认真道, 我明白了。 萧毅, 今夜不会出现在绝缘寺, 但是, 如果明天早上, 你的症状仍旧没有缓解, 我定然不会再欺瞒她。 难保一到了声线, 腹部的脚痛, 稍稍缓解。 她跪坐在被褥上, 从怀里取出掌镜。 只看了一眼, 她就把掌镜扔了出去。 镜中的姑娘, 满脸都是鱼鳞形状的淤伤, 像是鲤化成的人形, 丑陋而又恐怖。 她心跳如雷。 史书上说, 当鱼鳞形状的淤伤遍布全脸时, 伤患就会窒息死去。 可是为什么? 她没有死。 甚至, 连生病的感觉都没有。 难保一趁着自己一时清醒, 又取了笔墨纸验。 她搬了一张矮案到围瓶里, 提笔在宣纸上落下两个名字。 她和宁婉舟。 她没有死于鱼创意, 宁婉舟甚至根本就没有染上。 一滴墨珠缓缓缓落在宣纸上, 迎开小小的墨痕。 难保一迟一片刻, 在宁婉舟的名字旁, 添上了萧义的名字。 昨夜全臣大人与她同床共枕, 却似乎也没有染上。 他们三人之间, 难道存在某种特质? 正是这种特质, 让他们在十一之中活了下来。 她抓抓头, 实在想不出, 他们三人有什么共同点。 他们甚至连性别都不一样。 全臣大人是男的, 他是女的, 小公业, 不男不女。 略见西斜, 夜色如泼墨般笼罩了绝缘寺。 窗外又落起了绵绵蜜蜜的秋雨, 无边无境。 男宝医不知道宁婉周托食言带了什么话给萧义, 但她今日确实未曾禁绝怨寺。 她独自躺在围瓶里, 被轻寒凉。 睡得迷迷糊糊时, 腹部的脚痛感又出现了。 男宝医在黑暗中睁开眼。 脚痛逐渐加重, 比白日更加疼痛。 她捂着腹部, 疼痛席卷了脑袋, 因为疼得无法入眠, 所以也无法借助睡眠来摆脱疼痛。 食指紧紧捏成了拳头。 指甲深深刺破掌心, 直到血肉模糊也未能察觉。 太疼了, 痘大的冷汗顺着鹅脚滚落, 眼泪更是悄然进入枕巾。 她把脸埋进枕头, 在黑暗里疼得撕心裂肺。 脚落软踏。 宁婉周躺在男宝珠身边。 她睁着一双恋燕的桃花眼, 静静注视着黑暗。 她听见男宝医在围瓶里啜气。 她大约很疼很疼, 强大如消逸, 尚且无法全然保证 男宝医一生无病无灾。 像她这种一无是处的全门顽固, 将来又该怎么保护男宝珠呢? 她陷入了沉思。 男宝医疼得受不了。 她不顾外面还在落雨, 赤着双脚, 飞快冲进漆黑的雨幕里。 漫天雨丝, 冰凉湿润。 她独自跑到绝缘寺后园子, 这里没有住人, 紧至清幽去黑, 安静地能听见满城落雨。 她扶着围墙, 蜷缩在墙根底下。 她抱着脚痛男人的肚子, 始终紧咬得牙关松开来, 牙缝间瞬间溢出鲜血, 竟是疼得生生咬出了满嘴的血。 血液顺着苍白的下颌滚落, 在雨水里染射了少女的群居。 四周无人, 只有漆黑阴冷的雨幕。 她疼得凄厉惨叫, 浑身轻惊爆起。 她在泥水中拼命打滚, 甚至用脑袋去撞围墙。 可一是清醒的要命, 她根本无法抑制那钻心的痛。 少女喘息着, 跌坐在泥水里。 纤细的脊背贴着围墙, 她仰头注视漫天落雨, 白嫩的脸颊上遍布鱼鳞淤伤, 嘴唇咬破, 目光涣散。 二哥哥, 我好疼啊。 绝缘四围墙外, 一道修长人影, 正撑洒利。 雨水顺着青竹散鼓, 熙熙粒粒落在泥土里。 那人提着一盏灯笼, 龙光在雨幕中只能照出小一团光韵, 依稀可见, 她踩着锚钉军靴, 本黑色绣经饕铁文袍鞠被雨水染湿, 蕴染开浓墨重彩的深色。 她上半张脸笼在阴影里, 只能看见薄唇敏的痕迹。 提灯的手, 青筋抱起, 是极尽忍耐的模样。 围墙后不停传出惨叫和呻吟, 是男娇娇的声音。 是她藏在心肩肩上, 那个娇气小姑娘的声音。 她哭得撕心裂肺, 肝肠寸断, 直到最后只余下气弱尤思的喘息。 黄昏时分, 她从剑门山回来, 却被石言拦在了绝院寺晚。 石言寿宁晚舟所托, 把白日里绝院寺发生的事, 尽数告知了她。 小姑娘不愿意见她, 因为要保持娇美动人的容貌, 所以不愿意见她。 她苦心孤意, 费尽心机, 她是那么爱面子的小姑娘, 所以她能做的唯有成全。 可是, 她听着围墙里传出来的喘息声, 心脏像是被绣花针扎, 密密麻麻的疼痛蔓延到四肢百骸, 令她恨不能将她那份痛苦带而受之。 啪的一声细微轻响, 灯笼顶被她生生捏碎。 灯笼跌落在地, 龙火逐渐在零零零零的雨水中熄灭, 难保一台锈擦去满脸水珠。 她转身, 视线模糊地看着围墙。 她听见围墙外面传来动静, 像是谁的东西掉落在地。 她唇半吸洞, 渗出的血液被雨水冲刷在地。 二哥哥, 她声音发抖, 娇小的躯体在寒冷雨水和疼痛的折磨下, 同样发着抖, 宛如被冷雨包围, 无处可逃的小金丝雀宝宝。 二哥哥, 是你吗? 她哽咽着伸出细白小手, 颤颤贴在围墙上。 萧逸撑着伞, 面无表情, 缓缓地单膝蹲下。 她伸出大掌, 轻轻附在围墙上, 如同温柔地触摸少女的眉眼。 一墙之隔, 两人手掌向天, 萧逸猴杰微微滚动, 努力压抑铺天盖地的心疼, 尾音却不自觉地带上轻颤。 是我, 男宝衣的眼泪, 瞬间就滚落下来。 五脏六腑都在绞痛的感觉, 稍微过去了些。 她的意识有些模糊。 小脸, 靠在冰冷阴湿的围墙上, 眉目之间都是浅瘴深情, 同株更适量的惊人, 像是靠在了心上人的胸膛里。 有些话, 不知道今后还有没有机会说, 二哥哥, 我呀, 可喜欢可喜欢你了, 是想嫁给你的那种喜欢。 男宝衣的泪珠子扑速速滚落, 小脸上的笑容却越来越甜。 男府招文院, 你教我读书写字, 我很是欢喜。 多安燕灵请, 你不顾一切的保护我, 我很是欢喜。 建门关酒楼, 你接着我抛制的红袖球, 我很是欢喜。 二哥哥, 我每每看见你, 就忍不住地心生欢喜。 真想嫁给你, 我真想嫁给你啊。 围墙外, 小脸低着头, 直伞被他丢在地上, 雨水稀稀利利地染射他的发际, 晶莹的液体顺着他的鼻尖滴落在地。 却不知是雨水, 还是眼泪, 男娇娇, 他哑声。 男宝衣的意识更加模糊, 他的瞳孔有些涣散, 声音却非常温柔, 像是在努力安慰围墙外的那个人。 二哥哥, 那位老大夫说, 如果我能扛过这一关, 他愿意治愈我的腿疾。 所以, 二哥哥, 以后我就算飞奔到你面前, 也不会一瘸一拐, 绝不会让你在同僚面前丢脸。 我想着, 如果我是要有功的话, 九千岁定会上走朝廷, 册封我当郡主或者县主。 到那个时候, 我终于可以配得上你了, 是不是? 有了爵位的男娇娇, 再也不是可以随便被人亲见的姑娘。 二哥哥, 我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在你身边了。 少女的声音夹杂着欢喜, 卑微至极地欢喜, 萧毅心如刀割。 有的姑娘, 生来就在王侯家, 生来就是高贵的郡主。 可是她的男娇娇, 却需要拼尽全力, 才能勉强够到他们的位置。 她像是石缝里的野草, 一点点努力朝着太阳生长。 她从来不敢与国色天香的牡丹睁眼。 对她而言, 能够来到太阳底下。 她就很满足了呀。 可是, 凭什么呢? 她千娇万宠的宝贝, 凭什么要过得这么辛苦? 男娇娇, 一字一顿, 接下来的话, 我只说一遍, 你听好了。 与生犀利, 我一强禁忌。 萧毅声音沙哑, 我喜欢你, 是想娶你过门的那种喜欢, 是想把你摁在床上, 为所欲为的那种喜欢, 是想金屋藏娇, 护你无病无灾, 岁岁无忧的那种喜欢, 是生同亲, 死同学的那种喜欢。 我不需要你貌美清澄, 更不需要你荣耀满身。 在我心里, 景观成的南娇娇, 哪怕容貌近毁, 哪怕年华老去, 也依旧是天底下最美貌的小娇娘。 而你的荣耀, 我愿亲手给予。 如果靖兴侯夫人的位置不够高, 那么一品全臣夫人的位置, 够不够? 如果一品全臣夫人的位置, 依旧不够, 无愿盗取天下, 以奉喜相赠。 哥哥的心, 永远忠诚于你。 南宝一正正的, 他出现幻觉了吗? 他竟然听见全臣大人说, 喜欢他, 想娶他, 视线一点点模糊。 他虚弱地扬了扬唇半, 终于晕厥过去。 围墙后面, 久久没有传出动静。 萧毅俐落地翻身, 潜入围墙。 他未过门的小娇娘, 狼藉落魄地倒在雨水之中。 雨水和鲜血, 浸透了他单薄的乳群, 黑夜里娇弱至极。 他俯身将他抱起, 快步朝厨房而去。 江岁涵霸占了厨房, 把这里改造成了零食药炉。 灶台里炖着药扇, 空气中弥漫着清苦的药草味。 江岁涵蹲在角落, 发际被揉成了鸡窝头, 怀里还抱着一坛酒。 江岁涵! 萧毅沉生, 我叫你研制治疗十亿的方子, 你再喝酒。 江岁涵很颓败地坐在地上。 他烦恼地伸手抓头发, 萧家哥哥, 这十亿我治不了, 不是治不了, 而是不敢治。 萧毅结问, 不敢治。 江岁涵抓抓自己的头发, 一手搂着那坛酒, 眼圈清黑憔悴, 江江娘娘地说不出话。 许是酒劲上头, 他打了个酒阁, 逃避般在地板上咸鱼躺尸。 萧毅抱着南宝衣, 僵在原地。 他手头上就僵碎寒一个大夫, 居然还如此不靠谱, 怀里的小姑娘发着抖, 不知是冷还是疼。 萧毅心疼得很, 不再迟疑, 立刻在厨房角落围了围平, 支起玉桶, 又亲自煮了一锅洗澡水。 热气疼疼! 他把他丢进浴桶, 泡了约沫一刻钟, 他估摸着小姑娘, 算是泡暖和了。 他把南宝衣拖出浴桶, 草草擦干净水珠, 又拿了干净暖和的请衣给他换上。 厨房里生了一笼火, 他把南宝衣抱到火边, 伸手戳了出他细白的脸蛋, 天底下, 如哥哥这般君子的男人, 屈之可数。 南娇娇, 跟了哥哥, 简直是你祖上积德。 南宝衣听不见这些话。 他在昏迷不醒中, 觉得腹部的脚痛感又开始了。 像是滚烫的刀子, 在搅弄他的五脏六腑, 疼痛感蔓延到脑袋, 疼得他眼泪都落了下来。 他抱着肚子, 蜷缩在萧衣怀里, 无一时地呢喃, 好疼呀。 二哥哥, 我好疼呀。 萧衣扶开他额前碎发。 火光跳跃, 冲斜的丹凤眼, 令他看起来犹如恶鬼。 可是, 当他注视南宝衣时, 那份争鸣便都化作了绕纸柔, 像是独属于恶鬼的温柔。 他捉住南宝衣的小手, 垂眸吻了吻他的指尖。 娇娇怪, 哥哥不会叫你受疼的, 他嗓音温唇, 锋利的青铜匕首割开了手臂。 血猪涌出, 触目惊心。 他把手臂递到南宝衣唇边。 烟红的血猪顺着唇绊滚入少女的唇齿间。 在地上咸鱼挺尸的姜碎寒, 睁开眼, 轻声道, 顽骨之人。 大庸皇族, 百毒不清。 一身血液, 可入药, 更可解脱。 面对姜碎寒的提醒, 萧毅却并不在意。 他注视着怀里的小姑娘。 随着血液吸收, 他脸上的鱼鳞淤伤逐渐淡化, 直至彻底消失不见。 那份折磨他的疼痛, 也跟着萧米无踪。 他眉目间的痛苦被宁静取代, 是香甜踏实的睡颜。 他看着薄唇多了些糊涂, 暴露身份也好, 失血过多也罢, 在与他一夜安宁面前, 算得了什么呢? 他把南宝衣放在圈椅上, 起身去沐浴。 刚站起来, 便觉头晕目眩。 姜碎寒悠悠道, 你失血过多, 会出现暂时性晕眩。 另外提醒一句, 你现在, 脸色白得吓人, 估计明天早午才能恢复如常。 这段时间, 就别在南小五跟前晃悠了。 还有就是, 你的身份, 如果被南岳人发现, 会被杀吧? 萧毅薄唇清明, 抬手揉了揉眉心。 南娇娇为了他, 赴汤蹈火, 披荆斩棘。 那么他, 为了南娇娇, 亦可以单惊结虑, 费尽心机。 唉, 从来都是相互的。 四日, 清晨, 南宝衣醒来时, 发现自己睡在围瓶里。 穿干净的寝衣, 盖着一床柔软的小花呗。 浑身轻松愉悦, 像是刚在山野零剑散完步, 呼吸之间都是轻松。 他坐起身, 卷起嗅管。 那些鱼鳞鱼伤, 居然全部消失无踪。 他痊愈了。 他揉了揉脑袋, 神情恍惚。 他记得昨夜, 他因为挨不过腹部脚痛, 所以独自跑到寺庙后园子, 在那里疼得打滚撞墙。 后来, 发生了什么? 似乎遇到了全臣大人, 他们隔着围墙, 还说了好些话。 他好像对全臣大人告白了。 他告白了? 他告白了吗? 南宝衣抱起枕头, 白嫩娇美的小脸, 只鱼下铺天盖地纠结。 正在这时, 屋外传来无数脚步声。 士兵们闯进寝屋, 恭敬地请出须发揭白的老大夫。 南宝衣套上一件胭脂红, 刺绣大绣衫, 理了理青丝, 起身踏出围平。 老大夫, 他温声, 昨日吃了你的药, 我感觉已经恢复如常。 老大夫盯着他, 苍老的眼眸里, 掠过一色。 他道, 坐下, 老夫为你整脉。 整过脉, 他神情更加惊异。 南宝衣不仅痊愈了, 身体还非常健康, 就连气色都比前两日看起来更加红润通透。 他那份药, 真有这般奇效, 可是哪里不妥? 南宝衣好奇, 老大夫摇摇头, 南姑娘很正常, 染上的鱼窗液也治愈了。 看来那份药, 是有效的。 有效是有效, 就是喝了以后肚子特别疼, 身上还起了好些瘀伤。 南宝衣把自己的情况反馈给他。 老大夫, 你要不要试试温和些的草药? 绝愿似其他染上鱼窗液的人, 还得劳烦你继续诊治呀。 称呼我江老大夫就好。 老人扣机着八仙桌, 随口硬着。 南宝衣汗手, 又道, 江老大夫, 你昨天答应我, 如果我替你试药, 你愿意替我治愈腿疾? 老人回过神。 他从药箱里取出一包膏药, 拿去贴在膝盖上, 每日一片, 连贴半个月。 南宝衣接过, 低头嗅了嗅。 膏药散发出浓郁药香, 十分好闻。 老人走后, 他摞起丝绸衬裤, 往膝盖上贴膏药。 宁婉舟给南宝珠喂了一碗温水。 南小五, 你信任那个老家伙? 南宝衣抚平膏药, 在这个问题上迟疑了。 起初他也觉得江老大夫有问题, 可是昨日喝了他的药。 他分明又痊愈了, 宁婉舟看着他迟疑的表情, 痴笑。 南小五能痊愈, 和那个老家伙的要一点关系也没有。 明明就是肖易放血救人的缘故, 他又妄想昏迷不醒的南宝珠。 在踏上躺了数日, 南宝珠轻瘦了两分, 连白嫩圆润的下巴都尖翘了些, 唇色更是十分苍白。 他一向活蹦乱跳, 能吃能喝, 从没有这般娇弱过。 宁婉舟抿了名嘴唇。 他母亲出身大庸皇族, 所以他自己也算百毒不清, 大约这也是他没有染上十亿的原因。 但比起肖易的皇族血统, 他的血统要弱上几分, 血液也没有解毒的用处。 否则, 他早就他放下水碗, 趴到南宝珠枕边。 他伸出手指头, 戳了戳他的脸蛋。 胖姑娘不行, 没人陪他踢剑子, 没人陪他玩翻绳。 整日看着肖易和南宝医撒狗粮, 他有点孤单。 他搭拉着眼皮, 像是被遗弃的大猫, 用脸颊可怜兮兮地蹭了蹭南宝珠。 八仙桌旁, 蛋粉刺绣, 小将花如群。 他输了个漂亮精致的灵蛇剂, 又在唇瓣上点了红豆色的口汁。 他的腿脊眼见着就能彻底痊愈, 朱朱他们也有了治愈十亿的方子,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所以他也有心思梳妆打扮。 刚领云口汁, 隔膳忽然被人推开。 肖易提着石盒跨进门槛。 南宝医从铜镜中瞧见他, 刚刚的好心情瞬间冻结。 他手里还握着一盒骡子带, 眉毛刚描了一半。 昨夜的是浮上心头。 刹那间, 少女心思白转千回, 呆呆坐在那里, 连招呼也不打了。 他没有告白还好, 可万一他告白了, 二哥哥是拒绝了, 还是拒绝了呢? 这招呼怎么打? 是门学问呀。 他迅速假装成没看见肖易的模样, 描好另一半眉毛, 迈着小碎步, 低头钻进了围屏。 肖易静止走向围屏。 小姑娘翻脸不认人, 昨夜才对他示好, 今日却把围屏拉得严严实实, 连个缝都没给他留。 他沉着脸推开围屏。 地铺乱糟糟的, 这小姑娘, 懒到连棉被也不愿意点。 他娇娇小小的跪坐在枕头边, 拿一把紫竹骨折扇, 挡住半张小脸, 只露出一双亮晶晶的丹凤眼。 诸事不摇在他白嫩的鹅脚晃扬。 他眨了眨丹凤眼, 姿态疏离戒备, 你有事吗? 肖易薄唇清明。 莫非是不记得昨夜说过的话了? 他拖了一张矮暗过来, 沉默地把石盒放矮暗上, 燕窝粥搭配小春卷, 鸡肉酥饼和水煮蛋, 快吃。 南宝一呕了声, 他乖乖吃东西的时候, 肖易把乱糟糟的地铺整理了一遍。 他的小花呗被叠成漂亮的形状, 就连枕头都拍得十分松软。 南宝一看得目瞪口呆, 合着全臣大人不仅文武双全, 风姿俊美, 还上了厅堂下的厨房啊。 不过, 看他这般模样, 似乎与平常无异。 所以, 他昨夜所谓的告白, 都是幻觉而已吧。 他优雅坦然地吃完了燕窝粥, 又拿起水煮蛋。 他在暗几边敲碎鸡蛋壳时, 余光撇到了肖易。 这次盘膝坐在他身边, 正脱腮看他。 眼眸格外晦暗深沉, 叫他很是惶恐。 仿佛他抢了他的蛋似的。 他试探道, 二哥哥, 我是不是吃了你那份小食啊? 肖易没搭理他。 他始终拖着腮, 半眯着丹凤眼, 眼底满是思量。 这小姑娘, 到底是故意假装失忆, 还是后悔对他告白。 亏他昨夜还说了那么多情话, 他这般没有表示, 他很没有面子的。 两人各怀心思, 绝缘寺很大。 秋日雨水足, 一丛丛芭蕾绿犹如水洗, 角落开着野菊花和零星芙蓉, 丝毫没有入冬的萧瑟质感。 南宝衣捏着袖, 又怕,乖乖跟在肖易身后。 他捶着眼帘, 绣花鞋轻盈踩过青石砖道。 偶尔抬眸望, 一眼前方的青年, 他的背影那么冷俊凉薄, 令他心里不自觉地弥漫出些微忐忑。 或许他昨夜真的向他告白了。 他实在气不过, 才把他单独喊到外面, 告诫他不要有非分之想。 他琢磨着, 不知不觉跟着肖易走到了后园子。 肖易驻足, 他侧眼冷俊如山, 昨夜, 昨夜都是我的错。 南宝一抢过话茬, 未免被肖易训诫时难堪, 他急吼吼地表态, 是我朱友蒙了心, 是我居心叵测, 基于二哥哥的美色。 二哥哥千万不要往心里去。 肖易的脸色, 瞬间阴沉。 双手捏紧成拳, 他豁然转身, 盯向南宝一。 南宝一心底一咯噔, 他小心翼翼后退两步。 他怎么觉得, 二哥哥的表情, 似乎更加优怨了。 恰在这时, 江碎涵拎着酒坛子, 从青石砖到的尽头走来。 他喝得醉醺醺的, 热情地打招呼。 南小五, 你的鱼窗一直好了呀。 倒是不枉费肖家哥哥, 昨夜喂给你的那生鞋。 不愧是大庸皇族啊, 连血液都是能解百毒的宝贝。 哥。 说完, 亮亮呛呛地回了药炉。 南宝一郑住。 全臣大人, 昨夜为他喝了鞋。 什么鞋? 他狐一地盯向肖易, 秋阳烂漫。 细看之下, 他的脸色似乎有些苍白。 大庸皇族, 未写, 南宝一不敢置信。 二哥哥, 你麻了我多少事情。 萧一眉目冷峻如山。 南宝一咬牙, 上前卷起他的袖管。 他的胳膊上, 赫然包扎着纱布。 原来治愈我的, 并不是将老大夫的药汁。 而是二哥哥的血, 南宝一神情复杂。 大庸皇族, 二哥哥, 原来你真的是大庸皇族。 细白指尖, 小心翼翼地俯过白纱布。 白嫩的小脸皱成一团。 丹凤眼里藏着的是惊艺, 但更多的是心疼。 萧一不喜欢被他用这种眼神注视。 他放下嗅管, 不动声色地转移了话题。 听到江遂寒刚刚说的话了吗? 二哥哥, 我不是聋子。 他说, 你是大庸皇族, 我听得清清楚楚。 不是聋子, 却是个傻子。 萧一谈了谈他白嫩的额头。 他刚刚说, 大庸皇族血液可结百毒。 对啊, 他确实是这么说的。 南宝一敷衍着, 忽然面露凝重。 他不敢置信, 我染上的分明是瘟疫, 可二哥哥的血, 却替我治好了瘟疫。 难道这所谓的鱼窗疫, 根本就不是怪病, 而是中毒? 如果是中毒, 那么毒是怎么来的? 秋风清幽。 南宝一注视着, 这座破败残疚的绝院寺, 只觉无形中有一张大网, 正徐徐朝他们拉开。 他不自觉地压低声音, 绝院寺第一个染上鱼窗疫的人, 是碎碎。 而碎碎最初高烧时, 接触过的唯一一个外人, 是江碎涵的师父。 萧毅接着道, 江碎涵昨夜告诉我, 鱼窗疫, 他不是治不了, 而是不敢治, 之后便一直戒酒交仇。 如果弄出鱼窗疫的人, 本就是他师父。 他害怕忤逆师门, 自然不敢治。 再加上对师父的品格产生怀疑, 便也有了戒酒交仇的理由。 假设弄出鱼窗疫的人, 就是将老大夫南宝一朝八交 从踏出几步, 回眸望向萧毅。 那么十年前魏国军队中出现的那场瘟疫, 是否也是他的手笔? 他利用毒药帮薛定威灭了魏国, 可见他效忠薛定威。 萧毅挑眉, 十年之后, 他再一次弄出了那种毒药, 并且还拿焦焦式药, 企图研制出解药,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薛定威身边有重要的人生种此毒。 二哥哥可还记得, 咱们血液妇薛家别庄宴会那次吗? 记得, 萧毅折下一朵娇美芙蓉, 随手沾上南宝衣的病角, 娇娇在薛定威的暖阁, 看见翡翠屏风后面, 躺着一位美人。 你问我, 那位美人是谁? 南宝衣记得他的回答。 龙有逆龄, 处之者亡。 那屏风后的睡美人, 是薛定威苍老的缘由。 其重要性, 犹如娇娇之于本侯。 少女回忆着, 那位美人, 是薛定威深爱的女人。 毒药不会无缘无故出现, 所以, 始终未曾治愈。 可十年前染上于窗疫的都是卫人, 所以, 他也是卫人。 二哥哥, 魏大叔的妻子, 在魏国国破那年, 被薛定威强夺。 我想, 翡翠屏风后的睡美人, 便是他的妻子。 魏大叔举止从容优雅, 一手刀法出神入化, 从前定是魏国贵族。 他的妻子, 定然也是魏国贵族。 魏国公主。 萧毅判断, 南宝衣望向他。 萧毅舌尖抵了下左塞, 笑得邪似而释然, 手剑门天险, 刀法又出神入化的, 只有魏男一人。 魏剑男, 就是魏男, 昔日魏国赫赫有名的战神。 他迎娶的是魏国公主, 当年以美貌闻名诸国的女人。 南宝衣小脸凝重, 也就是说, 薛定威私自囚禁魏国公主, 长达十年, 这是欺君大罪。 足以让薛定威丢了官位。 他仰起头, 眼神明亮而坚定, 甚至还有不加掩饰的野心。 二哥哥, 这是你代替薛定威, 成为正希大都督的最好契机。 消逸不置可否。 薛定威坐拥四十万大军, 想代替他执掌蜀郡, 绝非一事。 南宝衣抬手摸了摸并脚的芙蓉花, 他忽然弯起眉眼。 二哥哥, 你听说过, 瓮中捉鳖吗? 事业。 无数骑兵包围了绝院寺, 他们在墙上洒满火油, 把木柴丢进了院墙。 有小族骑着骏马急驰, 声音洪亮, 薛大都督有令, 绝院寺爆发于窗疫, 未免祸及百姓, 因此决定烧毁绝院寺, 未明除害。 随着他大吼, 一根根燃着火焰的箭矢, 如雨点般朝绝院寺射去。 不过短短一盏茶的时间, 整座绝院寺燃起熊熊大火, 在黑夜中照亮了半张躯黑天幕。 秋雨绵绵蜜蜜蜜, 却浇不灭那冲天的火焰。 剑阁县的百姓都被惊动, 纷纷出门观看。 僵尸标局的人哭得昏天黑地, 全然以为难保住他们葬身火海。 剑阁县外的百姓, 军杖连营。 薛定薇坐在观帽椅上, 怀里抱着一位美人。 那美人浑身遍布鱼鳞瘾伤, 就连面容都是恐怖的鱼鳞痕迹。 他在薛定薇怀里, 奄奄一息, 薛定薇一双眼遍布血丝, 深情亲吻着他的脸颊以作安抚。 那见人已经葬身火海, 公主莫怕, 却没料到, 不仅没能解毒, 反而催化了毒素。 卫姬的生命体征正在逐渐消失, 他甚至撑不过两个时辰。 薛都督为了报复南宝一, 下令烧死绝院寺所有人。 但, 如果解药有问题, 南宝一又是怎么活下来的? 绝院寺的大火冲天起, 百道间, 细雨如绣花针, 落在群山遍野, 发出速速清响。 军杖的灯火, 一望无际。 老去的大都督, 抱着即将香消玉养的别国公主, 指尖发抖, 遍布血丝的眼睛充满了怜惜与不忍。 公主, 公主, 他一生生地清幻, 温柔又深情。 你睁开眼看一看, 那个连累你病情加重的贱人, 已经被我活活烧死在绝院寺。 你睁开眼看一看, 昔日欺负过你的人, 都被我狠狠折磨, 藏尽桃涌, 代代不得翻身。 你睁开眼看一看, 这百姓安宁, 冷无战火的河山。 这是我献给公主的河山, 薛定薇满是后俭的手, 颤颤抚上未及的面颊。 怀里的美人那么消瘦, 眉宇间藏满痛苦。 公主, 从十年前你来到我身边开始, 脸上就再也没有笑容, 我从未博带过你。 你为何不肯对我展露笑颜呢? 他温声细语, 明明是在埋怨, 可语调却充满宠蜜。 我猜, 是因为他并不爱你吧? 清润稚嫩的声音, 从百到尽头的黑暗中传来。 薛定薇寻声望去, 黑暗的雨幕之中, 南宝依点燃灯笼, 龙光温柔。 他身侧, 萧依撑伞而立。 直伞大半朝他那边倾斜, 雨水稀稀沥沥地落了萧依半边肩膀。 他垂眸注视少女, 姿态极尽守护, 丹凤眼更是柔情似水。 南宝依在他的保护下, 提灯而来, 我没死在绝缘四大火里, 大都督是不是很失望? 薛定薇默然不语。 有萧依在, 想杀南宝依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从多安燕灵寝一事中, 他就应该知道的。 他声音低沉, 是老夫带他们逃出来的。 绝缘四曾是魏国宗庙, 薛大都督恐怕不知道, 佛堂底下, 有一条直通间隔现成的密道吧。 又有灯笼在黑暗中亮起。 打扫绝缘四的老婆婆, 泪流满面地出现在榆木里。 他质地有声, 薛大都督可还记得老夫。 薛定薇眯眯着眼睛看去。 半赏, 他笑道, 魏国的皇太后别来无恙。 南宝依正了正。 这位衣衫褴褴, 蓬头垢面的老婆婆, 魏国国破, 皇族男子被你屠戮殆尽。 老夫和其他皇家宗妇, 被你囚禁在剑阁县, 不得迈出县城半步。 这十年来, 你不停安排那些宗妇怀孕生子, 在他们生下孩子之后, 你又残忍地杀害他们, 把他们封存尽逃永, 叫他们的灵魂永远不能投胎转世。 薛定薇, 你好狠, 你好狠啊。 老夫人忍不住撕心裂肺, 痛哭出声。 薛定薇轻笑。 他点燃烟管, 淡淡道, 昔日魏姬年幼, 你们这群人是如何欺负他的, 不需要我一一道来吧。 这十年苦难, 不过是你们为昔日所谓赎罪罢了。 雨夜漫漫。 薛定薇常常吐了一口烟圈, 仰头注视着漆黑天空, 将往事一一道来。 他遇见魏姬是在二十年前, 那年魏姬十岁, 而他二十岁。 剑门关是魏国与南越的边境县, 他是军队里的小卒, 有一次操练迟道, 被武掌罚了二十遍。 他独自在深山溪水里清理伤口, 恰巧遇上了偷跑出来的魏姬。 他们相识在溪水边, 魏姬替他包扎伤口, 他讲军营里的趣事给他听。 他们慢慢相熟, 每天都会抽一点时间在山剑见面。 他教他读书席字, 他耍弄刀枪棍棒给他看。 后来有一天, 魏姬来的时候, 满身是伤。 那时他才知道, 他是魏国最年幼的小公主, 因为是宫女所生, 所以在宫中受尽欺负, 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 那些伤痕, 全是皇族女子命宫女殴打出来的。 他很心疼。 替他上药时, 他看着蔓延在他细白肌肤上的伤痕, 想着如果将来他能当上大将军、 大都督, 他就率兵踏平魏国, 为这个姑娘报仇血恨。 后来, 他花了五年时间, 立下赫赫战功, 一步步爬上高位。 那时, 魏姬已经十五岁了。 他生得花容月貌, 全天下的男人都知道他的艳名。 魏国皇族为了拉拢权臣, 把他许给了那位 世代镇守剑门官的将军, 魏南。 得知他们大婚的那夜, 薛定威在帐中鸣顶大罪。 他爱了五年的姑娘, 怎么可以嫁给别人? 他觉得, 魏姬定然是不爱魏南的。 于是他用了五年时间, 挑起南越和魏国的战火, 生生把两国边境弄得生灵涂炭, 尸横遍野。 他发誓, 他一定要救出魏姬。 他找到当时的蜀郡神医姜牧。 请他研制类似瘟疫的毒药, 好叫魏国军队彻底丧失战斗力。 姜牧不肯, 但他软磨硬炮。 他告诉他, 如果再不停下这场战争, 双方还会死更多的无辜百姓。 顾忌着无数人命, 姜牧答应了。 他弄出了无药可解的鱼创意。 那场瘟疫迅速在魏国军队中传染开, 恐怖程度远超姜牧和他的想象, 最后就连魏国贵族都有不少人染上。 魏国成了人间炼狱。 他找到魏姬时, 他也已经染上于窗疫。 他把他带回剑门关, 求姜牧救他性命。 可是耗尽毕生医术, 姜牧也只是勉强控制住魏姬的病情, 让他沉睡了整整十年, 却无法真正治愈他, 让他重新苏醒。 他好恨。 他把曾经欺负过魏姬的皇族女子, 全部囚禁在绝院寺。 他在他们死后, 按照魏国的诅咒, 都为魏姬赎罪。 可是尽管如此, 尽管如此, 他的魏姬还是没有醒来。 十年了, 他的身体越来越弱。 他深信再不让他醒来, 他会就此死去。 他没有时间了。 他不惜利用当年魏国鱼窗毒药之事, 威胁江牧, 逼他用活人试药, 逼他立刻让魏姬醒来。 可是, 还是没有用。 他的公主不仅没能醒来, 反而病情更加严重, 薛定薇注视着怀里的美人。 他伸出手, 替他擦拭去面颊上的雨水。 公主, 公主, 他一遍遍地轻唤, 全然是旁人如无物。 男宝医远远看着, 白嫩的面庞上流露出一抹复杂。 既同情薛定薇, 又觉得他十分可恨。 他盯着薛定薇时, 萧毅垂下眼尾, 凝视他。 雨水打湿了小姑娘的戴青病发, 贴在白嫩嫩的面颊上, 令他生出把那缕病发 叠到他耳后的冲动。 手痒得很啊。 他慢慢伸出手, 将小姑娘的病发别道耳后。 修长的指尖, 撞丝不经意地碰了碰他的小耳朵。 男宝医沉声, 二哥哥, 你怎么看? 又白又嫩, 还很软。 萧毅如实回答, 男宝医不可思议地仰头看他, 总觉得他和全臣大人说话, 时常牛头不对马嘴, 因此, 无法碰撞出激烈的思想火花。 他这儿巴惊道, 我想, 薛定薇和魏国皇族宗父, 都犯下了罪过。 但, 他们并没有资格制裁彼此。 百道上, 那位魏国皇太后还在辱骂薛定薇。 薛定薇冷笑, 我与他真心相爱, 我愿意为他变燃烽火, 我愿意为他战场厮杀。 他昏睡前叮嘱, 不可再生杀念, 于是我十年未曾征伐。 我们的爱沉重如斯, 你们根本就不懂。 真心相爱, 又一盏灯笼于黑夜中亮起。 雨声萧萧, 魏剑男背负长刀, 缓步走向百道, 薛大都督, 今年不见, 别来无恙。 薛定薇盯着他, 过了整整半盏茶的时间, 他才阴沉着脸, 魏南, 没想到你还活着。 魏剑男, 或者该称呼他魏南, 笑容轻慢。 他的目光落在薛定薇怀中, 朝思暮想了十年的娇妻, 就睡在那里, 生死不知。 他的眼圈微微泛红, 他沉生, 魏姬, 根本不曾爱过你。 一派胡言? 薛定薇立声, 他替我包扎伤口, 叫我读书席字, 还叮嘱我不可再生杀念。 魏姬是在意我的。 他嫁给你, 只因为家族使命, 他逃无可逃。 面对薛定薇的歇斯底里, 魏剑男十分平静。 他道, 我与魏姬一起长大, 他在宫中被欺负时, 是我帮他欺负回去的。 甚至就连那场婚礼, 也是我向先帝求来的。 而他告诉我, 他有个朋友, 是蜀军的士兵, 姓薛, 他换他薛大哥。 当时年少, 我想着, 那位薛大哥定然是个极好极温柔的人, 才会令他不辞辛苦, 常常带着笔墨纸燕, 去教他读书席字。 我甚至, 鼓励他和那位薛大哥多加来往。 可是, 魏男突然自嘲大笑, 雨水稀利。 他脸上淋淋淋淋全是水痕, 却不知是雨水, 还是他的眼泪。 他从怀里取出半面铜镜, 姿态极尽爱惜和小心翼翼。 十年了, 铜镜陈旧, 边缘已经泛出铜律。 薛定威, 那年, 你率领军队攻打蜀郡。 我上战场前, 魏姬取出我们大婚时的铜镜衰作两半, 他与我各执一半, 约定若是将来国破家亡, 流离失所。 哪怕今年之后, 认不出彼此的容貌, 也可凭借着半面铜镜相认, 薛定威盯着铜镜。 苍老的面容逐渐仓皇。 他清楚地记得, 当年他攻入魏国皇宫, 找到魏姬时, 他抱着半面铜镜。 如今, 那铜镜依旧好好藏在他怀里。 原来, 这是他与魏南相认的信物吗? 那么他算什么? 他薛定威, 算什么? 魏南一步步走向魏姬。 魏姬, 他轻唤着爱妻的名字, 指尖带着颤抖, 伸向魏姬的脸, 别碰他。 薛定威怒吓, 魏南抬起血红的双眸, 他取下背负的长刀。 我找了他十年, 整整十年, 今夜谁敢阻我, 我便杀谁? 长刀, 斜着冷力寒芒, 横扫而出。 薛定威抱着魏姬, 迅速退后。 刚站定, 却听见怀里传出一声哀婉叹息。 薛定威猛然低头, 那病弱的美人, 正缓缓睁开眼帘。 刹那的风华, 不像是病欲, 更像是回光返照。 魏姬颤颤站在地上, 他从怀里取出半面铜镜, 雨水打射他的睫毛, 火把的光亮里, 他美得惊心动魄。 他朝魏南露出婉约的笑容, 抬手腼腆地抿了抿冰发。 他手执铜镜, 一步步走向魏南。 群居摇曳, 尽管病弱, 他却依旧努力走出端方严厉的步态。 他注视着魏南, 嗓音有些哑。 迟到十年, 魏郎莫要怪我, 魏南的眼泪, 瞬间就滚落下来。 他缓缓伸出手。 两人手中那破碎的半面镜子, 渐渐拼出一面完整的铜镜。 铜镜底部, 还雕刻着成双成对的鸳鸯和病敌莲花。 甚至, 还有大婚时才有的喜字。 他曾在这面铜镜前, 为他梳妆描眉。 他曾在新架时, 无数次害羞地勾勒出那个喜字, 当窗里云并, 期盼地等他归家, 四目相对。 十年, 国破家亡, 物是人非, 却不改破镜重圆的深情。 未及满足而幸福地笑了。 难保一挽住萧依的手臂, 快要被感动哭。 可就在此时, 一只鱼剑, 穿透雨沫和夜色而来。 剑头寒芒凛冽, 笔直没入魏姬的后心。 血液从唇角渗出, 女子苍白吸收的手, 在冰冷的雨水中发抖。 所知的半面铜镜, 轻颤着跌落在地, 在雨水里, 摔成了无数碎块。 魏姬! 魏南骤然尖叫。 他上前抱住魏姬, 四周却无数箭矢朝他们射来。 刹那间, 千千万万点火把, 在雨幕中燃起。 满山遍野, 竟然都站满了沉默如石头般的军队。 军队前方, 西厂太监们手持暗紫色滑盖, 为他们的督主遮挡风雨。 顾崇山坐在圈椅上, 长腿散漫交叠。 修长白皙的手指, 漫不经心地勾勒过乌木胡青的琴弦。 他唇红齿白, 过长的睫毛并没有卷翘的弧度, 以至于垂下眼帘时, 全然遮掩了他瞳孔里的神情。 他薄唇轻起, 薛定威私藏魏国皇族余孽, 私吞魏国国库, 意图谋反。 本都主奉皇命而来, 将薛定威和魏国余孽, 就地诛杀。 一番话毫无声陷起伏, 但莫得不尽人情。 他在漫山遍野的厮杀, 与犀利语声中, 悠然地拉起了狐情。 无数剑士射向薛定威等人。 难保一错愕。 提着灯笼的手止不住地发颤, 他猛然望向萧毅, 故崇山疯了。 魏姬和魏南等了十年才等到对方, 他们什么恶事都没做过, 为什么要连他们一起诛杀? 隔着厮杀和雨幕, 萧毅摇摇望向故崇山。 良久, 他淡淡道, 本性如此。 可是魏大叔, 走了。 萧毅催促。 难保一仍旧正正的, 摆到的青砖上, 箭矢射穿了魏大叔和魏姬。 他浑身染血, 跪坐在满是铜镜碎片的雨水之中, 把失散十年的妻子紧紧抱在怀里。 他们面颊相贴, 是欢喜的神情, 萧毅见他一动不动, 伸手摸了摸他的小脸, 就算现在把魏南救出战场, 他也活不下去。 且不说他身中多少箭矢, 十年国破家亡, 支撑他游走在世间的唯一念想, 是魏姬。 如今魏姬已死, 他不可能毒活。 难保一知道, 他说的都对。 可是, 目睹陌生人死亡和目睹熟人死亡,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他记得街头出逢魏大叔, 他手持半面铜镜, 却千金不卖地洒脱。 他记得和魏大叔跃下畅饮女儿红, 他谈论青梅竹马的深情。 所谓侠肝一胆, 铁骨柔情, 说的大约就是魏大叔这般男儿吧。 哪怕国破家亡, 他也依旧是铁骨铮铮的汉子。 他值得敬重。 南宝一揉了揉泛红的眼圈, 萧一握住他的小手, 抱着他跨上骏马。 南宝一回眸, 隔着萧萧与木和漫山厮杀, 隔着冰死的情人和落魄的皇族, 隔着破碎的战火与温热的鲜血, 他摇摇望向顾虫山。 暗紫色滑盖在山峰中翻飞, 宫灯的火光明明灭灭。 那个纯红齿白的大太监, 烟波蓝关袍被雨水见尸, 大刀金马地端坐在圈椅上, 低垂眼睫, 依旧散漫地拉着狐情。 情声呜呜叶叶, 如气如素, 如怨如暮。 一曲, 安魂, 却不知安的是谁的魂。 似是若有所感, 隔着雨幕, 顾虫山摇摇看过来。 山雨茫茫, 骏马上的小丫头, 梳着精致的云记, 淡粉如群, 犹如盛开的小芙蓉花, 珍珠不摇在他额角轻晃, 他的小脸白嫩娇美, 铜珠清润干净, 像是世间最美好的红豆沙包。 雨水模糊了他的视线。 恍惚中, 似乎也曾有少女坐在萧义的骏马上。 依稀是圣经城的深秋时节, 他被打扮得精致娇美, 公裙盛大而滑贵, 小脸却残破丑陋, 纵使世间最滑贵的胭脂 也遮不住他的伤疤和苍白。 而他顾虫山, 站在高高的宫墙上。 他看着丑陋而失去声息的少女, 被萧义视若珍宝地抱在怀中, 他看着萧义低头亲吻他的面颊, 他看着他们一路穿过冗长孤寂的宫像, 往巍峨的珠漆宫门而去。 宫门打开, 萧义侧马穿过圣经城的繁华与喧嚣。 景观城的芙蓉花都开了, 南娇娇, 哥哥带你回家。 那一骑黑马, 在顾虫山的视野中渐行渐远, 四周战火连天。 山峰凄厉, 掀翻了暗紫色滑盖, 惹得小太监们惊慌失措。 山羽落在顾虫山的眉眼之间, 打射了他的眼睫。 胡秦升戛然而止, 他抬手开始去面颊上的羽珠, 漆黑深沉的眼瞳中出现了茫然。 心很痛, 很空, 为谁而痛, 为谁而空。 那容貌被毁的可怜少女, 睁着一双无措失落的丹凤眼, 总是无端出现在他的梦境里, 令他又烦恼, 又心疼。 远处? 纯黑骏马, 沉默地行走在百道上, 背后的战火逐渐远离, 连厮杀声都湮灭在了漫山遍野的雨声里。 萧义一手撑伞, 一手握着缰绳。 垂眸, 小姑娘全程都不开心。 她低头吻了吻她的脸蛋。 我已经吩咐识苦, 让她负责给魏南和魏姬收尸。 她不是善人, 救不了早该死在十年前的人。 替他们收尸, 是她看在南娇娇的面子上, 最大的善举。 南宝一始终垂着眼帘, 细白小手揪着马儿的踪矛, 她知道萧义没有救魏南的义务, 她也知道纵便救下魏南和魏姬, 这天下亦没有他们的容身之所。 只是, 她抿了抿苍白的唇。 亲眼看着熟悉又在意的人被乱剑穿心, 她心头滋味复杂, 一时半会儿还缓不过来。 骏马穿过山川河流, 逐渐小跑起来。 来自塞北的梁居, 遇水过水, 遇山过山, 半个时辰后, 终于甩着满身秋雨, 停在了大山深处。 萧义把南宝一抱下骏马, 借着灯笼微弱的光, 南宝一瞧见这里是一处悬崖峭壁。 她咬住唇瓣, 稍稍往下瞄了眼, 触目所及, 皆是深渊。 她俯了俯胸口, 二哥哥, 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话还没说完。 萧义忽然抱住她, 静止跳下了悬崖, 耳畔狂风呼啸。 南宝一瞬间凌乱, 历声尖叫, 这里可是万丈悬崖, 要不要这么刺激, 就算是跳崖殉情, 好歹也跟她提前说一声, 叫她酝酿酝酿感情, 掉几滴眼泪, 写一封遗书什么的, 至少让她有个心理准备啊。 这也太突然了。 啊, 她正叫得千回百转, 肝肠寸断, 笑一条了挑眉。 她嫌弃, 南娇娇, 别叫了, 叫声比对牙云猴的声音还大。 南宝一小脸惨白, 二哥哥, 咱们是在跳崖啊, 跳崖我能不叫吗? 哎呀呀, 她急吼吼地继续叫, 叫着叫着, 突然感觉不对劲。 耳边的风似乎停止了, 她低下头, 纤细的双腿, 不知何时紧紧盘在了全臣大人的腰间。 而她正踩在坚实的土地上, 这里是悬崖峭壁中间突出来的一块地, 连接着一处山洞。 食言等人手持火把, 拖着木箱, 目瞪口呆地看着她。 啊, 南宝一的高音六重唱, 逐渐演气息鼓。 无与伦比的尴尬, 从四肢百海涌出。 她脸红如滴血, 窘迫得恨不能五体投地钻进地洞深处。 她咽了咽口水, 抬起小手打招呼。 你们也在这里啊, 真巧。 食言声怕笑话她会激怒自家主子, 于是憋着笑行了一礼, 带着暗卫继续搬运黑木箱。 南宝一抬袖擦了擦鹅脚冷汗。 刚淤出一口气, 转头就瞧见自己还搂着全臣大人的脖梗, 一双腿紧紧盘在她腰上, 萧毅似笑非笑, 娇娇盘得舒服吗? 好不容易压下去的尴尬, 如热血般直冲上头。 萧毅往前走了几步, 她把她抵在山洞崖壁上, 一手撑在她的小脸旁, 一手搭在她的腿上, 隔着纱裙, 指尖轻轻抹撒了下。 她垂眸看她, 单凤眼晦暗不明, 声音极为低哑, 南娇娇, 南宝一莫名害怕。 她动了下腿, 却惹来全臣大人嘀嘀的一声喘息。 她要忍不住狂暴了。 她脸蛋越发红透, 努力正开消逸, 连滚带爬地奔进山洞。 山洞蜿蜒冗长, 两侧放置着明亮的火把。 她走进去, 才发现这里堆积着惊人的财宝。 金元宝, 宁元宝不计其数, 字画古籍, 玉器玛瑙堆积成山, 珍珠项链如同不值钱的泥丸, 翡翠镯子更是随处可见。 到处金光闪闪, 简直要闪瞎她的眼。 她不可思议地扑向一座金元宝小山, 随手搂住一大捧金元宝, 尾阴止不住地发颤。 二哥哥, 原来你这么富贵的。 萧毅从紫檀木架子上拿起一只凤冠。 她淡淡道, 这是魏国国库。 魏国国库? 昔日薛定威灭了魏国, 魏国国库却不翼而飞。 她在写给朝廷的奏章中称, 是为人转移了国库, 实际上, 却是她自己侵吞了。 她将宝藏藏在剑门关一带, 这些年每逢雷雨天都利用英兵借道的幌子, 让她的士兵假扮成英兵, 悄悄将宝藏从魏国国都转移到这里。 南宝一了然, 原来那夜她看见的英兵借道, 是薛定威的士兵假扮的。 台国战道的黑幕箱子, 大约就是魏国宝藏。 她把玩着金元宝, 这么多宝藏, 二哥哥可要上脚国库。 上脚国库? 萧毅挑了挑眉。 她随手把那顶点翠凤冠带到南宝一脑袋上, 不上脚。 这次蜀郡旱灾, 她拨了一大笔银钱用于购买米粮。 她做了原本该由朝廷做的事, 所以, 这批宝藏该拿来填补她的腰包。 她要养兵, 还要养男娇娇。 未免将来又碰到什么水灾? 火灾的, 她的腰包得宽裕些才成。 两人说着话, 白衣圣雪的贵公子忽然踏进山洞。 南宝一惊诧, 连沈一朝都来建门关了。 沈一朝双手绒在秀馆里, 淡淡道, 我带了上千名精锐过来, 足以在百道那边的战争结束之前, 搬空卫国国库。 虽然你和顾重山有过协议, 平分蜀郡兵权与财富, 但我想, 你大约是不愿意平分的。 萧一薄唇轻钩, 他把玩着几颗金元宝, 嗓音透着漫不经心的脾气, 玩的就是黑吃黑。 抓紧时间搬吧。 沈一朝立即指挥起来, 南宝一摸了摸点脆凤冠, 他看着他们转移宝藏, 抿了抿唇绊, 没有多加智慧。 他在山洞里溜达, 除了那些金光闪闪的宝物, 洞中还有贵重的紫檀木, 象牙雕花装镜台, 拔布床等一系列加丝。 他坐到拔布床上, 拔布床露花精致, 挂着丝织丈慢, 形入一座幽闭的闺房。 萧一转过身, 就看见他躺了下去。 他提醒, 别睡在那里。 为何不能睡在这里? 南宝一在拔布床里打了个滚, 二哥哥, 这座床比我祖母睡的那座, 还要精致奢华, 不愧是皇族之物。 萧一沉默。 那张拔布床是, 他走到床边, 竖起丈慢, 床榻之物乃是闺房私密, 因为长辈注重子嗣后代, 所以像这种拔布床, 一般都是新婚时, 被女子家族当作嫁妆, 搬去南方家里的。 我知道呀。 南宝一随口硬着, 前世他出嫁时, 祖母也请了景观成的能工巧匠, 用金丝楠木, 为他打了一座崭新的架子床。 后来嫁到成家, 成仔细说, 想要他架状里的拔布床。 他还没用上呢, 直接就送给了成仔细。 南宝一想着他的金丝楠木架子床, 惋惜地继续打滚。 他总是孩子心性, 萧一心想。 眼见着到了后半夜, 萧一站在洞窟外面喊话, 回见阁县城了。 南宝一在墙上画圈圈, 嗡声嗡气的。 我跟着石烟他们走, 二哥哥自己先回吧。 你真要跟他们走。 洞外传来的声音透着怀疑。 南宝一暗暗翻了个白眼, 不就是回个剑阁县吗? 难道他还能半途走丢了不成? 他嚷嚷, 我就喜欢跟他们走, 你别总是管着我。 他确定萧一走远之后, 才磨磨叽叽地走到洞窟外。 石烟站在洞窟门口, 指挥暗卫们搬运香楼。 石烟, 他开口, 我要回剑阁县。 石烟指向一个方向, 小姐跟着他们走就成。 南宝一望去, 他指的是悬崖边的那条战道。 无数效忠于全臣大人的暗卫, 抬着黑箱子, 正箭步如飞地行走在战道上。 问题是, 那条战道紧挨着悬崖峭壁, 仅有三尺来宽。 木板陈旧腐烂, 甚至还长着青苔。 木板连接之间是半步宽的空隙, 低头就能看见脚下的万丈悬崖。 若是一脚踩空, 估计得摔成肉饼。 南宝一捏了一把冷汗。 石烟非常善解人意。 小姐, 您是不是不敢过战道? 要不我替您去叫主子回来? 不用。 南宝一急忙回绝。 他都在全臣大人面前放了狠话, 要一个人回剑阁县, 现在又把他叫回来, 得多丢脸。 他大着胆子, 咬牙踩上战道。 战道是铁锁相连。 踩上去摇摇晃晃, 走一步, 更加摇摇晃晃, 南宝一紧紧扶着悬崖, 几乎是贴着崖壁往前走。 走出十几步, 却已经是冷汗沉沉。 他回头望一眼悬崖。 那个身不见底啊, 比全臣大人的心思, 还要阴暗深沉, 不可捉摸。 南宝一腿软了。 他慢慢蹲下来, 最后干脆趴在了战道上, 双手死死抱着木板。 二哥哥, 他开始嚎。 命重要还是, 面子重要。 这一刻, 南宝一清楚地做出了选择。 萧义站在不远处, 虽然早就料到小姑娘会害怕, 可是那副五体投地趴在战道上的熊样, 简直不忍直视。 二哥哥, 南宝一一声鼻一声高, 萧义从悬崖上舌了一只狗尾巴草, 慢悠悠地走回来。 他似笑非笑, 娇娇不是闹着要自己回剑阁吗? 怎的成了这副怂样? 哦, 我知道了, 娇娇定然是打算爬着过战道的, 是不是? 只是站到长达几十里, 娇娇恐怕要爬很长一段时间呀。 南宝一好气, 这思站着说话不腰疼, 他以为人人都跟他那群暗卫似的, 能在悬崖峭壁上, 剑步如飞。 萧义在他面前蹲下, 他用狗尾巴草挠了挠南宝一的鼻尖, 鼠道难, 难于上青天,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 圆挠欲渡愁攀圆, 他轻笑, 我瞧着, 娇娇恰似师父里的圆挠, 他是真气啊, 好好的大家闺秀, 也算得上是景观成首屈一指的小美人, 竟然被这丝比喻成圆挠, 他才是圆挠, 他全家都是圆挠, 狗尾巴草在鼻尖晃荡, 击得他打了个喷嚏, 这陈旧的战刀, 便又摇晃了一下, 南宝一紧紧抱着木板, 好声好气, 二哥哥, 我错了, 你带我回剑阁县吧, 叫声好听的, 二哥哥, 小姑娘声音又甜又脆, 像是清甜多汁的雪梨, 萧一宝唇抿着笑, 把他背了起来, 南宝一趴在他的肩头, 双眼亮晶晶的, 这年轻的全臣大人, 即使背着他走在战道上, 也依旧步履沉稳, 他宽肩窄腰, 带给他莫大的安全感, 少女的脸颊轻轻贴在他的肩膀上, 他注视着远处, 黑暗的地平线上, 是起伏不见尽头的墨色群山, 正是黎明之初, 星辰隐去, 随着几点金芒月出漆黑云海, 那轮续日缓缓东升, 天地之间光芒万丈, 悬崖下, 群山雾绕如流金, 圆挠声声啼叫, 惊飞了成群的鸟雀, 日出于东方, 见门关的日出, 是南宝一从未见过的波澜壮阔, 昨夜的悲伤, 休闹, 在这般壮丽的景致下, 悄然烟消云散, 他缓住消逸的驳梗, 那夜绝愿似风雨盛大, 他忽然想起了在围墙边发生的一切, 我喜欢你, 是想娶你过门的那种喜欢, 是想把你摁在床上, 为所欲为的那种喜欢, 是想金屋藏娇, 护你无病无灾, 岁岁无忧的那种喜欢, 是生同亲, 死同学的那种喜欢, 我不需要你貌美清澄, 更不需要你荣耀满身, 在我心里, 景观成的南娇娇, 哪怕容貌近毁, 哪怕年华老去, 也依旧是天底下最美貌的小娇娘, 而你的荣耀, 我愿亲手给予, 如果静兮侯夫人的位置不够高, 那么一品全臣夫人的位置, 够不够, 如果一品全臣夫人的位置, 依旧不够, 无愿盗取天下, 以奉喜相赠, 哥哥的心, 永远忠诚于你, 青年低沉而认真的声音, 清楚地回响在耳畔, 南宝一的丹凤眼, 比太阳更加明亮, 但粉灵唇轻轻抵在萧依的耳畔, 他声音稚嫩而甜软, 二哥哥, 我想与你看一辈子日出, 萧一背着他, 沉稳地走在战道上, 告白这种事, 理应由男人来做, 可是, 南娇娇终究还是先踏一步, 他喉结微微滚动, 认真回答, 比起日出, 我更想与娇娇看一辈子的日落和星辰, 日落和星辰, 南宝一的眼眸里略过欢喜, 原来二哥哥, 想与他同床共枕, 原来, 他也是喜欢他的吗? 他把小脸埋在萧一的后背, 压抑着喜不自胜的尖叫, 嘴角几乎要咧到耳朵根, 若有人问他, 世间最值得欢喜的是什么? 南宝一觉得自己大概会回答, 大汉冯甘陵, 久病得良医, 以及, 愿为彼此赴汤蹈火的两情相悦, 就在他们往剑阁线走时, 百道上厮杀了整整一夜, 薛定威没想到, 南宝一竟然能提前算计到, 他火烧绝愿寺的计划, 所以他带来的兵马并不多, 只有区区两万, 被顾崇山带着三万大军设下埋伏, 虽然尽力厮杀, 但终究寡不敌众, 他带着残余的数百骑兵马, 仓皇地逃进大山深处, 顾崇山对剑阁群山并不熟悉, 因此没有贸然带兵去追, 他骑在马上, 悠然地朝一座山脉而去, 他得去清点, 他该得的那份魏国宝藏, 小太监跟在他身后, 兴奋地滔滔不绝, 这次与靖西侯合作, 督主写传, 与薛定威厮杀的三万兵马, 是靖西侯的兵马, 死伤自然也算他的, 督主半点损失也无, 平白得到蜀郡兵权和魏国宝藏, 督主真是鸿福齐天, 顾崇山唇角带起清笑, 是啊, 他只是付出了一点点情报, 萧毅和南宝一就为他赴汤蹈火, 冲锋陷阵, 这笔买卖, 大约是他毕生里, 做过的最划算的买卖, 却不见那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 富可敌国的魏国宝藏居然全部不翼而飞, 顾崇山的脸色瞬间阴沉, 是萧毅, 萧毅, 把所有的宝藏都转移走了, 趁着他昨夜与薛定威厮杀时, 他把宝藏转移走了, 他怎么敢, 一枚银元宝孤零零躺在角落, 像是嘲讽他的狼狈, 萧毅, 他恶狠狠念着这个名字, 一拳砸在了洞壁上, 颈尖挂着的黑檀木珠串, 甩出弧度, 冷烈的木珠声透着浓烈杀意, 霞眸阴冷如刀, 他顾崇山纵横数年, 从来只有他算计别人的份, 萧毅, 好大的胆子, 小太监战战兢兢, 都主, 下山, 顾崇山狠力转身, 绝院四被烧, 南宝一问江市标局, 借了个隔离的院子, 把南宝珠和那群小孩子全部送到了院子里, 他推开院门, 瞧见江岁涵躺在台阶上晒太阳, 他走到江岁涵身边, 蹲下来, 替他捋了捋鸡窝头, 他温声, 江大哥, 起来治病救人了, 江岁涵闭着眼睛, 很颓废, 喝醉了, 救不了, 南宝一低头, 取下颈尖挂着的三角形明黄符纸, 只伏躺在少女细白的掌心, 凑近了闻, 闻闻到草药清香, 江大哥还记得当初杜安燕, 遇到的老道是吗? 他曾对我说, 贴身佩戴这枚纸符, 可以保佑我顺遂平安。 二哥哥和小公爷都有大庸皇族的血统, 因此, 未曾染上鱼窗翼, 而我染得很轻, 我想唯一能解释的, 是这枚纸符保护了我。 所以, 这枚纸符里的药草, 是治愈鱼窗翼的关键。 江岁涵虽然闭着眼, 睫毛却颤了一下。 南宝一坐在他身边, 江大哥, 我知道你是为江老大夫难受, 可是人活着, 不应该为别人的过错惩罚自己。 不应该, 为别人的过错惩罚自己, 江岁涵慢慢睁开眼。 他注视着秋日高远的天空, 俊俏的面庞上流露出一抹茫然。 南小五, 我来到这里, 自幼受到的教育, 是玄弧济世, 治病救人。 我从两岁起, 就在药草堆里玩耍, 四岁起, 就跟着老头子到处给人看病, 我记得风雪叶, 与他跋涉二十里地, 走得双脚军裂, 拒救高烧的孩子。 我记得药如穷地揭不开锅时, 他依旧赠给穷人大把大把贵重的药物, 让他们不被疾病带走性命。 可我万万没想到, 我视为父亲, 视为信仰的人, 竟然违背道德, 用毒药害取一国性命, 江岁涵的眼圈逐渐心红湿润。 他痛苦地闭上眼, 信仰崩塌的感觉, 足以摧毁一个人全部的意志。 南宝医沉默了片刻, 他轻声道, 他交给你的东西, 并没有错。 玄壶济世, 治病救人, 都是世间很好, 很神圣的事。 既然知道黑白对错, 既然明知自己是个救人的大夫, 那他为什么还要去做害人的事? 他曾教导我人心人术, 可在他的所作所为面前, 那所谓的人心人术, 情何以堪? 江岁涵面露争宁, 泪水不自觉地滚出眼眶。 秋风过境, 天穷高远, 大雁成群结队地掠过高山流水, 飞往遥远的南方。 少女注视着天空, 她的眼眸清澈明亮, 仿佛能细数, 倒映在黑桶里的大雁。 她声音温柔, 圣人也不敢撑, 一辈子都没犯过错。 我想, 我们年轻人存在的意义, 不只是为了传承过去的文明, 也是为了纠正弥补先辈们犯下的过错吧。 江岁涵正正看着他, 南宝一朝他甜甜一笑, 江大哥, 余生, 你要救更多的人, 你要比他的医术更加高明, 比他的名声更加响亮。 将来面对自己的徒弟时, 你能问心无愧地告诉他, 什么是玄乎济世, 什么是人心人术。 少女的话, 宛如一股山剑清泉, 冲刷了连日来的阴霾。 江岁涵颓废了数日的心情, 豁然开朗。 是啊, 他要比老头子做得更好。 如此, 方不愧于神医之名。 江岁涵放下酒坛子, 接过南宝一手里的指幅, 精神抖擞地进了屋。 南宝一注视着虚眼的怨门, 须发揭白的老大夫, 背着药箱, 落魄地靠在门旁。 他轻轻嘘了一口气, 慢慢露出一个笑容。 那笑容里, 充满了骄傲与自豪。 他抬不朝远处走去。 剩下的岁月, 何妨走遍昔日魏国国境内的山山水水, 救治那里的百姓。 也算是赎罪了。 鱼创意的传染速度很快。 除了那些孩子, 就连鱼味和长星他们都感染上了。 江岁涵仔细研究过指服里的药材。 他按照比例调制出药汤, 却发现怎么都不对, 总像是少了一味药。 南宝一帮他打下手, 两人坐在药炉里, 面对面双手脱腮, 同时苦思冥想。 药饮, 江岁涵忽然蹦出一个词。 南宝一垂着眼睫, 想起了老道士赠他指服时, 对他说的后半句话。 世间因果, 有舍有得, 欠得命债, 虚以血还。 难道所谓的药饮, 竟是他的血。 可问题是, 前世今生, 他未曾欠过命债啊。 抱着世事的心态, 他割破手指, 滴了两滴血到药碗里。 江岁涵挑眉, 以血入药。 试试, 江岁涵宁思。 南小五曾经中了鱼窗疫的毒, 后来被肖家哥哥治愈。 也就是说, 他的身体里, 或许有对抗鱼窗疫的抗体。 他的血, 兴许真能作为药引用以解毒, 他立即忙碌起来。 就在江岁涵忙着救治于窗疫时, 顾崇山出现在了江家镖局。 江家是方圆百里首屈一指的富豪, 园林景致磅礴华美, 草木葱龙甲山巍峨, 一座红漆雕花小凉亭就耸立在甲山之上。 顾崇山仰起头, 面无表情地盯向凉亭。 竹帘高卷。 凉亭里陈设了精致的尾席, 一架奉手空猴雕工细腻, 极尽雍容。 萧依贵坐在尾席上, 修长的指尖慢悠悠拨弄了下空猴琴弦。 煞时, 琴声空灵婉约, 犹如昆山玉碎, 芙蓉契路。 萧依似笑非笑, 为国国库里取出来的一架空猴。 这音色, 真真是极为美妙动听的。 便是放眼天下, 也算得上顶尖的乐器了吧。 顾崇山沉生, 你再挑衅本都主。 不敢。 萧依慰懒脱腮, 九千岁来蜀郡, 是为了核查赈灾营一案。 如今三四个月过去, 想必也核查清楚了。 不知九千岁何时返回圣经城, 本侯也好为你设一场离别宴。 萧依! 顾崇山终于难掩运怒。 你我曾有过约定, 解决薛定威之后, 卫国国库和蜀郡兵权, 你我各拿一半。 如今, 你私吞卫国国库, 你怎敢毁约? 萧依悠哉哉哉地谈起空猴。 九千岁利用本侯与薛定威争斗, 只等坐收渔翁之力。 你让舍妹置身险境, 也有脸于本侯瓜分战果。 做梦, 龙有逆龄, 处之者亡。 他永远无法忘记那一眼, 男娇娇痛到打滚撞墙的模样。 顾崇山害他至此, 他不会原谅。 顾崇山副手而立, 神态逐渐阴冷。 他藏蓝色绣烟薄纹的袍居, 无风自舞, 正要对萧依出手, 假山后面突然传出一声清脆的九千岁。 少女穿嫩英皇的如裙, 竖着精致的云记, 细白小手拎着宽大蓬松的群居, 踩着绣花鞋而来。 男宝依走到他面前。 他仰起头, 弯起的眉眼极为干净。 九千岁, 我刚刚又立了一功。 将神医用我的血入药, 果然对治疗于创意大有必义。 您曾答应我, 若我在间隔立下攻击, 就像朝廷为我颈封爵位。 说到做到, 您可不许反怀。 顾崇山的脸色更加难看。 萧义狠狠坑了他一把, 他这趟来蜀郡, 不仅没能为成王拉到任何支持者, 甚至连魏国国库和蜀郡兵权也没能捞到手。 他凭什么还要帮这丫头请封郡主? 他居高临下地盯着男宝依。 做梦两个字即将脱口而出时, 男宝依想起什么? 从荷包里取出一只热乎乎的豆沙包。 他笑眯眯地, 知道九千岁喜欢吃豆沙包, 来的时候, 瞧见小厨房争了一笼, 因此为您带了一只。 您尝尝? 顾崇珊拿过豆沙包。 细细掰开, 红豆沙蒸的酥烂, 正散发出诺甜气息。 他钉向男宝依。 少女依旧是眉眼弯起的模样。 顾崇珊冷笑一声, 细细撵着豆沙包。 你想对本都主下毒? 男宝依挑了挑眉。 他歪头而笑, 夸赞道, 到底是九千岁? 这都被您识破了。 魏大叔照顾了他很长一段时间, 是他尽重的长辈。 他忘不掉, 顾崇珊下令射杀魏大叔和魏姬的冷漠模样。 这狗太监野心勃勃, 手段又太过残忍。 死在他手里, 少去祸害无辜, 才算好呢。 顾崇珊盯着这样的男宝依, 眼眸逐渐阴冷复杂。 半晌, 他忽然笑道, 恨我杀了魏男和魏姬。 哼, 男宝依承认得干脆, 他们被薛定危害的国破家王, 分散十年, 他们分明没有做过一件错事。 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射杀他们, 是您的错。 杀人偿命, 您该偿命。 少女声音清润, 可是话语中的很绝, 却绝非一般规格女子所能拥有。 顾崇珊伸手, 挑起她白嫩的下颌。 他注视着她的眼眸, 哑着声音一字一顿, 男姑娘娇贵, 自幼千娇万宠高高在上, 因此不知道世间艰险。 有的人生来就有原罪, 有的人生来就有原罪, 意味不明的一句话。 男宝依与他对视。 他的瞳孔幼暗漆黑, 仿佛照不尽伴侣光明。 仿佛他的前半生, 都是在阴暗幽冷的境遇里度过。 西场督主顾崇珊, 究竟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过去? 顾崇珊慢慢松开手。 他转身离去, 声音弥散在秋风中, 却比秋风更加萧涩。 近西侯, 圣经城, 咱们还会再见。 本督主很期待, 与你的下一次交锋。 他走了。 带着西场的小太监们, 从剑阁县直接回了圣经城。 蓝宝依踩着假山上的石阶, 在肖义身边跪坐。 他小声道, 咱们这次得罪了顾崇珊, 他定然会伺机报复。 二哥哥, 接下来, 如何是好呢? 今朝有酒精昭醉。 肖义弹奏起空喉, 他的侧颜俊美如山剑冷月, 修长白皙的指尖, 跳跃在琴弦上, 零零琴音倾泻而出, 好听得宛如摇台仙曲。 蓝宝依托赛。 他听着月音, 在心底细细盘点, 这次前来建阁县的收获。 薛定薇名声扫地, 官位不保。 二哥哥即将取代他, 成为南越国西北边境最大的权臣。 独吞卫国国库, 掌蜀郡五十万兵马。 有他撑腰的男家, 将立于蜀郡权力之巅。 而他, 如果走运的话, 他会被朝廷册封绝位。 他的腿也得到了治愈。 最重要的是, 他向二哥哥表明了心意。 并且, 他的心意得到了他的回应。 南宝依心里甜甜的, 比吃了豆沙包还要甜。 虽然这一趟建阁之行, 吃了很多苦头, 但对他而言, 有这些收获, 所有的苦变都是值得的。 他倚靠在萧义的肩膀上。 萧义正经问道, 哥哥谈得好不好听? 好听? 比起顾重山的胡琴呢? 南宝依睁着亮晶晶的丹凤眼, 仰头看他, 二哥哥是在吃醋吗? 萧义不置可否。 南宝依瞅见四周无人, 于是缓住他的脖梗, 亲了亲他的下颌, 弯着眼睛称赞, 二哥哥谈得更好听。 有多好听? 南宝依凑到他耳畔, 但粉灵唇若有似无地碰了碰他的耳阔, 像是弹在了娇娇的心上, 萧义的薄唇便样开浅笑。 他感受着小姑娘唇般的温软, 眼眸有些晦暗。 既然确定了关系, 那么, 粗力的大掌, 轻轻扣住南宝依的脑袋。 下一时地闭上眼, 就在这时, 甲山底下突然传来大呼, 娇娇, 你外祖母喊你回屋吃饭了。 咦? 静熙侯, 你俩干啥呢? 虽然江家是南宝依的外祖家, 但江家两位老人也很喜欢南宝依, 又联系南宝依自幼没了外祖, 所以也一向以他的外祖自居。 小山亭里, 萧义和南宝依同时咬牙。 江家老爷子出现得太不适时候了, 南宝依从扶兰后探出小脑袋, 紧张道, 外祖父, 我二哥哥叫我谈空猴呢? 我们没做其他的事哦。 萧义双手拢在秀馆里。 他复杂地望着南宝依, 这丫头, 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他来今后撒谎的活, 还得他来做才成。 他牵起南宝依的手, 往甲山下面走, 随口道, 江家主, 我们只是近距离欣赏彼此的容貌, 并没有愉悦雷池半步。 他复杂地望眼萧义。 这谎话, 听着更不靠谱好吗? 江家老爷子一脸猛逼, 他不过是来叫他们吃饭的, 这两人在说些什么? 总觉得自己仿佛撞破了了不得的秘密。 而江岁寒弄出来的药, 终于发挥了作用。 南宝珠和那些小孩们喝了药, 在次日清晨醒了来, 紧张温暖, 绣花棉被里面藏着两个暖暖的汤婆子。 南宝珠睁开眼, 在枕上偏过头。 他的小侍女睡在枕侧, 脸蛋依旧精致无瑕, 只是眉眼下添了些清黑憔悴, 大约是这几日以来连夜照顾他的缘故。 他在昏迷时, 意识模糊混沌, 浑身难受, 就连呼吸都变得困难。 但他能感受到, 晚晚一直陪在他身边, 给他念话本子听, 为他喝水吃粥, 还贴心地为他整理头发, 擦洗身子。 他以前总觉得晚晚娇气, 但经过这段时日, 他却觉得晚晚也是吃得了苦的姑娘。 晚晚, 他柔生轻患, 宁婉舟被吵醒, 不悦地睁开心松睡眼。 南宝珠欢喜地扑到他身上, 晚晚, 好重啊! 犹如泰山压顶, 宁婉舟险些喘不过气。 他嫌弃地推开南宝珠, 嘟囔。 我照顾了姐姐好久, 姐姐既然醒了, 以后就要自己照顾自己了。 他的态度如此冷淡, 令南宝珠很是伤心。 他失落地呕了声, 他披了件衣裳。 那我先去耳房木个身, 生病躺了这么久, 感觉自己都长毛了。 牧身, 宁婉舟的狐狸眼瞬间亮起。 他倾咳一声, 追上去, 姐姐, 我觉得这项活, 我可以带牢, 我给你擦背啊。 一行人在江家镖局小住两日后, 启程回了景观城。 松鹤院, 老夫人听南宝一会声晦涩地 讲述这次见门关之行, 听得胆颤心惊, 全程都紧紧握着他的小手。 终于听罢, 他紧张地叮嘱, 这等危险的事, 以后能躲多远就躲多远。 行善积德虽是好事, 但也要量力而行。 我们娇娇也只是个深闺小姑娘, 就算不救人, 别人也不会责怪你。 祖母, 孙女记住了。 南宝一笑容甜甜地应答, 萧一曲起食指, 轻轻扣了扣花机。 他提醒道, 娇娇, 你和四妹不是在见门关买了礼物吗? 还不快拿去送给府里的长辈? 南宝一想起这一茬, 急忙撑事。 他和南宝住一块, 把带回来的礼物, 以及将家外祖托他们带回来的特产, 一一送去长辈们的院子。 花厅里, 老夫人喝了口茶。 他抬手平退左右, 淡淡道, 把娇娇打发走。 可是有什么要紧事与我说? 他瞧着萧一, 忽然就有点烦。 长得俊俏是俊俏, 也确实称得上位高权重。 可自打他寄予起娇娇, 娇娇就麻烦不断。 总觉得这货没有忘妻运, 祖母明鉴。 萧一嗓音淡漠而认真, 剑阁县绝院寺, 风雨夜, 我与娇娇互表心意。 见门关悬崖战斗, 日出之时, 我与娇娇正式定情。 明年她已是十四岁, 所以我想明年正式提亲, 先把亲事定下来。 未免夜长梦多, 她十五岁急急之后, 就让她嫁到我身边。 老夫人垂眸盯着茶盏, 一脸凝重。 娇娇与萧毅, 这么快就确定关系了。 果然年轻人单独出去, 不会有好事。 她还想多留娇娇两年的老人心里面一阵不舒坦。 陈生道, 还是先把你的身份解决了再说。 我可不愿意将来娇娇嫁给你时, 被人戳几两骨。 这话, 算是提前同意了萧毅的提亲。 萧毅唇脚翘了翘, 虽然声音依旧平淡, 但韦英却忍不住的扬起。 祖母放心就是, 我会在年底前解决身份问题。 老夫人轻哼一声, 不知为何, 萧毅这一声祖母叫得她心里很是不舒坦。 另一边, 萧毅和南宝珠在府里绕了大半日, 却独独不见南成书的身影。 南成书是南宝珠的同胞哥哥, 今年十九岁, 平日从不打理家族产业, 只知道埋头读书, 是南家人里面唯一一个肯读书的人。 南宝一好奇, 珠珠, 怎么不见四哥啊? 嘘! 南宝珠紧张地伸手抵在唇前。 他做贼似的, 把南宝一拉到芙蓉花丛里, 小声道, 我哥哥又去参加香氏了。 听说今天是香氏的最后一天, 大约很快就要回府了。 香氏是科举的第一关。 每隔三年, 全国郡县举办香氏, 因为在秋天举行, 所以又称秋为。 只要在香氏中考中举人, 就能在第二年赶赴圣经, 参加科举会试。 科举会试若能重磅, 便是进士, 也就有了做官的资格。 虽然南成书在书院里成绩倒数, 但并不妨碍他参加科举考试的热情。 他从十岁开始参加香氏, 今年恰是第三次。 南宝一捏着小辫子。 南成书两次参加香氏, 两次包揽倒数第一的成绩。 每次放榜, 他都是锦关城的笑柄, 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脸面出门。 所以, 每到香氏放榜, 全府上下大气也不敢出, 唯恐令他更添烦恼, 做出什么傻事。 别说, 我哥读书, 真的是很有毅力。 南宝珠感慨, 虽然今年必定也要落榜, 但他有勇气参加, 也算了不得了。 倒也未必会落榜。 屋檐上传来圣秘。 南宝一仰起头。 石炎捧着书坐在屋檐上, 清秀的面庞呈现出坚定, 四公子勤学苦读, 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必定是会有回报的。 南宝一玩二。 他知道, 四哥和石炎都喜欢读书, 两人谁若是得了稀罕的古籍, 便会常常交换相看, 可谓臭味相投。 南宝珠歪头道, 可是我哥哥读了这么多年书, 连论语都背不利索, 怎么可能考得上举人呢? 而且他名叫南成书, 南成书, 南成书, 可见他读书定然是不成的。 石炎默了默。 事实上, 主子在去剑阁之前, 提前给南成书画了考试范围。 都是主子预估出来的, 很可能会成为这一次相识考题的内容。 主子那么厉害, 鸭蹄肯定不在话下。 他没跟两姐妹戏说, 只斩钉截铁道, 等着瞧吧, 四公子定然能考中举人的。 说着话, 小丫鬟匆匆跑过来禀报, 四姑娘, 四公子考完试回来了。 两姐妹连忙往府门口走。 刚走到府门口, 就见全府的人都迎出来了。 以祖母和二伯母为首, 都朝街道尽头翘首盼望。 南宝依善善。 这架势, 简直是迎接壮元爷的架势, 就差放几串小炮了。 紧张地等待中, 一顶轻疲小轿, 稳稳当当地从远处而来。 正是南成书的教年。 走到府门前, 教年缓缓停下。 南成书扶着书童的手, 弯腰从教年里钻出来。 十九岁的少年穿淡青直多, 生得细白轻瘦。 虽然读书不怎么样, 但确实一股子书生气。 老夫人和僵尸等人连忙围了上去。 可怜见的, 考一回事, 都轻瘦三分。 晚上叫厨房给你炖冬虫下草老母鸡汤, 大伯。 入秋的天啊, 怎么穿得这么少? 南宝依听着他们七嘴八舌的慰问, 居然没一个人问他考得如何。 他小声道, 猪猪, 你猜四哥这次能不能中榜? 走, 咱们去问问他考得怎么样。 南宝珠牵起南宝依的手, 登登登地走到南成书面前。 他脆声, 哥, 你这次相识, 考得怎么样呀? 话音落地, 南成书挖的一声, 吐了。 全场寂静, 书童擦了擦额头冷汗。 各位主子, 公子他考试辛苦, 你们就不要多问了。 从前在书院考试时, 每每考完都要吐上一回的, 实在是因为公子太紧张的缘故, 请你们不要担忧。 考试考到吐, 南宝依默默抬秀, 眼珠半张脸。 考试考到吐, 说出去都很丢人呀。 南成书吐完了, 扶着书童的手, 艰难地抬起苍白清秀的脸。 他朝家人们露出久违的笑容, 温声道, 祖母, 父亲, 母亲, 三叔, 三婶, 大哥, 几位妹妹, 你们, 哦, 他又吐了。 吐完, 他抬起头, 笑容依旧灿烂。 这次承蒙二哥关照, 事先替我押题, 准确地押到了策论的题目, 以及词付, 惊异的几道大题, 想必, 终局是没什么问题了。 众人表情都很镇定, 生怕他又紧张到吐, 老夫人刻意等了片刻, 见他没什么反应, 才慈爱道, 既然如此, 若果真重磅, 说定要好好答谢。 哦, 南成书又吐了, 南家众人没了良久, 老夫人扫兴得摆摆手, 都散了吧, 各回个院, 竟也没有替南成书接风洗尘的意思了。 南宝珠往府里走, 小声道, 我哥那么孱弱, 就算终局, 又要怎么赶赴圣经城? 一路舟车劳顿, 恐怕还没到圣经城, 就没了半条命了。 南宝一也很担忧, 南家好不容易出个举人, 万一死在半路, 找谁说力去? 但他还是安慰道, 听说二伯和大哥, 年底要赶去圣经, 准备把钱庄开到那里去。 四哥若是跟他们一到, 沿途也好有个照顾, 去得早些, 拜访些圣经城大儒, 说不定能得到在他们门下听课的机会呢。 这么说着, 他自己却有些恍惚。 圣经城是南越国最繁华的城池, 家里要做钱庄生意, 势必要去那里扎根, 兴许不久后的将来, 他们全家都会搬去圣经。 不过这一次, 他反握住小堂姐温暖的手。 有家人在身边, 他不会再害怕圣经城的妖魔鬼怪。 连着半个月, 萧逸忙于接手薛定威的兵马, 几乎没有回过南府。 他雷厉风行, 手腕铁血, 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 短短一个月时间, 就令那四十万兵马彻底沉浮, 完全编入了他的麾下。 而南宝一数着日子, 等相识放榜。 到了放榜这日, 无需和夜换他起床, 他自己起了个大早, 仔细地梳妆打扮后, 随意用了一碗燕窝粥, 直奔松鹤院正厅。 南家人全都聚集在这里。 南宝一请过安, 悄悄扫尸众人, 没能找到萧逸, 心里面不禁有些失落。 自打从建门关回来, 他已经半个月没看见二哥哥了。 他在青桥胡同有座小宅院, 也不知道是不是去那里养外事了, 要不要过去抓个奸呢? 可他又没有名分, 万一二哥哥认为他善赌, 那可就麻烦了。 他琢磨着, 刚端起杏仁茶, 老管家猴子似的飞奔来。 素日里端庄持重的管家爷爷, 连规矩都顾不得, 当真, 满厅的人都激动地站起。 一般放榜时, 每家若是高中, 官府定会派人前来祝贺。 说着话, 就听见远处传来热闹的铜锣声。 关崖的小丽, 头戴大红花, 喜气洋洋地来了。 老夫人, 小的来给您道喜了。 贵府的四公子, 高中举人了。 南宝一惊喜, 他顾不得再喝杏仁茶, 跟着老夫人他们, 踏出正厅。 南家在景观城扎根两百多年, 历代也曾有过读书人, 却没有谁能考中举人。 这次四哥能考中, 简直是祖坟冒清烟。 或者, 少女脑海中又浮现出消逸的身影。 他心里宛如吃了蜜斑田, 暗道, 这其实都要归功于二哥哥。 他和南宝诸首玩首, 在人群中点着脚尖张望。 祖母吩咐人给了小丽丰厚的赏钱, 叫那小丽喜得合不拢嘴, 又连连说了好些吉祥话, 才告辞离去, 赶着给下一家人报喜。 南宝安生叹气, 哎, 要是我的井儿还在就好了, 也叫萧一透个考题, 井儿聪明。 定然能考中三甲。 他不开枪还好, 他一开枪, 满院的人都不自在了。 陈夜柔宁了他一把, 骂道, 大喜的日子, 再敢胡言乱语, 回去跪搓一板去。 南广越发想哭, 刚取禁门时, 柔柔也算温柔, 谁知随着时间流逝。 他越发凶狠, 叫他好生委屈。 找母亲做主, 母亲却全然向着柔柔, 仿佛他不是南家的老爷, 而是南家招进来的坠婿。 这日子没法过了, 因为南城书考中举人, 所以南府中午大摆家宴。 南城书不会喝酒, 席间所有的敬酒, 都是南城里替他挡下的。 他喝得高兴, 双眼红红地搂过南城书, 二弟是侯爷, 如今四弟也出息了。 哥哥定要好好经营钱庄圣意, 给你们准备丰厚的聘礼, 将来赢取官家千金。 还要给两位妹妹多添些嫁妆, 不叫他们嫁人以后受委屈。 咱们家的日子, 定然会越过越红火。 南宝一听着他的话, 总是不计报酬地保护他们, 对他们好。 已是二十二岁的年纪了, 不想着自己娶妻, 倒想着先给弟弟娶妻。 前世也是如此。 南家落败前, 他忙着保护弟弟妹妹。 南家落败后, 他又赶赴圣经城, 用最后一点钱财贿赂工人, 混进宫里见他。 他给他带好吃的花糕, 还告诉他, 这个不争气的妹妹, 乖乖在宫里等他。 等他赚够了银子, 就带他回家, 带他去治脸颊上的伤, 南宝一台秀, 悄悄抹了下眼泪。 这一事, 若能去圣经城, 他定要做主, 帮大哥哥取一门好夫人。 吃罢酒席, 南城里高兴, 自掏腰包, 取出十万两银票, 大大方方地塞给南城书。 他笑道, 四弟这些年埋头读书, 也该去见识一番景观城的繁华。 这些银票你拿着, 乔剑喜欢的文房四宝, 只管买。 若是银钱不够, 再问大哥要。 南城书捧着银票, 说起来, 他也有不少私房钱。 只是素日里从不逛街, 从不花天酒地, 家里给买什么衣裳, 就穿什么衣裳, 给买什么文房四宝, 就用怎样的文房四宝。 给他银票, 他都不知道往哪花。 南宝珠乔他捧着银票十分茫然, 暗暗拽了拽南宝一的袖口, 递给他一个暗示的眼神。 南宝一茫然, 坐肾, 十万两银票啊, 咱们不如敲他的竹杠, 让他给咱们买好吃的, 从街头买到街尾那种。 南宝珠笑眯眯的掰手指头, 里记的石榴, 福尾斋的大闸蟹, 三香楼的栗子高, 哎呀, 反正好多好多。 他说着, 自己咽起口水。 他拖着南宝一来到南城书跟前, 哥, 你是不是在为怎么花银子而烦恼? 不如带我们去街上买好吃的吧, 我和娇娇都想吃。 不, 他并不想吃。 南城书从没给两个妹妹买过东西。 他温和地笑着, 乖乖点头, 好呀, 我带你们去买好吃的, 再买些你们喜欢的东西。 南宝珠欢呼雀悦, 乘坐马车往街上去的时候, 南宝一暗暗观察这位四哥。 他坐在靠窗的位置, 手里捧着一本古籍, 看得十分认真。 他生得白净清秀, 笑起来时, 还有两个小酒窝, 那骨子温温弱弱的书卷气, 呆萌呆萌的, 非常招人疼。 前世, 家族败落之后, 供不起他继续读书。 他试着做生意, 却做得一塌糊涂。 后来大哥进宫见他时, 告诉他, 四哥在街头置了摊子, 以给人写家书, 写对联尾声。 因为担忧他在宫里受冻, 四哥每天只吃两个白面馍馍, 攒了一个多月的钱, 终于给他买了件花袄子, 托大哥一并送进宫。 南宝一想着, 鼻尖又不争气地发酸。 他很心疼四哥, 马车再接口停下。 一下马车, 面对满目繁华和各种美食, 南宝珠恰似拴不住的小马鞠和宁碗舟撒蹄子跑了。 南成书紧张得很, 他不习惯来这般热闹的地方, 因此结巴道, 四妹妹, 会, 会不会, 跑丢啊? 放心吧, 打小在这座城池长大, 跑不丢的。 南宝一说着, 见南成书袖口有些破损, 忍不住道, 四哥这么大人了, 怎么连袖口破了都不知道? 我替你补补。 何叶生怕绣花针会戳伤自家小姐的手指头, 正要代劳, 南宝一笑咪咪道, 我亲自来吧, 从未给自家哥哥补过衣裳, 想试试。 他呀, 欠南家的, 还有好多好多,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 会让四哥感到高兴。 四哥高兴, 他也会高兴。 远处金玉满堂酒楼, 萧义刚刚结束了一场酒宴, 与薛定威军中几位重量级统领的酒宴, 算是笼络他们效忠自己。 神一朝送那些统领下楼, 萧义独自坐在窗盘。 他单手脱塞, 宽大玄黑至今袍居垂落在地。 因为喝了太多酒, 丹凤眼微微熏红, 呈现出异样的神采风流。 不经意地回眸眺望, 就瞧见街头停着一辆马车, 南娇娇站在车边, 正给一个男人缝补衣袖。 上头的醉意, 瞬间清醒。 搭在窗弦上的手微微收紧, 那双丹凤眼逐渐眯起, 胸腔里翻涌着酸液, 仿佛刚刚饮进的不是酒, 而是一潭沉醋。 街头, 南宝衣咬断丝线, 他笑着替自家哥哥理了理袖口, 这般出去, 才不会叫人笑话。 咱们先去成衣店, 给四哥自己买几身新衣裳。 年底前要赶去盛京城, 得穿好些, 不能叫别人笑话。 南成叔笑容单纯, 邱阳下两排小白牙, 干净整洁, 温生硬好。 他双手拢在袖管里, 乖乖跟着南宝衣往成衣店走。 高楼之上, 萧毅挑了挑眉。 原来是府里那个书呆子, 心头的醋意烟消云散, 他随手拿起一盏酒, 惬意地饮了两口, 才起身往哑作外走。 食苦, 背马。 整边军队, 不是一件轻松的活。 更何况, 他还要想办法弄出一个新身份, 以便年后求取南娇娇。 他已有半个月没见他喂过门的小娇娘, 今日情好, 无论如何, 该去见一面的。 景观城繁华, 白石砖铺就的街道宽敞洁净, 两侧楼台店铺零次致笔, 小摊贩们吆喝着叫卖桂花糕、 大闸蟹、 菊花酒、 红石榴、 柿子饼、 芙蓉花等印记之物, 惹来不少孩童围观垂涎。 一辆宽敞奢华的马车, 从街道尽头而来。 马车四角垂落灯笼, 提写着镜子。 细密的青竹车帘微微晃动, 露出华贵的绸杀群居。 细白漂亮的手轻轻卷起青竹编织窗帘, 侍女回眸笑道, 王妃, 景观城比奴婢想象的要繁华。 坐在阴影中的华府女子, 指尖拖着茶盏, 侧颜冷淡。 侍女吸行到她面前, 温声道, 自打十九年前小柿子早妖, 您就郁郁寡欢, 身子都要垮了。 如今, 您姐姐既来家书, 让您替她走一趟景观城, 您该趁机散散心, 好好调养身子。 华府女子低声讥讽, 姐姐, 本妃自大庸远嫁南越, 二十年不见她分毫关怀, 也只有需要本妃为她办事时, 她才想到季家书来, 到底是大庸皇后, 又怎会把本妃放在眼里。 侍女娇笑, 她替华府女子捶腿, 那位静西侯, 也是您亲侄儿呢。 听说这两年很是威风, 在蜀郡大名鼎鼎, 无人不知。 民间百姓都称颂她, 容貌俊美, 奴婢真想见识一番, 究竟有多么俊美, 可比得上太子殿下的风采, 穷乡僻然长大的孩子, 纵便容貌如烈阳。 可气度却终究敌不过 在皇宫里长大的王孙贵咒。 主仆说着话, 车窗外, 萧逸正巧打马而过, 隔代军靴, 悬衣精惯, 身姿高大其长, 侧颜犹如金相玉智, 骨相流畅, 薄唇高鼻。 最是那一双丹凤眼, 那勾外翘, 练艳着凛冽风华, 居高临下的姿态, 宛如天生的上位者。 萧逸与马车错身过, 华服女子骤然捏紧茶盏, 她不可思议地朝窗外张望, 青年背影洒爽, 透着漫不经心的慵懒。 她声音发颤, 你可瞧见她了, 侍女紧张地点点头, 看她装束打扮, 乃是二品侯爷, 大约她就是静西侯。 小世子若还在世, 怕是也与她一般容貌。 华服女子已是泪流满面, 她很想念她早腰的孩子, 很久,她忽然抬起头, 姐姐只让我找到这个孩子, 让她写信回长安, 禀报天书令牌和沈小郎君的下落, 并没有要求她返回长安, 祝瑶。 你说, 我可不可以请求她假报我的孩子, 回盛京城, 当晋王世子。 晋王世子, 侍女祝瑶打了个寒战。 她小声道, 王妃冒充皇家子嗣是大罪, 不会有人发现的。 纵然发现了, 她是大雍皇子, 本妃是大雍皇后的亲妹妹, 谁又敢杀她, 谁又敢杀我。 晋王府里, 姜瑟妃仗着膝下两个儿子, 欺负本妃很久了。 如果本妃有个儿子, 如果本妃有个儿子, 晋王妃几乎快要捏碎茶盏。 祝瑶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小心翼翼取下她手里的茶盏。 话虽如此, 可所有人都知道, 十九年前, 小世子刚出生不久就早妖了, 如何假扮得了? 如何假扮不了? 就说是稳婆作怪, 用死因替换了我的孩儿, 后来辗转被卖到南家, 成了南家的养子。 晋王妃越说, 眼睛越是明亮, 祝瑶, 人只要大胆, 什么事都可以办成。 就像我姐姐, 虽然是女子, 不也能执掌大拥朝政。 你马上去见晋熙侯, 本妃要与她详谈。 正要去见南宝衣的萧毅, 被晋王府的人拦下。 她注视着远处的华柜马车, 挑了挑眉。 九楼雅座, 清幽华柜。 晋王妃把来意大致讲了一遍, 注视着萧毅的目光格外温柔。 姐姐许久未曾收到景观城的消息, 心里很是担忧, 因此派我前来问候。 天书令牌, 沈小郎君, 她都很关心。 沈一朝就跪坐在萧毅身侧。 她送走那些个军中统领, 瞧见有贵妇人邀请萧毅, 就跟着来了。 她双手拢在绣馆里, 清秀出尘的面庞上涌现出难得的激动, 大姑母当真关心我。 是。 晋王妃面带微笑。 你便是沈小郎君。 果然风姿卓绝, 不愧是天下四大公子之首。 沈一朝面带红韵, 温文尔雅地朝她拱手。 二姑母远嫁时, 我还年幼, 因此不识得您的身份。 沈一朝在此, 给二姑母请安。 好孩子, 晋王妃嘘寒问暖, 尽情展现起慈母般的关切。 萧毅始终面色淡漠。 她懒洋洋把玩着一柄玉如意, 劳烦姨母转告她, 天书令牌下落不明, 沈一朝同样下落不明。 沈一朝可能在赶赴景观城的路上, 被豺狼虎豹吃了, 也未可知, 总之是回不去了。 萧毅? 沈一朝愈怒。 这可是她逃离萧毅, 回长安继续当贵公子的好机会。 什么叫她被豺狼虎豹吃了? 什么叫她回不去了? 叶儿真是顽皮。 静王妃微笑, 看见你们表兄弟手足情深, 我这当长辈的, 真是高兴。 可惜我的孩子刚出生便亡固了, 若他还活着, 该与你们一样打。 这话带着伤感。 沈一朝体贴的地上一块手帕, 二姑母莫要伤心, 我与萧毅, 皆是你的孩子。 萧毅撇了撇嘴, 弧度嘲讽。 静王妃盯着萧毅, 轻声道, 叶儿才华今世, 小小的景观城, 恐怕容不下你。 一姨母之见, 不如前往圣经城, 那里有更大的天地, 足够你施展拳脚。 你究竟想说什么? 叶儿, 姨母是关心你的。 如果你愿意, 我甚至能为你安排一个好身份, 比如, 静王府世子。 将来继承静王王位,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有何不好? 萧毅摆弄着天青色茶展。 过了两久, 她审笑, 听说姨母远嫁圣经城, 过得并不如意。 姜侧妃仗着膝下子嗣, 在府里专权善断, 横讨静王欢心。 如果姨母始终膝下无子, 想来今后继承王府的, 会是姜侧妃的儿子。 姨母, 匡骗本侯去圣经城, 恐怕并非是为本侯前程考虑, 而是为了你的地位。 雅座陷入寂静, 秋风吹拂着水晶珠莲, 更显此间清幽。 萧毅慢悠悠放下茶展。 她起身, 沈一朝, 走了。 沈一朝迟一半上, 在食苦和食言的威吓之下, 只得被迫跟上。 静王妃独坐蒲团, 抬袖遮脸, 缓缓喝了口花茶。 侍女助遥轻声道, 没想到, 静熙侯这般心思敏锐, 得徐徐途之。 静王妃陈生, 去打听打听, 外间关于静熙侯的消息, 任何消息, 本非都要知道。 大雍皇后那边, 该传达的话我已经传达。 你回信时, 就照萧毅说的写, 天书令牌和沈一朝都不知所踪。 是。 芙蓉花开, 九旗招展。 沈一朝骑着马跟在萧毅身后, 双手拢在袖馆里。 陈生道, 虽然对你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 以静王世子的身份, 前往圣经城, 对你大有弊议。 静王乃是当今南越皇帝一母同胞的弟弟。 如果, 如果皇子们都死光了, 你甚至能继承南越皇位。 萧毅姓马尤江, 沈一朝能想到的, 他当然也能想到。 成为静王世子, 他甚至能光明正大地向南家提亲。 可是, 一想到静王妃是那个女人的亲妹妹, 他就生出浓浓的嫌弃。 再说吧, 他散漫地丢下这句话, 往成衣扑而去。 成衣铺里, 南宝一认真地为南成书挑选衣裳。 他眼光好, 挑出来的衣裳很符合南成书的书卷器。 即使放在繁华的国都, 也依旧称得上实心精致。 挑了五六套, 南成书腼腆道, 娇娇, 这么多衣裳, 我穿不完的。 我母亲常说, 男儿家无需太注重穿戴打扮, 干净整洁就很好了。 你是姑娘家, 要穿得鲜亮些, 衣裳多些也无妨, 我领你去买袄裙吧。 南宝一欢喜应好, 如今虽是秋天, 可惊动的新款袄裙已经挂在了铺子里。 娇娇, 这身花袄子好看, 喜庆, 买它吧。 南成书高高兴兴地指着角落。 南宝一无语, 这种大红底子搭配绿色小碎花的棉袄子, 究竟哪里好看了? 他突然想起前世, 南成书请大哥送进宫里的那件大花袄子。 原来四哥的眼光, 一向如此, 他正要拒绝, 南成书已经取下花袄子。 他兴奋, 娇娇, 试试。 南宝一内心是拒绝的。 可是南成书的眼神那么明亮, 表情又是那么高兴, 他说不出拒绝的话。 罢了, 只当采一鱼亲好了。 这么想着, 他委屈地套上花袄子。 花袄子很是臃肿。 他进门槛的消逸, 望着南宝一, 觉得他好像一只胖乎乎的花母鸡。 他笑出了声。 南宝一正了正。 他好像听见全臣大人的笑声了。 他讥笑别人时, 笑声特别地散漫慵懒, 带着一贯的雌性。 他暗暗盼着, 大约只是幻听。 然而抬起头, 他就在站在门槛处, 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 或者说, 欣赏着自己。 他摸了摸身上的大红袄子。 半月未见, 初次相逢, 他竟穿得如此不漂亮。 真是尴尬。 小义信不跨进门槛, 娇娇穿着身花袄, 倒是格外娇嫩动人。 恰似那村东头的花母鸡, 令人忍俊不惊。 花母鸡, 男宝一咬牙。 这次半个月前才跟他互诉中长, 可转眼就开始奚落自己, 实在令他恼火。 他别过小脸, 不肯再大力笑意。 男成书紧忙朝笑意深深作一, 恭敬道, 这次若不是二哥帮忙压体, 我定然是考不上举人的。 大恩大德, 成书无以为报。 二哥若有喜欢的东西, 只管开口, 但凡成书拿得出来, 必定双手奉上。 萧义挑了挑眉, 他看中他妹妹了, 他还想当他妹夫。 然而时机不成熟, 这话不方便当众说出来, 因此他光风即月地虚扶一把, 四弟不必与我客气。 你我终究要成一家人的, 男宝一竖着耳朵。 他很敏感, 瞬间明白萧义这话的潜藏意思。 他暗暗瞪了眼萧义。 他和萧义毕竟只是在私底下互表心意, 怎好拿到台面上说, 万一被家里人知道, 他会挨罚的。 可是男成书憨厚实诚, 听不出话里的意思。 他笑道, 二哥果然君子。 我刚刚瞧见街道那边, 有家售卖文房四宝的店铺, 不如我送二哥一套文房四宝, 也算了表谢意。 萧义挑了挑眉, 不置可否。 三人, 踏进文房四宝的店铺。 男成书走在前面, 看什么都新鲜。 萧义和男宝一走在后面, 走着走着, 男宝一只觉小手被谁勾了下。 他垂眸望去, 萧义忽然用大掌包覆住他的手。 大拇指指腹, 还在他的手背上暧昧地妈撒了一下。 他经得险些魂飞魄散。 急忙要把手抽回来, 却如何也抽不动。 他仰头望向身边的青年, 他面色淡漠地目视前方, 全然一副光风际月的君子模样。 二哥哥, 他压低声音, 还没说出完整的话, 萧义忽然把他抱到一处拐角。 这里是文房四宝店铺的死角, 周围博古驾林立, 别人除非走过来, 否则是看不见他们的。 萧义把南宝一抵在墙角。 南宝一呼吸之间都是他的气息, 冷冽如山水, 却又夹杂着一丝霸道, 令他莫名害怕。 他仰起头, 二哥哥, 萧义一手撑在他耳朵边, 挑起他的小脸, 低头注视他。 低垂的睫毛在瞳孔里投落阴影, 令他看起来比平常更加危险, 却更加撩人。 半月未见, 娇娇吃胖了些, 带着保险的指腹, 轻轻骂撒过他的下巴。 萧义嗓音带笑, 是宠密温柔的姿态。 二哥哥, 南宝一声音不自觉地甜诺撒娇, 小心脏砰砰乱跳, 咱们赶紧去找四哥吧。 万一被人看见, 不好的, 哪里不好? 你明知故问, 南宝一眼神躲闪, 不自然地垂下睫毛, 遮住了瞳眸里的紧张。 萧义的视线渐渐往下。 小姑娘的唇瓣, 在文房四宝殿的光影里, 透出别样的浓艳, 恰似金石子几里突兀出现的一首艳词, 勾住了他全部的心神。 知乎折野, 道义礼法一类的训言, 似乎全然不重要了。 指腹顺着他的下巴, 温柔地俯上他的唇角。 他早就想倾踏了。 在绝院四围墙边, 在剑门山战道上, 在江家镖局的小山亭里, 萧义微微俯下身。 南宝一若有所感, 更加紧张地揪住衣巾, 丹凤颜水润羞红, 唯恐被南成书撞见这一幕。 眼见着全臣大人吻了下来, 他心跳如雷, 急忙闭上眼, 却不见那吻落下。 他小心翼翼地睁开眼。 全臣大人的脸静在咫尺, 薄唇似笑非笑, 神情里藏着压抑和狠命。 温良的指腹 依旧勾勒着他的唇角。 他嗓音淡漠, 并不是在对他说话, 偷偷摸摸躲在背后。 你想坐肾? 有人在看他吗? 南宝衣抬眼望去, 穿戴雍容华贵的妇人气度高滑, 扶着侍女的手出现在薄骨架前。 他笑容温和, 侯爷好耳利。 他又转向南宝衣, 这位想必就是南家的五姑娘吧? 果然如传闻中那般美貌动人, 假以时日必定燕惊天下。 南宝衣不认得他, 他望向萧毅, 本指望他能为自己引荐一番, 可他眉梢眼角都是不耐烦, 显然很不待见这个贵妇人。 萧毅抚了扶紧袍, 面色恢复了一贯的清俊淡漠。 他转身朝店铺外走去, 有什么话? 出来说, 靖王妃微笑着朝南宝衣汉手致意, 不态万方地随萧毅离开。 南宝衣已在墙角, 这贵妇人穿戴打扮, 像是圣经那边的风格, 大约是圣经的官夫人。 可惜他前世在皇宫里见过的官员家眷并不多, 因此认不得他。 不知他跑到景观城作甚, 和二哥哥又是什么关系? 正琢磨着, 和叶匆匆忙忙地跑进来。 他一脸激动, 迫不及待地八卦道, 小姐, 您猜奴婢刚刚在外面看见了谁? 奴婢看见侯爷和一位美貌妇人站在一起说话。 您说, 那妇人是不是爱慕咱们侯爷? 南宝衣挑了挑眉。 爱慕? 和叶滔滔不绝, 您上回提起, 侯爷在景观城里有处宅院, 说不定那妇人爱慕侯爷甘愿自奔为妾, 甚至甘愿当他的外事。 侯爷半个月未曾回府, 定然是把那美妇人安排在了那处宅院里, 以便这月把酒, 红袖添香。 他越说, 南宝衣越觉得像那么回事。 那美妇人注视二哥哥的眼神, 几乎称得上柔情似水, 可二哥哥半个月以前还对他甜言蜜语, 这么快就养上外事了。 南宝衣越想越气, 他捏着小手帕, 急不走到门外。 二哥哥亲自送那美妇人登上马车, 才翻身上马, 头也不回就走了。 南宝衣紧紧抓着门框。 二哥哥, 真的养了外事吗? 晚膳是在金玉满堂吃的。 南宝珠仗着南成书请客, 点了满满一大桌菜。 南宝衣却无甚胃口, 桌奸桌霜, 他思来想去, 觉得自己得走一趟青桥胡同。 如果二哥哥当真养了外事, 他就狠狠给他一耳光, 然后义正言辞地告诉他, 他们两个完了。 他盘算得当, 叫小二拿了石盒打包, 借着给萧逸送晚膳之名, 提前离开了金玉满堂。 马车直奔青桥胡同, 青桥胡同靠近城南, 距离城郊军营比较近。 萧逸连日以来, 需要处理太多军营琐事, 所以, 吃喝住宿都是在青桥胡同的别院, 省得在天奔波。 今夜月影清润, 青桥胡同小宅院门外, 槐树婆娑。 萧逸马归来时, 桥剑树下正等着一个人。 华福云记, 一态万千, 正是静王妃。 走近了, 他翻身下马, 随手把缰绳丢给尸苦。 本侯以为, 下午在文房四宝殿, 已经与你说得足够清楚。 本侯不认可静王世子的身份, 更不会以这个身份, 跟你回圣经城。 姨母想找可以操纵的棋子, 找错人了。 静王妃看着他, 笑容格外温和。 他温声道, 在那座店铺, 瞧见了不该瞧见的事。 后来祝瑶细细打听, 才知道, 原来景观城里, 早就有关于你们的风言风语。 一儿, 你如今的身份, 是不方便向那姑娘提亲的。 你需要一个崭新的身份, 我自己能解决。 你怎样解决呢? 静王妃目光越发温和。 一儿, 你可以做假身份, 可是那些假身份, 配得上你心仪的姑娘吗? 我听说南家, 对他千娇万宠。 如果你以静王府世子的身份, 向他提亲, 那么, 哪怕放眼圣经城, 他也是极有脸面的姑娘。 这份荣耀, 不是区区静西侯, 更不是正希大都督一类的爵位。 能给予得了的。 梁峰清幽, 秋虫在角落鸣叫, 月发趁得青桥胡同寂静, 萧毅注视着倒映在墙面上的剪影。 他, 自然想给南娇娇最好的。 她是那么爱面子的小姑娘, 如果让她当静王世子妃, 她会高兴地跳起来。 指父亲亲妈撒过猫眼十戒指, 他似笑非笑地注视着静王妃。 沈家的女人, 一向自私, 刻薄, 冷血。 这个女人, 并没有把她当作侄儿, 更不会像她下无所言那般, 把她当亲儿子疼爱。 如果答应她冒充静王世子, 坏处有二, 被她利用, 在静王府帮她故宠, 磨灭静王小倩们的威风。 被拆穿的风险很大, 一旦被发现冒充皇家子孙, 下场凄惨。 但是, 也不是没有好处的。 她能光明正大的摆脱 与南娇娇的兄妹关系, 向她提亲, 给她一场显赫荣耀的婚礼。 她能借助静王府的人脉和东风, 迅速在圣经城站稳脚跟, 并暗中发展自己的势力。 南越国皇族身份, 萧毅饶有兴致地挑了挑眉。 静王非要利, 而她要名。 各取所需的一场交易, 很公平。 她薄唇翘起, 本侯左思右想, 忽然觉得姨母所言甚是有理。 既然如此, 那么本侯便答应姨母所求。 至于身份, 我会安排妥当。 静王非微笑。 好歹执掌静王府多年, 如果连区区身份都安排不好, 她这王非算是白当了。 只是, 她面对萧毅, 静莫名感受到一丝不安。 总觉得, 不是自己在操纵利用她, 而是在被她利用, 轻瞧胡同口。 南宝一凭着记忆, 催着车夫把马车架来了这里。 刚挑开车帘, 就瞧见萧毅和那位美妇人站在宅院门口。 正细细说着话, 两人神情带笑, 似乎聊得十分愉悦。 南宝一咬住唇绊, 心头蔓延上委屈, 酸涩的感觉直冲鼻子。 她拿袖帕捂住口鼻, 丹凤颜忍不住地泛起湿润飞红。 感情里面, 最残酷的大约是爱而不得。 可最最残酷的, 大约是明明接受了她的心意, 却又背着她喜欢别人, 甚至把那人圈养在府外的宅院里, 金屋藏娇, 不过如此。 说好的, 只藏她男娇娇一个人, 却终于还是藏了别的女人, 还是嫁过人, 岁数都能当她娘亲的那种。 难保一委屈到炸链。 胡同口的动静, 吸引了萧毅和静王妃的注意。 静王妃意味深长, 小姑娘怕是醋了, 我且先进屋。 你们年轻人仔细把误会解释清楚。 说完, 扶着祝瑶的手跨进院门。 祝瑶小声道, 王妃, 如果让静熙侯顶替小世子认祖归宗, 她的世子妃可不能是商人之女。 您怎么放任他们独处呀? 你懂什么? 叶儿才认回我, 我自然要对她好, 让她尽快接纳我。 静王妃敏唇倾笑, 下河俱要地抬高了些, 一而在边陲长大。 未曾见过盛京城的繁华。 等她到了那里, 见识过世家千金的风度, 自然不会再欢喜一株野草。 王妃英明。 说来, 世子妃的真选也该提上日程了。 主仆俩有商有量地进了屋子。 胡同口。 萧一行至马车前, 她给了车夫二辆银子, 打发她滚。 又对荷叶道, 秋夜寒凉, 去我屋里给你家小姐拿件大厂。 荷叶高高兴兴地去了。 萧一看着车厢, 窗帘低垂, 车帘也是放下的。 小姑娘躲在里面, 俨然不愿意见她。 她略一思寸, 便知道小姑娘误会她了。 她悠闲地靠在车厢外, 仰头注视着清幽月色。 男娇娇, 你觉得, 你家哥哥的眼光有那么差, 看得上能当我娘亲的女人。 我不是沈一潮, 我对比自己年长的女人毫无兴趣。 男宝衣咬着唇绊。 虽然她这么说, 可是男人嘴里说出的话, 又怎么能轻易相信呢? 她道, 二哥哥说得好听, 可是谁知道, 你有没有跟她做些什么? 我爹爹说话也好听, 可你瞧瞧, 她干过一件人事吗? 男娇娇, 我究竟堕落到怎样的程度, 才会让你把我和你爹相提并论? 不许你侮辱我爹爹。 笑意挑了挑眉。 呗, 这小姑娘还是个护犊子的。 她审笑, 可还记得在建门关时, 我与你说过的话。 我出身大雍皇族, 至于我母族, 乃是名门沈家。 我母亲是大雍皇后, 她有个亲妹妹, 也就是沈一朝的二姑母, 远嫁到圣经城, 正是靖王妃。 男宝衣慢慢反应过来, 难道那位美妇人, 是靖王妃? 是全臣大人的亲姻母? 她急忙挑开竹帘, 笑意望向她。 细密竹帘卷起一半, 月色照进车厢, 将她的群居染成温柔的月白色泽, 娇美的小脸出入雍容明艳, 是即将展开的模样。 男宝衣垂下眼睫, 羞愧道, 我该去向姨母, 哦不, 我该去向靖王妃请安。 一来是为刚刚的误会道歉, 二来是晚辈向长辈见礼。 她想给二哥哥那边的长辈, 留下好印象。 笑意吃笑, 还没过门呢, 倒是先叫上姨母了。 她把她抱下马车, 揉了揉她的脑袋, 不必在意她们。 我这边的亲切, 娇娇谁也不必在意。 为何? 笑意想了想, 认真答道, 我跟她们不熟。 她甚至, 连大婚都不想告知她们。 男宝衣无言以对。 不过转念一想, 全臣大人自幼就遭到抛弃, 对那些长辈没有好感, 也在情理之中。 她随笑意踏进别院正厅, 靖王妃已经落座, 正在吃茶。 瞧见她们进来, 她放下茶盏, 笑着迎了上去。 她握住男宝衣的手, 依儿的眼光就是好, 瞧着姑娘长得雪白娇嫩, 像是观音菩萨身边的龙女。 我下午初见, 就喜欢上了。 说着话, 又从云记上取下一根凤凰点脆金布瑶, 出来得匆忙, 未曾准备好礼, 男姑娘勿要见怪。 男宝衣摸了摸布瑶, 受宠落惊。 她怀着真挚单纯的心, 想嫁给二哥哥。 能被二哥哥的长辈接纳, 对她而言, 是一件很值得欢喜的事。 她将布瑶收尽袖, 郑重的朝静王妃行屈膝大礼。 她半蹲在地, 双手交叠在腰侧, 弓声道, 男家小女, 男宝衣, 给静王妃请安。 静王妃万福今安。 也曾在九重宫雀中, 苦苦练习仪态和规矩。 用最完美的姿态面对静王妃, 这是她作为晚辈的礼数。 静王妃瞧着, 面上笑容热情, 眼底却悄然略过冷意。 到底是个不知羞耻的乡野女子, 这就迫不及待地行大礼了。 她可从未承认过她。 但她还是笑盈盈地扶起男宝衣, 温柔道, 自家人客气什么? 从今往后, 宝衣见到本妃, 可不许再行大礼, 否则本妃要生气的。 男宝衣见她如此平易近人, 心里不禁对她生出更多的喜欢。 她乖乖跟着静王妃坐下, 回答她一个个热情的问题, 比如, 平日里喜好做什么, 都读了哪些书, 习的是什么字体? 这些问题都是静王妃精挑细选的, 有利于拉静和男宝衣的关系, 叫她把自己当成可以信赖的长辈。 她纵横王府数年, 对付一个黄毛小丫头, 手道擒拦。 萧衣坐在圈椅上, 懒洋洋交叠着双腿。 她品着鱼味心泡的大红袍, 一双单凤眼, 只盯着男宝衣, 唇齿间溢出浅浅的茶香。 她始终似笑非笑。 小姑娘到底单纯, 斗不过静王妃这等老狐狸。 譬如刚刚行大礼, 若她抬起头稍微看一眼静王妃, 就能读到她藏在眼里的笔薄。 男娇娇行大礼, 她嫌弃她不知羞耻。 若是不行礼, 她会嫌弃她不知礼数。 若是只行半礼, 她又会嫌弃男娇娇不重视她。 所以说, 静王妃这种女人很难搞。 萧衣扯了扯唇角, 弧度讥讽。 提点是不打算提点的。 把静王妃丢给小姑娘练手, 只等她自己发现她的真面目。 小姑娘总要学着处理后院事宜, 总要与权力终枢的皇后王妃, 告命夫人打交道。 长家主母, 不是那么好当的。 夜深了, 静王妃望了眼窗外月色, 温柔地指起男宝衣的手。 我与娇娇一见如故, 心中实在喜爱, 许多话还未来得及说。 娇娇今夜, 能否陪我共请一踏, 底足长谈。 我有好些梯极话, 想与娇娇细说。 男宝衣自然是愿意的。 她望向消逸, 见她不反对, 于是乖巧地硬了下来。 静王妃驾临景观城, 并不是偷偷摸摸来。 因此, 萧毅坦坦荡荡地派人回南府告知老夫人, 只说静王妃在街上瞧见男宝衣, 心生喜爱, 有意留她过夜, 请男家人不必担忧着急。 余威领着丫鬟们, 收拾出一间宽敞的寝屋。 男宝衣陪着静王妃躺在软榻上, 全心全意把她当成自己的乙母看待, 有问必答, 也努力挑景观城的趣事, 讲给她听。 萧毅不在, 静王妃盯着丈慢顶部, 听着那些事, 态度十分敷衍。 男宝衣察觉到她的敷衍, 善解人意道, 王妃长途跋涉而来, 比时累着了, 今夜请早些就请吧。 她正要合上眼, 却听见静王妃慢慢道, 想必, 你已经知道义儿的身份。 她与萧毅说好了, 帮她安排静王世子的身份。 萧毅必然告诉了男宝衣, 她是静王世子。 而男宝衣误以为她是萧毅的亲娘, 所以才带她这般恭敬。 男宝衣一本正经, 我确实知道二哥哥的身份, 不就是大庸皇子吗? 他在建门官的时候就知道了, 他身份尊贵, 索取妻事, 自然要门当户对, 贵不可言。 静王妃话里话外毫不留情, 你可知本妃的意思。 男宝衣盘算着, 再过些天, 朝廷给她的封赏就该下来了。 也不知道朝廷有没有赐她爵位。 她认真道, 王妃放心, 我会努力, 不叫二哥哥丢脸。 如果王妃愿意帮我, 那就更好不过了。 这姑娘, 压根就没听懂她话里的意思。 谁要帮她了? 静王妃哽着一口怒气, 又道, 我听说, 义儿身边连个通房丫头都没有。 她明年就该二十岁。 静王像她这么大的时候, 孩子都有了, 她想把祝瑶送到萧毅身边。 祝瑶是她的心腹丫鬟, 如此也方便她掌控监视这个捡来的儿子。 只是这话由她跟萧毅说不合适, 还得有南宝毅向萧毅主动提起。 她觉得她的暗示已经足够明显。 可是南宝毅却笑道, 二哥哥确实不惊女色。 他这些年忙于事业, 很是辛苦呢。 说完, 自顾睡了。 静王妃在黑暗中, 气得牙疼。 她不是来听她夸奖萧毅的。 她是想往萧毅身边塞女人, 塞女人她懂不懂。 南宝毅一夜好眠, 静王妃却是辗转反侧暗暗生气, 一宿都在抓干脑肺。 次日, 萧毅去处理军营事务。 南宝一陪静王妃用过早膳, 才乘坐马车返回南府。 秋日请好, 清风吹拂着细密竹帘, 南宝一手脱香塞, 水润同眸注视着稀壤繁华的长街, 眸中多了些思量。 昨夜见二哥哥的姨母, 初见觉得亲切, 后来就寝时, 直到静王妃表达了 要往二哥哥身边塞人的意思, 她才惊觉, 静王妃并不如想象中那般和蔼热情, 也并不如想象中那般喜欢她。 王府主母, 果然城府深沉。 看来今后, 哪怕静王妃是二哥哥的姨母, 她也得防着险。 她物资思量, 和叶指着街边的首饰铺子, 笑道, 小姐, 您好些时日没有逛过首饰铺, 不如咱们过去瞧瞧。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南宝一没什么想买的首饰。 只是四哥考中举人, 眼见着要上京参加春围, 她该送件礼物。 南宝一打算送她一件玉佩。 马车在街边停下, 她扶着荷叶的手, 款款下了车, 踏进首饰铺子。 芙蓉街最大的首饰铺, 各种朱差首饰, 摆满了博骨架, 放眼望去, 琳琅满目, 美不胜收。 南宝一手持团扇, 细细逛着, 刚转过拐角, 就听见前方传来讥讽声, 她就是个扫把星。 明明与我兄长定有婚约, 却又辜负我兄长, 还害我家破人亡。 过完京东, 就十四岁了, 听说至今也没有定下亲事, 可见眼高手低, 将来嫁不到好人家的。 是承德与妹妹, 承仔细的声音。 又有姑娘附和道, 是啊, 受她连累, 咱们的婚约都被退了, 真叫人生气。 南宝一那件人, 一辈子嫁不出去才好呢。 南宝一轻摇团扇, 眸光微闪, 便猜出了这些姑娘的身份。 承太守倒台, 承家派系的官员都被牵连罢处。 这些姑娘, 想必都是那些官员家的千金。 何也不愤, 小姐, 他们在背后诋毁您的姻缘, 奴婢揍他们去。 不必。 南宝一轻笑, 对着西洛生传来的方向, 高声道, 劳主也操心了, 小女虽然普柳之姿, 但嫁, 还是嫁得出去的。 那乡的议论, 瞬间静默下来。 说人坏话, 被当场抓包, 毕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 南宝一拿起一枚色泽剔剔头的翠玉环, 慢悠悠端向的功夫, 承仔西和其他几个同龄姑娘, 低着头从角落走了出来。 从南宝一身边路过时, 承仔西忠实忍不住。 他盯着南宝一, 一字一顿, 我哥哥不在了。 哦。 南宝一嫌弃那枚翠环不够完美, 又给放了回去。 承仔西见他要往楼上走, 忍不住揪住他的衣袖。 南宝一回眸, 你哥哥是抑郁而死, 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明明就是你害死了他。 我家落魄, 全是你的错。 你还害死了夏明慧和薛妹。 南宝一, 你夜里睡觉, 睡得安稳吗? 南宝一陷入思量。 片刻, 他小脸上流露出凝重, 确实不怎么安稳。 我常常因为家中富贵, 而忧愁该如何挥霍赢钱, 也常常因为 登门求取我的世家公子太多。 而忧愁如何抉择? 承仔西气的牙汤。 他紧紧盯着南宝一, 忽然冷笑。 我倒要看看, 你将来又能嫁去怎样的人家。 南宝一, 我承仔西今日就把话料在这里, 无论你将来嫁给谁, 我都会去你夫君门前捣乱。 我要告诉他们, 你曾与我哥哥定妻, 你曾害我哥哥家破人亡, 叫他们知道。 你没有忘复命。 南宝一胆了胆袖管。 他抬眸轻笑, 一个需要娶妻 才能沾染好运的人, 算什么男人。 承仔西, 我要嫁的人, 必定是蜀军最有本事的人, 无需我为他雪中送炭, 只需我为他锦上添花。 说完, 叫掌柜的拿出店中最贵的玉石料子, 又花重金定制成玉佩。 承仔西正正看着他, 一个女人活着, 不就是为了嫁到好人家吗? 不就是为了相夫教子, 一切是家吗? 为什么到南宝一这里, 却变了说法。 其他姑娘围了上来, 他们七嘴八舌道, 南宝一这般眼高, 定然是嫁不到好人家的。 就是, 等着瞧吧, 到他急急的时候, 说不定还没定下轻是吗? 承仔西也是这般想的。 他倒要看看, 南宝一究竟能嫁去怎样的人家? 南宝一乘坐马车回了南府, 车厢光影明亮, 他把玩着一只芙蓉花, 眼眸里满是思量。 明年他就十四岁了。 二哥哥, 几时登门提亲呢? 他的身份还没有解决, 真叫他着急啊。 中秋节悄然而至。 二伯南木和大哥南城里, 在劫后就要赶赴圣经, 四哥南城书为了准备明年春天的会试, 也要与他们一到北上。 因此, 今年府里的中秋节十分热闹。 宴席过半, 南宝一和南宝珠结伴来到南城书这一桌。 南宝珠取出一只锦盒, 认真道, 哥, 我拿这些年攒下的私房钱买了六支毛笔, 汉林街上最贵的那六支送给你。 南宝一也取出锦盒。 他道, 四哥, 这是我挑选的和田玉料, 请掌柜的打磨, 雕琢成锦礼玉佩, 寓意于月龙门。 丝涛和骆子, 是我亲手打的, 比不上秀娘的手艺, 你别嫌弃。 我想着君子如玉, 你佩戴玉佩, 会更有风度。 南城书十分感动, 他收下两个妹妹的礼物, 酒窝干净, 等我们在圣经站稳脚跟, 必定接妹妹们前来玩耍, 也见识一番国都是怎样的风貌。 一言为定, 南宝珠活蹦乱跳的, 四哥, 你没事就去街上走走, 替我物色哪些馆子好吃, 到时候列一份清单给我, 大家都被他逗笑。 南宝一也在笑, 灯火烂漫, 祖母他们围在宴席上说话, 伯父和哥哥们也都还在, 家人们欢聚一堂, 是前世他在宫里梦寐以求的温暖。 他笑得开心时, 却察觉一道冷冷清清的视线 落在自己脸上。 他抬眸, 全臣大人正在不远处看着他。 他扣了扣桌案, 朝他眨了眨眼, 起身离习。 南宝一迟疑, 全臣大人, 这是约他出去的意思吗? 南宝一借故去西方更衣, 跟出了花厅。 正是中秋月圆, 游郎外, 一轮明月高挂天穷, 夜风奉来桂花的甘甜, 远处侍女们眉眼带笑地 端着红漆托盘穿行而过, 隐约的司主管弦声, 令府邸犹如摇台仙境。 南宝一走到游郎尽头, 仰角流苏灯笼在风中招展, 将他的影子拉得忽短忽长。 消逸以蓝而立, 玄色袍居烈烈翻飞, 背影透着不经意的凌贵。 二哥哥, 南宝一拎着群居, 翠身换倒。 消逸转身, 懒洋洋朝他张开手, 过来给哥哥抱抱。 在花厅时, 就想抱他了。 只是那里人多, 不方便。 后来, 瞧见他送南成书锦礼玉佩, 他心里妒忌, 就更想抱他了。 南宝一羞怯地环顾左右, 见四周无人, 他才迈着碎步来到消逸跟前, 小雀般投入他的怀抱。 消逸俯了俯他的戏背, 嗓音是一贯的慵懒。 好乖。 南宝一仰起头, 二哥哥唤我出来, 可是有什么话要与我说? 娇娇送南成书锦礼玉佩, 我好妒忌。 消逸捶着丹凤眼, 薄唇含笑。 一枚玉佩而已, 二哥哥若是喜欢, 我改日再买了, 送你就是。 前几日在街头, 娇娇还亲自为他缝补衣袖。 二哥哥, 你连我亲哥哥的醋都吃上了。 消逸不置可否, 他抬起衣袖, 伸到南宝一面前, 娇娇也替我补补。 南宝一嫌弃, 你的衣袖分明是好的。 消逸挑了挑眉, 吃拉一声, 将衣袖扯坏了。 这可是面料很贵的锦袍。 他无言地望了眼消逸, 见他很坚持的样子, 指得道, 我没有随身携带针线, 上回的针线是荷叶的。 消逸从怀里取出针线包, 给。 全臣大人, 竟然随身带着针线包? 他无言以对, 只好给他缝补衣袖。 都说女人醋劲儿大, 可他琢磨着, 他家二哥哥的醋劲儿也是不小的, 真是官位有多大, 醋劲儿就有多大。 终于缝补好了, 他低头咬断丝线。 消逸瞥了眼袖口。 嫌弃? 他沈笑, 男娇娇, 你缝得这是什么玩意儿, 狗啃式的不起者。 明明知道他女工不惊, 还逼着他给他缝袖口。 缝好了, 他倒是又嫌弃上了。 好气啊! 他不愤地瞄一眼消逸的腰间。 二哥哥, 嫌我女工不惊, 却还佩戴着我送你的荷包。 嫌我秀活儿狗啃式的不起者, 那你倒是别佩戴在身上呀。 说着话, 就要去抢消逸的荷包。 消逸捉住他的手。 规格姑娘的小手手, 绵软白嫩, 握在掌心。 他都害怕他掌心的老茧, 各伤他的肌肤。 他扶手, 吻了吻他的指尖。 如湿的触感, 还带着酥酥麻麻的温热。 南宝一有点害羞, 又有点得意。 昔日二哥哥咬我手指头, 都快把骨头咬碎了, 还逼着, 我为你火中取利, 如今却来亲我, 不害臊。 此处灯火幽暗, 消逸耳间微红, 一时竟无法接话。 南宝一接着得意道, 昔日我亲近二哥哥, 给你吃桃花糕, 你去叫我滚, 如今又总粘着我, 非把我交到这里陪你, 害得我连夜宴都吃不安生, 好愁啊。 消逸耳间更红, 不知怎跌, 他感觉脸颊像是 被谁打了两巴掌, 火辣辣的尴尬。 那么久远的事, 有什么可拿出来说的? 难道他不要面子的吗? 他捏着南宝一的小手手, 努力端起兄长的架子, 嗓音低哑的威胁。 南娇娇, 你再说一句, 我亲你了。 偏说, 南宝一像是拽住了消逸的尾巴, 欢喜而骄。 二哥哥在建门关时, 嫌我蠢笨, 骂我满脑子都是豆腐话。 可我满脑子, 明明都是你啊。 我满脑子, 明明都是你啊。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却像有奇怪的魔力, 令萧一的脑子轰然爆炸。 他把南宝一抵在红漆扶栏上, 俯身吻了下去, 娇娇。 清脆甜脆的声音忽然响起。 萧一盯着南宝一, 眼眸会暗深沉, 压抑着浓烈的力气。 为什么, 每次他想亲南娇娇时, 都会有人出来捣乱? 南宝珠带着宁婉舟过来, 笑眯眯道, 娇娇, 二哥, 你们躲在这里干什么呀? 祖母说请了西班子进府唱戏, 就在花园水县那边, 咱们一起去看吧。 走近了, 他惊讶, 二哥, 你干嘛把娇娇抵在扶栏上?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要推他下水呢? 推他下水, 萧一笑容里, 透出一丝变态。 他倒是想把南宝珠推下水。 南宝珠热情地, 牵起南宝一的手, 走吧娇娇, 还有很多大闸蟹呢。 南宝一咬牙, 他被迫随小堂姐往花园那边走, 忍不住回眸妄想消逸, 心底生出些小遗憾。 他其实, 还挺想被他轻轻的呀。 中秋节后, 南成叔等人北上圣经城, 为一家人打拼基业。 而南宝一在府里待了两日, 期盼已久的朝廷风赏, 终于到了。 那日, 正是白鹿为双的时节。 他捂着黄铜汤婆子, 抱着上元杰二哥哥给他的踩紧狮子头, 叔叔伏伏窝在被褥里, 筹谋着玉楼春该推出新戏了。 和叶欢喜地冲进寝屋, 大喜事。 小姐, 朝廷来人了。 要封赏明和二公子。 宣旨的太监已经进了府, 在正厅等着呢。 南宝一的眼睛立刻亮了。 急忙舒喜打扮妥当, 他匆匆来到正厅, 瞧见一家子人都在, 只有全臣大人不在, 许事还在军营。 哟, 南五姑娘终于来了。 传旨太监笑着放下茶盏, 郑重地展开圣旨, 那便接纸吧。 南宝一跪在老夫人身边, 心情很是忐忑。 虽然立了不少功, 但毕竟返回圣经城禀报的人, 是顾崇山。 那个男人心思深沉, 又被二哥哥射击了一把。 他会如是禀报吗? 南宝一有点担忧, 他会不会在圣上面前抹黑他的功绩。 应天顺时, 寿资明明, 景观成男士小女, 慧至蓝星, 贤明婉顺, 于蜀郡大汉中, 立功良多。 致破镇灾, 银被劫暗, 冰雪聪慧, 运筹帷幄。 镇南寺七七四十九天吃斋念佛, 舍身为大汉祈福, 一片冰心, 国而忘家, 揭穿薛定威造反阴谋, 现身医术遏制灾病, 高风亮节, 妙手回春。 南宝一听着, 呆若木鸡。 他怎么不知道, 他有这么棒? 他什么时候吃斋念佛为大汉祈福了? 又是什么时候揭穿薛定威造反阴谋的? 又是什么时候现身医术的? 他自己都不知道啊。 这夸的, 简直叫他面红耳赤啊。 他严重怀疑, 萧义和顾重山谎报了他的功绩。 重点来了, 小太监清了清嗓子, 继续念叨。 南室小女, 南蜀郡之福, 南岳之福。 子以策宝, 封为一品郡主, 封号宝仪。 赏黄金五千两, 白银五万两, 田母千情, 锦段两百匹, 梁居两百匹, 圣经城郡主府一座, 钦此。 他念完, 孝盈盈望向南宝一, 宝一郡主, 谢恩罢。 南宝一还处在镇京中, 他寻思着那点功绩, 撑死封个三品县主, 没想到, 皇帝一来就玩了得大的。 一品郡主? 那可是一品郡主啊。 见到公主都不用行礼的。 南宝一表示, 乡下姑娘没见过世面, 接纸时, 连手都激动地发抖。 他抱住圣旨, 又听见小太监笑道, 还有一道圣旨, 是赐给南家的。 南家听旨, 南宝一又跪了下去。 这道圣旨, 称赞南家高风亮节, 在蜀郡大汉中, 积极愁挫米粮, 救济百姓, 乃是有德性的人家。 圣上亲赐匾额, 玉笔提写了大善人家四个字。 老夫人高兴地合不拢嘴, 抚着那块华贵雍龙的匾额, 激动得老泪横流, 另将是和陈叶柔, 也忍不住红了眼圈。 南宝一很清楚那块匾额的分量。 南家是皇商, 再加上圣上亲笔提携的匾额, 王府门上一挂, 便是官府想找自家麻烦, 也得先掂量掂量那块匾额。 南家, 是被皇族承认的权贵人家。 老夫人命迹嬷嬷, 给了传旨太监封厚的赏钱, 正要留他用饭, 那太监笑咪咪道, 还有一道圣旨, 是给静熙猴的, 咱家还赶着去军营传旨列。 南宝一试探, 公共可方便透露一二。 大喜事, 大喜事, 那太监只是笑, 被前后簇拥着离开了南家。 南宝一眼瞳微动, 圣上大约是想让二哥哥取代薛定威, 坐上镇西大都督的位置。 南越国号称坐拥两百万大军。 可是, 他听沈一朝提起, 南越国实际上只有一百二十万大军, 而三分之一都在属郡。 镇西大都督, 是南越国所有封疆大力之中, 最位高权重的一位。 他由衷地为二哥哥感到骄傲, 正琢磨着送他什么鹤里才好。 小堂姐蹬蹬蹬地跑到他面前。 南宝珠笑眯眯地扶身, 翠声道, 名女给宝一郡主请安了。 南宝一惊吓不轻, 急忙扶起他。 猪猪, 你要叫我折兽是不是? 什么郡主? 那都是外人, 才称呼的。 人家心里高兴吗? 南宝珠真心为妹妹欢喜, 黏黏糊呼呼地搂住南宝一。 老夫人也高兴, 命迹嬷嬷嬷走一趟厨房, 要在府里设庆宫宴。 南宝一回到寝屋, 瞧见圣上赏赐的金银珠宝 已经搬到了屋里。 他打开红木箱, 黄澄澄的金元宝 简直亮瞎他的眼。 都是我的。 他财迷式地扑进箱子里, 搂着金元宝和银元宝, 忍不住重重轻了一口。 昔日的私房钱, 都在镇南寺大火中被焚烧殆尽。 如今这几箱宝贝, 算是填补了他的私房钱。 正高兴时, 南广来了。 他舔着一张老脸, 笑道, 娇娇如今成了郡主, 可见我真是叫女友方啊。 南宝一怀里搂着金元宝, 回头望向他。 他眨巴眨巴单凤眼, 认真道, 爹爹是来问我要银子的, 是不是? 胡说! 南广怒了, 你爹我是那么势力的人吗? 是填补之耻, 问女儿讨要银钱逛花楼买豆鸡的人吗? 南宝一扎扎小嘴, 难道他误会爹爹了? 南广搓搓手, 在他身边蹲下, 温柔地摸了摸他的脑袋, 笑道, 是这样的, 我寻思着娇娇年幼, 这几项元宝, 实在太过贵重, 怕你自己保管不好, 不如爹爹替你保管。 南宝一翻了个白眼, 爹, 他还真就没有误会他爹。 他搂着金元宝, 小声道, 我自己会保管, 爹, 你再不走, 我就叫纪摸摸进来了。 南广看着他防贼时的小表情, 忍不住摸了摸后操牙。 没娶陈叶柔之前吧, 他手里好歹还能有点私房钱。 娶了之后吧, 陈叶柔管得紧, 他好不容易藏点私房钱, 哪怕是藏在地砖里, 陈叶柔也能给他抠出来。 他已经连续几个月, 没有摸过银票了, 都快忘了, 银票摸起来是怎样的滋味。 南广心里委屈, 他伸手, 摸了把南宝一的银元宝。 那滋味, 叫一个销魂? 还没摸够呢? 南宝一嫌弃地推开他, 爹, 你快走, 莫要妨碍我数钱。 娇娇, 爹爹命苦啊。 娇娇, 爹爹没了锦儿, 也没了烟。 锦儿是个吃傻的, 你说他跑出去, 会不会动恶而死? 烟也是, 成家倒台之后就不知去向, 爹爹去成家问了几次, 他们却推说, 烟跟野男人跑了, 爹爹心里苦啊。 娇娇, 爹爹只剩你这么一个心肝宝贝了呀。 娇娇, 眼见着他嚎了起来, 南宝一心里那个烦, 他拿起一只金元宝, 正要塞给南广, 想了想, 又换成一只银元宝。 他认真道, 多得再没有了哦。 南广喜极而泣, 他捧着银元宝, 轻密地蹭了蹭面颊, 我的心肝宝贝啊, 说着话, 颠颠地跑了出去。 南宝一更加嫌弃, 原来在他爹心里, 他和银元宝是等值的, 他命荷叶把这些宝贝都放进库房, 想了想, 他又从小厨房拎了一盒鸡汤, 打算去军营见萧义。 家里晚上准备庆功夜宴, 总要喊二哥哥回来吃酒的。 南宝一坐马车来到军营, 放眼望去, 军帐一望无际井然有序, 士兵们在空旷的土地上操练, 虽是深秋, 却都大汗淋漓穿着单薄, 很有精神头。 瞧着, 就觉得这支军队定然所向披靡, 他踏进萧义的军帐, 传指的太监去别仗休息了, 偌大的军帐里, 只有萧义一人。 桌上是摊开的明皇圣旨。 宽大的屏风横尘军帐, 屏风尚绣活精细, 绣着精致的天下山河图。 他副手站在鱼图前, 极带军靴, 宽肩窄腰, 背影挺刮高大。 二哥哥, 他轻患, 萧义没有回头。 南宝一把石盒放在桌上, 顺势忘了掩那封圣旨。 果然不出他所料, 朝廷侧风二哥哥为正熙大都督接手薛定威的全部军队, 并负责剿灭躲去剑门关外的薛定威。 正熙大都督乃是正义品, 掌边锤大军定南越局势, 是真正的封疆大吏, 义品全称。 南宝一新朝澎湃, 他忍不住嘲笑一扶身行礼, 翠声道, 南家小女给大都督请安, 大都督万福惊安。 请完安, 倒是明白了朱朱为何要向他行礼。 这是一种想与亲人共享喜悦的心情, 仿佛行个礼便能参与到对方的快乐礼。 萧一转身, 面前行万福里的小姑娘, 云环苏妖, 娇美动人, 是他想娶的姑娘。 大都督, 他品着这个官名, 又品了品大都督夫人, 靖西侯夫人这两个名。 品来品去的, 倒是觉得, 靖王世子妃这个称呼, 更好听显。 那是他要给予南娇娇的头衔呀。 他执着南宝一的手, 将他扶起, 信手取来朱沙末, 他握着南宝一的手, 在屏风鱼图上会出一个圈。 南宝一望去, 他圈出来的地方, 是鼠骏。 他好奇, 大都督这是作甚。 鼠骏尽在掌控。 萧一捶眸看他, 夫人可喜欢。 夫人, 南宝一瞬间红透了脸。 他, 他都还没与他定亲呢。 他垂下眼睫, 被握在他掌尖的小手, 逐渐浸出热汗。 他抽回手, 后退两步, 盯着绣花鞋间, 别闹了, 梦浪至此, 叫我生气。 梦浪? 萧一品着这个词, 薄唇微微挑起。 他逼近南宝一, 是谁趁我睡觉时, 对我亲亲抱抱。 是谁三天两头往昭文院跑, 给我送吃的送喝的。 南娇娇, 你吃了不认账, 倒是怨气我梦浪。 南宝一瞳孔微微缩小。 原来, 他知道, 他过去偷摸摸地对他亲亲抱抱, 他根本就没有睡着。 南宝一的香汗, 瞬间就冒了出来, 层层染湿了如群。 羞残得很啊。 他靠在桌上, 明明惭愧的心跳如雷, 却还是努力地振振有词。 那都是二哥哥勾我的缘故, 勾你。 怎么个勾法? 南宝一羞炯。 他总是有意无意地撩拨他, 挑起了他的兴致, 却又戛然而止。 他也是红尘之人, 受不住啊。 他转过身, 便便扭扭地成了一碗鸡汤。 祖母说今日府里三喜临门, 要设夜宴。 二哥哥若是不忙, 与我一道回府吃酒吧。 他红着脸换了话题, 把鸡汤称给萧一。 冷了。 萧一嫌弃。 他又讥讽道, 借着送鸡汤之名, 大老远跑来见我。 南娇娇, 你就这般想我。 我竟不知, 我勾你至此。 这话怎么听着, 他像是重色之人。 他羞肿地咬住唇半, 气啾啾地台步朝军战外走。 萧一轻笑着跟上, 一路经过笑练场, 几名副将赤着肌肉惊悍的上身, 笑着朝萧一行礼问好, 又以异样的眼神注视南宝一。 这么多男人的地方, 令南宝一有点怕。 他揪住萧一的衣袖, 悄悄从他身侧探出小脑袋。 金钗之年的少女, 云记精致乌黑, 肌肤白嫩如玉, 顾盼间都是亮晶晶的天真神采, 一看就知道, 是被骄阳长大的龟秀。 那群副将有兴趣的很。 他们不知道南宝一的身份, 瞧着他和萧一亲密, 便以为是萧一心仪的姑娘, 因此纷纷粗着嗓子, 调笑着打招呼, 夫人吼。 问大嘟嘟夫人啊, 哈哈哈哈, 小嫂子下次再来玩呀。 他们没怎么读过书, 说话轻挑又直率, 叫南宝一休的急忙躲到萧一身侧, 恨不能钻进他的宽秀里。 他连亲事都还没定啊, 怎么就成了全臣大人的夫人, 真叫人害臊。 萧一抚了抚他的小脑袋, 薄唇愉悦翘起。 原来初双入队的感觉是这样的, 他把南宝一扶上马车, 转身吩咐食苦, 传本侯的话, 今日操练任务减半。 午后, 叫他们自己休息。 食苦大喜过望。 平日里主子练兵十分严苛, 没想到竟然也有松懈的时候, 都是托宝一姑娘的福啊。 南宝一还不知道, 自己成了军队里公认的小嫂子和福星。 他如今只盼着全臣大人能早些解决身份问题, 也好把他们的事情提上日程。 他是见识过大世面的姑娘, 知道即使放眼天下, 如萧毅这般优秀的儿郎也是十分罕见的, 所以得赶紧趁着他们两情相悦, 把事情定下来, 不叫别的姑娘抢了机会。 他可以在别的事情上大方, 但唯独在萧毅的事情上, 舍不得大方。 一场秋雨一场寒。 中秋过后, 天气一日接着一日的凉下来, 晨起时, 满云花木都结了薄薄的冰霜, 大雁排列成队。 悠悠然飞向南方。 南宝一味寒。 何叶在屋子里燃上熏龙, 又帮他在熏龙边, 置了矮岸和蒲团。 少女披着一件厚实的胭脂红枝仙鹤大秀, 跪坐在矮岸前写字。 落下最后一笔, 他轻轻喝出一口气, 沉稳地放下毛笔。 何叶蹲在旁边, 捧着塞笑道, 小姐的星座真是精彩, 放到玉楼春演出, 必然能吸引很多客人, 咱们又能赚银子了呢。 南宝一吹干墨指, 丹凤眼清润干净, 他注视着那一行行赞花小凯, 认真道, 这个故事不是为了赚银子, 而是为了纪念两个人。 谁啊? 魏大叔和魏姬。 细白的指腹轻抚过稿纸, 少女眉眼温柔。 我擅自更改了他们的结局, 在破镜重圆的故事最后。 他们回归故土, 很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何叶温柔的注视南宝一。 他家小姐分得轻善恶黑白, 却依旧保持着幼时的温柔。 真好, 他给南宝一添了一盏热茶, 小姐何时把稿子送去御楼春? 奴婢陪您一块儿。 现在就去吧。 南宝一笑眯眯地, 自打见门关回来之后, 还没去探望过韩老板呢。 带着稿纸来到御楼春, 却见今日戏楼冷清, 登上歌楼才知道, 原是韩燕良生病了。 素日里宛如妖精的少女, 并粘粘地靠坐在贵妃榻上, 额头上还带着浅色抹额, 手里捧一碗热蜂蜜糖水, 有一搭没一搭地喝着。 南宝一坐在踏边, 用手背碰了碰他滚烫的脸蛋, 也遇到, 就连深冬时节也要穿薄纱如裙的人, 没想到也有染上风寒的时候。 听南老板的口气, 倒像是盼着我死。 韩燕良没好气, 一场风寒罢了, 过两日就能痊愈。 你又送新的画本来了? 是讲什么的? 南宝一把画本子放在矮机上, 你得空再看, 现如今还是养兵要紧。 我听说, 南老板立了大功, 如今被册封为一品郡主。 韩燕良从枕头旁边取出一张银器, 这是最近半年以来, 玉楼春买卖消息的分红, 我多让了你一成, 你拿着, 全当贺礼。 南宝一接过银器, 巧得很, 恰是他家钱庄的银器。 他仔细看过, 不觉惊讶, 这半年来, 竟然赚了这么多银子。 来买消息的, 都是权贵世家, 不差银钱, 不狠狠宰他们一笔, 怎么对得起我生意人的身份? 说起来, 如今除了景观城, 蜀郡其他城池, 也有人前来买卖消息。 咱们的生意口碑, 算是做大了。 南宝一低头, 只见轻轻服侍过银器上的数字。 十万两文银, 他慢慢抬起头, 单凤眼清润干净。 韩老板, 不出一年, 我们家就要搬去盛京城了。 韩燕良和糖水的动作, 微微一顿, 挑了挑眉, 语调欢快轻松。 这么说, 我今后都不用再拿玉楼春的分红给你了。 真是大喜事。 南宝一笑儿不言。 半赏, 他轻声温柔地抱了抱韩燕良。 韩燕良整个人都僵住了。 南宝一笑容沉静, 我很喜欢韩老板。 与你合作的这段日子, 是我短短十几年人生里, 最快乐, 最独立的时光。 你让我知道, 即使不依靠家里人, 我也能好好活下去。 韩燕良端着蜂蜜糖水, 垂着睫毛, 朱唇的弧度是下压的。 韩老板, 放眼天下, 景观城只是三流小城。 如果你把玉楼春开去圣经, 咱们就能赚更多的雪花文银, 买卖更多的机密消息。 南宝一替他掖了掖宝坦, 抬眸时, 同株里悄然划过野心。 韩老板, 你随我一道入京, 可好。 韩燕良失笑。 他伸出手, 轻轻弹了谈南宝一的额头。 他是没有办法离开景观城的。 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了两百多年, 明面上是戏子, 是茶马道上的劫匪, 但实际上, 他们却有着铁的纪律。 他们, 是一支军队。 两百多年前, 辟逆天下, 纵横百合的军队。 那之名为天书, 追随大雍开国皇帝, 奠定诸国基业的军队。 尽管昔日的荣耀早已被人遗忘, 但他们无悔亦无据。 他们相信, 藏在宝侠中的利刃, 迟早会重新出窍。 韩燕良替南宝依铭起一缕碎发, 嗓音透出难得的认真, 此去山高路远, 南老板定要珍重。 到你离别的那日, 莫要告诉我, 我只当你还在景观城, 还是南府那个懵懂稚嫩的小丫头。 我呀, 不认识什么宝依郡主, 我认识的, 始终是南府那个天真娇美的小丫头。 她说完, 南宝依的鼻尖, 情不自禁地泛起酸意。 她压下涌出的泪意, 沉默地按了按韩燕良的手背。 她起身离去, 走到珠帘旁, 忽然又回头道, 你病了的事, 可要告诉沈公子。 韩燕良玩耳, 爽快道, 告诉他吧, 我正嫌一个人养病没气儿呢。 南宝依乘坐马车, 离开了御楼春。 本玉直接回府, 又想起得去一趟书局。 他得把另一份稿纸送给书局掌柜, 好叫他勘印成册, 配合御楼春的新系一同售卖。 书局重新装修过, 环境清幽干净, 还专门设了读书的哑作。 接待南宝依的侍女, 恭敬笑道, 掌柜的出门办事去了, 南姑娘不如上楼做做, 近日书局新到了一批孤本, 是前朝怪谈, 读来很有意思, 南姑娘应当喜欢。 南宝依没有意义。 他叫荷叶在楼下等掌柜的, 独自拎起群居, 轻盈往楼上走。 秋日午后, 木楼光影昏货。 梨花木书架伶俐, 几盆惊心试弄的芙蓉花, 恰到好处的点缀其中, 空气里弥漫着油墨的清香, 仿佛时光在此, 悄然慢了下来。 南宝依绕过几排书架, 果然瞧见了新到的那几卷孤本。 他伸手去拿, 还未摸到书籍, 一直修长白皙的手, 轻轻握住书籍。 南宝依差一望去, 身侧立着一位年轻公子, 不过二十岁左右, 容貌清俊如松竹, 杏黄色直多穿在他身上, 有种温润如玉的高贵质感。 最引人注目的, 是他那里眼角泪质。 恰似画龙点睛般出挑, 叫人一下子就记住了他的容貌。 南宝依正正的, 那位贵公子没料到, 这本书恰是他想要的, 愣了片刻, 笑着双手奉上, 姑娘先请。 南宝依没动作, 他依旧看着他, 梁九露出浅浅的笑容。 他识的这个人, 南越国当朝太子, 楚淮南。 他穿戴如寻常富家公子, 料想是来景观城微服私访的。 也是, 蜀郡这一年来, 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除了顾崇山前来查探, 朝廷必是要派更加位高权重的人过来瞧瞧的。 楚淮南是个任人为贤, 人善清明的太子。 前世在宫中, 他被摸摸法扫藏金阁, 险些饿死在那个鸟不拉屎的鬼地方。 楚淮南去藏金阁翻阅史书, 恰巧撞上了他。 一犯之恩, 南宝一莫尺难忘。 不过这一世, 南宝一尚且还没有见过楚淮南。 他玩二, 公子庄树不像是景观城本地人, 可从远方来, 这本《南山经》公子先寝。 说完, 威夷汉手, 台步离开了三楼。 楚淮南握着那本古籍, 秋阳被灵花窗割裂成无数碎片, 满是尘埃的光影中, 依稀残留着那个少女所携带的芙蓉花香。 楚淮南轻笑着摇摇头, 垂眸翻开书卷。 景观城人杰地灵, 才能养出那么娇美金贵的少女吧。 待人谦让婉约, 比起圣经城的世家贵女, 似乎更有风度怀疑。 不知那位传说中的宝仪郡主, 比起这姑娘何如? 这一趟景观城之行, 想来会很有意思。 南宝一去楼下雅坐等掌柜的。 侍女娶来花糕, 恭敬道, 姑娘喝什么茶? 南宝一端坐在书案旁, 慢悠悠翻了一页书, 不假思索, 大红袍。 侍女站在窗盘欺查, 窗外正对着繁华的街景。 南广揣着一定宁愿宝, 打书局外面经过。 许久没尝过, 揣着私房前的滋味。 她心里颠颠的高兴, 哼着小犬, 脚步愉悦地往歌楼而去。 如花宝贝, 思玉宝贝, 晨玉宝贝, 洛艳宝贝, 她掰着手指头, 越念到越高兴, 也马上来宠你们了。 她太高兴了。 行至长街拐角, 冷不防撞上人。 哎呦! 她哼叫着爬起来, 一边拍衣服上的灰, 一边没好气地骂。 什么人啊? 走路不长眼睛呢? 当心我叫我二侄子揍你。 嗨! 你这人怎么说话的? 冲撞了我们爷, 可是大罪! 对方被侍从小心翼翼地扶起来。 那侍从面白无须, 有些上了年纪, 声音十分尖细, 掐着兰花纸, 不愤地指向南广。 南广嗷呦一声, 故作害怕, 搬腐了腐心口, 我好怕怕哦。 你家爷是什么身份? 说来我听听。 左不过就是个乡绅富豪。 你可知我什么身份? 他得意洋洋地插腰, 静息猴, 振兮大嘟嘟的威名, 听说过吧? 我便是他三叔, 轻的那种。 是从灭笑一声, 正在鄙视一番, 他家主子抬起折扇, 示意他住口。 那是个与南广同岁的中年男人。 生得雅致俊秀, 穿一席华贵的锦袍, 唇上留了两撇小胡子, 不孝时也带着三分喜气, 看起来十分平易近人。 皇上, 侍从低声, 这刁民仗着静息猴的官威, 欺负人哪。 咱们是微服私访, 男人同样低声, 不可暴露身份。 再说了, 朕这趟南下景观城, 是为了与民同乐, 怎可惩治百姓。 朕瞧着, 这老家伙还挺有意思, 大约是南家人, 且与他乐呵乐呵。 说完, 笑眯眯朝南广拱了拱手, 在下出来景观城, 冲撞了胸台, 还望胸台勿要怪罪。 这般态度, 令南广颇为受用。 他惯来是个喜欢结交朋友的, 于是上前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不打不相识, 敢巧我今日得了一定银子, 我请你吃酒去, 带你好好领略一番景观城的美食和美人。 胸台如何称呼? 哦, 在下姓黄, 排行老六, 你唤我黄六就好。 我姓南, 人家都叫我南冒冒, 你称呼我冒冒就好。 两个大老爷们, 勾肩搭背地走了。 侍从看得目瞪口呆, 好半晌, 他无奈地摇摇头, 只好跟上。 南广只有一定银子, 顶好的酒楼去不了, 顶好的花船和花楼也去不了。 他很是傲丧, 只得领着黄六去了景观城一条偏僻的花街。 这条花街是比较次等的寻乐之地, 他素日里是瞧不上的, 但为了在新交的朋友面前维护形象, 他笑道, 黄兄, 你别看这地方不上档次, 美人却是有的。 我听人说, 这里前阵子来了位若不胜一的小美人, 换做胭脂, 我领你去瞧瞧。 两人说着话, 一路来到装饰艳俗的姚子前。 老宝不识的他们, 拿了南广的一定宁愿宝, 洗得合不拢嘴, 急忙到, 两位也里边请。 胭脂就在房里等着, 不知哪位先请。 他? 他先请? 南广仗义, 你替我准备一壶酒一碟花生米, 我在隔壁听听小曲就好。 好嘞。 老宝笑着去安排了。 白面的公公小声劝道, 皇上, 这种地方多脏啊, 没得污了您的龙体。 这南三爷也推乱来了, 咱们还是走吧。 你懂什么? 皇帝不乐意, 朕这叫与民同乐。 人家一番好意, 咱们怎可辜负? 去, 你跟他一道听曲儿去。 白面的公公不敢再劝。 他们家这位万岁爷别的不爱, 就爱民间奇奇怪怪的东西。 出出宫门, 见到扛着糖葫芦叫卖的老头子, 都能乐呵呵地追在后面看, 能看半条街。 如今人生头一回逛窑子, 能把他劝出去才怪。 闺房光影, 暗淡。 南烟裹着云烟粉的青纱, 面无表情地坐在庄镜台前。 他听见隔扇的枝鸭声, 红唇倾起妖异的弧度。 他知道, 又有客人来了, 透过镜子, 他看见那是个中年男人, 穿着华贵的锦袍, 不像是会逛这种低等花街的人。 他心底微微一动, 如果他有钱有事, 可不可以求求他把他熟出去呢? 这个念头从脑海中掠过, 他站起身, 风情万种地靠在庄镜台前。 这位叔叔容貌风雅, 不知从何处而来。 说着话, 嫩偶似的玉璧, 轻柔地勾上皇帝的脖梗。 皇帝是正愣的, 他只是抱着看看热闹的心思而来。 没想到, 这种地方, 居然还有这般美貌的少女。 眉眼妩媚, 肌肤盛雪, 明明身在封尘, 却偏偏又有股书眷气, 瞧着像是读过书的人。 浅笑低语间, 名谋好齿, 狡黠如小狐。 有着他在后宫三千加历里面, 从未领略过的风情。 皇帝有些口干舌燥, 隔壁相防。 一名姿色中等的姑娘, 怀抱琵琶, 咿咿呀呀地唱着小曲。 南广边扣机捉案, 边跟着哼哼, 琵琶声以你婉转。 恰似女子在水边的浅唱低吟, 勾人得很。 似是心有所感, 南广忽然回头, 望了眼一强之隔的厢房。 那位皇兄, 约莫见识到景观城的风情了吧? 虽是白日, 可窑子里依旧光影暗淡。 雅座里挂满了烟粉色沙障, 营造出图迷移你的气氛。 一炉甜香在角落栩栩燃烧, 呼吸之间都是风情万种。 一只娇嫩细白的手, 轻轻挽起丈慢。 南广用手指梳理着黑云式的长发, 起身下踏, 回眸间如玉生烟, 妩媚如狐狸, 奴家伺候叔叔穿衣。 说着话, 赤脚走到挂满衣物的牧师旁。 他伸手去拿锦袍。 一枚玉佩从锦袍的袖带深处掉落, 恰好滑落在南烟掌心。 南烟垂眸。 那是一枚色泽完美剔透的龙形玉佩, 苍龙囚境, 雕工细腻, 栩栩如生, 如有龙威。 不过瞬间, 南烟心头却已经掀起万丈波涛。 龙形玉佩, 只有皇帝和太子, 才有资格佩戴。 踏上那人年纪与他父亲相当, 绝不可能会是太子。 他刚刚伺候的, 难道是当今天子? 是了, 他虽然身在窑子, 却也听说薛定威密谋造反, 想必惊动了天子, 他是特意威服私访前来的。 握着玉佩的手, 指不住地轻颤。 他曾夜夜求神拜佛, 祈求上仓赐予他逃出升天, 东山再起的机会。 而如今, 那个机会就摆在他面前。 只要能抓住, 是当今天子的女人。 警官成首富算什么东西? 男宝衣又算什么东西? 男爷压下心头的悸动与狂喜, 不动声色地把龙行玉佩放回袖带。 他用铜钩挽起账卖, 亲自侍奉皇帝穿上鞋袜, 又伺候他更衣梳头。 低头扣上腰带时, 泪水悄然滚落面颊。 皇帝联系他年幼, 于是好生好气地问道, 好好的, 怎么哭了呀? 我遇人不输, 被迈进了窑子。 您是这段日子以来, 带我最好的人。 男爷拿手背擦拭眼泪, 叔叔, 我很欢喜, 特别欢喜。 说着, 声音就化作乌液啼哭。 像是落入猎人陷阱的小胡, 可怜又妩媚, 格外叫男人联系。 皇帝越发可怜他, 牵着他的手坐到榻上。 你与我说说, 怎么个愚人不输法? 若是拐卖来此, 我替你做主。 男爷倚着他, 哽咽道, 我原是男家三爷的女儿, 自幼教养长大, 也算饱读诗书。 后来成太守家的公子, 看中我的美色, 利用官威压迫我和我的家人, 用强硬的手段, 把我抢进了家门, 后来成家饭事, 满门败落。 成夫人拿我撒气, 把我迈进了这种地方。 叔叔明鉴, 我的品行恰似高山秋菊, 宁愿枝头暴相死, 何曾吹落北风中? 我不依, 宁死都不愿接客。 老宝拿绣花针狠狠扎我, 还威胁我, 如果我不听话, 他就到处宣扬男家的女儿不要脸。 我为了家族着想, 只好舍弃自己保全家族的名声。 他说着说着, 捂住脸啼哭出声, 俨然悲怅至极, 皇帝满脸愤怒。 他竟不知再难越国, 还有这等丧尽天良的事。 他牵起南烟的手, 沉声道, 你父亲就在隔壁, 你放心, 你受的委屈, 我会替你讨回公道。 南烟梨花带雨, 他泪眼朦胧, 而又满寒如木地看着皇帝, 伴赏, 忽然决绝地跪在他跟前。 他仰起小脸, 嗓音细媚, 如果叔叔能帮我, 那您就是爷儿的恩人。 爷儿自知身子肮脏, 但爷儿一无所有, 无以为报。 锦衣此身, 为您做牛做马, 撒扫停街, 还望您收下爷儿。 少女那份如木鱼感激, 几乎要溢出眼睛。 没有男人可以拒绝 被这样一双寒泪的信念注视, 没有男人可以拒绝 这样的头怀送抱。 皇帝感动于他的单纯和善良, 于是亲自扶起他。 他正色道, 你性情纯洁, 乃是世间少有的好姑娘。 既然占了你的清白, 我自然不会不给你名分。 走, 我带你去见你父亲。 男烟穿上大袖, 乖乖跟着他往外走。 穿过珠连时, 他抬起眼睫, 瞳孔藏满饥讽与恶毒。 他东山再起, 已是指日可待。 不知道男宝衣, 可有准备好接受他新的身份。 终究只是个商户千金而已。 后妃, 他算什么呢? 男烟深信, 再次见面时, 男宝衣将与男家众人一起, 恭恭敬敬地跪在他脚下, 换他娘娘。 被男烟惦记的少女, 此时还等在书局里。 半盏大红袍已经凉确。 男宝衣和尚书卷, 问道, 你们家掌柜的, 何时回来? 侍女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他迁就道, 掌柜的出门前说, 只是与有人吃顿饭, 很快就回来。 但我们掌柜一向不着调, 许是醉酒不归, 也未可知, 男姑娘若是等急了, 不如暂且先回府里, 等掌柜的回来, 奴婢让他登门拜访您就是。 男宝衣望了眼窗外, 临近黄昏, 街头起了风, 天际乌云压境, 光影暗淡, 眼见着要落一场秋雨。 他不愿再等。 放下茶盏, 起身道, 我明日在登门拜访。 何夜为他系上胭脂红的装断斗篷。 侍女瞧得有些出神。 这位男家的五姑娘, 自打去年花招节后, 名声就逐渐畅想。 如今, 到了金差之年, 容貌也长开不少, 肌肤盛雪, 带眉红唇, 顾盼盐盈盈动人, 恰似金丘的芙蓉, 娇美金贵, 看一眼便知道, 是被人精细养在深闺里的富贵娇花。 自打进封郡主之后, 气度不娇不媚, 反而更加雍容风雅。 她是那种女儿家看了, 也觉得好看的类型, 男宝一台步走出书局。 何夜得意地对侍女眨了眨眼, 我家小姐好看吧。 侍女闹了得脸红, 笑道, 宝一郡主, 自然是极美的。 我每日清晨瞧见小姐, 就觉得她比昨日又好看两分。 何夜笑眯眯地, 真不知道景观城里, 谁有福气娶到我家小姐。 说着话, 紧忙去追男宝一。 街头的风, 渐渐大了。 邻街的摊贩们, 吆喝着售卖最后一点商品。 九楼齐帆被吹得翻了过来, 发出急剧的速速声。 男宝一捧着手稿, 正要登上马车, 冷不防远处传来马蹄声。 红衣女子侧马来。 她被冲撞在地, 厚厚一打稿纸, 随着秋风卷上漫天。 书局三楼, 楚怀南平窗而跳。 深秋的风, 熙嚷的青石阶。 她跌倒在地, 红斗篷恰似盛开的芙蓉, 仰起头注视着漫天稿纸, 眉目盈盈是天地间最娇贵纯真的美。 这一刻, 楚怀南的心跳忽然失衡, 没有男人能够抗拒这等美色。 所谓的坐怀不乱, 不过是因为对方还不够美。 圣人言, 石色, 杏也。 君子了二十年的楚怀南, 在这一刻怦然心动。 男宝一捡起满地的稿纸, 红衣少女侧马转回来, 皮靴静装, 腰间跨着宝剑和皮鞭。 她摘下皮鞭, 立声怒骂。 本姑娘侧马过来, 你眼瞎看不见吗? 若是经了本姑娘的马, 你赔得起吗? 男宝一始终静默。 她不声不响地剪着稿纸, 过于纤长的睫毛, 遮住了童谋里的冷意。 原来这次前来景观城的不只是太子, 还有三公主, 楚月星, 城王一母同胞的亲妹妹, 圣经城最嚣张跋扈的公主, 曾在宫中百般嘲笑她毁容的丑陋, 曾变着法地带领太监宫女欺负她, 曾把她绑在蚂蚁巴上, 拖着她急吃过功力的行报。 浑身肌肤被生生磨出血, 无论如何哭求讨饶, 也无法换取半分联系。 那种痛苦, 哪怕过了这么久, 她也依旧难忘。 和叶帮着她捡起所有稿纸, 男宝一直起身, 隔着满街繁华, 静静看着楚月星。 这飞扬跋扈的公主, 在前世疯狂爱上了全臣大人。 屡次告白, 却终究得不到回应, 最后铤而走险, 孤身跑到帝师府, 在萧义的茶酒里面下药。 满皇宫的人都知道, 她再也没能活着从帝师府出来。 全臣大人在第二天, 进现了一只酒气进宫, 以美人头骨制成。 谁的头骨, 不言而喻。 男宝一盯着楚月星, 但粉铃唇忽然扬起一个弧度。 挑衅, 张扬, 无所畏惧。 她再也不是被人嘲笑丑陋的小宫女, 再也不是任人欺负的小宫女, 再也不是被绑在蚂蚁巴上, 痛哭哀嚎的小宫女。 她温声细语, 但是态度并不退让, 这条街园就禁止尺码。 你违反规则在先, 怎么好意思怪我? 楚月星惊讶挑眉, 随即怒意更胜, 我活了这么大, 还没有人敢用你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现在有了。 男宝一微笑。 楚月星咬牙, 半赏没能接上话。 眼前的少女, 不过惊差之年。 看起来柔弱娇贵, 但那双丹凤眼盛满了梁宝冷意, 像是隔着千万座冰山在看她, 像是一眼就能识破她全部的底细。 这样的眼神, 楚月星只在自己母妃脸上看见过。 她的母妃是宫中最得宠的江贵妃, 主掌六宫, 大权在握。 可眼前的姑娘, 只是边垂城池的名女。 她凭什么也有这般识人的眼神? 她稳了稳心神。 她是公主, 圣经城里最得宠的公主, 就连父皇微服私访, 也愿意带着她前来景观城。 在这个名女面前, 她是绝不会示弱的。 她用鞭子指向南宝一, 你这贱民, 可知道你在跟谁说话。 我命令你马上跪下来, 向我克三个响头, 赔礼请罪。 南宝一审笑, 她把稿纸递给荷叶, 随手取出一把紫竹骨折扇。 她不卑不亢地站在街边, 轻轻摇开折扇的姿态, 犹如世家贵族之中, 最讲究规矩的小淑女。 你骂我是贱民? 你又是什么东西? 她抬起白嫩下河, 气势夺人, 却并不显得咄咄逼人。 娇美的眉目间, 只有笔墨无法描摹的高贵。 当街纵马, 事是恶行凶, 便是天子脚下, 也要问罪。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所以, 你是什么东西? 连礼仪法度也不放在眼里。 你比天子更加高贵吗? 相当冷漠的一番话。 楚越兴气的摩牙, 漆黑的马鞭指着南宝一, 却说不出反驳的话。 她只是公主, 当然不比父皇尊贵。 受不了太多, 历声道, 来人啊, 这贱人以下犯上, 给本公主把她拿下, 本公主要亲自把她眼睛挖出来。 藏在百姓之中的护卫, 立刻拔刀而来, 把南宝一团团围住。 楚越兴满脸得意, 她居高临下地盯着南宝一, 言语间满是轻贱, 打死都想不到, 本姑娘乃是当朝公主吧。 哼, 本宫随父皇御驾南下, 乃是为了巡查蜀郡。 不曾想, 竟被你这刁鸣顶撞, 你不把皇族放在眼里, 乃是以下犯上, 密谋造反。 本公主今日做主, 挖你双眼, 诛你九族, 为名除害。 南宝一始终纯带审笑, 以下犯上, 密谋造反, 挖她双眼, 诛她九族, 为名除害。 这就是当朝三公主, 楚越兴, 罔顾黑白, 草菅人命, 以伤害别人为乐。 可是, 她再也不是昔日被随意欺凌的小宫女。 她是南家明珠, 是宝夷郡主, 是镇西大都督的妹妹。 她的身份, 足以媲美公主。 子竹骨折扇, 慢悠悠地咬着。 她微笑, 我竟不知, 公主意欲诛杀功臣。 什么功臣? 楚越兴不耐烦? 蜀君大汉, 我家开仓放粮, 救济无数百姓。 薛定威密谋造反, 我兄长率兵征伐, 及时揭穿造反阴谋。 公主要诛我九族, 便是要诛杀南家, 诛杀镇西大都督。 不是诛杀功臣, 又是什么? 少女的声音不疾不徐, 透着戏血和讥讽。 拼家事, 拼背景吗? 张张嘴的是, 谁不会? 楚越兴嚣张跋扈的神情, 一点点变得难看。 这个贱人, 居然是南家的姑娘? 难道, 她就是被那个死烟奴称赞的蜀郡福星, 被父皇破例册封郡主的南宝衣? 若果真如此, 她还真没法取她性命。 静西侯的兵权, 南家的颇天富贵。 她不想要, 她哥哥成王却想要。 思极此, 楚越兴棉强脸去跋扈。 她扯着嘴角笑了笑, 本宫当是谁? 原是大名鼎鼎的宝衣郡主, 刚刚多有得罪, 还望你不要见谅。 说着道歉的话, 却依旧骑在高头大马上, 不见半分诚意。 南宝衣伸出细白指尖, 好整以侠地弹了弹, 护卫出窍的利刃。 她轻笑, 我长这么大, 还从没被这么多人用刀指过。 好委屈。 楚越兴脸色更加难看, 这见人得寸进尺, 难不成还指望她给他磕头请罪不成。 三楼临窗, 楚怀男居高临下。 少女系着胭脂红的斗篷, 身段恰似一株柔嫩的芙蓉, 露在外面的细景白逆纤细, 优雅的线条蔓延到斗篷深处, 莫名销魂。 在楚越兴即将暴怒前, 楚怀男道, 三妹。 她撩起锦袍, 扭持刀剑的侍卫便都退了下去。 她转向南宝一, 姑虽然身处圣经城, 却也听说过宝一郡主的大名。 镇南四起雨, 你的前程感动了上苍, 这才被上苍负责庇佑, 给蜀郡带来雨水。 你是蜀郡的福星, 更是南岳的福星。 她怎么不知道, 蜀郡落雨, 是因为她的前程感动了上苍。 所以, 顾崇山究竟是怎么向朝廷禀报那场事故的? 环福星, 她怎么听着, 她像是吉祥物? 但眼前的楚怀男都自称姑了, 也是表露身份的意思。 她恰到好处的福身, 姿态温顺, 又不卑不切。 南家小女, 南宝一, 给太子殿下请安。 不知殿下驾临景观城, 如有冒犯之处, 望太子见谅。 楚怀男虚服了一把。 她道, 宝一自幼在景观城长大, 料想对这里很是熟悉。 姑可有荣幸, 请宝一带姑游览景观城。 南宝一是拒绝的。 虽然太子仁慈, 前世也曾对她有过一范之恩, 但孤男寡女共有景观城, 算怎么回事? 她已是与人许过死生气阔的姑娘。 正要婉言俱绝, 街道尽头传来马蹄声。 信息喉来了。 随着高呼, 百姓纷纷退避到街侧, 恭敬又惊艳地望向街道尽头。 秋风呼啸, 乌云压境。 一只矫健的海东青从街道尽头急飞而来, 发出锐利的高笑。 年轻的侍卫们在前方开路, 黑金齐帆招展, 大书着肖字。 一群弹金皮毛的猎犬, 嚣张熬叫着, 跟随侍卫急奔。 侍卫们前呼后拥之中, 那隔代军血的年轻侯爷, 骑在荆棘黑骏之上, 大红斗篷烈烈翻飞, 眉目毅力高深, 丹凤年凛冽入骨, 有着比东翼更加涉人的锋芒。 行至跟前, 带起的疾风掀起了三人的衣衫。 楚怀难看着他, 原以为静息侯只是边垂城池的公子, 顶多有一副强健体魄, 没想到, 竟有这般俊美夺人的容貌, 和格外威仪领贵的气度。 不像是出身商家的人。 萧义抬起手臂, 那只海东青盘旋着落在他的手臂上。 他垂下眼尾, 瞥向南宝一, 今日与军中几位统领在城郊狩猎, 才回城。 快要落雨了, 你在这里做事。 随便逛逛。 南宝一弯起眉眼, 落在楚怀难眼中, 是对萧义毫不设防的姿态。 也是, 他们毕竟是兄妹。 南宝一想起什么, 把楚怀难和楚月星介绍给了萧义。 萧义并未下马。 他在马背上点头致意, 太子驾龄乃是景观城的大使。 想必太守那边会仔细招待。 蜀郡的新任太守, 早在十天前走马上任。 接待太子南巡, 本就是地方官的任务, 确实与萧义关系不大。 只是, 他这般居高临下, 令楚怀难心中生出一股不悦。 但不可否认, 萧义年少有为, 乃是南越国栋梁之才。 他嗜财而傲, 而楚怀难自认为有容下他的度量。 他笑容依旧谦逊温和, 很有大国太子的风度, 大都督精彩绝艳, 宝夷郡主更是美貌倾城。 这趟南巡, 孤不虚此行。 楚月星紧紧盯着萧义, 他在圣经城, 从未见过这般俊美的男人。 比他悄悄在宫里养的面首, 还要风姿卓绝, 好想, 好想把他眷养起来。 他难以自意地咽了咽口水, 柔声道, 侯爷风度翩翩, 令本宫甚是惊艳。 既然在此偶遇, 不知本宫可有那个荣幸, 随侯爷归家, 也看看传闻中的南府, 究竟是什么样的大善人家。 萧义看他一眼, 眼神里的冷漠, 世本人都能看出来。 他朝南宝义伸出手, 伏底简陋, 住不下公主, 这尊精之玉叶。 南宝义把手放在他的掌心。 楚月星呆呆看着萧义, 将他抱上骏马, 朝南府急驰而去。 直到侍卫队伍消失在街道尽头, 他也没舍得收回视线。 楚怀男摸了摸腰间佩语, 不知为何, 他觉得这对兄妹, 似乎比别的兄妹要更亲密些。 彼此注视时的目光, 更是格外温柔。 他忽而轻笑, 人家自幼一同长大, 清静些, 也在情理之中。 他正要离开此地, 一道轻瘦的身影, 忽然从人群之中奔了出来。 承载熙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太子殿下。 楚怀男垂眸望去。 承载熙扬起小脸, 名女是承太守之女, 承载熙。 昔日跟随父亲前往圣经城树植, 与殿下在宫宴上见过的。 楚怀男附着手, 温和道, 孤寂的你。 承惠和薛定威, 明面上虽是不参与皇权争斗, 但实际上却站在他那边。 他能顺利坐上太子之位, 这两人功不可没。 这次薛定威造反, 险些连累到他。 而痛失蜀郡的支持, 他的太子之位摇摇欲坠。 所以他才会主动情愿, 跟随父皇共赴蜀郡。 他, 想拉拢萧义。 承载熙显然也知道, 他父亲从前效忠太子。 他哭哭啼啼地站起身, 叫声道, 父兄先后出了事, 小女子和母亲在府里相依为命, 受尽欺凌。 殿下, 今日见到您的天言, 小女子好生欢喜。 父亲曾屡次提起, 太子仍厚。 看在昔日父亲效忠他的份上, 太子定然会对他多加照拂。 如果有可能, 他想侍奉太子。 如此, 也算对得起昔日太守千金的身份。 楚怀男联系他, 温声道, 姑一向以为, 朱连这种刑罚, 是所有律力里面最要不得的。 承惠犯下滔天大罪, 是他一个人的错。 与你们这些女流之辈, 又有什么关系? 你是可怜人, 姑自会多加照顾你。 承载熙千安万现。 楚月星看着他们, 翻了个白眼。 他想着萧义英明神武的模样, 不禁提议道, 皇兄, 这次南巡, 陈妹不愿意住在驿馆或者酒楼。 陈妹觉得, 南家就不错。 不如你去找父皇商量商量, 咱们一起住进南家。 楚怀男正有此意。 他有一个想法。 如果他提出, 迎娶南宝义为太子妃, 萧义是否愿意带着五十万兵权, 站在他那边。 南家是否愿意以颇天富贵, 支持他登基为帝。 就在兄妹俩各怀心思时, 另一边, 皇帝牵着南烟来到隔壁厢房。 南兄, 南广正听曲儿呢, 扣着矮暗打拍子, 笑眯眯盯着唱曲儿的琵琶女, 换我做甚呀。 那美娇娘, 伺候得可好。 南烟抿着唇, 他盯着南广, 这生生父亲, 一如从前那般不着调。 可是不知为何, 今日他瞧着, 竟格外的亲切慈祥。 他眼泪滚落, 哽咽着扑上去抱住南广。 爹, 南广打拍子的手, 将在半空。 嬉笑的神情逐渐凝固。 他慢慢转过脸, 不敢置信地看着怀里 啜泣悲伤的少女。 他穿单薄轻挑的淡粉如裙, 细白稚嫩的脊背, 大半露在外面。 肌肤上, 遍布伤痕和暧昧痕迹。 他哭得那么凄惨, 不用细想, 就知道他这段时间以来 经历了什么。 南广双手发抖, 血丝在他的眼瞳里弥漫, 他的鼻尖涌上浓烈酸液, 声音止不住地发抖。 程家, 可是程家把你送到这里的。 是了, 程慧倒台之后, 他就听说这条花街 多了个名叫胭脂的小美人。 他听说了, 却没有放在心上。 如果, 如果他来得早些, 他的宝贝女儿 是不是就不会遭受这么多伤害? 灭顶的悔恨几乎将他整个掩埋。 他颤抖地抱住南烟, 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 南烟浮在他怀里, 同样哭得撕心裂肺。 皇帝感慨地看着, 伴赏, 他安慰道, 如今你们妇女团圆 也算喜事一桩。 南兄, 当务之急, 是带耶儿离开这里, 回家里去。 耶儿是个柔弱善良的姑娘, 遭受了这么大的伤害, 必然是不想再待在这里的。 南广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他透过朦胧泪眼, 复杂的望眼皇帝。 这个与他称兄道弟的男人, 睡了他的女儿, 还是在他眼皮子底下睡的。 他心里难受, 正在破口大骂, 南烟及时遮住他的嘴。 他哽咽道, 父亲, 如果不是恩公叔叔, 耶儿还会继续沦落红尘。 父亲, 我很感激他, 愿意为奴威逼地伺候他。 耶儿, 他年纪都能当你爹了。 南广恼怒, 白面无须的大太监, 悄悄翻了个白眼。 他见自家主子笑容温和, 于是奸声道, 好你个南广。 你可知, 你埋态的是什么人? 我管他是什么人, 便是当今天子。 这把年纪, 也不该睡我女儿。 皇帝当即笑出了声, 他轻抚胡须, 含笑拍了拍南广的肩膀。 南兄, 朕果然没有看错人。 你性格直帅纯真, 是个值得交的朋友。 不瞒你说, 朕的确是当今天子, 近日微服私访, 前来景观城。 如此身份, 可配得上你女儿。 南广满脸错愕。 当今天子, 这个黄六, 是在开玩笑吧? 南烟故作惊讶, 抬手捂住小嘴, 轻声道, 恩公叔叔, 您怎么可能会是皇帝呢? 您如此慈哀可轻, 如此平易近人, 又如此年轻力壮, 怎么可能是当今天子? 一番话, 明明是质疑, 却令皇帝心头舒爽。 任哪个老男人, 被小姑娘夸赞, 年轻力壮, 都是值得高兴的事。 他倾壳一声, 从袖带深处, 举出龙形玉佩。 玉佩雕功栩栩如生, 还坠着明皇流苏。 此物, 乃是天子佩戴的东西。 他抬手, 内侍太监又小心翼翼地呈上锦盒。 锦盒打开, 里面赫然是传国玉玺。 南广呆愣愣坐在那里。 他请客吃酒的人, 居然是当今天子。 南兄, 你现在, 可相信朕的身份了? 皇帝朗声大笑, 朕看中你女儿贤惠善良, 温顺千功, 有意将她纳入后宫。 你意下如何呀? 南广神情复杂, 抱着南烟的手, 忍不住地收紧。 虽然这个男人是当今天子, 可他年纪那么大, 他都能当爷儿的父亲了。 他怎么能那爷儿为后妃呢? 虽然当后妃是荣耀满门的事, 可是, 他不愿意他的宝贝女儿去伺候老男人。 因此, 他面无表情地拱了拱手, 难得硬气。 皇上恕罪, 草民才把爷儿认回来, 暂时还没有将他送出去的打算。 南烟也谋情绪急转。 半晌, 他梨花带雨地跟着道, 不知恩公叔叔乃是天子。 爷儿刚刚在房里的话, 都是妄言。 还请您不要往心里去, 爷儿的身子已是脏了, 怎配伺候您? 皇帝感慨着摇头。 这对妇女, 都是性情中人啊。 善人? 南家, 果然出善人。 他亲自扶起两人, 有什么话? 咱们回去再说。 王权, 你去把爷儿的卖身器买过来, 直接烧毁。 奴才遵旨。 离开窑子之后, 皇帝望了眼南烟。 少女穿一件格外厚实的斗篷, 看起来依旧鲜弱娇美。 那双性眼水波盈盈, 隔着南广看他时, 眼瞳藏满欲与还修的水雾, 犹如可怜的小胡。 他心中痒痒。 他正经道, 朕这趟来蜀郡, 是微服私访, 因此不愿住在太守府。 南兄, 可方便让朕赞住南府。 接待皇帝, 这是一个家族莫大的荣耀。 南广琢磨着, 全家人素日里都瞧不起自己。 如今他把皇帝拐回家, 娘亲和柔柔他们定然得惊掉下巴, 夸他厉害。 他笑道, 皇上愿意淤尊将贵驾邻寒舍, 寒舍彭壁生辉, 岂有不愿意的道理。 皇帝心中欲贴, 他还要去一趟太守府, 因此在花街前与南广妇女道别。 妇女俩目送他远去, 一时间倒是彼此沉默。 天色渐渐昏暗, 花街人影繁多。 都是些下酒流的饭夫走卒, 趁着夜里前来找寻热闹和便宜的姑娘。 南延垂着头, 双手拢着宽大的暗色斗篷, 只盯着斜尖。 南广摸了摸他的脑袋, 先去酒楼吃顿好的, 爹爹再带你回家。 爹, 南延声音极轻, 今晚, 您能否让我睡在客栈, 好好清洗干净, 明日一早再回府里。 南广只当他心里难受, 因此更加联系他。 他把南延安顿在客栈, 才孤身离去。 已是深夜, 窗外雨水渐渐大了。 南延洗干净, 换上崭新的衣裳。 他对静梳妆, 朝黄童镜露出一个风情万种, 却又狠力的笑容。 他起身撑伞, 偏然离开客栈, 朝那座窑子而去。 花街柳巷, 最少不了亡命之徒。 南延雇了三五个市井少年, 又让他们买来火油。 雨水犀利。 花街两侧都是秦楼储管, 以你的琵琶曲儿, 弥散在雨水之中, 和这特有的胭脂气息, 烟撑伞站在花灯的阴影里。 接到对面, 是他被卖的窑子。 小木楼灯火暖黄, 依稀可见花窗后人影晃动, 并饮一香。 那几个少年, 翘无声息锁上门窗, 将火油泼到那座木楼上。 他们点燃火油。 火光顺着木楼一路往上攀去, 整座木楼逐渐化作火海。 木楼里的人, 终于从满是胭脂箱里, 嗅到了焦糊味。 他们大惊失色, 急急忙忙地推窗推门, 浓烟和恐惧蔓延在整座木楼。 客人和妓子争相尖叫求救, 可满街都是犀利语声, 满街都是纸醉惊迷的唱歌声。 没有人听见他们求救。 火势越来越大, 在黑暗的雨水中, 逐渐吞噬了整座木楼。 南烟始终撑伞, 站在花街对面。 他静静欣赏着窗后挣扎的人影, 他们满身是火, 奔跑着, 吼叫着, 直到最后, 烧死在无尽火海之中。 大火终于烧断了窗弦。 折磨过他的老宝, 满身是火, 睁獰着一张丑陋的老脸, 扭曲着肥胖的身躯, 努力地往窗外攀爬。 可是他的动作那么笨拙, 即使爬出窗户, 也只是狼狈地掉进一楼火海。 隔着火焰和雨水, 他看见了南烟。 他尖叫着, 咒骂着, 一双眼血红可步, 使劲挥舞着着火的四肢, 如同疯狗般冲向他。 尚未迈出几步, 整座木楼轰然坍塌。 老宝被砸死在了木楼里, 南烟静静看着 红唇扬起愉悦的弧度。 从现在开始, 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伤害过他的人。 这老宝只是个开始。 火势顺着木楼蔓延, 渐渐地更多的窑子着火了。 终于有人发现不对劲, 那些男男女女 衣衫不整地冲出屋子, 纷纷叫嚷着救火。 有人死在火海之中, 有人满身是火地 到处狂奔打滚。 整条花街陷入旧火纷乱。 雨水还在稀稀利利地落。 南烟撑着浅性色油纸伞, 一手提着宽大精致的裙居, 随意踢掉绣花鞋, 赤脚轻盈地行走在雨水里。 他轻松地哼着小曲儿, 姿态窈窕妩媚。 满街火光, 在他背后渐行渐远。 他不惧怕落入深渊。 因为他生来, 就在深渊。 茫茫夜雨, 不见边际。 黑暗里, 有人摸索着翻过高墙。 南光脸上蒙着黑金, 哀悠一声, 狼狈地跌坐在墙角。 他揉着屁股站起身, 环顾四周, 偌大的城府满目萧条, 就连灯笼都没有急盏, 只能隔着茫茫雨幕, 隐约瞧见主屋的灯火。 黄氏, 你他娘害我闺女儿, 我今夜要你好看。 黄氏就是个恶妇。 先是嫌弃他的娇娇, 后来又对他的两个宝贝女儿挑挑拣拣, 最后甚至把他的烟卖进了窑子。 好好的清白闺女, 受了那么大委屈, 他这个当爹的不给女儿报仇, 他就不是野马。 他取下腰间跨着的板斧, 紧张地朝主屋摸去。 他渐渐靠近主屋, 他抱紧板斧, 连呼吸都小心翼翼。 双手止不住地发抖, 随着隔扇被推开, 他更加心跳如雷。 外屋睡着一个职业的婆子, 他轻手轻脚地摸到寝屋, 击盏竹台高低错落, 丈慢低垂, 从里面隐约传出绵长平稳的呼吸声。 南广抹了把脸上的雨水, 他哆哆嗦嗦地挑开丈慢。 借着竹台昏霍的光, 他看见皇室睡得死沉死沉。 他高高举起板斧, 双手哆嗦地厉害。 他咽了咽口水, 忍不住闭上眼睛。 野儿可怜兮兮的样子, 再度浮现在脑海。 南广满脸发狠, 骤然睁眼, 朝皇室的脖子落下那一板斧。 血液四溅! 温热的血液溅到了面颊上, 南广心跳失衡, 急忙丢掉板斧, 倒退竖步, 最后一屁股跌坐在地。 眼泪夺眶而出, 他从没杀过人。 他看着帐中的鲜血和尸体, 抬起手, 颤微微摸了摸染血的脸颊。 夜雨敲窗, 狂风犹如野兽, 疯癫而可怕。 在这种狂风暴雨的深夜, 南广却能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扑通扑通地, 仿佛即将跳出胸膛。 可是, 他并不后悔。 他懦弱了半辈子, 他总要为女儿做点什么。 他抬袖擦去泪水, 匆匆忙忙地抱起板斧, 拔腿往屋外跑。 职业的婆子被动静吵醒。 他揉着心松睡眼, 在看见满身是血的南广时, 瞬间就要尖叫出声。 南广眼疾手快, 一板斧抡向他脑袋。 婆子受了重伤, 却并没有死。 他倒在血泊中, 咽咽咽咽的惨叫, 艰难地朝南广爬去, 带血的手掌还很努力地抓住南广的袍裤。 南广恐惧地直掉眼泪。 片刻, 他几乎失控般朝他猛轮斧头。 鱼打芭蕉。 赵文苑灯火通明, 呼着高利指的膝窗在夜雨中支起。 南宝依双手脱腮, 站在膝窗盼, 面容沉静地赏雨。 萧义坐在书案后, 正处理军中事宜。 他如今手掌五十万大军, 比起从前执掌十万大军时, 要处理的军务只多不少。 石岩悄然踏进书房, 附在他耳畔低语了几句。 萧义低声, 可看清楚了。 他们几个打城府外面经过, 亲眼看见三老爷翻墙进了城府, 因为怕他出事连累主子, 所以特意暗中跟踪。 三老爷弄死了皇室和一个婆子, 下晕在满地血泊之中, 被他们抬回来了。 现场也重新清理过, 不会有人查到三老爷头上的。 石岩把事情交代得清清楚楚, 他知道自家主子心仪宝衣姑娘, 如果将来主子娶了宝衣姑娘, 那么三老爷可就是他的岳账。 老丈人出了事, 怎么也要帮一把他? 他的所作所为, 显然令萧义满意。 他淡淡道, 去账房领赏。 石岩应了深爱, 乐颠颠地领赏去了。 萧义合上眷策, 他望向西窗, 少女的背影窈窕娇嫩, 雨夜中看来, 勾人得很。 他慵懒地靠在椅背上, 温声道, 男娇娇, 到哥哥这里来。 做什么啊? 男保一来到他的书案前, 烛火跳跃。 他在窗边站久了, 血裹上秋雨的清寒, 并脚略有些湿润, 贴在白嫩的面容上, 寒夜中看来更显稚嫩青涩。 金钗之年的姑娘, 恰似风中嫩柳, 尚还没有长大。 萧义握住他的小手, 他垂眸吻了吻他淡粉剔透的指尖, 外间风雨凄厉, 不如今夜掀在昭文院, 我叫余味和长星, 伺候你救济。 风雅甘甜, 能要他的命。 他喉结微微滚动, 眸色悄然晦暗了几分。 大掌更是不自觉的一道少女的腰身, 石髓之味般轻浮。 男保一皱了皱挺秀的小鼻子, 总觉得夜里的二哥哥与白日不同。 他尴尬地咳嗽一声, 抽回小手, 不动声色地后退两步。 那, 那便卸在朝文院就是。 我, 我这就去沐身救浅。 二哥哥也早些睡, 沐要太劳了。 萧义的手还顿在半空, 他碾了碾指尖, 缓缓抬起丹凤眼, 薄唇仰起意味深长的弧度, 还未过门, 倒是操起了当家主母的心。 若是过了门, 哥哥岂不是要被你管得牢牢的? 男保一难堪地闭了闭眼。 这思总能在三言两语间, 叫他休窘难耐, 恨不能钻进地下。 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睁开眼, 娇尽地抬起下河。 我还未出阁, 连定亲都不曾。 哪儿来的当家主母? 二哥哥敬会胡说, 娇娇可是在催我早日提亲。 男保一无言以对。 这话, 还能这般理解的吗? 娇娇莫及, 我的身份很快就能安排妥当。 想必过完年, 就能正式登门提亲。 萧毅在灯火下凝视着小姑娘羞红的脸, 三眉六聘, 荣耀风光, 一件都少不了你。 男保一抹着小白牙。 虽然这话听着很暖, 但仿佛是他甜不知耻地催着他求取式的。 天底下, 哪有姑娘家这般主动? 怪叫人害臊的。 他再也没法假装淡定, 转身就往外走。 刚走到株莲旁, 他忽然想起太子楚淮南。 他这儿八斤地回眸, 二哥哥, 太子这次南巡, 可是受你来的? 萧毅慢悠悠翻开军营卷册, 他想要蜀郡兵权。 男保一眼眸里略过了然。 朝中虽有太子, 但其他皇子也都先后成年, 夺敌之争越发激烈。 太子母族示威, 他想拉拢全臣大人, 得到蜀郡支持, 实属情理之中。 他想了想, 问道, 二哥哥以为, 太子如何? 萧毅批跃着眷策, 薄唇扯起一抹弧度, 颇有君子之风。 可惜, 君子, 是坐不稳太子之位的。 我无意参与彭党之争, 娇娇可明白我的意思。 男保一力在珠莲旁, 露出浅浅的笑容。 他点头, 我明白。 侍女挑开珠莲。 男保一行之乌言下, 瞧见白日里那只凶猛又漂亮的海东青蹲在檀木鸟架子上, 黑豆豉的眼睛盯着漆黑羽目发呆。 他从侍女手中接过小鱼竿, 随手喂给他。 二哥哥无意参与彭塘之争, 意味着男家无须和太子或者朝中任何皇子打交道。 二哥哥的立场, 就是男家的立场。 一夜雨疏风咒。 男保一梳妆打扮好, 与萧毅共用了早膳。 两人一同去给老夫人请安, 刚行至昭文院外, 前院的侍女红二匆匆过来禀报。 宝一姑娘, 三老爷昨晚被人抬回府, 连做了一宿的噩梦。 今儿清晨奴婢前去照顾, 可老爷已经不在屋里。 三夫人担忧老爷出事, 前了小厮出府寻找, 又叫奴婢来给姑娘打声招呼。 我爹昨夜被人抬回了府。 男保一惊诧。 他爹素来胆小, 从不在外惹是生非, 怎么会被人抬回府? 红而支支吾吾, 也说不清楚。 萧一打发走活, 垂下宽秀, 轻轻握住男保一的手。 他捏了捏他的掌心, 淡淡道, 去前院看看。 男保一担忧点头, 来到前院, 就听见这边起了骚动。 他望去, 隔着蜿蜒绵长的游廊, 他跌跌脸色苍白地回来了。 双手拢在秀馆里, 走路之间畏畏缩缩, 像是犯了大错似的。 他身后跟着的少女, 穿烟粉色如裙, 眼角还夺出了从前不曾有的风韵, 顾盼时灵动如小狐, 静视男烟。 两姐妹远远对视。 男烟朝他微微一笑, 歪头时轻舔了下嘴角, 像是野兽盯上了猎物。 男保一小脸清寒, 他站在一层假山旁, 没再往前迈出半步。 男广领着男烟过来, 神色颇有些憔悴。 他指了指男烟, 嗓音沙哑。 娇娇, 我把你姐姐带回来了。 他这段日子, 因为成家吃了很多苦, 你作为亲妹妹, 要好好关心她。 男保一轻摇折扇。 他晚而, 爹爹擅自做主, 可有问过祖母和成衣的意见。 男烟自奔为妾, 视为不忠不孝。 这等姑娘领回府, 会给家族蒙羞, 也会叫其他姐妹脸面无光, 难以说到好人家。 好人家, 男广咀嚼着这个词, 眼瞳逐渐泛出红血丝。 他忽然沉声怒骂, 少在你姐姐面前提什么好人家, 提什么嫁人。 她是你姐姐, 同父异母的姐姐。 这世上, 除了父亲和祖母, 你与她才是最亲近的。 昔日, 你俩有什么恩怨, 我统统不管。 从现在开始, 我要你们姐妹和睦, 和好如初。 说到最后, 她几乎歇斯底里。 昨夜, 她做了一宿的噩梦。 梦见自己双手沾血, 梦见皇室和婆子向她索命。 她窝窝囊囊了这辈子, 连鸡都没杀过。 可她昨夜竟然杀了两个人。 她想好了, 等安顿好烟, 她就去向官府自首。 杀人偿命, 大不了她不要这条命就是。 面对她的命令, 南宝一和南烟都无动于衷。 他们之间, 隔着太多的恩怨情仇。 和好如初, 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 南广见两个女儿都不理睬自己, 一颗心碎成了小鱼渣渣, 跺了跺脚, 捂住老脸蹲在地上, 嚎啕大哭。 我就要死了, 我就要被斩首失重了。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是不是想趁着爹爹还没被斩杀, 活活气死爹爹才罢休。 她哭得眼泪鼻涕横流。 南宝一嫌弃得很, 权臣大人还在这里呢, 她好歹也是她未来老丈人, 能不能稍微注意点风姿一态。 那鼻涕都呼到嗅管上去了。 她强忍着嫌弃, 递给南广一块手帕。 南烟恰好也递来一块。 南广见两个女儿还知道心疼自己, 立刻站起身, 宝贝似的把她们两个同时搂进怀里, 呜呜呜呜地哭。 两姐妹花似的小脸瞬间皱成一团。 南广刚刚还拿嗅管颅鼻涕来着, 就这样抱住她们, 真的合适吗? 她们同时正开她, 戒备的后退几步。 南烟轻声, 爹, 您不必如此, 我和妹妹, 一向关系极好。 你说是不是, 妹妹? 四目相对, 火花四溅。 南宝一微笑, 是啊爹, 我和姐姐很亲近的。 南广擦了擦眼泪鼻涕, 感慨道, 亲近好啊, 看着你俩亲近, 我这心才算踏实。 娇娇, 你如今是郡主, 身份比你姐姐高。 你姐姐过得不容易啊, 你要多帮帮她啊。 我都想好了, 叶儿没说好亲事之前, 你万万不能说尽, 否则会叫别人笑话她, 嫁不出去的。 南宝一始终保持微笑, 不好意思, 她的亲事已经说好了。 她要嫁的人是静熙猴, 是蜀郡最大的权臣。 南烟同样面色淡漠, 她的亲事也已经说好了。 她要嫁的人是当今天子, 是南越国最尊贵的人。 南广丝毫体会不到两个女儿的心思, 她还要再闭刀几句, 冷不防发现, 萧逸正看着自己。 她暴毙已在假山旁, 舌尖顶了下左塞, 似笑非笑的姿态, 仿佛要吃了她似的, 令她很失畏惧。 于是她不敢再闭刀了。 南烟道, 爹, 这里风大, 女儿身子不舒服, 想回屋休息。 想必贵人午后就要驾临府上, 您得去跟祖母打声招呼。 对对对, 今日贵人要来府里的。 南广一拍脑袋。 南爷又看着南宝一, 妹妹还不知道, 今日要来府里的贵人, 是谁吧? 她问完, 笑容意味深长, 转身朝前院相防而去。 南宝一心中隐隐浮起一个念头, 要来府里的贵人, 该不会是当今天子吧? 正要问问自己老爹, 却见他纠结地转向消逸。 他轻渴两声, 拿手架在脖子上, 试探道, 二侄子, 你常常在军中行走, 你说掉脑袋这种事, 疼不疼? 三叔, 您想试试吗? 南广紧张地摇摇头, 我就是随便问问, 随便问问, 他惶恐地咽了咽口水, 自言自语地走远了, 还是在等等吧, 等两个女儿嫁人了, 再自首, 南宝一好奇地目送他远去。 他道, 二哥哥, 我爹怎么了? 什么自首? 他昨夜犯事了。 萧毅随手从假山旁 舍了一只金丝芙蓉。 他倾笑着带在南宝一的并脚, 三言两语, 把昨夜南广夜闯城府一事 讲述得明明白白。 南宝一听得心惊单颤, 他爹长本事了, 居然杀人? 还是拿板斧杀的人? 万一被官府发现, 他迟疑。 放心, 我的人把现场清理得很干净。 南宝一悬着的心稍稍放下, 他自是相信, 他属下的手段和办事能力。 午后, 南宝一陪着萧毅在大书房读书, 余味进来禀报, 说是府里有贵客到了。 老夫人唤他们去松和院帮忙招待。 两人对视一眼, 能劳驾他们两个出面招待, 所谓的贵人身份自然非同凡响。 来到松和院, 府里稍微有些脸面的人都来了。 老夫人甚至坐在了下手位置, 颇为恭敬地注视着上座的人。 南宝一望去, 端坐在上手位置的中年男人, 容貌儒雅出众, 续着两撇小胡子, 说话时小胡子一翘一翘, 十分的喜气。 是当今天子。 前世, 天子南巡, 发生在他十五岁那年。 没想到, 他的重生改变了这么多事, 连天子南巡都提前了。 他想着, 注意到楚怀南也在, 正温文尔雅地朝他汗手致意。 楚月星坐在旁边, 不耐烦地把玩着茶盏, 在瞧见萧一时, 眼睛立刻亮了。 一儿, 娇娇, 老夫人笑着介绍, 这位是当今圣上, 这趟南巡乃是微服私访, 特意住在咱们府上。 这位是当朝太子, 这位是三公主。 他又把萧一和南宝一介绍给上座之人。 南宝一垂下眼帘, 与萧一同朝天子行礼。 老皇帝捏着小胡子, 笑道, 在圣经城时, 就听说了萧卿的大名, 今日一见, 萧卿风姿出众, 比镇的几个儿子, 生得还要俊秀。 陛下谬赞, 萧一嗓音淡然。 他如今是镇西大都督, 手握五十万大军。 即使面见天子, 也是很有底气的。 不必刻意鳄鱼奉承, 老皇帝又妄想南宝一。 金钗之年的少女, 容貌已有展开的迹象, 比起爷儿的灵动和妩媚, 别有种娇嫩金贵的美感, 像是宝侠里骄养的明珠。 视线含着极许笑意, 他意味深长地望了眼身侧的楚怀男。 他招招手, 好声好气道, 宝一, 过来让朕仔细瞧瞧。 男家众人, 脸色都有些微妙。 虽是天子, 却也没有近距离打量别人闺女的道理吧。 他们不约而同地担忧, 自家宝贝闺女, 被这糟老头子看上。 不过南宝一倒是知晓, 这老皇帝虽然中庸无能, 但并非好色之徒。 前世, 他已冲洗致命入宫, 但老皇帝并没有碰过他, 甚至还怜惜他容貌近毁, 在龙体病狱之后, 容许他继续留在宫中。 他落落大方地走到老皇帝跟前。 皇帝笑容满面地凑近他, 张开嘴朝他深深吸了一大口气。 他的嘴巴里面有大酸味。 蓝宝一着急忙慌地后退几步。 嫌弃! 皇帝慈爱地笑道, 顾重山回宫之后, 巨石禀报了蜀郡的情况。 他说, 宝仪是蜀郡的福星, 能够与上苍沟通, 前世必是天上的仙女。 朕寻思着, 朕多闻闻宝仪, 也算是多惜几口仙气, 将来能天福天寿的。 所以顾重山, 到底还讲了些什么? 如果闻闻他就能天福天寿, 那全臣大人可以得到生仙了。 皇帝又笑道, 老夫人, 不知宝仪可有说清啊。 老夫人心底咯噔一下, 下意识去嫖宵义。 宵义已经落座, 修长的双腿自然交叠, 退下指尖的猫眼石骨银戒指, 散漫地在掌心抛着玩, 睫毛间隙, 隐隐可见眸光锋利。 老皇帝毫无所觉, 接着笑道, 昨日朕与茂茂兄一见如故, 很有结为亲家的冲动啊。 朕的太子, 正要寻一位太子妃, 宝仪是个有福气的, 若能嫁进皇族, 说不定能给我带来福气。 他是位平易近人的皇帝。 南宝一心中感念他前世的恩德, 但并没有要嫁给他儿子的冲动。 在爱上全臣大人以前, 他的后半生有无数可能。 可是, 在爱上他之后, 他便只剩一条路可走。 他, 是他今生的上上千。 他低下头, 姿态抗拒。 老夫人看他一眼, 就知道了他的心思。 于是, 他委婉回绝道, 回皇上话, 娇娇年幼, 名妇一家, 还想多留他两年。 说清这种事, 不着急。 太子二十岁, 他的娇娇才十三岁。 说清这种事, 他的娇娇能拖得, 太子却拖不得。 皇帝微微汗手, 朕的膝下, 若是有宝姨这么懂事, 又有福气的孩子, 也是要多留两年的。 看来, 朕和冒冒兄的儿女亲家, 是做不成了。 他意味深长地望向南广。 南广坐在圈椅上, 难得没有谴媚。 他吹胡子瞪眼般, 哼了一声, 高傲地吃了颗花生米。 别以为他蠢。 而女亲家是假, 这老皇帝, 自己想那一儿为妃, 才是真。 亏他昨日把他当兄弟, 他却想当他女婿。 一把年纪了, 老牛吃嫩草, 也不嫌科尘。 楚淮南垂谋吃茶, 南家富贵, 萧义又手握军权, 娶南宝衣, 他的太子之位, 将稳如磐石。 而且, 他宁了眼南宝衣。 小郡主端庄聪慧, 他挺愿意娶回去的。 虽然暂时被拒绝了轻视, 但他毕竟还没有说清。 他还是有机会的。 相对于他的耐心, 楚淮欣却不高兴了。 他撅着嘴撒娇, 父皇, 听您这话的意思, 是嫌弃, 仙不懂事, 又没有福气。 您不疼仙了吗? 哈哈, 皇帝蔫须大笑, 你们看这孩子, 堂堂公主, 十五岁的大姑娘, 还跟人家小姑娘叫上了劲儿, 说出去, 也不嫌害臊。 楚淮欣捏着手帕, 娇羞地望眼消逸, 撅着嘴说道, 反正父皇偏心, 偏宝仪郡主也就罢了, 还偏太子皇兄, 正如何偏太子皇兄了? 太子皇兄二十岁, 急着娶太子妃, 可希儿也十五岁了, 也想早点嫁到好人家呢? 您帮太子皇兄物色太子妃, 怎么就不帮希儿物色驸马? 皇帝了然, 他的女儿, 怕是看上萧毅了, 他不禁津津有味地望向萧毅, 年纪轻轻地振兮大都督, 手握军权, 滋容潇洒, 确实是难得一见的少年英才, 只是, 他这女儿素来骄纵, 怕是配不上萧毅啊, 但他还是试探道, 老夫人, 萧卿可有说清, 老夫人心里直翻白眼, 皇家是怎么回事, 跑到他家蹭吃蹭喝, 蹭住也就罢了, 还一个个地惦记上他的孩子们, 萧毅, 是他要留给宝贝娇娇的, 他忍不住望向萧毅, 萧毅握住猫眼时戒指, 他似笑非笑, 皇上和公主的美意, 萧某心灵, 只是萧某心中已有心仪之人, 此生, 非他不娶, 皇帝微微汗手, 他是能理解的, 这般青年才俊, 又十九岁了, 心里没有欢喜的姑娘, 才叫奇怪, 反正他女儿确实不咋地, 还在宫里偷偷仰面手, 说句难听的, 他若是寻常男子, 他也看不上心, 楚月新的脸色, 却立刻就变了, 捏着秀帕的双手, 忍不住地收紧, 他死死盯着萧毅, 仿佛要把他盯出一个窟窿, 不知大嘟嘟心意的姑娘, 叫什么名字, 可否领上来, 叫本宫瞧瞧, 看看本宫比起他, 究竟输在哪里, 难保依优雅地端起茶盏, 天壁色薄胎瓷展, 趁得他鲜鲜食指, 格外白嫩粉腻, 秃着单口的尾指, 不经意地挑起, 平添几分风雅雍容, 他垂下叠一丝的睫毛, 轻轻吹了吹茶雾, 楚月新的口吻高高在上, 仿佛二哥哥心意的姑娘, 对他而言, 只是个可以随意叫过来, 评价美丑高低的猴子, 这般姿态, 令他不怨, 萧依不着痕迹地, 看了眼男宝衣, 小姑娘绷着身子, 难得流露出强势的气质, 像是凶悍守护自己领地的小花猫, 她薄唇勾起轻笑, 淡淡道, 我的女人, 自当金屋藏娇, 怎舍得把她拿出来, 供别人窥视打量, 楚月新的脸色, 瞬间阴沉难堪, 萧依, 太不给她面子了, 皇帝自觉丢脸, 只得打圆场, 老夫人, 你替我们准备一座起居院子, 朕这趟前来乃是微服私房, 无需太过张扬, 朴素些的院子就好, 她虽然这么说, 但老夫人当然不能真给她准备寻常院落, 好在府里奢华的楼阁亭台不在少数, 因此她笑着起身, 亲自带皇帝他们去挑选居所, 将士揉着鹅脚发愁, 圣上虽说是微服私房, 可她哪有微服私房的样子, 景观成的权贵几乎都知道她驾临了南府, 接封宴, 得准备起来, 还得准备得热热闹闹, 叫圣上看了高兴, 觉得南家办事办得漂亮, 正厅里的人都走完了, 南宝一依旧捧着茶盏, 端坐在圈椅上, 她垂眸盯着绣花鞋尖, 好扮上, 才小声道, 二哥哥, 隔着花鸡, 笑意淡淡硬了声, 南宝一放下茶盏, 单手脱腮, 单凤眼亮晶晶地看着她, 你觉得, 我生得好看, 还是三公主生得好看? 笑意挑了挑眉, 这是一道送命题, 她回答得毫不犹豫, 自然是娇娇, 如果三公主非你不嫁, 皇帝又下指逼你娶她, 你当如何? 又是一道送命题, 笑意伸手替她理了理, 讹绞碎发, 那就掀翻这天下, 南宝一很满意她的回答, 暗道, 她是真心实意想娶自己的, 她正要端起茶碗, 想了想又问道, 假如我和你娘亲同时掉水里, 你先救谁? 得, 还是送命题, 她唇脚染笑, 注视着南宝一的眼眸, 温声道, 天底下娇娇最美, 非娇娇不娶, 家中田母宅院铺面都有, 家底还算丰厚, 任何危险面前都先救娇娇, 宝大, 宝大, 南宝一愣了片刻, 才明误这思是什么意思, 可他们连成亲都未曾, 何来的孩子, 何来的宝大宝小, 她粉家账得通红, 掩饰般端起茶碗, 只低头喝茶, 笑一手肘撑在花机上, 伸手撵了撵她白嫩耳珠上戴着的碧玺珠子, 焦焦问完, 该轮到我问了, 她的指腹带着保茧, 略有些糙, 顺着碧玺珠子摸到她的耳珠上, 痒痒的, 又有些酥麻, 南宝一始终垂着眼帘, 脖梗弧度纤细优雅, 二哥哥想问什么? 这辈子从未提过清, 聘礼这种事更是一窍不通, 若要迎娶南府的小娇娘, 不知需要多少聘金? 南宝一眨了眨眼, 她还从未遇到过, 跑到女方跟前, 问对方想要多少聘金的男人, 她想以国为聘, 难道她也给得起? 她迟疑地抿了抿小嘴, 她记得, 前世成家过府下聘, 给的是十台聘礼, 特别特别的少, 比寻常富贵人家成亲, 给的聘礼都要少, 祖母和二伯母可生气了, 当即就想毁婚, 可是她不肯, 那时的她多么虚荣啊, 一心以为自己即将成为官夫人, 又怎么肯临时毁婚, 成为景观城最大的笑柄, 祖母和二伯母拿她没办法, 只得游着她去, 黄昏时, 她独自跑到库房, 大着胆子掀开那十台聘礼, 红旗箱子里都是些看起来很大, 但实际上并不值钱的物价, 像花瓶啦, 饮水盆啦, 布匹啦等等, 甚至, 连件像样的首饰头面都没有, 她对着红木箱发呆, 她想着, 成哥哥对他还算温柔客气, 必定是喜欢他的, 只是官家两袖清风, 所以成府拿不出那么多银钱, 没办法替成哥哥置办更多聘礼, 这么安慰着自己, 她忽然听见库房门口传来吃笑, 她望去, 府里那个最讨厌的少年, 暴毙已在门边, 神情讥讽戏血, 她自觉丢脸, 急忙盖上红旗木箱, 立声指责, 萧毅, 你真不讲规矩, 怎么能私自偷窥本姑娘, 成家娶你, 就给这点聘礼, 看来, 对方也没把你当回事, 你胡说, 少年沈孝, 从怀里取出一本厚厚的账目, 散漫地丢在她脚边, 她懒散道, 成家二十年来贪污受贿, 账目全在这里, 他们家父的流油, 并不缺你那点聘礼, 只是愿不愿意给的问题, 她急忙捡起账目, 翻开来, 虽然不怎么能看懂, 但也瞧得出, 赢钱来往数额巨大, 绝非寻常太守, 能负担得起的, 她一夜夜看着, 双手止不住地发抖, 萧姨又道, 我若是你, 便叫人揣着这本账目, 去圣经城告欲状, 报复成家对你的不上心, 蓝宝一合上账目, 她嫌弃, 你吃穿住行, 全仰仗我家, 就是个连小丝都不如的卑贱玩意儿, 你见我要嫁给太守家的公子, 极度我即将得到幸福, 所以不安好心, 要拆散我的姻缘, 我已经窥破了你的阴谋, 不会如你所愿的, 萧姨唇角的弧度, 渐渐压了下去, 她眉眼如山, 冷漠地盯着她, 半晌, 她忽然走向她, 她升得那么高大, 气势又如此凛冽阴沉, 再加上库房无人, 天色转暗, 南宝一不禁心中害怕, 她抬头挺胸拿出气势, 学着府里那些仆妇, 暗地里骂萧姨的话, 指着萧姨的鼻尖骂道, 你这个没人要的剑种, 什么二公子, 也就是个粗实的杂役罢了, 怎么敢用这种目光看着本小姐, 我我我, 我可是, 你要侍奉孝敬的小姐, 萧姨的眼神太可怕了, 她的气场渐渐弱下去, 下意识往后退, 直到后背撞上红木箱, 她仰起头, 紧着胆怯, 我警告你哦, 你要是不听话, 我就罚你跪词堂, 不给你饭吃, 话未说完, 就被萧姨捏住面颊, 她俯下身, 丹凤眼晦暗如深渊, 嗓音低雅深沉, 南宝一, 你最好别嫁给程德宇, 疼, 南宝一娇气得很, 泪水夺框而出, 她的手劲那么大, 像是要捏碎她的脸, 她从不知道, 原来这个逆来顺手的剑种, 竟然力气这么大, 泪水落在萧姨的手背上, 她缓缓松开手, 居高临下, 再次强调, 别嫁给程德宇, 要嫁的, 南宝一哽咽反驳, 泪珠子掉得更狠, 喜欢她, 喜欢的, 南宝一这儿巴金地点点头, 事实上那时的她, 根本不明白什么是喜欢, 她把虚荣当成了喜欢, 把对权势和地位的热衷, 当成了爱, 以至于一脚踏进深渊, 终至万劫不复, 萧姨没有在说什么, 她俯下身, 抬起粗糙的手背, 沉默地替她擦泪, 那时的南宝一多么嚣张跋扈啊, 嫌弃道, 你又脏又卑贱, 本小姐娇贵, 不许你碰我, 那时的她, 一心只想着自己, 她没有去看萧姨的神情, 也不屑去看, 萧姨沉默地收回手, 似乎又凝视了她片刻, 才转身离去, 脑海中的记忆逐渐模糊, 萧姨走后, 便指余下库房里的十台聘礼, 可怜而又落魄, 她不知道那本账策的真假, 但她毕竟是信任成哥哥的, 于是一把火将账策烧了得干干净净, 如今想来, 南宝姨抬起眼帘, 那本账策应当是真的, 原来前世, 二哥哥就曾给过她回头是岸的机会, 是她自己没有珍惜, 在想什么, 萧姨捏了捏她白嫩的耳珠, 打断了她的思绪, 南宝姨望向她, 青年自容俊美, 眉梢眼角透着漫不经心的风流和慵懒, 所以, 前世的她, 对自己究竟抱着怎样的心态, 然而, 那终究是不可捉摸的事了, 南宝姨弯了弯嘴角, 拖腮回答道, 聘礼这种事, 自然是多多益善, 最起码, 最起码要比石台多, 石台, 萧姨审笑, 我手下澄清, 给女方的聘礼, 都不止这个数, 石台聘礼, 打发叫花子呢, 她一贯口吻淡漠, 还喜欢讥笑别人, 南宝姨眼眶微热, 心里酸酸的, 还有种流泪的冲动, 因为被她讥笑成叫花子的, 不是旁人, 正是她自己, 前世所嫁非人, 未能被夫君捧在掌心, 千娇万宠, 但是这一事, 全臣大人给她的聘礼, 定然很多, 很多, 很多, 她泪兮兮地望向萧姨, 突然伸手抓住对方的衣袖, 二哥哥, 呜呜呜呜, 我好委屈啊, 萧姨还没来得及反应, 小姑娘已经扑进她怀里, 她低头看着她, 嫌弃, 蓝娇娇, 你眼泪蹭到我衣巾上了, 蓝娇娇, 鼻涕, 你的鼻涕, 小姑娘不搭理她, 只一个劲地哭, 萧姨轻轻呼出一口气, 小姑娘蠢笨又娇气, 还时常泛滥, 但毕竟是自己挑的小媳妇, 退货是退不了的, 别人娶妻, 娶的是相夫轿子的贤内柱, 她娶妻, 大约是多养了个娇娇气气的小女儿, 只能花心思宠着呗, 皇帝的接风宴, 设在三日后, 南家变妖蜀郡权贵, 新任太守, 靖王妃等等都在受妖之列, 就连景观城附近城池的权贵都闻风而动, 屁颠颠的要来参加宴会, 南府紧张地筹备着, 好在府上富贵, 珍惜食材一概不缺, 倒也能在三天之内弄出蜀郡最隆重的宴席, 南宝一闲来无事, 整日往昭文院跑, 全臣大人总是很忙, 不是处理军务, 就是在书房跟幕僚一事, 秋日和煦, 他独自站在朗五下, 听着窗后传来的异士声, 抱着玩小鱼竿, 逗弄那只蹲在檀木架子上的海东青, 全臣大人的这只海东青是纯白色的, 据说特别贵重, 花了他两万两雪花文银, 可以驳兔, 还能狩猎天鹅和小兽, 是很厉害的猛情, 他专心致志地为海东青, 太子楚怀南自朗五尽头而来, 他注视着南宝一, 年景金差的宝一郡主, 穿嫩柳黄装断上袄, 搭配白玉之金马面裙, 绑着红绳的漆黑发尾, 柔柔垂落在鲜弱的妖际, 他点着红袖鞋, 仰头喂鸟时, 白嫩的下颌和细颈形成优雅的曲线, 那一抹白腻, 蔓延进上凹铃口, 有种别样的风流, 他生得真好看, 楚怀南想着, 温声道, 宝一喜欢喂鸟, 南宝一寻声望去, 见来人是他, 他退后两步, 扶身行礼, 太子殿下万福金安, 他的声音很甜, 像是坚过的冰糖雪梨水, 楚怀南如沐春风, 他须扶一把, 在姑面前, 宝一不必多礼, 这只海东青, 体态矫健, 阴沟如铁爪, 是大嘟嘟的爱宠吧, 他上前, 伸手去摸海东青, 姑腹上也有一只, 只是不如这只毛色, 嘶, 他倒吸一口凉气, 指负庆出烟红血液, 那只海东青, 居然把他的手指叨出血了, 南宝一惊吓不清, 急忙换了鱼胃过来, 替他包扎伤口, 好在伤势不重, 南宝一摸了摸海东青的脑袋, 小声道, 他平日里很乖的, 从不随便刀人, 许是见太子殿下脸生, 因此才刀了你, 殿下, 畜生不懂事, 您不要怪他, 秋阳穿廊而来, 楚怀南看着他, 这位南府的小郡主, 悄悄挪到鸟架子前, 把海东青牢牢挡在身后, 似乎生怕他, 一个不高兴, 将海东青杀了似的, 他好笑, 在宝一眼里, 姑是滥杀无辜的人吗? 畜生不懂事, 姑自然不会和畜生计较, 否则, 未免有失风度, 他气度温润, 很平易近人, 南宝一悄悄松了口气, 朝他露出真心实意的笑容, 在我心里, 殿下自然不是滥杀无辜的人, 殿下是仁义的储君, 否则, 前世藏经阁就不会有一番之恩了, 而他的话, 令楚怀难感到未解, 他温柔地注视着少女的眼眸, 继续讲没说完的话, 姑的太子府, 也养了只海东青, 每年狩猎, 他都随姑进入灵场, 还为姑抓了好些兔子和野鸡, 殿下的海东青, 也欢喜吃小鱼蛋麻, 他喜欢吃鸡, 特别是鸡腿, 往日姑用膳食, 若是不给他鸡腿, 他定会飞进屋子, 扑腾翅膀陡落羽毛, 搅得姑吃饭都不得安生, 南宝一听着描述, 忍不住被逗笑, 对待擎鸟尚尚且不忍苛责, 太子殿下真的是很仁义的君子, 储君如此, 是南岳之福, 楚怀南唇脚带着笑容, 只是温柔地注视他, 小郡主笑起来时, 丹凤眼弯弯地, 像是蕴藏着金亮的星辰, 抬袖眼唇的姿态, 娇贵而又端庄, 秋日午后, 阳光温暖, 郎外开满了洋洋洒洒的金丝芙蓉, 楚怀南意识到, 他喜欢这位小郡主, 他邀请道, 将来宝仪若是前往圣经, 定要来太子府, 孤待你看那只不听话的海东青, 南宝仪正要应下, 书房隔膳, 忽然被人推开, 全臣大人暴毙已在门框上, 姿态庸懒而散漫, 他眯着丹凤眼, 似笑非笑, 在里面就听见娇娇在笑, 有什么好笑的, 说出来给哥哥听听, 他在书房和幕僚正经意识, 却听见楚怀南和南娇娇孤男寡女叽叽歪歪, 一副要给他戴绿帽子的架势, 他还没死呢, 二哥哥, 南宝一翠生, 太子殿下说, 将来我若是去圣经城, 请我去他府上看鸟, 萧一薄唇微翘, 哥哥的鸟不够娇娇看吗, 何必要去看他的, 可是太子殿下的海东青会吃鸡腿, 还会满屋子乱飞, 萧一挑了挑眉, 但哥哥的鸟比他的大, 楚怀南沉默, 总觉得哪里不对, 楚怀南摒弃掉那骨子怪异感, 温声道, 我与宝一见如故, 因此多聊了几句, 大都督不必在意我们, 尽可在书房继续一事, 萧一眉眼讥讽, 这次想拐走他为过门的小娇娘, 他怎么可能不在意, 他亲密道, 娇娇, 过来, 南宝一乖乖走到他跟前, 萧一摸了摸他的脑袋, 语重心肠, 也是快要一亲的大姑娘了, 怎好与外男喋喋不休, 知道的, 晓得是他主动与你说话, 不知道的, 还以为咱们娇娇妄图攀龙附凤, 对太子殿下居心叵测呢, 他总觉得, 萧一似乎对他意见很大, 二哥哥, 那我去你的书房读书可好, 南宝一趁机问道, 他很喜欢看全臣大人与幕僚一事, 他常常变着花样的对那群书生, 明明专权善断的要命, 却偏偏调理清晰计策过人, 叫他们说不出反对的话, 霸道神武, 说的就是他家二哥哥, 不许他听他们意识的, 但今日情敌在侧, 自然是不一样的, 他温柔地摸了摸南宝一的脑袋, 如娇娇所愿, 他牵起小姑娘的手, 温文尔雅地朝楚怀南点头致意, 转身踏进门槛, 还不望眼上革膳, 楚怀南独自立在郎伍下, 邱阳落在他白净的面旁, 他唇角弯起, 带出浅浅的笑意, 笑意很在意南宝一, 南家也很在意南宝一, 意味着娶他过门, 能够确确实实得到军权与财权, 这个姑娘, 他取定了, 半个时辰后, 书房的意识终于散了, 南宝一坐在编织垫子上玩翻绳, 因为没人陪他玩, 所以动作慢吞吞地, 很难翻出漂亮的花样, 笑意收拾好眷策, 盘膝坐到他对面, 小姑娘食指鲜鲜, 白嫩润泽, 红色翻绳在指尖跳跃, 漂亮极了, 他伸手, 利落地把小和节翻成了复杂的螃蟹节, 男宝一惊叹, 二哥哥好厉害, 连女儿家的翻绳都不在话下, 这个螃蟹节好难翻的, 何叶都翻不会呢, 笑意不置可否, 他的记忆力一向很好, 看书过目不忘, 年少时穿过廊下, 看见侍女们玩翻绳, 只看一眼, 便能记住如何翻出花样, 他唇角藏着笑, 澄清以后, 哥哥跟你玩更多的花样, 正说着话, 鱼位踏了进来, 他躬身, 主子, 太子殿下求见, 笑意唇角的笑容淡了些, 他瞥一眼还在研究翻绳的小姑娘, 吩咐鱼位道, 你陪他玩, 鱼位应下, 笑意踏出内室, 楚怀男已经坐在外间了, 楚怀男放下茶盏, 下意识望一眼笑意身后, 宝一郡主大约还在内室, 竟也不出来见他, 眼底略过失望, 他脸上依旧笑容温润, 大嘟嘟的书房布置清幽, 窗外的圆林景致也是极好的, 比顾在太子府的书房, 还要适宜读书, 笑意撩袍落座, 把楚怀男的那抹失望, 尽收眼底, 他意味深长, 臣的书房和寝屋, 都是娇娇亲手布置的, 小姑娘家家的, 就爱倒顾这些, 楚怀男静默, 总觉得, 笑意仿佛是在炫耀什么, 他值得接话道, 大嘟嘟和宝一郡主兄妹情深, 绞人艳羡, 殿下来找臣, 所谓何事? 姑虽然生在皇家, 但一心向往寻常百姓家的温馨, 这次入住南府, 看着你们都很宠爱宝仪, 姑倍感温暖, 过完年宝仪就该十四岁, 早该是一亲的年纪, 他自幼千骄万宠, 择续之事, 不知你们可有什么想法, 寻常富商权贵, 恐怕难入你们的眼, 笑意亲府查盖, 他就知道, 楚怀男找他, 是黄鼠狼给击拜年, 不怀好意, 丹凤眼在蒸腾缭绕的茶物中, 锋芒引现, 他温生, 所以, 姑府上正缺一位太子妃, 若是大都督愿意, 姑愿取宝仪过门, 她是人间富贵花, 当嫁皇室, 千骄万宠, 肖意讥笑不语, 楚怀男接着道, 姑知道大都督疼爱幼妹, 但姑的品格, 圣经称所有大如朝臣, 皆可作证, 姑若能取宝仪为太子妃, 此生必定爱之如宝, 肖意靠在椅背上, 长腿散漫交叠, 他身姿齐长, 比楚怀男还要高, 因此逆向对方时透着一股居高临下的审视, 他一字一顿, 太子能否为了娇娇, 此生不利非纳妾, 楚怀男沉默, 他是南越太子, 将来还会成为南越皇帝, 皇帝, 三宫六院, 开枝散叶, 稀松平常, 怎么可能不利非纳妾呢? 太子能否不在意他的眉仇, 不在意他是苍老还是年幼, 不在意他是卑贱, 还是荣光, 楚怀男再度沉默, 门星自问, 他求取南宝衣, 一是为了他背后的军权和财权, 二是, 为了他自身的容色和气度, 太子妃, 自当家世显赫, 容貌倾城, 要他不在意这些, 他做不到, 太子又能否为了他, 献出江山和权势, 甚至献出鲜血和生命, 楚怀男慢慢垂下眼帘, 他是尊贵的太子, 他的生命, 凌驾于普通百姓之上, 他的江山, 是国家设计的根基, 他不可能为了一个女人, 献出这些宝贵的东西, 只赴华国茶盏, 他感受不到温热, 只触碰到深深的凉意, 凉久, 他沉生道, 大嘟嘟说的这些, 孤一条, 也做不到, 孤不知男家则绪如此苛刻, 是孤不自量力了, 他起身告辞, 踏出门槛时, 他忽然回眸, 孤很想知道, 这世上, 当真有男人, 能为宝衣郡主做到这三条, 消逸只关节曲起, 慢悠悠扣鸡花鸡, 他微笑, 有, 楚怀男沉默片刻, 跨出了门槛, 他走后, 消逸慢悠悠走进内室, 小姑娘和余卫坐在窗盘玩翻绳, 小姑娘白嫩娇美, 笑起来是小嘴甜甜的, 双眼亮晶晶的, 像是阳光下融化的冰糖, 全然是岁月无争的模样, 他暴毙, 散漫地靠在猪帘旁, 蓝娇娇已经不是昔日一无所有的男家小女, 现在的她, 是蜀郡乃至整个南越国都炙手可热的未婚妻人选, 今日弄走一个楚怀男, 将来, 说不定又冒出楚怀东, 楚怀西, 后日就是遍及蜀郡权贵的接风宴, 要不要在宴会上, 请皇帝老头为他们赐婚呢? 总要叼回窝里, 他才能安心。 为招待皇族准备的接风宴, 终于如期而至, 南宝一端坐在庄镜台前, 戴上碧席而当, 好奇到, 说来也怪, 这几日我都没瞧见南烟, 他莫不是又要准备幺蛾子? 荷叶弯腰, 给他补了点烟红口汁, 奴婢听说, 南烟前阵子被成家卖去了低等的窑子, 府里人都戳他几两骨嘛, 丢了那么大的脸, 当然是要躲在屋子里, 哪敢出来见人? 皇上还卸在咱们府里, 万一冲撞了贵人, 人家要忌讳他, 南宝一礼了礼, 并搅碎发, 他倒不觉得, 南烟是要脸面的人, 听他和爹爹那日说话的口吻, 他似乎还认识皇家人, 他想不透南烟到底在打什么小算盘, 干脆也懒得去管, 带着荷叶往宴会大厅而去, 接风宴设在花园, 亭台楼阁, 小桥流水, 秋日里的金丝芙蓉, 开得浓艳动人, 极尽景观城该有的风雅, 厅中已经坐满了蜀郡权贵, 各自拖家带口, 热闹得很, 尤其是那些少女, 各个争其斗宴, 并饮一箱, 不时朝廷外紧张的窥视, 又不时整理云记和山群, 显然是冲着择序而来, 只是不知, 择的是全臣大人, 还是太子殿下, 年长系的贵妇人, 则忙着向男家女眷打听她的消息, 显然是抱着洁情敬之好的意思, 她尚未跨进门槛, 就听见里面传来说话声, 宝仪郡主, 本非是见过的, 生的还算美貌, 脾气又很是乖巧, 只是形势略有些蠢笨, 瞧着不像是善于打理后院的姑娘, 不是本非多嘴, 男三夫人, 你还是要多教教她, 省得她将来出嫁时丢人, 是靖王妃的声音, 男宝一驻足, 卷翘的睫毛在铜珠里投落阴影, 令她看起来多了些寒意, 靖王妃的语调透着笑意, 仿佛只是长辈在开晚辈的玩笑, 殊不知, 这般玩笑足以毁掉一个少女苦心孤意经营的名声, 和叶气愤, 小姐, 男宝一竖起食指, 示意她近生, 她靠在狼舞下, 想听靖王妃还能说出怎样苛刻的话, 听唐, 承夜柔对上靖王妃, 都是官家嫡女出身, 她近日又常常跟着二嫂僵士在外面历练, 气势丝毫不输靖王妃分毫, 她冷笑, 我虽是娇娇的后娘, 却也和她相处了一年光景, 靖王妃出来乍道, 只不过与娇娇说过几句话, 就认为她蠢笨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靖王妃是针对晚辈呢, 靖王妃眉梢眼角都是讥讽, 南家不过接待一回盛嫁, 倒是傲起来了, 她这几日算是想明白了, 南家屈颜复视, 见她的义儿前程锦绣, 就借着靖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 教唆南宝一利用美色勾引义儿, 好在这次接封宴, 她早有准备, 提前替南宝一相看了对象, 只要替南宝一搞定婚事, 料想她也不会再纠缠义儿, 她饮了口茶, 温声道, 南三夫人这话就不对了, 本妃很喜欢娇娇, 甚至还帮她谈妥了未婚夫, 听堂寂静了一瞬, 南家人纷纷望向靖王妃, 老夫人脸色铁青, 姜氏和承夜柔先是错愕, 又迅速变成深深的厌恶, 南宝一手里的茶盏更是险些衰落在地, 靖王妃是个什么东西, 哪来的脸帮娇娇谈未婚夫, 还谈妥了, 他们怎么不知道, 娇娇已经谈妥了未婚夫, 狼五外, 南宝一自己都惊呆了, 因为二哥哥的缘故, 她把靖王妃看作轻一幕, 可是这女人都干了些什么, 替她谈未婚夫, 她怎么不干脆直接替她出嫁, 靖王妃很满意众人的反应, 她温声道, 我昨日拜访了新上任的蜀郡太守, 她年轻有为, 饱读诗书, 前程不知道有多么锦绣, 我与她提起宝一郡主的婚事, 她很爽快地印下了, 年轻有为, 将是撕碎了手里的帕子, 靖王妃, 新任的蜀郡太守, 已经三十五岁, 还是个死了夫人的官夫, 膝下, 甚至已经有了一儿一女, 所以才说, 是一桩很好的婚事吗, 靖王妃笑得合不拢嘴, 娇娇蠢笨, 不善于打理后宅, 得找个年纪大的男人, 如此才会心疼她, 一嫁过去, 就儿女双全, 多美的事啊, 旁人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 这叫很好的婚事, 听堂众人闻所未闻, 男家人气到发抖, 原来在靖王妃眼里, 这就是好婚事, 屋外传来清脆稚嫩的声音, 男宝依优雅地跨进门槛, 听说将侧妃为靖王殿下, 生了脸儿一女, 所以, 王妃虽然膝下无子, 却也算儿女双全, 您必然过得很幸福, 是不是? 靖王妃噎了一眼, 男宝依什么时候来的? 她面上尴尬, 却温和道, 娇娇这般言语, 定是嫌弃蜀郡太守, 给她知道, 要伤心的, 她伤心, 与我何干? 男宝依立在厅堂中央, 我男家从未提起过, 要与她结亲, 一切都是靖王妃月祖带袍, 擅作主张, 她便是伤心, 也是因为靖王妃的缘故, 我是清清白白的姑娘, 不想随意沾染外男, 还望靖王妃自重, 一番话, 不疾不徐, 质地有声, 靖王妃面上难堪, 她揪着手帕, 恨不能让萧依亲眼看见, 她所谓的心仪女子, 是多么泼辣不要脸, 正恼怒着, 萧依和皇家的人到了, 一番大礼后, 众人分裂厅堂两侧, 各自落座, 男宝依坐在萧依旁边的席位上, 小脸雪白清寒, 萧依挑着鱼刺, 垂眸笑道, 好好的, 谁把你气成了这样, 自然是你的亲姨母, 男宝依并不在意, 是否会影响萧依和她姨母的感情, 她到豆子似的, 把委屈说了一遍, 我拿她当长辈, 她却这般带我, 我寻思着, 还好家人疼我, 若是谁也不拿我当回事, 她岂不是要直接把我卖给蜀君太守当续贤, 三十五岁的太守, 年纪都能当我爹了, 萧依轻笑, 她把挑好的鱼肉放到她的小碟子里, 她抬起眼帘, 意味深长地望眼静王妃, 她大约还不知道, 并非是男宝依求着嫁给她, 而是她求着, 娶她过门, 原本还想再观望观望, 等到合适的机会再求赐婚圣旨, 但如今看来, 今日就得拿到赐婚圣旨, 才能叫她彻底安心, 否则, 她好不容易叼到嘴里的小姑娘, 还没娶进门, 就要先被她这蠢姨母做走了, 男宝依并不知道萧依的打算, 她悄悄抬起眼睫, 望向静王妃, 一个姨母就如此难搞, 不知道全臣大人的娘亲, 又该是怎样的难搞, 果然, 诚如江岁涵所言, 婆媳矛盾是世间最复杂的矛盾, 她欲出一口气, 慢吞吞吃起萧义挑好的鱼肉, 鱼肉鲜美, 叫她汹涌澎湃的心绪稍微冷却下来, 不管他们如何作怪, 好在二哥哥是疼她的, 这让她觉得, 一切都是值得的, 接风宴颇为隆重, 随着乐师弹奏乐曲, 男家请来的一对舞鸡悄然登场, 水秀青阳, 听堂里的气氛逐渐融洽轻松, 男宝依闷头吃鱼肉时, 四面八方忽然响起惊呼声, 她抬头望去, 被舞鸡们众心拱跃的少女, 穿云烟粉的舞裙, 正点脚旋转, 她的领口开得很大, 肌肤银白, 那处饱满玉遮还修, 令人垂涎, 楚妖恶娜, 甩出去的水秀悠长如红, 顾盼奸粉装精致, 性言妩媚如小胡, 尖俏的下颌和纤细的身段, 叫人情不自禁地生出联系, 义舞倾城, 恰似汉宫飞燕, 南宝一郑重, 这羡舞之人, 竟是南燕, 原来, 他把自己关在寝屋整整三天, 是为了排练这支舞, 他是冲着皇帝, 还是冲着太子, 南宝一很快注意到, 南燕是在向皇帝暗送秋波, 那谷子欲说还修的神情, 那谷子妩媚妖娆的气质, 老皇帝撵着小胡须, 从头到尾, 就没从他身上错开过眼, 萧一懒洋洋的脱腮, 你的好爹爹, 带皇帝去逛了窑子, 恰是你的好姐姐招待的, 两人这是看对眼了, 南宝一眼眸复杂, 可是, 皇帝都四十岁了, 都是能当爹爹的人物了, 南燕吓得去嘴, 萧一吃笑, 这便是权势的好处, 若老皇帝一无所有, 你猜, 你姐姐还愿不愿意尾身, 南宝一抿了抿小嘴, 南燕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人, 寻常男人自然入不了他的眼, 只是, 南燕想攀附天子, 爹爹会同意吗? 他望向南广, 南广满脸恨铁不成钢, 正好转头望向他, 娇娇, 你姐姐疯了, 这三天, 他劝了多少次, 可耶尔铁了心要进宫, 如何也劝不住, 他又针针教导, 娇娇, 你今后可不能长年纪太大的, 像你二哥哥那样的, 属实有些老, 找个大两三岁的, 少年夫妻, 才能恩爱到白头, 当着二哥哥的面这么说, 真的合适吗? 他描向萧逸, 二哥哥面色微妙, 朝他爹爹似笑非笑, 三叔, 说起来, 我的属下今日在你屋里, 捡到一把带写的斧头, 南广一张俊雅的老脸, 瞬间清白交加, 他就说他砍人的斧头去哪儿了, 原来是被萧逸拿走了, 你, 他想骂两句姐姐恨, 乐曲却在这时戛然而止, 南烟已经跳完了那支舞, 他轻盈地跪倒在厅堂, 声音柔美似密, 耶尔给陛下请安,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亲自扶起南烟, 他同南烟食指向寇, 转向众人, 温声孝道, 不怕诸位笑话, 这趟南巡, 耶尔乃是朕的意外之喜, 朕与他一见钟情, 亦遇纳他入宫, 话音落地, 满唐人都面露诡异, 都是有身份的人, 南烟那点子破事, 他们知道的一清二楚, 就这样的女人, 皇帝居然也不嫌科审, 皇帝又含笑望向老夫人, 老夫人, 你有个很好的孙女, 不, 他并不想承认这个孙女, 皇帝又道, 耶尔美貌柔弱, 心性纯善, 便封为郑四品的昭仪吧, 这趟南巡结束之后, 与朕一同回宫, 他心情极好, 牵着南烟坐在了上座, 南烟自打回到南府, 就潜心练武讨皇帝喜欢, 因此, 并不知道南宝一被封为郡主的事, 此刻, 他的心脏砰砰乱跳, 郑四品的昭仪啊, 纵便寻常官家夫人见了他, 也得行礼才是, 更给心大理才成, 他压抑住狂喜, 越发恭敬小心地侍奉起皇帝, 只是不时瞥向南宝一的眼神, 却透出轻狂得意, 南宝一吃了半颗四喜丸子, 实在想不明白, 区区四品昭仪, 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他还被册封为一品郡主了呢, 他骄傲了吗? 许是没能从他眼睛里看见极度, 南烟的心情有些微妙, 他已在皇帝身侧, 柔声道, 陛下, 臣妾的妹妹南宝一, 一向能歌善舞, 不如请他为咱们歌舞助兴, 助兴这种事, 都是下等人做的, 他刚刚在众人面前跳舞, 是勾引圣上, 却也是自甘下见, 他得叫南宝一也跳个舞, 也下见一回, 姐妹嘛, 不就是有难同当的? 皇帝正对他心仙着呢, 虽然想着有求必应, 闻言, 却有些犹豫, 他做贼般, 小声道, 爷儿, 你莫不是与他有些过节? 南烟抬起团扇, 遮住下半张脸, 他在私底下自是撒娇发嗲, 连称呼都改了, 叔叔有所不知, 燕儿是外侍女出身, 从前常常被南宝一打压欺负, 燕儿如今好不容易翻身, 也想欺负他一回, 叔叔, 你便一了一把, 皇帝被他打得吃不消, 他倾咳一声, 仍旧十分为难, 叔叔不肯帮我, 那我自己来, 南烟轻摇团扇, 反正我是宁清风的昭仪, 难道只是一个小丫头, 都指使不动吗? 皇帝还没来得及说话, 已经高声道, 席间无趣, 娇娇可否为我们献上歌舞, 听堂安静下来, 南宝一挑眉, 他放下快筑, 饶有兴致, 你再命令我, 南烟笑盈盈看着他, 只是想看妹妹歌舞助兴而已, 除了我, 皇上也想看妹妹歌舞助兴, 老皇帝惊了惊, 心里暗暗埋怨南烟多事, 他连忙摆手, 朕没有啊, 朕一点也不想看宝一跳舞, 都是南烟, 跟朕没有关系啊, 他老牛吃嫩草, 那南烟为后妃, 已经足够叫冒冒凶生气, 若是叫冒冒凶以为, 他对他另一个女儿也感兴趣, 估计屠龙的心思都有了, 更何况萧一那么疼爱幼美, 他不想得罪这个权臣啊, 他还打算靠着萧一, 替他打江山呢, 南烟咬牙, 这老皇帝是怎么回事, 怎么一副害怕南宝一的表情, 他可是九五之尊, 他是皇帝啊, 南宝一轻笑, 他直视南烟, 嗓音轻悦动听, 南烟, 你没有资格命令我, 四品昭仪而已, 我是圣上清风的一品郡主, 与靖王妃同等品级, 你见到我, 甚至需要对我行礼, 谁给你的勇气, 让你说出, 要我歌舞诸性的话, 一品郡主, 南宝一什么时候, 被册封为郡主了, 南烟心中掀起轩然大浪, 脸色逐渐变白, 又渐渐弥漫上淡青色, 他只听说薛定薇造反, 萧义镇压有功, 被封为镇西大都督, 没听说南宝一也受了侧风啊, 双手忍不住揪住裙摆, 他默然想起那日与父亲回府, 遇到南宝一时, 父亲曾提起, 南宝一的身份比他高, 比他更容易说清, 原来, 是指他授封郡主, 枉他以为他, 可以把南宝一踩在脚底下, 枉他以为可以叫他, 对自己行跪拜大礼,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一厢情愿, 令人羞耻的热血直冲上脸, 他难堪地闭了闭眼, 南宝一扯起嘴角, 他望一眼看戏的靖王妃, 南宝想把他踩在脚底下, 靖王妃也是如此, 他们总觉得他好欺负, 南家好欺负, 不给他们点厉害瞧瞧, 不叫他们受些教训, 下一次, 他们依旧会变本加厉地欺负他, 他的声音越发温柔, 却斜着不容智慧的冷意, 昭仪欺我年幼, 妄图叫我歌舞助兴, 是为了让我当众出仇, 昭仪居心叵测, 以下范上, 长心, 掌乖他, 荷叶和鱼味都太温柔, 打人石不得劲, 长心手中, 删耳光得劲, 上座, 南烟惊呆了, 他可是皇帝的女人, 南宝依居然当着皇帝的面, 命侍女掌乖他, 他有没有把皇家放在眼里, 有没有把皇帝放在眼里, 不等他怒斥, 长心已经面无表情地走到他跟前, 他仰起手, 朝他脸上, 就是狠狠两耳光, 似乎不解气, 他又扇了他两耳光, 满听寂静, 众人望向南宝依的目光, 逐渐变了味, 都说这位宝依郡主娇憨乖巧, 可今日看来似乎手段相当了得, 连皇帝的女人都感动, 有眼色, 有胆识, 有气魄, 雷厉风行如此, 娶回去乃是镇宅的好手, 又怎么可能像靖王妃所言, 蠢笨又不会打理后院, 可见, 靖王妃刚刚都是妄言, 靖王妃被各种目光注视打量, 一时间像是脸上也挨了两巴掌, 火辣辣的疼, 他越发厌恶南宝依了, 南烟捂住脸扑到皇帝怀里, 哭得十分厉害, 皇帝抚了抚他的戏背, 却什么也不敢说, 原就是耶尔有错在先, 难不成还为了他训斥宝依, 他苦口婆心地劝, 耶尔一时得意, 连分寸都丢了, 这几巴掌挨得直, 也叫你知道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不至于进宫以后, 没大没小, 又失了分寸, 南烟哭得梨花带雨, 他是后妃啊, 好不容易爬上龙床, 他骄傲些怎么了, 还挨得直, 难道他做皇帝的女人, 就是为了挨巴掌, 南宝依几倍挺直, 丹凤眼勾着梁伯和饥讽, 恰似消逸素日里嘲笑别人时的眼神, 南烟擅长内宅争斗, 却不懂朝堂谋略, 南越国, 军权集中在封疆大力手中, 皇族只掌握很少一部分, 他的二哥哥才刚立下大功, 皇帝自然要捧着, 便是他没有被册封为郡主, 皇帝顾及二哥哥的脸面, 也不会多加斥责他, 他的荣辱, 与二哥哥的荣辱, 原是一体的, 萧依懒洋洋地拖着腮, 小姑娘像是翘起了尾巴的狼仔, 可爱, 张牙舞爪打人的时候, 更可爱, 他抿着笑, 为他斟了一盏玉米汁, 笛声道, 小郡主好生威风, 哥哥, 真是害怕得紧, 南宝依端起玉米汁, 优雅地喝了小口, 唇齿间甜甜的, 他逆向萧依, 本郡主一向威风, 若是将来二哥哥养小妾, 养外事, 本郡主定然天天给他们立规矩, 叫他们比南嫣更加凄惨, 看你心疼不心疼, 萧依往他这边轻身, 他就着他的白嫩的小耳朵, 嗓音低雅撩人, 哥哥的银钱都拿来养小郡主了, 哪还养得起小妾和外事, 养男娇娇, 可是很贵的, 南宝依脸颊微红, 那些话太叫人羞怯了, 他急忙垂眸喝玉米汁, 待到这边正宴结束, 花园水泄的戏台子搭了起来, 晚上还有一场夜宴, 因此, 宾客不仅没有散场, 反而有更多没来得及参加午宴的贵客前来赶场, 上了年纪的夫人都去水泄看戏了, 少年少女们三三两两, 与交好的朋友闲逛, 期待能有一场邂逅, 南嫣陪着皇帝, 共赏园林芙蓉, 他脸颊上还残留着鲜红的纸印, 微微红肿的模样, 很是凄惨, 他低头盯着绣花鞋尖, 睫毛上依旧挂着金银细碎的泪珠, 真不服气啊, 他好不容易东山再起, 却又被南宝衣踩在了脚底下, 那么他当昭仪又有什么意义? 皇帝时不时看他一眼, 到底联系他年幼, 他与众心肠道, 因而, 你可不能再得罪宝衣, 如今诸国动荡, 随时可能发生战争, 朕还要仰仗萧义, 替朕打天下呢? 美人一求, 将帅难得, 他不是昏君, 自然知道南烟和萧毅, 孰重孰轻, 南烟眼底略过利涩, 无比清楚地意识到, 只要萧毅不倒台, 南宝衣就不会失礼, 他抬起脸, 陛下可知, 萧毅为何偏腾娇娇? 为何? 南烟扯了扯嘴唇, 嘲讽, 因为他对娇娇怀有龌龊之心, 皇帝彻底愣住, 他几乎找不到自己的声音, 他们不是兄妹吗? 南烟微笑, 皇上, 您想把蜀郡的兵权, 抓到自己手中吗? 利用兄妹契机, 贬折萧毅, 拿回兵权, 如何? 今秋芙蓉, 开得烂漫, 花园里, 南宝衣坐在秋千架上, 全臣大人更衣去了, 他孤零零待在这里, 也没人陪他说话, 怪无聊的, 不远处楼阁之上, 靖王妃领着一位老妇人, 平栏力, 他含笑指向秋千架, 老妇人午夜没来, 因此, 不识的南五姑娘, 那位便是南家五姑娘, 南宝衣, 也是圣上清风的宝衣郡主, 老妇人穿戴华贵, 却满脸皱纹, 扶着芙兰的手痕有些操, 可见年轻时吃过很多苦, 他眯着眼打亮半赏, 嫌弃道, 瞧着不是个安分的, 若是嫁给我而做续嫌, 恐怕会磕待, 我的孙子孙女, 长得好看又骄养的姑娘, 连服侍婆婆都不会, 就知道够男人, 想嫁进我们太守府, 他高攀得上吗? 他高攀得上吗? 靖王妃听着, 不禁低笑, 这老妇人, 年轻时是个寡妇, 在市井间卖豆腐, 把儿子培养成人, 一心都扑在儿子身上, 觉得自己儿子是世间最了不起的人, 儿子当了太守, 他便端起老太君的架势, 也学人穿金带银, 使唤丫头, 听说他钱一盖儿媳妇, 就是被他整日立规矩, 弄得抑郁而死, 南宝衣若是嫁进这等人家, 恐怕也得跟着抑郁, 他温声笑道, 老妇人有所不知, 男家富贵, 宝衣郡主嫁妆惊人, 马太守总要官场打点, 你得了他的嫁妆, 还愁打点的银子, 这话说到马世行砍上了, 他近日买了好些婢女冲做门面, 手头颇有些紧, 府邸大了, 处处都要用银子, 处处都要讲体面, 娶个嫁妆多的姑娘回家, 确实是有好处的, 他迟疑, 可他是郡主, 万一在府里跟老生甩脸子, 老生如何调教他, 毕竟是圣上清风的郡主, 打骂怕是行不通, 你是他婆婆, 百善孝为先, 他怎么敢顶撞你, 再说了, 婆婆打骂儿媳, 那不是情理之中的事, 郡主又如何, 便是闹到圣上跟前, 你是长辈, 你也是有理的, 敬王妃的话, 令马世舒服极了, 他笑道, 王妃说得对极了, 老生这就派丫鬟跟我传个话, 他叫来丫鬟, 叮嘱道, 去告诉老爷, 宝仪郡主与他十分相配, 叫他来花园相看, 若是看得中, 就去做续贤吧, 靖王妃抬起袖帕, 眼唇轻笑, 这下, 有好戏看了, 马太守马远道, 正在花园凉亭和同僚吃酒, 婢女匆匆进来, 公声道, 老爷, 老夫人派奴婢跟您传个话, 说宝仪郡主钟情您, 让您去花园见他, 若是看得中, 可以取做续贤, 马远道心里泛起嘀咕, 听说他只是个小丫头, 他年纪都能当他爹了, 怎么会钟情他呢, 会不会是搞错了, 正怀疑时, 同僚们揶揄着打去, 马兄厌服不浅啊, 竟然能入宝仪郡主的眼, 宝仪郡主乃是蜀郡首屈一指的美人, 则则, 年岁又小, 真真是美人鲜嫩啊, 关键他背后还有南家和正熙大都督撑腰, 娶了他, 马兄必定前程伺景, 前途坦荡, 各种恭维的话层出不穷, 马远道喝了酒, 不禁有些上头, 飘飘然的, 竟然觉得许是自己沉稳如雅, 因此被小姑娘崇拜如墓, 他笑道, 既然如此, 我过去瞧瞧吧, 省得叫小姑娘伤心, 他笑逐颜开, 宛如焕发了第二春, 直奔花园而去, 萧一面无表情地站在不远处, 芙蓉花开得烂漫, 他随手掐了一朵, 在指尖把玩, 南娇娇钟情马太手, 他怎么不知道, 芙蓉花叶顺着指尖滚落, 他挑了挑眉, 抬不朝花园去, 园林小道, 南娇盯着老皇帝的眼睛, 寻寻善诱, 利用兄妹契机, 贬折萧逸, 拿回兵权, 如何? 梁风过境, 斜着桂花的青田, 明明是风轻云淡的秋天, 老皇帝却惊出了一身冷汗, 因为过于惊恐, 他的小胡子, 情不自禁地翘了起来, 燕儿, 这话可不能乱说, 如今南娇还算稳定, 美人, 快活的神仙似的, 干什么想不开, 要去碰兵权? 南娇神情里的阴狠, 瞬间消失无踪, 只余下满脸的一言难尽, 不想当皇后的妃子, 不是好妃子, 不想要兵权的皇帝, 算什么皇帝? 陛下, 再说了, 朕要兵权干什么? 吃? 朕又不会带兵, 朕的朝堂, 没有一个人会带兵。 燕儿, 你是女人, 后宫不得干政。 你得牢牢记住, 南娇彻底无话可说, 他揪着秀帕, 小脸只余下铺天盖地的清寒。 他目送皇帝快步走到前面, 信念里的妩媚逐渐化作凉薄和狠立。 皇帝不作为, 他必须作为。 他招来婢女, 低语道, 去给萧毅和南宝衣送一壶酒, 加料的酒。 加料? 为闺房助兴的药, 还需要我教你吗? 婢女急忙低下头, 立刻去办。 南娇把玩着秀帕, 唇角逐渐扬起。 如果在大庭广众之下, 萧毅和南宝衣发生点什么, 他们两个, 甚至包括南家, 都将颜面扫地。 一个玷污了自己妹妹的男人, 将为世俗所不容。 正熙大都督, 那些统领和士兵, 不会遵一个罔顾人伦的男人, 为他们的将帅。 萧毅和南宝衣的好日子, 到头了。 就在他算计之时, 走在前面的皇帝, 心思同样百转千回。 他是个守城的君主, 对兵权没什么野心, 只想安安稳稳在皇位上做一辈子, 哪怕需要他讨好权臣, 也没有关系。 如果按南宴说的, 揭发萧毅和南宝衣, 那么他会得罪权臣。 如果将来诸国发生战争, 萧毅绝不可能为南院卖命。 所以最好的选择, 是当做什么都不知道, 又或者成全。 满足萧毅的欲望, 用美人拉拢权臣, 为他们解决身份问题, 为他们赐婚, 让萧毅对他这个皇帝心怀感激, 让萧毅心甘情愿为南院卖命。 老皇帝捏着小胡须, 老脸上流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 他换来贴身内饰, 低声叮嘱, 去一趟花园, 就说, 振赐酒给大都督和宝仪郡主。 记得在酒里加点料。 加料? 蠢货, 加什么料? 还需要振教你。 内饰恍然大悟, 立刻去办。 老皇帝笑得胡须一翘一翘, 像是囤满了粮食的幸福老鼠。 猫猫兄, 你一举得到两个女婿, 真是好服嫁。 此时, 花园, 太守马远道, 来到芙蓉园。 秋千架上的少女, 姿容名艳动人, 举止, 惊世娇贵。 随着她荡起秋千, 宽大的嫩黄裙尾和沙枝披薄, 在长风中勾勒出弧度, 珍珠不摇在白嫩鹅角轻晃, 美得夺人心魄。 她酒醒了些, 心中泛着嘀咕。 这姑娘, 是南越国年纪最小的郡主, 是蜀郡首富的掌上明珠, 是正熙大都督的妹妹, 娇贵如此, 她当真看上了自己。 自己都三十五岁了, 膝下还有一儿一女, 她图什么呢? 南宝一也注意到了马远道, 她稳稳当当地坐在秋千架上, 并没有要行礼的意思。 太守大人, 南眷都在文墨轩那边说话, 您跑到花园做什么? 语气疏离而戒备。 马远道回过神, 善善道, 本官听说, 宝一郡主亦遇嫁给本官, 特意请本官前来花园相看, 她撇向远处楼台。 靖王妃携着一位老妇人, 正凭而立, 朝自己微笑汗手。 仿佛是在说, 不必感谢本妃。 南宝一纯盼弧度转朗, 他淡淡道, 太守大人也不照照镜子, 您多少岁, 我多少岁? 您都是能当我父亲的人了, 说句难听的。 哪怕我嫁不出去, 也绝不会嫁给您。 官至太守, 却毫无分辨是非的能力, 听风就事语, 居然跑到本郡主面前, 说这般梦浪的话。 若是传出去, 太守得心有失, 怕是今后都要升迁无望了。 一番话, 斜着彻骨冷意, 像是兜头泼下一桶冰水, 叫马远道从内到外地行了酒。 一品郡主当然不算什么, 可南宝一背后的男人, 是萧义, 是手掌五十万兵马的萧义。 若是得罪那个男人, 他这辈子, 确实升迁无望。 什么宝一郡主钟情他, 定是他老娘, 又再给他乱牵红线。 他心慌得厉害, 急忙后退几步, 恭敬地朝南宝一深深作一。 他正色道, 刚刚多喝了几杯, 得罪之处, 请郡主莫要见怪。 滚。 是, 马远道颠颠地滚了。 南宝一瞧着, 心中不觉善善, 全是真是个好东西。 昔日他见到九品芝麻官都要行礼, 如今堂堂正二品太守, 地方大圆, 风疆大力, 居然叫滚就滚了。 不远处传来吃笑。 全臣大人正副手而来, 他咬了咬唇半。 刚刚他那么凶, 居然全叫他看在了眼里。 万一留下个不好的印象, 萧一走过来, 懒洋洋从背后弯下腰, 凑到他耳畔, 嗓音戏血, 娇娇好大的威风。 堂堂太守, 呼之急来挥之急去, 简直比公主还要娇蛮任性, 今后过了门, 可也会对哥哥这般凶悍。 南宝一窘迫地红了脸。 二哥哥, 果然看到了他胸像壁露的模样, 是靳王妃。 你瞧瞧, 这宝一郡主根本没把我儿子放在眼里。 成亲前尚且如此, 若是成了亲, 他岂不是要上房接瓦, 拆了我堂堂太守府。 这般凶悍, 哪像郡主, 分明就是个小泼妇。 靳王妃漠然不语, 她盯着秋千架, 义儿正在南宝一耳盼, 俯首低语。 唇角戴笑的姿态, 显然是在逗弄南宝一。 萧一, 是他的儿子, 是他失而复得的儿子。 他是靳王世子, 那么尊贵, 那么不可一世。 他为什么要跟出身商户的女人纠缠不休? 丞相千金不好吗? 将门之女不好吗? 无论是南岳还是大雍, 商户女都是下九等的姑娘, 哪怕授封郡主, 他还是改变不了商户女的低贱出身。 他不配站在义儿身边。 靳王妃的呼吸逐渐急促。 一种对儿子的掌控, 欲呼之欲出, 他恨不能亲力亲为, 从内山到发官, 从书房到寝屋, 从朋友到世子妃, 他恨不能替萧义安排好一切。 叫所有嘲笑过他的人知道, 叫那个姓姜的贱人知道, 他也是有儿子的人, 他也是个贤惠的母亲。 叫萧义好好体会, 什么叫母亲的爱, 马氏没察觉到他汹涌澎湃的情绪, 只嫌弃得滔滔不绝, 与兄长有什么可亲近的。 若是嫁进太守府, 我定要好好给他立规矩, 叫他断绝与娘家的关系, 叫他好好侍奉我们一家人。 靳王妃回过神, 他压下满腔怒意和抑制不住的母爱, 对马氏笑道, 许是小姑娘家羞怯, 不好意思与马太守多言。 不如把他请上楼, 由您这当长辈的亲自与他详谈。 马氏回头望了眼小厅, 他那双孙子孙女都只有八九岁大, 正在和如母玩耍。 把南宝义叫上来也好, 也能趁机观察一番, 他能不能伺候好他的两个宝贝。 他想着, 笑道, 那便依王妃所言。 侍女下楼请人, 请我上楼说话。 秋千架上, 南宝义好奇, 他本不愿意跟靳王妃多做纠缠, 只是马太守这件事太恶心, 他得跟靳王妃摊牌, 警告他, 今后别再狗拿耗子, 多管闲事。 他微微一笑, 吩咐丫鬟道, 我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丫鬟走后, 他起身理了李云并。 萧逸已在秋千架上, 看着他垂头抚平如群, 轻笑道, 要去见老妖婆了, 怕不怕。 二哥哥是在幸灾乐祸? 哪敢? 萧逸慢悠悠替他摘下落在云记上的树叶, 我陪你一到上楼, 哥哥保护你啊。 说着话, 背后传来一声疾呼, 大嘟嘟。 红衣少女嚣张跋扈地走了过来, 据傲道, 我在南府住了三日, 大嘟嘟躲落三日, 可是因为我楚月星, 因此不肯见我。 他喜欢萧逸, 南宝义的目光多了些嫌弃, 将小脸扭到旁边。 萧逸慢悠悠丢掉树叶, 唇角掀起一抹轻笑, 男女瘦瘦不轻, 公主请自重。 楚月星愤怒。 他不好对萧逸发脾气, 于是提着鞭子, 猛然抽了一下南宝一的脚鞭。 火大道, 我与大嘟嘟说话, 你站在这里作甚? 还不快滚。 萧逸谋色瞬间狠立, 他不着痕迹地把南宝一挡在身后。 他盯着楚月星, 笑容莫名地舔了下嘴角, 该滚的人, 是三公主。 本嘟嘟厌恶你, 瞧见你这张嚣张跋扈的脸, 就浑身不痛快。 三公主最好离我远先, 我怕自己忍不住。 拿刀子, 一点一点刮花你这张脸。 楚月星骤然睁大美眸。 他听见了什么? 萧逸厌恶她, 还要刮花她的脸。 萧逸懒得在搭理她, 牵住南宝一的手, 转身朝楼阁而去。 楚月星狠狠跺了跺脚, 拿鞭子毁掉了一层金丝芙蓉。 似乎仍旧不解气, 他立声道, 来人! 贴身女官谨小慎微, 公主有何吩咐? 去给萧一次酒, 夹料的那种。 夹料? 楚月星盯着萧逸的背影, 垂涎的舔了舔猪唇。 这个男人, 本公主定要收入囊中。 若是在众母睽睽之下成了好事, 他捏着鼻子, 也得娶了本公主。 秋千价前的动静, 被假山那边的人收入眼中。 一座红漆小山亭, 修筑在高高的假山上, 可俯瞰整座花园的景致。 楚怀男站在山庭里, 杏黄色的绸袍在风中翻飞, 佩戴在腰间的龙形玉佩, 衬得他由匪君子温润出尘。 他的容貌是很耐看的清秀, 眼下那粒小小的泪质, 像是香菲竹上的泪, 画龙点金斑, 平添风雅清愁。 他是极好看的那种男人。 承载西跪坐在蒲团上, 一边煮茶, 一边悄悄打亮他的背影。 他母亲被人谋杀, 却未能找到凶手。 太子见他可怜, 因此将他收在身边, 冲作贴身女官。 好在他琴棋书画, 烹茶论酒都会些皮毛, 跟着太子殿下出来参加宴会, 并不至于丢了他的脸面。 他端起七好的热茶, 功声道, 殿下, 您请用茶。 楚怀男沉默地回到蒲团上。 他贵坐的姿态十分高雅, 饮茶时也十分讲究。 品了一口茶, 他慢慢道, 你在景观城长大, 应当认识宝衣。 他, 明明瞧着张牙舞爪, 敢对公主, 敢打后飞, 敢吼太手。 可是, 站在萧一跟前时, 却总像是含羞待怯, 格外的斯文娇气。 真是个奇怪的姑娘。 程仔细暗暗皱眉, 太子殿下问南宝衣做什么? 他对南宝衣起了兴致。 他心中百转千回, 忍不住道, 不怕殿下见笑, 南宝衣就是个扫把心。 与我哥哥定亲, 却害我家破人亡, 我哥哥更是郁郁而死。 这等缘, 谁娶静门, 谁要倒霉的。 他这么骂着, 楚怀南却低笑出声。 程仔细更加不减。 楚怀南抬起眼帘注视他, 清润的面庞上仍旧擒着笑意, 姑知道, 你与他不睦。 背地里咒骂, 实属情理之中。 只是仔细, 随着你父亲和薛都督失事, 姑在圣经城的地位, 岌岌可危。 姑需要一门婚事, 来稳住太子的位置。 被拆穿心思, 程仔细扫红了脸, 低头不语。 楚怀南垂眸喝茶, 气氛压抑。 半晌, 程仔细忽然道, 殿下, 我自幼被父亲教养长大, 也并非全然没有心机的姑娘。 如果殿下真想娶南宝一, 不如直接与他产生肌肤之亲。 如此, 南宝一成了不竭之人。 南家和萧毅又有什么理由, 阻止他嫁给您? 楚怀南眉间聋着轻仇, 他转了转骨瓷茶盏, 轻声道, 不合礼数。 殿下, 您失事不要紧, 可您想过跟随您的朝臣, 以及他们的家眷吗? 一旦您失事, 不止您的性命岌岌可危, 就连他们也要受到牵连。 殿下于心何人, 程仔细爱慕这个温润如玉的君子。 为此, 他甚至能够容忍那个他厌恨的女人, 嫁给他爱慕的储君。 楚怀南迟疑了, 不知过了多久, 手中的热茶逐渐冷却。 他放下茶盏, 妄想热闹繁华的园林。 南家的富贵, 是他所欲。 萧毅的君权, 是他所欲。 他, 必须迎娶南宝一, 他闭了闭眼。 在睁开眼时, 瞳孔里的清明, 悄然化作灵力。 他吩咐内侍, 去给宝一郡主赐酒, 要那种加了料的酒。 加料? 蠢货, 成仔细赤马, 自然是闺房住姓时, 所加的料。 内侍回过神, 急忙点头去办。 此时, 园林楼阁。 南府的楼阁修建的精致华美, 竹帘高卷, 光线敞亮。 白瓷花瓶里, 插着几只芙蓉花, 地面曝光可见人的紫竹席。 漂亮的断面铺团, 随意放在地上, 更显干净惬意。 南宝一拎着群居, 款款登上楼台。 靖王妃和太守他娘, 正儿八经地跪坐在窗盘, 聚傲地抬着下巴, 一副等他过去请安问好的架势。 但粉凌唇, 悄然带出讥笑。 昔日, 她是靖王妃为姨母, 好生待她, 好生孝顺她, 可是真心却并不能换来真心。 如今私下再见, 想让她行礼, 做梦。 她露出甜甜的笑容, 只客气地点头致意, 继而在矮岸前跪坐, 慢悠悠地挽袖侦查。 这番举止落在马氏眼中, 令她十分地不悦。 她对靖王妃讥讽道, 这就是南府的教养了。 靖王妃轻摇团扇。 萧毅也在, 脚踏充满了斗志。 她如第一次见南宝一那般, 宠溺地称怪道, 你这孩子, 这位是马太守的母亲, 她叫你上来说话, 你怎么也不过来请安问好。 当初见到本妃时, 不是挺懂规矩的吗? 莫非是瞧不起老夫人? 捧高踩低势利眼, 娇娇, 这可要不得啊。 南宝一弯船而笑, 她饮了口茶, 意味深长地望向坐在对面的宵意。 二哥哥的姨母真有意思。 当着二哥哥的面, 还不忘给她上眼药, 就这般嫌弃她吗? 敬王妃, 她笑盈盈开口, 原来这位老夫人, 是马太守的母亲啊。 恕我眼拙, 你与她形影不离的, 我还以为她是你婆母呢? 敬王妃噎了一眼, 她心中不爽, 暗暗给了南宝一一个眼刀子。 南宝一视而不见, 继续道, 请安问好这种事, 真正追究起来, 难道不是地位低的, 给地位高的请安吗? 为何要我给太守他娘请安? 她只是一介白身啊。 敬王妃, 你长这么大, 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 这丫头, 好凌厉的嘴。 爱着消逸在场, 她不好随便发作, 只得勉强笑道, 规矩是规矩, 但马夫人是长辈, 娇娇作为晚辈, 得向她问好的。 所谓尊老爱幼, 就是这个理儿。 马氏轻哼一声, 抿了口茶, 又高高扬起头颅, 等待南宝一主动去向她问好。 南宝一微笑, 奶奶好, 奶奶, 马氏险些喷出茶来。 敬王妃更是尴尬, 她是要让马氏当南宝一婆婆的, 奶奶是怎么回事? 她忍不住斥责, 娇娇, 你怎么能换她奶奶呢? 可是她的年纪与我祖母一般大。 南宝一小脸无辜, 不换奶奶, 难道换表姐? 我是无所谓了, 就怕传出去, 别人笑话她。 表姐, 马氏一张老脸扫得慌, 恨不能把茶盏砸南宝一脑袋上。 敬王妃更是气得牙疼, 她只得把话挑明白, 是这样的, 本妃听说娇娇狠仰慕马太手, 似乎有意嫁给她, 因此特意为娇娇作媒, 想让你与未来婆婆见个面, 把话说清楚。 哦, 原来是这样。 南宝一眉眼弯弯地拖着香塞, 怪不得我听说, 敬王妃在王府不得敬王宠爱, 原来是因为你喜欢吴忠生有暗度陈仓凭空想象凭空捏造, 这是她从江岁寒那里学来的话, 用来对人, 狠着呢? 敬王妃再度掖住, 这丫头的嘴, 是刀子做的吗? 讲话要不要这么扎心? 她咬牙, 正要想方设法给南宝一扣上喜欢马太手的帽子, 好叫一而相信, 这个女人水性杨花配不上她, 却听见南宝一接着道, 敬王妃胡言乱语, 真是无可救药。 若是头脑有病, 无钱买药, 不如适者安息, 一路走好。 小婷寂静, 敬王妃心脏砰砰乱跳, 险些活活气死。 这死丫头, 居然咒她适者安息, 一路走好。 她气得双颊通红, 面容扭曲, 余光瞧见萧毅, 又急忙按捺着焦躁。 她双目垂泪, 可怜地望向萧毅。 一而, 你看娇娇, 她得叫萧毅知道, 南宝一绝对是上房接瓦的那种女人, 娶回家, 只会导致家宅不宁。 萧毅懒洋洋地拖着腮, 薄唇还抿着浅笑。 有时候看女人吵架, 也挺有意思。 只是这位姨母, 手段未免太低廉, 跟她母亲比起来, 差得太远。 怪不得一个能当把持朝堂的皇后, 一个只能远嫁为王妃, 还是不受宠的那种, 二哥哥。 南宝一类盈盈的清幻。 她扑进萧毅怀里, 扬起梨花带雨的小脸, 敬王妃欺负我。 刚刚口舌之争时, 貌似一直是这件人战上风吧。 也好意思称她欺负她。 到底谁欺负谁啊? 哭得小脸都红了。 真是哥哥的小可怜。 萧毅温柔地替她擦去泪水, 敬王妃, 以大欺小,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手中的绣帕, 被她扯到变形。 她气到磨牙, 叶儿, 你居然帮她。 南宝一从萧毅怀里钻出来, 担奉眼亮晶晶的, 敬王妃这话真是可笑。 我家二哥哥, 不帮我, 难道帮你一个外人? 有本事, 你也叫你夫君出来帮你啊。 她的夫君若是肯帮她, 她至于任萧毅当儿子, 帮她故宠。 她觉得, 她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欺负。 她快要哭了。 正在这时, 儒母领着一双八九岁的孩子, 从隔壁耳房过来了。 都是闹腾的孩子, 瞧见南宝一群居宽大漂亮, 忍不住凑过来玩。 儒母歉意地朝马仕扶了扶身, 公子和小姐在耳房待不住, 吃完了点心就闹着到小厅来玩, 奴婢拉不住。 马仕脸色不大好看。 靖王妃明明说南宝一爱慕她的儿子, 可是南宝一又表现得不像那么一回事。 难道是姑娘家害羞, 故意假装的? 她的儿子风度翩翩, 还是鼠郡太守, 自打搬到景观城, 做媒的人都要踏破门槛了。 南宝一不至于瞧不上, 必是害羞的缘故, 这么想着, 她的口吻不自觉地带上威严。 南姑娘, 这双儿女, 乃是老身的孙子孙女, 也是远道的孩子, 你要好好待他们。 南宝一眉间聋着不愿。 俩孩子太皮了, 八九岁的年纪还不懂事, 竟然拽她的群居, 老身平日里, 拿他们当宝贝式的疼爱。 你若敢对他们有半分不好, 老身定要拿你是问。 你若过门, 只许生女儿, 将来也好通过联姻, 替有大孙儿的前程铺路舔砖。 若是怀的男胎, 趁早打掉, 碰。 萧一伸出两根手指头, 直接把她的大孙儿撂了出去。 那孩子摔倒在地, 不依不饶地豪库出生。 乳母急忙把她抱起来, 仔细安抚。 马氏惊呆了, 大嘟嘟, 你怎敢推老身的宝贝孙子? 纵便她犯了错, 她也只是个孩子。 萧一面无表情, 且不说这老婆子刚刚的话, 有多么令她恼火。 那孩子都九岁年纪了, 居然恶一些男娇娇的裙子。 她都没掀过。 她冷笑, 原来她是个孩子。 抱歉, 我还以为, 她是个流氓。 男保依似笑非笑地盯着马氏。 表姐, 我明明确确地告诉你, 我对你儿子半点兴趣都没有。 莫说叫我嫁给他, 便是叫他给我当儿子, 我都嫌弃他科尘。 她沉浸地转向静王妃, 有的长辈, 值得晚辈尽重。 有的长辈, 却只是坏人变老了而已。 静王妃, 您是哪种呢? 静王妃气到脸皮发抖。 马氏也好不到哪里去, 浇灌的孙子被人称作流氓, 令她很想以老卖老, 狠狠讹一下萧毅。 她扶住额头, 意图装晕。 萧毅舌尖抵了下嘴角, 似笑非笑, 若是晕了, 就把你送去军营。 只是表姐一把年纪, 也不知军中将士是否挑食。 马氏又怕又气, 活活给憋得双颊血红。 她不敢招惹萧毅, 抱住自家流氓大孙子, 哭着下了楼。 静王妃掩面而泣, 跟着离开。 两人来到墓楼外, 是越想越不甘心。 静王妃提议道, 老夫人莫要伤心, 本非有一条计策, 可以让南宝医嫁去你府上。 只要他成了你儿媳妇, 捏圆搓扁, 还不是由着你来。 什么计策? 静王妃冷笑, 来人把送去墓楼的酒水 换成加了料的那种。 加料? 马氏不解, 归房助兴之用。 静王妃笑容莫测, 只要南宝医喝了那壶酒, 再与马太守发生肌肤之亲, 还愁他嫁不去太守府。 马氏明悟过来, 立刻大喜。 他看着静王妃去操办, 左思右想。 唯恐他操办得不够面面俱到, 叫南宝医那个小梯子逃掉, 于是又换来自己的侍女, 让他再送一壶佳料的酒水 去小木楼。 小木楼明镜清幽。 南宝医柜坐在矮岸前, 矮岸上, 一字排开六壶酒。 有的是脸上的丫鬟送上来的, 有的是皇帝上的, 有的是太子上的。 萧义坐在他对面, 慢悠悠把玩青瓷小酒盏, 薄唇弯起弧度, 娇娇要不要尝一壶? 不要。 南宝医拒绝得干脆, 若只是送来一壶酒, 倒也没什么。 可是这么多酒前后送上楼, 傻子都知道其中肯定有诈。 萧义朝他伸出手, 笑容细血, 跟哥哥躲起来看戏, 可好。 看戏? 南宝医望了眼六壶美酒。 他玩耳一笑, 将小手放在萧义的掌心。 萧义揽着他的娇躯, 悬身而上, 稳稳落在红漆房梁上。 半盏茶后, 白衣胜雪的贵公子, 双手拢在宽大的袖管里, 缓步踏进小厅。 他环顾四周, 秀气得远山眉不经促起。 我明明听丫鬟说, 二姑母在这里跟人说话, 怎么才一会儿功夫, 就不见了。 他原本还想勾搭二姑母, 请他悄悄写信给大姑母, 派人来南越国接他回家的, 江岁涵跟在他身后, 轻摇折扇。 小沈啊, 不是我说你, 你也是大老爷们儿了, 干嘛总想着回家找娘。 既来之子安之, 咱们兄弟同心齐力断金建功立业, 有什么不好? 审议朝不语, 他在矮暗后落作, 建岸上摆满了酒, 每一壶都很精美, 也算勉强配得上他的身份。 他挽袖针酒, 慢慢饮了一盏。 他眉间聋着倾仇, 两百多年前, 大拥兼并诸国统一天下, 何等风光。 可是后来, 封烟四起诸侯叛变, 南越皇族就是叛变者之一。 站在南越的土地上, 我无时无刻都在忍受煎熬。 他又争了一盏酒, 悲愤地仰头饮尽。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江遂寒已在窗盼, 寒笑注视园林景致, 心中怀着大拥, 那么所占的土地便也是大拥的土地。 小沈啊, 你就是太执着, 将神医自由惯了, 不懂我大拥士族的悲愤。 迟早有一天, 我大拥的铁器将踏平诸国, 重新缔造太平盛世。 神医朝说完, 再度饮进一盏酒。 流落他乡, 家国不宁, 还得亲眼看着, 昔日向大拥俯首称臣的诸侯, 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皇族, 风风光光地享受接风宴。 连日以来的委屈, 在今日的热闹里, 悄然发酵。 从来光风即月, 淡漠如水的贵公子, 一盏接一盏地饮酒。 不过片刻功夫, 白玉湖里的穷江玉叶被禁数饮尽。 好在桌上还有五壶酒。 他双眼泛出桃花红, 白皙的双颊像是染了胭脂, 薄唇沾了晶莹的酒叶, 长毛宛如一半牡丹。 微醺的模样格外毅力动人, 似是被三月暖风吹开的春水。 红漆横凉, 难保一伸着小脑袋, 看得目瞪口呆。 他估摸那些酒, 都是加了料的。 如今沈一朝这般模样, 更是印证了他的猜测。 他善善, 二哥哥, 可要阻止他。 萧毅抱着他。 小姑娘身胶体软, 抱在怀里又甜又香, 他已经舍不得松开。 他扶手, 薄唇故意贴着小姑娘的耳朵, 韩燕良就在南府花园, 不怕。 难保一无言以对。 听二哥哥这意思, 仿佛是要不等他细想。 江岁涵从窗盘走到矮岸前。 他惊讶地看着沈一朝, 小沈, 你怎么醉成了这样? 沈一朝趴在矮岸上, 睫毛上沾着细碎晶莹的泪珠, 透过朦胧泪眼看着他, 不自觉地咬了咬烟红的唇瓣。 江岁涵终于察觉到不对劲。 他闻了闻沈一朝的酒盏, 脸色瞬间苍白。 他又掀开其他酒壶的壶盖, 一一闻过去, 脸色更加难看。 谁送来这么多家料酒? 这要是全喝了, 谁他妈扛得住? 正紧张检查之际, 沈一朝忽然暧昧地摸了摸他的手。 那醉颜微醺的贵公子, 眯着漂亮秀气的长眸, 温柔道, 我关小娘子, 眉清目秀, 江岁涵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他甩开沈一朝的手, 抬脚把他踹翻在地。 他剧烈摇着扇子, 立声道, 这般烈的药, 我便是神仙, 也就不了你。 小沈啊, 你让我说什么好? 捡到的东西, 能随便喝吗? 见沈一朝情况逐渐严重, 他无法, 只得去找韩颜良。 他知道韩颜良和沈一朝之间, 有点小苗头。 如果对方肯帮忙自然好, 如果不肯, 江岁涵满脸一言难尽, 他只能把沈一朝送去青楼了, 横梁上。 难保一小脸红扑扑的, 他小小声, 二哥哥, 咱们还是暂且先离开吧。 萧一波弄着他的小珍珠不摇, 眸中透着思量。 虽然, 看活春宫很有趣, 但他的小娇娘毕竟还没有吉吉, 沈一朝的东西那么丑陋, 一个搞不好, 怕是要长针眼。 他正要硬好, 楼梯上忽然传来脚步声, 江岁涵的声音跟着响起, 可见你与小沈乃是有缘分的。 上回我生病, 他去御楼春照顾了我两日, 这次趁着来南府唱戏的机会, 当面谢谢他, 也算合乎礼数。 韩燕良声音妩媚, 江神医站在这里干什么, 不与我一道上去吗? 不不不, 我, 我还有事, 先告辞。 告辞, 江岁涵的脚步声, 逃命式的渐行渐远。 韩燕良轻痴一声, 踏进小厅, 厅中幽静, 窗盘竹帘高卷, 几只芙蓉花在白瓷瓶里, 开得天真烂漫。 韩燕良提着宽大的纱裙, 赤脚踩上木板, 细血, 青天白日的, 小郎君怎么喝成了这样? 沈义潮慢吞吞从地板上爬起来, 他盘膝而坐, 红着眼睛看了韩燕良片刻, 忽然伸手针酒, 咳得很。 他轻声, 针满一盏酒, 他递给韩燕良, 一起喝。 韩燕良隔着矮岸坐了, 接过酒斩。 他抬袖掩住半张脸, 喝酒的姿态, 极近妩媚风流。 喝完了, 沈义潮乖巧地又为他斟满, 几杯下肚。 韩燕良拖着香腮, 微翘地杏年水碌碌地, 眼尾渐渐泛出飞红, 妩媚地盯着沈义潮。 他仰起朱唇, 嗓音软软的。 我怎么瞧着, 小郎君今日格外俊美, 韩姐姐今日也格外美貌。 韩姐姐, 韩燕良笑出了事。 他伸出鲜鲜欲指, 怜惜又暧昧地, 俯过沈义潮的眉心, 小郎君眉间满是忧愁, 可是有什么事叫你不开心? 说出来, 叫我开心开心啊。 沈义潮浑身不得劲儿, 也说不上来, 哪里不得劲儿? 就是热。 又热, 还又燥。 少女的指尖按在他的眉心, 斜着酥酥麻麻的温凉。 他飞红的眼眸, 逐渐混沌, 像是沙漠里干渴的旅人, 寻到了一眼清泉, 不仅想喝, 还疯狂地想喝更多, 他喉结滚动, 忽然挪到韩燕良身侧。 他闭着眼睛, 靠在少女井窝里, 像是撒娇。 姐姐, 小郎君心里苦。 说话间带出的热气, 悉数落在少女的肌肤上。 韩燕良打了个酒格。 他逆向桌案, 这些穷江玉叶似乎有些上头, 他摇摇头, 让自己清醒些, 双手却控制不住的倒酒。 小郎君哪里苦? 说出来, 姐姐让你舔一舔呀。 沈亿潮蹭了蹭他的肩窝。 少女穿着单薄的青纱如裙, 锁骨白嫩宛如玉雕。 他蹭着, 觉得十分舒坦。 他哑着嗓子道, 韩姐姐, 小郎君千里迢迢, 从长安赶赴景观城, 就是为了监督萧义, 尽快拿到天书令牌。 韩燕良饮酒的动作, 微微停顿。 天书, 令牌。 可是萧义那个狗子, 居然把我扣在景观城, 不让我回去见姑母, 沈亿潮双眼迷蒙, 不安地在韩燕良怀里撒娇扭动。 韩姐姐, 小郎君不想待在景观城, 小郎君想姑母, 想爹娘, 想回家, 天书令牌, 在南府。 大庸的开国皇帝, 与南家先祖, 有过命的交情。 天书令牌, 在两百年前, 被他刺点了南府。 据说那枚令牌, 可号令天底下最精锐的一支军队。 姑母可想要了, 韩燕良若有所思。 没等他想太多, 那骨子热意, 又涌上了头。 难受, 他浅身低音。 两人最后一丝清醒, 像是断掉的空喉长弦。 瞬间的寂静之后, 只渔下狂风暴雨般的催枯拉朽。 横梁之上, 萧衣带着南宝衣, 消失得无影无踪。 此时, 前来小木楼送酒的婢女和内侍们, 纷纷回到各自主子面前。 皇帝捏着小胡须, 笑容满面, 去请茂茂兄, 朕今日要送他一份大礼, 让他得个好女婿, 包他终身满意。 南烟笑容得意, 去把满园的宾客都请到小木楼去。 就说, 那里有一处绝世好戏。 楚月星迫不及待地搓了搓手, 萧衣, 本公主来宠信你了。 驸马的位置, 是你的了。 楚怀南忧心忡忡地不下假山, 今日之事, 传出去很令人不耻。 他这般作为, 真的是对的吗? 静王妃一副奸计得逞的神情, 老夫人, 马太守可有前往小木楼。 本妃已经等不及, 要帮他们捉奸了。 马氏咧嘴而笑, 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 王妃放心, 老身已经派人去请远道了。 待会儿圣上面前, 还望王妃替他们求一道赐婚圣旨。 整座花园的贵客, 不约而同的王小木楼赶。 他们来了。 横梁。 萧衣透过起窗, 瞧见花园里的宾客们, 从四面八方而来, 声势浩大。 他唇角含笑, 去事儿来了。 率先登上小厅的是楚月星。 他还在爬楼梯时, 就迫不及待地脱了大袖, 连如裙继带都解了开, 踢掉绣花鞋, 提着裙摆, 兴冲冲闯进小厅。 看清楚时, 楚月星犹如石雕, 呆呆地看着满是凌乱。 矮暗倒地, 白玉湖碎落, 残余的酒水, 零零零零零的蔓延在地板上。 角落的垂砂账漫随风而动, 人影摇晃, 清清楚楚地表达着, 账漫里面在发生什么。 楚月星如遭雷劈。 是谁? 是谁抢他的先机? 站了他的驸马。 他听着那些声音被勾得欲罢不能, 心一横, 牙一咬, 干脆将如群一扔, 迫不及待地要往账中钻。 不管是哪个贱人抢了他的先机, 他现在参与进去, 也不迟啊。 还没迈出几步, 突然有人从背后握住他的手臂。 三位? 楚怀男立声呵斥。 他来晚了。 有人抢了他的先机, 和宝仪发生了关系。 虽然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 但英雄救美, 何尝不是一种策略。 只要维护住宝仪的体面, 男家就会感念他的恩德, 把宝仪嫁给他。 所以当务之急, 是万万不能叫楚月星看清楚, 账中人是宝仪。 楚月星急了。 他立声, 太子皇兄, 放手。 不放。 楚怀男双眼发红, 孤在这里有钥匙, 三妹最好离开。 巧了, 陈妹在这里也有钥匙, 皇兄还是赶紧走吧。 两人正争执不下, 外面走廊里, 忽然传来杂乱的脚步声。 一道尖锐苍老的哭腔, 陡然响起, 远道啊, 你怎么就那么倒霉, 被宝仪郡主那个狐妹子算计了? 以靖王妃和马氏为首的一大帮兵客, 呼啦啦涌进了厅堂。 就连皇帝和南烟等人, 也赶了过来。 马氏一把鼻涕一把泪, 哆哆嗦嗦地朝皇帝跪下。 皇上, 名妇乃是蜀郡太守马远道的娘亲, 名妇心里苦呀。 皇帝心里面直犯嘀咕。 他纠结得望眼丈慢, 好奇道, 老夫人, 你有话慢慢说。 马氏痛苦地捂着心口, 老脸上皱纹横生。 皇上, 宝仪郡主相中我而远道, 屡次勾引不成, 竟然在酒水里下药, 勾引我而与他产生肌肤之亲。 他妄图嫁进我太守府, 手段卑劣龌龊。 这等女子, 老夫实在看不中啊。 一派胡言? 楚月星大怒, 什么宝仪郡主勾引你儿? 那帐中之人, 分明就是我的驸马, 和他的小倩。 他亲自给萧一次的酒, 他知道, 肯定是萧一时没忍住, 才宠了某个丫鬟侍女, 与南宝仪和马远道有什么关系。 马氏愣了愣, 他误解了楚月星的话, 狂喜道, 公主的意思是, 想让我儿给你当驸马, 让南宝仪给他当小倩。 使得, 这万万是使得的。 驸马呀, 那可是皇帝的女婿。 只要他的远道娶了公主, 还愁前程不好吗? 楚月星气急败坏。 他摘下皮鞭, 不管不顾地抽象马氏。 谁要嫁给你儿? 他怒吼, 我的驸马是萧义。 那帐中之人, 才不是马远道, 分明是萧义。 他是练过武功的, 一鞭子抽下去, 马氏皮开肉绽, 惨叫连连。 横梁上, 南宝一看得津津有味。 此, 其日这场大戏, 狗咬狗似的, 简直越看越精彩。 画本子里, 都不敢这么写。 老皇帝描眼楚月星, 老脸臊得通红。 他沉声怒骂, 歇儿, 你瞧瞧自己穿的是什么? 大庭广众, 成何体统, 还有没有公主的体面了? 楚月星回过神, 瞧见自己只穿着单薄的衫裙, 顿时羞怒交加。 他急忙丢掉皮鞭, 在侍女的帮助下, 匆匆套上大肠。 靖王妃站了出来。 他温声道, 皇上, 臣妇有话要说。 老皇帝摆摆手, 示意他说。 帐中之人, 并非公主口中的消逸, 确确实实就是宝仪郡主和马太首, 臣妇可以为马老夫人作证。 靖王妃温声细语, 宝仪郡主和马太首彼此钟情, 一时情难自已, 也未可知。 皇上不如成人之美, 为他们二人赐婚, 他们定会感念皇上的恩德。 老皇帝撵着胡须, 他狐疑地盯着帐漫。 他亲自赐的酒, 所以他知道帐中之人绝对是宝仪和萧义。 那个马远道是几时冒出来的, 又是几时参与进去的。 没等他想明白, 南广匆匆赶了过来。 他跑得有些急, 满头大汉的怒骂。 靖王妃, 马氏。 你们这两个贱货, 青天白日为何冤枉我的娇娇? 娇娇最是循规蹈矩, 才不会和外男不亲不楚。 他的嫣儿已经嫁了一个老男人, 若是他的娇娇再嫁一个老男人, 他可以去死了。 两个女婿哪有女婿的样, 简直就是他大兄弟。 爹。 南烟柔生, 亲自拿袖怕替南广擦汗, 瞧你满头大汗, 定是路上跑得急了。 女儿也认为, 娇娇不是随便的姑娘。 不如咱们当众把账漫掀开, 叫所有人都看见, 账中姑娘并不是娇娇。 他亲自叫婢女送的佳料酒, 只要掀开账漫, 就能让所有人看见, 萧义和南宝义的丑态。 只要掀开账漫, 就能让他们两个名声扫地, 这辈子都要背负骂名。 他唇角悄然弯起, 眼底满是恶毒。 马是皮开肉绽地趴在地上, 跟着喊, 皇上, 老妇人也以为, 掀开账漫, 叫大家看个仔细, 才最妥当。 只要让所有人看见, 南宝义和他的远道发生了关系。 南宝义不嫁他们家, 也得嫁。 他都想好了, 等南宝义过门, 他就替他保管嫁妆, 还要给他立规矩, 叫他好好侍奉他们一家人, 侍奉他两个宝贝孙子孙女。 不许先, 楚越心急了, 他的驸马, 他自己都没看过, 凭什么叫这么一大群人享眼福? 父皇, 而臣也以为, 如此大张旗鼓地掀开账漫, 视为不妥。 楚怀南跟着拱手, 不如请大家暂且一步楼下, 再从长计议。 宝义的父亲就在这里, 他得好好表现, 维护宝义的声誉, 给对方留一个好印象, 如此, 才方便将来议论嫁娶。 老皇帝满脸纠结, 他越发好奇, 帐中那两人究竟是谁? 他缓缓道, 正想知道, 帐中之人究竟是宝仪和马远道, 还是宝仪和萧义? 南广护女心切, 不管不顾的脱口出, 也有可能是萧义和马远道啊。 萧义和马远道, 听堂陷入了诡异的寂静。 横梁上, 南宝义意味深长地望眼萧义, 不知想到了什么画面, 他鸣嘴偷笑。 萧义磨牙, 狠狠弹了他一个脑杯, 低声训斥, 再敢胡思乱想, 揍你。 老皇帝心里头是天人交战。 先丈慢, 还是不先丈慢, 这是一个沉重而深刻的问题, 甚至影响到了他的江山能否稳固。 没想到, 有朝一日, 他的江山竟然要被小小一到丈慢左右。 如果里面是萧义和南宝义, 那当然正中他下怀。 如果是马远道和南宝义, 他觉得, 萧义可能要包了他的皮。 静王妃怂恿, 皇上, 先吧。 马氏跟着嚷嚷, 皇上, 您要为我儿做主啊。 我儿的清白都被宝义郡主毁了。 楚月星气愤, 父皇, 您得给您女婿留面子。 难言柔声, 叔叔, 掀开吧, 我想证明妹妹的清白。 楚怀难尽见, 父皇不可, 咱们虽是皇族, 却也要尊重别人。 四面八方都是议论声和各种意见。 老皇帝烦恼得恨不能撞墙时, 人群外围突然寂静下来。 马远道这儿八经地踏进厅堂, 被众人围观, 令他颇为尴尬。 他正与同僚吃酒, 却被母亲派来的丫鬟传唤, 要他来小木楼一趟。 他中途肚子疼, 因此与丫鬟去了趟茅厕, 怎么来了木楼以后, 一个两个全都诧异地盯着他看。 他忍不住望了眼袍居后面, 确定袍居没沾染上脏东西, 他才稍稍放心。 他在马氏和静王妃震惊的目光里, 恭敬地朝皇帝行了一礼, 微臣给皇上请安,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老皇帝正喝茶呢? 瞧见马远道出现, 激动地险些一口茶喷出去。 马远道在这里, 也就意味着, 账中人是萧义和南宝义。 他瞬间狂喜, 带上茶盏, 连语气都和蔼起来, 爱卿免礼, 赐作。 爱卿出现的妙啊, 简直就是我南越的福星。 马远道不经犯嘀咕, 皇上这是怎么了? 见到他, 一副犹如见到再生父母的表情。 他拱手, 恭敬道, 皇上过誉, 微臣什么也没干, 不敢称福星。 哈哈, 就是因为你什么也没干, 你才是福星啊? 你若是干了点什么, 朕就要拿你问罪了。 听说皇帝时常发痴, 今日看来, 传言当真。 他撩袍落座, 马氏忍不住爬起来, 重重推了他一把, 低声道, 远道, 你怎么会在这里? 马远道满脸无辜, 娘, 不是你叫我来的吗? 靖王妃看着这对开始扯皮的母子, 经不住浑身发抖, 他艰难地闭了闭眼, 马远道在这里, 那么仗中的男人。 难道是, 他不敢去想? 叶儿的身份问题还没有解决, 若是叫众人瞧见, 他和南宝一那个贱人在一起, 他后半辈子, 都要背负有为人伦的骂名。 他不能让这种事发射, 他睁开眼, 眸光锋利。 皇上, 他突然开枪, 闹了这么久, 你也罚了, 不如咱们一步花园水泻看戏, 听说今日来南府表演的戏班子, 乃是九富盛名的御楼春, 靖王妃。 南嫣温柔地打断她的话, 您刚刚亲口说, 帐中之人, 乃是马远道和我妹妹。 如今证实, 马远道并不在帐中。 您怎么突然变了口风, 又不许人掀开帐漫呢? 靖王妃咬牙, 他恨恨盯着南嫣。 南家的姑娘, 都是贱人。 南嫣认真地转向老皇帝, 皇上, 为了证明我妹妹的清白, 请您当众掀开帐漫。 让大家看得清楚, 帐中女子, 并非我妹妹。 老皇帝笑咪咪的, 他抬了抬手, 示意内侍去掀帐漫。 只要证实了萧义和南宝衣的事, 他就能当众赐婚。 以皇族的权势, 将萧义从南家除名, 再赐她一个新的身份, 让她风风光光迎娶南宝衣, 并不算难事。 届时, 萧义自会感激她。 内侍刚迈出两步, 靖王妃终于忍无可忍。 她扑通贵道, 哽咽道, 皇上, 臣妇有话要说。 哦, 老皇帝好奇, 靖王妃咬牙, 她的孩子没有了。 萧义是她失而复得的孩子, 她必须保护她, 保护她的名声, 保护她的荣耀, 让她风风光光地回到圣经, 让江氏那个贱人亲眼看看, 她的儿子有多么出色。 她的儿子比她那两个蠢蛋儿子, 优秀一百倍, 一千倍。 她一字一顿, 皇上可还记得, 臣妇曾经痛失一子。 老皇帝眼睛里流露出一抹同情, 靖王是她一母同胞的弟弟, 靖王妃是她的亲弟媳。 昔日靖王妃曾怀有一子, 前往别庄小柱时, 没想到突然临盆。 可是等到生下来, 却是个死胎。 靖王妃伤了身子, 这些年都未曾再有孩子。 她虽然不知道, 靖王妃为何突然提起此事, 但还是沉重地点点头。 朕记得, 皇上, 臣妇生下的儿子, 并不是死胎。 萧义, 正是臣妇的儿子。 靖王妃泪流满面, 质地有声。 满是接近。 靖王妃抓着群居, 眼眸里全是疯狂。 她本打算, 等年底安排好一切, 再告知所有人, 萧义是靖王世子。 可是今日情况紧急, 她实在顾不了太多。 只要证明, 萧义是靖王世子, 那么众人, 抱着先入为主的观念, 就会自动在心里, 替萧义和南宝依, 划清兄妹关系。 如此一来, 哪怕帐中人是萧义和南宝依, 也不怕他们再传闲话。 老皇帝惊呆了, 他声音发颤, 萧义, 是你儿子。 靖王夫妻远在圣经城, 萧义远在景观城, 他怎么可能会是他们的儿子? 臣妇起初也不肯信。 上个月, 神灵突然入梦, 让臣妇前来景观城, 臣妇抱着散心的目的而来, 没想到, 在街上遇见了义儿。 靖王妃脸上挂着泪珠, 笑容却十分欣慰, 初见义儿, 便觉十分亲切, 后来询问之下, 才知道他是南府养子。 臣妇几经打听, 查到义儿来到南府的日子, 正是臣妇分娩后不久。 臣妇就想, 民间常有, 稳婆借着街生之名, 偷到婴孩, 贩卖给富贵人家。 于是臣妇怀疑, 当年的死胎, 并非臣妇的儿子, 义儿, 才是臣妇的儿子。 细查之下, 竟果然如此。 怪不得神灵入梦, 要臣妇走一趟景观城, 原是为了找回我的孩子。 他捂着袖帕, 哭得悲中有喜, 喜中有哀, 哀中又有喜, 具有丰富的层次感和情绪冲击力。 老皇帝几乎傻掉, 他善善道, 事关晋王后裔的血脉, 晋王妃, 这可不是小事, 臣妇有人证。 晋王妃前两日, 就已经把人证安排妥当。 从侍女到婆子, 从当初别庄的农妇, 到接生的吻婆, 那吻婆为了全家前途着想, 竟不顾性命, 按照晋王妃先前所交, 供认不讳。 老皇帝又转向南家人, 他干咳一声, 道, 南老太君, 你们家, 南老夫人被僵尸扶着, 老脸上满是纠结。 叶儿明明是老大从边疆战场上报回来的, 跟晋王妃有半个铜板的关系。 可是如果否认, 他复杂地望了眼账漫。 若是萧义和娇娇当真被人陷害, 在账中做出了那等事, 那么晋王世子的身份, 确实是目前最适合萧义的身份。 至少, 不会叫他的娇娇被人戳几两骨, 被人辱骂不要脸, 被人唾弃罔顾人伦。 虽然冒充皇族子弟乃是大罪, 但是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 他愿意举全家性命, 帮萧义员这个谎, 帮娇娇维护尊严和体面。 他心意横, 恭声道, 回禀皇上, 说来可笑, 义儿, 确实是老大夫妇从外面买回来的, 一切都对得上。 老皇帝挑了挑眉, 心里美滋滋的。 如果萧义真是他亲侄子, 那么他的江山简直不要太稳固。 而且这场赐婚, 也更能顺其自然。 他孝竹颜开, 晋王妃, 你给晋王, 生了个好儿子呀。 他摆摆手, 温柔道, 把账漫掀开。 把账漫掀开。 秋风透窗而入, 萧义揽着南宝衣的小蛮腰, 顺着风掠过横梁, 悄然落在人群之外。 眼见着内侍即将挑开账漫, 他嗓音淡漠。 这是在闹什么? 众人惊悚。 满是宾客, 下意识让开一条路, 纷纷好奇回眸。 视线尽头, 八幅紫檀香秀屏风眼展开, 极尽风雅秀丽。 年纪轻轻的正熙大都督, 身姿高大, 急带军靴, 身红色官袍, 将他衬托得金像玉智, 有种异样的近乎神志的俊美。 他身侧, 金钗之年的少女团扇遮面, 娇小如嫩柳, 那勾外翘的丹凤眼, 透着亮晶晶的笑意, 眼尾蕴染开的飞红, 犹如花瓣。 他温声, 二哥哥真笨, 这般热闹, 大家定是来捉奸的。 萧毅扬了扬宝纯, 主委是来捉奸的。 捉谁啊? 众人神情各异, 他们两人, 怎么会在这里? 如果萧毅和南宝依未曾中解, 那么账卖里的人, 是谁? 靖王妃满脸一言难尽, 事到如今, 证人也上了, 儿子也认了, 只能硬着头皮把戏眼下去。 他站起身, 哽咽道, 我的儿。 喊完, 就往萧毅身上扑。 萧毅利落闪开, 他胆了胆衣精, 失笑, 靖王妃请自重。 靖王妃扑倒在地, 狼狈地爬起来。 他只得红着眼睛, 又当众把编造的事情讲了一遍。 我是靖王侍子。 萧毅挑眉。 是啊, 嫣儿, 你就是我的孩子。 靖王妃演技很好, 捂着嘴痛哭流涕, 神情悲喜交加, 完美诠释了一个母亲失而复得的心态。 大侄子, 你这些年流落在外, 很不容易啊。 老皇帝抬起手帕, 心酸地按了按眼角泪花。 萧毅沉默了很久, 忽然沈笑。 他撩袍落座, 眉梢眼角充满了冷漠。 我自幼在南府长大, 不知靖王府是何物。 你们突然自称是我长辈, 我一时无法接受。 尽管你们求着我回圣经, 求着我接受靖王侍子的身份, 我依旧是不愿意的。 好像剧情不是这样设计的。 嫣儿应该跟他一样悲喜交加, 亲热地换他娘亲, 然后与他当众抱头痛哭, 深刻展现他们之间的母子情深才对啊。 泪花在眼眶打转, 久久未曾落下。 说起来, 没人求他回圣经城, 也没人求他接受靖王侍子的身份。 不带这样给自己加戏的。 然而他惦记着萧义领兵作战的本事, 还是讨好道。 大侄子倒是提醒朕了。 既然你是靖王流落在外的血脉, 圣经是一定要回的。 靖王侍子的身份, 也定要继承。 朕这就下旨, 册封你为靖王侍子。 说着话, 抬手交内侍太监赶紧拟址。 萧义轻轻叹息。 他垂着丹凤眼, 侧眼冷峻如山, 声音依旧凉薄, 要让皇上失望了。 对我而言, 南府就是我的家, 这里有我记挂的人, 除了这里, 我哪儿也不愿去。 满是寂静。 老皇帝试探道, 大侄子不愿意认祖归宗。 不愿? 可, 朕可以为你赐婚。 如果大侄子觊予, 哦不, 记挂的人是宝仪郡主, 朕可以为你们赐婚。 如此, 大侄子可愿认祖归宗。 南宝仪目瞪口呆。 他看看满脸错愕的靖王妃, 看看笑容讨好的老皇帝, 又看看高深莫测的全臣大人。 原本以为赐婚得费一番周折, 绅士纠葛也得费一番功夫, 可是怎么三言两语就敲定了? 全是在手, 美人在怀。 偏偏全臣大人还一副很不情愿, 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 我反对, 人群之中突然冒出一个声音, 南广老脸苍白地站出来, 紧紧牵住南宝仪的手。 他双眉紧锁, 皇上, 草民不愿意娇娇嫁给萧义。 萧义啊, 那可是他的二侄子萧义。 平日里凶悍的要命, 动不动就对他似笑非笑, 搞得他全身汗毛倒树, 就差别他跪下叫祖宗了。 多这么个女婿, 这不是要他老命吗? 皇帝不高兴了, 他也是个护短之人, 沉声道, 茂茂兄是看不上朕的大侄子。 南广为难, 他是真的看不上他大侄子。 他委婉地念如道, 萧义比我家娇娇年长六岁, 实属老牛吃嫩草, 如何使得? 我家娇娇还小, 还要在府里留个两三年的老牛吃嫩草。 萧义的表情有些微妙, 他盯着南广, 似笑非笑, 三叔, 说起来, 我院中有一把斧头, 血迹斑斑, 看一眼, 就叫人很是惶恐啊。 斧头, 南广老脸清白交加。 萧义这是在拿他砍杀皇室的事情, 威胁他。 他双股战战, 刚刚燃起的气焰悄然湮灭, 含着两眼老泪, 可怜巴巴地摸了摸南宝衣的小脑袋, 娇娇, 你要保重啊。 说完, 退到了旁边, 南家老夫人双眼泛红, 盈盈闪烁着泪花。 他上前, 温柔地牵住南宝衣的小手。 他道, 皇上, 我们娇娇确实还小, 虽然您亲自赐婚是天大的福分, 但名副以为, 不如再等两年, 等到娇娇急急时, 赐婚也不迟。 他知道, 萧义才貌双全, 全是滔天。 但是, 他的娇娇, 还只是个惊差之年的小姑娘。 虽说目前心仪萧逸, 可是如果他将来长大以后, 发现这所谓的心仪, 只是年幼时不懂事的敬仰, 他会后悔这门亲似的。 他舍不得, 叫他的小孙女后悔。 老皇帝撵着小胡须, 迟疑地望向萧逸。 萧逸一字一顿, 祖母, 如果他急急时, 对这门婚事感到后悔, 那么, 我给他后悔的机会。 十五岁急急那日, 只要他亲口说出, 不想嫁给我, 那么他就可以不嫁。 这话是我说的, 以我余生的荣耀启示, 我萧逸绝不违背誓言。 南家众人在无话可说, 一个男人, 大度到这个份上, 他们还能说什么呢? 南烟暗暗咬牙, 拢在绣馆里的双手, 悄然攥紧成全。 都是南家的姑娘, 凭什么, 他要伺候年纪能当他爹的老男人, 南宝一却能嫁给年纪轻轻军权在握的全臣。 杜季宛如野草般生长, 几乎将他彻底掩埋。 他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温声道, 皇上, 二哥和娇娇乃是兄妹, 哪怕没有血缘, 但毕竟也交了这么多年的哥哥, 您贸然给他们赐婚, 恐怕不妥。 兄妹, 萧一吃笑, 他把玩着白瓷茶盏, 嗓音细血, 我未曾入南家族谱, 哪儿来的兄妹? 招一是眼瞎还是耳朵龙? 本都都姓萧, 南娇娇姓, 南, 我只是暂居南府二十年, 何时与娇娇成了兄妹? 未曾入南家族谱, 不止南嫣惊讶, 就连南家其他人都十分惊讶, 他们纷纷望向老夫人, 南老夫人心虚地倾咳一声, 当初老大把萧一从战场上抱回来, 他只同意将她养大, 但入族谱是死活不成的, 无奈老大闹得厉害, 于是他干脆阳凤凝违, 所有人都以为萧一的名字在南家族谱上, 实际上, 他从一开始就没把他的名字写进族谱里, 这事儿知道的人不多, 萧一算是其中一个, 哈哈, 老皇帝大喜, 如此说来, 当真是天赐良缘, 冒冒兄, 咱俩这亲家, 是当定了啊? 父皇? 楚月心不乐意, 他委屈到, 萧一是而臣看重的男人, 凭什么便宜了南宝一? 而臣不愿, 而臣就要他做驸马, 萧一讥讽, 三公主的脑子, 是跟你昨日吃的东西, 一块掉进茅厕了吗? 你我乃是堂兄妹, 怎可做夫妻? 他惊呆了, 好好的, 他怎么突然和萧一成兄妹? 他急忙掰起手指头, 算他和萧一究竟是哪门子的亲戚? 老皇帝倾咳一声, 郑重地转向南宝一, 他笑容慈爱, 宝一, 朕虽然是天子, 却也知道, 强扭得瓜不甜。 你跟朕说说, 你愿意嫁给朕的大侄子吗? 这是郑氏赐婚以前, 最后的试探了。 南宝一望向萧一, 他就坐在那里, 身红色织金官袍, 铺满圈衣, 姿态端正而领贵。 丹凤眼狭长而凉薄, 渴望向他时, 却藏着数不清的深情。 他记得, 与他西窗共读, 红袖天香。 他记得, 西陵雪山的第一个吻。 他记得, 明江临情里, 他的舍命相护。 他记得, 绝愿四围墙外的那场告白。 他更记得, 剑门关战道上, 那一场万丈光芒的定情。 一桩桩一渐渐, 如走马灯般, 在脑海中掠过。 他身情如许, 他怎能辜负。 少女弯起亮晶晶的丹凤眼, 皇上, 宝怡愿意。 愿意与他看一辈子的日落和星辰, 愿意陪他荣马天下, 愿意陪伴他从青丝到白发。 世上再也不会有男人, 与他同生共死那么多回。 萧义, 是他前世今生, 唯一心动的男人。 既然爱上了, 他死也不会放手。 萧义朝他伸出手, 到哥哥这里来。 众目睽睽。 少女像是一位轻盈的嫩黄蝴蝶, 提起宽大如云朵的如群, 义无反顾地急步朝他而去。 他的眼睛那么明亮, 他的笑容那么甜, 像是吹过冰壶的春风, 叫在场所有人都感受到, 原来两情相悦的爱情, 可以是那么美妙的一件事。 萧义掌心宽大, 他紧紧握住男宝衣的手。 小姑娘的手, 脚嫩棉白, 握在掌心, 像是握住了他的全世界。 他注视着男宝衣, 小姑娘的脸, 娇美干净, 眼睛尤其明亮, 弯眸笑起来时, 好看的能要他的命。 这就是他这辈子要娶的姑娘, 这就是他未过门的小娇娘。 萧义薄唇扬起, 虔诚地在他指尖落下一吻。 至此, 晋王世子归位。 圣上感念晋王世子与宝衣郡主, 两情相悦生死与共, 特意赐婚, 只等宝衣郡主急急后完婚。 小木楼里看热闹的人, 逐渐散场。 萧义依旧坐在圈椅上, 紧紧握着男宝衣的小手手。 秋阳透过菱花窗, 在地板上投落婆娑花影。 男宝衣面颊微红, 低垂眼洁, 轻声道, 二哥哥总看着我做什么。 萧义扶手, 意犹未尽地亲吻他的指尖。 他抬眸, 单凤眼勾勒出笑意, 嗓音轻悦温纯, 自家的小娇娘, 怎么看都好看。 一时情难自惊, 忍不住多看几眼。 男宝衣害羞地咬住唇绊。 青天白日的, 还没成亲呢。 全臣大人就开始说这般肉麻的情话, 叫他怪不好意思的。 郑修妾难耐时, 脚落账慢后, 传出一声英明。 男宝衣正了正, 他险些忘了, 韩老板和沈一朝还在这里。 哒哒哒的脚步声传来, 姜遂寒端着两碗热气腾腾地要上楼。 他嚷嚷, 大白天的, 你们两个在这里腻歪什么? 萧家哥哥, 不是我说你, 你表弟出事了你知道不? 你表弟发情了, 怕是把人家黄花大闺女给糟蹋了。 账中传来一声怒吓, 是老娘糟蹋了他。 男宝衣善善, 韩老板的彪悍, 真是体现在方方面面啊。 姜遂寒要给他们两个喂解药, 萧衣带着他先行离开了小木龙。 行至狼舞, 一群同龄少女围拢上来。 男宝衣如今身份贵重, 还成了正希大都督的未婚妻, 自然值得他们巴结交好, 因此争先恐后地要与他说话。 男宝衣迟疑地望向萧衣。 萧衣立在狼舞下, 笑着示意他尽管去玩。 他目送男宝衣被众星捧月 往花园水线那边走, 才转身踏进西房。 男府的西房干净滑柜, 薄谷架上陈列着古董玉器, 角落还细细熏着香, 不像是茅厕, 倒是比寻常姑娘的闺房还要宽敞奢华。 萧衣慢悠悠走到红木雕花宫筒边。 他撩开袍鞠, 隔壁宫筒前站着太子楚怀男。 他盯着墙壁, 眼眸深沉, 原来大都督, 钟情宝衣郡主。 想来前日对姑娘般不耐烦。 也是因为宝衣郡主的缘故吧? 萧衣挑了挑眉, 不置可否。 楚怀男心中郁郁寡欢。 接近宝衣郡主, 本是为了他背后的采与权。 可如今愿望落空, 他既失落, 又有些心伤。 他权衡再三, 还是选择开门见山, 孤欣赏大都督的胆识和文质武功。 孤自问, 有容得下你的度量。 一, 可要加入孤的阵营。 孤的弟弟成王, 素来善度, 将来继位地弱使他。 大都督功高震主, 他容不下。 容不容得下, 不是你们说了算, 而是我说了算。 萧衣懒洋洋放下袍鞠。 他瞟了眼楚怀男的那处, 忽然意味深长的讥笑。 如太子殿下这般, 也好意思叫我家娇娇, 去太子府看鸟。 他说完, 心满意足地朝西房外而去。 总觉得萧衣在暗示什么。 萧衣静过手, 静止往花园水线那边走。 刚穿过花镜, 就瞧见静王妃等在一处红漆凉亭里。 一而, 静王妃脸色苍白, 不顾身份主动走出凉亭。 你怎么能直接叫皇帝赐婚? 你还没有去过圣经城, 还没有见过那些花儿一样的世家贵女, 怎么能随随便便就和南宝一绑在一块? 萧衣挑着眉。 静王妃苦口婆心, 你如今是我的孩子, 是静王府精尊玉贵的世子。 我希望你娶的人, 是南越国最好的姑娘, 而不是南宝一一个商户女。 一二, 南宝一她, 根本就配不上你。 萧衣翘起薄唇, 双眼却透出寒芒。 我的婚事, 不需要你来插手。 我是你的娘亲。 你是吗? 静王妃咬牙切齿。 是, 我确实不是你的娘亲。 所以, 你也根本就不是静王世子。 你如今的高贵身份, 是我赐予你的。 你应该听我的话才对。 萧衣, 我能赐予你荣光, 也能夺回那份荣光。 萧衣欣赏着她, 气急败坏的模样, 弯唇。 她饶有兴致地把玩着一朵芙蓉花, 证人是姨母找来的, 谎话也是姨母编造的。 如果静王知道姨母找人冒充她儿子, 不知是怎样的心情。 我和南家倒是无所谓, 毕竟所有的一切, 都是姨母一手安排。 我们也只是受害者, 一番话夹枪带棍, 静王妃脸色苍白, 身形摇摇欲坠。 她死死盯着萧衣, 怎么都想不到, 她竟然如此薄情。 她在威胁她, 原来从一开始, 她就不打算好好给她当儿子。 她利用她, 摆脱南府杨子的身份, 还登堂入室, 成了南越皇族。 而她, 却必须给她擦屁股, 替她料理一切, 有可能威胁到她的人。 她嘴唇抖动, 当初, 为何要答应假冒静王世子? 仅仅是为了南越皇族身份, 仅仅是为了权势。 南越皇族, 算个什么东西? 萧毅眯了眯眼, 我已大权在握, 静王世子, 又能带来怎样的权势? 那是为何? 萧毅笑得很不正经, 因为我觉得, 世子妃的称号, 比大都督夫人的称号, 更适合南娇娇啊。 换起来, 好听。 静王妃鸡欲吐血, 绕了大半圈, 萧毅竟然全是为了南保一。 她几乎五内巨坟死死盯着萧毅, 嘴唇抖得更加厉害, 完全说不出话。 花镜那边, 有几名侍女端着托盘经过。 萧毅微笑着把那朵芙蓉花插在静王妃的鬓角, 看起来很有母慈子笑的味道, 母亲慢慢逛园子, 本世子要去找娇娇说话。 她拂袖而去, 静王妃整个人都在抖。 她以为她弄了条听话的狗回王府。 这条狗, 可以为了她像江侧妃那个贱人狂吠, 也可以为了她撕咬王府小妾和庶子庶女。 可是, 这条狗, 她明显就是个疯狗, 连主人都不放在眼里的那种。 静王妃捂住心脏, 快要活活气晕。 萧毅慢悠悠来到花园水线。 戏台子上热热闹闹的表演剧目, 她的小娇娘坐在姑娘们中间, 笑容甜甜是很幸福的模样。 她暴毙, 远远看了片刻, 终是忍不住上前。 她拉开圈椅, 在南宝一身侧落座。 在看什么? 她随口问宝。 南宝一瞧见来人是她, 笑容不禁更加欢喜, 是玉楼春排练的新剧目。 竹竹亲自写道, 萧毅包着橘子, 撇一眼戏台。 做花旦打扮的少女, 朱元玉润, 小脸涂枝摩彩, 正是南宝珠。 她爱极了演戏, 此刻甩着水袖, 高声道, 奴家怀孕二月有余, 夫君外出经商, 抛下奴家独自在家。 奴家寂寞呀, 寂寞。 她忽然抱住肚子, 啊, 奴家肚子疼。 奴家怕是要生了。 包着橘子的指尖, 微微停顿。 她挑眉, 这场戏, 玉楼春没有彩排过吧? 南宝一同样汗言, 才怀孕二月有余, 怎么可能要生了? 不等她有所表示, 更骚得来了。 南宝珠躺在榻上, 似是难产。 扮演吻婆的戏子, 向扮演婆婆的人请教, 不知老夫人, 宝大还是宝小。 那婆婆一本正经, 宝小? 她已经控制不住抽搐的表情。 两个月大的胎儿, 要怎么宝小? 挖出来放在池塘里养着吗? 萧一勾勾勾唇脚, 把包好的橘子瓣送到南宝一嘴边。 甜不甜? 她问。 南宝一弯起眉眼, 二哥哥包的橘子自然是极甜的。 你与哥哥说说, 想要怎样的聘礼? 两人亲密相处的模样, 尽数落入楚月心眼里。 她站在水泄外紧紧捏着皮鞭。 萧一那么好, 却偏偏成了她的兄长。 她是她这辈子都得不到的男人。 这么好的男人, 偏偏便便宜了南宝一那个小贱人。 好气啊! 南烟出现在她身侧, 温声道, 公主殿下, 您见识到南宝一的手段了吧。 她自幼千骄万虫长大, 凡是她想要的, 南府都会替她抢到手。 哪怕您是公主, 将来嫁的驸马, 恐怕也不如萧一吧。 您被南宝一比下去了呢? 她算是看出来了, 楚月星是个一点就着的炮杖。 借刀杀人, 这种人的刀, 最好见。 楚月星气到面目扭曲, 我总会报复回去的。 她如今是一品郡主, 府里无数双眼睛盯着她。 公主想报复她, 并非一事。 依我之见, 不如先从她的亲人开始。 亲人? 比如, 南宝珠。 南烟轻声低语, 给楚月星出了个主意。 她目送楚月星, 杀气腾腾地走远, 纯扮情奇妩媚的弧度。 她想让南宝医痛苦。 既然她在乎那些亲人, 那就从她的亲人开始下手好了。 人生不如一事十之八九, 凭什么南宝医却能事事如意? 她饱尝过心酸痛苦, 如今, 也该轮到她来品尝了。 南宝珠到底没能演完那出戏。 观众嫌弃, 她的戏太蠢太傻, 纷纷起红扔菜叶子和花糕核桃, 叫她赶紧滚下台。 她呜呜地跑到后台, 却撞上一名小宫女。 小宫女笑盈盈地, 真喜爱男舞姑娘的戏, 请您一部花园与她当面戏说。 南宝珠眼圈红红的, 惊喜道, 她当真喜欢。 小宫女有点犹豫, 那场戏简直不要太蠢, 她家公主才不会喜欢。 但她还是硬着头皮, 违心道, 我们公主很喜欢。 人逢知己精神爽。 南宝珠破涕而笑, 那我收拾收拾, 这就与你一道过去。 依靠在不远处的宁婉舟, 忍不住挑了挑眉。 就南宝珠编排的戏幕, 难成那个德行, 居然还有人喜欢。 她不信, 她上前, 轻轻热热地牵住南宝珠的袖脚, 撒娇道, 姐姐, 晚晚与你一道去好不好? 南宝珠望向小宫女, 可以吗? 小宫女打量宁婉舟, 寻思着, 这货也就是个小婢女, 料想没什么用处, 妨碍不到公主的计划。 于是, 她笑道, 自然是可以的。 小宫女领着主仆俩, 一路穿过花镜, 来到一处偏僻的凉亭。 楚夜心端坐在凉亭里, 正姿态优雅地吃茶。 她抬眸, 瞥了眼朝她请安问好的南宝珠。 少女十四岁的年纪, 生得圆润白嫩, 像是一颗金贵的珍珠。 尤其是那双眼, 童珠里满是单纯和不安适室, 宛如纯净的水面。 楚夜心脑海中浮现出一些不怎么美好的陈年往事。 她眼中掠过恨意, 放下茶盏, 起身走到南宝珠跟前。 她挑起南宝珠的下颌, 聚傲道, 你就是南宝珠。 回公主话, 名女正是。 南宝珠笑容单纯, 听说公主喜欢名女演的戏。 刚刚那出戏, 是名女自己编排的内容呢? 楚夜心勾了勾唇, 本宫在皇宫里时, 也常常听戏班子唱戏。 班主说, 戏子最要紧的, 一是嗓子, 二是眼睛。 南宝珠点点头, 确实是这样的。 唱得好坏与否, 全看那副嗓子, 但表演的传神与否, 得看那双眼。 楚夜心注视着她的双眼, 听说戏子的眼神, 都要经过长期训练, 顾盼之时, 比旁人更加有神, 也更加动人。 南宝珠笑道, 玉楼春的人也这般说, 我欢喜唱戏, 欢喜表演, 因此时常一个人, 在闺房练习眼神。 哦? 楚夜心津津有味, 抬手俯上她的眼角, 本宫瞧着, 南四姑娘的眼睛, 已经足够明亮传神, 还需要刻意练习吗? 她温声细语, 一把锋利的匕首, 悄然从袖口划出。 南烟建议她, 给南宝珠安排顶撞她的罪名, 再借机毁掉她的容貌。 如此, 南宝珠嫁不到好人家, 南宝一会伤心一辈子。 可是, 比起毁掉她的容貌, 她更想毁掉南宝珠这双眼。 这样的眼神, 这样纯然干净的眼神, 叫她生气, 公主见笑。 比起玉楼春的老戏骨, 名女差得很远呢, 南宝珠叙叨叨地说着什么, 楚月星一个字, 也听不进去。 脑海中, 墨云翻涌。 那个黑暗的夜晚, 像是一张大网, 将她彻底网罗其中。 那个男人在皇宫中神出鬼没, 冰凉的体温, 急促的呼吸, 毫无感情的占有。 她像是一尾被抛上岸的鱼, 在挣扎中逐渐窒息。 楚月星紧紧盯着南宝珠的双眼。 她, 也曾有这般纯然干净的眼神, 可是在那个肮脏的夜晚之后, 她什么都没有了。 她止于下肮脏, 止于下不争, 止于下自暴自弃的骂名。 匕首闪烁着寒芒。 宁晚舟意识到不妥时, 已经来不及。 楚月星挥舞着锋利的匕首, 恶毒地划过南宝珠的眼睛。 南宝珠只来得及稍稍侧过身。 一道深深的伤口, 出现在她的眉骨上方, 从眉骨划过左眼, 顺着鼻梁, 一路斜斜, 伸向右侧脸颊, 风停叶指, 顺息寂静。 南宝珠跌倒在地。 她颤颤伸出手, 俯伤那道伤口。 下一瞬, 伤口陡然鲜血淋漓。 剧痛如潮水般将她淹没, 面颊和鼻梁所受的伤, 都敌不过眼瞳破碎所带来的痛苦。 凄厉的尖叫声, 划过整座花园。 在这一刻, 宁晚舟浑身冰凉。 心脏像是被人生生揪住。 周身的血, 一股脑全窜上了头。 她面色苍白, 如同发疯般奔向楚月星。 她夺过楚月星手中的匕首, 报复般朝她驳梗刺去。 负责保护楚月星的暗卫, 瞬间出现。 他们和宁晚舟大打出手。 少年心性凶狠, 发柴诸事全部掉落在地。 搏斗中傲群大袖尽数扯落, 只剩窄袖窄妖的一席深色净装。 乌发披散, 少年转身, 唇红齿白, 桃花眼极尽狠利。 那是一个少年, 男宝珠满脸是血, 透过飞红的雪木, 正正望着她的婢女。 她的婢女, 换她姐姐的婢女, 每日伺候她梳妆, 伺候她暮身, 甚至与她同床共枕的婢女, 怎么会是一个少年呢? 风声阴郁。 深秋之际, 落叶萧萧。 男宝珠唇半苍白, 浑身的冷汗, 浸湿了傲群。 被引为知己的姑娘伤害, 被视作亲妹妹的少年欺骗, 少女纯然干净的心, 在这一刻, 悄然支离破碎。 飞红的血色, 在纯白之上悄然蔓延。 大颗大颗的泪水, 自完好的眼眸, 潸然滚落。 她不停后退, 抱住双膝, 哭得撕心裂肺。 终于有宾客闻声赶来。 暗卫高高举起刀, 从背后向宁婉舟偷袭。 猫眼石戒指, 犹如最好的暗器, 自消一掌心之初, 血裹着射人的雄厚内力, 直接洞穿了偷袭者的心脏。 三道什么? 她历生。 男宝一眼看见, 满脸是血的小堂姐。 那道伤口又深又长, 几乎毁了小堂姐半张脸。 她手脚冰凉, 脊背瞬间渗出一层冷汗。 猪猪, 她失声, 双腿发软地奔到男宝珠身侧, 一把将她抱到怀里。 猪猪, 你脸上的伤, 男宝珠面如精致。 她倒在男宝一的怀里, 晕厥前眼中最后的画面, 是那个发疯般朝暗卫捅刀子的少年。 萧毅一把拎住宁婉舟的后颈。 她冷漠地盯向楚月星, 公主, 能给我一个交代吗? 楚月星终于感到害怕。 她心里打着鼓, 面带惊慌。 是, 是男宝珠顶撞本宫在先。 蓝宝一把男宝珠交给何叶。 她快步走到楚月星面前, 狠狠扇了她一耳光。 我小堂姐, 才不是顶撞别人的人。 你竟敢打本宫? 楚月星暴跳如雷, 蓝宝珠不过是瞎了一只眼。 你竟敢为了她打本宫? 来自皇宫的金枝玉叶, 对上了蜀郡首富的掌上明珠。 楚月星高高扬起手, 正要一把掌还回去。 男宝一眼急手快, 又给了她狠狠一耳光。 啊! 楚月星跺着脚立声尖叫, 造反了, 男家造反了。 男宝一掌乖本公主。 男家, 是想反了我南越皇族不成。 男宝一面无表情。 如果, 如果老皇帝敢偏袒楚月星, 那么就算反了南越皇族, 又如何? 她不是独胜贤淑长大的姑娘。 她骨子里, 她全家人的骨子里, 都没有忠于君王的思想。 她只知道, 她的小堂姐被名为皇族的那家人欺负了。 要么他们主动以血还血, 要么, 她逼着他们以血还血。 哟, 这是在闹什么? 轻笑声忽然传来, 众人让开一条路。 穿戴华贵的贵夫人, 卖着帘布款款来。 她笑容妩媚, 眉梢眼角, 透着上了年纪以后所特有的风情。 王妃姐姐来景观城散心, 王爷放心不下, 因此特意叫妾身跟过来瞧瞧。 哟, 我们的三公主, 怎么哭成了这副可怜样? 姨母? 楚月星尖叫着, 委屈地扑进她怀里。 难保依神情冷漠, 瞬息之间便猜到了这位贵夫人的身份。 静王妃的对手, 王府里那位有儿有女的江侧妃, 也是楚月星生母江贵妃的亲妹妹。 江侧妃温柔地轻抚楚月星的脸蛋, 可怜见得, 小脸怎么肿成了这样? 可是谁欺负你了? 跟姨母说说, 姨母替你出气啊。 静王妃独自赶赴景观城, 名为散心, 她瞧着却很是蹊跷, 她怕她搞出幺蛾子, 所以才心夜兼诚地追来。 刚踏进南府, 就听侍女禀报, 静王妃居然找回了死在多年前的静王柿子, 还被皇帝认下了。 柿子之位是她儿子的, 怎么能便宜一个半路冒出来的野种? 她忍不了, 匆匆来花园找皇帝, 谁知却撞上这一场闹剧。 楚月星回答道, 姨母, 南宝依欺负本宫, 江侧妃打量南宝依。 想来, 这就是那位心静侧封的宝仪郡主, 家中有才, 容貌倾城, 只可惜, 偏偏只给了那个野种。 她仍旧笑盈盈地, 眼底却盛满了恶意。 她把楚月星交给贴身女官, 信不走向南宝依, 你打了三公主, 看热闹的静王妃, 坐不住了。 她护在南宝依面前, 姿态冷傲, 侧妃妹妹怎么也不问问, 是谁先动的手。 三公主平白划上了南宝依的脸, 不过才挨两巴掌, 都是你这当姨母的, 和她母妃没交好的缘故。 她不想维护南宝依, 她只是单纯艳恨江侧妃。 凡是能给江侧妃添堵的事, 她都乐意去做。 往日在圣经城, 她可没少受江家姐妹的气。 江侧妃反唇相机, 子不教, 父之过, 王妃姐姐的意思是, 三公主之所以伤人, 全是圣上的过错。 静王妃尚未反驳, 花镜镜头传来一声畅诺, 皇上驾到, 老皇帝匆匆赶来, 瞧见满脸是血的南宝珠时, 魂都要吓掉了。 南家富贵, 又与萧毅息息相关, 是她要拉拢的对象。 谁知道, 她黑着脸上前, 一巴掌狠狠扇到楚月星脸上, 孽障。 楚月星捂着脸颊, 整个人抖如筛糠。 这是她父皇, 第一次打她, 孽障。 你瞪着朕干什么, 还不快给南家道歉。 楚月星泪珠大磕大磕地掉落。 她咬着牙, 屈辱地转向南家众人, 不着痕迹地把楚月星护在身后, 笑道, 哎呀, 都是小姑娘家的玩闹, 既然希儿已经道了歉, 咱们就不要再追究了。 朕会请最好的御医, 亲自为南宝珠看着, 还会赏赐她。 嗯, 只要你们开口, 金银珠宝, 古董自画, 朕有求必应。 将是紧紧搂着女儿。 她眼圈泛红, 低垂的睫毛, 遮住了同眸里的恨意。 因为对方贵为公主, 所以即使划伤了别人的脸, 也可以全身而退。 一句轻飘飘的道歉, 算得了什么呢? 老皇帝心中有点发怵。 虽然希儿不懂事, 但毕竟是她亲女儿。 她总不能叫人也在希儿脸上来一刀, 以此赔偿南宝珠的损失吧。 她倾咳一声, 心虚地吩咐道, 都愣在这里干什么? 快把南四姑娘抱回屋, 请大夫过来瞧啊。 说着话, 一只手藏在背后, 朝江测飞和楚月星打手势。 江测飞回过神, 牵住楚月星, 迅速往花镜那边走。 尚未走出几步, 南宝衣挡在了他们面前。 云翼遮住了太阳。 秋风四起, 将婆娑花影倒映在她白嫩的面颊上, 睫毛阴影落在瞳孔之中, 令人看不清楚她的神情。 她抬起手, 大袖垂落, 挡住了两人的去路。 她一字一顿, 皇上, 三公主弄坏了我小堂姐的脸。 且不说容貌受损, 就连左眼也受到了创伤。 您有没有想过, 也许我的小堂姐, 左眼再也不能失误。 放肆! 江测妃怒骂, 皇上面前, 怎能自称我? 宝仪郡主可知道, 规矩为何物? 律法为何物? 律法啊! 南宝衣倾笑, 既然江测妃提到了律法, 我倒要与你仔细论道论道。 本朝律例, 故意伤人者, 轻则账则二十, 重则流洗千里。 三公主所作所为, 完全够得上重刑。 放肆! 三公主金之玉叶, 本朝律例还规定,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宝仪郡主还真是牙尖嘴裂, 江测妃冷声讥讽。 我们三公主就站在这里。 你敢娶她左眼吗? 你敢以血还血吗? 她说完, 又冷冷逆向萧毅, 冷冷逆向南府众人。 还是说, 正熙大都督和南家, 对皇族不轨, 意图谋反。 意图谋反四个字, 被她咬牙切齿地说了出来。 在场众人, 面色各异。 萧毅手掌兵权, 南家富贵滔天, 当然有谋反的资本。 眼见着气氛剑拔弩张, 南老妇人站了出来。 她眼圈发红湿润, 眸色深邃, 轻轻牵住南宝一的手。 她此生, 公主尊贵, 想来伤害我们家猪丫头, 只是无心之失。 南宝一面色微灵, 不可思议地望向祖母。 正要说话, 却被老人暗示般狠狠握了握小手。 南宝一指得咽下所有的话。 她目送楚月星和江测妃远去, 眼中满是不甘心。 直到宾客散去, 她才问道, 祖母为何拦我? 小堂姐她, 来人, 老夫人打断她的话, 把五姑娘带去招文院。 祖母! 南宝一从未见过老人这般严厉。 纪嬷嬷已经抓住她的手臂。 五姑娘, 老奴送您回朝文院。 南宝一不情不愿地被带走, 婆子抱起南宝珠, 与江氏等人回了后院, 请江遂寒看着。 天际堆叠着重重云翼。 秋风萧瑟, 刚刚还声歌满缘的热闹, 在短时间里忽然风声鹤唳。 老夫人拄着胡桃木拐杖, 面无表情地站在花丛边。 萧一蹲在暗卫的尸体旁, 掀开她的衣巾。 中军, 是自古就有的命体。 老夫人缓缓出声, 可是, 比起虚尾又高高在上的君王, 我更爱生我养我的土地, 更爱土地上与我为善的亲人, 朋友, 灵力。 萧一伸手, 把暗卫胸枪上那道致命的伤口, 慢慢撕开。 鲜血淋漓。 我的君王伤害了我的掌上明珠。 我的君王, 认为他的女儿, 比我的孙女, 更加精尊欲贵。 他甚至, 连仗则他女儿都办不到。 老夫人艰难地闭了闭眼, 谁家的孩子不是宝贝, 他凭什么肆意护短? 浑浊的老泪, 顺着他的面颊滚落。 老人在秋风中轻颤, 但他的背影看起来一点也不孱弱, 反而蕴含着异样的丽与美。 萧一, 我男家人不爱读书, 不知何为中军, 只知何为户短。 老夫人缓缓转向萧一, 我知道你并非南越国人, 我知道你野心勃勃, 我知道你想要更盛大的地位与权势。 如果你要谋反, 如果你想推翻南越皇族, 我男家第一个支持。 清泉族之力, 举蜀骏之父, 为你铺一条锦绣前路。 萧一面无表情, 修长白皙的手指, 慢吞吞在尸体的心腔里掏锁。 片刻, 他终于掏出了那枚猫眼尸骨银戒指, 他把戒指戴在指尖, 粘稠的烟红血液顺着白皙手指滚落。 他垂眸欣赏了片刻, 嗓音沉稳, 如祖母所愿。 南越皇族是大庸的叛徒, 取代他们夺回领土, 本就是他的夙愿。 可南越皇族也是南家的君王。 他曾无数次在夜里辗转反侧, 思考如果将来他与南家出现分歧, 如果南家定要忠于他们的君王, 他该如何抉择又该如何劝说。 但今日看来, 那些纠葛似乎都已经不再重要。 南家终究是站在他这边的。 萧义回到赵文苑, 寝屋里传出玉器碎裂的声音, 不用想就知道是南娇娇在发脾气。 他踏进门槛, 满地都是碎裂的瓷器和玉器。 小姑娘高高举起, 一只琉璃玉尊正要往地面砸。 鱼为他们努力拦着, 劝说得厉害。 他踏进门槛, 在窗盘的罗汉踏上撩袍落座, 随手端起一盏茶, 嗓音淡漠, 让他砸。 鱼为几个对视一眼, 指得退到旁边。 南宝一恶狠狠把玉尊砸碎, 又抄起一只白玉小鼎。 他把小鼎也砸了得稀巴烂, 见博谷架上还有成套的前巢瓷器, 于是一股脑把瓷器砸了得干干净净。 他蹲在地上, 小脸埋在壁弯, 哭得撕心裂肺。 哭了整整两刻钟, 哭声才逐渐阴雅削弱。 萧一品着茶, 淡淡道, 哭够没有。 南宝一抬起红肿如核桃的眼眸, 楚月星不会无缘无故找小堂姐的麻烦。 定然是因为我, 定然是因为我得罪她的缘故。 祸不及佳人, 如果小堂姐当真出了事, 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他抄起一片边缘锋利的瓷片, 他哽咽着, 语气却十分坚定。 如果小堂姐的左眼再也不能事物, 我就用这个瓷片挖出我的眼睛, 赔给他。 小义吃笑, 他慢悠悠品了几口茶。 抬眸望向南宝一时, 注意到锋利的瓷片划破了他的指尖。 血珠涌出, 趁着雪白的肌肤, 有种惊心动魄的凄美。 他示意余味, 替他包扎伤口。 行凶之人, 是楚月星, 不是你。 为什么不去仇恨凶手, 反而要仇恨你自己。 南宝一沉默。 他看着余味, 替他清理伤口, 又缠上纱布。 扮上, 他轻声, 太过巧合, 必是人为。 如果我毁掉楚月星, 为小堂姐报仇, 皇帝第一个怀疑的, 就是我家。 二哥哥, 好不容易蜀郡再无权贵, 寄予我家族富贵。 我不能再让皇族记恨。 楚月星, 暂时动不得。 至少, 在蜀郡时, 动不得。 萧一勾了勾唇, 小姑娘一通发现, 倒是冷静下来了。 他转了转茶盏, 意味深长, 也只是男家, 动不得他, 男宝一威政。 扮上, 他忽而起身, 多谢二哥哥提点。 少女面色匆匆, 离开了赵文苑。 一位吩咐小丫鬟, 收拾满地狼藉, 迟疑地望向萧一。 主子, 宝一姑娘, 这是要去哪儿? 南岳皇族还在府里, 您不怕他惹出事端。 萧一已在榻上。 他喝了口茶, 唇齿间静视茶香。 他道, 从前我以为, 这天下, 是男人的天下。 如今经历了许多, 才知道女人聪慧, 不亚于男子。 瞧着吧, 男娇娇会替他小堂姐, 完成一场漂亮的复仇。 鱼未听得云里雾里, 因为楚月星和南宝珠那场事故, 花园里的接风宴不欢而散。 楚怀男回到寝屋, 却见屋中竹帘低垂, 光阴暗淡。 屏风后, 隐隐绰绰映出一道纤细身影。 他迟疑地走到屏风后, 娇美稚嫩的少女, 正翘着腿坐在紫檀圈椅上喝茶。 椅子旁边还靠着一把大铁锤。 楚怀男心头威领, 宝仪郡主这是要入室行凶。 男宝仪答非所问, 太子殿下的茶格外清香。 你, 楚怀男迟疑? 你用这把大铁锤打晕了姑的内饰, 然后偷偷溜进姑的寝屋? 是这般打算的。 只是拖着铁锤过来, 却一路畅通无阻, 并无内饰安慰阻拦。 男宝仪开门见山, 直说吧, 我想要楚怀心的命。 她坐在了上手位置。 楚怀男并不恼。 她在下手位置坐了, 笑道, 姑明白。 男宝珠一事, 令宝仪郡主怀恨在心。 可楚怀心终究是姑的妹妹。 你要姑对她下手, 姑办不到。 我不要太子殿下对她下手。 男宝仪也谋理呈现出锋芒, 我要薛定威对她下手。 楚怀男彻底愣住, 沉默了很久。 她才道, 姑不明白你的意思。 薛定威是朝廷悬赏的逃犯, 为了获得赦免, 她会不惜一切做出任何事, 哪怕是劫持公主, 威胁皇帝为她写赦免书。 你想趁薛定威劫持楚怨心时, 借她的手, 在混乱中杀了她。 男宝仪垂谋喝茶, 不置可否。 楚怀男否定道, 我父皇行踪保密, 薛定威不可能知道她返程的路线, 所以她根本不可能劫略楚怨, 她的话忽然戛然而止。 她震惊地看着男宝依, 你要估, 泄露父皇的返程路线。 这就是我来找太子殿下的理由。 男宝依神情坚定, 出现混乱之后, 暗卫们会在第一时间保护皇帝, 而薛定威从前效忠过你, 他是重情之人, 所以他不会劫持你。 他, 只会选择防守最薄弱的楚月星。 楚怀男思绪有些凌乱, 他垂下眼帘, 轻轻拨弄腰间佩语。 好半上, 他才轻声道, 楚月星, 是姑的妹妹。 同父异母的妹妹, 男宝依强调, 真正论起来, 他是成王的亲妹妹。 他将来的婚事, 也是为成王上位而铺路。 寝巫陷入寂静。 两久, 楚怀男抬谋, 宝依郡主, 是以男家五姑娘, 晋王世子妃的身份, 要求姑为你办事。 男宝依扯唇, 弧度讥讽, 以御楼春老板的身份。 他抽出一块腰牌, 丢在花机上。 是御楼春的腰牌。 楚怀男再度沉默。 即使身在圣经, 他也听说过御楼春的大名。 非是因为那些筷子人口, 又十分新颖的巨木。 而是因为白小生。 上之天闻下小地理, 只要付出银钱, 就能得到想要的消息。 楚怀男的目光从腰牌上挪开, 带有深意地打量男宝依。 宝依郡主瞧着娇若温柔, 没想到, 却是个手眼通天之人。 他轻生, 只是孤不明白。 既然宝依郡主掌握着御楼春, 应当算不得男士。 确实算不得男士。 所以, 我并不是要殿下泄露皇帝行踪, 而是想请殿下劝说皇帝, 从茶马到一带返京。 御楼春掌管的山匪, 就驻扎在茶马到一带。 如果薛定威在那里劫掠圣驾, 他甚至无需问全臣大人借兵, 他很容易就能请山匪出手帮忙, 彻底控制局势。 楚怀男思虐了半赏, 道, 你的筹码, 确实值得孤冒险。 作为交换, 顾要御楼春打探一个人。 谁? 顾崇山。 男宝一挑眉。 顾崇山一手掌控皇宫, 父皇很信任他, 几乎拿他当儿子宠爱, 很多大权都放心地交到他手中。 但顾崇山支持的, 却是陈王。 顾想了解他的底细, 但翻越宫中卷册, 只知道他七岁进宫, 之前和之后的事情, 卷册上一片空白。 男宝一与他达成了交易。 他拖着大铁锤, 小脸, 阴郁地离开了寝物。 行至园林, 风雨欲来。 狂风掀起他的群居, 随着乌云压境, 潇潇秋雨如莲木般, 自狼岩落下, 狼外芙蓉气露, 芭蕉生生。 雨水阴湿了牡丹红的如群。 寒烟梁慵懒地坐在台阶上, 双手后撑, 静静看着带有寒气的雨雾, 顺着涂满丹蔻的白嫩脚尖, 朝群居一路弥漫。 书展开的身段, 恰似盛放的音速。 他从眉烧眼角到指尖, 都透着勾人的春意。 是个叫男人一眼沦陷, 却偏偏不敢触碰的妖精。 萧义打他背后走过。 寒烟梁往后仰起头, 仰了杨红唇, 我睡了你表弟。 萧义面容淡漠。 寒烟梁笑意更甚, 谈谈, 雨目茫茫。 萧义坐在寒烟梁身侧, 听见少女嗓音妩媚。 两百多年前, 景观城也曾是大拥的领土。 那只名为天书的军队, 被安排在这里, 像是宝剑被迫藏起锋芒, 等待重新出窍的那天。 萧义把玩着戒指, 注视着雨目的丹凤眼中, 透出一抹深意。 玉楼春的白小声行当, 在茶马道上, 被迫伪装成山匪的军队, 原来韩老板, 就是天书这一代的统领。 天书, 永远效忠大雍皇族。 韩烟梁歪头, 你是我认可的主子。 萧义, 天书愿意效忠你。 我没有天书令牌。 一年四季, 雨水会以不同形式出现。 比如雨雾, 比如冰雹, 比如雪花。 韩烟梁微笑, 所谓的令牌, 或许, 并不是你所想象的, 令牌的模样。 萧义撵着戒指, 脑海中浮现出一些事。 昔日南老夫人, 发现他寄于南郊郊时, 曾罚他去祠堂抄写经书。 他寄的供桌上, 有一枚铜钱。 反面住客着金玉满堂, 正面住客着盛世大雍。 丹凤眼逐渐晦暗。 他起身, 义无反顾地踏进雨幕。 深秋落雨, 祠堂里并未点灯, 显得颇有些阴森。 萧义推门而入。 供桌上, 无数仙祖排位, 肃穆冰冷。 青铜香炉里现香燃烧, 空气中弥漫着端庄的清香。 那枚铜钱依旧躺在供桌上。 历经两百多年的历史, 边缘有些磨损, 但依稀可以窥见 两百多年前的那一场鼎盛太平。 萧义刺破指腹。 烟红的血珠滴落在铜钱上, 疏然消失不见。 却有看不见的契约, 于无形中递结, 随着雨幕悄然传达。 在台阶上, 勇懒舒展身姿的韩燕梁, 慢慢睁开水眸。 他起身, 脸去所有漫不惊心, 郑重地朝祠堂方向拜倒。 在御楼春戏台子上, 咿咿呀呀唱着曲儿的轻衣小声, 忽然抛下数百位观众, 急步踏出戏楼, 虔诚地朝祠堂方向拜倒。 街头叫卖猪肉的屠夫, 哭着扔下屠刀, 跪倒在雨水之中。 穿过拱桥的花船, 一位美貌动人的歌姬, 忽然丢下琵琶和恩客, 泪流满面地走出船舱, 在船头扑通跪下。 茶马道上, 成千上万的山匪, 纷纷奔出山寨。 他们收敛了全部的嬉笑怒骂, 和吃喝嫖赌, 如石头般矗立在萧萧雨幕里, 像是世间最索相披靡的精锐军队, 不约而同地朝南家祠堂方向叩拜。 天书认主, 闪电撕破乌色沉沉的天穷, 犹如世间最锋利的宝剑, 在这一刻重新出桥。 惊雷滚过。 南府后院, 宁晚舟站在满院雨水里, 静静注视着南宝珠的寝屋。 细雨冲刷着她脸上的脂粉, 她抬袖抹了把脸。 十三岁的少年, 男生女像唇红齿白, 最是那一双狐狸眼, 形似桃花, 即使盛满阴郁和戾气, 看起来也依旧像是炼艳者无尽芳华。 景眼的隔扇被推开, 江碎寒和江氏前后踏出门槛。 江氏眼圈依旧泛着红, 轻声道, 果真无事。 二夫人放心, 男朱朱并未伤及根本。 我手中有奇药, 可以保她左眼无事, 脸颊上的伤疤也能尽快恢复。 只是三五日肯定是不成的, 我估摸着, 起码得休养一两个月, 才能彻底痊愈。 那就好, 江氏放了心, 江神医的医术, 我们全家人都是信任的。 江碎寒拱了拱手, 亲自去小厨房煎药, 江氏又叮嘱几个侍女, 仔细照看男宝珠。 她眼上格扇, 注意倒站在云木里的宁婉舟, 她忍了忍, 才沉声道, 男扮女装, 潜伏在我女儿身边, 当真是居心叵测。 若非念在你年纪上小, 我定要叫人把你乱棍打死。 你是我女儿的人, 我不处置你。 等她醒来, 叫她亲自发落。 说完, 满脸怒意地离去。 秋雨清寒, 雨水打湿了宁婉舟的睫毛, 纤长卷翘的睫毛垂落下来, 使她看起来黯然失落, 就连唇色在阴雨天中, 都显得过分苍白。 她抹了把脸上的雨珠, 抬不往耳防走。 天色渐渐暗了。 狼舞下, 侍女点着脚尖, 点燃一盏盏风灯。 宁婉舟重新梳洗过, 穿一袭干净的暗紫色直夺长衫, 发际是少年样式, 正暴毙已在廊柱上。 隔膳发出枝压声响。 两名侍女交谈着走出来, 小姐刚醒, 定然饿得慌。 我去小厨房端舟, 再问问将神医汤药可有煎好。 你去回禀老夫人和二夫人, 想来他们一定等得很着急。 他们沿着游廊走远。 宁婉舟抿了闽纯, 迟疑地踏进门槛。 他做贼似的, 眼上隔膳。 屋子里燃着花香, 账卖用金钩卷起。 男宝珠果然醒了, 就坐在拔布床上, 搭拉着眼帘, 抱一盘精美的花糕, 小口小口地吃着。 他脸上缠着纱布, 面颊苍白, 看起来很没有精神。 宁婉舟走到床前, 他小声道, 我听见将神医说, 姐姐的伤, 一两个月就能痊愈。 所以, 姐姐不要伤心, 只需好好养病。 男宝珠咬碎一块花糕, 没吭声。 宁婉舟抱住她的胳膊, 撒娇般晃了晃。 姐姐, 男宝珠厌恶地甩开她。 她仰起头, 怒声, 我把你当妹妹, 你去欺骗我。 你明明就是个少年, 却整日涂脂抹粉, 甚至, 甚至还伺候我牧身, 与我同床共枕。 你, 你就是个变态。 泪水从少女玩好的右眼滚落, 被欺骗, 她好伤心。 宁婉舟始终垂着头, 唇脚下压, 隐隐透出力气。 她语速缓慢, 去年风雪夜, 是姐姐救了我, 我从未说过自己是女孩, 是姐姐一厢情愿地认为, 我是女孩。 男宝珠略显窘迫, 景观城那场风雪夜, 她看见晚晚拿着草席包裹尸体, 脑袋上还插着草镖, 自然以为她是在卖身脏妇。 一般卖身脏妇的, 不都是姑娘家吗? 再加上她男生女相, 谁知道她是个少年郎。 末了片刻, 她忽然醒悟。 难道你卖身脏妇, 也是假的? 宁婉舟咬唇, 那夜她只是, 拿草席毁尸灭祭罢了, 才不是卖身脏妇。 她父亲郑国公还好好活着, 她葬得哪门子妇? 可是眼瞅着男宝珠又要发怒, 她识口否认, 当然不是假的。 男宝珠抱着花糕盘子, 满脸怀疑, 你真是个官。 宁婉舟迟疑, 如果现在道出真相, 朱朱肯定要揍她, 还要撵她走。 她不想回大庸, 不想被爹娘管束, 更不想被萧毅管束。 她, 想留在她身边。 她心一横。 于是接下来的一刻中, 宁婉舟生情并茂, 替似横流地向男宝珠 讲述了自己悲催可怜, 孤苦伶仃的过往。 男宝珠听得一愣一愣。 三岁时祖父祖母死了, 六岁时亲爹亲娘为爱跳牙殉情了, 八岁时收养她的伯父一家, 在大火中丧生, 九岁时拉扯她长大的表哥, 葬身于父。 十岁时村子里的亲人们 被强盗杀光, 十二岁时养父在风雪夜里活活冻死, 这特么哪里是锅儿, 这特么简直是天煞孤星啊。 男宝珠呆若目击。 姐姐, 这就是我的过往。 宁婉舟哽咽着坐在床边, 轻轻握住男宝珠的小手手。 姐姐, 事到凄凉, 给我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我已经无法独自面对暴风雨, 真的姐姐, 我绝不会让你为难。 男宝珠抽回手, 十三岁的少年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已经不能再与她亲密接触。 她小脸清寒, 别以为豪哭一场, 我就会心疼。 一想到我曾因为你而欺负娇娇, 我就觉得很对不住她。 你走,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宁婉舟点点头, 我明白了。 她往珠帘外走, 声音极尽落寞。 我走之后, 再也不会有人为姐姐偷吃东西打掩护, 为姐姐偷小厨房的鸡腿。 为姐姐从后门买花糕螃蟹, 她站在猪脸旁。 她回眸, 神情隐忍而悲伤。 姐姐是天底下, 对我最好的人。 我走以后,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半夜没有牛肉排骨面吃不打紧, 午后没有牛乳, 核桃酥吃也不打紧, 被二夫人禁食, 零嘴也不打紧。 姐姐终究还是能快快乐乐地长大。 她越说, 难保猪越馋。 她吃了块花糕鸭, 花惊, 信念里满是怒意。 罢了, 看在你过去伺候我的份上, 我不赶你走。 但今后不许你踏进我的寝屋, 你给我看院门去。 宁晚舟心中狂喜。 她垂下眼帘, 遮掩住狐狸眼里的脚狭和暗芒。 我还能伺候姐姐牧生吗? 滚。 哦。 难保猪目送她离开, 心里面始终哽着一口气, 总觉得她再度被欺骗了。 事业。 难保猪喝着药, 难保一过来探视。 她从婢女手中接过小玉碗, 在踏边坐了, 单凤眼泛着微红。 她咬起一勺药汁, 吹温凉了味道南保猪的唇边, 自责道, 猪猪遭遇恨祸, 都是因为我不好。 南保猪乖乖喝了那勺药。 她看着南保一, 焦焦合出此言。 楚月星既恨我被刺婚, 所以迁怒猪猪。 这道伤, 本该出现在我的脸上, 南保一眉间清索, 眼眸更红, 猪猪可以怪我的。 南保猪慢慢作证, 向来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少女, 圆润的面庞上呈现出难得的认真。 她道, 自打去年开春, 焦焦就像变了个人, 曾惹出不少事端, 却也顺顺利利地解决了他们。 如今想来, 焦焦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为家族遮风挡雨吧。 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景观成全力博弈, 心风血雨。 比起我, 你曾遭受过更多的伤害, 膝盖碎裂, 被囚镇难刺, 以鲜血入药, 一桩桩一件件, 我记得清清楚楚。 焦焦, 为家族遮风挡雨, 保护咱们全家人, 并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能够为你分担痛苦, 我很欢喜。 南保一正正看着她, 泪珠在眼眶中打转, 她哽咽道, 小堂姐不知道, 我曾做过一个梦, 梦境里, 是我引狼入室, 是我害咱们家家破人亡。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赎罪, 引狼入室, 家破人亡。 南保珠轻笑, 焦焦, 难道没有你, 那些恶狼, 就不会盯上咱们家吗? 难道没有你, 他们就不会对咱们家下手吗? 坏人终究是坏人, 他们只会换一种方式, 来伤害咱们。 窗外秋雨犀利, 寝屋烛火摇曳, 暖香弥漫, 十分安宁静迷。 南保一的泪珠子, 啪哒掉落在群居上。 她抬起手背, 又心酸又委屈地擦眼泪。 南保珠捏了捏她白嫩嫩的小脸蛋, 将神医说我的伤没有大碍, 你哭什么? 眼见着都是要嫁人的姑娘了, 总是哭哭啼啼的, 要被二哥嫌弃的哦。 猪猪! 南保一娇气地抱住自家小堂姐, 她今夜留宿在这里, 姐妹俩洗漱干净, 并排躺在榻上。 南保珠好奇道, 娇娇, 你与我说说, 你与二哥是几时互生情愫的? 瞒得这样好, 连我都不告诉, 真叫我生气。 这么说着, 声音里却充满了兴致, 战外烛火阑珊。 南保一轻声细语, 把这场爱恋尽数告诉了南保珠。 南保珠听得心潮澎湃, 心花怒放, 险些在屋子里连番三个跟斗。 她翻身朝向南保一, 激动到, 娇娇, 爱慕一个人是怎样的感受呢? 你与我说说, 将来我排一出星戏。 南保一善善。 小堂姐那出戏排得那么烂, 居然还要再排星戏, 她没好意思打击小堂姐, 想了想, 轻声道, 也说不出是怎样的感受。 但我每天清晨去给祖母请安时, 那么多人里面, 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她。 在精心打扮之后, 我特别盼望她能夸一句好看, 她絮絮叨叨地说了会儿, 见南保珠出神, 于是指住了话头。 她替南保珠掖了掖背脚, 说起来, 晚晚那边, 小堂姐是如何打算的? 你说那个小流氓啊。 南保珠把宁婉舟是天煞孤星的情况讲了一遍, 不许她再踏进我的寝物半步。 南保一无言以对, 郑国公夫妇, 知道他们已经为爱殉情了吗? 大拥弟后, 知道他们已经丧生火海了吗? 二哥哥, 知道他已经葬身于父了吗? 不过, 堂堂大拥国小公爷, 沦落到给小堂姐看院门, 想想还满解气。 南保一又提议道, 我听说过几日, 皇帝他们就会返回圣经城。 等他们走了, 我陪小堂姐去寺庙祈福。 好的呀。 南保珠充满了幻想, 你和大姐姐都有人疼, 我呀, 也想求求菩萨, 赶紧帮我找一门婚事, 最好明眠就能嫁出去的那种, 省得整日在家里听我娘教训赤马。 姐妹俩说着私房话, 在犀利秋雨中渐渐入眠。 夜风有些凉, 侍女不在, 南保一半梦半醒间, 下床关窗, 窗外一盏烛火, 明明灭灭。 有人倾着烛台, 定定站在窗外, 火光从他下额照相眉眼, 背后是屈非雨目, 鬼魅似的可怕。 南保一瞬间吓得睡意全无, 几乎魂飞魄散。 认出是宁婉舟, 她急忙压低, 声音怒骂。 小公爷, 你半夜不睡觉, 专门站在这里吓人呢? 宁婉舟面无表情, 她望向障慢垂落的拔布床, 不抱着她, 睡不着。 你十二岁以前, 就没抱着她睡过。 那会儿怎么不见你睡不着? 你就坐吧你。 南保一也是气, 一个谎言, 需要无数个谎言去缘。 你今天依旧欺骗猪猪, 可猪猪她, 绝不会喜欢一个屡次欺骗她的人。 不知哪句话戳到了宁婉舟, 她的眼神瞬间变得阴狠可怕。 那根本不是一个小少年该有的眼神。 南保一有点怕她, 她匆匆眼上窗, 直奔上她。 夜风呼啸, 吹灭了宁婉舟擒着的竹台。 闪电划过夜幕, 照亮了她雪白的脸。 她在黑夜里呢喃自语, 姐姐是我的, 她必须喜欢我。 圣驾返回圣经城前夕。 南保一坐在书房西窗下, 慢吞吞翻看书卷。 雕花木廊外秋阳正好, 几层金丝芙蓉开得烂漫。 她悄悄转过头, 看见晋王妃捧着红旗托盘站在廊下, 正笑盈盈地和全臣大人说话。 她竖起耳朵。 知道夜儿要处理蜀郡这边的事, 等你处理完, 再回圣经也不迟。 我们夜儿是做大事的人, 母亲不会耽误你的前程。 她笑得非常慈爱, 祖归宗的好消息。 王府的掌家权也该拿回来了。 南保一挑了挑眉, 听来听去的, 她怎么觉得掌家权才是晋王妃的重点。 晋王妃又道, 我会在王府里给你准备起居的院落, 会布置成你喜欢的模样。 对了, 这套衣裳是我这两日亲手为你缝制的, 你瞧瞧喜不喜欢。 全臣大人的声音懒洋洋的, 还十分虚伪, 慈母手中线, 有子身上衣, 母亲用心良苦, 本世子真是欢喜啊。 南保猪忍不住咬住毛笔, 怕自己笑出声。 晋王妃却狠吃这一套。 她笑道, 母亲希望过年之前, 能看见你出现在王府。 你什么都不用带, 从内衫到外袍, 从侍女到小厮, 母亲会为你准备好一切。 哦, 那麻烦母亲也替我准备好聘礼。 我琢磨着, 等男家搬到圣经, 就想娇娇下聘。 世子下聘不是小事, 麻烦母亲准备的隆重些, 聘礼什么的, 起码不能少于120台。 总觉得, 这捡来的儿子是在空手套白狼, 120台聘礼, 皇子下聘都没这么多。 他从哪里给他搞120台聘礼? 他强忍着糟心感, 勉强硬下。 晋王妃走后, 南保一收敛了偷听的小模样, 这儿扒经的翻书。 萧毅已在窗台上, 他扬了扬薄唇, 又痞又坏, 又不是什么机密, 光明正大的听呗。 南保一高深莫测地翻了一页书, 我才没有偷听呢? 聘礼什么的, 我一点也不关心哦。 这么说着, 却发觉自己说吐鲁嘴了。 他抬手掩住半边嘴, 尴尬地继续翻书。 萧毅碰了碰他的步摇, 听着珍珠和翡翠玉片相撞的琳琅之音, 小年夜之后, 我会启程前往圣经。 小年夜, 南保一在心里算着日子, 暗道那还很遥远呢。 听祖母提起, 如今圣经城的南家钱庄逐渐步入正轨。 你哥哥南城里, 记住在李布侍郎家中正前心读书, 李布侍郎? 南保一威正? 南越的李布侍郎也姓南。 所以, 他们家单方面认为, 他们和南侍郎算是远房亲戚。 以前大哥揣着重金前往圣经, 打算重修亲戚关系, 却被对方拒绝。 而前世南家落魄, 他被迈进皇宫, 也曾试图向南侍郎求助, 但对方也依旧是拒绝的。 他们并不承认这门亲戚, 仿佛生怕黏上狗皮膏药似的。 怎的这一事, 南侍郎倒是愿意让四哥在他家准备春为会事。 南娇娇, 过完年, 南府就要举家迁往圣经。 等你们在圣经安定下来, 我就向你下聘。 春暖花开时下聘, 吉祥, 萧毅握住他的手。 少女的小手白嫩绵软, 他想藏在掌心, 就这么握一辈子。 至于聘礼, 他并不打算真让晋王飞出。 小小晋王府, 能有什么宝贝? 他的女人, 自然值得最大的排场。 窗外秋阳倾斜, 转眼已是圣驾离开那日。 南宝一见秀静庄, 与寒烟梁并肩立在巍峨山崖上。 山崖之下, 一道蜿蜒不见尽头, 正是西北赫赫有名的茶马道。 寒烟梁牵着缰绳, 长风掀起他胭脂红的青纱裙摆, 隐隐绰绰地露出白嫩修长的腿腹。 他珠唇清起, 玉楼春的消息准确送到了薛定威尔边。 他如今就埋伏在茶马道对牙。 南宝一朝对牙张望。 除了稀疏的树林和灌母, 他什么也看不见。 寒烟梁台的台下河, 提醒, 圣驾过来了。 南宝一望去, 圣驾从西南方向而来, 是十几辆半座商谷的轻贫马车, 瞧着低调简朴, 半点也看不出富贵模样。 但驾车的男人, 他却颇有些眼熟, 正是皇帝身边的亲卫首领。 随着圣驾逐渐接近, 他的心跟着提了起来, 只听得一声信号, 无数身手敏锐的蒙面暗卫, 运着轻弓从对牙跳落, 不要命地袭向那十几辆马车。 呼驾! 侍卫立声。 伪装成装满货物的十几辆马车, 瞬间四分五裂, 无数大内高手破空而出, 与薛定威的暗卫混站在一起。 寒烟梁轻声, 弩剑已经准备妥当。 南宝一沉转冷静, 并不着急使用。 大内高手主要是在保护其中两辆马车, 他估摸着里面应当坐着皇帝和太子。 靖王妃和江测妃从另一辆马车里探头探脑, 街都花容失色。 剩下的一辆马车, 南宝一握住弩箭, 箭头闪烁着锋利寒芒, 冷冰冰指向那辆马车的车窗, 竹帘低垂, 看不清楚里面的情况。 他咬牙。 脑海中浮现出楚月星或坐货躺, 或蜷缩成团的姿态, 他估摸着准头, 慢慢拉开弓弦。 弓弦如满月。 随着搜一声响, 弩箭穿破空气, 呼啸着直奔马车而去。 箭。 南宝一沉生。 寒烟梁奉上另一根羽箭。 南宝一先后射出三根羽箭。 楚月星钻出马车, 群居上沾满鲜血, 拼命挥手嚎叫。 想来车中被射死的人, 是他的宫女。 南宝一小脸清寒, 正要粘弓搭箭。 寒烟梁提醒, 再继续下去, 会有人注意到咱们。 南宝一面无表情地垂下手, 弓箭掉落在地。 弓弦划破了少女娇嫩的掌心, 烟红血珠淋淋淋淋地滴落在地, 将草木染成深色。 他道, 安排他们上场。 寒烟梁吹了声口哨, 四面八方涌出无数山匪, 身形俐落地朝茶马道涌去。 随着他们护驾, 场上的形势瞬间逆转。 薛定威手持长刀, 朝地面催了一口, 骂道, 被算计了。 撤! 那群山匪们有意无意地包围了皇帝和太子的马车, 只单独将楚越新乘坐的那辆马车格在安全范围之外。 薛定威的轻卫并非饭桶, 也不管马车上的姑娘是谁, 直接趁着空挡, 连人带马车一起抢走撤退。 侍从负责清点商王, 老皇帝战战兢兢地钻出马车。 他见到救驾之人竟是山匪, 不觉感激涕零, 连声问他们想要怎样的奖赏, 甚至还想替他们洗白山匪的身份, 请他们去圣经城参加禁卫军。 楚怀男不想理会父亲的荒唐和愚蠢, 他望向山崖之巅, 那里空空如也。 可他知道, 景观城的小郡主定然曾站在那个位置, 如俯瞰楼一般, 俯瞰着今日茶马道上的这一场闹剧。 他聪明娇气, 也很仗义, 还不按常理出牌, 是他欣赏的姑娘。 尽管他已有婚约在身。 但他依旧很盼望, 男家能早些迁往圣经城。 他, 还想见他, 与此同时, 薛定威带着马车, 逃入了四周的大山里。 可这里并非建门关。 这里是茶马道, 是天书的地盘。 半马所将薛定威无数部下半倒在地, 天书的军队悄然出现, 如问中桌鳖般包围了他们。 纵横蜀军二十年的薛定威, 狼狈不堪的仓皇四股。 他怎么不知道, 茶马道这里, 竟然藏着一支军队。 军队让开一条路, 难保一侧马来。 少女窄袖尽装, 急带军阙却偏偏输着灵蛇计, 额间贴火莲花殿, 看起来英姿飒爽又不失精致名艳, 金不瑶更添几分娇贵。 他微笑, 大都督, 好久不见。 薛定威额间渗出冷汗。 他抬袖擦汗, 听说, 男姑娘被封为了宝夷郡主, 拖大都督的福。 哼, 只要宝夷郡主今日放我离开, 我愿以魏国宝藏相赠。 魏国宝藏, 已在我二哥哥手中。 我来取你性命, 还有你身后那辆马车主人的性命。 薛定威回眸望向马车, 车帘卷起。 战战兢兢跪坐在车厢里的少女, 金冠公裙, 凤凰贤猪金不瑶和群居上的凤穿牡丹绣花纹, 清楚地昭示着她的身份。 三公主, 楚月星。 她瑟瑟发抖, 嗓子嘶哑。 薛定威, 只要你就本宫出去, 本宫可以求父皇饶你性命。 听说你从前犯下了谋逆罪, 父皇看在本宫的面子上, 不会再追究你的。 薛定威沉默, 这女人是看不清楚形势吗? 漫山遍也都是军队, 而她只剩二十几名部下, 就她。 她自己的命都未必保得住。 她慢慢望向南宝一, 我自知罪孽深重, 但如果没有我, 萧依不可能坐上今日的高位, 你也不可能授封郡主。 南宝一, 我对南家, 是有恩的。 南宝一不置可否。 前世, 薛家也是瓜分他家钱财的凶手之一。 夏家, 张家, 程家, 薛家, 他们犹如吸血的水质, 吸进了他家的血。 而他重生归来, 眼看着他们高楼起, 眼看着他们高楼他, 终于看着他们在蜀郡的历史里被抹去, 心底更多的是畅快淋漓。 薛定威, 是最后还活着的凶手。 他寄于南府富贵, 甚至还为一己私欲, 用毒药谋害无数未人的性命, 他必须死。 少女朝薛定威拈弓搭建, 逗大的冷汗, 从男人鹅脚滚落。 薛定威侯杰紧张地滚动, 沉声道, 蓝宝一, 我知道蜀郡所有官员的秘心, 我知道朝廷党派纷争的内幕, 放过我, 我为你一一写下。 纵便你不需要, 萧义, 也是需要的。 大都督的筹码太轻, 买不了你的性命。 少女嗓音轻慢, 锋利的箭头, 比直指向薛定威的喉咙。 他顽唇, 黄泉毕落。 劳烦大都督, 替我向魏姬和魏大叔问好。 弩箭穿破空气, 天书特制的弓箭, 轻巧锐利, 射速惊人。 薛定威甚至来不及抬刀格挡, 就被一箭穿猴。 他从马背上坠落。 戎马半生的男人, 也算是蜀郡枭雄, 终究死在别人的弓箭之下。 温热的血液, 溅到了楚月欣的脸上。 他望着男宝衣, 目光充满惊恐, 像是看见了活颜望。 本宫贵为公主。 你这贱人, 若敢动本宫半根汗毛, 就等着男家为你陪葬。 男宝衣调整弓弦, 漆黑的睫毛低垂着, 他唇角笑容更加浓艳优雅, 公主在害怕。 本宫, 本宫才不会害怕。 等着瞧吧, 我父皇很快就会找过来, 他会为本宫报仇。 男宝衣蔫功搭剑。 楚月欣更加慌张, 力声道, 男宝衣, 本宫知道, 你因为男宝珠而仇恨本宫。 可你若敢伤害本宫, 我父皇不会放过你, 我母妃也不会放过你。 男阅皇族和圣经江家的怒火。 你承受不起。 男宝衣笑出了声。 锋利的弓箭, 笔直指向楚月欣的左眼。 他慢悠悠道, 公主说自己不害怕, 可是你抖得像只小鸡仔, 怎么会不害怕呢? 你说我承受不住皇族和江家的怒火。 但你伤害我姐姐的时候, 可有想过, 你是否承受得起我的怒火? 你, 你不过是商户女。 就算你有气, 也得给本宫憋着。 坏他一只眼睛又如何? 本宫是公主, 是皇宫里金尊玉贵的公主。 楚月欣歇斯底里, 眼睛通红。 男宝衣温生, 交代一言吧, 不要耽搗彼此的事件。 你, 楚月欣对他的冷漠感到震惊。 这天下, 怎么会有人不惧怕皇族? 这天下, 怎么会有人敢伤害他堂堂三公主? 他直勾勾盯着男宝衣, 对方的丹凤眼冷漠, 阴沉像是藏着冬日里不见尽头的云翼。 脑海中浮现出一双同样的眼。 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他被人玷污。 撕裂感, 令他疼痛得几乎晕厥, 不知过了多久。 冰凉的雨水落在他的面旁上, 半梦半醒之时, 他听见咀嚼食物的声音。 他试图睁开眼, 试图看清楚玷污他的凶手。 可黑暗里, 他只来得及看见一双眼。 冷漠, 阴沉, 透着居高临下的审视和凉薄。 没等他看清楚那人的容貌, 他就沉沉闭上了眼。 意识模糊中, 他听见那人温声细语地叮嘱, 不要再随便跑出来了。 他在叮嘱谁? 那个咀嚼食物的男人吗? 楚月欣的脑海一片空白。 半上, 他忽然哆嗦着, 泪流满面地注视男宝衣。 我从前, 是皇宫里最无忧无虑的公主。 可是后来, 我遇上了皇宫里那头凶恶的野兽, 我最珍贵的东西, 被他夺走了, 难保一面无表情。 皇宫, 凶恶的野兽, 最宝贵的东西, 脑海中闪过一些支离破碎的画面。 前世他在皇宫里生活过, 他知道那头凶恶的野兽。 他甚至, 还曾直面那头野兽。 他是所有深宫女子的阴影和噩梦。 谁也不知道他是谁, 只知道他会强迫宫女, 会在风雨夜时, 随机出现在皇宫的脚脚落落, 他力大无穷, 他还有一张猙獰可怕的脸, 曾有宫女请求掌公嬷嬷彻查, 但上头对此浸入寒蝉。 仿佛那个男人, 是宫中不可提及的禁忌。 原来, 楚月星也曾遭过他的毒手。 我恨难保诸, 是因为我也曾拥有过他那样干净无瑕的眼睛。 难保一, 你永远不明白, 被人无情夺走最宝贵的东西之后, 一个人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我从不觉得我是错的。 如果你变成我, 你也会选择划破他的眼睛。 穿着华贵宫裙的少女, 还在喋喋不休地为自己争辩。 难保一渐渐拉满工衔, 他记得楚月星活活打死无数小宫女的残忍。 他记得楚月星下令障毙面首时的恶毒。 他记得被楚月星绑在蚂蚁巴上, 拖过皇宫的凄惨。 他更记得小唐姐满脸是血的脆弱。 他盯着楚月星流泪的左眼, 声音透出几分空灵, 像是来自抑郁的鬼魅。 因为我同情三公主年纪轻轻, 就被夺走清白。 但是, 受害者的身份并不能成为你对无辜者施暴的理由。 我同情你, 但并不妨碍我憎恨你。 欲见离弦, 楚月星恶然, 锋利的箭头直直没入他的左眼。 随着一声凄厉惨叫, 箭矢穿透他的左眼, 直接贯穿了他的脑水。 他被射死在了马车上, 寒烟凉吹了声口哨, 薛定薇的部下被朱砂殆尽, 随着火堆燃起, 所有的尸首都将化作灰烬。 熊熊火光, 在南宝衣白嫩的面旁上跳远, 却照不亮他黑沉沉的瞳孔。 前世的记忆悄然浮现, 他记得那个风雨夜。 参丝错落的宫殿, 在黑夜里永远灯火通明, 金碧辉煌。 可身宫巷弄, 却格外黑暗绵长。 仰头所能注视的地方, 是一线狭长的夜幕。 无边落雨冰凉涉谷, 深夜落雨的异地他乡, 总叫他怀念幼氏家中的温暖和团圆。 他那时已经去九千岁身边伺候。 他撑伞提灯, 怀里揣着他要的书信, 沿着宫巷往西长走。 那道黑影, 在他走到宫巷中间时, 悄然出现。 他从宫墙上跳落, 身形庞大却灵活, 像是丛林里的野兽。 他把他扑倒在地, 灯笼的火光在雨水中熄灭。 他尖叫着挣扎着, 可雨幕吞没了他的求救声, 恐惧犹如海水, 令他彻底窒息。 宫群的裂脖声, 残忍刺耳。 挣扎之中, 有灯笼的火光, 自远处而来。 全臣大人撑伞提灯, 似是路过。 那道庞大的黑影似乎未光, 在他靠近时, 急忙放下他, 犹如受惊的猿猴般, 攀上宫墙, 悄然消失在无尽雨幕之中。 他孤零零坐在雨水里, 看着站在面前的男人, 脸色苍白的哆嗦。 他面无表情, 起来。 那时, 他已是全清朝野的帝师。 他很害怕他。 他战战兢兢地从雨水里爬起来, 在他的注视之下, 狼狈地穿好衣裳。 他捡起掉落在地的书信。 书信湿透, 信封上的墨字更是蕴染得模糊。 他捧着信, 害怕地哽咽起来。 他淡淡问道, 哭什么? 他丢脸急了, 根本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只垂着头, 一五一时道, 九千岁派奴婢去取信。 他说, 这封信很重要, 奴婢弄坏了信, 他会责罚奴婢。 那时的他, 早已被那座痴人的皇宫, 教会了什么是伏笛作小。 在萧义面前, 他甚至连我都不敢自称。 他垂着头, 感受到萧义的目光, 正慢慢扫射过他的肌肤。 公裙早已撕坏, 根本遮不住他的身子。 他的手臂, 腰肢和脊背上, 结痂后的鞭伤纵横蔓延, 是前阵子被九千岁鞭斥后的痕迹。 他下一时将双手藏到身后, 勉强挤出笑容, 都是以前的伤, 就前几日。 您和九千岁在禁军统领的人选上, 发生了争执, 他不高兴, 就打了奴婢一顿, 还拖着奴婢穿破公项, 您上回瞧见了他。 萧义一开目光, 龙火的光落在他的侧颜上, 黑夜里冷峻如山。 两久, 他伸手拿过那封书信, 当着他的面拆开。 南宝一望去, 信上自己虽然模糊晕开, 但依稀可以辨认是萧义的字, 就连落款处都有他的私印, 大约是九千岁, 截获了他的私人书信。 没想到, 会被正主抓个正着, 萧义滴滴审笑。 南宝一紧紧抓着公群, 泪珠子掉得更凶。 这封信, 是九千岁命他从一名小太监的住处偷来的。 他不知道这是萧义的信, 否则给他十个胆子, 他也不敢去偷。 他垂着头, 恐惧地跪倒在地, 欲要解释, 却不知从何解释。 萧义在他面前单膝蹲下, 修长的双指, 轻轻捏住他的双颊。 萧义居高临下地审视他, 目光极其凉薄, 余夜的嗓音, 染上了一丝低雅, 偷到本作的秘性, 该当何罪。 他被迫仰头看着他, 那时的表情定然充满了惊恐。 对视良久, 他忽然问道, 后悔吗? 南宝一正正的, 灯笼的火光在瞳孔里跳远, 淡金色的光芒逐渐盛大。 南宝一看着燃烧的尸堆, 抬袖遮掩住口鼻, 吩咐道, 韩老板, 叫几个人留下来清扫, 咱们先回景观城。 韩烟凉笑着应好, 南宝一乐转马头, 朝官道去。 后悔吗? 如今细细想来, 全臣大人那一夜, 问的究竟是什么呢? 少女策马的背影, 在视野中逐渐远去, 天地辽阔。 山崖之巅, 藏蓝色烟波纹的官袍 在深秋的长风里烈烈翻飞。 垂挂在井间的黑檀木珠串, 微微晃动, 发出轻微的琳琅之音。 顾重山默然而立, 静静目送少女的背影 在官道尽头化作黑点。 小太监公声道, 督主, 贵妃娘娘派您亲自来接三公主回京, 如今您眼睁睁瞧着三公主被射杀, 怎叠不出手。 您就不怕贵妃娘娘怪罪。 顾重山漫不经心地拨弄了一下猪串。 她撇向火堆, 浓烟滚滚, 楚月星早已化作枭尸。 她勾了勾红唇, 一口一个烟奴, 既瞧不起本都主, 就她作甚。 贵妃娘娘那边, 该如何交代呢? 就说来晚了一步。 楚月星已被南宝衣虐杀。 都主分明在意宝衣郡主, 怎的确要挑起贵妃娘娘的仇恨? 娘娘在圣经的势力, 远非南家可比, 都主就不怕娘娘虐杀郡主。 长长的漏花金甲套, 缓缓服侍过猪串。 顾重山嗓音良薄, 原也不是本都主的东西, 毁了, 也就毁了。 南迁的大雁, 徐徐飞过她的上空。 他们掠过重重山脉与河川, 朝温暖的南方迁徙。 顾重山转身, 向北而去。 官道上, 盛驾不会因为楚月星失踪而停留, 寻找三公主的通告, 被发给了当地官府, 未免又有逆贼士君, 圣驾重新启程, 在山匪的护卫下。 一路往圣经城的方向, 星夜兼程。 南迁掀开车帘, 蜀郡的天空湛蓝高远, 南迁的大雁点缀着这一片辽阔苍茫, 山脉绵延, 河川东流。 景观城在视野中渐行渐远, 大约是他有生之年, 最后一次凝视故乡, 燕儿快给阵暗暗投, 阵刚刚可是吓得很了。 背后传来清患, 南迁扬起红唇, 温柔英好。 会在圣经与南宝依重逢。 那个时候, 他大约已经怀上黄寺, 已经位列四妃, 除了位列四妃, 他, 还有更大的野心。 青纱窗帘在山峰中摇曳, 刺绣芙蓉栩栩栩如生。 景观城, 朝文院书房。 南宝依趴在西窗边, 伸手摘了一朵金丝芙蓉。 韩炎良正在和全臣大人 汇报这次茶马道上的状况。 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 对着灵花铜镜将芙蓉花簪上并搅。 怎么都没想到, 号令天书的令牌居然真的藏在他们家。 二哥哥出身大雍皇族, 由他掌控他家先祖留在景观城的军队, 也算物归原主。 他琢磨着, 注意到沈亿朝进来了。 白衣胜血的贵公子, 这两日都没有露头。 如今踏进珠连, 面色似乎还透着虚弱。 想来, 是被那些佳料的烈酒伤到了身子。 他翘起嘴角, 好整以侠地看戏。 沈亿朝也没料到, 会在大书房撞上寒烟凉。 苍白的面颊阴出桃花红, 他不自然地别开视线。 你是来找我的? 寒烟凉挑眉? 尚未否认, 沈亿朝已经自顾说了起来。 你知道我的身份, 大雍皇后的亲侄子, 名门沈家的嫡子, 更兼天下四公子之手。 那日与你一朝春梦, 实在是情非得已。 难保一心中咯噔一下。 沈亿朝这番话, 摆明了是吃了之后, 不肯认账了。 萧亿悄然退到他身边, 把主场留给了那两人。 他扶手, 轻声道, 娇娇杀了薛定威和楚月星。 是, 萧亿替他扶正并绞扶容, 可解气了。 难保一不语, 虽然那两人都死有余辜, 但亲手射杀别人的感觉, 并不好。 萧亿借着大秀的遮掩, 牵住他的手。 他暧昧地勾了勾他白嫩嫩的掌心, 下回遇到这种事, 叫别人动手。 娇娇的小手手, 该是用来替哥哥红袖天香, 宽衣解带的, 怎么能碰那些的脏东西呢? 宽衣解带, 南宝衣修脑, 抬起绣花鞋, 踩了他一脚。 萧亿有意无意地, 性感地闷哼一声。 南宝衣更加脸红, 好在书岸边那两人剑拔弩张, 并没有顾及到他们。 寒颜良慵懒地靠在书岸边缘, 舒展开高挑曼妙的身段。 他胭脂红的裸裙, 是经过特殊设计的, 裙色开叉, 随意伸腿就会露出白嫩匀称的小腿腹。 脚趾加上涂着红丹扣, 他抬起脚, 一点点攀上沈亿潮的腿。 他笑起来时, 像是繁花绽放, 眉梢眼角竟是万种风情, 小郎君刚刚说什么? 沈亿潮脸色变幻。 扮上, 他后退。 他盯向寒颜良戴笑的媚眼, 咬牙道, 开门见山地说, 你在市井之间长大, 只是夏九等的女子, 哪怕是天书统领, 身份也依旧卑贱。 我要娶的姑娘, 必定是长安城的名门贵女, 高雅美貌, 贤淑端庄, 实家有道。 如果你铁了心要跟我, 我只能给你市井身份。 我希望你能看清楚, 你我之间的身份鸿沟, 不要纠缠于我。 这话真是绝情。 萧毅逆向南宝衣。 小姑娘摆明了看不过眼, 小嘴都绝了起来, 仿佛能挂一把油壶。 他有点想亲亲她。 萧毅端歪头。 他走向沈毅潮。 他腰肢细软, 走路时性感地跨轻微扭动。 胭脂红的裸裙, 轻叶出水波荡漾的纹路, 荡针是一步一生连。 沈毅潮莫名心慌。 他脸颊更红, 下意识后退。 直到踩上蒲团, 狼狈地跌坐在矮岸上。 韩烟梁优雅地俯下身, 修长白皙的食指, 轻挑地挑起他的下颌。 沈毅潮呼吸之间, 能闻到少女之间 那若有肆无的烟草味。 他喉结滚动, 周身血液翻涌, 既害怕, 又生出一种莫名的渴望。 韩烟梁嗓音妩媚, 小郎君, 记好了, 是我韩烟梁, 睡了你。 所以, 少在这里跟我逼逼赖赖。 别说侍妾, 老娘这辈子, 连嫁人都不打算的。 老娘不仅要睡你, 还要睡更多男人, 凡是长得好看的男人, 老娘都想睡。 他轻笑着, 暧昧地拍了拍沈亿朝清秀俊美的脸蛋。 他扭着腰往外走, 随手往后抛出一打银票, 上次睡你的费用。 银票如雪花, 在沈亿朝面前纷纷扬扬。 他觉得自己遭到了羞辱。 他追上前两步, 叫道, 韩烟梁, 你这是不对的。 你, 你有为父的。 你这是要进猪笼的, 我跟你讲。 韩烟梁懒得搭理他。 他傲然离开, 背影落在南宝一眼中, 特别地潇洒。 他很有为韩烟梁喝彩的冲动。 沈亿朝避避来来地追韩烟梁去了。 萧义转向南宝一, 捏住他白嫩嫩的脸蛋, 整日与韩烟梁私混, 真怕他带怀娇娇。 若是将来, 娇娇也要睡其他男人, 哥哥可该如何是好。 南宝一咬住唇绊。 他抬起眼帘, 抖胆望向眉眼带笑的青年。 全臣大人生得那么好看, 他才不愿意睡别的男人。 然而, 他不敢把心里话告诉萧义, 牺牲道, 只要二哥哥疼我, 我才不会乱来。 萧义笑得意味深长, 疼, 保证从里到外, 把娇娇疼到骨子里, 南宝一觉得他仿佛话里有话。 他轻哼一声, 像是一只骄傲的小金丝雀, 迈着娇金的步履, 昂手挺胸地踏出书房。 萧义已在窗盘。 他目送小姑娘穿过油廊, 薄唇始终擒着弧度。 等小姑娘过门, 他定要好好疼爱他。 先疼个两天两夜再说。 不比沈义潮, 他毕竟是很强悍的男人, 等娇娇过门, 以后每天都好好疼爱他。 他自然没空去打野时。 萧义已经开始规划婚后的幸福生活。 重新修建的镇南寺, 吸引了不少相克。 南宝一答应过小堂姐, 要陪他来寺庙求姻缘。 所以, 等南宝珠左眼能事务的时候, 姐妹俩一同乘坐马车, 往镇南寺而来。 马车停在山脚下。 驾车的不是旁人, 少年生得唇红齿白, 一双狐狸眼水盈盈的勾人, 不像是小丝, 倒像是哪家的千金, 乔装打扮成这般模样。 山脚下的乡客们, 频频顾盼, 好奇极了。 南宝珠左眼已经如常, 只是脸颊上的伤痕还没有痊愈, 仍旧有一道浅浅的淡粉痕迹。 他带上秘笔, 沉声命令, 我和娇娇去寺庙上香, 你就待在马车这里, 哪儿也不准去。 若是叫我发现你, 偷偷跟踪我, 我打断你的狗腿。 宁婉舟坐在小屋子上, 嗷了声, 南宝一有点紧张。 眼前少年, 毕竟是大庸国的小公爷, 虽然罚他做小私狠解气, 但万一将来他秋后算账, 是件麻烦事。 他小声道, 猪猪, 要不还是把他送去二哥哥身边吧。 他是个少年, 跟在二哥哥身边学点本事, 也是不错的。 南宝珠歪头, 显然是认真考虑起来了。 宁婉舟磨牙, 恶狠狠瞪向南宝一。 南宝一呼吸一致, 这小孩不乖, 眼神太具有攻击性。 他没敢再说什么, 乖乖与南宝珠上山近似, 却在寺庙里, 遇见了个熟人。 马太首的母亲马氏, 被丫鬟婆子们, 前呼后拥地穿过大雄宝殿。 瞅见南家姐妹, 他愣了愣。 南府接风宴上, 南宝一和萧依的赐婚, 给他带来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他瞧见南家姐妹, 第一反应是躲。 然而前丫鬟后婆子的, 正是这般浩大, 他想躲也躲不了。 大雄宝殿外, 马氏被迫露出谄媚笑容。 这不是宝一郡主吗? 您也来镇南寺烧香拜佛呢? 您说, 您都是大嘟嘟夫人了, 姻缘那般顺遂, 还拜什么佛哦? 他一开口, 就叫南宝一心生厌恶。 少女示意南宝珠先进佛殿。 他打量马氏, 沈孝, 马老夫人也是来求佛的。 是啊, 给我求个姻缘。 马氏心虚。 南宝一轻笑。 他道, 马老夫人别怪我说话直, 您对心腹的要求推高, 又不许他生儿子, 怕妨碍大孙子分家产, 又要他当牛做马弟伺候您全家, 恕我直言, 就您这样的。 哪是挑媳妇, 摆明了是挑丫鬟, 还是不要月钱的那种。 四周相克众多。 听见南宝一这番话, 不禁对马氏纷纷恨目。 马氏骚得脸红, 他扭着手怕想骂南宝一, 碍于他未婚夫的身份, 又不敢骂。 南宝一滔滔不绝, 我寻思着, 您想要那样的儿媳妇, 求佛有什么用? 不如回家睡一觉, 梦里什么都有, 他不仅能伺候你全家, 还能伺候你祖宗十八代, 连烧香钱都省了呢。 南宝一和萧义私混久了, 见惯他嘲讽别人的模样, 说话时也情不自禁地毒舌了些。 更何况, 这些话是他当日在接风宴上就想骂的。 马氏一张老脸, 清白交加, 又逐渐仗红, 十分精彩。 心底的愤怒犹如火山, 却无奈找不到发泄的火山口。 萧义的军拳像是一把锋利宝剑, 高高悬在他的头顶, 令他连狡辩和斥责都不敢。 高门士族的贵夫人, 拼的是儿子, 更是夫君。 所谓欺贫富贵, 并非妄言。 南宝一欣赏着他狼狈的神情, 忍不住撬起淡粉凌唇。 正要跨进宝殿, 马氏突然唤道, 宝仪郡主, 我有一言, 不知当讲不当讲。 南宝一回眸看他, 马氏压下那骨子羞怒, 正惊道, 是这样的, 我听说贵府的四姑娘 被三公主弄坏了脸, 连左眼都瞎了, 今后怕是不好说清。 我太守府愿意登门提亲, 让他给我做续弦。 你也不用太感激我, 今后再数据, 让大都督多在官场上辅佐我, 咱们两家共同进步才好。 南宝一转过身, 静静看着他, 这上了年纪的雕妇, 一副施舍的姿态。 大约在他眼中, 小堂姐嫁给他儿子做续弦, 是高攀。 如画的眉眼渐渐舒展, 他笑出了声。 宝一郡主笑什么? 笑你年迈无知。 南宝一俱要地抬起白嫩下河, 要叫老夫人失望了。 我姐姐的眼睛早已痊愈, 容貌年底前就能恢复。 我姐姐一世家中交养的明珠, 她要嫁的男人, 必定年轻俊美, 出身锦绣, 绝位在身。 马氏愣住, 南宝珠伤得那么重, 居然能痊愈。 还有, 你今后少打我家的主意, 也不必再为你儿子的前程打算。 因为蜀郡太守, 已是他官徒的巅峰。 马氏彻底愣住, 他不可思议, 你这话, 是什么意思? 自面意思。 南宝一冷冷撂下四个字, 转身踏进大雄宝殿。 何叶小心翼翼地跟上, 小姐, 您刚刚那句话, 马太守官位不稳。 他是成王和顾重山安排的官员, 二哥哥就要远赴圣经, 蜀郡是他的根基所在, 他不会容忍一个效忠别人的人, 坐在蜀郡太守的位置上。 临走之前, 他势必会安排自己人, 执掌蜀郡。 何叶了然。 他双眼发光, 小姐越发擅长审识多事, 等您嫁给二公子。 您定然是厉害的长家主母, 肯定能把二公子管得服服贴贴。 长家主母, 这个称呼, 令刚刚还气焰嚣张的南宝一, 忽然像是瘪掉的河豚, 白嫩的面颊微微泛红。 他垂下眼帘, 抿了抿唇半, 唇角却忍不住的扬起。 嫁给他之后, 会是怎样的生活呢? 就在南宝一与马氏说话时, 南宝珠贵在大雄宝殿, 他仰头注视着慈悲的精深佛像, 双掌合十, 小脸虔诚, 佛祖啊, 求您保佑娇娇和我们家无灾无难。 求您保佑我, 早些找到真命天子, 过完年我就该十五岁了, 我娘亲很为我的轻视着急, 像她这种出身的姑娘, 一般而言十三四岁就能定下轻视。 可她都要十五岁了, 连个影都没着落。 她琢磨着, 心里面有些生气。 等她出嫁那天, 她定要狠狠质问那个人, 为何这么晚才出现? 她眼神明亮, 忽然真诚道, 佛祖啊, 您能不能给我点提示? 将来我要嫁的男人, 叫什么名字? 高大的金身佛像背后, 宁婉舟蹲在地上, 低头用材质折成小船。 她把小船丢到南宝珠西边。 南宝珠愣了愣, 捡起那只纸船打量。 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名字, 命婉舟。 那个她在风雪夜里捡回府的小丝。 可她才十三岁, 她还那么小。 南宝珠如同吃了根辣椒, 小脸红扑扑的。 她看着纸船, 忽然认出, 纸船的折纸手法, 像是出自婉婉之手。 她按按磨牙, 不动声色地站起身, 提着群居, 点着绣花斜尖, 捏手捏脚地往佛像背后走。 佛祖啊, 我的真命天子, 她是不是叫宁婉舟? 宁婉舟捏着鼻子, 是的呀, 她就叫宁婉舟。 话音未落, 就瞧见南宝珠笑眯眯看着自己。 她默了默, 格外乖巧。 姐姐, 你也是来上乡的吗? 南宝珠笑眯眯挽起绣管, 抄起一把扫帚。 你猜, 宁婉舟飞奔而出。 宁婉舟, 你给本姑娘站住。 南宝一刚跨进佛殿, 就被两个人撞倒在地。 她被荷叶扶起来, 看着这两人在佛寺里打得闹闹, 不觉弯起眉眼。 打得闹闹一起长大, 大约才是真正的青梅竹马吧。 说起来, 她从来没和全臣大人这般打闹过。 从镇南寺回到昭文院, 全臣大人正在临窗写字。 南宝一上前给她研磨, 小声道, 二哥哥, 你想与我打得闹闹吗? 打得闹闹? 笑一挑眉。 她打量南宝一单薄鲜弱的身段, 问道, 是不是太早了些? 不用想就知道, 全臣大人和她的思想, 根本不在同一个层面。 她抬眸注视着她, 似笑非笑。 江大哥曾说, 年轻一辈和老一辈, 在思想观念, 人生态度, 兴趣爱好等方面所产生的差异, 称作代沟, 她还说三岁一代沟。 如今想来, 我与二哥哥所隔的, 何止是一条沟, 简直是不可逾越的天茧, 是王母娘娘用发簪画出来的星河。 小姑娘气得像是鼓起来的河豚, 登登登就跑远了。 她说错话了吗? 一场秋雨, 一场寒。 芙蓉泄静, 梅花出站, 景观城已是深冬。 赵文苑大书房, 成了南府里年轻一辈最好的去处。 火炉被江岁寒改造成烤肉的炉子, 盘子里堆积着洗干净的和鲜与菜书, 当然最少不了各种薄薄的新鲜肉片。 南宝珠和宁碗粥吃的欢食。 南宝一啃着烤香菇, 听江岁寒提起蜀郡的行事。 包括蜀郡太守在内的十几位大官, 都被二哥哥换成了他的人。 南家钱庄的口碑越做越好, 几乎在蜀郡每座大城池都开设了分铺, 如今已是整座蜀郡首屈一指的大钱庄。 铁架子上, 肉片烤得滋滋冒油。 江岁寒往上面撒自制调料, 你家不是皇商吗? 明年上元节前要运一批蜀井去圣经, 我听老夫人的意思, 过完年了。 南宝一小声, 景观城距离圣经并不算远, 十天半月就能到。 过完年再出发, 完全来得及。 听说祖母已经派人去叮嘱爹爹和大哥, 让他们在圣经物色大宅院。 南宝珠满嘴流油, 性眼亮的惊人, 娇娇, 你说我今后会不会嫁给圣经的大官? 那我岂不是要当官夫人啊? 南宝一压根不敢回话。 宁婉周正瞪着他呢? 几人说着话, 侍女挑开株连, 萧毅和沈毅朝踏进来。 他心爱的大书房被改造成烧烤摊。 他原本是拒绝的。 但是, 耐不住小姑娘喜欢。 他看着南宝珠和宁婉周撕掉他搜集来的古籍, 大大咧咧拿来撸鼻涕, 心里面一阵抽痛。 军队可以不动, 但天书必须跟着前往圣经。 沈毅潮还在继续说, 却见萧毅的心思已经不在正事上。 顺着他的视线望去, 跪坐在火炉边的少女, 娇艳如芙蓉花。 他瞬间心知肚明。 他道, 我晚些再来与你商议正事。 说完, 拱了拱手, 转身离去。 萧毅在南宝一身边盘膝而坐。 原本叽叽喳喳的热闹, 随着他的加入而安静如鸡。 萧毅拿起快柱, 直接把宁婉周拷给南宝珠的一串脆骨肠放进南宝一碗里。 宁婉周试图阻止。 那是我拷给姐姐, 你有意见。 萧毅凉薄地看着她。 宁婉周抿了抿唇, 生如文锐。 没有, 南宝珠一向狠处消逸。 她鼓起勇气, 那什么, 我忽然想起还要回屋吃面。 娇娇, 你和二哥继续吃, 我们, 我们就先走了。 说完, 暗示般剃了宁婉周一脚。 主仆俩秋风卷落叶般夹起十几串烤肉, 连盘子带碗的端走了。 姜遂寒摇着折扇, 觉得自己这个大灯泡着实碍眼。 她轻咳一声, 更深入重。 肖家哥哥, 我也告辞了。 你和南小五, 可, 悠着点儿, 他还小, 滚。 姜遂寒连滚带爬地跑了。 隔膳被眼上, 热闹喧嚣的书房忽然寂静, 只余下炭火的闭不声。 这几个月以来, 萧义忙于处理鼠郡之事, 南宝一没怎么和他独处。 不知怎跌, 今夜深测的青年带给他一种莫大的压迫感。 火光在他面旁上跳跃, 他不安地垂下眼帘, 钉向放在膝头的双手。 正窘迫时, 萧义的大掌轻轻附在他的手背上。 他的掌心有一层薄茧, 十分粗利。 他想逃, 却被他紧紧抓住手。 萧义逆向他, 深秋时, 娇娇曾埋怨, 我不与你打打闹吗? 后来我仔细问过大夫的意见。 如我所料, 他们并不赞同。 这货自己犯蠢, 理解有误也就罢了。 居然还跑去问大夫。 这下好了, 那些大夫估计要在背地里, 幸好他即将搬离井观城, 不至于被人传闲话。 但还是好气啊。 他咬牙, 使劲儿想挣开他的智骨, 挣扎之中, 却被拽进了他的怀里。 全臣大人的胸膛, 斜着浅浅的山水箱。 他被按着头, 黑暗里, 察觉到那人正清秀他的发香。 他的嗓音低压了几分。 南娇娇, 再过两日, 我就要启程去圣经。 南宝一威正。 再过两日, 就是小年夜了吗? 时间竟然过得这样快, 我在圣经等你。 他亲了亲他的发顶。 南宝一买手在黑暗里, 心头涌出浓浓的舍不得。 虽然明知只是分别大半个月, 但他还是舍不得。 他仰起头, 单凤眼明亮如星辰。 我不在的时候, 二哥都不许对圣经的世家贵女动心, 不许多看别的姑娘, 不许逛花街柳巷。 萧依好笑, 伸手刮了下他的鼻尖。 我的未婚妻, 竟是个小肚妇。 这可如何得了? 南宝一被他说得羞男脸红, 萧依抱着他。 他望向膝窗。 膝窗是直起来的。 眼下的盈盈龙火照亮了圆灵, 细血纷纷扬扬地落下, 如同一场温柔静谧的景观成旧梦。 南娇娇, 下雪了。 萧依轻声。 南宝一已在他怀里, 好奇地望向落雪的圆灵, 是京东的第一场雪啊。 萧依低头吻了吻他白嫩的额头。 他温声, 来年春暖花开时, 哥哥过府下聘。 下了聘, 娇娇就是我的女人, 你只管身归秀花, 安心待嫁。 他的吻, 犹如蜻蜓点水, 却令南宝一浑身滚烫。 他扯过萧依的宽秀, 害羞地蒙住红扑扑的小脸。 明年下聘, 后年过门。 往后的岁岁年年, 每一场出雪, 他都想与二哥哥供赏。 萧依赶赴圣经的那日, 景观承诺了细血。 府门前, 青年急带军靴, 飞衣黑球。 牵着四骑踏雪的乌黑骏马, 在石狮子旁与南宝一告别。 南宝一点七脚尖, 仔细为他戴上风帽。 他从荷叶手里拿过一栏肉斧花糕, 全部放进了马鞍旁的囊带。 萧依看着他, 过了年就要十四岁的小姑娘, 穿连青色装断小袄, 小脸粉白娇嫩, 像是含苞带放的花孤朵, 举指间都是娇气。 南宝一抬起亮晶晶的丹凤眼, 二哥哥在圣经等我。 萧依戴着皮革手套, 伸手摸了摸他的小脸, 等你。 他扶手, 认真地吻了吻小姑娘的眉心。 他好像, 他怕自己沉沦, 舍不得离开景观城, 于是克制着那份深情, 头也不回地跨上骏马, 朝街道尽头急驰而去。 南宝一追了两步, 琉璃瓦, 清怨强, 那一骑四骑踏雪的骏马, 潇洒远去, 青年宽大的黑球, 在寒风中烈烈翻飞, 细雪落在球衣上, 极尽风流。 南宝一抬手捂住心口, 这里泛出密密麻麻的疼, 像是被绣花针扎。 清淋淋的泪水, 悄然滚落。 明知道还会重逢, 却仍旧心酸不舍。 车马太慢, 信间越过千山万水, 需要那么长那么长的时间。 大约, 这就是离别吧。 河叶撑开直散, 温声道, 小姐, 落雪了, 咱们该回屋了。 四姑娘在花园暖队里攒了个菊, 请了好些姑娘公子, 咱们过去玩。 南宝一摇摇头, 如果没有二哥哥, 热闹便也不是热闹。 他去了, 也不会欢喜的。 在盼望中度过除夕, 大年初二, 南宝一便和家人一起, 踏上了前往盛京城的路。 熟悉的街景在室野中院去。 南宝珠趴在车窗边, 回头笑道, 娇娇快看, 玉楼春。 南宝一望去, 戏楼的匾额已经被摘下, 大约在早些天, 被韩燕良带去了盛京。 也去了圣经。 最重要的是, 全臣大人也在圣经。 少女不再对那座皇城感到恐惧。 他握住南宝珠的小胖手, 忍不住弯起眉眼。 小堂姐, 圣经一定很好玩。 南宝珠宝贝班拿出一本画册, 这几日, 我研究得很透彻。 圣经的大肉包子, 麻将粮皮儿, 盖碗肉, 火腿微肉等等街头小吃, 特别出名。 还有和仙, 圣经的和仙多种多样, 吃法也比咱们景观成多。 这家里记得辣和仙特别有名。 你看画册上画得清清楚楚, 他滔滔不绝, 使劲咽口水。 南宝一拿着小手帕, 替他擦了擦嘴角。 他笑道, 小堂姐, 你快别说了, 哈喇子都滴到画册上了。 老夫人慈爱地笑着, 把两个宝贝搂到怀里。 蜀郡毕竟是根基, 所以宋世宁和南宝荣 留下经营这边的生意。 他膝下, 只有娇娇和猪丫头, 两个小孙女了。 圣经之行, 他很期待。 马车行驶了五日, 换乘大船。 南家运货的商船, 又稳又安全, 顺着河水逆流北上, 抵达圣经时, 正好是清晨。 昨夜落了雪, 两岸景致白茫茫的。 大船, 穿透河面雾色而来, 河风带着些冬日凉意。 南宝一站在船舰边, 看见皇城码头渐渐逼近, 还是正月间, 清晨的早逝比平时更加鲜活热闹。 二哥哥, 是否会来接他们呢? 大半月没见, 他心里像是打着一面小鼓, 既紧张又期待。 他扶了扶不摇, 转向河叶。 你看我, 小姐美得很。 河叶笑着打断他, 从梳妆到现在, 小姐已经问了不下五遍。 您再问, 奴婢要取笑您了。 南宝一休暖。 大船逐渐靠岸。 他随着祖母等人步下大船, 远远瞧见皆是处。 二伯和大哥他们带着急顶软轿等待。 走近了, 长辈们各自寒暄。 他悄然四顾, 却没瞧见全臣大人的踪影。 他捏着小手帕, 心里面不由漫上委屈。 他明知他今日抵达圣经, 怎么也不来接他呢? 难道是有了新欢, 正左思右想。 大哥南城里叮嘱到, 置办的大宅院还没有安排妥当。 娇娇和猪丫头是代价的姑娘, 住在商铺里对生育不好。 所以, 你俩先随你们四哥赞助南室郎府。 祖母和三叔, 三婶, 就随我们住临街商铺。 南广双手龙在秀馆里, 好奇地东张西望, 嘴上道, 住商铺啊, 那不是委屈了我? 我好歹也是晋王世子的老丈人, 要不我住进王府呗? 我还没见过王府是啥样的脸。 南家众人一阵无语, 他还是皇帝的老丈人呢, 他怎么不住皇宫啊? 张口就来, 也不先掂量掂量自己份量。 南城里安排妥当, 南宝衣钻进自己乘坐的那顶小轿, 轿中光影昏暗。 他坐好, 却察觉耳畔传来呼吸声, 昏暗里有蜜蜜绵绵地吻, 暧昧地落在他的面颊上。 他瞳孔缩小, 这是有灯徒子藏在了他的轿子里。 他正要呼救, 粗力的大掌捂住了他的嘴。 萧衣歪头, 薄唇若有肆无地吻过他的耳珠, 嗓音低哑撩人, 南娇娇, 哥哥好想你, 南宝衣震惊。 他压着声音道, 你怎么躲在轿子里? 萧衣拉住他的小手手, 唇肆意弯起, 因为想亲你啊。 外面那么多人盯着, 他几时才能亲到他。 南宝衣咬住唇绊, 那也不用躲在轿子里吧。 知道的, 晓得你是晋王柿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灯徒子呢。 萧衣吃笑, 南娇娇, 你见谁家的灯徒子, 有我这般容梦? 不是我吹, 就我这副身段, 放花街上麦, 有的是女人愿意, 道天你信不信? 南宝衣沉默半生, 道, 二哥哥的意思是, 嫁给你, 是我占了便宜。 谁说不是呢? 呗, 这话没法谈下去了。 教练在一座府邸的侧门外停下, 萧衣掀开窗帘一角, 挑眉, 李不是狼府? 是啊, 大哥哥, 说我和小堂姐是代价的姑娘, 住商铺不合适, 让我们赞助南侍狼府上。 听说南侍狼有两个女儿, 与我们同龄, 想来能玩到一起的。 萧衣不知想起什么, 眸光微闪。 荷叶提醒的声音在窗外响起, 小姐, 蓝夫人带着两位姑娘迎出来了, 您快些出来。 娇滴滴的女婴跟着传来, 这顶轿子里坐着的, 便是娇娇妹妹吗? 我这当表姐的, 倒要瞧瞧, 究竟是怎样的妙人, 才能引得晋王世子清心? 说着, 亲自来先叫连。 南宝衣不愿意给才见面的表姐, 留下南家姑娘轻浮的印象。 她低声, 你躲起来。 萧衣慵懒得长腿一伸, 嫌弃, 我见不得光吗? 涂着鲜红单扣的手, 挑开较连。 冬日的阳光带着暖。 端坐在轿中的少女, 穿白玉装断至今小偶, 宽大的莲青色马面裙, 在座位上铺陈开, 眉眼娇美浓艳, 嫩夹上还有些婴儿肥。 神态是介乎天真和从容之间的稚嫩。 南宝衣双手交叠在身前, 丹凤颜水盈盈的, 表姐。 南氏郎府的大表姐, 虽然精心装点过, 但看起来依旧是寻常容貌。 繁重的金布瑶, 金镯子和金像圈, 令他添了些不符合年纪的成熟。 他不适合隆重打扮。 南景在对视的刹那, 感到了自残行贿。 都说靳王世子的未婚妻在边境长大, 生得黑黑胖胖, 不懂打扮, 举止粗俗。 可今日看来, 传言根根根不可信, 南宝衣微笑, 一路乘坐叫碾, 妆容有些凌乱, 表姐可否容我稍作打扮。 哦, 南景慢吞吞放下叫帘。 南宝衣的端庄矜持, 瞬间消失不见, 扯开宽大的裙摆, 压着声音骂。 二哥哥, 这里是圣经, 规矩又多, 眼线又多。 你今后不许随便与我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若是坏了生育, 我找谁说理去? 萧衣黑着脸, 从座位底下钻出来。 他两指, 捏住南宝衣白嫩嫩的脸颊, 咬牙切齿。 我从未钻过女人的裙摆, 男娇娇, 你得了便宜, 还敢叽叽歪歪。 他捏得蛮重, 小姑娘被迫嘟起嘴。 红红的小鹰唇微微张开, 露出两颗小小的背齿, 像是露了馅儿的红豆沙包。 萧衣谋色晦暗。 他低头, 毫不犹豫地凑上去香了一口。 甜! 外面还有人等着呢? 南宝衣嫌弃地拍开他, 两只小手在他胸膛上使劲抓呢? 萧衣由他打。 小姑娘扑腾的样子, 活像小奶猫挥舞猫猫拳, 挠痒似的。 他抬起指腹, 暧昧地刮过下唇。 倾到了小姑娘的嘴, 刚刚钻裙摆的耻辱仿佛就此烟消云散。 他慵懒靠座, 温声道, 三日后上元节宫宴, 我来接你。 上元节宫宴? 南宝衣威政。 虽然南家还没有资格参加宴宴, 但他作为郡主, 再加上晋王世子未婚妻的身份, 却完全够资格进宫参宴。 宫宴, 意味着他要正式在圣经的世家权贵面前露脸。 他郑重地点点头, 我知道了, 正要往教练外面钻, 笑意揪住他的小辫子。 他垂眸清秀发香, 低声道, 打扮得好看些。 知道了。 南宝衣乖乖硬着, 在钻出教练时, 神情瞬间端庄矜持。 他朝南侍郎夫人和两位表姐扶身请安, 态度客客气气。 南侍郎夫人笑道, 你家的大宅院还没有置办妥当, 郡主府也还在重修, 你们姐妹就专心住在我府上, 也好给你们表姐做个伴。 南宝衣望向两位表姐, 揭开教练的那位名幻男警, 容貌寻常, 喜爱打扮。 另一位二表姐南春, 容貌清秀, 正挽着朱朱的手说话, 只是眼神却总在朱朱那只祥云雕花长命锁镜像圈上晃荡, 叫人心里不大舒服。 踏进府邸, 侍郎夫人刘氏亲自把两姐妹送到一处偏院。 他笑道, 成叔去我兄长家听讲四书五经, 暂时不在府里。 你们的寝屋已经布置妥当, 进去瞧瞧吧, 看是否满意。 南宝衣环顾四周, 侍郎府也算金碧辉煌, 但这座偏院破旧偏僻, 角落杂草丛生。 他心里多了些思量, 刘氏眼纯倾笑, 说起来, 我们家也不是宽裕人家, 一日三餐往这里送饭, 实在费功夫。 我得回屋算算账, 看看今晚要加几双碗筷。 你们姐妹慢慢逛, 若有什么短缺, 只管去后院找我, 都是自家亲戚, 便是杂锅卖铁, 我也要照顾好你们。 南宝衣温和客气, 讨扰伯母, 是我们姐妹的不适。 他从荷叶手里, 接过厚厚的荷包, 递到柳氏手中, 这三千两银票, 全当我们姐妹这半个月的开销。 等家中宅院安置妥当, 我们会马上搬出去, 不给伯母添麻烦。 哎呦, 都是亲戚, 这怎么好意思收? 刘氏客气地说着话, 却已经把荷包收入袖带。 他走后, 南宝衣往寝屋而去。 谁知, 这间寝屋竟是厨房改成的, 连烧火的灶台都没拆。 正是严寒时节, 临时搭出来的架子床, 瞧着就不牢固, 单薄的被褥算不得整洁干净, 像是随便拿没洗过的被褥凑数。 南宝衣瞇了眯眼, 南宝珠一贯是不在意这些的。 天大地大。 吃食最大, 他坐在栏外, 他得十分欢喜。 南春在旁边看, 看得南宝珠很不好意思吃毒食, 只得分给他一半。 屋子里, 南宝衣伸手服侍过庄镜台, 摸到一层灰。 南景轻易地挽住他的手臂, 表妹别怪我们怠慢。 实在是因为我父亲两袖清风, 府里没有多余的侍女, 也买不起豪舍的家私。 能有落脚之地, 我就很满足了。 你不介意就好。 宝衣表妹, 我问你一件事, 你要如实回答。 什么事? 你和晋王柿子, 当真是青梅竹马。 那你可知他有什么喜好, 又厌恶些什么? 他平日读什么书, 三餐都吃什么? 南宝衣唇角的笑容逐渐淡了。 他挑眉, 表姐问这些做什么? 哎呀, 我还能做什么? 自然是讨好他。 他是我的未婚夫。 我知道, 只是你还没有急机, 得明年才能嫁去晋王府。 我就不一样了, 我今年十六岁, 已经是可以嫁娶的年纪。 你放心, 我不抢你的世子妃之位, 我当个侧妃就好。 那日他回城, 打马穿过落雪的长街, 几乎惊艳了, 整座圣经的姑娘。 我从未见过那般俊美的男人, 无论如何, 我是一定要嫁给他的。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 南宝衣倾笑, 南警见他不为所动, 于是接着到, 圣经不比景观城那种小地方, 这里的规矩大着呢。 人情往来, 世家应酬, 哪件事不讲门道? 表妹又不认识这里的权贵, 说不定哪天还会冲撞皇族。 咱们姐妹一起嫁去晋王府, 以后交集应酬。 你就跟在我后面, 跟我学规矩, 长见识, 认贵人。 表妹, 我可都是为你好哦。 南宝衣始终倾笑, 不认识这里的权贵。 他知道的世家秘心, 比南警这辈子听过的八卦还要多。 就在南家姐妹进侍郎府时, 宫中, 宫殿金碧辉煌, 高低错落, 宫女们井然有序地穿梭于雕龙汇凤的游廊里, 玉花园景致美不胜收, 顶袍的年轻男人站在玉花园高处的小山亭, 正逗弄一只皮毛顺滑的灰白色海东青。 承载西捧来一碗生鸡腿肉, 公声道, 外面传来消息, 南家人进了皇城, 南宝衣暂居礼部侍郎府。 他说着话, 悄然抬眸望向楚淮南, 信念之中, 极尽爱慕。 楚淮南用钳子夹起一块鲜嫩生肉, 看着海东青一口吞下。 他唇盼弧度温柔, 替估下一张请帖, 再告诉他, 姑愿意陪他游览圣经学景。 是, 承载西映着又迟疑地觐见到, 殿下心仪南宝衣, 但南宝衣已经是肖易的未婚妻。 如果您要拉拢肖易和南家, 不妨考虑南宝珠。 他是真心识意为楚淮南谋划。 楚淮南轻抚过海东青的羽毛, 嗓音温和, 在没有遇上他以前, 姑或许可以将就。 但遇上了他, 姑不愿再将就。 哪怕他已经有了未婚夫, 仍旧愿意努力一事。 寒风四起, 细血落在楚淮南的睫毛上, 这温润如玉的男人, 毫无异国太子该有的诚服与深臣, 笑起来实相的志同。 承载西绝了绝嘴。 他小声, 圣经城里, 就没有朝臣愿意站在您这边。 您还如此一意孤行, 真叫人担忧。 楚淮南轻笑。 他转身, 拿过装满生肉的小碗。 他从怀里取出一只双骨金钗, 送到承载西手里。 今日是你生辰, 你亲人都已不在, 这只钗, 全当姑送你的生辰里。 承载西握住金钗, 如果是从前, 他得到殿下赏的金钗, 定然十分欢喜骄傲。 可如今, 他望向楚淮南, 他又开始眺望宫城雪景。 他是精尊玉贵的太子, 可他那么孤单。 承载西默默站在他身后, 眼眸里爱慕更甚。 后宫深处, 大宫女卷起粘帘, 宫女们端着红气托盘, 宫尽地踏进殿坎。 殿中火龙烧得很旺, 还寻着农田的牡丹花香。 红木落花贵飞踏, 横尘窗下。 华丽贵重的牡丹蛇之团花纹宋锦, 从贵飞踏位移坠地, 不着寸缕趴在宋锦堆上的美人, 肤白胜雪, 乌发堆匀。 他慢悠悠翘起小腿, 涂满单口的脚尖, 勾着华贵的织巾青纱, 若有四无隐隐绰绰, 更显万种风情。 他肌肤紧致, 身段窈窍, 只笑起来十眼角的那一丝细纹, 出卖了他年近四十的真实年纪。 一双修长冷白的手, 落在他的腰上, 指腹蕴开珍珠膏, 打着圈, 促使肌肤吸收。 跪在榻上的人, 身姿齐长, 穿脏蓝底烟波纹关袍, 颈尖带一串黑檀木珠, 唇红齿白, 高鼻狭眸, 犹如公笔描摹的美少年。 顾崇山低垂眉眼, 这力道, 娘娘可还满意。 你服侍本宫多年, 本宫岂有不满意之力。 蓝宝衣已经进城。 是, 如今暂居南氏郎府。 顾崇山的指腹, 顺着他的腰枝游走。 杀了本宫的仙, 他竟然还敢出现在圣经, 江贵妃唇角琴棋冷笑。 上元节, 他定然要参加宫宴。 顾崇山, 本宫要他身败名裂, 不得好死。 过于纤长的睫毛, 遮住了男人瞳孔里的忧深情绪。 顾崇山弯起红唇, 温柔称逝, 江贵妃慵懒地翻过身。 他勾住顾崇山的脖梗, 魅眼如丝, 嗓音温软, 自打从景观城回来。 本宫的九千岁, 就像是变了个人, 顾崇山。 你多久没伺候本宫了? 顾崇山始终垂着眼帘。 脑海中, 莫名浮现出南宝衣的英容笑貌。 他薄唇清起, 迷下没有伺候好娘娘吗? 奴才所有伺候娘娘的手段, 都已经交给他了。 江贵妃很敏锐。 你再拒绝本宫。 奴才不敢, 说谎。 江贵妃抬手, 狠狠给了他一巴掌。 顾崇山起身下踏, 面无表情地跪在脚踏边。 死烟奴, 没根儿的狗东西。 本宫可以把你踢鞋成西场督主, 也可以把你送回冷宫。 你不过是本宫坐下的一条狗。 顾崇山, 伺候本宫, 是你的荣幸。 他用脚尖, 羞辱般挑起顾崇山的下颌。 他沉生命令, 闻本宫。 顾崇山眉眼如山。 两久, 他捧住江贵妃的脚。 他吻向她的脚背, 顺着她的小腿, 一路吻上去。 江贵妃就是躺在踏上, 一手勾住她的脖梗, 红唇满足地凑向她的脖梗和耳阔, 这才是听话的好狗。 一个时辰后, 宫女挑开毡子。 顾崇山踏出垫砍, 双手已经仔细清洗过。 他立在廊下, 一边用干净的白手帕擦拭指尖, 一边默然看着攻城。 又落雪了, 细血灵丁, 从天际的云木里速速飘落, 将视野里的一切化作纯白。 天地, 白茫茫的干净。 他擦拭指尖的力道逐渐加重。 眼尾渐渐泛出心红, 他扔掉白手帕。 白玉雕花扶栏上, 积着薄薄的一层细血。 他伸手触碰细血, 触及到冰凉, 他指尖轻颤, 又慢慢收回手。 有些东西, 已是遥不可及。 跟在后面的小太监满脸心疼, 督主去给南施郎府下帖子, 请他三日后来参加上元节公宴。 是, 因为晋王世子的缘故。 蓝宝一的名声在圣经颇为响亮。 几乎所有权贵, 都对这位来自蜀郡的小郡主起了好奇心。 不过, 才抵达圣经半日, 各家的擒帖如雪片般飞向了礼布施郎府。 花厅, 南斤和南春看着满桌请帖, 神情里难掩验线。 南斤私自拆开一封, 惊叹道, 竟是太子府的请帖。 太子殿下邀请他去太子府看鸟, 还要带他游览圣经学景。 娘, 南宝一他都是晋王世子的未婚妻了, 居然如此不检点, 还要去太子府看鸟。 大公主的请帖, 送太师千金的请帖, 荆家姑娘的请帖, 南春拆开一封封帖子, 这是皇宫的上缘结公宴请帖。 什么? 南景一把夺过, 果然是宫宴的请帖。 娘, 咱们都没资格进宫。 南宝一竟然能去? 刘氏喝着茶, 笑道, 想进宫又有何难? 把帖子结下来, 代替他进宫就是。 届时就说, 南宝一病了, 无法参加宫宴。 这个主意, 令南景和南春很是欢喜。 南景迫不及待地起身, 娘, 那我和妹妹去准备参加公宴的群差首饰。 您可要管住福利丫鬟们的嘴, 别叫南宝一知道公宴的事。 刘氏汗手, 慈爱地看着他们去挑选群差首饰。 此时, 被他们念叨的少女还在偏怨。 南宝一指挥着婢女, 重新布置了那座厨房。 余光贴剑抱着书卷匆匆流过油廊的小书童。 他立刻唤道, 袁宝, 你家主子呢? 袁宝是南成书的书童。 胖乎乎的小少年, 伸手挠了挠后脑勺, 眼珠子滴溜溜地转。 还, 还在刘大儒家读书, 书都被你抱回来了, 他读得哪门子书? 南宝一踏出门槛, 毫不客气地凝住他的耳朵。 袁宝, 你给我老实交代, 我四哥去哪儿了? 再撒谎, 我就把你耳朵割下来, 给猪猪泡酒喝。 袁宝不惊吓, 他抹着眼泪, 哀嚎道, 刘大儒家的千金过生辰, 公子去酒楼参加他的生辰宴, 说要晚点才回来。 南宝一如今已不是出出茅庐的无知少女。 他轻笑, 眼见着就是春威会事, 他书也不读了, 居然跑去参加别家姑娘的生辰宴, 袁宝, 你带我过去瞧瞧。 袁宝悲悲戚戚地应好, 乘坐马车来到庆福街。 这条街是圣经最繁华的小吃街, 各色酒楼临次制笔, 巷弄里还有各种各样的小馆子, 吸引了无数达官显贵和寻常百姓。 马车在一座酒楼前停下, 南宝一提着群居款款上楼, 走到雅座外, 却听见里面传来少女尖锐的讥笑, 我过生辰, 别人都送我竹筷首饰, 绫罗绸缎。 南宝一说, 你怎么就送我一本破书? 听说你是我姑父的远方亲切, 从边陲小城而来, 果然, 边疆的人就是穷酸, 随之而起的, 是满谈哄笑。 南宝一眉目清冷, 他透过花窗望去, 雅座里设有圆桌, 围坐着七八个少年。 他们众心拱月般簇拥着一位少女, 那少女不过十四五岁, 浓妆艳抹, 顾盼之间都是骄傲。 想来, 就是刘大如的千金了。 刘大如在圣经很有名, 是刘氏的亲哥哥。 据说这几次会试都压中过考题, 很多书生不惜花重金找门路, 败在他的门下。 虽然为人傲慢, 但毕竟压中过考题, 口碑是极好的。 难保一怀疑自己哥哥看上刘大如的千金了。 真心, 这是我送你的生辰礼物, 你瞧瞧喜不喜欢? 一位锦衣滑肠的公子哥儿, 谄媚地送出锦盒。 刘真心打开锦盒, 惊慌慌的金布瑶几乎恍花了他的眼。 他抱住锦盒, 欢喜道, 李公子真是大手笔, 这只金布瑶一定花了你很多银钱吧? 这有什么? 我家就是开首饰铺子的, 真心你喜欢怎样的首饰, 随便打声招呼, 我立马就能给你送过来。 我家中三代富贵, 我才不是某个穷酸书生呢? 那所谓的李公子, 邪逆向南城书, 脸上满是瞧不起。 真心, 这是我送你的生辰脸。 要有公子献殷勤, 是一对杨之玉拙, 半点瑕疵也无。 刘真心打开锦盒, 立刻高兴地尖叫出声。 他迫不及待地带上杨之玉拙, 这东西很贵吧? 对我而言, 九牛一毛。 我家在黄州是做玉石生意的, 这般的宅院不计其数, 就算再盛京, 也买得起大宅子。 不像某个穷鬼, 居然还要寄居在亲戚家中, 也不嫌丢人。 啊! 轰笑声再度响起, 南城书轻衣直多, 袖口还沾染着墨字。 在一种金冠华服的顽固公子哥之中, 显得格格不入。 他低下头, 因为不适应这种应酬, 双手不安地揪住袍居。 刘真心嫌弃地把那本书丢给他, 这种破烂玩意儿, 也好意思送给我。 拿走拿走, 莫要爱我的眼。 他转向其他公子, 今儿高兴, 咱们来玩行酒令呗。 李公子笑嘻嘻道, 南兄又不喝酒, 扫心得很, 怕是玩不起来。 喂, 你若是不喝酒, 赶紧滚, 别妨碍我们玩行酒令。 刘真心趾高气昂的逐客, 坐上酒桌却不肯喝酒, 天底下没有这样的规矩。 带着你的破说, 赶紧滚。 少年清秀白嫩的面颊上, 逐渐阴开红韵。 深深作一, 这才转身退出哑作。 背后的嬉笑声不绝于耳, 小地方来得穷书生, 还想追咱们真心, 也不照照镜子, 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这年头, 想吃天鹅的癞蛤蟆, 是越来越多了。 七, 不是我瞧不起他。 就他那样的, 连剑直舵都打了补丁, 养得起咱们真心吗? 咱们真心大小节自幼教养, 不说顿顿燕窝, 顿顿吃肉, 那是骑马的。 南城书失魂落魄地眼上格扇, 转身, 却撞见自家小妹已在扶栏前, 正静静看着自己。 娇娇! 他激动地轻呼一声, 急忙上前, 我今儿一早就去了刘大儒家, 你几十道的圣经? 南宝医不想回答他, 他用手帕替他擦了擦袖口, 小声道, 上京前, 曾带四哥买了好些衣裳, 你怎么还是穿旧衣裳? 袖口都破了, 还有许多墨字, 也不怕人笑话。 读书的时候, 从侍郎府走到刘大儒家, 要经过许多巷弄。 每每天寒地冻时, 瞧见那些企儿, 都觉得可怜, 因此把新衣裳都给了他们。 南城书腼腆, 娇娇, 你可有吃午膳, 我请你和猪丫头去吃好吃的。 南宝医应好, 与南城书并肩走下酒楼时, 他轻声, 四哥喜欢刘真心。 南城书脸红如滴血, 定是元宝碎嘴, 等回去了, 我罚他抄书。 是我自己看见的。 南宝医拿过他手里的那本书, 大雍开国皇帝手写的书卷, 南府压乡底的祖传珍藏之一, 拿到市面上, 一字万斤都是少的。 他哥哥, 居然要送刘真心这么贵重的东西。 幸好那个妖艳贱货, 有眼无珠。 他不悦, 四哥, 你喜欢他什么呀? 南城书更加脸红, 生如文睿地回答, 他长得好看, 他还亲我。 亲他, 南宝医满脸一言难尽。 刘真心作风轻浮, 他亲过的男人, 恐怕能从庆福街街头排到街尾。 他复杂地望了眼南城书, 他爱慕虚荣, 并不是好姑娘。 四哥, 你今后离他远点, 我怕你被卖了, 还替他数钱。 南城书双手拢在秀馆里, 像是受了委屈的孩子, 轻轻嗷了声。 南宝医让元宝带他上马车。 他回眸望了眼西攘繁华的酒楼。 在景观城时, 他就想过, 要在圣经帮大哥和四哥挑一门好亲事。 但刘真兴, 绝对不行。 今日四哥受了委屈, 这个场子, 他迟早要找回来的, 因为打算共用午膳庆祝团员, 所以马车去市郎府接了南宝珠。 谁料, 南景和南春跟着上了马车。 南景笑道, 你们是要去街上的酒楼用膳吗? 正好我们姐妹也打算上街吃饭。 吃完饭后, 咱们一起去看看牡丹方的胭脂首饰。 南宝医无言以对, 他们都厚着脸皮登上了马车。 难道他还能赶他们下去? 南宝珠绝了绝嘴。 他抬袖挡住小脸, 趴在南宝医耳边低语。 刚刚在府里, 我听哥哥的小厮说, 他住进去时, 我爹就给了南侍郎家两万两文银, 可是厨房送给我哥哥的一日三餐, 连点油心子都无。 刚刚南春又问我索要镜像圈, 我本不想给, 可他酷得厉害。 我招给了他, 待会儿若是去逛胭脂首饰的铺子, 你可千万别再给他们花银子。 南宝珠绝带着珠珠的金像圈。 他带得那么心安理得, 半点羞耻心也无。 他抿了抿唇半, 按道今晚回去以后, 就叫小厮去请示大伯, 能否早些搬进自家的大宅院? 他不想再看见这两位糟心的表姐。 用完午膳, 一行人来到牡丹坊。 圣经最大的首饰铺子, 胭脂水粉也相当有名。 梨花木货架上摆放着各种精致的首饰, 价格自然也是不菲的。 南景和南春见什么都喜欢。 姐妹俩挑了几根猪钗, 眼睛忍不住地往南家姐妹身上飘。 南宝一轻咳一声, 提高声音。 猪猪, 刚刚表姐脸的海参和鲍鱼好贵哦, 我已经没有多余的银钱了。 南宝珠瞬间进入表演状态, 抬袖啜气, 谁说不是呢? 我还指望, 攒歇私房前当嫁照呢。 可怜我流落在外, 孤苦伶仃, 行单饮之, 穷穷竭力, 众叛清离。 南宝珠捂住他的嘴。 众叛清离都出来了, 梅文化真可怕。 不过他们的态度已经相当明显, 要钱是没有的, 半个铜板都没有。 南景和南春的脸色不大好看。 南春小声道, 不就是猪钗吗? 他们吃住都在咱们家, 却连几根猪钗都舍不得送咱们。 那么有钱还如此小气, 果然伤人重脸。 南景心中也不大痛快。 牡丹方的猪钗是很贵的, 所以他才想着和南家姐妹一块过来。 但凡他们稍微懂点事, 就知道主动买下送给他们。 眼看着上元节功宴将至, 他是要经验四座的人, 于是指得自个儿忍痛花重金买下朱钗。 他心里面终究是不痛快的。 赴完迎前, 他故意摘下腰间荷包, 在南宝依面前晃了晃。 表妹可知道, 圣经城的姑娘为何都对晋王世子动心? 南宝依挑了挑眉。 为何动心? 定然是全臣大人太骚了的缘故。 他嘴上却正惊道, 不知。 他回圣经那日, 长街落雪, 满目繁华。 他骑着四提踏雪的乌锥, 本黑色弧球大场在风中烈烈翻飞。 他生得那么好看, 满街的姑娘都忍不住向他扔出香囊和花朵。 南景回忆着, 忍不住露出痴笑。 花痴, 南宝依暗暗给他贴上标签。 南景接着回忆, 有姑娘从严街酒楼里朝他抛出一只芙蓉。 他信手接住, 暧昧地吻了一下, 又抛了出去, 恰巧丢给了我。 啊! 他双手捧心, 甜甜地笑出了声。 南宝依鸡皮疙瘩抖落满地, 所以, 街边那么多姑娘, 他独独把芙蓉花抛给了我。 南景激动眼唇, 难道这还不能说明什么吗? 南宝依漠然不语, 这真不能说明什么? 用脚趾头想, 就知道定是全臣大人随手丢出去, 恰巧被南景接到。 这只芙蓉花, 我至今舍不得丢弃。 南景小心翼翼打开荷包, 我想着, 如果我将来嫁给他, 那么这朵花便是我和他的定情之物。 这般意义非凡的东西, 自然要时时刻刻待在身边才能安心。 一股子难闻的酸臭味, 从荷包里弥漫出来。 南宝依抬秀眼鼻, 他望去, 荷包里的芙蓉花早已枯萎腐烂。 南景居然也不嫌弃, 还佩戴在身上。 他勉强笑道, 表姐还真是, 长情啊, 为了世子殿下, 竟而愿意长情。 南宝依摸了摸手臂, 发现鸡皮疙瘩已经掉完了。 上元节宫宴, 宫宴,如期而至。 临近黄昏, 南侍郎夫人刘氏带着两个女儿, 母女三人打扮得鸟鸟婷婷, 带上情帖, 欣然乘坐马车往皇宫而去。 萧义的马车停在侍郎府后门。 他翻墙闯进天院, 寝屋里, 小姑娘穿着单薄的寝衣, 弹发垂落在腰间, 捧着书卷坐在熏龙前, 手边还搁着一盏热气腾腾的杏仁茶。 他望了眼低落。 再有两个时辰, 宫宴就要开始。 这小姑娘在磨蹭什么? 南娇娇, 她在少女身边蹲下。 伸手揉了揉她的脑袋, 我记得你很爱出风头, 怎么今夜不去参加上元节的宫宴了? 我还特意打扮了一番, 要给你撑场子呢。 很爱出风头, 南宝一按摩牙。 他小脸清寒, 装模作样地翻了一页书。 圣经城的姑娘都喜欢二哥哥, 我去参加宫宴, 是去当他们的靶子吗? 萧毅挑了挑眉。 小姑娘这是醋了, 还从长街上打马而过, 也不嫌风骚, 南宝一竖起书卷, 挡住下半张脸, 只露出一双水银银的丹凤眼。 那么多姑娘朝你砸香囊, 砸花朵, 怎么没把你砸死? 真醋了。 他扬了杨宝纯, 伸手去握南宝一的小手。 南宝一避开他的手, 还把芙蓉花扔给南井, 二哥哥怎么不干脆直接替他赞花啊? 叫静王妃替你下聘, 省得他皱丝叶想得惦记你。 萧毅腻着他, 半赏, 他伸手点了点他的鼻尖, 嗓音含笑, 谁家的醋毯子翻了, 我闻着, 真是酸得很辣。 南宝一傲娇地别过脸, 那么多姑娘朝我扔香囊和花朵, 我瞧着其中一只是芙蓉花, 因此才伸手接住。 萧毅捏住他的小鼻尖, 我想着我那位过门的小娇娘, 最爱景观城的芙蓉花, 所以看见芙蓉, 就想起来了她, 她怎能拒绝呢? 南宝一本就不怎么怪她的, 只是身为姑娘家, 她偶尔也想实施小性子。 如今听着她的解释, 她就更不怪她了。 她心里甜丝丝的, 又偷眼瞅向萧毅。 她今夜果然认真打扮过, 难得穿了身鲜艳的圆领飞衣, 露出干净的双白暗银纹衬袍厘历。 妖术隔带, 发术精灌, 几缕碎发从额角落下, 眉眼含笑, 金像玉智, 是个很俊美, 很有风度的年轻世子爷, 笑一伸手捏住她白嫩嫩的小脸蛋, 往两边扯。 若是不愿参加公宴, 哥哥带你去观凤台看花灯, 给你买走马灯和兔子灯, 还给你买辣炒和鲜。 我长得好看, 别的姑娘瞧见我牵着你, 定然要羡慕你。 那时候的南娇娇, 定然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小姑娘。 南宝一被她扯得小脸生疼。 而且这番话, 前面还像是人话, 后面那都是什么鬼话。 但是, 比起去观凤台看花灯, 她更想会会皇宫里的妖魔鬼怪。 上一世的老熟人们, 她可真是想念得紧。 她扶开萧一的手, 反问道, 宫宴上, 若是有人欺负我, 萧一懒洋洋脱塞, 哥哥保护你啊。 南宝一站起身, 傲娇, 既如此, 我倒是没有不去的理由。 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今夜, 我就是上元节宫宴最美的仔。 要叫圣经城的权贵都知道宝宜郡主的美名, 叫那些寄予二哥哥的姑娘瞧瞧, 什么是天生励志男子气。 她欢欢喜喜地去屏风后更衣梳妆。 萧一滴笑, 南娇娇, 她就是个活宝。 她拿过小姑娘的书卷, 慢慢翻阅。 姑娘家梳妆打扮要花很长时间, 她懂。 可是南宝一梳妆打扮的速度远超她的想象。 不过短短一刻钟, 不出屏风的小姑娘云间飞裙, 身姿鸟鸟。 云记不遥, 眉目如星, 一颦一笑, 极尽浓艳。 她转了一圈, 宽大的至今装断马面裙, 摇曳如流水, 云间上的流苏随之轻舞, 不遥发出惊石之音, 灯火下的少女宛如宫笔侍女图上的九天摇姬。 南宝一挽起眉眼, 二哥哥, 我美吗? 萧一已在熏龙边。 她轻笑着朝她伸出手, 这般美貌的小娇娘, 不知是谁家的。 南宝一含羞待怯, 把小手轻轻放在她的掌心。 萧一将她的手牢牢扣在掌心。 南宝一上前, 点起脚尖, 嗓音温柔, 是二哥哥喂过门的小娇娘呀。 萧一扶手, 深深嗅了一口芙蓉花香。 想听她, 南宝一敏锐地察觉到她眼神不对劲。 狗得狠, 她急忙抬袖遮住小嘴, 我的口质很贵的, 而且很难突出这种牡丹红。 二哥哥, 你要是弄坏我今夜的妆容, 我今后都不与你说话了。 萧一挑了挑眉。 罢了, 参加完宫宴在清, 也是一样的。 今夜进宫参加上元节宴会的都是皇亲贵咒, 以及郑二平以上官员及其家眷。 宫门外马车众多, 正在排队接受禁卫军的检查。 南宝一卷起车帘, 仰头望去, 皇宫灯火辉煌, 像是坐落在黑夜里的流金野兽。 珠奇宫门巍峨高大, 宫楼上站着数不清的禁军, 把守着这座囚龙一样的地方。 前世, 他做梦都想逃离这里。 宫人们的羞辱, 掌视魔魔们的惩罚, 城王兄妹的欺凌, 令他每每从深夜惊醒, 两世难忘。 没想到重生归来, 他竟然愿意主动踏进这个囚龙, 萧一看着他。 小姑娘神色有些紧张, 丹凤眼里亮晶晶的光芒消失不见, 只余下灰暗与深沉, 像是燃尽的灰烬。 他不喜欢这样的南娇娇, 他伸出手, 轻轻握住他的小手。 萧一的手掌粗力却温暖, 难保依迟疑地望向他。 萧一依旧是懒洋洋的姿态, 如今的南娇娇, 聪明又有勇气, 增制破镇灾淫尸窃案, 曾将镇南寺所有高僧辩驳的哑口无言, 曾一见射死薛定威和楚月星。 所以, 不要害怕, 无需害怕。 少女感受着他手掌传来的温度, 他再度望向皇宫, 单凤眼里亮起星星点点的光芒。 有二哥哥在, 他永远不必害怕。 难保依望去。 宫灯明亮, 刘氏带着南景和南春, 母女三人盛装打扮, 正颇复般与禁卫军争执。 萧一抬了抬手, 拾苦将马车驶到宫门前。 这位官爷, 你是眼神不好吗? 明晃晃的秦帖, 你看不见。 我看见了, 请的人是宝一郡主。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 宝一郡主病了, 让我们母女三人代替他进宫参加宴会。 你到底要我重复多少遍? 对不起, 勤帖只能本人使用。 刘氏好说歹说, 禁卫军就是不肯放行。 母女三人气得脸皮抖动, 敷上去的粉扑速速往下掉, 怪甚人的。 难保依倾笑, 不用想就知道, 宫里送给他的帖子被他们截了下来。 还是礼部侍郎的家眷呢, 半点教养也误。 他故意从车厢里探出半张脸, 笑容温柔。 伯母, 了解,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咦? 这不是我的勤帖吗? 怎么在你们手中? 我还以为丢了呢。 一番话, 叫在场众人浮想连篇, 能混到皇宫当差的, 都是人精。 禁卫军当即就笑了, 世王夫人, 您不是说宝仪郡主病了吗? 我怎么瞧着, 他气色红润, 半点也不像生病。 刘氏万万没想到, 南宝仪居然会和萧义一起过来。 他出门时还特意打听了, 这小蹄子正妆容不整地, 在屋里读书呢。 面对禁卫军的质问, 他面皮战红地揪着手帕, 修得恨不能钻进地底。 南景和南春, 则痴痴看着萧义。 马车竹帘高卷, 他伸着长腿, 慵懒地坐在车厢里, 金冠飞衣, 侧颜, 清冷好看得近乎完美。 南宝仪注意到他俩的眼神, 当即生出不悦。 他可以在迎前之事上大放, 但在萧义的事情上, 他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他微微侧身, 挡住了南景和南春痴迷的视线。 他温声, 既然这位官爷都说了, 还是打道回府吧。 处在这里, 别人都要看你们的笑话了。 南景和南春, 岂肯善罢甘休。 他们为了参加宫宴, 甚至特意花了两个时辰盛装打扮。 如今连宫门都没进, 就打道回府, 脸都不知道要丢到哪里去了。 刘氏更是暗自生恨。 眼看着临门一脚, 进了宫, 就能和那些皇亲贵咒来往攀谈。 不仅能为姐儿和川相看夫君, 说不定还能结交贵人, 为夫君的前程锦上添花。 可这一切都被南宝一毁了。 他心里涌上浓浓的艳恨, 正要斥责南宝一, 不远处传来轻笑。 这是在闹什么? 众人忘却。 一辆华贵宽敞的马车, 徐徐驶来。 车帘卷起, 端坐在车厢里的女子, 虽是伴老徐娘, 却依旧风韵犹存, 是个妆容妩媚的美人, 正是晋王府的江侧妃。 又有一辆马车驶来。 晋王妃端坐其中, 斥责道, 宫宫宴结束, 我定要禀报王爷, 叫他好好教你。 何为规矩? 江侧妃瞟了眼萧逸, 讥讽, 不就是把儿子找回来了吗? 整日对我大呼小叫, 显摆威风, 也不嫌寒衬, 好像谁没有儿子似的。 你倒是有儿子, 可惜, 在边关混了两年, 也还只是区区参将。 不像一儿, 年纪轻轻, 就已是正熙大都督。 晋王妃眼纯轻笑, 哦哟, 我若是你, 有儿子, 我都不会拿出来说, 丢人。 你, 江侧妃大怒。 他说不过晋王妃, 余光瞥向南景和南春, 忽然眼眸微动。 他审笑, 世子殿下出类拔萃, 才回圣经, 就引来这么多狂风浪蝶, 岂是常人能有的本事。 王妃姐姐, 我瞧着这两个姑娘, 怪招人疼的, 不如你替世子殿下娶了, 放在府里做妾。 不等晋王妃说话, 江侧妃大大咧咧地吩咐禁卫军, 放他们母女进宫吧。 我姐姐江贵妃欢喜热闹, 人多显, 她心情好。 她搬出了江贵妃, 近卫军自然不敢多言。 刘氏母女欣喜若狂, 忙不迭谢过江侧妃。 江侧妃笑容阴毒, 男家的生意是越做越大, 如果萧毅娶了男宝衣, 那便是如虎添翼。 想毁掉这桩婚事, 倒也不算难。 她可以在宫宴间隙, 利用南景和南春, 与萧毅产生肌肤之亲, 最好, 是叫他们两个一举怀上。 如此一来, 以男家人互短的心态, 他们是无论如何, 都不会让南宝衣 嫁给一个即将纳妾游子的男人。 萧毅名声受损, 她的青云和青河, 就有可能被册封世子。 她盘算妥当, 笑容得意, 扭着腰进了宫。 靖王妃盯着她的背影, 她与江侧妃斗了二十年, 这件人放个屁, 她都知道是什么味道的。 打算利用南景和南春, 坏她一样的名声, 想得美。 正好这件人有两个儿子, 还总想着给她儿子谋取高门贵女, 不如她做个顺水人情, 把南景和南春塞给她两个蠢货儿子得了。 蠢货配蠢货, 也算绝配。 她算计妥当, 慈爱地看向萧毅。 她温生, 今夜宫宴, 你要正是在圣经的世家权贵面前露脸。 义儿, 你要好好表现, 给你父王留下好印象, 也好叫她多宠爱咱们母子。 萧毅散漫地硬了身哦。 萧毅有特权, 可以乘坐教练出入皇宫。 她牵着南宝衣, 换成了一顶清软暖教。 朱强黄瓦的弓相, 蜿蜒绵长, 内侍提着弓灯开路, 弓靴踩在青砖巷弄里, 格外寂静安宁。 教练是卷起来的。 南宝衣端坐着, 瞧见那些经过的宫女嬷嬷纷纷退避到墙下, 恭敬地朝软教型浮身大礼。 其中几名宫女, 她很眼熟。 前世的记忆犹如浮光掠影。 她入宫那天, 圣经落了大雪。 她挽着小包袱, 低着头, 悲怯地跟在长势嬷嬷身后。 穿过弓相, 来往宫女好奇地看着她毁掉的脸。 她悄悄抬起眼睫, 那些宫女穿着鲜艳干净, 梳着精致的发际, 脸蛋都很漂亮娇俏, 走路的姿态也很美。 而她什么也没有。 没有娇俏的气质, 没有漂亮的脸蛋, 对深宫的规矩毫无所知, 她是那么爱美的姑娘, 于是她独自在这身身长长的弓项里, 练习弓部, 练习仪态, 练习与贵人说话时, 那小心翼翼的语气。 从无数次摔倒, 从无数次练习扶身里到腿麻。 她吃了很多苦。 可即使如此, 那些宫女依旧讥笑她丑陋。 她们在熟久寒天的夜里, 将冷水泼到她的被窝。 她们故意抢走她的磨磨和饭食。 她们捡碎她的乳裙, 在她的绣花鞋里临近莫知, 甚至在她沐身时故意打开格扇, 喊太监们前来观看, 羞辱她的手段层出不穷。 南宝一的视线落在墙角。 她道, 停叫。 她盯着那个扶身行李的小宫女。 小宫女性眼淘腮, 容貌俏丽, 一双眼睛仿佛会说话。 可是南宝一清楚, 这个叫玉蕊的宫女, 心肠有多么恶毒。 前世, 玉蕊是管辖她的大宫女, 那些羞辱她的计策, 有一大半都是出自她的手笔, 玉蕊轻盈上前, 讨喜地服了服身, 声音清脆, 给两位贵人请安, 贵人是有什么吩咐吗? 说着话, 秋水盈盈的眼眸, 却壮丝不经意地勾了下萧毅。 透着玉具怀银的羞怯, 南宝一温生, 你在看谁? 奴婢觉得世子殿下英明神武, 因此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郡主这是生气了吗? 玉蕊委屈, 都是奴婢不好, 世子殿下, 您不要怪奴婢, 好不好吗? 都是因为您太好看的缘故呢。 南宝一弯纯倾笑, 这小宫女的眼睛里面, 盛满了对她的不屑, 大约是觉得她出来乍到, 又是商户女, 所以不敢在皇宫里闹事。 殊不知, 所谓的宫规, 她比她清楚千百倍。 曾在冷雨天, 被玉蕊罚跪在宫巷, 背诵宫规一百遍。 曾在下雪日, 被玉蕊送进报室, 罚超宫规一千遍。 她诸纯倾起, 宫规第二卷第十条, 凡宫女勾引男子者, 丈则三十, 贬入换衣局。 你是自己去领罚, 还是本郡主送你去领罚? 玉蕊彻底愣住, 她不可思议地盯着南宝一。 宫中传言, 宝一郡主来自边陲小城, 不懂规矩, 举止粗俗, 可是她为什么连宫规都记得那么清楚? 她在宫里活了六七年, 都还不能完完整整地被出宫规呢? 她是个机灵的姑娘, 立刻跪倒在地, 一双妙目水盈盈的, 奴婢没有勾引世子殿下的意思, 奴婢只是单纯觉得殿下生得美, 因此多看了两眼, 正所谓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郡主是否过于苛刻? 您投回进宫, 就不怕给自己名声带来伤害吗? 南宝一抱着发廊踩小手炉, 涂着单扣的苏红指尖, 缓慢勾勒出金丝花纹。 她笑容更加温柔, 宫规第三卷第二十一条, 樊宫女内侍, 以下犯上, 威胁敲诈者, 掌乖武时, 送入报室, 罚奉一年。 奴婢何时以下犯上, 威胁敲诈? 你用名声胁迫本郡主, 不是威胁又是什么? 玉蕊彻底无言, 她指得泪水盈盈地望向萧逸, 世子爷, 求您为奴婢说句话, 奴婢真的没有冒犯郡主的意思。 她悉行几步, 伸手拽住萧逸的袍居, 那双眼更是寒情凝涕, 朝她脸上, 就是狠狠一巴掌。 她立在弓相里, 居高临下的姿态冷漠而端庄, 都是人精。 你跟我装什么楚楚可怜? 少在我二哥哥面前, 玩你那套勾人的把戏, 否则, 我见一次, 打一次。 清脆的巴掌声, 吸引了四周路过的权贵。 他们联系玉蕊无辜挨打, 纷纷朝南宝一指指点点, 一轮声很难听。 南宝一虎着小脸, 兄道, 看什么看? 都看什么看啊? 参加你们的公宴去? 那些男人更气了。 可是陪伴他们参加公宴的女人, 却都是正式夫人。 平日里身受那些小狐狸精之苦, 却碍于理法名声不敢乱来。 如今南宝一长官小狐狸精, 他们看在眼里, 只觉得非常解气。 于是, 他们都不许夫君胡乱议论, 朝南宝一友好的汉手致意, 这才相邪往承越殿而去。 玉蕊捂着红肿的脸颊, 正正望着南宝一, 亲自动手打人, 他就不怕被世子爷嫌弃粗鲁。 南宝一逆向他, 还不去领罚, 是指望我亲自送你去。 玉蕊哭哭啼啼, 怀抱着最后一线希望, 求救般望向萧义。 世子殿下, 萧义把玩着南宝一的小手炉, 懒洋洋的, 你也瞧见了, 郡主八面威风, 本世子在他面前, 只是个绣花枕头, 中看不中用啊。 玉蕊浑身哆嗦。 这惊艳绝伦的世子殿下, 竟是个巨内的。 他捂住苍白的唇, 不敢多看南宝一眼, 起身奔进皇宫深处, 连绣鞋跑掉一只, 都不敢回头捡。 南宝一坐尽叫拧。 姐妾! 萧义抿着唇笑, 想来, 我的世子夫人, 大约是个汉妇。 二哥哥嫌弃我, 萧义握住他的右手, 刚刚扇了宫女一巴掌, 小姑娘的手掌心红红的, 脚踏心疼, 哪敢嫌弃我们娇娇? 他吻了吻他的掌心, 若是看那宫女不顺眼, 随便找个借口, 杀了也就是了, 何必亲自动手。 小手红成这样, 叫哥哥心疼。 南宝一看着他, 宫灯明亮, 他的丹凤眼中透着浅犬深情, 不似作假。 他问道, 二哥哥当真不嫌弃我粗辱, 寻常官家嫡女, 可不会随便扇人巴掌。 萧义微微一笑, 他轻身凑到南宝一耳盼, 薄唇若有肆无地擦过他的耳朵, 嗓音低雅撩人, 我就爱娇娇这泼辣劲儿, 想来今后床子之间。 你我大约能势均力敌, 有来有往, 床子之间, 势均力敌, 南宝一百嫩的面颊,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化作浅粉, 又阴开深红。 他咬住唇瓣, 袖怕被扯得几乎变形。 这话题, 没法聊下去了。 萧义垂眸, 看着他紧张咬唇的模样, 伸手揉开他的唇。 他温声, 别咬了, 再咬, 娇娇的牡丹红口枝, 要花掉了。 这样好看的颜色, 花掉了多可惜, 他还没来得及亲呢。 南宝一声如文锐, 那你不许再调笑我。 好的呀。 教练一路往城乐垫去, 南宝一呼吸着清寒的空气, 刚刚的羞耻感, 渐渐消失不见。 好不容易平复了心绪, 快出公相时, 萧义忽然正儿八经地指着一个行李的宫女。 南娇娇, 我觉得她好像在勾我, 你要不要打她? 那个, 那个宫女也在勾我。 萧义看着她战红的小脸, 薄唇轻松扬起, 她就喜欢南娇娇为她吃醋的样子, 更喜欢把弄她得害羞的样子。 南宝一倒了她一拳, 她还记得刚遇见全臣大人时, 她是多么正经高冷的一个人。 没想到好看的皮囊底下, 居然藏着一颗风骚的心。 她简直怀疑, 这次是不是很早就开始觊觎她了。 教练停在汉白玉台阶下, 南宝一被萧义牵着, 石尖上。 她仰头, 采气宝殿灯火明光。 端庄的礼乐声, 热闹的宫愁交错声, 起伏的嬉笑声, 汇聚成宫廷里特有的迷你之音, 招视着一个王朝的繁盛与太平。 她与萧义出现在殿坎外, 内室脱长了音调, 奸声畅诺, 晋王世子道, 宝一郡主道, 殿中所有的声音, 戛然而止。 老皇帝和她的妃嫔, 自上座抬谋。 分裂大殿两侧的世家权贵, 出过高高的红漆殿坎。 那妆容盛大的少女, 自容犹如锦承芙蓉, 娇贵浓艳, 一态万芳, 踏进殿坎的刹那, 犹如一盏明珠宫灯, 亮晶晶的丹凤眼, 将整座宝殿都照得光辉烂漫, 令人为之倾倒。 江贵妃眯了眯眼。 她朝殿前的小内侍, 使了个眼色。 小半碗游, 被悄然, 泼到大理石地砖上。 南宝一坠着珍珠的绣花鞋, 稳稳踏过游渍。 她始终脊背挺直, 目不斜视, 她走得那么稳, 一态比在场任何一位贵女都要出色, 仿佛生来就该是九重宫阙里的浇花。 余光不着痕迹地扫射过殿中众人。 许多人, 都是熟面孔。 牡丹红唇瓣微微弯起。 圣经皇宫, 她再一次回来了。 行至殿中, 南宝一与萧毅优雅地朝皇帝行礼。 江测妃轻摇团扇, 微笑。 王妃姐姐的儿媳妇, 可真是能耐啊。 还没过门呢, 倒是仙和柿子穿起了同样绣花纹的衣裳。 这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俩是思乡寿寿呢? 说来也怪, 自幼在一座府里长大。 那兄妹之情, 怎么忽然就变成了恋情? 南宝一早就料到, 今夜一定会有人问这个问题。 这种问题, 与其说是质问, 不如说更像是抹黑。 如果回答不好, 无论是他还是全臣大人, 都将名声受损。 满殿寂静, 江贵妃满意地端起酒盏, 轻轻抿了小口。 他这个树妹一向蠢笨, 好在这个问题却很不错。 南宝一微笑, 我是南府嫡女, 二哥哥是晋王世子, 本就不是兄妹, 何来兄妹之情? 听江测妃这话的意思, 莫非是不想承认 二哥哥晋王世子的身份? 还是说, 江测妃对晋王也找回嫡子感到不满, 想让您的两位公子继承晋王府。 江测妃含笑的脸瞬间垮了下来, 他急忙望了眼晋王爷, 还好, 他正垂眸饮酒, 并没有怪罪他的意思。 他急忙补救, 世子回府, 我自然高兴, 我只是怕你心术不正, 勾引迷惑世子, 这才麻雀变凤凰, 有了这门婚约。 麻雀变凤凰? 南宝一审笑, 我是圣上清风的郡主, 我家中又十分富贵, 本就是势均力敌的婚事, 怎么到了江测妃嘴里, 却成了麻雀变凤凰。 他说到势均力敌时, 谋色略有些不自然, 笑一笑的意味深长, 甚至还借着大秀的遮掩, 暧昧地勾了勾他的掌心。 江测妃说不过他, 正不知所措, 却瞅见江贵妃狠狠弯了自己一眼。 他害怕这位嫡姐, 他只得硬着头皮继续为难道, 商户出身, 也好意思拿出来说, 我瞧着, 你就是看世子尊贵, 因此存了攀龙赋凤的心思。 南宝依微笑, 江测妃当年不过是江家庶女, 靠着在酒水里下药, 这才爬上了靖王爷的踏。 又靠着肚子里的肿, 一举成为王府测妃, 就您这般行径, 也好意思说我攀龙赋凤。 江测妃呼吸一致, 这种闺房秘心。 南宝依这件人怎么会知道? 他休脑得厉害, 双手发抖地捧起酒盏, 遮掩着炯泰喝了几口。 南宝依意味不明地轻笑一声, 与萧依落座。 萧依低声,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南宝依婉秀端起面前的白玉湖, 梦中所见。 前世他在皇宫待了那么多年, 不知道听过多少权贵秘心。 江测妃这点子破事, 满皇宫都知道。 早在他参加宫宴的路上, 他就设想过, 今夜的宫宴不会太平。 那些权贵都有排外心理, 既然他们想为难他, 那他就踩着他们的脸面, 在圣经城彻底站稳脚跟。 叫这些权贵都知道, 他不好欺负。 南家, 同样不好欺负。 江贵妃嫌弃江测妃这个树妹没用。 他撇向殿下一位颇有娇情的贵妇人。 贵妇人微微一笑, 示意江贵妃放心。 他望向对面的南宝衣, 撬起兰花纸, 语调夸张。 宝衣郡主从景观城而来呢。 听说那里很是贫穷的哦, 百姓也都很没有教养的。 哦哟, 那些农妇, 甚至连面脂是什么都不知道呢。 每日出门从不涂脂抹粉的哦, 如此不讲究的日子, 岂是人过的啊。 南宝衣忍不住笑了。 他笑得烂漫天真, 甚至都没有遮掩笑声。 他学着那位贵妇的调调, 夸张道, 陈夫人, 就您那种出身呢, 也好意思嘲笑人家农妇的哦。 您母亲是青楼花魁, 您自幼在青楼长大的哦, 靠美色攀上上书廊, 这才进了上书府呢。 原配夫人一死, 您就迫不及待母平子贵上位为主, 这才有了今日的风光呢。 人家农妇也是靠双手吃饭的哦。 您有什么资格瞧不起人家啊? 他表演得唯妙唯笑, 满电哄笑, 陈夫人打死都想不到。 他那不堪的过往, 就这么被摆在了台面上。 他修囧交加, 用兰花纸指着南宝衣。 你, 你这人, 不要欺人太甚的哦。 小心人家夫君参你一本的哦。 萧义懒洋洋脱腮, 欺负我家娇娇。 本世子不是摆设的哦。 更多人的人憋不住笑, 窃窃笑出了声。 他们望向南宝衣和萧义的目光充满了友好。 这样有趣的人儿, 定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 回家以后, 可以放心地让自家孩子与靖王世子和宝衣郡主结交。 至于南加钱庄, 或许也可以结个善缘。 陈夫人委屈地红了眼, 他拿帕子捂住脸羞愤地啼哭起来, 惹得陈尚书一阵嫌弃。 南宝衣抿着唇笑, 垂眸给萧义针满玉米汁。 这场宫宴不是用来给南宝衣大放异彩, 笼络人心的。 这场宫宴是要让南宝衣成为圣经的笑话, 叫他知道圣经城不是景观城, 圣经城是他的底盘。 他撇向另一名贵女。 太史令的千金书里里, 宝读诗书, 举止端庄, 乃是圣经第一才女。 书里里接收到他的眼神暗示, 立刻双手交跌于胸前, 温声道, 宝衣郡主才会圣经, 恐怕对宫规, 礼节等很不熟悉。 如果郡主不介意, 书里里愿意教郡主公规和仪态。 他说着话, 眼底略过轻视。 想让南宝衣出丑, 还不容易。 但凡他在举止上稍微出点差错, 就会被所有人嘲笑。 不巧, 他书里里正是规矩仪态学的最好的姑娘。 无论南宝衣举止如何, 他都能当众挑出毛病。 此时, 南宝衣柜坐在矮暗后, 装断公衣的中缝, 从后颈一路往下, 更显脊背纤细挺直。 他看着书里里。 太史令之女, 虽然贤名在外, 但实际上早就和江贵妃的儿子, 城王楚怀美岸通款区, 有了夫妻之时。 前世他进宫时, 听说是因为书里里显怀瞒不住, 才嫁给城王做侧妃, 还生下了城王的第一个孩子, 是当年的一桩丑闻。 算算时间, 如今书里里大约才怀胎一个月, 别人还不知道。 就这样的, 还好意思来教他规矩和礼节。 他微笑, 请书姑娘赐教。 书里里姿态端庄地走到殿中, 他本欲从南宝一的坐姿上挑出毛病, 可是他围着南宝一走了三圈, 愣是没瞧出半点不妥。 他的腿和手, 他的脊背, 他的脖梗, 甚至就连他下颌抬起的弧度, 都是那么的恰到好处, 那么的充满美感。 就像是用龟齿, 一寸一寸画出来的侍女图, 南宝一笑容更盛。 书姑娘, 书里里面颊微红, 他退到殿中, 轻声, 郡主坐姿端正, 没有任何不妥。 感受到江贵妃的不悦, 他又道, 郡主站起来, 行个扶身礼可好。 扶身礼, 是很考验女子仪态, 甚至身段的一道礼仪。 若是太胖, 扶身时看起来会很滑稽。 若是动作不到位, 看起来会很不协调, 失去美感。 就算是宫中的妃子, 也无法做到尽善尽美。 南宝一微笑着站起身, 他行至殿中, 朝萧一扶身, 给世子殿下请安。 细白娇嫩的小手, 交叠在腰侧, 恰似漂亮的兰花。 繁复精致的公群 轻盈夜地, 宽秀垂落, 仙妖鸟鸟, 薄梗细白, 它像是一株盛放的芙蓉花, 一切都是那么恰到好处, 那么一态万芳。 殿中权贵, 对视极眼, 不免暗暗点头。 不愧是福泽蜀郡的福星, 哪怕出身棚门商户, 举止也依旧如此得体漂亮, 比他们府中的千金还要规矩, 配得上宝仪这个封号。 这位郡主, 他们认下了。 萧义饮了口玉米汁, 宝殿里金碧辉煌的千万盏灯火, 在他眼中褪色, 那双灰暗深沉的丹凤眼, 只完完全全倒映着南宝仪一人, 藏在心底的野兽, 叫嚣着战友。 好想金屋藏娇, 好想彻彻底底, 霸占南府的小娇娘顾崇山贵坐在江贵妃身后。 她看着殿中少女, 脑海中情不自禁地跃出一句诗, 海上声明月。 太干净了。 南家小丫头的铜珠, 太干净了。 弯眸而笑的姿态, 像是心悦。 佩戴着漏花暗金甲套的手, 缓缓服侍过黑檀木珠。 可惜, 这样干净的姑娘, 不属于她。 她缓缓垂下眼帘, 过长的睫毛, 折住了黑桶里的情绪, 指尖悄然捏碎一枚黑檀木珠。 不属于她的东西, 都该彻底毁灭。 又或者, 让她变得与她一样肮脏, 让她属于她, 殿中。 梳里里又围着南宝衣, 转了三圈。 还是找不到任何错处。 她的动作, 简直就像是曾经站在刀尖上, 苦练过千万遍。 就算是宫里的嫔妃, 都做不到像她这样毫无瑕疵。 冷汗, 从梳里里额脚滚落。 她抬袖擦了擦汗, 嘴唇吸动, 说不出任何话, 更挑不出任何字。 南宝衣缓缓站起身, 梳里里已经十五岁, 比她略高。 可是, 她站在梳里里面前, 气势反而压了她一头。 她小脸娇嫩, 语调从容, 梳姑娘不是要叫我公归和礼仪吗? 如今一句话不说, 是什么意思? 莫非是我做得太差? 梳姑娘觉得没办法叫。 梳里里双手紧紧揪住裙摆。 她硬着头皮, 回答道, 当然不是, 宝衣郡主仪太很好。 我, 我没什么可教的。 哦, 没什么可教的。 南宝衣脱长音调, 忽然朝书里里眨了下眼睛。 可是, 我却有不少东西, 打算教教书姑娘。 放肆。 江贵妃终于忍不住, 冷冷斥责。 她沉生, 皇上还真是不忌讳, 这么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姑娘, 也能封为一品郡主。 南宝衣, 你可知书里里是圣经第一才女, 是所有贵中女子的典范。 你教她, 你拿什么教她? 南宝衣缓缓转向上座。 皇后早逝, 六宫西游江贵妃掌控。 她今夜盛装打扮, 带凤凰八宝花冠, 穿凤穿牡丹巢服, 想当皇后的野心, 几乎赤条条展示在了宫裙和首饰上。 从殿前颇游, 到江侧妃为难, 再到陈夫人救场。 最后又是书里里挑刺, 恐怕都是江贵妃在背后指使。 他们是第一次见面。 江贵妃, 为何对她敌意这么大? 南宝一谋中, 情绪变幻。 脑海中, 是知道了楚月星是她所杀, 因此才对她怀奋在心。 那所谓的上缘结弓宴请帖, 怕也是江贵妃派人送去南府的。 她看着发怒的江贵妃, 从容不迫地弯起唇绊。 她朗声, 不劳贵妃娘娘费心, 我自然有很多东西交给书姑娘。 书里里仗着江贵妃撑腰, 娇惊地抬起下河, 不敢称才学冠绝古今, 但在恪守公规和仪态举止方面, 我却敢称绝不会犯错。 宝衣郡主, 你可不要为了所谓的面子, 胡说八道, 最后打自己的脸。 她神情端正, 一脸正义。 店中众人跟着点头, 暗自觉得南宝衣怕是拖大了。 江贵妃摇着团扇, 讥讽, 王妃姐姐, 不是我多嘴。 你这位过门的儿媳妇, 也太爱出风头了。 真是个惹祸惊啊。 若是嫁进咱们王府, 定然会给王爷带来许多麻烦。 世子也真是, 都不知道管管她, 静王妃冷笑, 妹妹还是多为自己儿子操心吧, 叶儿的婚事都有着落了, 你的清云和清禾, 连个仰慕的姑娘都没有。 江侧妃运怒, 她望向楚清云和楚清禾, 哥俩坐在萧衣旁边的矮岸后, 一个自诩风流地摇着折扇, 一个故作忧郁地端着酒盏, 她忍不住在心里骂了声蠢货, 本来就容貌寻常, 还偏要坐在萧衣那里, 这不是找虐吗? 那些官家贵女只注意到萧衣, 谁还能注意到她们? 店中, 男宝衣倾笑出声, 她温柔地转向舒理里, 眉眼含笑, 我能教你什么? 她抬高声音, 一字一顿, 我能教你, 何谓暗通款区, 何谓私相受受, 何谓廉耻, 何谓自爱? 犹如惊雷乍响, 满店人呆若目击, 他们不敢置信地盯着舒理里, 这位圣经第一财女, 自诩最重视规矩, 最在意礼节的姑娘, 竟然和男人暗通款区, 私相受受, 舒理里俏脸仗得通红, 她不敢置信地盯着男宝衣, 下意识不停后退, 仿佛眼前少女, 是个令人畏惧的小怪物, 男宝衣温生, 舒姑娘和成王早已有了夫妻之时, 甚至连肚子里都揣了成王的骨肉, 她笑盈盈地转向江贵妃, 双眼亮晶晶地, 恭喜贵妃娘娘, 您儿媳妇还没进门, 您就能做奶奶了, 一派胡言, 江贵妃怒骂, 放在膝前的双手, 却忍不住剧烈颤抖, 显然, 她其实知道她儿子是个什么德行, 她转向皇帝, 娇声道, 皇上, 宝衣郡主初次进宫就尊卑不分, 没大没小, 甚至还污蔑咱们怀美和梳理里的声誉, 着实可恶, 似这等乱嚼舌根的女人, 就该耻夺封号, 没收家产才是, 这, 老皇帝耸得很, 她是真心实意, 想搞一场上元节宫宴的, 大家喝喝酒说说话多好, 这些女人干什么总是要吵起来, 叫她甚得慌, 江家老太傅看着她, 萧衣也看着她, 贵妃和郡主都是有后台的人, 无论她偏袒谁, 都说不过去, 她急忙伸手揉了揉额脚, 感慨道, 朕老了, 连耳朵都不好使了, 贵妃说什么, 朕着实听不见啊, 江贵妃无言以对, 论装死的本事, 皇帝敢称第一, 谁敢称第二, 男宝衣同样无言, 论装死的本事, 老皇帝称第一, 天底下大约只有他爹敢称第二, 不愧是一对友好的大兄弟, 他吻了吻心神, 嗓音戏血, 江贵妃刚刚的话, 略有不妥, 你说我尊卑不分, 没大没小, 可是贵妃的位分只是从义品, 而我的位分却是正义品, 所以真正论起来, 贵妃该向我行礼才是, 江贵妃脸色扭曲, 她倒是忘了, 这小贱人是正义品的郡主, 对老皇帝的怨怼不禁更深了些, 这老货, 封她的郡主也就罢了, 干什么非要强调是正义品, 老皇帝两眼望天庄死葫芦, 只当没看见她的分母, 江贵妃眼底略过恶意, 又道, 本宫听说, 你们家在圣经开了钱庄, 还搞出一堆花里胡哨的东西, 叫什么, 保险, 你们说是百姓, 把血汗钱存进你们钱庄, 说什么, 将来为他们养老, 不是本宫多嘴, 多年以后的事, 谁能预料, 说不定你家钱庄早已倒闭, 也未可知, 南宝一, 你们这是在坑害百姓, 是欺诈我南岳子民, 好大一顶帽子, 南宝一忍不住笑了, 她脆声, 敢问贵妃娘娘, 一个强盛的国家, 是不是应该老有所养, 又有所依, 自然, 那么, 如今的南岳, 可有实现, 未曾, 这就是了, 南宝一摸出一把紫竹骨折纸扇, 信不于宝殿之中, 南岳没有办法实现 老有所养, 又有所依, 而我南家钱庄, 愿意带牢, 南家积攒了两百多年财富, 积业雄厚, 百姓存尽钱庄的银钱, 我们会集中投资于利润更高的地方, 以换取更多回报, 如果你们投资失利, 那么百姓的血汗钱, 岂不是都打了水漂, 江贵妃不耐烦地打断他, 南宝一轻摇折扇, 没有人能够保证, 所有投资都能成功, 我南家也不例外, 江贵妃气笑了, 既是有风险的买卖, 那你怎敢大放厥词, 所以, 这就要劳烦户部尚书大人了, 南宝一和拢折扇, 转向一名须发揭白的朝臣, 如果能与国库合作, 那么南家钱庄的所有业务, 几乎都不会出现风险, 作为回报, 我祖母提出, 愿意让利三成于国库, 满殿寂静, 江贵妃在财政方面毫无造诣, 已经被绕晕了, 官员们却很清楚, 南家这是在拉拢皇族, 为他们的钱庄站台, 一旦百姓得知, 南家钱庄由皇族撑腰, 与国库挂钩, 那么势必会信任南家, 愿意用月钱购买他们的各种业务, 虽然国库能够得到三成利润, 但是, 毫无疑问, 南越的利益, 将与南家的利益, 彻底绑在一条船上, 南家, 将依靠钱庄, 成为南越最富有的家族, 户部尚书抿了半盏酒, 烈酒入侯, 老人的面颊渐渐烧红, 他早已听说过南家钱庄的各项业务, 可以称之为天方怪谈, 却也可以称之为超越这个朝代的奇思妙想, 他看着南宝一, 扮赏, 他亲自挽袖, 争了满满一海碗烈酒, 他抚须而笑, 老有所养, 又有所依, 这对维护我南越四海安宁, 有着巨大的作用, 宝一郡主若能拿出诚心, 户部自然愿意考虑与南家钱庄合作, 这碗烈酒, 郡主敢不敢喝? 南宝一眯了眯眼, 若想把钱庄做大, 与官府合作, 势在必行, 他毫不迟疑地上前, 跪坐在户部尚书对面, 他盈盈端起那碗酒, 南娇娇, 我有些口渴, 背后传来懒洋洋的声音, 南宝一明白, 全臣大人这是想为他代劳, 只是, 这终究是他的家事, 他注视着轻烈的酒水, 温声, 我南家人生性豪爽, 一碗酒而已, 又是户部尚书大人亲自针的, 我荣幸知智, 怎敢不喝? 满满一海碗烈酒, 少女竹唇倾起, 烈酒入喉, 他慢慢扬起小脸, 宝殿千灯万盏金碧辉煌, 金银的酒水, 从少女唇角滚落, 顺着凝白纤细的梗子, 没入精致的装断公裙衣领之中, 他饮酒的姿态, 亦是极美的, 店中的顽固公子, 看得有些吃, 南宝一终于饮进那一海碗烈酒, 将碗稳稳放在矮岸上, 尚书大人, 老人微微汗手, 南家的诚意, 本官看到了, 姿势体大, 本官会率领户部官员, 与南家掌权人详谈, 六部事宜, 无论大小, 都不会有官员向皇帝请示, 因为说了, 他也听不懂, 所以, 南越官员们的权力, 是相当大的, 南宝一悬着的心, 彻底放回肚子里, 歌舞升平, 南宝一跪坐回肖意身侧, 悄悄摸了摸鼓鼓的肚子, 有点想去西房如厕, 肖意轻身凑到他耳边, 外人瞧着, 像是在品评歌舞, 可南宝一却察觉到, 这丝是在嗅闻他的味道, 他嫌弃, 二哥哥, 娇娇身上, 半点酒味也无, 南宝一悄悄望向户部尚书, 他小声, 户部尚书真的那碗, 根本就不是酒, 而是白水, 我琢磨着, 大约他只是想看到我的诚意, 娇娇的小辫子, 懒洋洋的脱长阴调, 那我们娇娇, 还真是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啊, 二哥哥, 我想去更衣, 肖意视线往下, 宫群宽大, 看不出一样, 他伸出手, 认真地摸了摸他的小肚子, 他玩儿, 确实鼓鼓的, 想捶他, 肖意又道, 皇宫大得很, 未免迷路, 可要哥哥陪你去更衣, 听说小姑娘家都爱手牵手一起去如厕, 娇娇若是喜欢, 哥哥也可以与你手牵手去如厕的, 他才不想和他手牵手去如厕, 他咬牙, 给肖意争了满满一盏玉米汁, 提起宫群, 独自去如厕了, 这座皇宫, 他闭着眼睛都知道怎么走, 他怎么可能会迷路, 随着南宝一离开成乐殿, 恶气难平的江贵妃跟着悄然离席, 西方距离成乐殿不远, 就在红七游郎尽头, 南宝一静完手出来, 瞧见两排宫女提着宫灯, 游郎亮如白昼, 江贵妃慵懒地端坐在玫瑰椅上, 狐囚衬托的她华贵雍容, 殿外有些冷, 南宝一搓搓小手, 我如各侧而已, 贵妃娘娘竟然堵到西方门口来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想与我手牵手一起如厕呢? 巧蛇如簧, 江贵妃冷声, 本宫的心被你亲手射杀, 这口恶气, 本宫无论如何也咽不下, 南宝一, 命债, 是要用命来偿的, 南宝一轻笑, 她毫不畏惧地盯着江贵妃, 敢问贵妃, 我杀了三公主这件事, 是谁告诉你的? 可有证据, 江贵妃沉生, 顾崇山亲眼所见, 她的眼睛, 就是证据, 南宝一望去, 顾崇山势力在江贵妃身后, 上半张脸龙在阴影之中, 叫人看不清楚她的情绪, 红唇弧度往下, 是极尽凉薄的姿态, 南宝一歪头, 原来她射杀楚月星时, 被九千岁看见了, 真是摆秘一书啊, 江贵妃见她不语, 心中不禁畅快了几分, 她站起身, 走到南宝一面前, 带着假套的御守, 冷漠地擒住她的双颊, 迫使她抬头看她, 她牙子欲裂, 一字一顿, 你杀了本宫的女儿, 还坏了怀美的名声, 南宝一, 本宫与你, 势不两立, 江家与南家, 势不两立, 吼完, 杨手甩了, 南宝一巴掌, 慢慢抬起头, 静静注视江贵妃, 宫灯阑珊, 承岳殿的月音隐隐传来, 更显此地寂静, 不知为何, 哪怕是孤身一人, 面对盛怒的江贵妃, 哪怕明知接下来的处境, 也许会很糟糕, 她也依旧不害怕, 血脉仿佛沸腾, 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都叫嚣着疯狂, 叫嚣着复仇, 无法忘记, 前世皇宫里每一个人的恶意, 无法忘记, 楚月星骑马拖着她穿过弓像, 她公裙蓝褛, 骨肉破碎, 鲜血淋漓, 泪流满面地从血泊中抬起头, 却看见江贵妃亲自扶着楚月星下马, 替她擦汗, 温柔地叫她别累着, 她的孩子是孩子, 别人家的孩子, 只是供她女儿玩弄的草剑, 她不愿以上一世的仇恨, 揣测这一世遇见的人, 可是事实却教会她, 有的人从一开始就对她抱有恶意, 并不会因为她身份的变化跟着改变, 她慢慢坐起身, 她盯着江贵妃在宫灯的映照里, 弯起眉眼, 笑出了声, 纯真与血腥在她眼中交汇, 前世的仇恨, 在踏进这座皇宫之后, 在感受到这些人的伤害之后, 如野草般疯狂蔓延, 时时刻刻都在提醒她, 她并不是南家那位天真娇俏的五姑娘, 她更不是全臣大人眼里那位不安适适的小娇娘, 她是南宝一, 是那个被夫家抛弃, 迈进皇宫的废物, 是那个容貌被毁, 家破人亡的可怜虫, 是那个受尽欺凌, 唯唯诺诺的小宫女, 前世的创伤和阴影从未被治愈, 她们只是被掩藏, 宫灯点燃了少女的丹凤眼, 她笑得前仰后合, 越发癫狂风魔, 终于笑够了, 她歪头, 金步窑微微摇晃, 折射出异样的风情, 她醉声, 贵妃想知道, 三公主死前, 说了什么吗? 江贵妃一正, 说了什么? 南宝依眨了眨眼, 贵妃靠近些, 我告诉你啊, 江贵妃迟疑地靠近, 她俯身凑到南宝依面前, 心儿说了什么? 南宝依弯着眉眼看她, 慢慢抬手, 认真地扶住金步窑, 她红唇轻气, 她说, 贵妃娘娘, 阴影里突然传出声音, 顾重山缓步走出, 居高临下地看了眼南宝依, 三公主死前, 什么话也没留下, 这个女人, 再诶骗你, 她拿过那只金步窑, 南家小丫头, 总爱戴在发际上的那只, 做工精致细腻, 扣动暗扣, 拔出来的并非步窑, 而是一柄小巧玲珑的利刃, 利刃上催着暗紫色毒药, 自视见血风猴, 江贵妃勃然大怒, 反手就扇了南宝依一耳光, 她立声, 你竟敢行刺本宫? 南宝依趴倒在地, 血字顺着她的唇脚滚落, 她依旧在笑, 笑得花枝乱颤, 纤细的双肩轻轻颤动着, 正是上缘佳节, 宫尘巍峨辉煌, 月音端庄喜庆, 宫灯明光灿烂, 她的宫群繁复而宽大, 宛如盛开的花, 可她的笑声是凄凉的, 江贵妃心底发毛, 竟莫名生出一丝畏惧, 她咽了咽口水, 后退两步, 冷声道, 把她带去西场, 对外, 就说她自己在宫中走丢了, 本宫要她受尽西场酷刑, 生不如死, 顾崇山到了生末, 未免被人怀疑, 江贵妃带着宫女内侍, 浩浩荡荡地先回了承乐殿, 游廊里, 只剩顾崇山和南宝一两人, 她把玩着金钗, 行刺贵妃, 好大的胆子, 南宝一盯着虚空, 唇角的笑容逐渐消失, 她站起身, 冷漠, 如果不是你, 她已经死了, 这里是皇宫, 不是景观城, 她是贵妃, 她死了, 你就得陪葬, 顾崇山将金钗放进袖带, 南家也会遭到牵连, 九千岁在帮我, 我在帮我自己, 顾崇山冷淡地副手而立, 西场还得请郡主走一趟, 南宝一很清楚, 顾崇山依靠江贵妃在宫中一手遮天, 她逃不掉, 她望向西场方向, 她隐在上元叶的黑暗里, 像是吞噬人的野兽, 等待着新的猎物, 她曾在西场住过很长一段时间, 不知前世害她性命的刘花夫人, 如今可有出现, 她完唇, 好啊, 我随你回西场, 她从容不迫地走向游郎一端, 不像是去受刑, 倒像是回家, 顾崇山跟在她身后, 眸色深沉, 南家小丫头, 为何会知道西场的方向? 今夜上元节, 皇城落雪, 顾崇山提灯而行, 弓相绵长, 青石砖上, 积着薄薄一层雪, 灯笼光影昏货, 弓相珠墙黄�, 几束梅花, 枝丫横斜地探过宫墙, 在少女牡丹红的宫群上透露斑驳花影, 起风了, 细雪落在在她的眉梢和云记, 环佩伶丁是非常轻盈温柔的音色, 宛如她这个人, 渐渐行至宫向尽头, 两扇漆黑的门井眼, 门上排列着整齐的黄铜门钉, 瘦手门环十分猙獰, 眼下, 悬着一块匾额, 用囚禁的字迹书写着西场二字, 南宝一驻族, 认真地转向顾崇山, 九千岁可否熄了灯斩, 为何? 我想摸门钉, 摸门钉是南越国上元节的习俗, 楼百病, 摸门钉, 方能在新的一年, 求疾除恶, 也有说法是求子, 钉邪鹰钉, 据说熄灭灯斩, 在黑暗中摸索, 一举摸的门钉者, 视为生子的吉兆, 也代表家族兴旺, 多子多福, 顾崇山面无表情, 我带你回西场, 是为了让你生不如死, 不是让你来摸门钉的, 南宝一担奉眼亮晶晶的, 双掌合十, 做出恳求的姿态, 九千岁, 摸门钉也就一会儿功夫, 不耽误你让我生不如死, 我琢磨着我明年就要嫁给二哥哥, 我想一举生个儿子, 如此, 我在进王府的地位, 也能更高些不是? 顾崇山无言以对, 这小丫头觉得, 她进了西场, 还能活着逃出去, 进了西场的女人, 除了死, 就只剩下生不如死, 九千岁, 今夜上元节, 我祝您年年天福禄, 世事都及祥啊, 少女还在恳求, 半赏, 顾崇山虽然依旧面容冷漠, 却还是吹灭了手中灯盏, 弓相陷入黑暗, 风吹过耳畔, 细雪和梅花瓣在黑暗中翻飞, 犹如千万只蝴蝶从地面吹起, 掠过少女精致繁复的裙摆, 往冷肃的西场绿琉璃瓦偏歇而去, 南宝一朝西场那两扇乌木大门走去, 袖着娇娇小子的手帕掉落在地, 轻盈而无声, 他站在大门前, 指尖试探着身出, 门钉没有摸到, 摸到的只是冷硬的门板, 南宝一轻笑, 看来儿子是生不了了, 大约只能生个小闺女, 他推开门, 触目所及, 是眼下一盏盏白色的七迷宫灯, 远处一座座黑色楼阁里, 隐隐传来凄厉的惨叫声, 那是西场太监在拷问犯人, 路过的太监, 怀抱各种阴森肮脏的刑具, 恭敬的朝顾崇山请安问候, 余光望向南宝一时, 面容诡异而扭曲, 就连笑容都叫人畏惧, 一具具尸体, 用板车拖着, 往皇宫深处而去, 寒风偶尔掀起白布, 尸首亲子交加, 惨不忍睹, 有的板车走着走着, 还会掉下莫名其妙的残枝断壁, 甚至是一团团血淋淋的脏气, 空气里弥漫着泄心味, 若是投医回来这里的姑娘, 定然会呕吐尖叫, 可是南宝一始终面色如常, 西场, 是他前世的避风港, 却也是诞生他另一重噩梦的地方, 如今故地重游, 他以为会生出万千感慨, 可他心中竟然没有丝毫畏惧, 只剩无尽的从容, 他大约终于和全臣大人, 九千岁一样变态了, 顾崇山轻生, 害怕吗? 南宝一温声回答, 像是回家, 顾崇山眼底略过一丝诧异, 随之而起的是浓浓的兴致, 南宝一随顾崇山, 往一处黑区区的楼阁走, 试探道, 九千岁, 你可有听过刘花夫人的名号? 顾崇山驻足, 他转身看着南宝一, 恰在这时, 一道身影摇摇晃晃地追了来, 老子在成乐殿盯了他好久, 若非姑母提醒, 我竟不知他在西场, 那顽固公子根最熏熏的, 满脸都是兴奋, 死烟奴, 我姑母放话, 这小骚蹄子如何处置, 全由我说了算, 你给老子弄间房出来, 老子要睡他, 南宝一任的他, 成王兄妹的表哥, 江太父的嫡孙, 名叫江焕, 经常出入宫规, 是个不折不扣的顽固登徒子, 前世, 经常和成王兄妹一起欺负他的, 顾崇山淡淡道, 有比房间更刺激的地方, 江公子想去吗? 更刺激 好啊, 我就爱刺激, 哈哈 坐落在大院里的囚龙, 格外宽大阴森, 铁栅栏上挂满了各种刑具, 带着残留的铁锈和血腥气, 顾崇山把江焕和南宝一一同关进了囚龙, 四周挤满了围观的太监, 兴奋地对着囚龙指指点点, 甚至还有人拿月银下注, 赌一场输赢, 顾崇山端坐在圈椅上, 怀抱狐情, 正漫不经心地调整阴弦, 江焕激动不已, 哈哈, 这地方果然够刺激, 死烟奴, 你是要用胡秦卫本公子助兴吗? 谈得动听一些, 本公子就爱这种露天被围观的调调, 说着话迫不及待地开始剪腰带, 蓝宝一始终立在囚龙角落, 他双手交叠于胸前, 站姿鼻挺如松楠, 朱唇忍不住扬起, 带着些凉薄, 九千岁, 还是前世那位九千岁, 这座囚龙, 从不是供男人作乐的地方, 这座囚龙是西场的恶趣味之一, 那些变态的太监将两个罪人关进囚龙进行生死之战, 活着的那个就有离开西场的机会, 江焕乃是江家嫡孙, 江贵妃的亲侄子, 顾崇山把他弄进囚龙, 看来他对江家也不是那么忠心耿耿, 蓝宝一信手取下一把弓箭, 血液沸腾, 复仇的夜火几乎灭顶, 他微笑, 江公子, 请, 雪线和梅花瓣, 悄然越过弓墙, 龙火暗淡, 斑驳的花影在青石砖上隐隐绰绰, 穿着单薄云烟粉纱裙的少女, 悄然出现在西场外, 他双手动得红肿, 眉梢眼角都是憔悴, 脸上的肤粉和眉带因为劣质, 在肌肤角落显现出细小的纹路来, 显然, 宫廷里的生活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美好, 他俯身从墙角捡起那块手帕, 娇娇二字, 既熟悉又陌生, 蓝颜舔了舔, 略显干裂的唇瓣, 好妹妹, 你终于进宫了, 我等了你好久, 好久, 他紧紧捏住袖帕, 仰头望向西场的大门, 笑容里透着癫狂, 墙外传来宫月的雅音, 端庄却飘渺, 西场的一座座牢房里, 罪犯的惨叫声格外凄厉甚人, 太监们围着囚笼, 聚众吓住的吆喝声, 十分喧嚣嘈杂, 满目血腥与肮脏, 起疯了, 素素细血和梅花瓣, 犹如成群结队凋零的蝴蝶, 随风飘落在西场大院, 惨白的龙火, 在固虫山藏蓝色的官袍上, 投落深深浅浅的阴影, 他眉眼低垂, 同眸深处, 是比阴影更接近深渊的颜色, 一声铿锵, 狐琴演奏的将军令, 起调极高, 囚笼中的少女, 朝将换蔫宁搭建, 嘿, 宝仪郡主瞧着人畜无害, 美貌娇气, 没想到, 还是个会粘弓搭建的主, 顽固公子笑容散漫, 随意扔掉腰带, 将外袍丢弃在地, 兴冲冲扑向南宝衣, 过来给爷亲亲, 弓弦硬生折断, 南宝衣看着断掉的弓弦, 神态从容, 这座囚笼的四面八方, 挂满了各种武器, 有的可以使用, 有的却被暗中做了手脚, 比如他手中这把弓箭, 太监们在宫中被折磨久了, 便也学着通过在别人身上施虐的方式, 满足自己扭曲的心态, 他们喜欢看囚笼里的人互相搏杀, 喜欢看他们在九死一生时, 取下或好或坏的武器, 来为这场搏杀增添更多的看点与不确定性, 囚笼外响起轰笑声, 江焕已经扑到面前, 将军令月鹰的第一个高潮, 悄然而至, 少女悬身, 细白小手, 灵巧地摘下一把匕首, 匕首出鞘, 锋芒如冷月, 南宝衣眉目从容, 避风划过江焕的脊背, 留下一道沟壑纵深的伤, 惨叫声被月鹰淹没, 江焕痛得呲牙咧嘴, 情欲如海潮般退去, 他咒骂着不堪入耳的话, 发疯般喜向南宝衣, 少女从未如此冷静过, 江焕的咒骂声他听不见, 太监们的叫好声他听不见, 他所能听见的, 是顾重山那闲闲, 急促如鱼打芭蕉的战音, 江焕的争宁他看不见, 围观者的货碑或喜他看不见, 他所能看见的, 是江焕毫不设防的死角, 是他身为男性最脆弱的部位, 是他可以一刀毙命的咽喉, 西场的囚龙很可怕, 可这座皇宫, 在他眼里, 却比囚龙更加可怕, 想将伤害过自己的人, 全部诛杀, 复仇的夜火, 焚烧着他的五脏六浮, 哪怕并不会拳脚功夫, 可是面对江焕这种人渣, 他竟也拿得出千百倍的勇气, 铁锈斑斑的囚龙里, 繁复精致的牡丹红公裙, 翻飞如蝶翼, 肮脏的血珠, 悄然溅上大片, 将群居染出更浓艳的色泽, 成乐殿金碧辉煌, 来自抑郁的混血五鸡们, 在九月中旋转, 血色罗裙翻转出异足的美, 为南越国的上元叶, 增添了一抹风情, 萧毅慢悠悠品着玉米汁, 只关节轻轻扣机捉案, 他家的小娇娘去西方那么久, 竟然还不回来, 正要起身去寻, 上座的江贵妃忽然开口, 还为恭喜静王爷找到嫡子, 萧毅文治武功皆是一绝, 有这样优秀的嫡子, 静王爷该高兴才是, 静王爷拱了拱手, 并没有说话, 江测妃却很不愤, 他道, 姐姐真是偏心, 只夸奖世子, 却不肯夸奖自己的亲侄子, 青云和青河自小在圣经长大, 不仅有名师教导, 还有王爷亲自教导设议和马术, 远比同龄人更加优秀, 若是与世子比试, 说不定还能压世子一头呢, 这话算是以下犯上了, 可是江家姐妹出身圣经城顶级权贵, 在场官员一半都与江太傅交好, 自然不会参走江测妃无礼, 江贵妃笑盈盈的, 妹妹这番话, 倒是叫本宫起了兴致, 不如就请青云和青河, 与萧毅比试一番, 谁若是赢了, 本宫重重有赏, 江测妃大喜过望, 这等出风头的好机会, 他当然不愿错过, 他得意地瞟了眼静王妃, 只要青云和青河当众打败萧毅, 他们两个就能在王爷面前长脸, 看着贱人今后还怎么跟他猖狂, 静王妃被调起了火, 他的嫣儿, 他视如己出的嫣儿, 乃是天底下最优秀的儿郎, 怎么可能输给那两个废物, 他立刻冷笑道, 嫣儿, 你就与你两个兄弟比试一番, 也叫他们知道, 何为敌数, 何为尊卑, 何为优劣, 殿上的气氛被炒热, 武姬们款款退下, 内侍们抬着兵器, 摆宝架, 踏进殿中, 萧毅依旧懒洋托塞, 南娇娇走后, 江贵妃也出去了一趟, 他正要去找南娇娇, 江贵妃就把话头引到了他头上, 想说他不是故意的, 都很难, 他家那位小娇娘, 怕是在宫里遭遇了什么, 他婉儿, 指关节依旧扣记着桌案, 跪坐在身后的石苦立刻会议, 悄然离开成乐殿, 萧毅温生, 想比什么, 楚清云和楚清河对视一眼, 他俩名义上是在北地军营里锤炼了两年, 实际上却整日游手好闲喝花酒, 并没有学到什么真本领, 和萧毅比试武功, 那不是找死吗, 楚清云狡黠一笑, 比试十八般兵器, 未免落了俗套, 大丈夫在世, 当训猎马, 当饮猎酒, 不如请三弟与我们兄弟比试酒量, 如何, 楚清河跟着点头, 他俩已经观察很久了, 自打萧毅回京, 就没碰过酒, 整日在府里喝玉米汁, 如今来参加公宴, 居然还喝玉米汁, 想来, 他大约是不会喝酒的, 一想到, 待会儿萧毅饮了半盏酒, 就在店中吐得烂醉如泥, 颜面尽失, 兄弟俩就忍不住窃笑, 他们深知, 男人醉酒后的丑态, 只要萧毅醉吐了, 那些官家贵女, 谁还愿意看他, 肯定纷纷对他们兄弟俩, 头怀送抱, 萧毅把玩着白瓷小斩, 他眉宇间透出忧愁, 喝酒, 是啊, 喝酒, 楚清河激动, 当然了, 如果三弟酒量不好, 我们兄弟自然不会逼迫你, 只要你认得输, 这场比试就算结果, 本世子, 确实不擅长喝酒啊, 萧毅很谦虚, 然而星红的舌尖, 却忍不住舔了下嘴角, 家里的小娇娘管的言, 他已经很久没有喝酒, 真是想念的井, 他缓缓露出一个微笑, 不过, 既然二位兄长喜欢, 本世子岂有不奉陪之力, 楚清云和楚清河, 忍不住菊花一景, 为啥他们觉得, 萧毅的笑容, 有点变态? 萧毕与她一天, 娱维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